人族中央基地 十里之外 驻扎着八个异族驻地 他们分布在人族基地的八个方向 围困着人族基地 他们乃是异兽异族派来的先锋 说难听点就是炮灰 此时 其中一个异族驻地中 冲出了无数狼头族 他们化作汹涌江流 一往无前冲向人族驻地 他们在狼头族头领狼风的带领下 嗷嗷叫着冲沙而去 人族基地中 内阁众成员 看着基地外的一幕 一个个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阁老等人接到了消息 连忙来到前线 结果看到了这一幕 阁老疑惑道 消息无误吧 无其说道 阁老 消息没有问题 我们已经确定了 只有狼头族前来攻我人族基地 阁老摸了摸胡子 一脸都猛逼 他们脑子没问题吧 便是八族一起上 我们都不怕 他们这一族 是来送死的 不怪他心里疑惑 毕竟人族虽然不是蓝星上的顶尖种族 但曾经也是蓝星的统治者 更有二十亿人族 实力不弱 前线基地更是举国之力建造 坚固异常 尚有阵法守护 那有千万大军 他区区一个狼头族 就敢攻人族驻地 真是活腻歪了 阁老哼了一声 哼 既然敢来 那就留下他们 众内阁成员闻言 齐声回答道 是 太阳开始吸血 阳光开始变淡 终于 咚咚咚 战鼓声响起 杀 杀 杀 无数狼头族人 双眼通红 有的骑着巨狼 有的身材高大 手持巨大砍刀 怒气冲冲 朝着人族基地冲上而去 他们足有百万 一眼望去 犹如倾泻而下的洪水 甚是惊人 人族基地内 张开烟灭之网 有人大喊道 烟灭之网已张开 手下回答道 打开防御阵法 准备火神炮 发射 哼 哼 一道道巨大的炮击声响起 震耳欲聋 大地都为之震战 突然 一只只巨大的狼头族人 并不弱于七阶强者自爆一击 一枚枚炮弹落下 狼头族人掌握着风的力量 将一枚枚炮弹吹飞出去 一番炮击 上千枚炮弹 竟然只有数枚炮弹 落在了狼头族群中 啪啪啪啪 无数脚步声响起 狼头族人几乎没什么损失 就来到了人族驻地之前 这一幕落在那个众人眼中 让他们脸色很不好看 既然炮弹打不中 那就使用阵法攻击 他们能吹走炮弹 还能吹走阵法不成 另外不要把底牌亮出来 只用中等手段对敌就行 是 阵法中枢 葛老的命令一下达 这里的工作人员 立即开启了阵法 这基地阵法很多 其中有防御阵法 也有攻击阵法 狼头族已经临近基地 防御阵法时刻开启着 自然要开启攻击阵法对敌 启动进阶五行阵 巨鹊之阵 巨鹊是一把剑的名字 常常用来形容剑的巨大 此阵一开 顿时在天空中 形成一把把能量巨剑 这些巨剑 没有锋利的双刃 而是以巨齿代替 但每一把剑都巨大无比 有的长十米 宽三米 有的长六米 宽两米 一把把巨剑 足有上万把 凝聚在天上 蓄势待发 放 随着一声令下 阵法被驱动了 无数巨剑从天而降 朝着狼头族群落去 狼头族人见状大惊 不好 这是人族的阵法 我族萨满速速前来 狼头族首领狼风呼喊道 萨满是他们这一族的 知识掌握者 他们掌控着一族的 知识传承 同时也掌握着祭祀的权利 在战场上 他们通常能给族人 加持各种状态 让他们变得更加勇猛 而且高阶萨满 还能像冥冥之中的 神秘存在祭祀 以获得暂时的强大力量 只见一群萨满走到阵前 他们身穿着古怪的衣服 脸上涂抹着各色油彩 显得神秘而原始 突然 身后一群高大的狼头族战士 将一只巨大的凶兽 放到萨满跟前 卑微的陈鸣 向您献祭 卑微的生灵的灵魂与肉体 请您降下防御的力量 一个个萨满将凶兽杀死 然后跪倒在地上 祈求道 同时 他们的手臂 也在摆动奇异的动作 似乎是在沟通神秘的存在 这时 巨剑终于飞到了他们的头顶 即将落下 突然 一道奇异的波动 从不知何处降临下来 哄 巨剑在降落的途中 突然遭遇了阻碍 再也落不下去 纷纷四散开来 人族一方见状 有些意外 看来这狼头族 真的不可小觑啊 他们收起了轻视之心 命令到 释放天火神阵 天火神阵 乃是人族上等阵法 虽然只是九阶阵法 但布阵难度极大 需要九个阵法师一同布置 而且还得使用无法熄灭的天火 作为阵机 才能布置完成 因此 这阵法威力极大 比聚鹊之阵攻击力 强大十倍不止 命令下达 天火神阵开启 天火凝聚 从天而降 每一颗天火 都犹如天降的陨石 携带着无边的气势 朝着狼头族大军落去 人族欺我太甚 祭祀挡住 所有狼族勇士 释放风的力量 吹走这些天火 吼风啊 听从我的命令 暴风肆虐 一道道暴风凭空产生 形成席卷天地的大风卷 朝着降临的天火吹去 呼 呼 呼 哗啦 暴风吹在天火上 令人意外的是 不仅没有吹走天火 反而助长了火势 见到这一幕 狼头族投灵 脸色变得阴沉 仿佛能滴下水来 他还没有攻进人族驻地 却要败在一个阵法之下 他不甘心 风神 他大吼着 操纵着风的力量 在身后形成一道神秘的虚影 随手一招 便是无数风暴 环绕在身体周围 他跃众而出 飞入天空 一狼独占天火神阵 那个众人见到这一幕 偷袭 平白折损我方气劫 既然阵法杀不了这狼 那我便亲手斩了他 阁老阻止道 不急 再等等 等了片刻 天空中的无数天火 在狼风的攻击下 竟然几乎全部消失了 天火之强 在于其范围之广 面对强者 强度还是弱了些 这时 阁老点头道 剑枯 小心一些 兵主学院的院长 剑枯面无表情 说道 我三剑必斩他 剑枯拔出腰间的剑 朝着外面飞去 刚刚离开阵法 正要一剑斩了狼风 突然他又折返了回来 众人也都了然 纷纷看向了他 有人遗憾没看到剑枯出手 有人松了口气 狼头族退了 胆小鼠辈 我一出现 撒腿便退 据我太甚 他指着撤退的狼头族大军 不屑道 外面 狼头族大军中 一个斥候来报 首领大人 不好了 那个偷袭我们 诛杀我们同胞的人族 正在屠入我族助地老幼 还请您速速回归 首刃敌让 狼风听完这话 顿时气得脑袋都发昏了 岂有此理 又敢杀我族人 人族我与你势不两立 撤军 护我族老幼 夕阳西下 染红了半边天 狼头族筑地 绵延方圆数十里 一个个筑地 呈现同心圆分布着 以往整个筑地中 族人不是在饮酒作乐 就是在杀戮取乐 但今日却不停响起 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 两千个人族 身穿各色全身铠甲 手持各种武器 游走在狼头族筑地之中 他们冷酷无比 不言不语 见到狼头族人 毫不留情 一只只狼头族人 死于人族之手 他们所过之处 便是一具具尸体 留在地上 当这个筑地的狼头族人 被消灭一空之后 他们便离开此地 朝着下一个筑地飞去 他们飞走了 但一重重火球从天而降 将一切痕迹燃烧殆尽 就这样 他们仿佛是收割生命的死神 前行着 杀戮着 突然 天空猛地黑了下来 林玉心中微微一惊 抬头看去 却见数万七节以上的狼头族人 已经从战场率先归来 飞在最强方的 正是最高大的一个狼头族人 他正视着狼头族的首领狼风 此时 他俯瞰下方 见到族人被随意杀戮 一具具尸体横沉在地 还有远处生腾而起的火焰和浓烟 他出离愤怒了 33小说网 他们离开驻地 前往人族基地复仇 短短两个小时时间 敌人竟然偷袭他的老巢 一下子祸害了他们数十个营地 粗略估计 足有十万族人遇害 他怒火生腾 越想越气 看着下方见到他们回来了 直接无视他们 还在不停杀戮的人类 他们已经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 首领大人 我请求亲自下去 杀这些敌人 我也请求首任敌人 为我族人报仇 对 不能饶了他们 他们只有七阶 纵有两千之数 我也能轻松应对 将他们全部杀了 这些狼头族人都是精英 他们是 这只狼头族人的高层 普遍都有八阶实力 因此 寝占意愿十分强烈 他们认为这是 白俭的功劳 因为区区七阶人族而已 就是有两千之数 又如何 他随便带上数百勇士 就能杀穿这些敌人 等他们害怕了 再尽情屠戮 报仇血恨 可惜 他们注定低估了 狼风脸色阴沉 指着下方说道 狼母 狼西 狼郑 狼钱 我们在 各带三千精英 给我围了他们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我倒要看看 他们是何方神圣 竟敢三番五次 骑我注定 属下领命 四个狼头族 高层领命下去了 不久后 他们便率领 三千七阶狼头族精英 分散四周 缓缓以包围圈形状 包围而去 此时 这个狼头族营地中 剩余的数千狼头族人 看到援军来了 顿时激动不已 首领回来了 人族完蛋了 大家不要放弃抵抗 人族必死无疑 你们看四大将军来了 他们很快就会完成包围圈 而那时 就是人族的末日 一个个狼头族人兴奋地大喊 他们终于等来了救援 终于不用死了 然而下一刻 他们的脸就僵住了 因为他们发现 人族根本没推 甚至都没有被惊到 依然在杀戮着 不 我不要死 这是不少狼头族人 死前残留的执念 他们一个个欲哭无泪 你们都要被包围了 还不突围 你们就真的不怕死吗 怕死 分身怕什么死 凌玉当然不会下达 突围的命令 而是让分身继续攻击 继续杀 不用管他们 这是凌玉的策略 毕竟的分身 没必要跟他们玩策略 直接忙就行了 剑剑 哄 一把把长剑凭空产生 凝聚在天空之中 密密麻麻 一眼望去全世界 万剑归宗 凌玉心中喊道 下一秒 无数剑气朝着着地 死死抵抗的狼头族人射去 哄咚咚 剑气肆虐 如同雨点滴落 啊 啊 我不想死 啊 一声声死前的嘶吼声 令人毛骨悚然 即便是凌玉也沉默了下来 下一刻 他就心中微动 变为了成就感 定 你击杀狼头族 四阶 升级点一千二百 定 你击杀狼头族 五阶 升级点加五千 定 你击杀 一道道系统的提示音传来 让他心中的不忍情绪 瞬间冲散一空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与其等人杀我不如先下手为枪 杀戮在持续着 一波剑雨结束后 原地已经不剩下多少敌人了 这时 四周包围而来的狼头族精锐 终于忍不住了 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好 人族 我要把你们全部杀了 诸位 一起动手 为我族而狼报仇血恨 杀 乌鸦鸦一群狼头族人 从四个方向冲杀而来 凌玉环是一周 默念道 合体 顿时 原地出现一个个光简 每一个光简都是一百个分身 总共有二十个光简 也就是二十个合体的分身 狼头族人逼近了 一百米 五十米 三十米 突然 他们出手了 一道道旋风凭空出现 带着暴躁的力量 席卷一切的决心 轰然冲向分身们 突然 光简破了 一只巨大的金色佛手 抓向了来袭的狂风 狂风无形 但却被手掌阻挡在原地 无法前进分毫 下一刻 一个个光简破裂 一个个巨大的怪异佛像 出现在众狼头族面前 只见这些佛像形态各异 有的长着百只手臂 有的背负金轮 有的双臂极长 有的则手掌极大 有的则坐下龙虎 每一尊大佛都威风凛凛 看似慈眉善目 实则锋芒毕露 这一幕 令后方的狼风 瞳孔微缩 这是什么技能 左右狼头族人纷纷摇头 从未见过此等法门 而在此地三十里外的人族驻地中 此时正有人使用技能 将狼头族驻地的一切 以影像的方式 呈现在众人眼前 若是以前他这技能是没有用的 因为狼头族人有反制措施 能让他这技能失效 但此时狼头族驻地发生大变 他的技能却可以使用了 众人纷纷看向 呈现在眼前的影像 顿时 一个个露出惊讶的神色 这是何人 为何能变身大佛 不知此为何种法门 从未见过 若是我人族 能做到这一步 必是我人族栋梁 不可另其有失 速速派大军接应 务必让他们活着回来 是 有人下去领军出征了 但有些人 却面露疑惑之色 这些人脑子里 都浮现出同一个人影 但很快又摇了摇头 不可能是他的 他才多大 怎么可能有如此强大的法门 而且还能有此等战略 狼头族驻地发生的大事 因其战斗极其激烈 很快就引起了周围种族的注意 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 便是千语族 此时 千语族驻地主张 千语族众人围在一起 讨论着狼头族驻地发生的事情 千语族首领问道 那人族真的增加到了2000人 下方立即回答道 首领大人 而且还会合体技能 十分棘手 2000的七阶人族强者 其实对他们千语族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 他们可是十分清楚的 这些人族全部会寒冰狗一族的 事业技能啊 这技能太变态了 铜鸡根本不是对手 面对这种天才人族 他们心里既痛恨 又隐隐感到害怕 能派出这样一支 天才队伍的人族 这背后隐藏着的势力 得有多强啊 难道在一兽入侵之前 人族一直在忍让着他们 这越想越可怕 再一结合人族的性格 属于那种十分阴险的种族 他们就越发感到寒冷 千语族首领连忙稳住心神 说道 异兽那边有动静了吗 今天他就派人去异兽一族告密去了 只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也不知道异兽会是什么反应 下方有人回答道 首领大人 异兽那边似乎没什么动静 而且隐隐传出消息来 他们不相信咱们的消息 那他们就没有说要亲自探查 没有 他们根本瞧不起人族 而且也瞧不起我们千语族 这一仗对他们来说 也不确定真假 但既然首领问了 总得有个回答 操 王八高子 这是拿我们当炮灰 等两败俱伤 他们再做兽鱼翁之力 真是好狠的手段 大人 隔墙有耳 慎言啊 千语族首领一肚子怨气 但却无处可发 现在一兽一族 可能不会来增援了 一切只能靠他们了 大人 这狼头族的战士 我们还参与吗 参与个屁 让他们打声打死吧 咱们静观其变 是 另一边 血狂族驻地主杖 一只三米高的 类似一型的高大怪物 正低头看着一份情报 看完之后 他又将情报 递给其他族人 众多族人看完之后 反应竟出奇的一致 有杖可打了 何时去打 我必捏碎 第三万三百十一个人族的头颅 离百万人族杀 更近了一步 人族 实物而言 首领大人 发话吧 我们要杀得痛快 首领文言 猛地甩动尾巴 大叫道 人族以前去支援那些被困人族 我们现在就去截了 这支人族大军 杀得痛快 哈哈 我首领啊 谨遵首领之命 众血狂族得了命令 立即下去准备了 他们集结大量的士兵 朝着人族基地 前去支援的人族杀去 一族重驻地的大后方 驻扎着大量的异兽驻地 此时 异兽的大统领 正是一只蛟龙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蛟龙一族的族长 水目双系 蛟龙龙青蛮 也是夺射分身龙霜的爷爷 此次他亲自担任 异兽大军的大统领 可见异兽对这仪仗的重视 他盘椅子上 轻声问道 消息可属实 大统领 此消息无误 嗯 既然如此 告诉那些异族 让他们随机应变 咱们的目的是削弱人族 但这些异族 也应该弱些才好 大统领应命 属下这就去办 去吧 这位斥后 连忙去传达命令了 等他离开之后 这位大统领 看向了旁边的一位后辈 只见这位后辈 也是一条蛟龙 不过他全身都是紫色 乃是一条稀少的雷霆蛟龙 他连忙行李道 爷爷 您需要孙儿做什么 请尽管吩咐便是 你小子也气劫了 此次千语族人来报 说有一群人类 掌握了寒冰狗一族的密集失约 你随寒冰狗将军 一起去走一趟 调查一下此事吧 大统领吩咐道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 寒冰狗听说 有人组掌握了誓约密集 气得火冒三丈 当即决定 调十个九阶强者 前去调查此事 而大统领眼中的雷霆蛟龙龙雷 只不过是过去走一个过场而已 同时也充当眼线 龙雷闻言大喜 说道 孙儿谨遵祖父之命 但是孙儿还有一事相求 何事 但说无妨 龙青岚十分欣赏这个孙子 不仅是他 乃是罕见的雷霆蛟龙 更是他悟性天赋绝佳 有望成为下一个九阶强者 对于培育后辈这件事 他作为族长向来不遗余力 爷爷 可否让龙霜与我随行 他看向龙霜露出一丝冷意 但稍纵即逝 并恢复了原样 龙青岚文言愣了一愣 过了片刻还是点了点头 那就让龙霜随你一起去吧 他摆了摆爪子 说道 都下去吧 是 此时 狼头族驻地的战斗 引起了四方注意 但狼头族与林玉并未得到消息 仍在激烈战斗着 淋浴的二十尊佛 如同一尊尊神灵 以七阶战八阶 竟能压着打 顿时 一个个八阶狼头族强者 允命当场 这一下子 惊呆了众狼头族 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 二十尊佛化光消失 重新形成两千个分身 分身纷纷举起大手 大喝道 誓愿 轰咚咚 一颗颗黑色的月亮凭空出现 密密麻麻浮在天空 另四周陷入了漆黑的环境中 仔细一数 竟有两千只树 浮在空中 微微壮观 去 一声令下 两千轮巨大的黑月 破空而去 狼头族众人见到 誓越大惊失色 他们失败在一族之手 对这誓越技能十分熟悉 当初多少族人 便是死在誓越之下 誓越所过之处 可谓寸草不生 让不少狼头族人 生出了恐惧之心 这真的是人族吗 为什么会誓越技能 这技能太可怕 我们还是暂避锋芒吧 首领大人 速速拿主意啊 首领狼风 一脸阴沉之色 是黑月 众狼头族人眼光大亮 纷纷施展风的力量 顿时 旋风汇聚 聚在一起 很快形成巨大的龙卷风 风之力量 随我心意 吹走沿途一切吧 轰隆隆 这暴风太大了 接天连地 沿途一切都被吸进去 黑月也没能幸免 被吸了进去 很快淋浴 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 这誓越无法俯视风 只能俯视物质啊 可惜了 眼见誓越被龙卷风带到远处 他无奈叹息了一声 誓越一出 他也就剩下最后一个手段了 命令到 自爆 两千个七阶强者自爆 使得方圆数千米都受到了影响 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腾而起 高温 冲击波等巨大的能量 轰然一同爆发出来 所造成的巨大力量 堪比数个九阶强者的权力一击 而影响的范围 比九阶强者更是强大得多 爆炸一出 四方围拢而来的狼头族人 顿时露出惊骇之色 疯子啊 众狼头族还在吆喝着 但很快爆炸余波袭来 他们脸色大变 迅速从谨慎应对 变成了亥然之色 他们不少族人 根本没有经历过自爆 毕竟谁没事就去自爆啊 纵观三百年来生灵的历史 自爆者也是屈之可数 更何况 一下子还是两千个自爆生灵 这就更惊人了 也让人措手不及 哄 爆炸余波以超音速轰然冲去 瞬间横扫沿途的一切 有的被拦腰截断 有的被炸成碎片 只有个别的强者 才勉强逃过一劫 但一个个气喘吁吁 上气不接下气 爆炸结束了 但四周的一切 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狼头族首领狼风 在爆炸开始的一瞬间 就迅速升空躲避 此时 爆炸余波消散 他终于可以看清下方的一切了 当看到地面的景象的时候 他瞳孔微缩 心中震撼不已 真是一群疯子 他骂道 在他眼中 人族一直是最擅长隐忍的种族 即便他们 这些异族 屡屡进入人族关内截掠 人族也只是驱逐 很少会杀出关外 将他们斩尽杀绝 因此 不少异族都认为 人族是好欺负的对象 因此变得更加变本加厉 内心也看不起人族 但是 这一刻 看着地面上 波及了十里之远的爆炸痕迹 他沉默了 他第一次感到了冷意 那是来自一群疯狂人族的森冷之一 面对一群疯子 他难以镇定 看了看下方 整个驻地的大部分营地 在这一次自爆中 几乎损失殆尽 残余在驻地的老幼族人 如今几乎在爆炸中 全部丧生 他心中既痛又悲又惧 痛是因为同胞之死 悲是因为他这一族 已沦为异兽的炮灰 据是被人族的疯狂吓到了 久久之后 他咬着牙 挥手道 给老子收拾残局 此仇来日必报 巨大的爆炸声 犹如一道从天而降的陨石 撞击地面 其造成的巨大的影响力 一想到这些疯狂人族 不顾生死自爆的场景 饶是他这个九阶强者 也心慌 帐中属下 连忙公围道 首领大人深谋远虑 我等不及远甚也 千语族首领文言笑咪咪道 你们呀 需要学的东侠很多 好了 这些疯狂的人族 终于全部死了 咱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首领大人说的是 只是若人族 还有一只这种自爆大军 又该如何 千语族首领细血看向他 哼了一声 你看我千语族勇士 敢自爆者几何 这人思考一会儿 不确定道 应有三成勇士敢自爆 千语族首领说道 哼 人族向来以胆小精灵著称 能有两千自爆大军 以属不易 不可能再有自爆大军的 人族 胆小如属 不足为惧 这人还要说什么 却被另一个属下抢先打断 首领大人所言即是 这人族能培养两千死士 以示上天恩德 正如首领大人所言 他们必不敢继续自爆 我等可以高枕无忧也 千语族首领文言 颇为受用 点点头道 嗯 说得不错 你们都下去 到四处不妨去吧 虽然人族以部族为惧 但还是要小心为上 首领大人深谋远虑 我等拜服 另一边 人族的支援部队 刚刚走了一半的路程 突然停下脚步 令千仇大喊道 停 令千仇乃是这次支援部队的长官 一名九阶强者 他本是东海城的守护主将 因东海十分危险 海族使有入侵 因此他的实力不容小觑 此次 此行支援 他一共带了十万士兵 已是他从东海带来的士兵的三分之一了 但是 刚刚的爆炸声 却瞬间惊到了他 他忙问道 可有查探到原因 事后连忙走到他身边 悲痛道 将军 已探查清楚 那些七阶同胞 全部自爆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他们自爆了 一听到自爆了 一群副将连忙走了过来 大声问道 自爆啊 这得是多大的勇气 才能下得了这种决心 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两千个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事后一脸悲痛 哽咽道 各位将军 属下没有说错 他们自爆殉国了 说完 便哇哇哭了起来 他们作为边军 常年驻守东海城 经常与东海异族战斗 因此 国家观念十分重 也最是钦佩敢于奉献之人 淋浴分身的集体自爆 直接戳到了他们的泪点 众将军闻言 一个个面露悲涩 虽没有如周围士兵一般哭泣 但一个个心里 也如同堵了什么一般 难受不已 这时 令千仇抽出腰间大刀 怒火生腾 兄弟们 随我一起为他们报仇血恨 杀光狼头族 杀 杀 杀光狼头族 喊杀声震天 远处前来堵截人族 支援大军的血狂族 此时正藏在一座大山之中 只等人族经过 便杀人族一个措手不及 但当当的爆炸声 让身为战斗狂的血狂族 都感到汗毛直竖 好疯狂的人族 你们看他们在宣誓 似乎要杀光狼头族 我们还截杀他们吗 血狂族领头者文言 沉思片刻 咬牙道 机会难得 杀 令千仇怎么也没想到 大军还没到狼头族驻地 半路上就遇到了截杀 看着这一大群血狂族 粗略估计也有八九万 虽数量不如他们 但也不可小觑 毕竟这一族以战斗狂著称 他们一个个露出嗜血的表情 那眼神分明将人族 当成了待宰的羔羊 都说哀兵必胜 刚刚被淋浴分身自爆 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人族 此时一个个心中 正积压着一股怒气 郑仇没地方发现呢 突然这些家伙来了 岂不是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令千仇看着前来偷袭的血狂族 他拔出一剑一刀 大喊道 一族 而等其我太甚 兄弟们 杀光血狂族 以告慰 自爆兄弟在天之灵 杀呀 血狂族 我认你老母 血狂族 杀了你全家 一个个抱着粗口 举起武器 使出各种技能 朝着对面扔去 血狂族乃是一个专精于战斗的种族 不过此前并未与人族战斗过 因此 面对人族的攻击手段 一时之间手忙脚乱 他们还像往常一般战斗 舔了舔嘴唇 朝着人族冲去 他们最喜欢精神战斗了 突然 大军猛地陷入了泥沼之中 原来有人族的天赋是沼泽之王 已经将地面制造成了沼泽 顿时 无数血狂族人陷入泥沼之中 这时 一道道藤万从四面八方缠绕过来 攻击着血狂族 这还没完 天空中还不时落下奇怪的炸弹 有的释放一股臭气 有的释放各种毒素 令血狂族寸步难行 继续杀 不过 过了一会儿 血狂族也适应了 不得不说 他们的战斗学习能力十分恐怖 短短时间就有了应对手段 只见这些血狂族人 分散数个队伍 真真假假 有的阳攻 有的则吸引火力 配合默契 突然 人族大军中不知何时 出现了一群隐身的血狂族 噗哧 一个个人族被杀死 令千仇剑撞金木 手中长刀劈死一片血狂族 又一剑刺穿一群血狂族 大喊道 近身杀戮 是 令千仇很快也遇到了麻烦 对方的首领瞄准了他 两人站成一团 这边的大战动静不小 也引起了周围诸族的注意 这些异族一个个愣在原地 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难道决战开始了 却说另一边 寒冰狗十名九阶强者 风驰电掣 朝着这边飞来 人族与异族大战 这只人族必须留下 我去去救回 其中一个寒冰狗九阶强者 说道 领头的寒冰狗族长 点点头道 嗯 速去速回 是 而剩余的寒冰狗族人 则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 他们的目的地 狼头族驻地 途中 龙双心中有些焦躁 他按道 本体为何还没有联系我 不是灵狱不联系他 而是灵狱现在真的很忙 此时此刻 隧道内 他笑得合不拢嘴 只见隧道出口处 一只只小小的傀儡虫 正在不停地进进出出 这些小虫子 都是灵帆的傀儡 他将这些小虫子派出去 去战场上 搜集掉落的金石 一枚没金石被运了进来 灵狱一枚没拿起 贴在眉心 感受金石的信息 这种感觉 仿佛是在开盲盒一样 虽然大部分金石 都是普通的技能金石 甚至很多都是重复的 但仍让他兴奋不已 将一枚没看不上的金石 放在一边 灵狱打算 等回到了中央基地 就换成需要的东西 技能金石可都是硬通货 比心碧更加保值 他盘坐在地上 拿起一枚技能金石 贴在眉心上 顿时 这枚技能金石的技能信息 涌入脑海 暴风龙卷 其间 制造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攻击敌人 这个技能还不错 灵狱默念学习 顿时 技能金石微微发出光芒 缓缓消失 同时 一道信息流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过了片刻 他发现自己 已经掌握了这个技能 这技能还不错 我记得 世悦就是被这类技能吹跑的 灵狱小声嘀咕道 这个技能 可以当作一个控制技能 让一些攻击偏离方向 倒是个不错的手段 他又拿起一枚金石 贴在眉心 锋刃 三阶技能 凝聚风之利刃 攻击敌人 太普通了 这个技能就不学了 灵狱将这枚技能金石 扔到了一堆淘汰的金石堆里 又拿起一枚 贴在眉心感受 隐风 八阶技能 可制造一道无形之风 无形之风 可隐藏气息以及力量 乃偷袭绝技 这个技能不错 我正缺少偷袭技能呢 灵狱笑道 当即便学了 又多了一个技能 不过 自从学会了八阶技能隐风 灵狱发现他的好运气 似乎用完了 再也没发现新的好技能了 唉 剩下的 都是垃圾技能 等回到基地 就卖了 灵狱看向一堆技能金石 足有四五十枚 升级点涨了一大截 如果有机会 就再发动几次自爆 升级点估计也就够了 我就能将天赋 升到SSS级了 一想到 只有神才能接触到的 天赋等级SSS级 他就难以抑制兴奋之情 收敛情绪 灵狱默念道 分身 顿时 白光浮现 一个个分身出现在周围 灵狱笑道 去吧 目标血狂族 自爆 分身们点点头 朝着血狂族驻地飞去 血狂族截杀人族的事 自从两族大战开始 他就已经发现了 毕竟九阶强者大战 动静极大 想不让人知道 都不可能 正好 血狂族驻地空虚 他再去杀一波 转一波升级点 灵狱的两千分身 飞向空中 纷纷默念幻魂术 隐藏身形 然后悄悄朝着 血狂族驻地飞去 而此时 血狂族与人族的援军 仍在胶着 突然 一道蓝色的流光 从远处飞来 正是那位支援的 寒冰狗九阶强者 他刚刚出现 便大吼道 人族 我寒冰狗一族前来杀你 而等投降 还有活命的机会 令千愁心中烦闷 听到这话 更加愤怒 聂处 找死 寒冰狗闻言暴怒 摇身一变 变成天狗真身 敬酒不吃吃罚酒 吃我一朝是月 黑月浮空 朝着人族飞去 沿途一切 竟被俯视一空 这一幕落在人族 和血狂族眼中 眼皮狂跳 都被这是月技能吓到了 如此强烈的腐蚀效果 闻所未闻了 人族担忧 面露忧色 血狂族则相反 一个个露出了嗜血之态 盯着人族 仿佛在盯着猎物 人族 受死吧 血狂族重强者 大吼着冲过去 突然 血狂族一个赤后来报 报 不好了 有两千人族 朝着我族注地杀去了 两千人族而已 何惧之有 他 他们和那些自爆人族一样装扮 血狂族强者 什么 不好 速速回原 然而 已经晚了 他们刚刚转身 一道道冲天起的爆炸 轰隆隆响起 其声音之大 震动天地 其光芒照亮天地 令昏暗的黄昏 顷刻如同白昼 血狂族强者嘴唇微动 望着那爆炸的方向 手脚颤抖 完蛋了 啊 人族 我与你势不两立 又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瞬间惊呆了周围众族 狼头族人吓得打了的寒战 连忙巡视四周才松了口气 血狂族人一部分人落荒而逃 而在围攻令千仇大军的族人 则一个个露出了愤怒之色 人族 我与尔等势不两立 今日族帝便是不回去了 也要杀尔等报仇 这位领头者很快冷静下来 他知道现在回去也晚了 不如一鼓作气 与寒冰狗强者一起 灭了这支人族大军 而人族这一边 所有人都望着那爆炸鱼波 愣在了原地 他们原本是来救人的 结果刚走到了一半 那两千个勇士就自爆了 不仅如此 中途还被敌人截住了去路 正在沮丧之时 又被听到了人族的自爆声 这这一切 怎么会如此不真实 而且 你们为何要自爆呢 不疼吗 想不明白的众人 一个个面面相去 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何如此勇猛 前前后后就是四千个七阶自爆 顶得上咱们一个集团军了 可怕 不过 他们为了杀伤敌人 敢于自爆 是真男人 也许是女英雄 不管是男是女 他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说得不错 你们看 这些雪狂族已经疯了 不好 雪狂族现在是爱兵 咱们先暂避风芒 人族且战且退 雪狂族紧紧逼近 不过 人族虽在退 但十分注重章法 因此 雪狂族始终攻不过来 但随着那个寒冰狗强者出手 一切又都变了 黑月一出 席卷方圆百米天地 一切都在黑光照耀下 俯视殆尽 寒冰狗强者站在虚空中 俯瞰大地 大喊道 人族 告诉我 那些人族 为何会使用试月秘籍 寒冰狗一族此行前来 便是为了调查此事 他们一族虽然死了不少族人 但不足以掉落那么多技能晶石 因此 人族数千个 掌握试月技能 必然透露着蹊跷 人族这边 则是一脸猛逼 什么试月秘籍 他们怎么不知道 说的是什么 见人族沉默 寒冰狗强者一脸怒容 全力出手 明完不灵 今日便送二等去死 说吧 一口寒冰如同瀑布落下 令四周温度 立刻降低数十度 地面上马上结了一层层寒冰 令千丑脸色微变 手中一刀一剑交叉 迎了上去 哄 血狂族九阶强者也冲了上来 顿时几人打坐一团 令千丑感到压力倍增 脸色巨变 刀锋剑舞 令千丑大吼一声 使出了一个九阶技能 顿时 巨大的刀剑风暴 形成在四周 朝着敌人冲去 就在敌人抵挡之时 他立即后退 并大吼道 撤 踏踏踏踏 大军立即撤退 与此同时 大军中已经有人联系了基地 请求支援 阁老听到消息 说道 扶妖子 你去带他们回来吧 扶妖子 收起把玩着的罗盘 微微一礼 说道 好的 话音落下 他前方出现一道空间漩涡 踏入其中 对面便是令千丑 他大手一挥 一道道巨大的能量罩 将四周笼罩 速回 他大喊一声 走出防护罩 独自面对追来的敌人 令千丑感激道 多谢 然后他转身喊道 都进入空间通道 等他们一个个 都进入空间通道 消失不见之后 敌人也追了上来 扶妖子苦笑一声道 还是晚了一步 平道暂时是走不掉了 那就在野外休息一阵 绕道飞回去吧 他的眼睛能力十分强大 能打开空间通道 令千里之摇化作咫尺之间 但这眼睛强大是强大 他有冷却时间啊 好在 他脚上的功夫也不错 雷霆 风加持我身 风雷翅 花音落下 背后长出一双风雷翅 翅膀轻轻扇动 便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远处 然后 又几个闪烁间 便彻底摆脱了追兵 血狂族等人 看着跑远了的扶妖子 气得牙痒痒 哼 人佐 这笔账 我们早晚要算 血狂族领头者说道 回去吧 环视四周 发现那位寒冰狗强者 已经不在身边 应该是回去了 他叹息一声道 而狼们 回驻地 是 另一边 狼头族驻地 迎来了一群贵客 见到这些人 饶势高傲的狼头族首领狼风 也微微攻下了身子 显得十分恭敬 寒冰狗的族长犬翅问道 那些人族是什么来历 为何会我族密集失岳 你可有相关消息 狼风文言 连忙摇头道 大人 我现在连他们的真面目 都没见过啊 更不知道 他们为何会失岳密集了 一想起这几日发生的事 他就一肚子苦水 犬翅点点头 没有继续追问 狼风地回答在他的意料之内 嗯 既然不知道 那就退下吧 狼风文言 连忙退下 而犬翅则在四周嗅着 他的鼻子十分灵敏 能轻松嗅到 别人闻不到的味道 但 很快他就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里被人族自爆过 因此味道十分复杂 饶势他也难以找到线索 这时 龙雷走了过来 他说道 犬前辈 可有什么需要晚辈去做的 犬翅看着这个蛟龙异族的天才少年 与其变得颇为温柔 这些人族自爆之后 整个族地遗留的气息 都已经混在了一起 很难找到人族的气味了 他有些失望 本来以为靠着自己的鼻子 一定能找到幕后黑手 但因为自爆的原因 混淆了气味 反而阻碍了他的寻找 龙雷闻言 陷入思索之后 他知道 寒冰狗一族的鼻子十分灵敏 能闻到方圆百里的气味 而且实力越强 嗅觉也会越强 连他都找不到 自己就更加找不到了 他转身就要离去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 他看到这个身影 眼里露出一丝厌恶之色 龙霜走了过来 他恭敬行了一礼 说道 浅前辈 晚辈有点手段 或许可以帮到您 可否让晚辈一事 话音落下 犬意和龙雷都露出不幸的神情 龙霜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 他笑道 前辈 我也不确定能否成功 可令堂哥助我 如何 龙雷闻言 眼珠子转了几圈 连忙说道 犬前辈 正好我也无事 便与堂弟一起看一看吧 您看如何 两个王族少爷都同意了 他也不好拒绝 便点头道 嗯 去吧 但注意安全 33小说网 是 两龙离开了大约半个小时 全一突然一拍脑袋 懊恼道 考虑不周啊 他立即命令一个久接的长老 跟了上去 暗中保护他们 毕竟 如果他们出了问题 他也有责任 虽然不至于问罪 但对他来说也是个麻烦 可不能让这两个王族少爷出事 那长老一路寻找着两龙的痕迹 追了上去 龙霜一路前行 朝着野外走去 沿途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 好像真的在寻找蛛丝马迹 但是 龙雷跟在后面 却一脸冷漠之色 眼中对龙霜十分不屑 他紧紧盯着龙霜的背影 突然发现龙霜停下了脚步 堂哥 你看这里风景如何 龙霜指着四周的环境 笑道 龙雷闻言微微一正 环是四周 只见这里是一座山谷 四周是高耸路云的大山 山谷中长满了各种野花 在山谷中央 还流淌着一条小溪 风景如画 令人心旷神疑 他点头道 有山有水 还有花草树木 环境十分不错 龙霜哈哈大笑道 既然如此 那你觉得 适合做你的埋谷之地吗 什么 龙雷怀疑自己听错了 又问了一遍 龙霜脸色不变 他阴沉沉地盯着龙雷 看着这张脸 心底便开始滋生出愤怒的情绪 有点想要掐死对方 这种情绪来自于前身的记忆 因为前身从小就父母双亡 而龙雷 作为罕见的雷霆蛟龙 十分受重视 两者待于自然天差地别 龙雷犹如九天之上的蛟龙 而他如同地下的蚯蚓 如果仅仅是这样 还不至于令龙霜恨他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 这家伙已欺负龙霜为了 从龙霜七八岁开始 就一直欺负他 整整十几年 都生活在对方的阴影之下 直到成年之后 对方才开始收敛 并尝试修补关系 他知道龙雷的目的 提出要带着龙霜一起出来 也有修补关系 拉拢的意思在 只是 他看不起龙霜 这是欺负了十几年 龙霜留下的后遗症 他无论如何隐藏 那种高高在上的神态 总会时不时出现 而且 龙霜也不满足现在的实力了 本体和分身都七阶了 而他才六阶 他不甘心啊 如果靠自己修炼 起码得几年时间才能七阶 但若是换一个躯体 那岂不是简单许多 他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龙雷 你欺负龙霜十几载 今日也是偿还的时候了 龙雷闻言终于反应过来 这龙霜竟然要杀了自己 他首先不是害怕 而是震惊和意外 紧接着便露出了讥讽的神情 哈哈 笑死我了 就你这垃圾 还想杀我 既然你找死 我便成全你 杀 二话不说 便动手 龙霜本身就是夺射分身 本体不灭 他便不死不灭 因此毫无畏惧 冲上去就杀 六阶对七阶 毫无疑问 迅速落败 龙雷只是一个闪避 又一个前冲 一道雷光拳头 便击打在龙霜的额头上 咔嚓一声 头骨裂开一条缝 倒到精气 从头颅里冒了出来 这还没完 龙雷再次冲上去 又是一拳打过去 哄 这一拳打在了龙霜的胸口上 胸口立刻凹陷下去 心脏都为之暂停跳动 龙雷缓缓走了过去 吃笑道 你呀 脑子进水了 胆胆挑衅我 这就是下场 杀了我 你就不怕被问罪吗 龙霜虚弱道 龙霜仰天咆哮 哈哈大笑道 你呀 还是太笨了 看看这是何物 他拿出一块圆滑的水晶球 在龙霜眼前微微一晃 竟是记录水晶 你一开始就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龙霜露出惊讶的神色 龙雷哼了一声 吃笑道 自然不是 从你想要杀了我开始 这一切都被记录了下来 很意外吧 按照我族的规定 你要杀了我 我杀了你 我便无罪 可惜了 以后再也不能继续欺负你了 龙雷叹息一声 颇为惋惜 毕竟龙霜也是他霸凌了十几年的沙包 如今突然要离开人世 他竟不舍了起来 不过 一想到这家伙对自己露出了杀心 他就无法忍受 危险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死吧 他举起手掌 雷光闪烁 一道巨大的雷霆之矛出现手中 去死吧 下辈子长点眼力 不要惹你惹不起的人 哄 雷霆之矛猛地落下 以极快的速度 刺穿了龙霜的胸膛 扑痴 龙霜吐出一大口血 渐渐微米倒地 龙雷收回雷霆之矛 感应到龙霜已经消失的生命气息 痴笑一声 关闭了记录水晶 然后 转身就要离开了这里 他已经有了记录水晶充当证据 便是杀了龙霜也无罪 转身欲离去 突然瞳孔微缩 心中大惊 只见一群身穿全身凯的人类 不知何时出现在四周 正朝他冲杀过来 人族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话音未落 无数人族压了上来 天上地下四面八方 一个个人族冲了上来 不要说他只是七阶 便是八阶站立 也挡不住一秒 很快 龙雷就被困住 丝毫动弹不得 分身没有伤害他 而是将他禁锢在地上 无法动弹 你们干什么 要杀便杀 何必羞辱我 龙雷大吼道 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只见凌玉走了过来 他笑道 认识这个声音吗 龙雷愣住了 这分明是龙雷的声音 你到底是谁 他追问道 凌玉笑了笑 根本不解释 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猛地打在了对方的额头上 碰 凌玉看着对方 毫发无损的额头 苦笑道 还是你的拳头硬啊 不过从此之后 就是我的了 他将手掌放在龙雷的额头上 默念道 夺射 哼 顿时 凌玉的死海中一阵翻涌 夺射分身的灵魂 很快就被复制了出来 他刚刚一出现 便想起了自己死前的一幕 夺射灵魂瞬间冲入龙雷的龙魂中 寻找到龙雷的灵魂 就是一阵撕咬吞噬 龙雷被凌玉压制着 根本反抗不了 就这样被凌玉的夺射灵魂 生生吞噬了灵魂而亡 当龙雷灵魂消失之后 龙雷的死海突然出现一道道光芒 突然 龙雷动了 眼睛缓缓睁开 本体 龙雷见到凌玉 连忙叫道 凌玉感受着两人之间的联系 笑道 我就先离开了 又念头 洞 所有分身也立即消失不见 原地只剩下龙雷和龙霜的尸体 看着这一切 已经接受了龙雷所有记忆的夺射分身 伸出龙爪 一道道肆虐的雷霆出现在龙爪上 雷霆的力量 真的好暴虐啊 他龙爪轻轻一抓 雷霆散灭 他抬头望向天空 脚下力量升起 升空而起 迎向赶来的寒冰狗强者 龙雷见到对方 二话不说 先将龙霜的尸体和记录水晶球 扔向了这位寒冰狗强者 冷着脸 龙霜意图杀我 已被记录下来 此事请帮我汇报上去 记录水晶便是证据 寒冰狗强者闻言 一脸猛逼 蛟龙王族两位少爷内战 死了一个 这是发生之后 在异兽族群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异兽中各大种族在私底下议论纷纷 都产生了不少的好奇心 虽说证据确凿 确实是龙霜少爷要杀害龙雷少爷 但六阶杀七阶 显得很可笑啊 小点声 小心被听到 我跟你说 现在方间传言 这龙霜得了失心疯 啊 那既然是病龙 怎么不能宽容点呢 非得杀了 这龙雷的脾气也太大了 你们说的都不对 这龙霜从小父母双亡 打小就被龙雷欺负 所以龙霜才想报仇 可惜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哦 原来如此 这事流传很广 不仅在异兽族群间流传 还流传到了异族那里 不过 相较于异兽异族的吃瓜群众 异族这边就没兴趣吃瓜了 一个个现在正高度戒备着呢 前车之剑 近在眼前 他们不敢放松啊 万一又是两千人族自爆 那就太吓人了 各族有此反应 这并不出乎意料 和各族的吃瓜心态不同 蛟龙异族的族长 攻伐人族的大统领龙青蓝 却铁青着脸 一脸怒容 而他面前正站着龙雷 他指着龙雷 带着些微怒气 此事令我很痛心 他压抑着烦躁 眼底流露一丝痛苦 毕竟是他的孙子 再怎么不得宠 那也有一份血缘关系在 不可能真的就冷漠如冰 龙雷低着头 不发一言 反正证据交上去了 没有一点问题 你见龙雷沉默不语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 龙雷见状 顿时明目过来 这老家伙 是要找个台阶下 给下面的人一个交代 想明白这些 他立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哭嚎道 爷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怒而反击的 还请爷爷责罚 夺赦分身 本就演技超群 这稍微一演戏 真是唯妙唯俏 令人动容 龙青兰微微一正 开着他面上的痛苦之色 不似作假 心中少许安慰 不过 他一想到龙雙 还是有些痛惜 但逝者一意 只能作罢了 他忙将龙雷扶了起来 长长叹息 哎 这都是命 你起来吧 他拍了拍龙青兰身上的灰尘 不过 此事影响很大 不能就此作罢 否则外人会有微词 我将罚你回族地禁闭一年 你可有意义 他能有什么意义 这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毕竟龙双死了 总得有个交代 否则以后 岂不是乱套了 按照龙青兰的想法 六阶是杀不了七阶的 所以 这里必定有内情 而他猜测 龙双真有失心疯 既然是病人 龙雷就不应该杀了龙双 而应该将他制服 交给龙青兰来处理 这是在龙青兰看来 是龙雷跃拳了 龙雷松了口气 点头道 嗡了一声 等了一会儿 龙雷便告辞 朝着两界通道飞去 路上 他想了很多 最开始 他夺射龙雷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换个更强的身体 他要一点点往上爬 甚至要靠着夺射 成为神灵 而这具龙雷的身体 只有七阶在 自然只是一个过渡 他下一步该夺射谁呢 八阶蛟龙 不远了 龙雷笑了笑 抬头望向天空 进入两界通道 朝着蛟龙族的飞去 说是关禁闭 其实只是 不能离开足地而已 毕竟他的地位 也龙霜可比的 而另一边 凌玉也连通了龙雷 从龙雷那里 接收了一些知识 他将这些知识分门别类 大致可分为 功法 风土人情 秘文等 他挑挑拣拣 吸收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易兽族的信息 很多我都已经知道了 大多数都是重复的信息 一 这是凌玉突然发现了 一条奇怪的记忆 他连忙翻开查看 入眼是一条巨大的龙 只见这龙浑身青色 身体周围围绕着白色的 和青色的风 犹如雾气一般 将这条龙笼罩得七七八八 只有一点点身体录在外面 但就是这一点点身体 却威风无比 给人一种顶礼膜拜之感 这是真龙 凌玉惊呆了 难道是风神龙 他看着这只龙 大部分体型都笼罩着一团风中 只能看到之灵伴肘 凌玉连忙继续翻越记忆 果然是风神龙 风神龙乃是异兽界的神 也是幕后的统治者 作为一只神龙 自然不是蛟龙这种杂血龙了 而是一只纯血真龙 体型太大了 看不出长度有多少 但几千米应该是有的 飞行之时 有风跟随 不愧是风神龙 这只龙太威武和飘逸了 凌玉难难自语道 若是能将它夺射 就牛掰了 凌玉畅想着 他十分期待 不过这需要的时间可就长了 有的等了 然后他又去看了功法 功法很多 大多数都是与雷霆有关的 凌玉找来找去 只找到了一个名为雷凯的功法 雷凯 可在体表凝聚一层雷霆铠甲 铠甲具有强大的防御力 同时 雷霆能活化身体 可增加移动速度和力量等 这个技能还不错 给赵柯也发一份 凌玉笑着打开腕表 将功法发给了赵柯 不过 赵柯还在闭关 也不知他怎么突然闭关这么久 罢了 先不管了 还是想想 怎么回基地的事吧 这时 他突然听到了 上面传来了喊沙声 凌玉 怎么回事 凌玉大声问道 凌玉连忙跑过来 回道 大哥 李秋刀将军 他们回来了 正好路过咱们隧道上方 然后和千语族碰面了 现在正打着呢 挺激烈的 凌玉文言笑道 你这家伙也不早说 这事可不小 咱们能回基地了 真的 凌玉兴奋到 凌玉点点头 说道 当然是真的 李秋刀足足带着几十万人回来 基地肯定会开门的 我现在就出去吧 可是 这样会不会不安全 安全问题 一直是凌玉特别关心的 听到凌玉的担心 他沉默了 最终他咬了咬牙道 放心吧 我有却步 出去了之后 一旦遇到危险 肯定会顺移离开 好了 就这样决定了 你继续挖隧道 尽量将隧道挖到南疆城 这是咱们的退路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上去了 好吧 大哥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凌玉点点头 使用却步 顺移到了地面上 刚刚出来 耳边就传来震震喊沙声 沙啊 狗娘养的 老子不把你这鸟给断了 老子就不姓陈 舍物的人族 不要咬我的脖子 凌玉一年微动 分身顿时出现在四周百米各处 而他则寻声跑过去 他速度不快 但分身却速度极快 很快就融入了战场 而凌玉也一路走过去 便换了数个形象 终于来到了血龙军第三军的后面 手中微光一闪 周围便出现数十把剑气 去 嗖嗖嗖 剑气破空而去 瞬间将四周一扫而空 叮 击杀千语族 六阶 升级点加13000 主爱不要连战 走啊 他们已经是疲惫之师 而且身后还有一兽追击 并不适合与千语族大战 众人连连使出大招 清空四周一大片的异族 然后朝着中央基地跑去 与此同时 内阁也已经得到了消息 阁老扫尸下方众人 说道 谁愿去接应他们 严君站了出来 说道 我与李秋刀是朋友 就由我去吧 众人闻言 微微一惊 他们没想到 严君竟打算亲自出手 众人心知肚明 严君的实力不可小觑 或者说 他们十大学院的院长 没有一个是泛泛之辈 每个人的实力 都比普通九阶强 因为他们可是第一批九阶强者啊 底牌和底蕴 都不是心境九阶可比的 如今 严君亲自出手 不少人都松了口气 有他出手 便是三个 九阶一族围攻 他也能全身而退 阁老也颇为意外 说道 没想到竟是你亲自出马 那此事就交给你了 但切记小心为上 嗯 我现在就去 严君抬头看向外面 猛地在地面踏了一步 顿时便化作一道火光 飞向外面 同时 一支十万血龙军 也紧随其后 此时 战场上 分身分散四周 暗暗保护凌玉 一旦凌玉遇到强大的敌人 他们就会立即围上去阻截 并围攻对方 将其杀死 于是 不少细心的人发现 凌玉这里竟十分安全 几乎没有千语族前来找查 凌玉也难得安静 就这样随着大军且战且退 突然 天空为之一暗 一道数十米直径的巨大龙卷风 席卷而来 凌玉心中一跳 缓缓后退两步 心中一定 连忙使用雀步 顺移到了地下隧道里 而地面上 龙卷风所过之处 不管是树木也好 石头也罢 都被吸了进去 不少人族躲闪不及 被吸入龙卷风中 不消片刻 就被龙卷风内部的锋刃 绞成碎片 这一幕 令众人心中骇然 连忙加快了撤退的脚步 人族 还我族人命来 一只狼头人身的一族 双手抓着旋风 冲杀而来 李秋刀剑撞心中大惊 站在众人跟前 尔等先退 我断后 他大吼道 血龙军残余众士兵 却一个个都没有退 你们 将军 无需多言 违战而已 何惧 好 那便死战 他们都是经历过 凌玉分身自爆洗礼过心灵的人 又经历了这一路上的杀伐 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若无从生还 那就自爆 绽放人生中璀璨的一刻 因此 此时虽然十分艰难 但无一人退后 而是选择与李秋刀一起断后 好兄弟 来生还做兄弟 李秋刀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提起关刀 冲了上去 众士兵也不甘落后 紧随其后 哄 大战爆发 极其激烈 此时 凌玉已经藏了起来 但心中还是颇为憋屈 他拿出一颗血肉丹 使用生命汲取 增强力量 同时 他又命令分身也去断后 杀 两千个分身转身 朝着身后杀去 他们刚刚出现 李秋刀就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认出这些人的身份 笑道 有你们在 今日我们不会死了 众士兵奇怪 纷纷打量着凌玉分身 而分身点点头 人狠话不多 什么都不顾 就冲杀了进去 很快 两千个分身都冲了进去 李秋刀心中疑惑 小声嘀咕着 这小子分身 怎么又多了 难道以前隐藏了实力 不过 还没等他细想 一道旋风之剑 便朝他眉心刺来 他连忙举刀抵挡住 不要背后又是一道旋风之剑 这一道旋风之剑 竟是隐藏了起来的 不仅毫无动静 连气息都几乎察觉不到 若是凌玉见到这一幕 一定会认出来 这正是技能隐风 碰 旋风之剑 刺在了李秋刀的铠甲上 顿时铠甲被撕裂 眼见就要刺入肉里 李秋刀大吼一声 体内能量喷波而出 在体表形成一道防护罩 阻挡了隐风旋风之剑 下一刻 他关刀闪烁光芒 猛地劈在旋风之剑上 顿时 旋风之剑被劈散一空 消失不见 他环视四周 终于发现了一个 隐藏在暗中的狼头族人 怒火生腾 朝着对方杀去 对方微微一闪 便隐身消失 李秋刀寻找一圈 也未能找到 令他暴怒无比 该死 突然 他瞳孔微缩 大为意外地张大了嘴巴 因为 他发现刚刚会隐身的 那个狼头族强者 现在被十几个隐身的凌玉 分身给团团围住 并用长剑刺成了刺猬 李将军 别看这个家伙只有八剑 但隐风这种技能颇为诡异 还是要小心一些啊 林玉笑道 李秋刀哈哈大笑 你这小子真厉害 连狼头族秘技 隐风都会 杀了不少狼头族吧 这次我成了你的情 等战事结束 请你吃饭 哈哈 也没杀过少 我期待你请客 林小勇 随我一起杀 如何 当然 但请将军离我远些 杀 李秋刀心中疑惑 但没有细闻 大喊道 林玉分身率先冲出去 李秋刀紧随其后 一刀劈死 一名七阶狼头族人 刚刚准备杀向 另外一个七阶狼头族人 突然汗毛到树 脸色微变 慌忙后退 只见千语族和狼头族首领 一鸟一郎 缓缓逼过来 人族 而等欺我太甚 今日杀了你们 以劫我心头之恨 花音落下 李秋刀一脸猛逼 怎么看着狼头族首领 一副痛恨人族的模样 他们也没招他们 真是古怪的一族 这时 林玉的分身行动了 李将军 我还等着你请客呢 李将军退后 现在要我先出手了 林玉分身二话不说 朝着一族冲去 李秋刀心生豪气 并不听话 举刀便跟了上去 狼头族首领 狼封见一群七阶人族 冲了上来 和和冷笑道 区区七阶 找 下一刻 千语族首领 吓得双爪颤抖 大喊道 都散开 快 然而 已经晚了 哄 哄 哄 接连的爆炸声响起 顿时方圆数百米 都受到了影响 而刚刚跟上去的李秋刀 也被鱼波掀翻 吹飞了数百米远 处于爆炸中心的一族 就凄惨多了 八成七阶以下的一族 当场死亡 三成七阶一族重伤 不致死亡 只有八阶和九阶的一族 才幸免于难 但多多少少也都带了伤 看着那生疼而起的尘土烟雾 一个个心中骇然 狼头族人脸色苍白 心中的痛再一次加深了 但却畏惧多于仇恨了 这已经是他们经历的 第二次人族自爆事件了 有的逃过了第一次自爆 却没有逃过第二次 真是命运弄狼和鸟啊 爆炸结束之后 四周变得一片狼藉 活下来的千语族 与狼头族人 身上皆伤痕累累 勉强扶空 眺望着悠闲撤退的李秋刀等人 一个个再也没了追上去的勇气 千语族首领咬着牙 心中憋闷不已 这个仇 我记下了 早晚报回来 狼头族首领脸比他还黑 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二次爆炸了 上一次族中金锐死了数万 老幼几乎全死 而这一次又减缘了上万的金锐 他这一族金锐死了一半 已经沦为了八大一族中最弱的一族 他心中的恨意最深 恨不得吃了仁族 仁族 你们就嚣张吧 等你们人都自爆完了 看你们还如何应对我们的大局 他看开了 仁族这是在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自取灭亡之道 千语族首领对狼头族首领说道 仁族很勇敢 但他们的损失也不小 我敢断定 他们不敢继续自爆了 狼头族首领瞥了他一眼 颇为不屑 鸟类和走兽类天生不对付 他们彼此看谁都不顺眼 哼 风凉话谁都会说 他转身 喊道 打道回服 千语族首领闻言 忙拦住他 说道 这可是 个好机会 我已经联系了其他几族 大家打算来个合围 将这一只人族吃掉 你可要参加 话音刚刚落下 狼头族首领便如同顺义一般 出现在了他的跟前 他十分靠近千语族首领 而且直勾勾看着他 咬着牙问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 千语族首领连忙后退几步 与他拉开了距离 才说道 当然是真的 而且 寒冰狗一族也会加入 寒冰狗一族竟也愿意出手 他颇为意外 在他眼中 异兽一族可比他们惊多了 都是让他们当炮灰 先消耗一波敌人 再亲自上场的 这一次 寒冰狗一族能亲自上场 让他看到了报仇的机会 他胸口剧烈起伏 说道 我必会参加 何时开始行动 千语族首领笑道 现在就开始了 他们应该已经行动了起来 而我们两族便是这个方向的力量 明白了 我这就整合大军 报仇血恨 他已经急不可耐 人族自爆三次 他受到了两次伤害 以他们这一族牙子必爆的性格 不报仇的话 连觉都睡不好 甚至有狼直接气病了 报仇绝不隔夜 已早不宜迟 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阵阵喊杀声 千语族首领听到声音 大喜道 看吧 他们行动了 我们赶紧过去 以我们两族大军 赌上此道 便是一个三面合围之事 人族完蛋了 狼头族首领兴奋道 走 今日杀个痛快 他率先冲出去 手下紧随其后 千语族首领 也带领大军紧紧跟随 两族数十万大军追接而去 一眼望去 黑鸭鸭一片 人族远远眺望 已发现这里的动静 基地中 阁老 各位大人 刚刚发现一族有动作 似要围杀李秋刀等人 是否立即支援 阁老闻言颇为意外 叹息一声道 这些一族竟如此猖狂 老夫下去走一趟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连忙阻拦 阁老可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万一出了事就麻烦了 他们人族的凝聚力就没了 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神僧念了一句佛号 说道 平僧愿领我三千僧众前往 御者坐在白虎身上 瞥了阁老一眼 打了个哈欠 说道 本作也去吧 他们人可不少 我学院正好有几个九阶老师 有空闲时间 御者也要去 其他人也不好干看着了 这个人出一个九阶 那个人出几个高阶手下 就这样很快组成了一支 共有十五个九阶强者 以及上万七阶八阶强者的强大队伍 众人集合在一起 便立即出发 看着身后送行的众人 他们白手道 不用送了 兵贵神速 我等去了 众人浩浩荡荡 下山去了 为了不耽误时间 因此挑选的都是高阶将士 因此 这一路上速度极快 很快就赶上了阎军大军 此时 阎军等人正进退为谷 在他们后面是基地 而他们前面则是一个口袋 因为一族三面合围 唯独留下了这一个口子 就等着他们进去呢 之后再堵住口子 便是插翅难飞了 他自信可以全身而退 但身后的十万将士 却会命丧皇权 未经之际 只有等待援军 携万军之势 一力破桥 方可劫此危机 现在 援军到了 而且都是精锐大军 他变得信心十足 心中大喜 神僧 御者 你两人够一起 还知道来解救我啊 严军打去道 御者撇了撇嘴 我说严军啊 你这小子是认为 我们以前不一起了 神僧唱了一句佛号 一本正经道 阿弥陀佛 两位施主万不可争吵起来啊 御者和严军闻言 彼此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起来 御者指着神僧说道 我们就听神僧的 不吵了 言归正传 该谈一谈如何救人的问题了 提到此事 三人顿时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御者说道 现在敌人并没有杀上去 而是远远包围着 显然是想让我们入围 然后再一网打尽 神僧也说道 我们的实力如果弱了 他们必然会直接吃掉我们 若我们的实力很强 等我们两败俱伤 一受大军攻来 我们可能会一败涂地 围京之计 尽量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救人 严军点点头 颇为赞同两人的说法 他也是这么想的 他沉思良久 说道 这是阳谋 这个包围圈 我们是不进也得进 御者叹息道 只有这一个法子了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救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就怕一族下狠心 不过死伤非得杀了我们 那时候 我们很大 可能会出现巨大损失 他们心知肚明 人族的缺点就是 高端战力数量少 如果这次损失了几个九阶强者 那接下来的战斗 将更加艰难 严军思索良久 还是没拿下主意 这时 远处传来喊杀声 三人大惊 不好 他们提前进宫里 秋刀他们了 这是引军入翁 靠 我们还不得不进这个翁 气人啊 阿弥陀佛 平僧先行一步 以为先锋 杀 杀戮起 凌玉刚刚从隧道里 瞬移出来 头顶便是一道血色的斩鸡皮来 吓了他一大跳 卧槽 敢杀我 去死 凌玉大喝一声 发动却步 下一刻便出现在 这只血狂族的背后 手中凝聚出一把匕首 猛地捅入心脏 再次瞬移 又消失不见 出现在了远处 幻魂术 凌玉默念使出幻魂术 这还不放心 他又使出隐风技能 将自己彻底隐藏了起来 这战场太混乱了 还是让分身去杀吧 凌玉喃喃自语 分身 瞬间 两千分身分散在四周 刚刚出现便使出万宝宁气爵 凝聚出铠甲和武器 随后便朝着四面八方杀去 现在整个战场已经乱套了 上百万的东南基地来的人类 此时已经陷入了苦战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 凌玉派出去的两千个气节分身 其实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 若是来一波自暴 那就不一样了 凌玉望着四面八方围困而来的一族 正打算使用自暴呢 突然远处又传来了海沙声 急目望去 却见一盏盏赠亮的灯泡 冲杀而来 凌玉大喜 笑道 援军来了 这回稳了 随着神僧带领着他的三千僧众杀过来 局势开始缓和了 这时 一只头顶长着两根脚 背后长着一双黑色肉翼的异兽 挡在了神僧的前方 神僧看去 喝道 一魔一族 你敢挡我 一魔冷冷说了一句 神僧 当年与你战过一场 可还记得我 神僧闻言 微微一正 很快想起了当年的事 一百年前 他游历诸地 在人族领地中 遇到一只一魔屠戮人族 他愤怒不已 当即出手 与那一魔大战了三天三夜 最终 他扯断了一魔的一只翅膀 而他自己的右手 也齐根断裂 没想到 一百年后 又遇到这只一魔 他服用了生生造化丹 重新长出了手臂 对方也寻到了什么宝物 重新长回了翅膀 双方再一次相遇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佛约 魔现世 明王怒火 烧之 今日 贫僧代替我佛 让你在佛火之下 消失殆尽 为当年死在你手下的亡魂 报仇血恨 他朝着一魔走去 身上出现一道道金光 很快 全身都金灿灿的 有如刚刚铸造的金佛 突然 他动了 双手合十 眼冒金火 猛的双手分开 一道道火焰飞向一魔 一魔双翅微微一动 便已极度闪开 但下一刻 铺天盖地的金火再次袭来 一魔大惊 连忙躲闪 恶灵将士 一魔大喝一声 道道黑气从身上喷出 这些黑气一出现 便凝聚在一起 很快就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恶灵 恶灵族有百米高 手拿长斧 眼冒森冷之光 他举起长斧 朝着神僧劈去 神僧见状 唱道 阿弥陀佛 金刚护体 大 斧头砍在他身上 传出金属碰撞之声 突然 他手臂猛的前身 倒到金色火焰 缠绕在手臂上 不灭佛火 哄 金火生腾 如同巨龙 扑向恶灵 一魔也不甘示弱 口中念念有词 一口红光 喷在了恶灵上 恶灵顿时实力猛增 手中巨斧砍向金火 哄 火焰散开又巨龙 重新扑去 附着在恶灵身上 好 恶灵大吼 但在金火之下 只能徒劳无功 被渐渐燃烧殆尽 一魔大惊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对方比自己进步的还要多 他连忙撤退 但已经晚了 一只巨大的猿猴 从虚空走了出来 双手抱在一起 自上而下 轰然垂击在一魔的头上 一魔不受控制 朝着地面栽去 猿猴垂击过后 大吼道 呜呜呜 好硬的头 疼死我了 狱者从后面出现 敲了敲他的头 笑骂道 给我退下 猿猴呜呜叫着 不甘心地退下去了 毕竟 狱者是他的主人 他作为狱兽 可违背不了主人的命令 狱者站在虚空 看向下方 见他一魔捂着头飞了出来 他喝道 白虎杀戮之爪 白虎属精 主沙法 远处 白虎轻飘飘地挥出一爪 哄 一抹脸色大变 这沙法之气太浓烈了 离得远远的 都感到灵魂生疼 他正要躲开 神僧翻手 一掌拍过去 元阳世家佛掌 一只巨大的手掌 犹如佛国 轰然盖下 轰咚咚 地面塌陷 阎尘四起 狱者飞了过来 问道 死了没 神僧微闭双眼 说道 死翘翘了 狱者给他竖了的大拇指 夸赞道 厉害 这边的动静很大 顿时引起了其他一族 和异兽的注意 众多一族大惊失色 不好 是人族的神僧和御者 这两个人族 拥有远超一般九阶的实力 摩罗死了 该死的人族 竟杀我族前族长 请求寒冰狗大人出手 一举灭了人族 寒冰狗一族 此时已经绕到了人族的后方 完成了最后一个合环 如此一来 四面包围 人族无路可逃 寒冰狗族长说道 诸位 调查不出 人族为何会是月秘迹 唯有灭了此族 已绝后患了 族长说得不错 灭了便是 无须调查 我第一个上 试月之下 人族必亡 哄 寒冰狗十个九阶 冲了上去 顿时风云变色 天空为之一暗 试月一出 黑月横空 遮蔽一方天空 杀 此时 根本无须多言 唯有杀而已 将对将 兵对兵 杀戮起来 唯有杀念 战场的角落 手起刀落 砍死一只七阶雪狂族 领域看了看四周 漫山遍也都是 尸体和战斗 他有些厌倦了 望着远处 九阶惊天动地的战斗 又看了看双手 心中有股迫切的希望 我还是太弱了呀 太弱了呀 若我能成为九阶 这些异族和异兽 都得全部留下来 突然 他浑身冒出一股寒气 猛地抬头 却见一只九阶寒冰狗 口吐寒冰 朝他杀来 曹 杀我这个小透明干嘛 人类 我注意你很久了 你气息很独特 又会空间瞬移 在人族中 也是天赋顶尖吧 杀了你 便是削弱人族潜力 遇到我 只能说你运气太差 下辈子别做人族了 可以考虑投狗态 狗屁 孽畜 你想杀我 还不够格 却步 下一刻 凌玉便出现在十米外 然而 他低估了九阶强者的速度 过了半秒 那只九阶寒冰狗 紧随其后出现在背后 你逃不了的 受死吧 一挂寒冰喷吐而出 凌玉手当其冲 还没碰到 就全身截了一层薄冰 操 打不过呀 操 却步 他接连瞬移 最后出现在地下隧道里 呼呼 还是大意了呀 我就不该出去的 这里也不安全 还是赶紧走吧 同时 他命令分身去阻挡九阶寒冰狗 凌玉消失了 九阶寒冰狗宁没搜寻无果 突然一个个人族冲了过来 足有数千之多 即便是他九阶异兽 也被打得手忙脚乱 这一下子 是彻底没时间寻找凌玉了 在分身的纠缠下 一个九阶人族发现了机会 死 一把长剑猛地刺来 寒冰狗见状大惊 正要变身天狗 突然一个个分身缠了上去 将它牢牢困住 前辈 快杀了他 那九阶人族文言 心中感动 咬牙全力出手 刺 一剑刺穿喉咙 再刺 又一剑刺穿心脏 两剑正中要害 寒冰狗立即死亡 这时开战以来 死的第一个九阶异兽 顿时引起了轰动 人类 找死 誓月 去 这时 基地内 格老宁没到 诸位 都去支援吧 吃掉这一波异族和异兽 我们与异兽的战斗 胜算也能增加半成 都去吧 好 那就全力出手 今天杀得痛快 这些天可憋屈死了 终于能手刃仇敌了 决战将起 战场上 一具具尸体躺在地上 被随意踩踏着 血液横流 汇聚成一个个血水湖泊 怨气从升腾而起 温度开始降低 无数死亡气息 汇聚成小型的旋风 不断壮大着 这里的死灵之气 太过浓郁 若是亡灵一族的巫妖前来 此地必然露出大喜之色 因为只要他们阵臂一呼 就会有无数亡灵生物站起来 可惜 他们现在还偏居北地 对龟须之地不感兴趣 当然 这里也不欢迎他们 因为龟须也有本土的亡灵 此时此刻 林玉正躲在地下 小心地沿着隧道 朝着前面走去 他的目的是离开这里 战场太危险 还是等安顿好自己再说吧 走着 一直走着 在地下并不担心被发现 因为这里距离地面很远 便是九阶的感知之力 也感知不到这里的情况 虽然如此 但也有一个问题 让他颇为头痛 因为 地下的情况十分复杂 他走过的这一段路 已经遇到了数之七阶的 地下凶兽袭击 好在他实力非凡 轻松解决了 呼 这地下也出现越来越多凶兽了 得赶紧离开这里 好 突然 又一只地下凶兽冲了过来 凌玉定睛望去 发现这是一只巨大的蚂蚁凶兽 那一双眼睛闪烁着森冷的光芒 一嘴尖牙 令人毛骨悚然 特么的 竟是巴结凶兽 凌玉微微后退几步 提高了警惕 脑子饶你一命 凌玉哼了一声 石涌却不越过凶兽 快速离去 突然 他头顶传来阵阵轰鸣声 仿佛地龙翻身 他心中大惊以为是发生了地震 连忙加快了行走速度 轰轰轰 突然 又震动了起来 隧道也终于支撑不住 轰然坍塌下来 凌玉见状 按到地下没法待了 连忙使用却步 朝着地面顺移过去 等他到了地面后 很快就发现 不远处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蚯蚓 正从地里面钻出来 这蚯蚓太大了 单单露出的部分 就有上千米长 这是九节凶兽了吧 凌玉看着这庞然大物 喃喃自语道 突然 地面再次震动了起来 凌玉连忙使用幻魂术和隐风 隐藏身形 朝着远处跑去 这两个技能 虽然瞒不住九节的强者 但瞒住八节 还是没问题的 只要小心一点 足够他在战场上到处跑了 特么的 又怎么了 感受这四周传来的震动声 他寻声望去 突然又一只庞然大物 映入眼帘 只见这是一只巨大的吐蚓 但足足有上百米长 而且头上长了一根 犹如钻头一般的独角 闪烁着森冷的光芒 钻地鸡呀 靠 又是只九节凶兽 突然 凌玉发现这两只凶兽 扑向了地上的尸体 凌玉这才明白过来 他们是被血腥味吸引过来的 两只庞然大物的加入 让战场变得混乱起来 两方的九节强者 都不愿意招惹他们 于是干脆就不离开了 窝在战场中央 开始大快躲移 而在战场的边缘 寒冰狗一族 正与人族大战 变身成天狗真身 眉心一枚黑月微微一亮 便变成一颗巨大的黑色月亮 散发着带有强烈俯视光芒的黑光 冲向人族大军 玉者大鹤道 天鹊 力 一只一盏数百米的白色巨鸟 鸣叫着从召唤空间里飞出来 它刚刚出现 四周就升腾而起 一股股风和云 风推着云 绕在它的身上 将它衬托得神圣无比 它优雅地扭转了头颅 看向了玉者 玉者指着前方的黑月 说道 天鹊 此技能棘手无比 但无法俯视能量 给我吹走它们 黑月横空 俯视一切物质 让四周变得荒凉一片 突然 在黑月必经之路上 一只白色巨鸟挡住了去路 它双翅轻轻一扇 便是一股飓风飞出去 又是一翅膀扇过去 云颈随其后 包围住黑月 将黑月变成了白月 力 它仰天长啸 得以鸣叫 玉者大鹤道 天鹊 使用天风云影 力 天鹊仰天长鸣 下一刻便吐出一道道旋风 旋风汇聚在一起 又与它身体上的云朵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团 犹如棉花糖一般的物质 朝着试月飞去 裹住 扔出去 力 天鹊爪子一挥舞 便将所有黑月都裹住 扔得远远的 这一幕 惊住了寒冰狗一族 你们人族果然得到了试月技能 不然为何会知道试月的缺点 人族 你们死定了 今日避免你人族 我等为天狗后裔 可不止这一个秘境 一只巨大的天狗 缓缓走出来 它仰天咆哮 默念道 月归 哼 一个个黑月跨越空间迅速归来 重新缩小回到了他们的眉心处 这一幕 令四周的人族颇为惊讶 他们曾经远远看过狼头族吹跑了试月 所以明白了试月的缺点 但没想到还能跨越空间收回来 刚刚的试月之法 不过是最粗浅的应用 今日让你们知道 试月的另一个能力 众寒冰狗齐齐仰天咆哮 试月飞出来到大嘴的上空 试月真假 哼 试月竟缓缓融化 变成了一副铠甲 附着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一幕 让众人族惊讶出声 不好 他们现在全身都是试月 甚至不用靠近我们 光靠着试月的光芒 就能伤害到人 各位 不可直面风芒 先拖一下 援军快到了 好 贫僧来挡住他们 神僧浑身金灿灿的 跃众而出 出手如电 一掌拍了过去 袁阳世家佛掌 一掌拍出 仿佛内运佛国 遮蔽半个天空 一名寒冰狗九阶强者 冷哼一声 口吐一挂寒冰 寒冰立刻形成刀枪剑剂 攻向神僧 哄 佛掌挡在前面 与寒冰对轰 冰碎裂 佛掌也不满了裂纹 咔嚓一声 寒冰碎裂成渣渣 但一道身影 突然袭向神僧 小心 严君大叫道 神僧大喝一声 眼冒惊火 碰一声衣衫破碎 露出金灿灿的肌肤 今日便与儿等近身搏斗一场 他双手合十 鞠了一弓 然后才摆出打斗的姿势 世家斗朔 哄 双方大站在一起 寒冰狗一族 浑身上下带着腐蚀性 但神僧却怡然不惧 虽然始终皱着眉头 但金刚之体 令他毫发无伤 突然 又是两个寒冰狗出手了 三寿大战一人 神僧顿时力不从心 左之右称 眉头紧锁不开 诸位 助我一臂之力 严均眼冒怒火 一把火焰被抓在手心 火神将士 哄 一个巨大的火神虚影 出现在他背后 只见这个火神虚影 虽然仍是透明的 但已经十分清晰 能看到眉毛头发 甚至连肌肤的纹理 都能看得清楚 这是一尊男性火神虚影 长相与严均有三分相似 但这尊火神头上 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 背后漂浮着一个 半圆形的火焰之轮 手中拿着火焰神枪 四周漂浮着火龙 火马 火鼠 火鸟 等火焰神兽 他威闭双眼 随着严均一声令下 睁开了眼睛 去 背后的火神睁开眼睛 手中火焰神枪 举起刺去 哄 火龙 火马 火鼠 火鸟等 紧随其后 冲杀而去 同时 又有火刀扶空 化作万千刀芒 如雨点落下 一兽一族大惊 连忙上前应对 寒冰创世 冰之欲 冰天雪殿 极寒空欲 一个个寒冰技能释放出去 顿时周围陷入了一片寒冰的世界 但是 随着火神将士的来袭 一个个火焰神兽杀来 四周温度开始升高 冰与火撞击在一起 轰然爆炸开来 哄 又是一声轰鸣 其他人见状 也连忙出手 至于刚刚说的撤退 现在早就忘了 欲者召唤出鸭箱底的三大玉兽 分别是白虎 天雀 乌金 白虎坐镇后方 杀伐之气横杀四方 逼退一个个寒冰狗 天雀坐镇天空 风云之气笼罩四野 混乱了地方视野 也吹走了一切入侵 乌金皮操肉后 挡在最前方 阻挡寒冰狗一族的攻击 突然 寒冰狗族长愤怒出手 他缓缓走向前方 人类 此战不容而等放肆 今日本座出手 而等绝无性理 作为寒冰狗一族的族长 他的实力很强 紧弱于异兽王族的族长几人 作为一个天才 拥有最纯的寒冰狗血脉 他所掌握的血脉源头 天狗技能 远远多于其他寒冰狗 只见他突然变大了 从原先的数十米高 猛的增高 一直变得数千米高大 这一幕引起众人的注意 战场上 人族大惊失色 乖乖 这玩意怎么打 这得有几千米吧 难怪都说天狗十月 若这天狗成神 吃下月亮也不难吧 操 怎么回事 好大的犀烈 不好 快救我 突然 一股股强大的犀利 从天空传来 不少人族和义族 都不受控制地 朝着天空飞去 他们勉强扭头 正好看到一个巨大的黑洞 不少人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不好 这是那天狗的嘴 他要吞了我们 然而 弱小的一些人 根本反抗不了 不仅是他们 义族也遭殃了 都被吞了进去 这还不算 他吞了这些弱小的人族 和义兽之后 将目标对准了炎君等人 人类 世月只是不完整的秘境 而此季才是 世月的完整版 而等被吞进去 我体内自全是世月 不消片刻 你们就会被腐蚀而死 天狗十月 他大吼一声 犀利重新出现 而且比刚刚强大了十倍 这一下子 炎君等人脸色大变 诸位 攻击 是 众人不再留守 压箱底技能都使用了出来 各色光芒耀眼 但毫无作用 都被这大口吞了进去 看着那漆黑的大口 仿佛无底洞一般 令人心中绝望 神僧大喝道 诸位 你们撤退 我来电后 一个九阶人族苦笑道 现在不是您电后不电后的问题 而是我们走不掉啊 犀利太大 将他们牢牢固定在了原地 一旦放松 就可能直接控制不住 给吞进去 另一个九阶人族 也哭丧着脸 草 寒冰狗还不是一兽王族吧 他们的血脉 怎么会这么强大 不少人族都生出这种感慨 炎君三人 都经历过当年的大战 心虽沉到了谷底 但也见多了风浪 面上平静无波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强 炎君等人明白 因为他们的世界有神 所有后代 他们曾经接触过 不少拥有神灵的世界 这些世界的生灵 有的吞过神血 有的被神灵赐服过 每一个都拥有 超越大多数天才的力量 而他们人族的天赋极限 只有SS级 这个等级并不低了 但是和一些 拥有完整传承的神异相比 有一定差异 而这只寒冰狗 能使出如此强大的技能 炎君等人明白 应该是他们的血脉传承于神 因此 他们也是神异 神异并不是都能很强大 只有血脉浓郁的才强大 对这等生灵 炎君三人对视一眼 彼此温和一笑 他们仿佛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那时 他们与剑神等人并肩作战 杀得一族文风丧胆 更是闯出了现在的名号 那一段争容岁月 至今回响 仍令人唏嘘叹晚 颇为感慨 如今 再次面临困境 他们齐声大喝道 兄弟 携手同战 战 三人一起出手 神僧一掌拍过去 御者三大御兽 吐出三道能量之炮 炎君身后火神虚影 投出一朵灶火 三人的攻击悠悠飞去 朝着黑洞飞去 吼 寒冰狗大吼一声 一道道极寒之力 从黑洞里喷出来 将三人的攻击团团包裹住 但是 下一刻 他突然脸色大变 因为不知何时 一朵细小的火焰 竟破开了寒冰 朝着他嘴里飞去 哄 这是一朵不同于普通火焰的火焰 因为它是带着烟火器的灶火 这朵灶火 已经带了一丝信仰之力 因此威力极大 吼 更是让他难以招架 人族 你竟掌握此等秘书 这已是神的领域 数百年后 你有望成神 更留不得你了 杀了他们 身后 八大一族九阶强者齐齐冲来 细数之下 竟然二十多个 加上寒冰狗的十个九阶强者 就是三十多个九阶 是人族这边的两倍 人族危险了 严军使出了绝招 精神力消耗巨大 此时已经脸色苍白 其他人也面露绝望之色 这时 远处传来喊杀声 他们回声望去 大喜国望 剑枯来了 还有赤语 异兽你们完了 话音未落 一道枯黄如同落叶一般 仿佛吹过的萧色秋风 令人心中生出枯迹此生的绝望之感 那是一道速度极快的枯黄色剑气 越过虚空 朝着寒冰狗杀来 枯迹剑 萧色 去 剑枯的声音远远传来 紧随其后的萧色剑气 也轰然降临 面临此剑 寒冰狗羽一族心中伤心 哭丧着脸 想起了伤心事 哄 这效果只维持了一瞬 他们及时清醒过来 猛地躲开 但还是被划破了脸颊 流出了烟红的血液 啊 人族 找死 一头长发 沧桑脸庞 手持长剑 凝视前方 剑枯如同站在孤风之上 迎风而立的孤独剑客 他的眼神是灰暗的 细细瞧去 那双眼睛里 仿佛蕴含无边的孤寂 他的头发黑白相间 一丝丝白发夹杂在黑发中 迎风飞舞间 彰显着沧桑的年轮 他有些不合群 但又给人坚定的希望 细细观察 枯寂中又蕴含着一丝丝生命的荣光 突然 他轻轻抬头 看向了众多异族和异兽 刚刚一剑 只是小式牛刀 但此时寒冰狗等族如临大敌 尤其是众多异族 更是心中紧张了起来 寒冰狗族长 想起刚刚令他心计的一剑 问道 他是何人 千语族首领连忙答道 大人 他号称剑枯 是人族第二大学院兵主学院的院长 擅长剑术 据传拥有枯迹剑 枯稿剑 枯荣剑三大剑术 每一种剑术都十分强大 望大人小心应对 寒冰狗族长点点头 表示了解 一族和异兽这边如临大敌 一个个随时准备释放技能 但反观人族这边 却有人吊锒铛 一点都不正经 只见一个身穿夹克衫 带着墨镜的青年 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翘着二郎腿 打开万表玩着游戏 仿佛这不是战场 而是游乐场 他这视若无人的态度 无形中伤害了 一兽一方重兽的自尊心 而人类这方健壮 却见怪不怪 这第一学院的神医学院院长 那是出了名的不正经 他们早已经习惯 不过 对方实力强大 有他和剑枯在 这一仗的胜利 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这时 狱者走了过来 说道 喂 你出手吗 赤羽抬头看了他一眼 笑道 剑枯还不够吗 狱者愣了一下 想起剑枯的实力 沉默了下来 但我怕留不下他们 狱者其实也想留下 这几十个九阶敌人 如果赤羽能出手 那把握就更大了 赤羽闻言 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好 我去堵住他们的退路 你看如何 狱者大喜 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太好了 你可不要掉链子 赤羽摸了摸摸镜 笑道 我可不像你 绝对靠谱 等着好消息吧 说吧 他脚下微微蓄力 朝着远处飞去 众人只感到一道 微弱的光芒闪过 在看时 却已经见不到微光 还以为是眼花看错了 这时 剑枯带领着几十个九阶人族 再次出剑了 枯枯剑 陨面 哄 剑台起 挥舞而下 剑气横空四虐 只见一道枯黄色的剑气 从天空披露而下 这一道剑气 比上一道剑气颜色更深 而且枯气的气息更加浓郁 不仅蕴含着枯气 还有枯稿 这是临死前枯 蕴含着死亡的气息 剑气还未靠近 众兽都心中绝望悲哭起来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株树 逐渐变得枯黄落败 最终变成了一截枯木 几只乌鸦从天空划过 留下一声声鸭鸣 更显得此景凄凉 突然 剑气不知不觉降临 寒冰狗族长再次打了一个机灵 猛地清醒过来 抬头看去 顿时露出骇然之色 冰之极顿 大鹤一声 一道巨大的冰盾出现 冰盾极大 遮蔽了一片天空 阻挡在剑气的下方 醒来 随着他一声大鹤 众兽纷纷苏醒过来 一个个都露出了后怕之色 刚刚他们陷入了枯稿之中 仿佛认定了自己临近死亡 寿命即将终结 因此不再有了反抗之心 若未被叫醒 后果将不堪设想 哄 剑气劈在冰盾上 咔嚓一声 冰盾顷刻崩裂 冰块四散开来 众兽剑撞 连忙释放技能阻挡 这才将那道枯稿剑气扫灭 但这一刻众兽心中 已经开始动摇了 天狗十愿 突然 寒冰狗组长施展压箱底的绝技 巨口大张 吞噬四周所有的一切 人族这边顿时露出大惊之色 纷纷惊讶道 好惊人的吞噬之力 诸位 我们该如何破局 严军笑道 我的造火可破局 剑枯点点头 退后了几步 将位置让给严军 严军走上前去 再次扔出一朵造火 见到造火来袭 寒冰狗组长瞳孔微缩 连忙停止了天狗十愿 这造火里 蕴含着一丝万民念力 他若吞噬了 容易污染灵魂 所以他颇为忌惮 剑枯面无表情 大喝道 诸位 杀 话音刚落 剑枯又出一剑 枯搞剑 浮屠面 剑气横空 化作佛塔 佛塔上亮起一道道光芒 浮屠乃是高僧死后 用来存放射力的地方 此时浮屠寄线 也有呈现死亡之力的意思 果然 浮屠呈现 一道道灰色带着惊 芒的剑气 横扫了过去 紧随其后 严军手持火焰冲了上去 神僧脚踏大地 一掌拍了过去 狱者指挥三只狱兽冲了上去 剩余的数十个九阶人族 也不甘示弱 纷纷施展手段 攻击强敌 一道道光芒 照亮了整片天空 轰隆隆 这边的大战 远胜于其他地方 几十个九阶强者一起出手 顿时将四周的树木 都横扫一空 不仅如此 地面更是塌陷数十米 形成一个个 如同陨石坑一般的大坑 轰 轰 轰 杀 人族一方冲了上去 好 众兽也不甘示弱 冲杀而去 远处 灵狱从地上捡起几颗技能晶石 抬头望向那边的大战 心中复杂 这高层的战斗 啥时候才能参加 灵狱有点羡慕 喃喃自语 算了 先不管了 等回到基地 我就可以躺着了 安全有了保障 就能放开自我的打怪了 这地方还是不安全 放不开手脚 咦 这是什么东西 灵狱低头看去 只见一颗长满血色纹路 看起来颇为邪恶的小草 正从土里茁壮成长着 他注意到的 不是这草的外表 而是他生长的速度很快 几乎是一会一个样子 灵狱等了一会儿 这草已经长成了三米多高 灵狱心中惊奇 突然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 不好 这不是植物 是凶兽 血纹草头蟒 灵狱连忙后退 接连使用 却不离开这里 果然没过多久 那地下便钻出一只 久接的血纹草头蟒 而刚刚他看到的小草 不过是长在他头顶上的脚 应长相十分酷似草 因此而得名血纹草头蟒 这种凶兽在蓝星数量不少 而且每一头的草头都不一样 但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这种凶兽被认为一种 十分阴险的凶兽 灵狱曾在不少书上 都看到过介绍 此时 那只血纹草头蟒 从土里钻出来之后 剑没有生灵被吸引过来 远远看了一眼灵狱的方向 不再注意 便朝着战场中央游走过去 现在那里 已经聚集了许多高阶凶兽 战场的核心处 俨然成了凶兽的餐桌 这边成了凶兽的乐园 远处却已经狼藉一片 剑枯手持一把长剑 凌空虚立 咬指着前方众兽 今日 必让尔等死无葬身之地 死吧 枯荣剑 轮回 这是他的第三剑 也是威力最大的一系列剑决 哄 剑气横空 形成一道圆形的转轮 一道道黑白的气息 在剑气之间流转 随着旋转成圈的剑气 流动着生与死的气息 突然 他动了 去 枯荣之剑 蕴含生死之轮回 死亡与生命的交替 带着一道道奇特的气息 冲进寒冰狗族长的跟前 他只能勉强抵挡 心中悲愤 他堂堂寒冰狗 竟被一个区区人族压制至此 他不甘心啊 奇兵速道 口吐寒冰 一道横空出现的天空的冰道 出现在他的脚下 踩着寒冰急速撤离 为了争取时间 他将一个异族拉到身前 挡在了剑气之前 哄 蕴含生死之气的轮回剑气 瞬间将他消灭殆尽 一点渣渣都不剩下 寒冰狗族长大亥 加速逃跑 此时 众兽也完全落入了下风 人族在援军的支援下 不仅是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 一兽一方只有失败的分 撤退 寒冰狗族长大喝一声 率先撤离 老大都走了 众兽也不敢恋战 纷纷逃离 遇着大喜 大喝道 诸位 痛打落水了 哈哈 说得好 痛打落水狗 落水狗 别跑 再陪你也有大战三百回合 你这家伙好好的人不当 非得当狗 哈哈 我乐意 你敢吗 我是不敢 但是 别跑 陪你祖夜大战一万回合 你占我便宜 众人一番热闹的骂声 兴奋追了上去 这一追他们就有些苦涩了 在速度上 他们还是不如一兽一方 追了许久 只能远远跟在后面 但想要截住他们 却有点难 这时 遇着说道 大家别急 赤鱼已经去前面埋伏他们了 他们跑不掉的 这时 有人疑惑道 赤鱼是谁 不少人都露出疑惑之色 他们确实没听过 赤鱼这么个名字 这时 遇着一脸无奈道 赤鱼就是神医学院的院长 那个不着调的墨镜男 有人奇怪道 他不是叫地势天吗 对啊 上次 我还听他自我介绍 就叫地势天啊 难道他有个双胞胎弟弟 遇着一脸无奈道 你们难道不知道 他是个改名狂魔吗 赤鱼是他刚改的名字 赤鱼的实力很强 不弱于剑神 但这家伙就是一个奇葩 喜欢给自己改名字 多谢遇者阁下解惑了 他们露出恍然大悟之色 但心里却吐槽不已 剑枯始终面无表情 他说道 到了 众人连忙停止下来 果然远远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青年 正堵在异兽一方的退路上 众兽剑撞大惊 心中紧张到了极点 这时 有一兽大惊道 不好 这是地势天 实力十分强大 比那个剑枯还要强 这名狼头族的九阶强者 刚刚说完这话 突然一道剑气朝他刺来 他吓了一跳 勉强躲开 回头一看 却见剑枯正冷冷地盯着他 那眼神仿佛要吃了他一般 他吓得不行 连忙躲到一边 一兽 一族 尔等侵略我人族领地 今日不诛杀你们 南安 我族亡魂之愿 诸位 随我杀 剑枯横剑而立 一道道枯迹剑斩出 整片天空都充满着枯迹之感 令人情绪低落 提不起进来 好 人类你们欺我太甚 杀 哼 双方撞击在一起 重新杀在一起 严军手持一把火焰长刀 砍断一头血狂族的脑袋 又将目标对准一个寒冰狗的身上 御者指挥三只御兽齐齐出手 相当于三个九阶强者 围攻之下 片刻间就有一个九阶陨落 这动静太大了 方圆百里都能看到这里的情况 远处 一兽一族的驻地中 大统领龙青蓝皱眉道 战况如何了 禀报大统领 我方损失惨重 人族已出动大部分兵力 欲为杀我方 嗯 人族损失如何 人族九阶损失三人 九阶之下损失不计其数 保守估计有五十万之数 嗯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 但这样也还行 这些异族奴隶的作用也就这些了 是该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不然寒冰狗的老祖宗 可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龙青蓝朝着营帐外飞去 吼道 点兵 全军出发 是 好 此时 在一兽营地不远处的丛林里 一身道袍的扶摇紫微惊道 他们果然全军出击了 得赶紧告诉阁老 虚空之门 他的双眼微微变化 一道虚空通道出现在跟前 他进入虚空通道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基地中 阁老见状 笑道 你又去了哪里 阁老 不好了 一手全军出动了 不好 快让他们撤回来 好 下属连忙将消息发给他们 此时 战场上战况胶着 哪里还有时间看消息啊 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那就是赤语 他看完消息之后 皱起了眉头 一手一族的九阶强者 可比我们多了一倍 而且兵力也是我们的三倍之上 还是赶紧解决他们 退回去吧 只见他伸了身揽腰 变得正经了起来 他朝着前方走去 身后出现一道血色的空洞 仿佛是一只巨口 能吞噬一切 无边之境 血口吞天 下一刻 那血口便飞向了战场 悬浮在天空 顿时 超强的犀利出现了 这一幕似曾相识 令寒冰狗族长大惊失色 好恐怖的犀利 不好 坚持不住了 我也坚持不住了 我不要死啊 人类 你们该死啊 哄 所有一族和一兽 都被吸了进去 而赤羽 还一脸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人族一方看着他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这也太强了吧 剑枯脸色很不好看 尤其是不少人的眼睛 在两人身上大亮 似在比对 两人实力一般 他哼了一声 独自回去了 背影略显哭泣 欲者苦笑道 好了 好了 赶紧回去吧 赤羽这技能 其实持续不了多久 咱们把他们放进基地里 围着他们好好蹂躏 赤羽文言 白了他一眼 小声在他身旁冷冷的 救你多嘴 一兽大军拔银而起 浩浩荡荡 朝着前方行去 他们的规模太大了 令人震撼 只见方圆百里 都有他们大军的痕迹 他们带着杀伐之气而来 迫切想要手刃人类 灭了这一族 以完成他们神灵的命令 之后 他们要再灭其他种族 以彰显他们的强大 但等他们来到战场之后 一个个都待在了原地 他们发现 人类早已经退了个干净 他们的速度不可畏不快 从驻地出发到这里 也只用了十分钟 但是人类显然早一步 得这消息 已经提前退出去了 以人族的速度 现在应该已经回到了基地中 他们站在狼藉的战场上 环视四周之后 表情各异 心情复杂 有的一兽暗恨消息泄露 有的一兽 则觉得战争残忍 作为一种智慧生灵 人类有的情感 他们也都有 但面对神灵的命令 无数可以反对 看着战场上尸横遍野 除了熊熊燃烧的大火之外 只剩下遍地的尸骸 还有埋头咀嚼的凶兽群 此时 整片战场 掩燃成了凶兽的餐桌 龙青蓝剑状 眉头微皱 冷哼一声 在他心中 不管是战死的人族 还是异兽 都是战死的英灵 启荣这些灵质未开的凶兽亵渎 他怒喝一声 来人 全部杀了 遵命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四周便响起一道道吼叫声 只见数千只 手持重铁棍的金毛猿猴 缓缓从后方走来 他们看向了战场上的凶兽 纷纷敲起了胸膛 然后拿起棍子 便朝着凶兽杀去 好 哄 数千只棍子从天而降 轰然砸向凶兽群 这可惹恼了凶兽 他们在这里大快躲一吃的正爽 一群猴子去来找事 他们认为这是 再抢食物 更是挑衅 岂能容忍 好 一头血纹草头蟒 大声吼叫 一口咬向其中一只猿猴 以他九阶的实力 咬一只八阶的猿猴 应当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意外发生了 突然 一根重铁棍轰的一声 打在了他脑袋上 死 他摇晃着脑袋 发出痛苦的嘶鸣声 抬头看去 却见眼前多了一只猿猴 刚刚打他的 正是另一只猿猴 在他有限的智慧里 不会弯弯绕绕 当即将这只打他的猿猴 当作了仇人 愤怒地嘶吼着冲上去 凶兽 死 两只猿猴一口同声 同时举起棍子 打了过去 两只八阶猿猴 大战一只九阶凶兽 结果竟出乎意料 九阶凶兽 虽然占据上风 但一时惊耐合不了 两只八阶猿猴 只见这八阶猿猴 一时抄群 手中的铁棍使得熟练无比 总能从各种刁钻角度出击 令九阶凶兽 血纹草头蟒 烦躁不已 频频受伤 而且这两只猿猴的十分灵活 尽管血纹草头蟒实力更强 但总是打不中它们 却不时被缓击几下 数百个回合之后 血纹草头蟒已经满头是包 而两只八阶猿猴 却还气定神闲 游刃有余 这一幕 若是被人族看到 一定惊讶无比 他们一定会发现 猿猴的战斗天赋太强了 简直是天生为战斗而生的 这时 突然一根超巨大的棍子 从天而降 一棍子砸在血纹草头蟒头上 哄 血纹草头蟒躲闪不及 被直接砸进了泥土里 尘埃四起 一只六米高的大猿猴 提着跟棍子走了过来 他一脸冷酷 一双金色的眼睛 仿佛蕴含着金铁之音 令人望而生畏 凶兽 死 突然 嘴中吐出一道金色的光芒 光芒破空而去 朝着地下的血纹草头蟒杀去 好 死死死 接连数次惨叫声响起 血纹草头蟒的声音渐渐小了 最后变得微不可闻 彻底死亡 而那两只八阶猿猴 连忙鞠躬行礼 八长老 八长老微微点头 然后便提着棍子 朝着其他方向走去 有八长老出手 这战场上再次混乱了起来 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又恢复了平静 一只只凶兽死于猿猴之手 最终凶兽害怕了 纷纷四散奔逃 八长老来到了龙青岚身边 恭敬道 大统领 以肃清凶兽 八长老面无表情 站在原地 仿佛一根笔直的棍子 您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管如何 有你金元一族的支援 这一战更轻松了 这也是龙神大人的命令 我金元一族岂能不听呢 哈哈 说得对 龙神大人要我们攻伐此剑 我等应当尽全力而已 两人互相恭维一阵 话题谈老了 便各自插开话题 以忙公务为由分开了 龙青岚看向远处的人族基地 沉思了起来 蓝星这个世界 他们也探查得差不多了 这个世界拥有很多种族 周围各族中 人族是最好惹的了 虽然这一族人口众多 但能上战场的 只有十分之一而已 而面对他们一族的入侵 起码需要五阶以上的战力才行 这又筛选掉了十分之九 也就是说 人族的可战之兵 只有区区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的兵力 还没有他们这一次带来的兵多呢 再加上刚刚一场大战 人族又损失数十万兵力 和几个九阶强者 人族的实力已经削弱了一番 和他们的战力差距十分明显 只是让他可惜的是 十只寒冰狗被抓了 这削弱了他这一方的战力 一番算计 结果还是他们损失最大 让他有些郁闷 他叹息一声 最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一战 胜算仍然很大 他凝视着前往的人族基地 下达命令道 进攻 进攻 哼 好 好 好 一声声吼叫响起 深圳天地 令人心中大惊 咚咚咚咚 异兽大军前方 山精一族数百米高的身躯 有强大的防御力 再加上庞然大物的体格 力气也远超同阶 虽然他们只有七阶 但每一只山精都力大无穷 防御力无双 便是八阶也难以杀死他们 用他们当作先锋 抵挡在最前面 就犹如用大山当作盾牌 已经成为异兽大军作战的惯例 咚咚咚 数万只山精 密密麻麻站在一起 轰隆 山精所过之处 树木倒幅 地面塌陷 犹如地龙翻身一般 在山精的后面 则是火红色毛发的火焰虎大军 寒冰狗大军 风暴狼大军 等等异兽大军 每一种异兽都组成一支军队 在龙青兰的命令下 有条不稳地缓缓前进着 人族基地告威 人族基地内 阁老等人站在高台上 眺望着远方 一眼便见到异兽的庞大军队 那一只只庞然大雾 仿佛移动的小山 带给人巨大的压力 还有天空中飞舞着的 一只只奇异的鸟 有的双翅蕴藏雷霆 有的一双利爪 仿佛能抓破苍穹 这一幕 震撼人心 他们井然有序 一个种族组成一支军队 彼此之间合作 组成了这一支庞大的异兽大军 阁老眼神宁重道 诸位 我们刚刚就回了李秋刀 也灭了一族和寒冰狗 数十个九阶强者 但是现在 我们将面临真正的挑战 他指着远处异兽大军 深呼一口气 说道 这是一支远超 我们曾遇见过的大军 他们拥有数百个九阶强者 大军数量足有数千万之多 也是我们的数倍 另外 异兽中有十大王族 每一个王族的成员的天赋 都强大无比 甚至比我们还要强大得多 我们有把握战胜王族组长 因此 诸位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做了很多准备 将数百年来人族积攒的宝物 兑换成大量的能量金石 充当阵法的能源 他们人族发展时间太短 和异兽一族相比 就像新生的婴儿 众人都面露苦涩 面对这种异兽种族 连投降都不行 因为他们的食谱里 就包含人族 投降给异兽 无异于自投虎口 这时 赤羽生了个懒腰 勇懒道 阁老 大战当前 不要说这些了 我们该想一想 该怎么打赢他们 御者也附和道 阁老 我认为也不是没有胜算 兵法云 十倍为之 他们还没有我们十倍的数量吗 我们怕个鸟啊 扶瑶子一脸平静 说道 诸位尽管放心便是 若战士失利 无可挽回 我会将大家带出去的 众人闻言都松了口气 有扶瑶子这句话 他们就有了退路 而有了退路 也就没人想着逃跑的事了 既然不用逃跑 那就认真打吧 如果赢了 那就是大功一剑 如果输了 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这是再好不过的买卖 但 也有一些人胸怀大意 想要为人族发光发热 奉献自我的人 他们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 阁老说道 事不宜迟 现在立即开始不防 我们是防守一方 众人拱手一礼 下去各自准备去了 每一个九阶的强者 都是一方首领 他们带着自己的手下 在不同的方向不防 他们作为内阁非直属势力 自然不会单独不防 而是血龙军等大军 和他们一起不防 互相监督 众人不防完毕 静等着异兽大军的到来 等攻击距离足够之后 众人齐声命令道 放 轰轰轰 一道道能量炮和技能 朝着山精攻去 顿时 山精倒下了一大片 而后面的山精 很快再次补充 攻击再次来临 又是一片山精倒下 后面的继续补上来 此时 已进入了攻城站 另一边 终于跟随着李秋刀的大军 进入了中央基地的灵域 直接朝着战功商店跑去 路上 他遇到了不少熟面孔 细看之下才发现 这些人都是因为实力弱小 而躲在基地里的学生 低级冒险者 不少人给灵域捡过异兽尸体 攻他炼丹 因此他有点印象 途中 他默念分身 顿时白光浮现四周 分身接连出现在周围 这一幕 顿时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不少人都醒起了注目里 这是 灵域 是他没错 但他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分身都是七阶 我的个乖乖 让我数数有多少分身 别数了 都跑完了 分身刚刚出现 就被灵域派去了前线 围观的人群 普遍实力不高 只感到一阵微风吹过 灵域分身的身影 就消失不见了 灵域嘴角擒着笑意 缓缓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等灵域走远了 众人才回过神来 纷纷站起身 朝着前线跑去 他们好奇 灵域的分身 去前线干嘛去了 等他们来到前线 果然见到许多一模一样的人 正站在人族构筑的防御圈内 此时 前线十分热闹 各种武器不停地轰击着 炮轰了一会儿 人就开始释放技能 朝着异兽大军扔去 可谓是人炮交替进行 但也只能延缓山精进攻的脚步 而且让他们十分郁闷的是 山精只要核心不被打碎 就不死不灭 很快又会重新恢复过来 加入战场 于是 他们也只是延缓了山精的脚步 现在山精仍在不停地靠近着 五百米 四百米 三百米 众人面色凝重无比 一位将军因愤怒而脸色战红 他大喝道 兄弟们 不要让他们靠近 放炮 哄 又是一轮炮击 这事有人跑了过来 禀报道 将军 能量精势不够了 快去找后勤药 没有能量炮 仅靠我们 打不退这一个方向的山精 后勤不给 他们还要留着给阵法充能 剩下的都是特级物资 是不允许调动的 将军闻言 脸色大变 这可怎么办 让他们攻进来 一直攻击我们的阵法 基地就完了 必须把他们挡在三百米之外 他心中焦急无比 副官也跟着焦急 许多士兵也被情绪感染 又愤怒又难受 这时 突然听到后面 传来哒哒哒的声音 他们扭头看去 顿时呆住了 副官惊讶道 将军 你看这人的妈好厉害 生了几千胞胎 将军闻言 顿时嘴角一扯 敲了一下他的头 笑骂道 这肯定是分身 对了这人好像是个网红来着 能炼制血肉丹 叫什么来着 另一个副官恍然道 我想起来了 这是淋浴天赋分身 但是他这分身 是不是太多了点 是有点多呀 将军 你看他们的实力 都是器件 我们有救了 加上他们也没用的 只能延缓山精移动的速度 却无法阻挡他们 而且山精后面 还有大量的异族军队 不过疗胜于无霸 能减轻我们的负担 哎 那可怎么办 将军并不抱希望 在这种攻防战中 几千个器杰的作用并不明显 这时 淋浴的两千分身到了前线 一个分身走到一个负责人面前 说道 我请求支援 请问可否 那个负责人愣了一下 连忙激动道 这位冒险者 多谢你们的支援 这边请 淋浴的分身 被安排到了一个靠后面的位置 分身站定 淋浴命令道 使用视月 分身们接到了命令 表情变得冷酷 浑身气势微微一变 体型也变大了一丝 周身顿时笼罩着一道道黑气 他们朝着前方看去 黑气化作一颗黑色圆月 浮现在眉心处 这一幕落在众人眼中 都惊奇无比 不明白这是什么能力 突然 分身出手了 视月 哄 他们眉心处的黑月 纷纷浮现出 脱离眉心 而且变得越来越大 飞入空中 去 黑月横空 穿过基地上空 朝着山巾飞去 两千个黑色月亮浮现天空 这一幕令人惊奇 当有人认出这个技能的时候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竟是寒冰狼一族的 视月秘技 我们有救了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黑月 许多人喜极而泣 大声呼叫 尤其是那位将军 曾亲眼见到过寒冰狗的 视月技能 那视月所过之处 一切物质都被腐蚀一空的景象 如今还历历在目 他没想到 竟能在人族身上 重现这一神技 尤其是在群战中 这视月秘技 简直是群战神技 光芒一扫 就是消灭一片 堪称小兵克星 有了这个技能 何具 不仅是他 那些从东南基地撤回来的人 更是亲自在战场上 经历过视月秘技的恐怖威力 此时看到视月秘技 顿时惊呆了 我懂了 我终于明白了 我也懂了 原来他近视 你们懂什么了 不少人面露疑惑之色 但那些号称懂了的人 却嘴角含笑 一个个故作神秘 不言不语 无论怎么问 就是不说 这可急坏了一批人 终于有人利用金钱开刀 问出了 他们口中的秘密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你个大头鬼啊 你们到底懂了什么 跟我们说说啊 哄 还没等他们继续问下去 一遍突生 突然 远处再次传来轰鸣声 却见对面的山巾 纷纷朝着这边投掷巨石 巨大的石头 携带着万军气势 仿佛隐星降临 令人的心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去 分身也不甘示弱 大喝一声 齐齐命令黑月 立即朝着巨石攻去 哦 黑月孚 截断了那些飞来的巨石 两者相撞 没有剧烈的碰撞声 只有呲呲呲的腐蚀声音 声音不大 且持续时间很短 再去看时 那巨石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悬浮在天空中的 密密麻麻的黑月 人族见状大喜 许多人看向分身 心怀感激 黑月孚 这一幕是如此的熟悉 尤其对于寒冰狗一族而言 更是他们一族天才 和普通族人的分界线 此时见到黑月 一个个呆在原地 心中五味杂陈 不可能 人族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 掌握我族密集 我族也只有少数天才 掌握失约密集 为什么人族也掌握了 而且族族有数千之数 我不相信 一定是假的 对 这一切都是幻想 一切都是假的 不少寒冰狗 见到数千失约横空的一幕 都接受不了现实 有的信心受到了打击 有的则胡言乱语 坚决不幸亲眼见到的这一幕 他们之所以不相信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想要学会失约 前提就必须要有寒冰狗的血脉 但蓝星的法则不同 杀死他们有几率掉落技能晶石 通过技能晶石 可以学会失约技能 但技能晶石的掉落几率 十分坑爹 有人一辈子也得不到几颗技能晶石 而且 寒冰狗一族 掌握失约密集的数量 也没有两千之数啊 那这些人族 为何能有那么多人 掌握了失约密集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幕不仅震惊了他们 就连其他异兽族群 也深受震撼 寒冰狗的绝技诗越 绝对是十分棘手的技能 现在这种技能 出现在了人族这一方 对他们来说 犹如噩耗 此时 诗越停留片刻 再次携带着无可匹敌的力量 飞了过去 然后降临在了山巾的头顶 黑月凌空照耀着大地 黑光所及之处 一切尽归虚无 哼 沐浴在黑光下的山巾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 然后迅速地被腐蚀殆尽 只剩下一堆灰色的渣子 留在地上 彰显着曾经存在的痕迹 凌玉默默命令道 黑月降临 分身们接到命令 连忙指挥着诗越 冲向异兽群中 这要是冲进去 八戒以下的异兽 必然死伤惨重 这时 一只只蜂烈鸟 从后方飞了过来 后方一位异兽的将军 下达命令道 蜂 吹走它 烈 蜂烈鸟齐声立鸣 然后挥舞着翅膀 召唤来大量的旋风 要将黑月吹走 这蜂烈鸟数量众多 足有数十万之数 两千的黑月 在它们面前不值一提 蜂一出现 便充斥天穷 接天连地 呼啸着吹走了黑月 凌玉剑状并不意外 对付黑月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放烛 曾经狼头族 就用过类似的方法 试月的缺点 很多人早就知道了 试月被放烛 天空重新恢复光明 突然 蜂烈鸟汇聚的旋风 矛头一转 朝着基地吹去 山晶因黑月而亡 大军犹如没了盾牌 易兽大军明显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此时 蜂烈鸟作为先锋 汇聚出巨大的风暴 横扫沿途一切阻碍 人族的攻击攻进风暴中 顷刻间就被撕裂成碎片 这可怎么办 他们已经近在咫尺了 不好 他们来了 不要担心 我们有阵法保护 我们可以出去 他们却进不来 但是阵法需要海量能量晶石维护 我们的能量晶石 不是无穷无尽的 你们看 风暴来了 接天连地的大风暴 犹如末日降临 一眼望去除了暴风还是暴风 终于暴风来袭 轰然撞击在阵法上 轰咙咙 呼呼呼 吼吼吼 风声 碰撞声 摩擦声 吼叫声等各种声音混在一起 嘈杂纷扰 令人眉头紧皱 兄弟们 杀呀 远处 已经有防守将军带着手下 隔着阵法打了起来 有着阵法保护 易兽也奈何不了他们 毕竟他们是守城一方 易兽是攻城一方 损失更大 也很正常 而易兽大统领龙青蓝 只给了一个命令 那就是用尽全力攻击 消磨阵法的能量 这边 诸多赶来 看淋浴分身的冒险者学生等人 看着外面末日般的景象 一个个脸色煞白 他们普遍实力不强 那强大的威势 令他们心中惊骇 失去了勇气 愣愣地站在原地 而反观淋浴的分身 也投入了大军反攻的行列之中 外面风暴横行 但也只是一阵 很快就消散一空 紧随其后的 便是易兽的各种技能攻击 此时 易兽大军距离基地 只有百米之距 这个距离足够易兽大军 对人族基地 发动饱和攻击了 天上地上全部都是易兽 密密麻麻 不知有多少 他们一起释放技能 无穷光芒朝着基地落去 轰隆隆 阵法升起 易兽攻击落在阵法上 犹如雨点落在水里 激起倒倒涟漪 这一幕 令人族心中大定 诸位 阁老有力 反击 是 众人接到命令 纷纷开始组织大军反击 人族一方数量没有易兽多 但也不可小觑 上千万人一起 释放技能 也如同无穷光雨 冲向易兽大军 易兽大军立即走出一群巨龟 龟壳亮起 一道道巨大的天然阵形 如墙壁一般挡在最前面 光雨冲来 打在巨龟身上 竟无法破开防御 易兽大军前方 一名指挥官大喝倒 而狼们 轮番进攻 磨也要磨掉阵法 他们的能量晶石 不是无限的 好 又一波攻击来袭 人族健壮 只能回忆另一波攻击 于是 两方大军 你一波我一波 有来有往 谁也奈何不了谁 他们都在比拼着耐力 谁坚持到最后 谁赢 但对人族而言十分不利 凌玉健壮 心中担忧 加快了脚步 很快 他又停下来脚步 凌玉看向前方 喃喃自语道 到了 前方正是战功兑换处 也是他此行的目的地 拿出身份卡贴在感应台上 第一 检测到至尊学院学生凌玉 请进 吱压一声 门自动开了 凌玉走了进去 在小屋里的屏幕上 调出自己的战功界面 顿时 他的信息面板浮现出来 姓名 凌玉 战功 3551万2351点 3000多万点了 凌玉微微一惊 但旋即又见怪不怪了 他所杀掉的异兽和异族 太多了 甚至大多数九阶的将军 也没有他的战功多 战功有了3000多万点 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如果能获得珍惜的技能晶石就好了 是月技能这个底牌用老了 该换一个底牌了 凌玉心中期待 寻找着宝物 这一查看 他发现战功商店的宝物 明显增多了很多 起码比上次增加了上百倍的种类 上一次单方一栏 只有区区几十个单方 但现在却变成了几十页的单方 而且每一种单方都十分稀有 轻易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那种 这就让凌玉十分心动了 他可是有一个当炼丹师的梦想的 不过 我主要还是 想要血肉丹这类 能永久增加力量的单方 看看有没有 凌玉一点点寻找着 突然一个单方映入了眼帘 让他心中一动 龙血丹单方 以龙类生灵血液为主 服役各种草药炼制而成 丹药品阶与龙血品质有关 价格 三百万战功 这单方正合我用啊 虽然咱没有龙 但咱有夺射分身啊 让夺射分身多放点血 用来炼丹好了 他嘿嘿一笑 不过 夺射分身现在不在蓝星 就只能从其他地方寻找龙血了 希望战场上会有收获吧 购买 第一 是否确定购买龙血丹单方 确定 战功付三百万 购买成功 龙血丹单方 稍后将宋志宁的手上 请不要走开 买了一个龙血丹 花了三百万战功 只是十分之一的战功而已 对领域来说毛毛雨了 他继续翻看着其他单方 越往后 这单方越贵 而且大多数单方 他现在都练不了 而且特别昂贵 他只能暂时放弃了 哎 好多单方特别真些 可惜我现在才二阶练单师 练不了啊 还是等我练单等级 到了再来买吧 先去看看别的宝贝 怀揣着三千多万战功点 他底气十足 微笑着点开了金石一篮 然后他又点开了技能金石一篮 天赋金石太贵 他现在并不是太需要 反而是技能金石 能直接增强分身的战力 性价比更高 灵域一夜夜看去 寻找着合适的技能 聚灵术 三阶技能 聚集能量因子 提高四周能量浓度 价格500点 夺宝树 六阶技能 凝聚一只隐形的手 迅速夺取敌人的武器 价格 十万点 死灵复苏 七阶技能 凝聚黑暗 死亡两系能量 对尸体发动此技能 可令王者复苏 技能熟练度越高 召唤成功率越高 召唤出的死灵也越强 价格 二百万点 咦 这个技能不错 而且很适合战场上使用 买了 至于黑暗和死亡系的能量转换 我现在会失业技能 黑暗类技能就不用买了 买一个死亡系的技能就行了 灵狱连忙翻找着 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死亡系技能 地狱备号 五阶技能 沟通死亡能量 发出一道死亡冲击声波 可对敌人造成肉体灵魂双重伤害 价格 两万战功 便宜 果断买了 第一 你已成功购买技能金石 死灵复苏 地狱备号 第一 请稍等 商品正在运送中 最高也只能制造七阶的死灵生物 而且还有成功几率限制 这个技能不能当做底牌 还得买一个底牌才行啊 灵狱开始翻看了起来 突然一个技能映入眼帘 让他心中大喜 他定睛看去 这个技能的属性出现在眼前 献技 神秘系技能 可像冥冥之中的存在 献技物品 若物品得到神秘存在喜欢 你将获得一项临时的祝福类技能 技能维持一个小时 祝福类技能 可谓有军加持Buff 注意 献技技能每天只能发动一次 价格 两千万点 神秘系技能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不过这技能属性 确实挺神秘的 而且也没有等阶 估计也是因为神秘才没有的吧 这技能必须拿下 买了 第一 你已购买神秘系技能金石 献技 物品正在运送中 稍后将运送到您的手上 请稍等片刻 还剩下一千万战功 灵狱继续寻找着 能作为压箱底的技能 献技属于意外之喜 但不确定性太大 还得找一个稳定的技能才行 这时 一个技能映入了眼帘 让他心中一动 连忙满了下来 上古佛腿 九阶五技类技能 此为腿法 凝聚体内金属性能量 附着于双腿之上 以特殊经脉运行 可凝聚上古佛腿攻击敌人 使用此五技 一双肉腿如金刚 一朝一世开天列地 是大里晨 使用此技能 需拥有强大的身体素质 否则极易骨折 注意 九阶以下使用此技能 威力将大打折扣 甚至导致大腿骨折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 价格 一千万战功 这技能不错 买了 第一 你已购买五技类技能金属 上古佛腿 战功花完了 凌玉推门走出去 迎面正好遇上运送商品的机器人 第一 尊敬的凌先生 您的商品已送达 请查收 刚刚走出战功商店 机器人就已经将物品送了过来 凌玉刷了身份卡 便将东西拿在手中 看着手中的几样东西 他深深呼吸着 这些东西在市场上几乎是买不到的 也只有在这种关乎种族命运的战争中 高层才会咬牙放出这等宝物 其目的不仅仅是激励大家战斗 也是为了增强战力 他平复了激动的情绪 抬起头朝着外面看去 然后捂着口袋离开这里 越过一段冷清的街道 他回到了住处 坐在沙发上 连忙取出购买的物品 一一排开 放在桌子上 首先是龙血丹的单方 因为缺少龙血这味主药 单方暂时也用不了 不过可以交给悟道分身去参悟 还是先记住单方药理和炼制方法 之后有机会了 再实际操作吧 他心中暗道 默念分身 身边立即出现了一个分身 凌玉将单方交给了他 让他负责参悟单方 然后他又看向了另外的物品 剩下的东西全部都是技能晶石了 也是他购买的压箱底绝技 之后 他们将成为新的底牌 凌玉先拿起最小的一颗技能晶石 将其放在眉心处 默念学习 顿时 一股信息流冲入脑海 这过程让他微微头脑发胀 过了一会儿 他已经掌握了五阶技能地狱碑号 这是一个死亡类的声波技能 等阶不高 但颇为罕见 能出其不易 不过对现在的他来说 作用已经不大了 这个技能算是出不入门了 然后分出几个分身 让他们去参悟死亡系的能量吧 另外还有黑暗系的能量 也得抓紧时间去掌握了 33小说网 等学会了黑暗和死亡能量转换之法 我就能使用死灵复苏了 领域再次分出十个分身 让他们五个为一组 各自去参悟黑暗和死亡能量 做完这些 他看向了剩下的技能晶石 这才是他真正的压箱底绝技 首先是死灵复苏 这是一个能让人战场上 越战越强的绝技 不过前提是 掌握死亡和黑暗两种能量的转换才行 他现在还无法释放 先学了吧 很快 他就学会了死灵复苏这个七阶技能 学会之后 他又将神秘系技能 献剂也给学了 这个技能刚刚学会 领域的大脑顿时一阵眩晕 眼前更是一阵阵发黑 怎么回事 头好晕啊 领域捂着脑袋 承受着这份痛苦 随着痛苦的加深 他的意识迅速被拉入了一个漆黑的地方 这里什么都看不见 仿佛是永暗之地 领域心中焦急 寻找着离开的办法 突然他心中生起了一道奇怪的念头 抬头看去 黑暗消失 远处出现一道道如同恒星一般的星体 闪烁着永恒般的光芒 他心中生起明雾 喃喃自语道 原来这些星体 就是一个个神秘存在 领域刚刚升起这个念头 意识就再次被拉了回去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陷技技能 陷技的物品不限制种类 但陷技越珍贵的东西 所获得的临时增益技能就越好 等会一定要试一试 领域小声嘀咕着 看向最后一颗金石 拿起贴在眉心 默念学习 这一次没有出现头痛的反应 很轻易地就学会了 他现在七阶战力 并不能发挥出 上股佛腿全部的威力 不过这技能的攻击力十分强大 正好适合作为近身战斗使用 全部学完了 接下来就是去实验一番 灵域嘴角擒着笑意 推开门朝着前线走去 前线 这是基地的外围 也是整座山的外围 整个基地的一圈都围着异兽 他们不停地轮番进攻 想要靠着时间来消磨阵法的能量 这种方法虽然见效慢 但风险也小 而人族也采取了反制措施 他们组织 觉醒者使用技能 拦截异兽的攻击 于是 就出现了你来 我往这么个情况 当灵域抵达分身所在地的时候 发现附近的冒险者团队 也都加入了抵抗的大军之中 耳边不停传来一些冒险者的谈话声 这仗打得推没意思 怎么就没意思了 你们看 这异兽猴金猴金的 他不来强攻 而是搞这种消磨战 咱们也转不到战功啊 转不到战功 那是因为你技能攻击距离短 你看灵域的分身 就赚妈了 此时 灵域的分身操纵着黑月蛇皮走位 在异兽群中来回穿梭 而天空中疯烈鸟也紧紧跟随 用风吹走黑月 但 疯烈鸟是防守一方 不宜小心也会被黑月所杀 这样一来 灵域的一波失业技能 还是能杀死几百个异兽 虽然数量不多 但比他们赚得多太多了 灵域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任何轰动 大家都以为这是分身 因此也毫不在意 灵域见状 乐得如此 他来到分身群的后方 手中轻轻一晃 凝聚出一把金属性的长剑 然后 他就在地上画了起来 四周的人都奇怪地看着灵域 心中都十分古怪 这个分身咋还不一样呢 很快 他们就被灵域所画的图案吸引了 这图案给人的感觉十分神秘 而且盯着看久了就头晕 一旦一开目光 又会很快忘记图案的内容 这种奇怪的特性 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这是什么图案 有没有大熟子认识的 一个青年释放一道冰墙 问道 旁边的人柔了柔发胀的脑门 摇头道 没见过呀 好奇怪的图案 众人一边释放技能 一边议论着 不时看一眼灵域的方向 他们在等灵域完成图案 心中竟有种疯狂的期待感 你们看 他完成了图案 这难道是超级阵法 有人指着灵域猜测道 旁边立即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我不敢苟通 我倒认为这是一个邪恶的陷级图阵 这和我曾看的一本古书上的陷级之阵 有点相似 你们看他干嘛去了 众人齐齐看去 只见灵域离开了这里 朝着前线走去 众人不明所以 以为他是要释放技能 为人族做一份贡献 灵域走到分身的前方 抬头看向了异兽的方向 异兽众多正在轮番进攻 他们十分精明 知道强攻风险太高 就搞这种水魔功夫 目的是消耗阵法的能量 等能量晶石消耗殆尽之后 人族没了阵法保护 也就成了带宰的羔羊 到时候 他们在发动总攻 人族必败 这是羊谋 俯瞰下方 只见几十米外 一只只巨大的异兽尸体 躺在地上密密麻麻 不知道有多少 灵域伸出手 体内能量顿时涌入手臂 他念头微动 能量便化作一道 巨大的能量手臂 伸向了战场 他在干嘛 不少人疑惑道 有人指着灵域说道 他在抓异兽的尸体 难道他又要开炉炼丹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炉炼丹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啊 另一个青年 一脸无语之色道 众人心中疑惑 但十分好奇 灵域到底在做什么 能量手臂很快收了回来 随之归来的 还有一只巴结的异兽尸体 这是一只牛型异兽 长三十多米 但头颅上的一双巨角 闪烁着风锐的光芒 令人不寒而栗 灵域提起牛兽 朝着图案走去 众人心中好奇 视线也跟着移动过去 异兽又是一波进攻 人族又是一波防守 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不过 异兽众多 人族并不能截断所有技能 总有异兽的能量攻击 会落在阵法上 阵法被击打得泛起涟漪 阵法中心处的人 立即补上新的能量金石 此时 阵法中心处的将军 担心道 照这样下去 不出十天 我们的能量金石 就要消耗一空了 旁边的副官安慰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也不必如此担心 将军看了他一眼 叹息道 也是这个脸 但我无法不担心啊 你小的还没结婚 不会不明白的 结婚 这和结婚有什么关系 副官作为一个单身狗 而且还是不昏足 他自然不明白 家庭对男人有多么重要 两人性格不一样 观点也不一样 自然做出的判断 也不一样 将军将这里的情况 记录下来 传给阁老 阁老回信 无需担心 不担心那是不可能的 这一旦防线被攻破了 人族灭亡之日 也就不远了 可见他压力之大 这一刻 他才明白 国家对于他的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这是保护家人 最强大的护盾啊 将军苦笑道 阁老说 无需担心 但我心中总是忐忑 副官啊 你去前线看一看 现在战况如何了 将军 您其实可以放宽心的 静人士听天命 您尽力了 不留遗憾 结果如何 交给天意便是 副官劝卫道 将军叹息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现在就在静人士 你快去吧 副官点头道 好吧 副官离开了阵法中心 朝着前线走去 路上 他望着上空的阵法 又望了一眼 不停飞来的异兽的攻击能量 他似乎有些理解了将军的担忧 不由加快了脚步 朝着前线走去 突然 一道神秘的气息 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是什么 好神秘的气息 仿佛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俯瞰 他的天赋是灵敏之魂 对气息十分敏感 他连忙朝着那里走去 等到了目的地之后 却见一个青年 正将一只巨大的牛兽 放在了一个神秘图案上 副官疑惑 不明所以 打算继续看下去 牛兽被放在了神秘图案上 然后灵狱就开始释放陷阱能力 他双手放在图案上 大喝一声 陷阱 哄 神秘图案亮起到的红色光芒 然后迅速从上往下 包裹在牛兽身上 很快已经完全看不到牛兽的身影了 时间缓慢流淌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光芒仍然不散 灵狱凭住呼吸 心脏快速跳动着 静静等待着结果 神秘存在 难道不喜欢吃牛肉 还是八肩牛兽等级太低了 要不 下次换个口味 又等了两分钟 光芒仍然没有散去 灵狱更担心了 不会吧 难道神秘存在生气了 不会神秘存在就是一头牛吧 我不会惹到了 神秘存在吧 他心中忐忑 七上八下的 突然 红光砰一声碎裂 仿佛玻璃破碎一般 裂成了无数碎片 灵狱连忙定睛看去 却见那只牛兽的肉 全部消失了 禁止剩下了骨架 见到这一幕 他松了口气 看来这神秘存在 还是喜欢吃牛肉的 唯一观之人 却大惊失色 牛兽的肉呢 难道被红光吃了 这到底是什么技能 太诡异了 你们看啊 那是什么东西 众人都被吸引了目光 人群中 富 观的注意力也被吸引着 他看着灵狱 期待着能发生什么 果然红光消失不久 一道带着细小翅膀的神秘气息 从天而降 悬浮在灵狱的头顶上 然后一行大字 浮现在了更上方 众人定睛看去 顿时呆住了 嘴角抽搐 凡人 本座十分喜欢吃牛肉 但本座想吃点烤肉串 赐予你七阶光环类技能 远距光环 随着蚊子消失 灵狱头顶上的光芒 也没入体内 这一刻 所有人都面露疑惑之色 刚刚的蚊子 难道说的是真的 这时 有人高声喊道 灵兄弟 刚刚你真的获得了远距光环 灵狱文言 轻轻点了点头 顿时 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凉气 心里是既羡母又惊讶 这到底是什么技能 既能获得新技能 不可思议 而灵狱此时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她的确多出了一个技能 而且是光环类的 她看向了这个技能的介绍 信息浮现在眼帘 远距光环 七阶光环类技能 开启光环 可令一定范围内的友军 攻击距离提升70% 范围大小与精神力有关 限制 一天 开关 灵狱发现她的精神力很强大 可以影响方圆5000米的范围 方圆5000米 差不多是整个基地的大小了 试一试 灵狱心中正要尝试 突然发现异兽大军的阵形变了 不少人大惊失色 心中惊惧 异兽派出新物种了 你们看这些异兽像不像法师 这是要给异兽增加状态啊 他们怎么还能加状态啊 本来就打不过了 现在更难了 哎 老子就是攻击距离太短 打不到人 要不然咱们这么多人 也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 不好 他们杀过来了 灵狱见状 心中微动 默念道 开启光环 瘟 一声清零响起 紧接着 一道光芒瞬间笼罩整个基地 顿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道看不见的光环 悄然笼罩整个基地 众人很快都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他们感觉自己的手变长了一半 这个情况一发生 就有人想起了 刚刚灵狱献剑的时候 空中漂浮的神秘字体 然后便反应过来 这就是那远距光环的作用 原来如此 他献剑牛兽的目的 就是为了使用远距光环 我刚刚还抱怨 咱们的攻击距离不够呢 现在好了 距离直接提升了70% 几千个分身 哪一天他有十万个分身 我都不奇怪 不可能的 两千个分身数量 已经够离谱了 要真能分出十万个 神灵也做不到吧 而且 灵狱现在的天赋等级 应该到了SS级吧 下次蜕变 就是成神之后的事了 况且 他能成什么 蓝星不允许有神 没人能成神 除非蓝星大变 但咱们不一定能等到那一天啊 好了好了 讨论这些没什么意思 现在咱们攻击距离够了 我憋在心里的火气 终于能释放出去了 众人文言 连连点头同意 他们一个个猖狂 大笑着凝聚能量 将自己的拿手技能 朝着异兽大军扔去 三百米外 一群异兽的前方 走出了一只只人力而起的狐狸 这些狐狸长得贼头贼脑的 眼神颇为狡黠 他们出现之后 就念动咒语 给全军加持一个个状态 力量增持 减速之环 速度增持 在一大群狐狸的技能笼罩下 大部分异兽的能力 都增强了一成 感受着变化 不少异兽欢呼雀跃 哈哈 有了腐狐一族的光环加持 我们的力量增加了一成 速度也增加了一成 攻击还附带一成的减速效果 人族完了 儿郎们 一鼓作气 拿下人族基地 吼吼吼吼吼 异兽大军顿时变得士气高涨 挥舞着四肢 释放更加强大的技能 不少异兽将军都含着笑意 一脸轻松地望着前方 当望向人族方向的时候 他们彼此对视一眼 都蔑视地笑了笑 区区人族 怎挡得住我异兽大军 杀 好 异兽齐齐吼叫 释放技能 攻向人族基地 然而 下一刻出乎所有受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啊 怎么可能 人族的攻击距离怎么会这么远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惊慌失措 一个个惨叫着四散溃逃 天空中 无数技能光芒 划着美丽的弧线 降临到了异兽大军之中 轰隆隆 无数技能爆炸开来 犹如一朵朵艳丽的花朵 绽放在混乱的战场中央 无数异兽技能 还没释放出去 他们的后军就爆炸了 这可把他们吓住了 那可是后军啊 便是他们一族攻击距离最长的种族 也没那么长的攻击距离啊 哄 又是一道道技能光芒 犹如流星一般 划破天际 降临在他们的头顶上 防御 快防御 然而已经晚了 人族超距离释放技能 突然间落入他们异兽群中 震惊了异兽 甚至爆炸成碎片 异兽大军大乱 无数异兽死亡 凌玉站在基地之中 平静的脸上 先是呆了一下 紧接着就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 你辅助击杀三尾厄 七阶 升级点加一百 你辅助击杀冰火焰 八阶 升级点加一百 你辅助击杀炎尾蛇 六阶 升级点加一 你辅助 凌玉脑海中不停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但很快他就疑惑了 因为六阶以上的 全部给一百升级点 而七阶以下的 则只有一升级点 系统 这是什么原因 凌玉心中默默道 过了一会儿 系统说道 宿主 辅助击杀规则规定 与你同等阶或强于你的 统一一百点升级点 而若与你的 只有一升级点 原来如此 虽然给的不多 但数量多呀 不说别的 就单单这死亡的异兽数量 就远超他的估计 试想一下 千万数量级别的大战 一次性死个上百万 一点都不夸张吧 这次出其不意的攻击 令异兽一方死亡百万 伤者无算 算是人族扳回了一局 但很快 异兽就反应了过来 一边释放技能挡住攻击 一边朝着后面退去 很快 他们就退了一倍的距离 人族的攻击 再也够不着他们了 撤退之后的他们 远远望着要武要威的人族 异兽主将们 一个个脸色铁青 龙青蓝大怒道 一群饭桶 众将军低着头 不敢指示他 但心里都吐槽 这不是您的命令吗 要说饭桶 还是您罪饭桶 我们都屈居您之下 当然这话 他们不敢直说 所以一个个都掩饰着眼神 低着头任由大统领批评着 龙青蓝发泄了一阵 火气渐消 才平心静气道 你们啊 就是太着急了 不过一次小败 影响不大 这时 身边有一兽问道 大统领 请问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遭遇一次小败 对一兽大军的士气打击不小 继续作战会有不利影响 龙青蓝显然也明白这一点 他沉思两久 才说道 休息几日 派小分队绕到宫人族腹底 拿地图来 另一位异兽文言 连忙地区地图 道 大统领 地图 他接住地图打开 指着地图上一座山说道 这便是龟须与人族领地的分界线 而在这座山上 有一个巨大的阻碍 龙言 你来说 龙言是蛟龙一族的七长老 九阶火系蛟龙 十分强大 他指着地图 娓娓道来 这里是一个学院 名叫至尊学院 也是人族在归须的根据地的第一道防线 不过 整个学院只有两个人 学院的院长是一名九阶剑客 大言不惭 号称剑神 人类向来喜欢吹嘘 名声越大 往往越弱 这人不出现则已 若敢出现 我必亲手斩了他 而我们的目的 便是绕道 攻击至尊学院 这样做的目的是 引蛇出洞 龙言娓娓而谈 几句话就将情况说清楚了 众兽也听明白了 就是要攻击至尊学院 让人类产生危机感 不得不出兵救援 一旦他们前来救援 他们就在中途埋伏 打人类一个措手不及 当龙言花音落下的时候 一个个异兽 都露出了探服的神情 不愧是蛟龙王族的智囊 果然智慧无双 此等计谋 缜密无比 弯弯绕绕甚多 亮那人族的鱼目脑袋 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哈哈 龙言长老这脑子 真是绝了 龙言被吹捧得飘飘然 他一脸笑意 道 诸位 事不宜迟 赶紧行动起来吧 众兽文言 看向了龙青兰 龙青兰点了点头 众兽这才行了一礼 纷纷领命退去 很快 整个异兽大军再生变化 两只精锐的百万大军 悄然隐没 他们离开时很隐秘 便是众多异兽也不明所以 只是疑惑 为何受少了 另一边 人族基地 山巅之上 阁老看向周围众人 脸色平静 轻声问道 异兽那边 可有什么变化 人族这边的情报工作 主要是由情报部和御者在做 情报部的部长 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 他撩了一下头发 说道 异兽大军撤退了之后 军团混乱 我们的人探听到 他们军中意见不一 似有了退意 他的话音落下 众人都疑惑地看向了他 他迎着众人的目光 面不改色 但心中略微紧张了一下 呼了口气 继续说道 但令人奇怪的是 异兽大军却并没有退去 而是在原地驻扎 而且似乎真的不打算 攻击我人族了 根据我的经验来推算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个人猜测 他们一定有什么动作 可能是偷袭 也可能是等待援兵 暂时没有更确切的消息了 众人文言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情报太少 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于是 所有人都望向了远处 逗弄白虎的御者 御者被众人看得十分别扭 他咳嗽一声道 你们不要看我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计划 葛老文言叹息道 情报很重要啊 白部长 此事还需你多费些心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您不必如此客气 白部长回道 突然 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其实啊 我有一个情报 你们要不要听一听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赤宇一脸笑意地坐在石头上 手放在膝盖上 望着天边 葛老文言有些无奈 苦笑道 这个时候 你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吧 赤宇喷一声从石头上跳下来 摆了摆手 说道 其实吧 他们被打退之后 当然要想法子 把我们引出来了 所以呢 八成会去偷袭咱们的老巢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担忧了起来 人族领地不小 四面皆敌 如果他们偷袭西江城 西江城根本抵挡不住 这可怎么办 放心吧 西江城距离这里太远 他们不会去西江城的 八九不离时 是去了至尊学院 众人文言都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 心又提了起来 这时 远处飞来一只小鸟 落在了御者的肩膀上 御者和小鸟 叽叽喳喳一阵 顿时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他走了过去 说道 赤羽这家伙 脑子不错呀 我刚刚也得到准确消息 有一只百万一兽的大军 朝着至尊学院去了 应该就是唯唯就招的大军 这可怎么办 万一至尊学院被攻破了 咱们的南大门 可就被人打开一半了 怕什么 不是还有南江城吗 就南江城的守军 怎么可能守得住 这时 格老说道 此事必须重视起来 这时 御者欲言又止 格老伸手阻止了他 御者终究没有 说出下面的话 而是藏在了心里 格老说道 扶妖子 你打开虚空之门 让咱们的人提前去布防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多带点人 务必给我全见了他们 扶妖子文言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好 此事就交给频道来做吧 扶妖子接了命令 便下去准备去了 很快 血龙军第一军就跟着他 踏入虚空之门 来到了至尊学院 格老又说道 一兽一族狡猾 这回军的途中未必安全 所以不能放松警惕 严军你也带一只人马 去接应扶妖子吧 严军拱了拱手 道 好 安排完这一切 格老说道 好了 都散了吧 众人散去 各自准备去了 33小说王 此时 严军带领着重冒险团 正朝着外面走去 而在这些冒险团里 有一个奇怪的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的人 全部都长着一张脸 他们数量很多 而且均为七阶实力 在整个队伍里 都是数一数二的强团 便是其中几个 九阶冒险团 也只有几百个七阶强者 而这一支冒险团 直接拥有了 两千个七阶强者 不过 众人也知道 这都是凌玉一个人的分身 但就是这样 才让人更加震惊 此时 凌玉也混在了分身之中 路上 他沟通着凌帆 很快 他的意识里 就多出了凌帆的视野 凌玉 你在哪 凌帆 大哥 你终于联系我了 我已经挖通了 通往南江城的隧道 我这就过去 凌玉断了连接 等大军刚刚走出 十里之外的时候 凌帆发了一条消息 他到了 凌玉关闭万表 意念连接凌帆 问道 怎么样 凌帆说道 本帖 你小心一点 在你前面千米 有一座乱石堆 那里藏着上百万的异兽 其实那乱石堆 都是幻术伪造的 它们都是异兽的精锐 千万小心 凌玉 好 我知道了 你继续监视 另外 等我们到了距离百米之外的时候 你直接冲进去制造混乱 最后自爆吧 凌玉 那我可就死了 凌玉 没事 我正好在基地复活你 凌玉 好嘞 呜呜 我终于摆脱挖隧道的命运了 太不容易了 凌玉 哨饼嘴 等你回来 我给你买一颗天赋精石 凌玉 这可是你说的 不准赖账 凌玉 少废话 快行动 断了连接 凌玉重新将注意力 投入到大军中 大军数量不少 大大小小数千个冒险团 在严军的带领下 缓缓前进着 突然 轰隆隆 不好 前方有埋伏 准备战斗 凌玉分身在身后 大声提醒道 凌玉自爆 声震云霄 尽管他几乎没有杀死 任何一只异兽 但自爆声音 却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自爆的冲击波下 整个乱石林 顿时骚动了起来 无数异兽愤怒吼叫 他们认为这是被人族发现了 因此干脆不再掩饰 撤掉幻术 朝着人族大军冲去 严军等人望着 那冲过来的异兽大军 一个个露出猛逼脸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 前方藏着这么多的异兽 他们竟然没有丝毫发现 太可怕了 这些异兽的隐秘 力不可小觑 但是 为什么他们不等他们靠近了 再出手呢 现在出手 仿佛也起不到什么用处 而且已经丧失了 埋伏偷袭的作用了 他们难道有什么阴谋 还有刚当的爆炸声 又是怎么回事 无数疑问浮现心底 令众人有些忐忑不安的同时 又提高了警惕心 灵狱见状 安道你们也太小心谨慎了吧 当即不再留守 大喝道 剑气 灵狱后退几步 给自己套了一层幻魂树 又释放了隐风技能 藏匿身形 悄悄退出人群 而分身们纷纷凝聚力量 背后出现一道道锋利剑气 每一个分身都背负数十把剑气 远远看起仿佛剑仙 去 他们率先出手 剑气横空 冲入异兽大军之中 这瞬间打破了众人心底的躊躇 现在大敌当前 尽管心底有很多疑问 但以大局为重 不是犹豫的时候 纷纷抽出武器 迎了上去 诸位 杀呀 杀 百万人族齐齐出手 各类技能绽放异彩 红的蓝的紫的 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混合色彩 统统绽放在天际 好 冰龙 火凤凰 各种技能大展神威 碰撞在一起 顿时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方圆百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人族基地之中 阁老等人望着远处 那里正式战场 他沉吟道 看来异兽动手了 旁边一名洞虚学院的九阶教授 点点头道 阁老 已经交上手了 目前势均力敌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能会陷入困境 旁人一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为何会有这种推测 这名教授解释道 这并不难推测 因为异兽都是精锐 而且是成建制的军团 而我们这一方是冒险团联盟 心不在一起 短期可以抗衡 时间久了 恐生变故 阁老文言 点头同意 他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他望着天空 说道 虽然只是推测 但不能不重视 御者你去接应一下 御者正在逗弄白虎 冷不丁又被叫到名字 心中一愣 但还是点点头道 我这本体力量不行 还是让天鹊去吧 他速度快 实力也不弱 天鹊是他的三只九阶玉兽之一 拥有风和云的力量 是他手下速度第一 且擅长幻术的九阶玉兽 三只玉兽中 天鹊擅长速度和幻术 乌金擅长防御与水之力量 而白虎则是纯粹的杀伐和精之力量 葛老文言点了点头 御者见状 立即召唤出天鹊 交代一番之后 天鹊鸣叫一声便飞了过去 另一边 异兽大军驻地 龙青兰望着远处的战斗光芒 问道 可有消息 他对面站着一只 从虚空浮现身形的小鸟 他说道 禀报大统领 我方已埋伏人族严军部 目前势均力敌 但人族散乱 时间一久 必然是我方胜利 众多异兽文言 都点了点头 他们也都是沙场老将 自然听得明白 龙青兰点点头 笑道 不错 人族如果不是靠着阵法之力 早就被灭族了 哼 这时 有异兽建议道 人族虽然智慧 不及我异兽一族 但也不可小觑 大统领大人 我建议 现在就进攻人族基地 给他们来个两面开花 让他们疲于应付 而无法增援严军部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吃掉野外的 两只人族大军了 龙青兰文言 心中一动 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哈哈笑道 先生之言 大善 他指示前方 挥尺方求 下链 总攻 是 众异兽将军 领命下去了 异兽即将发动总攻 动静极大 自然瞒不住人族的 情报部人员 当消息传回去的时候 阁老等人露出意外之色 具体情报他们不清楚 但异兽发动总攻的事情 却无论如何也瞒不住 有人担忧道 不好 淋浴跟着严军走了 没了远距光环 恐怕又要陷入被动啊 剑枯抚摸着手中的枯剑 冷哼道 他们不来则已 来则斩之 众人文言 嘴角都抽出了一下 这是打仗 不是成英雄的时候 便是 你是九阶强者 面对大军围攻 也总会有能量耗尽的一刻 一旦能量耗尽 又陷入乱军包围中 几乎必死无疑 这时 一声纷纷说道 只能如此了 此时 在基地的数十里外 仁族和异兽大军 战斗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异兽大军果然发挥了军团的优势 仁族的力量凝聚 不到一起 被异兽大军压着打 即便是严军也受了轻伤 他对面站着一只猎咽虎 这也是异兽贵族之一 和寒冰狗一族差不多 但却比寒冰狗族长 还要强大一些 而眼前的这只猎咽虎 更是猎咽虎中最强者 严军面对这等强者 犹如当初面对寒冰狗族长一般 甚至让他更加忌惮 好 人族你投降吧 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奴隶 而不将你当作食物吃掉 猎咽虎大吼一声 身体周围浮现一道道三色火焰 这三种火焰十分奇特 紫色的攻击灵魂 黄色的燃烧肉体 白色的则冻结一切 紫色的火焰名叫世俗之炎 能灼烧灵魂 令人烦恼从生 生出心魔 黄色的火焰名叫虚无之炎 能燃烧人的肉体 令人陷入烈火之口 肉身化为虚无 白色的名叫幽明之炎 能冻结一切 令灵魂与肉体 都陷入死寂之中 三色火焰交缠在一起 犹如一道道三色的彩虹 照亮了虚空 见到这三色火焰 严军脸色微微变化 他号称严军 那是因为他的天赋是火之帝君 他自信在人族中 在火焰上的造诣 他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但是 这三色火焰攻击过来 他感受到了强大的威胁 几手啊 烈焰虎见严军面色凝重 鸡笑道 人族 此乃我族压相抵绝界 你挡不住的 投降吧 否则我这火焰 可要让你化作虚无了 灵魂远远躲在一边 望着这两个对峙的高手 突然 严军动了 他举起手臂 掌心浮现一道 略带阴火的淡黄色火焰 这火焰很小 只有小小的一朵 远远看去 仿佛一道火柴燃起的小火苗 烈焰虎见状 讥讽道 就你这火焰 给我提鞋都不配 他吼叫一声 三种火焰便划破虚空 攻向严军 严军见状 也将造火扔了过去 一方是铺天盖地 仿佛能遮蔽苍穹的三色火焰 另一边则是一朵小小的 带着烟火气息的造火 两者从外形上看 一个天一个地 哄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两者相撞在了一起 烈焰虎大吼一声 紫色紫色火焰 朝着严军本人烧去 而白色火焰 则遇冻结造火 然而 下一刻 现场上一切 令他脸色大变 不可能 他大吼一声不可能 但已经晚了 造火中大发神威 直接吞噬了白色火焰 幽冥之言 吞噬之后 猛地创高了半厘米 然后朝着另外两道火焰冲去 烈焰虎脸色大变 他能感受到对方的火焰 竟将他的火焰吃了 而且还能从中感受到生灵念头 这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好 人族 你让我认真起来了 三言合一 随着他一声令下 重新出现了一道白色火焰 然后白色火焰 与另外两道火焰 一起融合成了一种火焰 紫色 黄色 白色 三种颜色的火焰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漆黑的颜色 漆黑色火焰 悬浮在天空中 令人不寒而立 一眼望去 这黑色火焰仿佛来自地狱 能灼烧一切 又能冻结一切 令人心中寒冷又烦躁 奇特无比 严君见状 心中微惊 手中再次捏住一道灶火 打算随时放出去 人类 此乃破灭之炎 能破坏一切 死在这道火焰之下 你就安息吧 他大吼一声 释放破灭之炎 严君也不甘示弱 再次释放出一道灶火 两道灶火融合在一起 轰然撞向破灭之炎 破灭之炎 不愧是三种火焰融合在一起的 刚刚与灶火接触 就令严君脸色大变 因为他能感到这种火焰 具有极高的温度和穿透力 而且还能灼烧灵魂 灶火中蕴含着万民之炎 此时竟在破灭之炎的灶烧下 逐渐失去了神性 眼见灶火就要破灭 严君心中变得焦急了起来 不好 万民之炎灭了 没了万民之炎的灶火 就是一朵普通火焰 在破灭之炎的攻击下 顷刻间就熄灭了 严君见状 释放一道火墙阻挡 连忙后退数百米 哈哈 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死吧 烈焰虎哈哈大笑着 他知道 严君在人族中地位不低 若他杀了严君 那就是大功一剑 此时 他仿佛看到了 严君倒在血泊中的模样 一想到这里 他就抑制不住的狂笑 死吧 人类 破灭之炎 轻松突破火墙的阻碍 眼见就要降临到严君的身上 突然 一变突生 风云出现 笼罩四野 巨大飓风旋转着 吹跑了破灭之炎 失去了视野的烈焰虎 脸色微变 连忙冲进了云雾之中 但无论怎么寻找 都找不到严君的身影 吼 人类 你逃不掉 今日我便杀光你的族人 看你出现不出现 烈焰虎庞大的身躯 燃烧起炙热的虚无之炎 一声吼叫便冲向了战场 他要杀光人族 逼迫严君现身 此时 在一座小山后面 严君喘着粗气 而在他前方 则飞行着一只圈 多亏你的即时出现 否则我就必须要用那个技能了 严君感激道 天鹊立明一声 说道 大人 您不用感激我 是主人让我前来支援您的 严君还是感激道 替我感谢御者 我欠他一个人情 不过你既然来了 那便随我去战场 我今日便是折损兽员 也要斩了这烈焰虎 他感受到了耻辱 这是他作为严君的耻辱 在火焰造诣上 他自认第一 却没想到一只烈焰虎 就让他陷入困境 一想起那三色火焰 融合而形成的黑色破灭之言 他心就一沉 一人一兽 走的不是一条火焰之路 但这一次 他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不少 这一战若是能胜 他感觉能更进一步 天鹊说道 大人 我给您加持风的力量 严君笑道 好 风筑火势 火界风势 此乃绝配 走 严君飞上天空 朝着战场飞去 此时 随着严君的退去 战场上变得一边倒了 烈焰虎加入之后 人族这边陷入了烈势 不过 在战场的角落上 一群淋浴的分身 却表现得十分抢眼 他们一个个横扫无敌 所有异兽碰到他们 都逃不了好 轻则重伤 重则死亡 便是一只九阶异兽 在淋浴分身为攻下 结局也是受伤逃顿 其他地方都是烈士 唯一的优势在这里 于是 这里就吸引了大量异兽的注意力 烈焰虎也注意到了这边 他冷哼一声杀了过去 而狼们 杀了他们 誓约 异兽冲来 迎接他们的 首先就是一颗颗黑色的月亮 见到这些黑月 烈焰虎瞳孔微缩 原来是你们 偷了寒冰狗一族的秘籍 给我杀了他们 好 随着一声令下 大量的异兽 朝着淋浴的分身攻去 而淋浴本体 则藏在远处的一座山上 从那里眺望这里 可以将一切看得清楚 他心中微动 默念叨 释放上骨佛腿 异兽冲了进来 数量仿佛无穷无尽 而且都是高阶异兽 其中还有一只九阶的异兽 烈焰虎也站在后面 虎视眈眈 人足 死吧 那只九阶的异兽 大吼一声 吐出一道雷球 然而 下一刻他呆住了 在场的所有异兽都呆住了 只见淋浴的分身身上 都亮起了强烈的金光 这光芒不仅十分明亮 而且能安抚人心 令人烦恼消除 心中一片平静 不少人和兽 被这光芒一照 都下意识露出了此乡的微笑 上骨佛腿 随着一声大喝 金光内敛 一个个分身的双腿 都变得金灿灿的 他们齐齐抬腿 以一个十分标准的横扫姿势 踢了过去 上骨佛腿第一是 观音彩莲 两千个分身面露慈悲 齐齐抬腿 突然 金光浮现 一朵朵金色的莲花 从虚空中浮现而出 他们跟着在虚空中 一个个莲花从含苞带放 突然纷纷绽放开来 他们呈现金色 蕴含着蓬布的生机 但连半又给人一种 坚硬无比的感觉 仿佛能切断一切 绕着他们 这一异象 顿时吸引了 所有人和兽的注意和震惊 这是什么技能 技能出现这么大的异象 我好像在哪里 见过这个技能的介绍 我知道了 这是菩提佛界的 上古佛腿武技 战功商店有卖的 但太贵了 没想到竟被灵域买了 卧槽 我也想起来了 这可是售价一千战功万 真有钱 你们看 异兽要遭殃了 果然 随着灵域分身冲入异兽大军 无数莲花相伴 纷纷化作收割生命的金莲武器 而分身们一脚踢出去 便是一片莲花飞舞 这时 一个巴结异兽愤怒道 人类 你真是找死 不管你花样多少 今日必死无疑 这是一只形似蛇的异兽 庞大的身躯 能遮蔽苍穹 令人骇然 然而 下一刻 迎接他的 却是无穷莲花 还有金光佛脚 蛇形异兽大喝一声 万蛇之欲 顿时 凭空出现一只小蛇 朝着灵域分身冲去 灵域笑了笑 然后连伴散开 一眼望去 竟是连伴的海洋 而分身们也纷纷冲了上去 金色的双腿亮起光芒 一朝一世都带着莫大的威力 近战之下 异兽纷纭与命 而那无数冲过来的小蛇 则被连伴切割撕碎 化作能量消散一空 那只巨蛇大惊失色 正要逃跑 突然抬头看去 却见一只只金色的佛腿落下 劈落 哄 他庞大的身躯 被肆意蹂躏 在佛脚的击打下 呼 林玉松了口气 终于杀了这只怪物 虽然分身不累 但他其实还是挺担忧的 看来这上古佛腿的威力 还真不错啊 这个技能是一种武技 蕴含着四大杀招 最后一招最强大 他目前只掌握了三招 不仅如此 学会了这个技能 他的近战能力猛增 使用上古佛腿之后 一双长腿包裹着金色的能量 已经堪比八阶兵器 一脚下去 众弱万军等闲强者 难以抵抗 杀了白灵巨蟒 顿时引起了异兽一方的轰动 不少九阶异兽 都露出愤怒之色 人类 你们找死 猎焰虎越重而出 面露怒涩 他一出现 异兽一方顿时士气高涨 而林玉却暗暗吃惊 虚无之言 去死吧 他念头一动 一道黄色火焰携带着强大的 是 朝着分身冲去 速速撤离 周围的人类知道他们 是林玉的分身 并不担心林玉安危 一个个咬牙撤退 虚迷佛步 下一刻 所有分身在虚无之言来临之前 使出了第三试 顿时 空间仿佛缩小了 分身们一步跨出 实际上却移动了千米之巨 又是一步跨出 消失在众人眼前 这一幕落在异兽眼中 一个个露出震惊之色 这难道是空间能力 有异兽惊讶到 空间能力 不管是人族也好 异兽也罢 都是十分稀有的能力 有异兽摇头道 很像 这似乎是折叠空间的技巧 烈焰虎脸色通红 他周身烈焰沸腾 寻找着分身的踪迹 人类 你们逃不了 今日我便杀光他们 他俯瞰下方 数十万人族映入眼帘 幽冥之言 他张开大口 吐出一朵朵白色火焰 火焰刚刚出现 空气都被冻住了 化作一颗颗冰晶速速落下 仿佛双雪天降 幽冥之言 拥有冻结一切的力量 刚刚出现 便带给人们巨大的威胁感 不少人想要阻挡 但无一例外 就连能量都被冻住了 完蛋了 这只虎兽太强了 一个个技能放出去 顷刻间就被冻结在空中 不少人露出了绝望之色 灵狱远远看着这边 叹息一声 哎 可惜了 他转身使用却步 朝着更远处退去 而同时他命令分身释放自爆 燃烧最后的光与热 分身们接到命令 刚刚想要施展自爆 一便突生 风云笼罩四野 遮蔽了所有的视野 飓风接天连地 吹散了白色火焰 救了所有人 而烈焰虎刺散了四周的白色火焰 烈焰虎见状 不惊反喜 人类 你终于出现了 不枉我做的这场戏 他兴奋地咆哮 为自己做的这一切而得意 严君冷笑道 你的确很强 但我不是没有法子杀了你 今日便斩了你 烈焰虎哈哈大笑 咆哮一声 身边立即聚拢来三只九戒一兽 他挥着天鹊吃笑道 就凭借你身边那只雀 可笑 你们三个去杀了那雀 是 而烈焰虎则攻向了严君 严君没有后退 而是闭上了眼睛 这一幕落在不少眼中 都不明所以 担忧地看着他 严君大人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不躲避啊 急死个人 那虎兽攻击过来了呀 严君大人 您快醒醒啊 严君闭上了眼睛 仿佛是放弃了挣扎 但这一幕落在烈焰虎眼里 却让他心中愁愁了起来 他本来攻向严君的身体 在快要靠近严君的时候 突然侧转身子 绕过了严君 他看向严君 见对方仍然没有睁开双眼的 心中越来越古怪 难道这个人类 已经放弃反抗了 烈焰虎心中疑惑道 不远处 严遇见严君回来了 也就命令分身不用自爆了 于是 这些分身转身远去 冲入了异兽大军之中 剑气 誓愿 上骨伏腿 一个个强大的技能释放出去 顿时肃清了数万的异兽 不好了 人类又来了 噗妈的 为什么他们明明只有七阶 连我这个八阶异兽都不是对手 他们都是人类中的天才 每一个都比寻常的七阶人类 强大数倍 快跑 他们又来了 即便异兽大军很多 足有七八十万 但这边缘战场 却只有十来万异兽 而且异兽也是会怕死的 但反制淋浴的分身 却不顾生死 俗话说 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冷的 冷的怕不要命的 当一群不要命的人类 面对一群愤怒的异兽的时候 结果不言而喻 异兽完败 再加上为了杀死严君 异兽大军中的九阶异兽 都被命令攻击天鹊去了 这样一来 大军之中便没了九阶异兽 九阶异兽不在 分身几乎可以成亡了 不要命的释放技能 剑气横扫而过 便是一片异兽失手分离 视月凌空 黑光照耀之处 死伤一片 然后分身冲入异兽军中 双脚踢出 片片连半 如同锋利的刀子 斩杀一片 叮 你击杀火地龙 七阶 升级点加2000 叮 你击杀四十螳螂 八阶 升级点加8000 叮 你击杀 一道道系统的提示音 在脑海中响起 看了眼升级点 灵域激动到 快要攒够了 他望着收割异兽生命的分身 不得不感慨战争才是 获取升级点最快的方式 此时 两千个分身已经分散开来 追着那些逃跑的异兽斩杀 这边动静很大 很快就有冒险者 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连忙聚集到分身身边 灵域也来者不拒 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立鸣 烈 天鹊一声鸣叫 被一只九戒一兽 一蹄子踩在背上 掉落在地上 高端战场失利 不少九戒冒险者前去支援 救了天鹊 灵域见状 突然看向了烈焰虎 若能将烈焰虎杀死 这一仗必赢 然后他又看向严君 发现严君仍闭着眼睛 似乎在酝酿什么绝技 突然 他看到严君的眼皮微动 似乎就要醒来 而且严君手中凝聚出了一点点心火 不细看 根本看不出来 难道 灵域心中一动 命令到 自爆 目标烈焰虎 分身接到命令 纷纷点头 不再追杀异兽大军 而是调转枪头 朝着烈焰虎冲去 上股佛腿 第三是 须弥佛步 一步跨出 便是千米距离 三步之后 便出现在了烈焰虎的背后 烈焰虎微微一震 见到是灵域的分身之后 顿时大喜过望 他正愁追不上分身呢 这下好了 直接送上门了 找死 口喷烈焰 以极快的速度 攻击分身而去 然而 下一刻 他呆住了 只见这些人类 竟愤出一百个分身 主动扑上了火焰 火焰遇到了燃烧物 便迅速燃烧着 而其余分身却绕了过去 一步跨出 便围困了上来 区区七阶人族 何俱之 烈焰虎不懈地讥讽笑着 他看不起七阶人族 即使你们有空间技能 那又如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直老虎 然而 下一刻他就惊住了 只见这些人类 缠了上来 而且刚刚靠近过来 就轰隆一声自爆开来 自爆不停出现 轰隆声不停响起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身为生灵 为什么要自爆 难道活着不好吗 疯子 疯子 他疯狂吼叫着 释放一道道幽民之言 冻结周遭的一切 但是一千多个 七阶分身的自爆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抵抗的 轰隆咚 又是数道自爆声响起 他躲闪不及 被炸伤了背部 虽然只是轻伤 但也让他大惊失色 严君前辈 快杀他 凌玉的声音 在严君耳边响起 他睁开双眼 正好见到一个凌玉的分身 在身旁说道 严君闻言 轻轻点点头 手掌翻开 一朵带着烟火器的灶火 浮现在掌心 此时 自爆声还在响起 凌玉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火 好神秘的感觉 严君微微一笑道 此乃灶神星火 蕴含万民之念 以及造神之力 造神 凌玉微微一震 旋即想起了那个男人 是他吗 这个世界是平行世界 神话传说也类似 只是这造神是真的存在 还是神话传说 杜撞而出的 他不得而知 严君笑道 这星火之力 想必你也清楚的 凌玉点点头 他也会星火 不过等阶不高 现在也才六阶星火 但是他的星火 只是纯粹能伤害灵魂的火焰 不像严君的星火 蕴含万民之念 突然 严君手臂轻轻一挥 轻喝一声 去 下一刻 造神星火 朝着陷入自爆之中 烈焰虎飞去 此时 烈焰虎身陷自爆之中 一道道自爆 将他团团包围 短时间内逃不出去 疯子 人类真是疯子 你们这个种族 就不该存在 死啊 烈焰虎被袭扰得不堪其扰 毛发被烧得焦一块黑一块的 就连眼睛都有些模糊了 他频频释放技能 但自爆威力和范围实在太大 便是他也消耗大量的能量 才能挡住 终于 体内能量消耗了一大半 自爆声也终于结束了 呼 终于结束了 你们真是太傻了 死了两千个天才 我也只是轻伤而已 然而 下一刻 他脸色巨变 他连忙转身看去 突然一道带着烟火气的造神星火 迎面撞了上来 造神星火刚刚出现 便带着一丝丝万明念力 镇压住了他的灵魂 他感觉自己竟无法动弹了 而且耳边不停响起各种声音 眼前也开始浮现 一幕幕农家做饭的场景 不好 他连忙释放破灭之言 哄 破灭之言刚刚出现 就一动不动地熄灭了 突然 星火落在了身上 不一会儿 烈焰虎瞳孔张大 眼神涣散 灵魂受到重创 眼见是活不成了 灵欲见状 连忙说道 严君前辈 让我来杀了他 严君点点头道 那就交给你了 然后他转身朝着后面走去 没走一步 头发就白了一丝 等走了百步之后 他已经变成了中年人模样 他抬头望着天空 叹息道 损耗百年寿元 不知值不值得 哼哼 而灵欲分身 也一剑斩杀了烈焰虎 定 你击杀烈焰虎 九阶 升级点加89000 啪哒一声 一颗金石落在了地上 灵欲微微一正 捡了起来 扭头看向了严君的方向 他竟老了这么多 他低头看了眼金石 心中挣扎 咬着牙追向严君 前辈 这是您的战利品 说吧 将金石递给了严君 严君接住金石 微微一正 笑道 你小子还挺有原则 这烈焰虎的技能金石 与我有大用 我就确之不公了 我听说你喜欢炼丹 那这丹方便送给你了 光芒一闪 一卷丹方出现在他的手里 然后递给灵欲 灵欲接住丹方 打开看了一眼 顿时惊讶道 竟是这个丹方 我寻了好久 多谢前辈 灵欲看着手中的丹方 心中激动 因为这丹方 正是他寻找许久 都没有寻到的丹方 他曾在战功商店 购买过一种丹药 名叫金刚铁骨丹 他至今还记得 金刚铁骨丹的作用 金刚铁骨丹 一接丹药 服用此丹 有几率形成金刚铁骨 限制一接以上服用 注意 一接金刚铁骨丹 几率极低 后来他又发布了一个全国任务 才花了不小的代价 从一个老者手中 收购到丹药的丹方 这金刚铁骨丹 让他获利不菲 而且也让他成功拥有了金刚铁骨 增强了骨骼的强度 再加上他服用过魂珠 灵魂更加强大 又吞噬过血肉丹 体魄更加强大 各种基础属性叠加在一起 他起码比同等级的天才 强大了一倍还多 而眼中正是金刚铜骨丹丹丹方 属于金刚铁骨丹的进阶丹药 只要服用 就有机率形成进阶骨骼体质 金刚铜骨 严君见凌玉激动的模样 笑道 这丹方也是我最近从一个友人那里得到的 他得到这丹方之后 研究了数年 总是不得要领 炼制不出丹药 你小子是个天才 希望你能成功吧 灵玉闻言 愕然地看着他 感情您给了我一个 不一定能炼制成功的丹方 您这是不是太敷衍了 严君哈哈大笑道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这个丹方价值连成 甚至新币都买不到 不比这枚技能金石差多少 而且 这不是假的丹方 这一点我可以打包票 那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炼丹宗师都炼制不了 我怎么能成功啊 灵玉故作谦虚地说着 但其实自信心满满 严君呵呵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若你小子都成功不了 那就没人能成功了 哈哈 谢谢您这么赏识我 不过我会努力的 加油 练成了记得送我几颗 放心吧 一定 两人聊天的功夫 战场上的异兽 已经四散奔逃了 灵玉见状 盲大叫道 聂畜 休逃 然后 灵玉立即释放分身 命令他们追杀异兽而去 严君又见到一群灵玉的分身 再次生龙火虎地出现 嘴角微微抽搐 两久 他叹息道 这小子真是变态啊 感慨一阵 他环视四周 看向了那些九阶异兽 手掌一番 一把长枪出现在手中 踢着长枪便追杀而去 聂畜 那命来 云雀伤痕累累 连忙大喊道 严君大人 待我一程 我要报仇雪恨 大战在起 天色渐渐亮了 太阳升到了中天 地上 一具具尸体躺横沉 无数凶兽闻到血腥 聚拢而来 淋浴不禁反喜 分身冲上去 一阵斩杀 等凶兽被杀得差不多了 现场变得一片寂静 无数人看着 躺在地上的同伴 无声痛哭 尽管见惯了生死 但见到昨日谈笑丰盛的同伴 现在却躺在了地上的模样 吐死狐悲 心中悲泣 这一刻 死人和活人都一声不吭 沉默两不语 死亡 是死人的沉默 活着 是活人的寂寞 严君哀叹道 逝者已已 生者继续 将它们烧成骨灰吧 带着骨灰回家 是 火焰四起 无数同伴的躯体 被烧成了骨灰 凌玉悄悄回来了 他隐藏在分身中 没人能看出 哪一个才是他 他看着四周堆积如山的 异兽尸体 心中一动 这时 严君走了过来 问道 你小子有什么想法 严君也看不出 哪个是本体 但经过他这么长时间的研究 他知道 本体一定能共享分身视野的 果然 他一说话 身边原本呆滞的分身 立即变得灵动了起来 凌玉指着远处的异兽尸体 说道 这些尸体直接放在这里 太过浪费 我想炼制成血肉丹 血肉丹能永久增加体质和力量 在人族中 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个丹方 属于独一份的 听到凌玉要炼制血肉丹 他微微一正 旋即便笑道 去做吧 凌玉闻言 兴奋到 多谢严君前辈的成全 其实 如果他炼制丹药 这些尸体最终会落在凶兽的口中 当然如果打退了异兽 这些尸体还会有其他用途 可能用来炼丹 炼器 制服等等 人族是一个超凡与科技结合的文明 对于资源的利用堪称变态 异兽的每一寸都会被利用 绝对不存在浪费一说 这就是拥有科技文明的结果 能极大的辅助超凡文明 两者结合的文明 天生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凌玉兴奋地跑到异兽尸体前 使用虚空炼丹诀 顿时 一个个丹炉出现 然后无数异兽的尸体 投入丹炉之中 再以丹火炼制 轰咆咆 轰咆咆 巨大的声音 顿时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众人纷纷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看向了凌玉 顿时一惊 有人大声呼叫道 凌玉又在炼丹了 他这是在炼制血肉丹吧 应该是血肉丹 但是血肉 丹 咱们也吃不了啊 现在他才是二阶炼丹师 等他到了六阶炼丹师 希望我能吃到六阶血肉丹吧 血肉丹有等阶限制 而他们的实力 普遍在五阶以上 这二阶血肉丹 对他们没什么作用 不过 不妨许多人期待着 凌玉进阶到七阶炼丹师 突然 一声声巨响传来 当 丹炉打开 一粒粒血红色的丹药 躺在里边 凌玉使用引丹诀 将丹药全部引出来 堆放在一边 几千个分身一起炼制 速度极快 很快就有数个丹药小山堆在一起 显得十分壮观 不少人见到这一幕 都惊呆了 卧槽 他这炼丹速度 堪比流水线啊 流水线又炼不了丹 以后凌玉怕是要成为炼丹业的巨头了 你要有这么多分身 你也是巨头 羡慕死我了 围观众人 没有人心里是不酸的 不少人心中暗暗记下 以后只有要分身类的天赋金石 倾家荡产也要买下 凌玉的效率极高 战场上的异兽尸体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突然 凌玉心中大喜 虚空炼丹诀 最不可能成为高阶炼丹师 凌玉经过大量的炼丹石操 终于突破到了三阶炼丹师 看着四周无数的异兽尸体 他大手一挥 分身们纷纷开始炼制新的血肉丹 炼丹开始 众人看着越来越有劲的他 一个个不明所以 当再次开炉之后 他们顿时明白了 太牛了吧 这么快就突破到了三阶炼丹师 他的天赋简直变态 是我见到的人里面最牛的 果然 坊间传言凌玉的分身能加速学习 看来没有错 他这是不是太变态了 你管人家干嘛 我们人族都要面临生死存亡了 还管这些 况且凌玉越强 对我们越有利 说的没错 以后我希望凌玉能掌握更多的弹药 这样我们也能跟着变强了 不少人羡慕之余 也想到了自身 凌玉的强大有目共睹 天赋更是无人能够比拟 这种人物 或许又是下一个剑神 而且他还是剑神的学生 以剑神前辈的品德 凌玉一定也是一个 为了守护人族 而奉献一生的圣人吧 他们期待着 看凌玉的眼神都变得崇拜了 这时 开炉之后 一枚枚三阶血肉丹堆积在地上 凌玉看着满地的血肉丹 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笑了笑 虽然很累 却成就感十足 突然严军表情变了 集合 扶妖子那边要打起来了 他大喝一声 变得严肃起来 凌玉连忙放下了炼丹的动作 然后只听严军说道 诸位 现在就出发 凌玉闻言 看了眼堆成几座小山一般的丹药 命令分身 各自抓了几把三阶血肉丹 便带着分身跟了上去 其他冒险者见状 眼睛一亮 纷纷有样学样 一人抓上几把血肉丹 然后才跟上大部队而去 等大部队离开这里之后 那几座小山一般的血肉丹 已经被他们抓空了 凌玉苦笑一声 故意大声抱怨道 我苦苦炼制的丹药 结果倒是便宜了你们 众人闻言 哈哈大笑道 这对你来说 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至尊饭钱啊 一定 一定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群人 嘻嘻哈哈开玩笑的 哼 那还是算了 我可不想被你们害了 凌玉打趣道 众人一阵打趣闲聊 没过多久 至尊学院便遥遥渴望 此时 至尊学院之前 无数异兽围在学院之前 而以扶摇子为首的人类 则站在学院中 看着外面的异兽大军 大师兄一脸凝重地看着 哎 我刚刚突破到了八阶境界 这群九阶异兽就过来了 我是真没那个装兵命啊 大师兄叹息了一声 回到了阵法中心处 学院院子里 扶摇子望着外面 诸位 准备好大战 严军刚刚传来消息 我足大胜 稍后 我们两面夹击 异兽必然大败 众人闻言 士气大振 而在学院外面的异兽大军中 一只金色的猿猴 手持铁棍 站在最前方 喝道 进攻 好 好 好 异兽仰天咆哮 纷纷朝着至尊学院杀去 在他们看来 这区区一个学院 防御力不可能很强 只要他们一起攻击 请客间就能攻破学院的阵法 扶摇子见状大惊 喝道 诸位 准备好拦截 遵命 众人手中准备着各种技能 随时准备拦截异兽的攻击 连中央基地都不敢 让异兽随意进攻 在他们看来 至尊学院的护院大阵 不可能比基地的大阵还要强大 然而 下一刻 所有人都惊呆了 只听一道机械的声音 在众人耳边响起 然后 整个学院都亮起了血红色的光芒 下一刻 一道智能系统的声音 响彻虚空 传入众人耳中 遭遇超量打击 激活屠戮之力 嗡 一声轻响 红光漫天 然后 学院上空出现了一道虚幻的影子 这道影子刚刚出现 众人都惊呼出声 这是剑神前辈 不对 这不是真身 这是一道能量虚影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一道力量遗留 你们看 他出手了 只见剑神虚影 哼 一道血红色的剑影 从虚空中凝聚而出 被剑神虚影握在剑柄处 剑神血红 仿佛鲜血凝固造就 他轻轻低头 俯瞰下方异兽大军 仿佛吃笑了一声 蹭 屠戮剑被从虚空中拔出 然后嘛 他舞动手臂 一剑挥舞而去 顿时 半个天空都被血红色淹没了 下方异兽大军大惊失色 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望着眼前的一幕 那个领头的晶圆剑状 更是惊掉了下巴 不可能 这是神的领域啊 怎么可能一道力量一流 就能发挥出这般力量 这时 他旁边的一只狐狸 说道 将军 不可立敌啊 暂退 晶圆咬着牙 心中不甘 但还是点点头道 退 命令刚刚下达 却已经晚了 红色遮天血光 轰然降落 笼罩在异兽大军身上 顿时 他们眼前的一切都变了 刚刚的景色消失 取而代之的一片地狱般的场景 剑神虚影不知何时出现 他轻贺一声 指了指远处 杀了他们 哄 下一刻 无数亡魂犹如锁命的厉鬼 冲了过去 晶圆大惊 连忙抵抗 他杀死无数怨魂 但仿佛没有任何作用 无数的怨魂仍然冲过来 不管他们杀了多少 都不见怨魂减少分毫 这一刻 他们慌了 晶圆望着剑神虚影大喊道 你到底杀了多少生灵 剑神虚影并没有自我意识 不可能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轻轻低头 手指缓缓抬起 停至片刻 顿时一道剑气 从指尖迸射而出 刺 晶圆奋力抵抗 但毫无作用 扑斥一声被刺穿在地 怎么会这么强啊 临死前 他睁大了眼睛 仍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你 快要成神了 说完这句话 他眼神涣散 倒地不起 一命呜呼了 无数怨魂冲向异兽大军 晶圆手当骑冲死亡 其他异兽纷纷抵抗 但终究不敌 死伤惨重 不过 好在这领域维持时间不长 突然 眼前的怨魂消失了 剑神虚影 眉头一皱 他毕竟只是一道力量虚影 还无法长时间维持领域 回到现实世界的众多异兽 一个个心有余悸 刚刚的一幕太过震撼 也太过吓人了 差点就命丧当场 不管是异兽还是人族 都站在原地 久久不动 他们望着那剑神虚影 见对方面无表情 一双眼睛默视一切 仿佛九天之上的神灵 俯瞰人间 异兽心中震撼 然后是恐惧 无穷无尽的恐惧 袭上心头 令他们手脚颤抖 士气大跌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么厉害 人族难道也有神灵 不好 我们打不过他们 快逃啊 金元将军死了 大家快逃啊 别跑啊 为金元将军报仇啊 逃啊 恐惧袭上心头 不是所有异兽 都有继续作战的勇气的 顿时八成的异兽都退缩了 随着有异兽大喊逃啊 他们心中最后一根紧绷着的弦断了 一个个朝着后方退去 然后转身飞速逃离 每个异兽都各使手段 恨不得在屁股后面插上两颗火箭 轰隆隆 地面震动 天空也不满逃离的异兽 剑神虚影站在虚空中 手中长剑轻轻挥舞过去 顿时一大群异兽死于非命 而他也变得更加虚幻了一些 异兽在逃跑 人族这边仍然处于震撼之中 首先震撼的就是扶摇子 他与剑神乃是至交好友 十分了解彼此 他知道不如剑神 而且剑神一直是 他们几个人中最强的 但没想到 这么多年镇守归虚之下 他竟然变得更加强了 甚至令他难以忘其向背的程度 震撼 意外 紧接着是欣慰 他哈哈大笑道 你这家伙真不厚道 变得这么强了 也不请客吃饭 收拾好情绪之后 他望向奔逃的异兽大军 双眼猛地睁开 口中大喝一声 虚空静转 话音刚刚落下 方圆千米的空间都微微一荡 紧接着便如同镜子一般 出现了倒影 有人伸手去触摸 突然发现 整个虚空都被禁锢住了 而远处正在逃跑的异兽大军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眼前是镜子一般的虚空 能倒影出他们的模样 但是虚空变成了一面镜子 阻挡住了前路 有一兽不信邪 想要打破这面镜子 但突然镜子里走出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他 好 你是谁 为何与我一模一样 异兽大惊 从镜子走出的异兽 与这名异兽是镜像关系 并没有智慧 但见到本体之后 宁笑一声朝着本体杀去 同样的一幕 频频出现着 顿时 异兽大军与镜像大军战斗了起来 双方战力差不多 因此打得十分激烈 而站在至尊学院的扶摇子 远远望着这一幕 也微微喘着粗气 心中暗道 这技能虽强 但负担太大了 只能维持三分钟 旁人一个个刚刚从 剑神虚影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又被扶摇子的技能震撼到了 好强啊 这就是扶摇子大人的实力吗 以前从没见过他老人家出手 没想到 竟然如此强大 这就是掌握了空间力量的扶摇子大人 竟还能制造镜像分身 不可思议 众人议润声响起 传入扶摇子耳中 扶摇子苦笑一声 他这技能确实强大 但又不是无敌的 首先 这技能复制越高级的存在 所需要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其次维持时间不长 他释放这个技能 足足让他体内能量消耗了十分之九 而且还只能维持三分钟 看起来强大 但负担也非常重 属于底牌类技能 不能在常规情况下使用 时间缓慢流淌 三分钟很快过去 异兽大军在镜像分身的攻击下 已经乱套了 不少异兽一个不注意 就被镜像杀了 三分钟时间 异兽就减缘了三分之一 三分钟一到 镜像分身纷纷消失不见 而阻挡在前面的虚空阻碍 也消失不见 他们消失了 快逃 异兽大军纷纷四散逃离 扶摇子健壮也喊道 全军出击追杀异兽 是 众人族一个个摩拳擦掌 心中激动万分 这可都是行走的战功啊 而且还是追杀 等于是白送的战功 谁不行动 众人冲了出去 而且扶摇子一方的大军 都是职业军人组成 因此秩序极好 效率也很高 分成数百个小分队 彼此配合着追杀过去 他们刚刚冲出不远 突然前方响起了 震天的喊沙声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不少人问道 事后连忙说道 好消息 是严军大人的支援 他们截住了异兽的退路 正和异兽站在一起 不少人闻言 没有高兴 反而交集道 放屁 这是哪门子好消息 快追上去 否则这战功都成人家的了 众人暗暗鄙夷 你这家伙 真是没有一点大居观 虽然心里鄙夷 但面对唾手可得的战功 众人动作却出奇的一致 兄弟们 别害怕 我们帮你们来了 众人举起武器 把腿就追了上去 一个个恨不得多长两双腿 跑得那叫一个快啊 杀呀 聂处 休逃 纳命来 一个个兴奋地杀过去 心脏都比平时跳快了三分 等他们追上异兽之后 远处的严军大军 正和异兽大军交着 异兽大军虽然损失惨重 但严军大军也损失惨重啊 于是双方大战在一起 就成了菜鸡护卓 谁也奈何不了谁 若不是异兽着急逃跑 严军这些疲惫之师 还真不一定挡得住他们 等扶妖子这边的大军到了之后 情况顿时逆转 无数异兽吼叫着 逼退严军大军 不顾受伤 朝着远处跑去 好 人族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们给我死啊 异兽拼命反扑 不少异兽逃出了包围圈 一个个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刚刚跑出去数千米 突然一个个愣在了原地 只见前面出现了数千人族 当见到只有两千个之后 他们露出了残忍的神情 区区七阶人族 找死 而狼们 杀了他们 好 杀 异兽冲了过去 而这些人族也冲了过来 当双方靠近了之后 突然响起一道道巨大的轰鸣声 自爆 轰咙咙 巨大的冲击波瞬间横扫而去 天地为之一暗 地面为之塌陷 空间为之震荡 声音为之寂静 见到这一幕 众多异兽一个个露出惊骇的神色 破口大骂着 疯子啊 真是个疯子 动不动就自爆 还能不能好好打仗了 你们人族就是低劣的种族 啊 我不要死 不好 爆炸威力太大了 我撑不住了 人类 我恨啊 哄 冲击波轰然扩散 方圆千米都在影响范围内 而身处爆炸中心的众多异兽 大多数都在第一时间陨落 只有那些八阶以上的异兽 才幸免于难 自爆来得太突然 也太出乎意料 以至于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防御 再加上自爆的人族太多 威力太大 他们匆忙地防御 效果不佳 若不是他们大意 这爆炸只能让他们轻伤 他们太大意了 只顾着逃跑 此时 他们伤痕累累 气喘吁吁 有的甚至缺胳膊少腿 受得伤不清 而躲在远处的淋浴 却笑得十分开心 因为这一波自爆 让他收获了大量的升级点 如果再来几波 他就能提升战力了 战场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感受着体内剩余不多的能量 他拿出一瓶恢复能量的丹药 一边嗑药 一边释放分身 一个个分身 不停在身边出现 当一瓶丹药吃完之后 再次凑齐了分身 等再次凑齐了分身之后 他命令道 去 自爆 分身们点了点头 朝着前方跑去 此时 那些幸存下来的一手 仍然心有余悸 刚刚自爆声太大 人族肯定会追上来 他们不敢停留 不顾伤势 疯狂逃跑 但是 下一刻 他们就待在了原地 怎么可能 迎接他们的是 又一次的自爆 这一次 他们虽然警惕着 但仍然没有做好准备 顿时一个个被自爆笼罩 轰 轰 轰 迎接他们的是又一次爆炸 这一次 他们没有那么幸运了 爆炸结束之后 剩余的异兽几乎死绝 就连仅剩的几只九戒异兽 也受了重伤 难以行动 凌玉嗑了点药 恢复了一点能量 连忙释放几个分身 让他们立即去杀了 没死的异兽 分身再次来到这里 当那几只没死的异兽 见到熟悉的面孔之后 一个个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 指着灵狱的分身 声音颤抖着 你们不是生灵 这是他们生前最后一句话 然后便进入了永恒的黑暗 丁 你击杀吉第三位狐 九阶 升级点加680000 丁 你击杀雷狼龙 九阶 升级点加700000 丁 你击杀了残经碧玉理 九阶 升级点加760000 三只九阶异兽 死于灵狱之手 若是被其他人知道 必然震惊无比 不过 这边的动静很大 瞒不住远处的人族大军 众人都看向这边 见到那熟悉的爆炸景象 一个个议论纷纷 灵狱又让分身自爆了 最不能招惹的就是他了 熟火药桶的 一点就炸 也不知那些异兽死了多少 他的分身毕竟才7阶 应该杀不死九阶和八阶的异兽 不过能杀死一部分 也算不错了 说得不错 毕竟才7阶 话音刚刚落下 灵狱的分身变回来了 不仅分身们重新加入了战场 还带回了三只九阶的异兽尸体 他们将三只九阶异兽尸体 随手扔在地上 仿佛扔垃圾一般的动作 刺激到了众人的心 然后看向了 正在和人族大战的异兽大军 那些说 灵狱杀不死九阶异兽的人 一个个遮住面容 尴尬不已 而灵狱望了过去 众异兽也回望了过来 这一看不要紧 一眼便看到了死亡的三只九阶将军 顿时一个个如坠冰枯 吓得手脚颤抖 啊 人族 你们欺我太甚啊 死啊 而狼们 逃不掉就自暴吧 自暴 同归于尽 不少异兽纷纷压缩体内能量 想要自暴同归于尽 人族这边也吓了一跳 有的慌忙后退 但下一刻 灵狱的分身出手了 射魂术 众分身使用射魂术 顿时一道道震慑灵魂的能量波动 扩散了出去 嗡 一声轻鸣响起 紧接着 众人和众兽都呆在了原地 恐惧 犹豫 希望 三种复杂的情绪 瞬间出现在心底 换魂术 又是一道魂术释放出去 那些异兽眼前出现了此生的愿望景象 顿时 一个个放弃了继续自暴的想法 含着笑 大笑着 这一幕 令人毛骨悚然 下一刻 无数剑气横扫过去 嗖嗖嗖 剑气刺空 如同剑雨落下 一个个异兽被刺在地上 动弹不得 然后剑气补了上去 对其斩杀 一只只异兽顿时命丧当场 而等人族大军反应过来的时候 凌玉已经杀了数万只异兽了 看着大量入战的升级点 凌玉忍住激动之心 再次冲了上去 而那些醒来的人族 见凌玉这般勇猛 也不甘示弱 纷纷冲杀过去 百万异兽大军 面对多出一倍 且士气高昂的人族 几乎没有太多反抗能力 便被斩杀当场 死亡 成了他们的归宿 这场围剿战 毫无悬念地 以人族胜利结束了 异兽大军败了 只有个别异兽逃了出去 人族众人 撑着疲惫的身躯 兴奋地搜刮着战利品 而凌玉开始命令 分身炼制血肉丹 同时也将一些龙类生灵 搜集过来 尝试着炼制龙血丹 以他目前的炼丹师等级 还不足以炼制龙血丹 但凌玉切而不舍 仍在不停努力着 先熟练一下 为以后炼制龙血丹打下基础 还有一些分身 则在研究金刚铜骨丹丹方 这种丹药 需要不少珍惜药草 凌玉打算研究好了 回基地再收购药草继续炼制 而炎君和扶妖子 则聚在一起 听着下方人员的汇报 两位大人 此战我方共损失46万余人 一兽一方损失近200万 我方缴获大量的资源 不说一兽尸体 就单单天赋金石就有十颗 还有上千颗技能金石 另外还有一枚空间戒指 请两位大人检查 扶妖子和炎君对视一眼 叹息道 此战而死的族人 记得抚恤好他们的家属 另外 将战利品封存 带回基地去 让格老来做决定吧 是 这一战胜利了 消息也很快传遍了四方 这一战 易兽偷击不成十把米 本想要偷袭人族 结果却陪了夫人又折兵 一招不慎 变成了个笑话 而人族这边 则陷入狂喜之中 格老接到消息之后 哈哈大笑 这易兽倒也有几分极致 可惜偷击不成十把米 成了笑话 在他看来 对方这绕道偷袭的计谋 属于阳谋 就正大光明引你出来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计谋 但是耐不住有用啊 可惜 他低估了剑神的力量 也忽略了灵域这个变量 赤羽站在一旁 双手抱在胸前 想起剑神的强大 惊叹道 剑神竟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格老望了他一眼 感同身受 当初他们三人 号称人族最强的三人 剑神攻击第一 他防御第一 而赤羽则既能最多最神秘 底牌层出不穷 他们是被公认的 最强三大人族强者 常被认为不分伯仲 是的 当年他们的实力 确实不分伯仲 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彼此之间 又隐藏了多少底牌 没人知道 而且 剑神又不同于他们两人 守护规序的剑神 每天都与凶兽厮杀 不管是低阶凶兽 还是九阶凶兽 死在他手里的 不计其数 击杀了这么多的凶兽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险 实力早已经悄悄超越了他们 只是他们一直不愿意相信 直到今天才凡然醒悟 一到剑神遗留的虚影 就能斩杀顶级九阶异兽 可想而知 他本体的强大之处 他们虽然也能做到 但却必须本体出马才行 赤羽说道 当初那异兽神灵 想要扩展空间通道 被剑神一箭逼退 我早就该想到的 没有神性的力量 怎么可能真伤害到神灵呢 神灵是凡人生命阶级的 但若泥土中隐藏了一粒粒钻石之沙 那么钻石也变得不再坚不可摧 同理 只有拥有神灵才拥有的神性力量 才能伤害到神灵 而剑神便已经拥有了这类力量 而且还让他遗留力量虚影中 也蕴含了这种力量 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有多么深不可测 甚至他们猜想 若不是世界规则不允许成神 剑神早已经成神 剑神也将变成真剑神 御者逗弄着白虎 呵呵笑道 剑神那家伙 不能以常理是之 咱们还是管好自己吧 神僧唱了一道佛号 阿弥陀佛 平僧认同御者的观点 为今之计 还是想法子击退异兽要紧 有人提议道 为何不把剑神阁下请来作证 他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一个个眼神不善地看着他 他一脸疑惑 甘大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才说道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众人正要说什么 被阁老压了下去 阁老望了望远方 叹息道 剑神击退了异兽神灵 但也身受重伤 如今正在闭关休养 就不要再提让剑神来支援的事了 他伤势好了 自然会来 没人比他更重视人足 那人文言 一脸羞愧 盲低头认错 不好意思 是我梦忘了 我认罚 御者摆摆手道 你这小子就该罚 就罚你去探查敌人消息吧 这人大喜道 多谢给我赎罪的机会 我这就去 然后他看向了阁老 阁老点了点头 他才朝着外边走去 这是一个年轻的九阶强者 只有五十多岁 在众人中间属于后辈 因此颇为拘谨 他离开之后 阁老说道 异兽小败了一场 必然会再生奸计 我们不能不防 御者 麻烦你去探查异兽的消息了 御者宁众点头 分内之事 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 他便召唤出数百只隐形的飞鸟 命令他们分散四地 探寻消息去了 不过这些并不能让他放心 他还有其他准备 这边刚刚安排好 空间微微一闪 一道虚空之门 出现在众人眼前 见到虚空之门 众人纷纷露出大喜之色 扶瑶子回来了 果然 过了一会儿 虚空之门稳定下来 人族大军缓缓走出 扶瑶子和颜军走在最前面 刚刚出现 就被御者给了一个熊抱 你们俩没事真的太好了 这几天我可是查不思饭不想啊 御者夸张道 阁老白了他一眼 他可是知道 御者这几天吃得很香的 零食都比平时多吃了一倍 寄你们一个大功 每人奖励一千万战功 阁老豪爽道 一千万战功 都可以购买一个稀有的 九阶技能晶石了 凌玉购买的上古佛腿技能 也才一千万战功而已 即便是颜军和扶瑶子 听到一千万战功 也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 他们身为高层 每天都有战功奖励 这属于保底工资 但要想获得更多战功 就必须参与战斗了 这一次取得了大胜 阁老也不吝啬 直接动用权力 给他们每人奖励一千万战功 然后他又看向身后的众多将士 诸位将士 人人有赏 稍后会有人给你们计算 这次的战功 多谢阁老 众人在欢呼声中解散 当凌玉悄悄地混在人群中 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被人叫住了 凌玉 你留一下 凌玉顿了一下 心中挣扎了一会儿 还是转身露出笑容 哈哈 前辈 您叫我啥事 凌玉看向御者 笑嘻嘻道 这名御者阁下 他可是知道的 属于那种玩性很大的人 叫住他不一定是好事 果然 御者咳嗽一声 背负双手 竟显前辈的装逼风范 说道 本座打算去探一探前线的情报 你的天赋分身 很适合刺探情报 可有意愿随本座去一趟 阁老等人见他这般模样 一个个嘴角抽搐 白了他眼 心里槽点满满 前辈 这又没啥好处 凌玉自然不想去 正要拒绝时 御者笑道 你兄弟凌环天赋不错 可惜天赋等级只有A级 但他悟性极佳 你若随我去一趟 我给凌环一件宝贝 你看如何 宝贝 什么宝贝 凌玉顿时被吸引了注意力 前辈 可否告知晚辈 是什么宝贝 凌玉疑惑道 遇者哈哈大笑道 自然是天赋金石了 凌环那小子 我很看好他 有几分本座当年的风采 你的风采 是说 你喜欢当老六 凌玉自然没有拆穿他 问道 前辈 您打算给他一枚什么天赋金石 天赋金石十分珍贵 一枚S级的天赋金石 在战功商店 能迈到上亿的战功 而对方要拿出天赋金石 作为奖励 自然不会低于A级 因为凌环现在的天赋 就是A级 如果是S级的话 那这奖励可就价值不菲了 可能是别有用心 但也不排除对方 真想培养凌环的心思 甚至 他可能是想教好自己 毕竟自己的潜力 已经发挥了出来 未来只要不死 就必然是一个顶级大佬 而凭借着剑神这层关系 他和凌玉是天生的盟友 凌玉自然心动了 毕竟他本体又不用冒险 如果能耗玉者的羊毛 那就再好不过了 玉者说道 此金石十分珍惜 有些残缺 若凌环那小子能吸收 也算了我一桩心事 不过提前跟你说一下 灵魂力量不足 难以吸收 甚至会失败损害灵魂 切记 他心中叹息一声 此前就有几个学生吸收失败 导致灵魂力量大跌 休养了几年才恢复过来 因此错过了修炼的最佳时期 从此沦落为普通天才 他其实也想要这枚金石的 但可惜不适合他 不如送给晚辈 能打造一个未来的强者 也算他为人足出了一份力 灵魂文言 不禁反喜 灵魂是不死的 完全可以使尽尝试 直到成功为止 前辈 我同意了 灵魂斩钉截铁道 这么快就同意了 遇者奇怪地看着他 但既然灵魂都同意了 那他就当灵魂也同意了 至于说 灵魂赖账 谁能赖得过他 遇者从储物戒指 取出一枚金石 笑道 给你 灵魂羡慕地看着他手里的储物戒指 也不知自己啥时候 才能拥有一枚 结果天赋金石 发现足有婴儿拳头大 捏在手里 朝眉心放去 不一会儿 天赋金石的信息 就涌入了脑海 影子傀儡 S级 具备以下能力 一 影子可复制本体实力 但在绝对黑暗环境下无用 光线越强的地方 影子与本体的差距越小 影子无视物理攻击 二 可夺取敌人影子 令其阴阳失衡 疾病缠身 慢性死亡 三 拥有制造影子世界的能力 残缺 无法施展 厉害 灵魂发现这个天赋 十分神奇 而且确实很适合灵反 多谢前辈 晚辈随时听您拆遣 灵魂行了一礼 说道 遇者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需要你这小子分身 去自爆 帮我吸引一点火力 方便我去探消息 灵魂闻言 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这对他来说 举手之劳而已 前辈 何时出发 灵魂抬头看向他 他现在能操纵方圆 一万六千米的距离 这个距离 已经能将异兽筑底囊括在内了 遇者说道 事不宜迟 立即出发 灵魂点点头 默念道 分身 白光一闪而过 原地凭空出现了两千个灵魂 众人顿时被吸引了目光 看着一模一样两千个灵魂 一个个都惊讶的心跳快了几分 尤其是这些分身的实力 每一个都比寻常七阶的 要强好多倍 几乎都能媲美 SS级天赋的同阶天才了 这小子 天赋真的变态啊 因为人族从没有一个 SS级的分身天赋出现过 因此 众人对这个天赋了解的 也十分有限 至于SS级能分出多少个分身 众人也是不清楚的 但当看到两千个分身之后 一个个都不淡定了 这小子也推变态了吧 你小子要是修炼到九阶了 这谁能打得过 看着这些分身 一个个心里酸溜溜的 但一想到人类 都到生死存亡时刻了 酸也不能表现出来 否则就显得不大度了 因此 一个个都挤出笑容 一副后生可畏的神态 忙夸奖一番 林玉啊 你小子天赋不错 若有什么需要 尽管来我生命学院 我一定帮你 还是来我雪神风吧 我们这里的美女很多 你小子看上了 尽管跟我说 帮你娶媳妇 和喝水一样简单 小子 你才十八岁吧 可曾婚配 这小子一脸雄主之相啊 我断定他未来 必成一番大事业 那你把你孙女嫁给他呗 我也想啊 可惜我那孙女 已经七十多了 不过 如果林玉小子不介意 这婚事我同意了 林玉是越听越不对劲 当听到七十岁孙女之后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给自己长奶奶 其实不用您操心的 一群大佬一阵夸奖 他站在一群大佬中间 显得颇为局促 他连忙说道 前辈 这两千个分身 您随便指挥 我会给他们 一定自主意识的 说着 他威闭上双眼 施展分魂术 顿时 一道道灵魂力量 以灵狱为中心 分出许多小光点 没入了这些分身的脑海 这都是从灵狱身上 分出去的灵魂力量 不会损害他的根本 休息一天也就恢复了 但是 获得了灵狱灵魂力量的分身 却一个个都仿佛活了一半 眼神变得灵动了 动作也不那么死板僵硬了 看起来仿佛一个 有点木讷呆滞滞的人 这一刻 所有人再次震惊了一把 魂术 来自于初云秘境 这一点 他们作为高层 自然都十分清楚 而且 他们还和初云国的女皇 签订了协议 获得了一部分魂术的修炼秘法 其中就有这份神术秘法 魂术十分神奇 而且是灵魂秘术 自然也分外珍惜 获得魂术修炼法之后 不少大佬都尝试修行 但至今为止 也只有个别的大佬修行成功了 按照他们的预计 想要修炼成功 起码需要五年时间 五年时间啊 这还是他们这些 人中龙凤的修炼速度 若是换成一些普通人 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成功 而出云国的人 之所以修炼魂术速度更快 这和他们身处的环境有关 逆境中每到夜里 就有诡异出没 这诡异相当于催化剂 逼着他们修炼魂术 另一方面 他们拥有完整的传承 有走捷径的法子 但是 人族这边却不一样 他们事情很多 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 去修炼魂术 因此 在场众人 只有个别人掌握了一两门魂术 这两人不是别人 正是阁老和赤语 而另外的九阶大佬 一个个都议论纷纷 心中惊叹 这小子又给我没个惊喜 我当初就想修炼分魂术的 可惜这门术 难得有点离谱 现在还没入门呢 听说这小子 还会换魂术和射魂术呢 真是变态啊 他的分身 似乎可以辅助修炼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修炼速度 那么快的原因了 咦 那小子去哪了 众人微精 环视四周 果然发现灵域消失了 众人精神力一扫 便发现 他现在已经跑出去了上百米远 而在场众人 竟没有丝毫察觉 一个个再次震撼不已 是幻魂术 他遮蔽了我们的灵魂感知 众人都十分惊讶 以七阶的实力 能遮蔽他们九阶的灵魂感知 可见灵域的灵魂之力 已经比他们弱不了太多了 一个七阶的人 却拥有堪比九阶的灵魂力量 这怎么看不可置信啊 灵域走了 原地剩下的两千个灵域分身 还站在原地 众人看不到灵域了 便观察研究它的分身 他们很快发现 这些分身十分木讷 表情呆滞 但又不像傀儡 眼神有些灵气 反而有一股生命的气息 不由得暗暗惊叹 这分魂术的神奇 竟能做到这一步 御者十分满意 笑道 随我走吧 都能听懂我说话吧 分身文言 没有回话 而是点了点头 御者有些不放心 他指着前方一棵大树 说道 你 走到大树旁边去 这名分身文言 停滞了一瞬 似在分析这句话的意思 过了一息 便走了过去 御者又实验了一番 发现分身能听懂简单的命令 但过于复杂的命令 则听不懂 看来分魂术的力量 只是让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智力 而且 这智力水平极低 相当于弱智 不过 这样反而更好 智力低了才好控制吗 哈哈 诸位 本座走了 他召唤出白虎 乌鲸 骑上白虎的背 天上天雀落了下来 给分身和他遮上了一层云雾 云雾遮住他们 很快他们便渐渐隐没 消失在众人视野中 出发 一群人踩在虚空中 朝着远处飞去 一路上 他不停召唤各种御兽 从一阶的虫子 到八阶的影赤鸟 尼太蟑螂等 各种擅长隐秘的御兽 都在他召唤的范围内 一只只御兽 出现在身体周围 他大手一挥 御兽群便四散开来 依照他的命令 探查四周的环境 而御兽则朝着前面走去 很快 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地 来到了异兽驻地的 前方千里处 此时 异兽驻地中 龙青兰接到了战败的消息 脸色阴沉无比 他看向那个出谋划策的异兽 一脸不友善 那异兽盲低着头 不敢指视龙青兰的目光 异兽可不是人族 他们虽然发展了文明 但仍然保持着原始特性 大统领几乎拥有 绝对的生杀权利 被杀了也是白死 哼 这次就饶过你了 不过下次你将功赎罪 务必给我杀几个人族 多谢大统领宽容 属下一定竭尽权利 好了 下去吧 人族太过狡猾 若不是他那阵法 早就图了这人族 一想到这里 他就暗恨 当初要是知道 人族的阵法这么厉害 他就将人族 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了 现在倒好 出师不力 影响士气不说 还可能影响 他在龙神大人心中的地位 他脸色凝重 沉思片刻 说道 不要停下来 继续攻击 另外继续给我调兵过来 我就不幸破不开这乌龟壳 下方的乌龟异兽望了他一眼 一脸郁闷 缩了缩头 没敢说话 龙青兰环视四周 指着一个异兽将军 说道 你 速速回老家调兵 我这边继续攻击 就是付出十倍代价 我也要宰了人族 龙青兰真的愤怒了 在他眼中 一个远弱于他们的人族 竟这么难搞 让他意外 更让他愤怒 是 终役兽纷纷领命下去 等终役兽都离开了 龙青兰身旁一个副官 提到 大统领大人 这人族内地入口 可不止至尊学院一个地方 你是说 从其他地方进攻 龙青兰问道 副官笑道 对 我方实力强大 为什么非得硬拼呢 这得不偿失 不如灭了人族的种子 让他们不得不跟我们决战 哈哈 说得不错 可惜西江城离得太远了 副官摇头道 大人 您看这里 这个种族十分分散 而且智力不高 混乱无比 但他们占领了这十万大山 我们只需翻过这十万大山 就可绕过至尊学院 直抵南疆城 到时候进入南疆城 这人族还不是任由我们拿念 龙青兰问言 大喜道 无知卧龙 非先生莫属也 大人过奖了 属下是敬诸者斥 在大人身边做事 沐浴大人的荣光 脑子也跟着好使了 这还得感谢大人的恩赐 多谢大人 他连忙前程拜扶 旁边的护卫瞥了他一眼 暗骂司马披荆 但龙青兰却十分受用 他哈哈大笑着 说道 说得太对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做了 副官连忙领命 属下领命 好 给你十个九阶强者 如何 定不负将军义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嗯 下去吧 等他下去之后 龙青兰沉吟了起来 刚刚的一次失败 让他意识到 自己这一方的情报不足的问题 若他们拥有人类的万表 那就可以及时支援了 可惜 等他接到消息之后 人族已经胜利了 而且 即使拥有万表也没用 因为人族中 有一个人能开启空间之门 这能力太棘手了 他凝神沉思 环视四周 咬了咬牙 露出残忍的神色 现在只能双线作战了 让副官去绕道偷袭 而正面战场全面攻击 务必要一鼓作气 拿下人族 不能影响了龙神大人的计划 他刚刚想明白这些 突然轰隆隆声音传来 听到声音 他脸色微变 问道 怎么回事 立即有异兽寄来报告道 大人 人类吸鹰 还不去杀了他们 大人 已经在杀了 可是他们自爆了 什么 异兽对自爆这个字眼十分敏感 这人族已经不是第一次自爆了 而且刚刚一次人类的自爆 可是杀了他们三个九阶异兽啊 这人族真是疯子 让他们都散开 是 异兽散开了 灵域分身就追着他们杀 一旦他们反抗 就开始自爆 这可苦了异兽了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种疯子 太不讲道理了 直到有九阶异兽加入 这时才算缓解了 因为九阶异兽实力强大 远远的一击就能杀死分身 随着分身逐渐死亡 危机也暂时解除了 但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一只只透明的小虫子 却伪装成普通飞虫 潜入了异兽驻地中 人族基地 御者带着消息回来了 格老惊讶道 他们果然还是不死心啊 上次攻击至尊学院 这次更狠 直接绕到大后方 想要攻击南江城了 他们人族要是平平奋兵攻击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格老揉了揉眉心 感觉十分棘手 这是明白着引你出去啊 你出去了吧 正中人家下怀 你不出去 也正中他们下怀 现在 逝去不去支援 都对人族不利 格老叹息道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最好还是以拖延为主 为今之计 只有防守了 谁去守护南江城 其实 前线因为有阵法守护 现在反而不是很危急 而南江城自然也有阵法守护 但毕竟比不上中央基地的阵法 而且 南江城的能量晶石也不足 大概率是挡不住异兽的长时间攻击的 扶瑶子政策道 这件事就交给平道吧 有劳了 事成之后 皆有战功 格老说道 扶瑶子点点头 说道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去 嗯 去吧 这次多带些人 嗯 扶瑶子下去了 他带了比上次还多一辈的人 就连九阶觉醒者都带走了八位 然后 他开启虚空之门 连接南京城 诸位 随我进去 他越重而出 众人紧随其后 分身自爆 让他再次收获了不少的升级点 颇为兴奋 看了眼升级点 发现离升级八阶站里 已经不远了 回到小屋之后 凌玉立即默念叨 分身 顿时 两千个分身出现在四周 方圆百米的地方 都出现了一个个分身 不少人见到凌玉的分身突然出现 也都见怪不怪了 谁让这家伙经常这样的 他们都习惯了 分身出现之后 便悄悄守在四周 确保本体的安全 小屋内 凌玉分出分身之后 这才开始使用身外化身 顿时 灵魂和肉体纷纷一震 紧接着就被抽走了一部分力量 这些力量在体外 很快形成了一个人形的轮廓 又过了一会儿 人形轮廓越来越清晰 突然 凌玉睁开了眼睛 而凌玉也停下了动作 他感到有一些虚弱 连忙吃了一颗滋补的丹药 这才感到身体暖暖的 逐渐恢复过来 现在他已不是当年了 早就不会出现 使用身外化身 差点被抽干的情形了 灵凡刚刚一出现 就打圈观察着自己的身体 上面看看下面摸摸 确保没什么缺失之后 他才感受到多出的几个技能 兴奋道 大哥 原来我不在的这几天 你又学会了几样神剑 他说的神剑 自然是灵玉从战工商店 购买的几个技能 也就是死灵复苏 神秘系技能 献剑 5G系技能 上古佛腿 这三门新技能 灵玉重新将它分出来 它就是最新版本的分身了 除了不能拥有灵玉的天赋之外 其他技能 灵凡都有 这几样技能 是作为新的底牌使用的 对了 你用一下献剑 看能不能使用出来 献剑 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技能 他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能沟通到冥冥中的神秘存在 给神秘存在献剑物品 会得到反馈 而且 神秘存在还会有要求 满足了要求 就能得到七阶光环技能 那是什么存在 他一概不知 只知道很强大 看一眼 就让人思维混满 这不是他这个凡人 所能窥视的领域 好嘞 这技能一看介绍 就显得神秘兮兮的 我试一试 灵凡笑道 很快 他就化好了献剑阵 然后又将一瓶血肉丹 放在了阵法上 然而不出灵域所料 献剑阵毫无反应 他叹息道 看来身外化身也不行 他曾经尝试过 分身使用不了献剑技能 他认为应该是 分身不具有灵魂的原因 但身外化身也无法使用 那就说明 这个技能的高度 不是现在他所能触及的 算了 别实验了 看来那神秘的存在 能识别出你我本是一体 好吧 我还真想使用这个技能的 虽然随机性很强 但神秘啊 让人有期待感 我今天已经使用过献剑技能了 对了 你明天给我准备一头羊 然后咱们献剑烤羊肉串 灵域话音落下 灵凡一脸古怪之色 灵域连忙说道 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这是背后神秘存在的要求 不过为了做好吃点 咱们得找个大厨才行 纵观诸天万界 蓝星人类文明 在其他方面或许不突出 但在吃之一道上 却少有文明能媲美 尤其是在全民觉醒之后 不少觉醒厨艺天赋的人 更是将厨道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要想做出 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必须要找这种觉醒者厨师才行 你现在就去找大厨 不要吝啬心病 咱们现在钱多的花不完 尽量找最贵的最好的 灵域吩咐道 灵凡点点头 说道 好嘞 我这就去找 但是文体你是不是忘了啥事 忘了事 灵域一脸疑惑 但看着灵凡那望眼欲穿的眼睛 他瞬间想了起来 灵盲从兜里掏出一颗天赋金石 交到灵凡手里 笑道 你看我这记性 你找个时间吸收了吧 这个天赋金石很强 但有点残缺 吸收失败可能会损伤灵魂 你若失败了 就自杀吧 灵凡抚摸着手里的天赋金石 兴奋不已 灵盲点头道 放心吧 我灵凡运气不会很差 一定能成功的 嗯 我相信你 但你还是快去找厨师吧 别耽误了明天的事 好嘞 我去了 灵凡离开了 而灵狱坐在沙发上 歇了一会儿 突然想起了死灵复苏这个技能 这是一个七阶的技能 最高也只能复苏七阶的死灵生物 不过 尽管等级不高 学习的前提要求却很高 哎 最近这是太多了 都没来得及让分身参悟黑暗和死亡知道了 众分身听令 参悟黑暗 与死亡的能量转换 分身们纷纷点头 盘息而坐 开始了参悟 四日 天空阴沉沉的 乌云压得很低 轰咙咙 远处异兽的又一波进攻开始了 因为没了灵狱的远距光环 人族再次陷入了手短的尴尬局面 敌人能攻击他们 但他们手段 却只能被动防守 即使一些攻击能落入异兽群中 也会被异兽拦下来 所以 几次大规模的攻击下 人族这边并没有讨到什么好处来 而异兽却步步紧逼 逐渐靠近人族基地 好 众异兽齐齐吼叫 各色技能释放 颜色各异 五颜六色 煞势美丽 如同流星雨 飞速落下 人族纷纷释放技能阻挡 当当当 轰咙咙 各种轰鸣声响起 整片天空都一团糟 被这种能量染成了混乱的色彩 人族终于挡不住全部异兽的攻击 不少异兽的攻击 落入了人族阵法上 若是以前自然能挡住 但近五分之一的人族 跟随扶妖子去了南江城 人数下降 人手不足 轰咙咙 又是大量的攻击 绕开了人族的防御技能 降落在了基地的阵法上 当当当 阵法被击中 发出犹如敲击金属一般的声音 异兽的攻击落在阵法上 犹如水滴落入大河里 只激起了涟漪 但 积少成多 阵法中心处的人 看着快速消耗一空的能量金石 连忙大喊道 快 补充能量金石 当能量金石重新补充上去之后 异兽的攻击又来了 而且 同时 前线的将士和冒险者们 一个个都露出了凝重之色 尤其是其中九阶的主将 他们是知道 异兽派了一队人马 打算骑袭南疆城的 上次死了两百万异兽 按理来说 异兽的数量有所下降才对 但现实情况却是 异兽的数量不见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了 这就让人十分奇怪了 不难猜测 他们又来了援军 真是棘手啊 能量攻击如同雨水落下 他们能挡住一部分 但终究还有很大一部分 落在了阵法上 能不能赢 这就太悬了 没人有必胜的把握 而且就目前异兽 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是远强于人族的 毕竟他们能灭掉千语族等族 但人族就没这个能力 由此可见 从进攻能力上来看 异兽强于人族 但人族也不是软柿子 在阵法一道上 异兽却差得远了 前线 李秋刀一脸凝重之色 他提着大刀 大喝一声 秋风斩 哄 一道巨大的刀器 破空而去 刀器转瞬间来到异兽上空 眼见就要落入异兽大军中 突然一只九戒异兽 喷吐出一颗雷球 拦截住了刀器 各地类似的情况频频发生着 以至于人族渐渐放弃了攻击 只能被动防守着 李秋刀一脸郁闷之色 这异兽太过棘手了 兄弟们 释放血龙阵 是 哄 众多将士一起释放血龙阵 顿时众人的气血汇聚在上空 形成了一条血色巨龙 好 血色巨龙仰天咆哮 震战虚空 李秋刀挥刀指向前方 大叫道 进攻 好 血色巨龙携带着强大的气势 朝着异兽大军飞去 异兽大军前方 走出一只只巨龟 他们的脑袋缩近龟壳 飞入空中 以龟壳为盾 连接在一起 在异兽大军上空 形成了一道天幕 轰隆隆 血龙撞击在龟壳上 顿时无数巨龟的龟壳碎裂开来 好 但是 这巨龟太多了 一层又一层 血色巨龙冲破了两层之后 能量耗尽 不甘心地消散在虚空中 这一幕 落入人族眼中 一个个士气都变得低落了几分 异兽不仅攻击强 而且防御还十分可怕 这个怎么打 不少人开始怀念灵域的远距光环了 灵域呢 他怎么还不开启远距光环 要是有灵域的远距光环 咱们的手足够长 很快就能打退他们 别指望了 我去战功商店查过了 他那技能叫献祭 一天只能献祭一次 也就是说 昨天献祭得到了远距光环 那光环只能使用一天 今天他还没献祭吧 应该没有 也不知道他在大马 希望他能获得一个好的光环类的技能 我现在是被异兽打得憋屈死了 咦 好香的味道 一股股浓郁的烤羊肉串的香味 远远飘来 令众人肚子不争气地 咕咕叫了起来 好香的烤串味道 这是谁在战场上烤串 众人心里一阵古怪 这可是战场 谁还有心思烤串啊 众人一边防御异兽的攻击 一边寻找着香味的来源 很快有人就找到了 当看到一个大胖子 在一脸认真的烤串之后 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不少人认出了大胖子的身份 惊呼出声 竟然是这位厨艺宗师 谁把他老人家请来了 恕我孤陋寡闻 此人是什么来头 小年轻 他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 这位前辈是一位S级的厨艺宗师 嘶 竟然是S级天赋的厨师 还是宗师 难怪做出来的烤串这么香 厨师能做出增加零食状态的美食 他应该是给咱们准备的吧 想得美 一个厨师就是累死 也不可能满足战场的消耗 你们还记得昨天 那神秘字体吗 哦 懂了 灵狱又要施展献技技能了 不错 你们看 果然 灵狱已经画好了献技阵法 正在将盛放烤串的盘子 放在阵法上 只见他微闭双眼 口中念叨 献技 起 微光浮现出 一道神秘的力量 瞬间笼罩在了讨串上 下一刻 咀嚼声响起 灵狱定睛看去 只能看到一道微光 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过了一会儿 讨串终于被吃光了 一声宝阁传入众人耳中 然后 献技阵上空出现了一道道神秘的字体 小子 厨艺不错 吴吃得很满意 特赐你七阶光环 分身光环 下次 吴想吃甜品 记得下次给吴准备甜品 若吴满意 大大有赏 此时 那漂浮在空中的字体 维持了大约一分钟时间之后 突然化作一道光芒 融入了灵狱的身体 众人只感到一道耀眼的光芒 在眼前一闪而逝 下一刻就见到灵狱闭上了双眼 似在感应着什么 灵狱脑海中多出了一条信息 昨天的远距光环 已经消失不见 现在多出了一个新的光环技能 分身光环 七阶光环 开启此光环 方圆700米范围内的友军 攻击之时 有1%几率出现分身 分身继承本体50%的实力 分身可持续5分钟 分身数量无限制 卧槽 灵狱瞬间惊到了 这分身光环 虽然不如他的分身天赋 但属于被动技能啊 而且可以影响友军的 在这一点上 和他的分身天赋 属于互补了 方圆700米的距离 大概也能覆盖基地的一角了 光环开启 可能受益的友军 就能达到300万以上 也就是说 他这个光环一开 300万人足将被动拥有分身能力 虽然不是主动技能 只有1%的概率 而且只能维持5分钟的时间 但没有数量上限啊 只要攻击速度够快 运气够好 5分钟内 出现几百个分身都有可能 灵狱瞬间想到了 九阶觉醒者 他们若是拥有了这个技能 岂不是无敌了 试想一下 你和敌人大战 本来势均力敌 甚至是落在下风 但你平均攻击100次 就会出现一个 继承了你50%实力的分身 这想想就恐怖啊 高手对战 一点差距就可能要了命 更何况多出几个 跟自己实力差不多的分身 如果分身出现 那几乎瞬间就能逆转战局 死 灵狱想了很多 倒吸了口凉气 这个分身光环太牛了 也太恐怖了 这就是神秘存在的次语吗 随便给的灵石技能都这么厉害 那其本体又该多强 无法想象 他睁开双眼 发现众人都在盯着他看 他们昨天已经体验过了 远距光环的霸道效果 现在更期待分身光环的效果了 不少人甚至催促了起来 灵哥 您快把分身光环使出来 俺们都等不及了 是啊 灵哥 您看外边的异兽多嚣张 我忍不住要出这口恶气了 灵哥呀 我们就靠你了呀 您可是我们的希望啊 卧槽 异兽的攻击又来了 大家不能耸 赶紧反击起来 擦 这异兽真嚣张 我不能忍 众人嘴里骂骂咧咧的 纷纷施展技能 拦击异异兽的攻击 顿时 技能与技能碰撞在一起 碰撞出耀眼的光芒 整片天空仿佛绽放了一朵朵烟花 绽放出绚丽的色彩 灵玉抬头望去 带着笑容 默念道 分身光环 开 顿时 嗡 一声微不可查的轻鸣声响起 紧接着 一道奇异的波动 以灵玉为中心 瞬间朝着四周扩散 方圆七百米的范围 全部都在光环的笼罩之内 光环刚刚出现 灵玉没什么感觉 完全没有远距光环那种十分明显的效果 试一试 看能不能出现分身 灵玉喃喃自语道 他朝前方走去 命令道 全部给我攻击 分身们点点头 便朝着异兽大军攻击过去 分身可不是冒险者那些水货 攻击距离很远 完全可以将技能扔到异兽大军上空 不过 攻击刚刚落下去 便被异兽拦截了 异兽的数量可是人类的数倍 想要在这个距离上杀死异兽 难度太大了 不少冒险者心里憋屈不已 特么的 这异兽怎么这么多 我愤怒了 你愤怒有个毛用 还不是无能狂怒 你闭嘴 在另一个防御阵地中 一群低阶大学生聚在一起 轮番释放技能 拦截异兽的攻击 虽然他们境界低下 普遍只有四阶战力 但数量多呀 足足上万人聚在一起 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其中一个少年 一脸沉默地释放着技能 在他的不远处 一个壮硕的少年 一脸挑衅地看了他一眼 沉默少年名叫星韵 天赋是A级辅助类 运气使然 运气类的天赋十分稀有 堪比空间系的天赋 但这小子的天赋能力 只能对自己使用 就这一个限制条件 就让他瞬间失去了辅助的功能 因此 在学校里 他没少受到别人的白眼 时间久了 也就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 而那个壮硕少年 却与他相反 这时 旁边的壮硕少年大喝一声 三重铁壁 哄咚咚 随着他一声大喝 数十米外能量凝聚 瞬间形成三重黑铁色的墙壁 我终于坚持了五秒 众人健壮 都羡慕地看着他 这可是五秒真男人 他们连一秒都坚持不住 不愧是学院里 这一届最强的新生 果然厉害 而且他还是S级的天赋 比他们这些A级天赋觉醒者 强太多了 不愧是庄奎 真的好强啊 是啊 虽然他是防御类天赋觉醒者 但能在异兽的攻击下 坚持五秒 同境界下 便是十大学院的天才 也做不到吧 奎哥 没被十大学院录取 这是十大学院的损失 奎哥 你真厉害 我要给你生猴子 一群学生极力恭维着他 让他十分受用 一脸得意地环视四周 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新运身上 挑衅地看了他几眼 作为同班同学 两人在开学的时候 有过一段恩怨 庄奎十分不爽这小子 因为新运的桃花运太好了 令他嫉妒 他作为新生中的第一人 都没有这小子遇到的桃花运多 作为一个好强的少年 他不能忍 新运叹了口气 不想理会他 他已经习惯了 能量飞弹 新运释放一道飞弹 朝着异兽的攻击而去 哄 顿时 与异兽的攻击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轻响 能量飞弹瞬间消散 而异兽的攻击 攻势不减 继续攻击过来 庄奎笑道 你不行 看我的 他正要使用技能 拦截这道攻击 突然愣在了原地 咦 我眼花了 你怎么变成了两个 此时此刻 不少人都发现了异常 因为不知何时 他们身边莫名 多出了一个个一模一样的人 他们看着眼前多出的这个人 和自己长相一样 但目光呆滞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问题 他们竟然可以操纵 这个一模一样的人 攻击 哄 分身也跟着攻击 顿时人类火力大增 此时 庄奎愣住了 他环视四周 很快发现了一些人身边 也出现了分身 他指着星运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多出了一个分身 分身技能啊 这可是一种十分稀有的技能 而且大多数分身技能 他绝对不信星运能获得分身技能 因为他十分清楚 星运是一个穷小子 没有这种财力 星运看着他 嫩嫩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突然出现的 你真不知道啊 真的 庄奎信了 他环视四周 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身边出现了分身 他终于放弃了追问 而是朝着远处跑去 去询问其他人原因去了 星运站在原地 看了眼头顶上 代表天赋运气使然的光圈 喃喃自语道 似乎 我的天赋在起作用 他抬起手 默念道 连环飞弹 轰轰轰 一连串的能量飞弹 如同机关枪一般射出去 异兽的攻击飞来 能量连环飞弹 瞬间被冲散 但是下一刻 他面露惊喜之色 只见他身边光芒一闪 又出现了一个分身 算上刚刚的分身 他足足有两个分身了 而大多数人 连一个分身都没有 瞬间他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看着分身 他抬起手道 一起攻击 轰 一个本体 两个分身一起攻击 火力大了一倍 而随着他的攻击 他很快摸清了 出现分身的规则 不可思议 只要发动攻击 就有几率出现分身 而且我还能命令分身 他喃喃自语 心中震撼无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时间流逝 他身边的分身越来越多 其他人身边也出现了分身 但和他相比 小屋见大屋 没法比 他看着身边数百个分身 又看了看周围 小声嘀咕道 我似乎成了 大家关注的焦点 此时 他身边不管是同学 还是老师 都古怪地看着他 顿时显得不值一提了 幸运的天赋的原因 对 肯定是他的天赋原因 以前一直觉得 他的天赋不行 对战斗毫无帮助 现在我误了 运气无敌啊 你们看 他身边的分身又多了 虽然只能五分钟的时间 但照他这个速度 再出现几百个分身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羡慕死我了 这是他第一次 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他深吸口气 看着几个分身 因为时间到了而消散 竟有些不舍 他看向异兽大军 眼神变得坚定几分 大鹤一声道 攻击 哄 数百道攻击 瞬间释放出去 顿时能量飞弹 犹如流星雨一般 朝着敌人飞去 数百道飞弹攻击 显得不值一提 但在众同学之间 却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而一直和他不对付的庄魁 看了看自己身边 孤零零的一个分身 他承认他酸了 他咬着牙大鹤道 给我狠狠攻击 我也要几百分身 不少人都被击到了 纷纷攻击 只为自己能多几个分身 此时此刻 东南角这一片 都在分身光环的笼罩之下 这数百万人族 很快明目了过来 凌玉献祭 获得分身光环技能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四方 然后整个人族基地的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 为了体验分身能力 一个个朝着东南基地聚拢而来 等他们获得分身之后 又被上层驱赶了回去 基地的最高处 这里是阁老等高层所在的地方 站在这里 可以俯瞰整个基地 基地内出现的情况 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玉者打了个哈欠 笑道 凌玉这小子不得了 献祭这技能都能吸收得了 剑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平时沉默不语的他 突然站了起来 我去一趟 你去干嘛 试试我的运气 啊 剑枯走了 众人也有点蠢蠢欲动 神僧念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贫僧惭愧 生了欲念 贫僧去也 然后嘴里念着佛祖恕的话 脚下去不停 朝着东南脚飞去 众人见状 起身朝着下方飞去 你也要去 玉者追问道 赤语呵呵笑道 这可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 赤语道破了目的 玉者瞬间反应过来 他环视四周 发现众人都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聪慧如他 岂能想不明白这一切 敢情你们早就心照不宣 打算利用分身光环的力量 反攻易瘦了 都是老油条 我还是太单纯了 玉者一脸懊恼之色 忧愿地看着大家 众人哈哈大笑 一脸野鱼之色 玉者顿感脸上无光 眼面离去 白虎 咱们也去 他咬着牙道 看着玉者离去的背影 格老笑道 事不宜迟 咱们也快过去吧 格老先请 格老也不客气 走在前面 众人跟在身后 朝着东南角飞去 路上 众人议论道 这献剂技能 不是号称人类无法学会的吗 其实 这个疑惑 他们在昨天就有了 只是昨天一场大战 压下了他们心底的疑惑 因此便没有问出来 此时 这个疑惑再次浮上心头 格老叹息道 他不是人 什么 众人一脸惊讶 停住了脚步 格老尴尬道 我说的是他不是普通人 他的天赋等级 恐怕已经超过了我们 堪比一带神异了 献剂技技能的隐藏条件限制 是我们人足达不到的 而他打破了这个条件限制 哦 众人瞬间明白过来 这也解释了灵狱 为什么分身数量 如此多的原因了 他已经打破了 人类的天赋最高纪录 难道他已经是 SSS级觉醒者了 格老摇摇头 不清楚啊 但肯定接近了SSS级 众人闻言 心中震撼 久久不语 他们没有再问 因为已经到了目的地 此时 这里大量的人 进进出出 十分热闹 格老的出现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格老让众人分散四周 他则朝着赤羽走去 此时 赤羽正在疯狂输出 但运气不好的他 一个分身都没有出现 格老来了之后 赤羽抱怨道 这分身光环 恐怕对我们没作用 下一刻 他就愣在了原地 指着格老身边的一个分身 郁闷道 当我没说 是我运气不够好 一个又一个分身 出现在众人的身边 随着他们一声令下 人族的攻击力度 逐渐提高着 轰隆隆 震天的轰击声 越来越响 进攻 格老看了眼身边的八个分身 又看了看周围的人 大多数九阶强者 已经有了三四个分身 只有赤羽一脸郁闷之色 进攻吧 我就是倒霉了点 赤羽苦笑道 格老笑了笑 率先走出大阵 身后的大军紧紧跟随着 这一仗 人族的危机暂时可以解除 这一战若败了 胜利的希望就渺茫了 杀 一声杀字 升阵九天 众人仰天呐喊 冲杀而去 杀 哄 人族冲出了阵法 朝着异兽大军杀去 一眼望去 数千万的人族大军 仿佛涨潮的潮水 汹涌而至 异兽顿时惊呆了 这人族数量 竟比他们预料中多了数倍 难道他们一直在隐藏实力 不好 人族攻击过来了 格老站在虚空中 抬起手臂 一颗蓝色的冰球 缓缓出现在掌心之中 急致寒冰 去 寒冰降落 朝着异兽群中落去 这寒冰太强了 所过之处 空气都被冻结成冰霜 速速落地 犹如冰雨降临 哄 寒冰光球落在异兽群中 顿时方圆百米都被冻成一块 数万的异兽因此丧命 龙青蓝见状 微微一惊 贺问道 此人是谁 他没想到 人族赶走出阵法反攻 这出乎意料 但同时也正中他的下怀 但是他没想到 这人竞那么强 如果人族都有这种实力 他们异兽 也不一定能赢啊 有异兽情报人员立即说道 丙大统领 此人乃是人族首领 据说是人族最强大的三人之一 竟然是他 他都亲自出手了 这是要大决战吗 龙青蓝惊讶道 从交战开始 人族一直给他的感觉 是喜欢躲躲藏藏 从不应拼 现在突然主动出击 这处处透露着不寻常的意味 让人心中疑惑的同时 却也感觉机会难得 人族的阵法防御力太变态 在充足的能量金石的攻击下 他们异兽拿人族 没什么办法 但现在 人族自己走出了阵法 这是不是意味着 能量金石不够用啊 如果是能量金石不足了 那眼前出现的一幕 就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哈哈 人族这是要殊死一搏呀 而狼们 围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跑了 这龙青蓝此人 实力不弱 谁去占他 龙青蓝话音落下 兽群中走出一只金色的猿猴 此兽正是金元王族的七长老 之前去偷袭至尊学院的金元 也是这一族的王族 只是那只金元 还没有发挥出全部实力 就被剑神虚影斩了 而此时出现的七长老 比那只金元强大数倍 见是金元王族七长老出面 龙青蓝大喜道 有七长老出马 此战必胜 金元七长老面露怒涩 说道 此战 我要为我那折报仇 说吧 便头也不回 朝着阁老杀去 与此同时 一个个九阶翼兽 也在龙青蓝的安排下 迎上人族大军 他们翼兽刚刚来了一波援军 现在不仅补足了昨天的损失 数量还多了一成 面对人族大军 丝毫不拒 好 伴随着一声声巨吼 翼兽大军与人族大军 轰然冲撞在了一起 杀 顿时 升阵天地 血光冲天 战场后面 林玉藏在一个角落里 命令分身杀敌 而他则始终保持着分身光环 笼罩全场 不过他手也不停 随着分身不停的攻击 分身身边也多出了数倍的刺激分身 原本只有不到两千的量 现在竟然变成了三万多的数量 而且随着不停杀戮 数量还在缓慢增加着 林玉看着三万七阶分身 心中豪气顿身 摇指前方 冲 整片战场都是一片糟糕的景象 翼兽大军很快就叫苦不迭了 啊 你这是什么技能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个分身 有翼兽崩溃了 本来势军力敌的战斗 打着打着 对方身边突然出现一个个一模一样的人 虽然分身实力只有本体的一半 但战局就轻易逆转了 哈哈 翼兽 死吧 不少人杀得酣畅淋漓 此时 高天之上 阁老看着眼前这只金光灿灿的猿猴 只见猿猴手持一根短杖 老气横丘 颇有人类的气质 他指着阁老 苍老的声音响起 老朽知道 你是人族的首领 哦 对了 你们人族称你为阁老 你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值得老朽亲自出手 他抬起短杖 咬指阁老 说道 阁老闻言 嗜笑一声道 可笑 一只金元 静庄人 金元七长老一听这话 眼神冰寒地看了他一眼 抬起短杖 轻轻吐出一个字 电 哄 一道奇异的波动 瞬间朝着阁老飞去 这波动所过之处 一切禁忌 阁老见状 心中微微一惊 翻开手掌 一面蓝色的小盾猛地变大 挡在了身前 奇异波动 轰然撞在蓝色小盾上 发出巨大的声音 阁老只感到一道 令人思维迟滞的力量 从小盾上传入他的身体 让他瞬间有种难以动弹的感觉 分身 攻击 他一边抵抗着这奇异波动 另一边命令 隐藏在暗中的十几个分身 一起攻击 分身突然出现 尽管只有本体一半的力量 但十几个分身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 每一个分身 都使出不一样的技能 有寒冰 有火焰 有光明 也有黑暗 哄 一道道力量光芒 瞬间淹没 金元王族七长老 七长老心中大惊 连忙躲闪 但那些分身 完全不顾性命 干脆近身战斗 人族 你卑鄙无耻 金元七长老呐喊道 阁老叹息一声 我卑鄙无耻 你是没见到更无耻的 他缓缓轻声念叨 大帝之龙 哄 大帝之上 漂浮出一道道 黄色的力量光芒 在他体外 形成一道防护罩 这防护罩一出现 那奇异的力量 便再也无法作用在身上了 他重新恢复了灵敏的知觉 他看向七长老 说道 战场之上 老夫就不留守了 你去死吧 金刚反甲 哄 他话音刚刚落下 手指指向前方 顿时一道道金色的能量 化作一道道防护盾 笼罩在分身的身上 顿时 分身全部拥有了反甲的力量 很快 金元七长老表情都变了 人类 去死 他大喊一声 擎天之柱 哄 话音落下 他手中的短杖 朝着天上扔去 这短杖迎风便涨 一米 两米 五米 转眼间也有上百米长 十几米粗细 金元一个跳跃 躲开了分身的纠缠 站在擎天之柱上 他手指指向了格老的方向 喝道 人类 此处拥有万君之力 去死吧 下一刻 擎天之柱便朝着格老砸去 然而 格老却没有躲避 嘴角擎着冷笑 任由砸落在身上 当 这一棍子砸在身上 竟犹如砸在了铜钟之上 人足 你 突然 金元脸色大变 因为一股巨大的力道 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这正是反甲的力量 其中百分之三十的力量 反噬自身了 他尚且可以承受 但这人足为何防御力如此强大 他如此强大的一招 都不起作用 这时 格老叹息道 你的力量 差了我一点啊 未免夜长梦多 今日老夫要速速斩了你 说着 他踏在虚空中 朝着金元七长老伸出了手掌 刹那间 掌心出现红成黄绿青蓝紫七色的光芒 元素大轰炸 轰轰轰 七种元素之力朝着金元飞去 刹那间就降临在了金元的身上 然后七种元素开始疯狂地碰撞 爆炸 啊 人足 金元大喝一声 不坏铁 格老见他挡住了这一击 也不着急 而是平稳地攻击着 而且他还命令分身野攻击 面对十几个格老的攻击 任由这金元多么强大 也终究难以抵挡 死吧 格老叹息一声 举起手掌 就要拍碎了他的头颅 突然 一变突生 远处传来阵阵轰隆隆的声音 只见无数异兽从远处飞来 这是三只异兽群 分成三个方向和队伍 气势汹汹而来 金元健壮大惊道 哈 人足你完蛋了 我们的援军来了 而且还是王族 你们完蛋了 格老健壮 心中一沉 郭躁 死 一掌拍下 不听着金元说什么 在金元七掌老惊骇的目光中 他的头颅如豆腐块一般 被轻松捏碎 他所依仗的祖传秘笈不坏体 号称能无限修复伤势 几乎不死不灭的体质 但今天却似乎失效了 在格老手中 他的不坏体如同纸糊 咔嚓一声 头骨碎裂 啪哒 尸体掉落在了地上 引起一阵的烟尘 这一幕 正好落在了前来支援的三位同龄眼中 他们见到这一幕 先是吃惊 然后便是无边的愤怒 那可是金元王族的七掌老 虽然在金元一族中 实力只能算中等 但那也是位王族掌老 竟死在了人族之手 岂能忍受 龙青兰也惊住了 他没想到 这个人类首领这么强大 要知道 当初七掌老 可是轻松打败其他一族首领的 在他看来 格老再强 也要比七掌老弱上一线才对 因为 他知道寒冰狗一族的组长 实力还不如七掌老呢 但他却和阎君等人打成平手 寒冰狗并非王族 而七掌老乃是王族 血脉 实力和底蕴 都不是寒冰狗能比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 金日却折几尘沙 这么快就被杀死了 他心中惊讶又愤怒 他 亚于格老的实力 他愤怒是因为他大意了 不然他完全可以 将金元救下来的 他看向支援者 咬着牙 有你们三大王族支援 金日就凭了这人族 龙青兰怒吼道 前来支援的三大军 正是三大王族 而且 他们这一次 是出动了强大的力量 不像之前的一些王族 只是来了一些小角色 这一次 三大王族中的一把手都到了 赤练蛇王呵呵笑道 蛟龙王 这仗你打成这样 羞愧不羞愧 龙青兰看了他一眼 呵呵笑了一声 并没有回复他 他可没有吵架的打算 金元王看了眼七长老的尸体 心中怒火翻腾 此战必杀光人族 为我七长老报仇 他咬牙切齿道 银铜猫王慵懒地伸了个懒腰 说道 听说人族有个擅长空间之力的人 等他出手了 我截住这片空间 让他们无路可逃 龙青兰笑道 那人族能打开空间之门 颇为棘手 这一战的收尾工作 还要靠你 银铜猫王打了个哈欠 不一会儿静睡着了 众受健壮 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去叫醒他 银铜猫王族数量不多 但每每一只都拥有空间力量 战斗天赋更是绝佳 少有敌手 但他们这一族的成员 都十分懒散 除了龙神之外 还没人能叫得动他们 此次银铜猫王能来 八成是接到了龙神大人的命令 龙青兰暗暗道 三大王族组长轻致 在他看来 这一战几乎没了悬念 诸位 一鼓作气 龙青兰说道 杀 赤炼蛇王和金元王带着手下 与龙青兰一起杀了上去 一兽一族 突然多出了三倍的数量 顿时惊呆了人族 阁老知道不可立敌 这一次本以为的棋袭 将要以失败而告终了 他大惊道 撤退 众人也明白了局势 纷纷后退 索性距离很近 很快就能回到基地 阁老命令分身断后 道 分身 断后阻敌 阁老的十几个分身 立即朝前方飞去 来到最前方 施展一道道金光屏障 挡在了异兽必经之路上 33小说王 赤炼蛇王健壮 哼了一声 雕虫小戒 破 他吐出一道血红色的激光 哼 激光极细 但速度极快 而且带着无比锐利的感觉 顷刻间就破开了三层屏障 三层屏障被破开 但仍有十层屏障挡在前方 这些人是什么来头 怎么长得都一样 赤炼蛇王郁闷道 龙青蓝解释道 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段 人族全部拥有了分身能力 金元王冷笑一声 提着手中大棒 猛地挥舞出去 顿时 再次破开三层屏障 咔嚓一声 却见龙青蓝手中 出现一把青蓝色的长枪 一枪刺出 仿佛捅破天空 一击便破开了剩下的七层屏障 破开屏障之后 格老的分身的攻击也降临了 元素大爆炸 金刚反甲 大帝之龙 合击之术 帝之神枪 战场距离人族基地 不过数百米之遥 在一手援军支援之前 在格老的命令下达之后 不过数分钟的时间 人族就重新退回了基地之中 基地带给他们的安全感 让他们松了口气 他们也是身经百战之人 但面对如今的局面 一个个虽然不悲观 但也不乐观 这一次 他们没有丝毫的损失 不过 之所以他们能安然退入基地中 还要得益于分身的殿后 尤其是人族 众多九阶高层的分身殿后 他们实力强大 一人能抵得上一个冒险团 在最前方抵挡着异兽的攻击 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杀 一个个分身释放着技能 阻拦着不停涌上来的异兽大军 而异兽也不甘示弱 愤怒吼叫战斗着 此时 只见绵延数千米的边境线上 数百个人族九阶的分身 正面无表情地施展着毕生绝技 一个个技能不要钱地释放出去 顿时整片天地 都笼罩在了茫茫能量的光芒之下 轰咙咙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天地一片迷茫 这些人族的能力好烦啊 麻烦的分身能力 金元王手持一根巨大的棍子 将棍子放在地上 发出轰鸣之声 他一脸烦躁的 试炼王退后两步 站在距离人族 分身数百米之远的地方站定 他望向远处的人族分身 也面露凝重之色 好神奇的技能 竟能让人族全部拥有分身的力量 不可思议 即使是异兽 也是闻所未闻此等技能 人族的分身能力过于惊艳 就连慵懒性格 准备佛系参战的 银铜猫王也瞳孔微缩 打起了精神 来到了前线 他来到了龙青兰的身边 疑惑道 这人族的力量不可小觑啊 你能和他们战斗至今 算是尽了心了 因为龙青兰迟迟迟打不下人族 引起了异兽界中诸多王族的不满 不少异兽明面上不说什么 但心里早就不满了 毕竟他龙青兰占据了大量的资源 打不下人族 这就是占着毛坑不拉屎 甚至暗中有一股势力 想要取代龙青兰担任大统领 但是 令所有异兽都十分意外的是 龙神大人 似乎一点都没有怪罪龙青兰的意思 而且还屡屡劝告他们 人族不可小觑 区区人族 又能有什么不可小觑的 以前他们根本不在意 现在他们懂了 人族确实不可小觑 这个种族 人族是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古老种族 两者相比 看似爆发户更有钱更强大 但人族却拥有更多底牌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 关键时刻却总能震惊世人 此时 人族就开始显山露水了 全民分身的力量 便是龙神大人也做不到这一点 这才让他们惊讶的久久不语 这技能推神奇了 人族是怎么得到的 龙青兰苦笑道 你们能懂我 我十分欣慰 不过 如今人族再次推进了基地中 可以推测得出正面大战 他们不敌我们 妄图已分身与我们战斗 定然无法持久 人族想要胜利 只是痴人说梦 所以 我们要一站定 一鼓作气 他们与分身对战之后 很快就发现分身的力量 只有本体的一半 纵使有数百个九阶强者 那又如何 他们三大王族支援而来 带来了两百多个九阶异兽 再加上龙青兰本来手下的一百九阶异兽 总共有三百九阶异兽 还有三十多个收服来的一族九阶强者 算下来 异兽这边就是三百三十多个九阶强者 而人族满打满算 不足八十个九阶强者 这就是差距 还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赤炼蛇王冷哼一声道 无能便是无能 借口倒是一大堆 哼 你厉害 那你上 让我看看 你如何厉害 龙青兰心中烦躁 反驳道 赤炼蛇王冷冷地看了一眼前方 留下一句我上便我上 然后就朝着前方飞去 与此同时 他身后的手下 也都紧紧跟随过去 金元王见状 苦笑道 大敌当前 你们两个能否放下私人恩怨 银铜猫王看了他们一眼 懒得理会 而是瞳孔微微张开 朝着人族基地看去 他的眼睛十分奇特 不仅十万米以内的景色 能掀毫避现地呈现在眼睛里 而且 这双眼睛和扶妖子的眼睛一样 都具备着空间的力量 此时 他将空间力量使用出来 顿时方圆十里的空间 都仿佛折叠在了一起 他能看到的更加清晰了 我看见了 他突然大声叫道 龙青兰知道他的厉害 盲问道 速说速说 银铜猫王得意道 此阵十分强大 不可强攻 可以采取消磨阵法能量的方式 时间到了 自然不攻自破 龙青兰文言 愣了一下 你看到的重要情报 就是这个 他早就知道了 真是一个无用的情报 银铜猫王见状有些尴尬 继续说道 人族只有七十多个九阶 但拥有奇异的力量 令人惊讶 龙青兰点点头道 是啊 昨天还不曾拥有这种力量 我可能发现了一些秘密 也就是他们分身力量的来源 银铜猫王的话音刚刚落下 众兽文言 纷纷打起了精神 侧耳倾听 这分身能力太强了 他们羡慕极度恨啊 若能获得这能力 他们异兽的实力将增长数倍 我这双眼睛 通过人族阵法 能看到一个人族拥有分身的力量 而且能看到 以这个人族为中心 三百米方圆之地 皆被笼罩在一团奇异光芒之下 这光芒便是分身力量的根源 人族被笼罩在光芒之下 便拥有了这种神奇的力量 光环技能 这是他们异兽一族 感到陌生的一类技能 不过 银银却是若有所思到 我明白了 这应该类似于血脉之光位的技能 能临时赋予族人 一项自己所拥有的技能 他们恍然大悟 都明白了过来 应该是这个人族 将自己的分身能力 共享给了其他人族 尽管他解释的不对 但表现效果上 却是一样的 银铜猫王点点头道 所以说 杀了此人便可解除人族分身之力 若捉了此人 或可获得此能力 众兽文言 纷纷露出贪婪之色 这种能力 已经足够让他们心动了 龙青兰也心动了 抬头望去 大声喝叨叨 众将士听令 攻破人族阵法 活捉此人 是 众兽兴奋大吼 龙青兰见众兽声震云霄 点点头暗道 士气可用 他大吼一声 吼 杀向人族 灭了此族 活捉人族 杀 轰咚咚 数百个人族分身的能量 很快耗尽了 没了能量的他们 只能与异兽近身相搏 本就实力差了一节的分身 面对四大王族的九阶强者 很快就落入下风了 许多九阶分身被异兽打爆 不过阁劳等顶尖人族的分身 却能横扫一方 赤练蛇王健壮 心中暗骂一声 立即亲自上场 人族 今日便让尔等猎等种族 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 他体型不长 只有十米 全身如同红色火焰 双眼却是蓝色的 无间不摧 无快不破 极致之速 他话音刚刚落下 声音还没有传过去 便化作一道红色光芒 如同一道离弦之剑 冲入了人族分身大军里 几个穿梭 便是砰砰砰的炸响 数十个九阶分身 便被一击击穿 他速度太快了 便是阁老的分身 也看不到他的身影 只感到一道红光闪过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杀了 变态的速度 让他在人族分身大军中 肆意穿梭和驰骋 几乎没有敌手 眼见越来越多的分身死亡 格老面色一变 他的分身纷纷走到最前方 大帝之龙 顿时 大帝之上 浮现到道土黄色的光芒 这些土黄色的光芒刚刚出现 便被分身指挥着 朝着各大九阶人族的分身飞去 化之为凯 下一刻 土黄色的光芒 纷纷落在人族分身上 然后如同液体一般 紧紧贴在他们身上 形成了一道道土黄色的威风铠甲 穿上这铠甲之后 赤练再也无法击杀人族了 大惊失色 好强大的防御技能 竟能抵挡住我的攻击 不仅是他 就是龙青蓝等异兽 也露出了惊讶之色 赤练王一身实力 都在速度和金刚不摧的体魄上 可以说 他的身体就是最坚硬的武器 他的速度犹如光芒 在同阶中 若没有足够的防御力或反应力 瞬间就会被他杀死 赤练之速 快如闪电 现在竟被一个人族的防御技能给破了 赤练王的脸色不是很好看 他本来是想震惊一下异兽大军的 没想到装逼不成 这就尴尬了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他冷哼一声道 热身结束了 现在我要拿出真正的实力了 人族你们完了 龙青蓝嘴角抽搐了一下 连忙说道 大军当前不可一气用事 我等当一起合力 以击败人族为最终目的 你下来 金月王也说道 龙兄说的没错 不可一气用事 等我们击败了人族之后 你再泄愤也不止 他们来劝了 赤练王也借婆下驴 不再出手 他还有许多底牌 自信能胜利 但得不偿失 既然你们如此说了 那我便不能违背了众议 便一同攻击 摧毁人族吧 他说道 众兽点点头 朝着人族大军杀去 其实 异兽已经在和人族交战了 不少人族分身大量死亡 异兽在分身的不要命攻击下 损失惨重 不过 相较于异兽的庞大数量而言 这些死亡的异兽数量加在一起 不过是九牛一毛 不值一提 好 杀 随着四大王族的精锐加入 人族这边顿时就挡不住了 而且 他们还都是分身 实力只有本体的一半 面对数倍的敌人 渐渐后退 露出了颓势 若不是源源不断的分身加入进来 他们早已经落败 赤练王见状 哈哈大笑道 人族 今日便攻破你治阵法 活着那个分身的源头 他们显然是瞄准了灵域 这是出乎灵域意料的 因为一直以来 他都在隐藏自己 没想到 还是被找出来了 此时此刻 人族基地中 所有人都拼命地攻击着 制造出一个个分身 诸位分身 不要怕 去吧 杀个痛快 有人双眼通红 在自己分身前 叮咛嘱咐 他们如同兵工场一般 源源不断地制造着分身 然后命令分身上战场 如此一来 人族竟杀死了大量的异兽 而且能勉强维持着不败 而灵域突然打了一个寒战 环视四周 发现根本没人看他 现在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 哪里还有时间看他 好 一声声售吼 从远处传来 灵域看向了战场方向 正好看到 那里一条红色的大蛇 正朝着这边看来 他顿时打了一个寒战 心底生出一股害怕之感 哥们的 我这是被人盯上了呀 倒霉 为什么盯上我这个小透明啊 他再次抬头看去 这一次迎向他目光的 是一只银色眼睛的小猫 这小猫似笑非笑看了他一眼 似乎对他颇有兴趣 这种眼神让他十分不舒服 因为他也曾经使用过这种眼神 看其他种族 这是一种看待宠物的眼神 哥们的 这是想把我当 宠物养啊 一想到这里 他就打了一个寒战 这异兽欺人太甚 不可饶恕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更何况是不同种族呢 好在其他人的分身杀死的敌人 我能获得一部分升级点 虽然不多 只有十分之一 但积少成多 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这异兽明显盯上我 很可能是想要这分身光环秘法 但可惜 你们不会知道 这光环只能使用一天 让分身都上去吧 杀了这一波 我大概就能升级了 他看了眼身边的分身 说道 去吧 去自爆 随着他一声令下 他的一带分身们 朝着异兽大军冲去 轰咙咙 林玉分身还没到战场 就已经听到了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这是其他人族的分身 在施展自爆 尤其是九阶人族的分身 一旦自爆 威力绝伦 林玉不得不让分身远离他们 异兽大惊失色 忌惮不已 这时 金元王将手中的棍子 朝着天上扔去 轰 棍子急速变大 顷刻间就变成了 一座山峰一般大小 一根山峰般巨大的根子 浮在空中 那是一种什么体验 震惊 震撼 不可思议 人族震惊了 就连异兽都震惊地待在了原地 擎天之柱 落 轰 巨大的棍子落下 携带着强烈的风压 轰然降临 那些自爆的分身 还没自爆呢 就被这风压给撕成了碎片 林玉的分身健壮 不退反进 朝着巨棍冲去 等靠近了之后 一个个迅速施展上股佛腿 第三是 须弥佛部 空间折叠 瞬间越过巨棍 落在了后方异兽大军之中 空间之列 迎同猫王瞳孔微缩 惊讶到 下一刻 轰咙咙 爆炸声响起 两千个自爆的七阶分身 在异兽大军后方轰然爆炸 这里没有太强的异兽 抵挡不住分身的自爆 一旦自爆 方圆数百米 全都陷入死寂之中 近十万亿族 因此而丧命 丁 你击杀远古归 期间 升级点加8000 丁 你击杀 丁 你的升级点已经足够 可以升级到八阶站立了 是否升级 系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灵玉激动地点了点头 嗯了一声 确定升级站立 丁 升级中 突然他感到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从位置处涌了过来 再然后 他的身躯就沐浴在这股力量之下 整个人都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这股力量十分温和 包裹着他 让他有种泡在温泉里的感觉 在这股力量的改造下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实力正在飞速提升 一倍 两倍 五倍 十倍 轰轰轰 体内突然传出一声轰鸣 下一刻 一道咔嚓的声音响起 体内有什么东西 似乎破裂开来 还没等他仔细感应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丁 恭喜你 速助 你的战力提升到了八阶初七 请再接再厉 同时 他感到体内的力量 停止了变强 这是彻底突破了 系统的力量撤了回去 听到系统的声音 他心中激动得难以自制 八阶比七阶强大强大灵域十倍 这是灵域突破之后的变化 当然 每一个人依照他的天赋不同 所能提升的实力也不同 有人能提高十倍战力 有人却只能提高三倍 有时候 人与人的差距 比人和猪的差距还大 实力的提升 让他有种一拳头 能轰爆空间的感觉 当然 这是一种错觉 他已经体会过很多次了 呼呼呼 他深深呼吸着 平复内心起伏的情绪 现在刚刚突破 对自身的实力 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必须要平复情绪 让自己静下心来 用心去体会暴涨的力量 慢慢去掌握 这股暴增的力量 许久之后 他睁开双眼 只见他双眼金光闪烁 锐利的锋芒四射 仿佛一柄寒光四射的宝剑 不过 很快他就收敛了锋芒 变得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若是实力不如他的人 只会觉得他有些不一样了 但却看不出他实力的变化 也只有比他强大的人 才能察觉到他的变化 并一眼看出他体内暴增的力量 如果他们知道 灵狱实力暴增十倍 必然会惊讶的张大嘴巴 大呼妖孽啊 灵狱嘴角含着笑 朝着战场看去 升级了 也该为人族做出一番贡献了 不知道现在的实力 也出现得更快 请客间 方圆百米内 就布满了分身 诸位 杀 他刚刚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突然一道咔嚓的声音传入耳中 怎么回事 他疑惑抬头看去 当看清了情况之后 顿时经在了原地 这事 还没等他确认这一切 耳边就传来一声声惊呼 不好了 阵法裂了 该死的 这异兽王族好强的手段 竟能打碎阵法 可恶的异兽 突然来了三倍的增援 他们也太看得及 咱们了 诸位 不要懈怠了 杀啊 你们看 那赤链蛇又来了 该死的蛇 快快快 不要留手了 快杀了这条蛇 还有那只猴子 也推烦人 最让人忌惮的 还是那条蛟龙 太强了 不好 能量损失太快了 能量精实的能量攻不上来了 一群人大声呼喊着 不仅有不明白具体情况的冒险者 还有阵法中心处 正在维护阵法的人 此时 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阵法几乎要维持不住了 阁老等人听到这个噩耗 一个个呆着在原地 按照他们原先的推测 阵法不会被攻破的 只会能量耗尽而废掉 但现在异兽多了三倍的支援 顷刻间超越了阵法所能抵抗的极限 现在怎么办 众人族高层面面相去 最终所有目光都落在了阁老身上 现在 他才是众人的主心骨 便是贱枯和赤语 此时也沉默下来 等待着阁老发号施令 如今 不能乱了套了 越是危机时刻 越需要一个人带领大家走出危机 但纵观他执政两百余年的时间里 人族一直在蓬勃发展 走的是上坡路 而不是下坡路 因此 人无完人 阁老纵有千般过错 也无法抹杀他 带给人族的功绩 阁老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他沉思半上 看了眼列文越来越的阵法 围经之计 撤吧 他咬着牙 心里痛苦万分 众人文言 都沉默了下来 阁老嘶吼道 都撤吧 都撤到至尊学院 那里有剑神布置的阵法 或许可以挡住他们 记住 一定不要让异兽攻入我人族附点 否则我人族就完了 御者突然上前 握住了阁老的手 说道 阁老 让我留下来吧 阁老叹息道 没用的 你们的实力还差一些 让赤羽和剑库留下来吧 我们三人合力 希望能挡住异兽 为你们争取时间 另外扶摇子也得回来 你们缤分两路离开吧 异兽有三大王族前来支援 本身九阶强者 就是人族的数倍 而且九阶以下的强者 更是十倍以上 如此悬术的战斗 即使拥有分身光环的加持 也极无胜利之力 赤羽面色凝重点了点头 现在危机降临 他无法置身事外 剑库却面露狂喜之色 说道 我会用手中之剑 证明我不比剑神差分好 当年 他屡次败在剑神手下 而同样当年守护人族的三人 便是剑神 阁老 赤羽 这三人是整个人族的中流砥柱 也是人族最强大的三人 而今 他剑库要替代剑神 他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他今日一定要证明 他不弱于剑神 想到这里 他手中的剑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他太激动了 众人看着他 心中无语至极 这可是弄不好 就会丢掉性命的事啊 你至于这么兴奋吗 难道玩剑的人都很贱 好 好 咔嚓 哄 异兽攻击再次袭来 阵法终于难以支撑 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阁老大吼道 阎君 带着他们撤退 阎君红着眼睛 是 基地大阵 破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这道裂口刚刚一出现 无数异兽便朝着口子钻来 攻击 攻击 不要让他们进来 杀了 TMD 这异兽怎么跟疯狗一样 不要命了呀 诸位 阁老命令 撤退 什么 我不撤 我兄弟死了 我要报仇 不要一起用事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手 你们尽力了 不 然而 撤退已经成了大事 他们尽管十分不情愿 但也明白 现在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撤吧 撤到至尊学院 那里有剑神大人的阵法 希望能挡住疯狂的异兽吧 他们人族奋斗三百年 这一次遇到的危机 比前几次都大 无数人都哭了 灭族 这个字眼浮现在心间 如果以前的战斗 他们还不至于灭族 但异兽对人族的战斗 必然是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的 因为 在彼此眼中 他们互为实物 没人和兽 会对实物手下留情 撤 轰咚咚 天空中 不停响起轰鸣声 人族在悲愤中 缓缓撤退了 阁老大吼道 扶妖子 回来 带他们走 虚空连衣出现 扶妖子从虚空中走出 他看了一眼四周的情况 叹息道 阁老 一起走吧 阁老摇头道 我们自有逃离之法 快去收拾东西 尤其是战工商店的宝贝 都带走吧 好 扶妖子没有再劝 身为道士 他不喜欢强迫别人 他性命 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人命不该绝 那么无论 他遇到什么困难 最终都会化险为夷 但反之 如果一个人命中 有血光之灾 他纵使前半生 有多么一番风顺 后半生 都会应验死亡的结局 命运 不可测 也不可逆 他眼中浮现 一缕缕红色光芒 下一刻 虚空逆转 形成一道空间之门 诸位 走吧 空间之门打开了 众人顿时鱼贯而入 转眼间就离开了数万人 但 相对于一千多万的数量 不过是九牛一毛 而空间之门 却只有三米多高 两米多宽 不可能让他们快速撤离的 阎君已经带一部分人离开了 你无需担心 阁老说道 扶摇子文言 松了口气 咔嚓 又是一声响 阵法又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无数亿兽蜂拥而至 杀了过来 阁老木自欲裂 喊道 剑枯 赤羽一起出手 好 剑枯和赤羽点点头 沉重道 剑枯手中之剑 轻轻一挥 萧瑟之气弥漫全场 枯记剑 萧瑟 顿时 一道道萧瑟的剑气 弥漫开来 无数亿兽心生悲戚之感 顿绝受生无趣 下一刻 赤羽的攻击降临 无边之境 龙雀之口 一张巨大的雀口张开 猛的一吸 无数亿兽便被吞噬了进去 眼见撤离的人越来越多 阁老三人松了口气 扶摇子也松了口气 总算没出什么差池 突然 一变突生 不好 空间被干扰了 空间之门无法维持 扶摇子大喊道 碰 空间之门突然碎裂开来 化作点点银芒 消散一空 扶摇子愣在了原地 刚刚可是有数万人 在空间之门里 这空间之门一碎裂 他们必然会被 放逐到空间乱流里边 没有空间能力的他们 根本抵御不了 空间乱流的力量 也就是说 那数万人族必死无疑 是谁 谁在干扰空间 饶是性命的扶摇子 也暴跳如雷 喵 一声猫叫 从旁边虚空中传来 他寻声望去 却见一只银筒小猫 走出空间 一脸冷漠地看着他 是你 你害了他们 扶摇子指着银筒猫王 一脸悲愤道 呵呵 银筒猫王呵呵一笑 目露鄙夷之色 弱者而已 死了便是死了 不过这人族的眼睛 倒让他感兴趣了 他拥有一双空间之眼 对方拥有一双虚空之眼 这一双人类的眼睛 让他起了贪婪之心 扶摇子的双眼 突然急速旋转 眼睛中浮现奇异的花朵 虚空静转 哄 四周空间化作一道道壁杖 仿佛镜子一般 竟能将众人的面容 映照一清二楚 银筒猫王见状 瞳孔微微一缩 他能感受到 这个技能的厉害 他不想硬碰硬 就要离开这里 突然他身后出现 一个一模一样的他 咦 下一刻 迎接他的是一道猫爪子 人类 不错的技能 竟能复制我的形体 可惜你不可能复制出 真的我 死吧 银筒猫王 闪过复制体的攻击 眼睛闪烁出银色的光芒 他的爪子轻轻抬起 刺猿瞄斩 顿时 一道银色的光芒 从他肉糊糊的猫掌中 迸射而出 哄 一击而已 那复制体就烟消云散了 哼 区区复制体 不值一提 然而 下一刻他就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发现天空中 异兽死伤了无数 原来你的目的是 杀了他们 哼 不过是一群炮灰而已 死了便是死了 倒是你这个人类 很有趣 可有兴趣做我的蚕屎官 他话音落下 迎接他的 却是一朵血红色的大刀 银筒猫王笑道 你的力量侧重于 远距离空间转移 这大刀是从何处转移来的 可惜 你只是一个辅助类的 空间能力者 而我却是一个空间攻击者 他再次举起猫爪 尝尝我的平行世界瞄 猫爪落下 虚空阵战 走出了一模一样的 三只银筒猫王 扶妖子剑撞惊道 这是来自其他时空的你 这可不能告诉你 你万一学会了可咋办 去死吧 一声令下 三只银筒猫王 朝着扶妖子杀去 而且 他们的气势 一点都不弱于本体 这可让他震惊了 他能感受到 这三只银筒猫王身上的 时空气息 这时 剑枯喝道 孽畜 死 枯戎 轮回 一剑出 枯戎相继 形成一枯一戎之轮回 剑气所过之处 一切都在枯戎中 轮回心声 又来一个人 人类你逃不掉的 等彻底打破上面的乌龟壳 我再来杀了你 说吧 空间一闪 消失不见 没过多久 突然 咔嚓声接连响起 诸位速速退下 我来抵挡他们 格老站在阵法下面 而在天空中 是无情无尽 遮蔽整片天空的异兽群 他们如同蝗虫一般 遮天蔽日来袭 绝技 天目 阵法破碎 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面对树背力量的异兽大军 人类决定大撤军 一部分由严军带领撤退 另一部分 打算利用扶妖子的空间之门 转移离开 但不料的 却是被对方掌握空间之力的 银铜猫王破坏 撤离之势 受到了阻碍 危急时刻 格老使出绝技天目 瞬间 一道半球形的光幕 替代了原先阵法的位置 轰隆隆 无数攻击落在天目上 竟无法撼动分毫 这一幕 令所有人都震撼了 是格老的手段 我们得救了 格老牛掰 格老 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纵使拼了老命 也绝不含糊 对 格老您倒是说句话 然而 格老此时有苦难言 他号称防御第一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这个天目绝技 只见天目一出 基地重归于平静 异兽的攻击 全部被拦截下来 但 只有格老自己知道 他现在不过是强撑着罢了 赤羽和剑枯剑壮 心中一紧 他们是知道格老这个技能的 曾经数次帮助人族渡过难关 赤羽眼睛红了 他说道 都撤退 赶紧撤回去 扶瑶子 靠你了 扶瑶子重重点头 再次打开空间之门 这一次 那银铜猫王没有继续来捣乱 他可能也摸不清这边的情况 不敢轻身射险 众人闻言 看了一眼格老 只见格老本来花白的头发 正在缓缓变化 此时已经全白了大半 不少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揪心的疼 格老本来和剑神等人岁数差不多 但他们都是青年人模样 只有格老是老年人模样 其中原由 他们都清楚 因为格老使用了很多次损耗寿命的手段 因此才显得那么老 这一次 他再次使用了这种手段 他们才明白 原来天幕能护住他们 却让格老损射寿缘 快撤 还愣着干什么 格老呵斥道 众人含着泪 深深鞠躬 格老 扶瑶子见状 叹息一声 大手一挥 招来一阵狂风 将他们都吹入了空间之门内 而当轮到淋浴的时候 他却停下脚步 此时 基地内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 只有剑枯 扶瑶子 赤羽 格老 还有他 而扶瑶子 稍后就会离去 扶瑶子看向了凌玉 问道 你要留下来 凌玉欲言又止 他当然不愿意涉险 刚刚完全是步子太慢了 落在了最后 还不等他说出原因 赤羽上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夸奖道 好样的 不愧是剑神的弟子 宁折不弯 宁死不退 你在这里也正好 有你的分身光环在 我们也能轻松一些 凌玉想说 不是的 我也想撤退 但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去 人家前辈都这么说了 自己这个时候撤退 实在不太合适 而且他还有保命之法 于是 他叹息一声 默默点了点头 然后 他命令分身上前掩护 趁着众人不注意 本体则悄悄朝着后面退去 基地之外的天空中 无数异兽飞在空中 不停地释放技能 轰击着天幕 龙青蓝望着下方的 天蓝色的光幕 惊叹道 叹为观止 一个九阶人族 竟能释放这种 规模的防御技能 便是他上千年的生命中 也从没有见过此等绝技 金元王点头道 不过 你看大人的头发白了 使用此技能 必不可能长久 他的兽缘在燃烧 我们等着他兽缘燃禁 在出手便是 赤裂蛇王 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阴沉的眸子里 将天幕中的人族 映入眼底 心中生出吞噬 他们的贪婪欲望 这剩下的几个人族 都是强者 吞了他们必然大补 这时 虚空一闪 一只银铜猫 出现在三兽身边 他打了个哈欠 瞅了一眼下方 刚刚出去了一趟 本想 将那些转移的人族都杀了 没想到那副妖子 竟亲自跟随 真是无趣 一些蝼蚁而已 竟舍身保护 三兽文言 看了他一眼 都不回话 银铜猫王有些尴尬 猫爪子挠了挠虚空 一个闪身 便不知去了何处 下方 天幕内 阁老街人都撤走了 他也终于放下心来 瘦 剑枯连忙抚摸着剑柄 打算随时拼命 另一边 刚刚送走众人的扶妖子 正想要回去 突然发现 虚空被冻结了 竟打不开空间之门了 他心中威精 紧接着就是焦急和愤怒 念初 有种出来 人类 本来给了你机会 你竟止带些蝼蚁逃走 太蠢了 银铜猫王的声音传来 让扶妖子更是暴怒 阁老等人实力高强 被异兽杀死的几率 他认为是不大的 但 若是一不小心 还是有可能命丧黄泉 这个险 他不想冒 也不敢让他们冒 好啊 你冻结空间 今日 我也冻结空间 我去不了 你也别想参战 便在此地与我刚耗着吧 说吧 双眼呈现红色奇异花朵 疯狂旋转着 空间冻结 他大喝一声 一道道奇异的空间之力 顷刻间弥漫方圆十里 顿时 方圆十里之地的空间 都凝结在一起 银铜猫王大惊 发现自己 已经难以顺移离开了 人类 今日必杀你 来啊 有种你出来 你进来 一人一猫 隔着空间大骂 扶摇子站在至尊学院里 而那银铜猫 则站在远处的虚空中 一人一猫都不甘示弱 骂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 很快 周扬就听到了声音赶来 他见状之后 大喊道 诸位兄弟 帮助扶摇子师叔 使劲骂回去 聂畜 你进来 畜生 今日让你死 聂畜 左一句聂畜 又一句畜生 把这家伙骂得狗血淋头 面对一群人的骂 他根本骂不过 最后骂骂咧咧地 隐藏在空间夹层里 并堵伤了耳朵 眼不见心不烦 现在四周空间被冻结了 对方无法离开 他也走不掉 只能在这里干号找了 此时此刻 战场之中 天幕缩小 笼罩在剩余几人的身边 葛老摸了摸已经全白的头发 笑道 现在总算不是花白的头发了 这全白头发 反而显得我年轻不少 你还有心情笑 你看看你 若在损耗受缘 可就没几年好活了 赤羽撇撇嘴 心疼道 葛老在众人中 岁数最大 赤羽岁数最小 但葛老和剑枯 都是大灾变之前的人 而赤羽则是大灾变之后 人与神的后代 他是神医 自然天赋超群 在众人中 被认为潜力最强之人 但事实上 不管是剑神还是葛老 都不弱于他 其实 以现在的实力来看 剑神已经将他们两个甩开了 剑枯抚摸着枯剑 沉重道 葛老 你的天幕还能维持多久 半个小时就会消散了 十年寿缘啊 他叹息了一声 势然笑道 凌玉听到这里 心中也是颇有感触 他们是真的有奉献精神啊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似乎都很无私 乃像这个年代的人 都只想着自己 他叹息一声 朝着天空望去 只见黑压压一片的异兽 遮住了天空 头下大片阴影 一场大战要来了 葛老瞥了眼上空 小声道 半个小时 剑枯点点头 恩了一声 然后他们又看向了凌玉分身 此时才有时间去观察凌玉 当看到凌玉分身的实力之后 一个个都愣住了 八阶了 这么快 他们七阶突破八阶 用了十年时间 而这小子 从一阶突破到八阶 满打满算 才用了几个月 太变态了 当意识到凌玉的天赋强大之后 葛老嘱咐道 记得护住凌玉 嗯 三人对视一眼 便突围而去 杀 三大九阶一起出手 惊天动地 剑枯手中常剑 轻轻一挥舞 寂寥只敢弥骂而出 哭记剑东霖 事与咬破手指 流出一滴金色的血液 大河道 无边之境 三万生魂剑 哄 一个虚幻的世界出现在上空 然后从那个虚幻世界中 猛地冲出无数怨魂 哄 怨魂冲入异兽大军中 所过之处 异兽成片的死亡 与此同时 他们身边也开始不停出现分身 这些分身 只有本体百分之五十的实力 而且也只能继承 本体一些弱小的技能 但数量之多 竟一时间 令异兽大军退了一步 龙青兰见状 呵呵冷笑道 九阶一兽 一起出手 不能让他们逃出去 仅尊大统领之命 数百九阶一兽一起出手 场景令人震撼 哄 无数强大的力量光芒落下 瞬间淹没了赤羽和剑枯的技能 他们两人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就被压制得抬不起头 若不是有天幕帮他们挡着 那一下子的攻击 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操 九阶一兽太多了 撑不住了 赤羽再次释放一个无边之境 血口吞了数十个技能 剑枯也面露苦涩 敌人火力太猛了 他们根本挡不住 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境界的 纵使他们是天才中的天才 比普通九阶一兽强大十倍 又有什么用 在巨大的数量差距下 量变也会引起质变 他们根本抵挡不住 好 人足已是强弩之末 杀了他们 龙青兰大吼道 杀 一兽再次攻击 这一次火力更猛 阁老扑斥一声 吐出一大口血 他喊道 不要停 拼命撤 阁老气息已经萎靡许多 他能用天幕挡住这么多攻击 已经另一手大惊了 但他也受到了反噬 五脏六腑都移位了 金元王说道 让我破了这鸟归壳 说着 手中浮现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这些金色光芒会聚成一根根小剑 此乃更金之剑 极致杀伐利器 一只猿猴使用剑起 确实出乎意料 不过 这正是他的底牌 去 跟金之剑破空而去 瞬息之间就来到阁老等人身前 不好 三人感受到巨大威胁 仓促之间防御 却已经来不及了 哄 咔嚓 天幕裂开了一道口子 还没等阁老修补天幕 无数技能光芒就落了下来 砰砰 咔嚓 碎裂声响起 天幕破裂了 阁老受到巨大的反噬 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他微微弯着腰 内脏的疼痛 让他难以支起身体来 突然 一个人扶起了他 他扭头看去 他说完这句话 惨然一笑 下一刻表情却变得无比坚定 抬头望着天空 他挣脱了凌玉的手臂 说道 替我告诉剑神 我欠他的 精神无法偿还了 我希望他能替我执掌 那个首辅之位 33小说网 说罢 人已经飞向空中 此时 凌玉的本体 已经不在此地 但意识在却在这个分身上 他能听出阁老和剑神 有许多故事 似乎是阁老对不起剑神 不过 现在不是打听往事的时候 若是阁老死了 人族可就真的要散了 所以 可不能让他死 凌玉命令道 分身 自爆去吧 为今之计 只有自爆 才能拖延时间了 如今已经是八阶境界的他 分身比他还强了两倍多 自爆之下 便是九阶强者一个不慎 也会伸手重伤 突然 阁老眼前一花 见到凌玉的分身冲了过去 小子 回来 凌玉一个分身回头笑道 您还是回去继续做您的阁老吧 剑神阁下可不想如您一般 当那个什么劳累面 然后 分身头也不回 使用万宝宁气爵 凝聚出武器和防具 便朝着异兽大军冲去 龙青兰见状 笑道 人族啊 倒有几分裂性 金元王爷点头道 诸族中 这人族倒是令人颇为喜爱 可惜 一个九阶异兽问道 是否现在杀了他们 龙青兰抬起龙肘 阻止道 不要着急 等离近了 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法 是 百米 五十米 十米 龙青兰放下龙肘 叹息道 可以了 杀了吧 然而 话音还未落下 他脸色大变 草 方子 轰咙咙 自爆声响起 这一次的自爆 比以前的自爆 强了十倍不止 而且还是十米 这个超近的距离 无数低阶异兽 根本无法挡住 顷刻间就灰飞烟灭 也只有那八阶以上的异兽 还有抵抗的能力 下方 阁老等人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阁老脸微微红了 他说道 原来自爆的威力这么猛 赤鱼也说道 是啊 太猛了 剑枯紧了紧手中的剑 嘴唇微微颤抖道 以后我绝对不允许异兽 靠近我十米之内 只有躲在了地下的淋浴 不是很满意 若是距离更近点就好了 别说是九阶异兽 就是那金元王 也得重伤垂死 可惜了 不过嘛 上古佛腿的须弥佛部 可以顺移 下一次就瞄准九阶异兽吧 希望能弄死几只 事不宜迟 就再来一次 异兽数量太多 七阶以上的飞在天空中 七阶以下的 则站在地面上 一眼望去 黑压压的一片 根本看不出 到底有多少的数量 他们通常遵照命令形式 仿佛没有思想的战争兵器 但眼前发生的一幕 让不少异兽都惊到了 他们正正地看着 那生疼而起的蘑菇云 心中百感焦急 心生亥然之色 前线上足足有上百万之多 竟一瞬间全部蒸发了 不可思议 令人惊叹 难以置信 便是九阶异兽 也根本造不成 如此巨大的范围伤害 最让他们难以置信的 还是人族竟然敢自爆 早就听闻有一批自爆人族 本以为他们已经死完了 没想到 现在竟再次出现了 而且比传闻中更加强大 龙青蓝脸色阴沉 看着四周死光了的异兽大军 他怒喝道 后面的田不过来 但记住分散开来 人族都是疯子 是 众兽纷纷行动起来 分成一个个方块一般的方阵 看着人族仅剩的几人 虎视眈眈 金元王上前一步 俯瞰阁老几人离去的背影 而等逃不掉的 我金元王族何在 他环视四周 大喝道 刷刷 一群金元出现在周围 属下在 金元王点点头 抬手间金光凝聚 形成一一把把金光四射的羹金之剑 他低头说道 使用羹金之剑 追杀过去吧 遵族长之命 众金元公身行礼 缓缓退去 然后才飞速 朝着阁老等人追去 赤炼蛇王也命令到 不能让这猴子抢了风光 我赤炼王蛇不差分好 而等也去吧 使用赤炼毒阵 给我杀了他们 一只只红色的巨蛇 从四面游荡而来 聚在一起 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听到组长的命令 却一语不发 脸色阴沉 又带着一丝丝歇斯底里的疯狂 朝着阁老等人的方向冲去 杀杀杀 龙青蓝见状 沉声道 全军出击 好 好 好 吼叫声四起 杀声震天 一只只形态各异的异兽 开始有条不紊地 朝着至尊学院杀局 在他们看来 只要破开至尊学院 这人族必败 此时 格老三人一脸郁闷之色 赤与心中怒火生疼 他回头看了一眼追来的异兽 怒道 格老 不如让我去杀了他们 剑枯身上 剑气也引而不发 只要格老一声令下 他就拔剑杀局 他未剑而生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为了突破剑之道 他不惧生死 格老摇头道 林玉那小子出乎意料 他对我们争取了时间 我们不能辜负他 等回到至尊学院后 希望能继续拖延一段时间吧 此时 格老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经过刚刚一场战斗 他明白了与异兽之间的差距 纵使 他这样的人族天骄 面对数百个九阶强者的攻击 也毫无还手之力 便是他损耗受缘释放的 天幕防御技能 也终会被破开 人族的未来看忧啊 哼 突然 后方一道道血色的能量球 急速攻击而来 赤与回头瞥了一眼 冷哼道 真是烦人 他大手一挥 一张巨口浮现虚空 将袭来的攻击 全部吞噬了进去 剑枯紧了紧手中的剑 释放一道枯迹剑 令追击者心生寂寥之感 愣在原地 然后又被一道枯搞剑 夺走了性命 格老说道 快些走吧 已经能看到至尊学院的影子了 赤与两人点点头 不再回击 全力飞行过去 金元王带领着一群金元追击而来 赤链蛇王也带着一群赤链蛇攻击而来 龙青兰则在最后面 带领着上翼的异兽大军追击而来 数量太多了 铺天盖地 一眼望不到尽头 附近的凶兽见状也不凶了 一个个低声乌叶几声 便背井离乡 朝着远处顿逃而去 就连附近的其他异族斥候 也目入惊骇之色 这一兽 好强 这是不少异族的想法 地下 凌玉借着分身的视角 看着浩浩荡荡的异兽大军 心中沉思着 凌环站在一边 问道 大哥 你打算怎么办 当然是继续磨死他们了 反正老子又没损失 异兽数量太多 自爆一次也顶多杀死百万异兽 但是现在异兽分散开来 他很难再出其不意 杀死那么多异兽了 不过 他有须弥佛部 可以瞬移 这倒是能再次出其不意 大哥 你是说继续自爆吗 当然了 现在还有其他好法子吗 这还真没有 大哥 你估计咱们啥时候能升到九阶 九阶啊 那可是凡人的顶端 再突破下去 就是神了 这不是一个容易突破的境界 远远不是七阶突破八阶那么简单的 他看了一眼 突破到九阶所需的升级点 比七阶到八阶提升了快百倍了 他摇了摇头道 不知道啊 如果一帆风顺的话 不会花费太久时间的 那升级到SSS几天赋呢 这个需要的升级点更多 比突破到九阶还要多十倍 那还是赶紧升级到九阶吧 九阶之后 两千个九阶分身能横扫一兽了吧 对啊 所以如果我能在一兽攻破至尊学院之前 突破到九阶 人族的危机自然会迎刃而解 大哥 事不宜迟 快行动起来吧 持则生变 嗯 你说的对 不能等了 灵狱默默命令分身行动起来 分身们接到命令 就朝着地面走去 等来到地面之后 他们寻找着目标 很快 一个一兽方阵就落入眼帘 这个一兽方阵的数量不多 只有十多万一兽 而更远处的一兽方阵 居然距离一里之遥 灵狱命令道 不用自爆 以最快速度涂光 分身行动了起来 很快 他们就降临到了这个方阵的上空 一兽将军一脸惊讶道 人族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杀 迎接他们的是血腥的屠戮 这个方阵的最强者也只有八阶 而且只有两只八阶一兽 其余大多数都是七阶以下的低阶一兽 面对两千个灵狱分身 毫无还手之力 一分钟之后 十万一兽被屠戮一空 下一个 什么 人族偷袭我大军方阵 龙青兰听到这个消息后 首先就断定是假消息 但看他受一脸认真的模样 他明白这不是假的 赤练蛇王呵呵冷笑道 好大的胆子 让我亲手宰了他们 龙青兰看向他 阻止道 你去的话 就太小题大做了 区区两千个八阶人族 便让血狼去吧 血狼是一个异兽贵族的族长 与寒冰狗的地位相当 实力不俗 血狼族长文言 低头皆令道 谨遵大统领之命 然后 他便退下准备去了 在龙青兰看来 这只是一件小事 在他心中最大的事情 还是人族的至尊学院 此时 他们还是没有追上 杀了阁老等人 已经沉冰在至尊学院外 沉冰在那茫茫荒原之上 抬头望去 前方是一座连绵数百里的巨大山脉 最显眼的是一座 坐落于半山腰上的学院 映入眼帘 只见这学院上空 浮现一道神秘的阵法 这阵法看似平常 但龙青兰能清晰感受到 其中蕴含的力量 这是一个攻击阵法啊 没有其他办法 攻击吧 龙青兰最终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实在是这没有其他法子了 而且 他们异兽也不屑于使用计谋 向来直来直往 好 无数异兽 朝着至尊学院杀去 突然 异兽后方再次响起无数爆炸声 这声音是如此熟悉 令异兽高层十分敏感 以至于龙青兰等异兽猛的一惊 怎么回事 他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问道 禀告大统领 血狼族掌与那人族大战 人族不敌 竟选择了集体自爆 血狼大人离得近 此时已经死了 血狼死了 怎么可能 他的秘迹可是血神附体啊 他岂会被打死 因为敌人的自爆威力太大了 而且血狼大人还处于正中央 他根本挡不住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等之后下去了 众兽都沉默了 血狼实力不弱 几乎相当于人族中十大学院中 排名靠后的院长的实力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实力强大的异兽 异兽大军的实力减弱而痛心 这时 金元王劝道 人族能自爆两次 定然已是强弩之末了 不可能再有自爆发生的 还请大统领节哀 为今之计 还是尽快灭了人族为妙 金元王的劝慰 让龙青兰心里好受多了 他说道 是啊 人族不过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主将是听令 一起出手 众异兽高层领了命令 便朝着前线而去 他们心中也生疼怒火 人族太顽强了 必须杀他们 铺天盖地的攻击降临 仿佛是中央基地再现一般 无数人族抬头望着这一幕 一个个都露出了绝望之色 就连中央基地的阵法都挡不住 至尊学院的阵法能挡住吗 他们已经不抱希望了 不少人甚至丧失了斗志 打开腕表给家人留一眼了 我们完蛋了 我不想挣扎了 幸好嘞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异兽非得灭了我们 或许 对方觉得我们好欺负 弱者不配谈道理 他们强 我们弱 仅此而已 是啊 可是好不甘心啊 我还有那么多的梦想没想完成 我多想去世界各地看看 听说在无尽之海里 那里有一株生命之树 我也听闻天有九层 在我们的上空 有九个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 小说看多了吧 哪有什么生命之树 哪有什么九层天 哼 我都要死了 还不许我幻想一番 众人绝望之后 闭上了眼睛 在做好了死亡的心理准备之后 他们发现有这么多人陪着自己一起死 似乎就不那么害怕了 轰咙咙 攻击降临落在了至尊学院的阵法上 轰咙咙 无数攻击光芒与阵法碰撞在一起 仿佛天地揍鼓 众人一阵耳鸣 然而 无论多少攻击落下 阵法都毫发无损 仿佛是水滴落在玻璃上 纵使来多少水滴 玻璃都安然无恙 这一幕 让异兽震惊了 也让人族震惊了 龙青兰一脸惊讶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破不开 他确实想不明白 他们可是几百个九界异兽 都跟着出手了 但是这阵法 竟然毫发无损 有点变态了 就是他们异兽异足 也没有这种阵法 因为他们在阵法一道上很落后 别说这种等级阵法 就是中央基地的阵法 他们也布置不出来 银铜猫王从虚空走出 他卖着优雅的猫布 说道 总算等来你们了 别费心思了 这阵法连接了十万大山的山脉 不是靠着能量精实驱动的 想要破掉这阵法 首先要破掉那座大山 他指了指那连绵不绝的大山 龙青兰文言说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既然如此 那就破坏掉这些山脉 我就不幸灭不掉区区人族 消息告诉你了 本喵要去睡个回龙觉了 说吧 消失不见 龙青兰见怪不怪 他大手一挥 命令道 给我将大山碎掉 是 至尊学院 格老惊叹道 此阵法厉害 不愧是剑神的底蕴 周扬笑道 师父常年游走在外 经常取回来一些宝贝 我没想到 这阵法竟如此厉害 只是这阵法连接山脉的地脉 如果地脉损毁 阵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格老惊讶道 如此一来 还得保护地脉要紧 扶瑶子摇头道 没用的 咱们又不能出去杀了他们 还是赶紧想想 怎么击退一兽吧 格老看向周扬 问道 你师父现在何处 周扬摇头道 自从师父破掉那一解神灵的巨肘 便躲起来修养身体了 我也不知在何处 不过如果学院受到破坏 他老人家必然会出现 格老叹息了一声 说道 好吧 他抬头看向众人 说道 诸位 辛苦了 大山深处 凌玉从一个地道里钻了出来 特么的 在地下憋死了 凌环抱怨道 别抱怨了 四周情况怎么样 安全吗 凌玉问道 凌环摇头道 一群异兽朝山里来了 那就杀了吧 但你别忘了把金石捡回来 凌玉嘱咐道 放心吧 对了 这里有一枚稀有的技能金石 是那血狼掉落的 你要不要 拿来我看看 凌环递了过去 凌玉接到手里 贴在眉心查看 血神附体 九阶密技 可令血神虚影附体 提高百分之二百的生命恢复 另可吸收生灵血液 恢复伤势和体力 不错的技能 学了 学会了新的技能之后 凌玉知道现在情况危急 立刻分出新的分身 虽然不知道 这些异兽破坏山脉的目的 但敌人要做的 咱们就阻止准备错 杀了他们 命令下达 分身们点点头 便四散开来 朝着外面杀去 等分身走远了 凌玉心中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连忙说道 走 咱们离开这里 去哪 凌环一问道 凌玉指了指北方 说道 随便去哪都行 就是别待在这里 站在这里 他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让他十分不舒服 凌环点了点头 也没什么意见 反正本体让他怎么做 他听话 去做就是了 两人离开了大山 朝着远处的另一片群山走去 一路上 没敢飞行 害怕被异兽发现 等来到了远处的一座山里之后 他们立即找了一个地方 朝着地下凌环挖的地道 潜入进去 来到了地道里边 那种危机感消失了 凌玉才松了口气 咱们就待在这里吧 尽量远离战场 做一个潇洒的老六 凌环文言瞥了他眼 心里嘀咕了一声 你这是老六吗 分明是狗神吧 虽然他凌环也喜欢站在幕后 但他还是更喜欢 站在聚光灯下 享受世人的崇拜和仰慕 在性格和做事方面 和凌玉可谓是截然相反 不过 凌玉咋说他就得咋做 你放出你的傀儡小虫 打探一下周围的情况 有危险了 及时告诉我 凌玉叮嘱到 凌环点了点头 说道 本体你就放心吧 方圆十里地 都在我的监控范围内 那就好 不能掉以轻心 凌玉再次叮嘱一声 凌环连连点头应试 而凌玉则将意识 投向了一个分身身上 此时 至尊学院所坐落的大山中 这绵延百里的巨大山脉 不断迎来一个个异首 他们飞在空中 密密麻麻俯看着下方 龙青兰越重而出 他的身边是 金元王和赤脸蛇王 龙青兰说道 百里之长的山脉 对我们而言不值一提 一起出手吧 毁掉这山脉 他看向金元王 说道 金元王 你往东去 金元王点点头 领命朝东飞去 还没等龙青兰说话 赤脸蛇王 已经朝西飞去 不用说了 我去西边 他望着赤脸蛇王离去的背影 笑了笑 然后看向了下方山脉 这山很高 一万多米 原本是龟须的屏障 阻挡了无数龟须异兽 进入人族腹地 但今日 却迎来了他此生最大的劫难 龙青兰眼中闪烁着金光 他大喝一声 攻击 数千万异兽接到 命令 立即释放技能 顿时 各种技能朝着这巨山落去 技能光芒遮天蔽地 抬头看去 交织成光幕 遮住了天空 轰隆隆 攻击降临 落在大山上 那密集的攻击 不停攻击落下 积攒了无数力量 仿佛一柄巨大的铁锤 不停敲击人间 令人心中震撼 在这一番攻击下 山石都跟着崩裂开来 哄 蹦 无数山石裂开 然后轰隆隆滚落 远远看去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这样的一幕 至尊学院的人 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望着那末日一般的景象 一个个呆在了原地 异兽也太疯狂了 这可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没救了 曹 真想拼了 众人心中愤怒 又感到浑身无力 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局面 死亡似乎成了唯一的鬼徒 格老等人 远远望着这一幕 表情不一 御者焦急道 格老 快下决定吧 神僧也面露沉重之色 他唱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佛曰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贫僧愿意舍去此身 只等格老一声令下 赤鱼说道 都别劝了 你们去了也是送死 还不等你们靠近人家 就被集火杀了 剑枯瞥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道 我剑枯便是死 也说不出此等 长他人稚气之言 赤鱼也冷哼一声 说道 你剑枯牛逼 你自己上 你 格老苦笑道 都啥时候了 还在这里吵架 赤鱼说得不错 我们现在出去 就是中了敌人监界 只是投入虎口罢了 御者说道 那您说该怎么办 赤鱼说道 还能怎么办 良扮 赤鱼说完这句话 扶摇子说道 剑神若在 尚有一线生机 而且现在亦兽缤纷三路 此中路亦兽不多 若有剑神 再有一战之力 许多年不曾见剑神出手 他们已经不知道 剑神走到哪一步了 不过 从他能击退 神灵之爪来看 剑神的实力 已经比他们强了半截 别小看着半截 就是这半截的实力 或许就是十倍的差距 突然 严君说道 剑神的阵法 不是能激活一道 剑神虚影吗 剑神虚影的强大 众人都心知肚明 只是一道虚影 却能击杀九阶一兽 甚至屠戮一支大军 这等实力 已经令人仰望 甚至比在场的所有人 都强大数倍 便是赤羽都没有把握 能胜过剑神虚影 众人纷纷看向了周扬 他是剑神的弟子 也是这至尊学院的学生 他能激活阵法 自然也能激活剑神虚影 周扬被一众大佬盯着看 心里有些紧张 王说道 各位前辈 别这么看着我 师父留下的那道虚影 还剩下一半的能量 只能维持一个时辰 阁老文言说道 无妨 算是我们多了一个底牌 遇者说道 阁老 动手吗 阁老点点头道 周扬 你去开启阵法 老夫等人去将他们引过来 等他们靠近了 立即开启阵法 周扬点了点头 行了一礼 便退下去了 外界 阁老等人出现在虚空中 他们刚刚出现 正在睡梦中的银铜猫王 就醒了过来 他从虚空中浮现 远远看了阁老等人一眼 便一个闪身 来到了龙青兰身边 将消息告诉了他 龙青兰文言 顿时露出讥讽之色 笑道 他们还赶出来 随我去杀了他们 银铜猫王也笑道 好 我正找痒痒呢 因为异兽缤纷三路 因此龙青兰手下的九阶异兽 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但 仍然比人族的数量 多了几十个 面对铺天盖地的异兽 隔牢咬了咬牙 大喝道 天目 十年兽员 寝客消散一空 一道道奇异的波动 笼罩在众人身上 这天目 化作一道道铠甲 护在众人身上 有了这天目保护 便是受到致命攻击 也能保住不死 这是他们能以少敌多的保障 杀 好 另一边 灵狱的分身 也投入了杀怪之中 他们四散开来 开启新获得的技能血神附体 冲入异兽大军之中 不管不顾 杀得痛快无比 定 你击杀地角龙 七阶 升级点加八零零零 定 你击杀蜂狼 八阶 升级点加九零零零零 定 你击杀 一只只异兽 死在分身手里 第一批冲入山脉的异兽 很快就被屠露大片 异兽中的八阶异兽 发现了情况 立即集结打军 好胆大的人族 竟敢攻入我军之中 集合火力 杀了他们 好 无数异兽汇聚而来 张开巨口 喷出一颗颗巨大的能量光球 哄 无数能量球攻击而来 仿佛炮弹一般 将四周的空间全部封死 释放上古佛部 第三是须弥佛部 灵狱命令到 重分身等攻击临近的时候 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下一刻 他们都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在了异兽的后方 释放誓愿 分身举起手臂 凝聚出黑暗能量 形成一颗巨大的黑月 该轮到我了 去 黑月凌空 轰然落下 无数异兽在一片震惊中 被黑光一照 就腐蚀成沙 异兽大军见到黑月 顿时愣在了原地 一个个心中震撼 这是寒冰狗一族的秘籍 人族怎么学会的 数千个人族都会了这秘籍 绝对不可能是通过 技能精识学会的 曾经有人族掌握了此秘籍 但他们都死了呀 怎么又冒出来这么多 难道人族掌握了 试月的修炼之法 可恶的人族 试月害怕风系力量 诸位释放风系技能 将这黑月都吹走 轰隆隆 无数旋风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道道巨大的龙卷风 龙卷风所过之处 树木山石都被吸了进去 然后攻过来的黑月 也被吸了进去 去 然后 龙卷风带着黑月 朝着远处飞去 最后在一片荒地上散开 凌遇见状 心中有些郁闷 这试月的威力确实强大 可惜这缺点太明显了 稍微有点见识的异兽都知道 人类 没了试月 你们就是带宰的羔羊 诸位 一起攻击 随着凌遇这边造成的动静越来越大 汇聚而来的异兽也多了数倍 他们一起攻击 那场景十分震撼 整片天空都暗了下来 比刚刚破坏山脉的攻击强度还大 唉 凌遇叹息一声 准备施展自爆 既然你们想要死亡 那就赐予你们死亡吧 说吧 就要施展自爆 杀了他们 但是 脑海中传来的一道信息 让他瞬间停下了自爆 忙施展须弥佛部 瞬移到了千米之外 躲过了这一次的攻击 异兽大军见状大惊 竟还掌握着空间之力 更不能留你们了 诛了他们 好 异兽认定一定要杀了凌遇 于是越来越多的异兽追上来 从几十万到几百万 他们分布在天上地上 四处都有 而且 他们释放攻击技能的时候 还十分有章法 不会伤到自己人 于是 灵域的分身就被追着杀 不过好在有上古佛部 他们也追不上 等转了一圈之后 灵域停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下方无数尸骸 笑道 就这里了 异兽见灵域分身都停了下来 纷纷嘲讽道 人类 不跑了 那就受死吧 攻击 这一次的攻击强度更大 灵域大喝道 释放血神附体 哄 三十三小说 顿时 一道血狼之神的虚影 出现在头顶 异兽见状 又是一惊 上次见到的誓约 是寒冰狗一族的秘技 这一次见到的 竟是血狼一族的秘技 这可都是两族的压箱底绝技 现在却被人族破译学去了 不少异兽心中发寒 这人族绝不可留 他们的破解能力太强了 这可真是冤枉人族了 灵域命令分身 朝着下方尸骸冲去 而上方则是无数攻击 紧紧跟随 灵域释放几个防御技能 挡住了一部分 然后对着下面的尸骸 释放一个刚刚参悟好的技能 死灵复苏 死灵复苏是七阶技能 但要求苛刻 刚刚灵凡参悟出了死亡能量 补足了最后一个条件 现在灵域也终于学会了 黑暗能量和死亡能量的转换 满足了死灵复苏的使用要求 他大喝一声 突然 一道道黑暗死亡力量 从分身们身上涌出 这些力量刚刚出现 就令四周陷入了一片绝对的漆黑之中 无数异兽望着下方的异象 心有狐疑 但手中不停 技能仍在释放着 轰隆隆 人类死吧 技能落下 而分身们似乎没有反抗 这一幕落在众异兽的眼中 让他们松了口气 终于杀死这个难缠的人族了 咔嚓 咔嚓 骨架摩擦的声音传入耳中 什么声音 那些人族没死 不可能 刚刚的攻击下 灵域分身全死了 面对那么多的攻击 分身们根本挡不住 被无数技能淹没 顷刻间就烟消云散了 不过 在临死前 死灵复苏技能的效果出现了 只见 方圆十里之内 不管是地上的尸体 还是埋在地下的尸体 在死灵复苏的作用下 激活了灵魂之火 一个个从地上爬了起来 骷髅 僵尸 死灵之鸟 骷髅飞龙 无数死灵生物 从地上爬起 抬头望向异兽打军 好 一眼望去 全是亡灵生物 他们眼眶里 跳动着蓝色的灵魂火焰 朝着众异兽咆哮着 突然 他们的脑海中 出现一道命令 攻击 猴 死 他们站了起来 七阶以下的 朝着四周杀去 七阶的则飞到空中 朝着七阶以上的异兽杀去 该死的 这人组死了 还给我们制造了 这么一个大麻烦 动手 杀了他们 数量有点多呀 少废话 赶紧杀了 在他们看来 这些亡灵生物不值一提 总数有上万只七阶亡灵 在异兽大军眼中 也不过是土鸡瓦狗 但是 很快他们 就笑不出声了 因为 在远处那该死的人类又出现了 而且 这一次 还带领着更多的亡灵而来 灵狱高声喊道 哈哈 我又回来了 我让你们人海攻击 老子让你们看看 谁才是群殴之王 杀 灵狱命令亡灵大军到 灵狱分身又回来了 而且还带着更多的亡灵 杀了回来 许多异兽见到这一幕 一个个都呆住了 他们明明杀了这些人类啊 为何又出现了 太奇怪了 难道这是另一批人类 不会错的 一定是另一批人类 不然无法解释 刚刚死亡的人类 为什么又一次出现的现象 毕竟 灵狱的分身 都穿着全身铠甲 他们看人类又都脸盲 因此认不出来也正常 异兽想明白了这一切之后 一个个都露出了争鸣的神色 既然人族又来了一批 那就再杀一次 人类 纵使你们能复苏亡灵 那又如何 面对我异兽大军 你们不过是带宰的羔羊 杀了他们 一声令下 异兽纷纷出手 各种技能飞舞 如天花乱坠一般 一眼望去 竟显得十分好看 凋零之兵 烈火咆哮 三段金招 一个个技能释放出去 顿时让整片天空 都笼罩在了一片技能光芒之下 轰咆咆 技能朝着下方的亡灵和灵狱 分身飞去 灵狱也不甘示弱 凝聚出一把把武器 便指挥亡灵 朝着异兽大军进攻 异兽大军数千万 但分不衡散 而灵狱的分身两千 再加上百万亡灵 化作一把把尖刀 不顾生死 朝着异兽杀去 杀 亡灵大军 释放一道道死亡能量 朝着异兽大军杀去 灵狱分身 也使出不同的技能 朝着异兽大军杀去 剑气 上骨斧腿 誓愿 一个个技能在分身手里 不停地轮换着 遮蔽了一方天空 轰轰轰 双方技能轰然碰撞在一起 激荡起巨大的光芒 地上 天上 全部是刺眼的光芒 遮蔽了一切 什么也看不到了 而双方的第一波攻击 也让下方的山脉 遭受了巨大的损伤 只见这上万米高的山脉 竟生生断掉了一千米 断掉的一节山峰 朝着地下坠落而去 风云激荡 生震云霄 大片异兽健壮 一个个纷纷朝着远处逃去 此时 这大自然的力量 竟显得如此惊人 而百万亡灵在异兽的攻击下 坚持片刻 便烟消云散了 不过异兽大军也不好受 死了数十万之多 灵狱健壮 连忙让分身使用虚弥佛布 顺移到了异兽尸体上空 他们抬起手 凝聚黑暗死亡能量 死灵复苏 无数能量凝聚而出 如同黑布遮蔽一方虚空 无数异兽尸体 在死灵复苏的技能作用下 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他们抬起头 望向异兽大军 低声咆哮着 杀了过去 又是数十万亡灵 参加了大战 他们不顾生死 没有痛感 很是难缠 异兽健壮 心中烦躁不堪 刚刚杀了百万亡灵的成就感 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他们环视四周 大怒道 给我杀了那些人类 不要管这些亡灵了 人类才是一切的源头 说得对 这人类能召唤亡灵 着实可恨 杀了他们 他们将矛头对准了分身 于是无数技能 朝着分身杀去 不过 这一次分身提前躲过去了 下一刻 他们出现在了 异兽大军不远处 该我了 世月 黑月凝聚而出 扔向了还未反应过来的 异兽大军中 不少异兽发现世月来临 一个个大惊失色 但已经来不及躲了 这世月的威力 他们十分清楚 被黑光一照 就会被腐蚀 以很多异兽的实力 可能一个照面 就成一滩灰了 快防御啊 该死的人类 释放风险力量 吹走他们 黑光一照 便有一大片的异兽 被腐蚀殆尽 化作一滩黑灰 不少异兽释放技能抵挡 没有遭遇这一幕 但他们也只能艰难抵挡了 灵域见状 看了一眼 正在支援过来的异兽大军 他知道不能等了 释放剑气 净身杀了他们 亡灵们 去阻挡支援的异兽 命令下达 兵分两路 亡灵调转方向 去阻截来袭的异兽了 而灵域的分身 则意念一动 数十道剑气 环绕在身体周围 念头一动 剑气如同雨滴 朝着异兽大军 去 如今能抵挡 黑月腐蚀之力的 都是八阶异兽了 他们的实力不错 但面对灵域的攻击 却不值一提 剑气所过之处 一支支异兽 伸手异处 耳边不停响起 系统的提示音 灵域朝着身后 看了一眼 支援而来的异兽大军 一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镜头 而刚刚前去阻截的亡灵们 一个照面 就被杀光了 不过 他们也争取了一些时间 他低头看了一眼 地上的尸体 默念道 亡灵复苏 翁一声清明 黑光一扫 无数异兽尸体 摇摇晃晃 再次站了起来 看着新出现的亡灵 他笑了 不错 这次的亡灵品质不错 七阶亡灵占了一半 这主要是因为 刚刚杀死的异兽 普遍实力强大 因此 召唤出的亡灵 也更加强大 去吧 杀 亡灵大军领了命令 便咆哮着杀去 凌玉则命令 分身寻找其他尸体 一路上 他们不停释放亡灵复苏 小到数千亡灵 大到几十万亡灵 在这一片转了一圈 竟积攒了三百多万的亡灵大军 虽然和异兽大军一比 不值一提 但亡灵不怕死了 而且 杀了异兽 还能用异兽的尸体 继续召唤亡灵 这让他的兵源永不断绝 杀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声淒厉的叫声 凌玉心中一惊 盲朝着高处飞去 环视四周 果然在远处看到了情况 只见一群人类 正和一群异兽大战着 此时 人类已经占据了下风 而且还正在缓慢后退着 但异兽却释放了一道牢笼 将四周的空间禁锢住了 令人类无法撤退 刚刚的淒厉惨叫 正是一个人族 被一个异兽一爪子刺穿的临死惨叫 草 倒是忘了这事了 先不要管这里了 说道 阁老 这是空间之力形成的牢笼 我能破开 但需要时间 需要多少时间 阁老问道 他心里很着急 是他带领着家家出来的 本来是想将异兽引过去 利用剑神虚影杀敌 但没想到撤退时 竟被这空间牢笼困住了 扶妖子说道 十分钟就能破掉 你们只要坚持十分钟 我就带着大家离开 阁老松了口气 说道 十分钟我们还是能挡住的 你尽管去破牢笼 看着周围各个富商的同胞 他心如刀脚 欲者抹了妈脸上的血迹 抚摸着天雀的羽毛 喃喃自语道 要是凌玉在这就好了 有他的分身光环 咱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一个九阶人族叹息道 凌玉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可能已经牺牲了 神僧威闭双眼 嘴里念念有词 似在给凌玉超度 毕竟 这战场上混乱不堪 便是凌玉天赋超强 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赤语白了众人一眼 他朝着外边看去 手掌翻飞间 一道道血红色的丝线 绕着四周飞了几圈 严君看到他这样做 也召唤出灶火 咬破手指 滴出一滴血液 融入火焰中 火焰吸收血液 猛地暴涨数倍 凌 严君轻声喝道 下一刻 那火焰凝聚成细网 去吧 火焰细网飞了出去 在众人四周 形成一道火焰屏障 其他人也纷纷施展手段 既然走不出去 那就先给自己人套几个盾再说 外面 龙青兰等一兽 俯视着人族 他说道 多亏了猫王 要不是你 他们就逃了 迎同猫王笑道 扶妖子有几分手段 可惜终究太嫩了 这一片虚空牢笼 在他与我对峙之时 我就已经布下 如今不过是请君入问而已 金元王笑道 若不是你 人族可不容易被抓住 现在好了 人族高层全部落入你的袋子里 这一仗算是赢了 龙青兰也点点头 在他看来 人族已经败了 望着下方众多人族 他沉音道 未免夜长梦多 尽早杀了吧 迎同猫王说道 将扶妖子的眼睛留给我 行 龙青兰承诺道 赤练蛇王说道 我来动手 说吧 他已经带着手下 朝着牢笼飞去 布置赤练毒阵 是 族长 数十只赤练蛇 站在虚空中 微微闭上双眼 施展毒阵 哄 突然 一道红绿色的阵法 将虚空牢笼包围在了一起 赤练蛇王睁开眼睛 指着下方说道 赤练毒 去 阵法猛的一辆 无数红绿色的毒气 便凭空产生 朝着下方的牢笼攻击而去 众多异兽健壮 都一轮纷纷 这就是赤练毒阵 据说一道雾气 就能毒死万兽 不止如此 这毒阵的毒 蕴含三种力量 能伤害肉体 灵魂和能量 你们看 人族竟然挡住了毒阵 没用的 毒阵能腐蚀能量 很快他们的防御 就会被破掉 此时 虚空牢笼内 御者焦急喊道 扶瑶子 你好了没 扶瑶子没有回答他 阁老说道 不要打扰他 好烈的毒阵 赤羽 靠你了 赤羽点点头 双手放在胸前 大喝道 无边之境 血口吞天 下一刻 一道血口凭空出现 惊吞一般将四周的毒气 都吞噬殆尽 那么的 这毒气 我得赶紧放出去 我这乾坤空间 都要被腐蚀掉了 他连忙再次释放血口 将这些毒气 朝着外面释放出去 但是 这些毒气一出来 仿佛有了灵性一般 立刻掉转枪头 又朝着他冲来 卧槽 这毒气还带灵质的 还是吞了慢慢消化吧 再次将毒气吞了 虽然让他的乾坤空间 有些损伤 但现在这情况 他也只能忍着了 还没等他放松 又一股毒气攻了进来 诸位 施展手段吧 好 众人一起对抗着毒气 但被困在里边 有点放不开手脚 最终众人 虽然驱散了毒气 但体内能量也不多了 阁老叹息道 能量不足了 欲哲也一脸悲伤 我也是 扶妖子 你这家伙好没好啊 赤羽焦急道 扶妖子仍然没有回复 龙青蓝见状 笑道 人族 你们的死气降临了 死吧 一起出手 数百个九阶一兽一起出手 那场面真可为惊天动地 死吧 轰隆隆 无数技能光芒落下 将整片天空都照亮了 阁老等人一脸绝望之色 他们回身望了一眼 至尊学愿 都露出了不舍之色 阁老说道 自报吧 众人点点头 叹息一声 纵使心中千般不愿 也只能施展自报 既然我活不了 那就拉你们陪葬 突然 他们愣住了 预想中落下的攻击 都消失一空了 而远处则传来了海沙的声音 怎么回事 谁来救他们了 奇怪 这时 欲者惊喜道 是灵欲 是他小子来了 你们看 众人文言稍微看去 果然看到了灵欲的分身 他们之所以能认出来 因为灵欲分身 就没换过其他装束 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 诸位 灵欲没死意 分身光环没出现 说明灵欲本体不在附近 而灵欲分身 不一定能拖出他们 大家根据准备一下 接下来的战斗 都吃点丹药 回复一下状态 等会还有一场恶战 众人连忙取出丹药吃下 一边恢复着状态 一边准备着 而此时 外面灵欲的分身赶来了 他二话不说 就直接攻击 打乱了异兽的部署 另异兽大惊 收回了攻击 杀 异兽见到又来了支援 一个个心中大怒 龙青兰更是脸色铁青 刚刚要不是这人族阻拦 他们已经杀了人族高层了 现在面对几千个巴结人族 一个个露出了嗜血和愤怒之色 区区巴结人族 能阻我一时 还真能战胜 我们不成 让我来 让我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族 一个深刻的教训 赤炼蛇王越重而出 释放秘技就要杀了分身 然而 分身可不想单挑 那太浪费时间了 我呢 也没啥事 就是来逛一逛 然后嘛 自爆一下 拜拜 轰 轰 轰 龙青兰等异兽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人族来是自爆的 一个个大惊道 快躲开 虚空牢笼里 阁老等人 一个个面色古怪 欲者撇撇嘴道 我就知道 只要这小子过来 本体肯定不知藏在了哪里 他的分身准是来自爆的 哈哈 现在灵域分身自爆的事 早就传开了 人们震惊之余 也颇为庆幸 幸亏灵域是人类 这若是一兽 他们可就有的兽了 今天是第二次自爆了吧 他这天赋 是不是有点超纲啊 有人面露疑惑之色 他们都是人族高层 见多识广 什么样的天赋没见过 但灵域的天赋 明显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似乎他的分身自爆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这就有点变态了 阁老看了他一眼 沉声道 勿要胡乱猜疑 灵域的出现 是我人族之性 那人文言 心中一惊 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阁老在警告他 不要打灵域的主意 他善笑两声道 放心吧阁老 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 我也不敢招惹这小子 他心道 有人便是属老虎的 他也敢摸一摸虎头 但灵域这是属炸药桶的 他真就只想静而远之了 阁老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此时 爆炸声终于停歇了 众人纷纷张望 只见原本密密麻麻的九阶一兽 此时竟然消散一空了 他们都去了哪 不会都被炸死了吧 他们心中自然不幸九阶一兽 会被自爆炸死 果然 不一会儿 远处就飞来了一个个受伤的九阶一兽 他们每一个都受了轻重不等的伤 有的身上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有的缺少了一条腿 而且还少了几只 一个个都狼狈不堪 目露愤怒 心中又有一丝恐惧 这已经是他们经历的第二次自爆事件了 人族的疯狂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就连他们看向虚空牢笼中 剩下的近百九阶人族的目光中 也露出了一丝后怕 若是这些人族不顾一切自爆的话 那后果不可想象 烈焰虎族长一身虎毛 被炸碎了小半 心中愤怒的直子哑 他张开大口 不等龙青兰的命令 直接命令道 给我杀了这些人族 是 赤焰虎们纷纷应道 哄 攻击再次来临 阁老等人正要抵挡 突然一道声音传入耳中 让他们面露大喜之色 解开了 扶妖子如是重负 快带我们走 扶妖子大手一挥 一道空间屏障 挡在了前方 那赤炼蛇的攻击 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然后他眼中光芒一闪 一道虚空之门出现 只是他脸色突然大变 不好 那孽雏又来捣乱了 格老盲说道 不要紧 咱们按照原先的计划进行 是 此时 虚空牢笼已经破开了 但四周的空间 却又被冻结住了 这自然是迎铜猫王的手笔 格老等人立即起身 朝着至尊学院飞去 烈焰虎族长率先追去 龙青兰见到这一幕 无奈道 跟过去 此地距离至尊学院 异兽也追了上来 烈焰虎族长怒道 人族 你们逃不掉的 破灭之言 他大嘴一张 喷出无数火焰 朝着人类攻击而去 格老健壮 大手一挥 使出一道金光屏障 挡住这一击 龙青兰秘密对身边异兽说道 山脉破了没 这异兽说道 大统领两边的都破掉了 还插着中间的山脉 目前也快了 龙青兰闻言笑道 不要出手 先拖住这些人族 等阵法一破 咱们也就几乎赢了 众异兽黑黑一笑 心中胜券在握 烈焰虎和人族还在大战着 烈焰虎落在了下风 但随着其他异兽的加入 这个胜利的天平 正在向异兽这一边倾斜 这时 有异兽说道 大统领 阵法应该可以破了 而且等会金元王 和赤练蛇王也会赶来 好 诸位 一起出手 是 他们带着兴奋之色 释放技能一起攻击过去 尽管在淋浴的一次自暴中 死了几个九阶异兽 残废了几个九阶异兽 而且剩下的都各个带伤 但并不能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一个个异兽的技能释放出去 遮蔽了天空 哄 格老等人面色俱变 抵挡一阵 便再也无力抵挡 被这技能扫飞了出去 不好了 格老 阵法破了 什么 阵法破了 格老 快告诉周扬 让他开启剑神虚影 我已经告诉周扬了 剑神虚影正在凝聚中 这就好 异兽步步紧逼 一道道攻击落下去 一个个九阶人族 身受重伤 甚至再次死了几个九阶人族 这让一旁的格老等人 看得眼皮狂跳 龙青兰越重而出 他笑道 人族 你们没有退路了 受死吧 哄 异兽的攻击又一次来了 至尊学院中 无数人族抬头望着这一幕 一个个露出了绝望之色 完蛋了 我们要死了 可恶啊 我还没有娶妻生子 人生就要这么结束了 我不要死啊 我要投降 诺夫 给我打断他的手脚 诸位 准备自报吧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绝望与绝绝相互交织在一起 有人哭有人悲 有人愤怒 不意而足 众生百态 在这一刻上演着 突然 一遍突生 那是什么 好帅气的身影啊 青色衣衫 手持血色长剑 这好像是剑神阁下 剑神来了 可是 他一个人来 又有什么用吗 唉 挣扎一阵过后 还是免不了一死 屠路 领域 一道清冷的声音 划破天空 传入众人和异兽的耳中 猛地抬头 却见天空中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 圆形的虚幻空间 所有九届异兽 都被这血色空间笼罩住了 格老等人站在外面 仰望着领域空间 一个个都露出羡慕之色 这就是他的屠路领域 所有被他杀死的生灵 都化作怨魂 被他囚禁此地 成为他杀敌的戾气 格老叹息一声 语气中不乏羡慕之情 赤鱼也说道 是啊 一 虚影之力 能困住这些异兽 已实属不易 但要杀了这些异兽 或许还不行啊 异兽太多 剑神虚影单挑无敌 但要杀了这些异兽 还差了很多 而他们又进不去这领域 无法帮忙杀敌 这让他们心中颇为烦躁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过一会儿 又是一场大战 此时 屠路领域内 剑神虚影 一袭青色衣衫 飘在上空 犹如神灵一般 冷冷地俯瞰着下方的异兽 龙青兰等异兽剑壮大惊 你到底是谁 为何有这般力量 他们能感受到 这空间的强度和威胁 这已经超过了 他们任何一只异兽的力量 龙青兰心中亥然 没想到人族中 竟还有这等存在 如果早知道有这等存在 他们就不选择攻击人族了 可惜 这个世界上 没有后悔啊 剑神虚影 没有回答他们 突然 一到道剑光射来 剑光呈现血色 从剑神虚影手中迸射而出 剑神虚影面无表情 手中剑光仿佛无穷无尽 化作光雨射向异兽群 众异兽连忙抵挡 好强的剑光 不好 我受伤严重 力有不济 帮我 该死的剑光 若全胜时期 岂会怕你 剑光被异兽挡住了 但他们体内的能量 也消耗了一大半 剑神虚影微微低头 然后扭头看向了远处 他举起手中屠戮剑 喝道 怨魂们 去吧 好 此起彼伏 嘈杂无章的吼叫声 从远处传来 然后 还没等异兽反应过来 无数怨魂便扑了上来 该死的人类 怎么这么多怨魂啊 这时 烈焰虎提一道 大统领 那轻衣人类 才是一切根源 我们应该尽快除了它 龙青蓝文言 点点头道 说得不错 给我一起攻击轻衣人类 众异兽一起出手 动静太大了 扑上来的怨魂 顿时被震杀数万只 但源源不断的怨魂 很快填补了过来 这些怨魂死于屠戮剑下 只剩下了怨恨 他们怨恨一切生灵 恨不得将所有生灵 拉入死亡的深渊 与他们作伴 此时 这些异兽就被这些疯狂的怨魂攻击着 怨魂不攻击肉体 只攻击灵魂 单个怨魂不强 但数量一多 就防不胜防 啊 哥们的 该死怨魂 给我死 我的灵魂被咬去了一块 死啊 太多了 快杀了那人类 它是一切根源 龙青蓝起身 摇身一变 变成一条千米长的巨大蛟龙 银 它吼叫一声 巨大的龙眼 死死盯着剑神虚影 可惜剑神虚影 没有自我意识 冷冷地看了它一眼 继续攻击 人类 你好大的胆子 水则 木天 随着它一声大吼 水凭空涌来 仿佛大海的潮水一般 一波又一波 带着万军之势 冲向了剑神虚影 同时 虚空凭空生出一棵棵巨大的树木 树木生长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成长为一颗颗参天巨木 瞬间 这一片大地 变成了水与木的天下 森林成片 水则遍布 小沙 树木仿佛活了过来 朝着剑神虚影杀去 下方的水则也咆哮着 变成一条条水龙 朝着剑神虚影扑去 双管齐下 气势惊人 剑神虚影冷静地举起剑 劈落 哄 一道参天剑影从天而降 劈在水木之上 刺了 刺耳的声音传来 剑神虚影大喝一声 又一剑落下 水木被劈落消散 巨剑又落下 再一次被劈落 猎眼虎举起巨大的爪子 朝着剑神虚影杂去 我来帮你 爪子落在剑神虚影上 剑神虚影顿时黯淡一分 力道也小了一些 封眼音说道 这不是实体 一起攻击 只要它能量耗尽 就会自己消失的 众一兽一起出手 虽然顶着怨魂的攻击 让它们很不好受 甚至灵魂力量大损 但 剑神虚影没有灵智 只会一剑剑披落 将异兽的攻击挡回去 但它也被击中 终于 碰 一声碎响传来 剑神虚影散了 咔嚓一声响 领域也破裂成碎片 它们也终于回到了熟悉的环境 见到这一幕 异兽大喜 而人类则大惊失色 龙青蓝喘着粗气 面露喜色道 人族 你们完蛋了 死吧 阁老跃重而出 凝聚一道道力量 头发瞬间由苍白变成灰白色 天幕 这次 我消耗三十年寿元 应当能挡住三十分钟 诸位散去吧 他说完这一句话 看向了赤语 赤语含泪点了点头 说道 好 他又看向了御者和扶妖子等人 笑道 人族的未来 靠你们了 众人面露悲涩 一时无言 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危难时刻 牺牲自我 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来的 走吧 他撑开天幕 化作一道巨大的屏障 这一次 天幕没有护住自己人 而是反向 将异兽罩在了里边 龙青兰大怒道 该死 给我破开这牢笼 格老阴沉着脸道 除非我死 阎君等人离开了 此时异兽高层被困住 他们可以从容离开了 但是格老却必死无疑了 他们的心情都很复杂 等他们走出了空间 冻结的区域之后 扶妖子颤抖着双手 迟迟没有打开虚空之门 我心中不甘你为何扶妖子叹息道 欲者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 他拍了拍扶妖子的背 说道 这是格老的选择 人固有一死 与其如鹅毛一般死 不如如泰山一般死 不要难过了 也不要辜负了格老的期望 赤鱼也上前说道 这个仇一定会爆 我们该离开了 扶妖子含泪举起手臂 脑海中浮现出 他们一起奋战的点点滴滴 虚空之门 虚空之门刚刚打开 众人正要离去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群熟悉的身影 扶妖子眼力最好 他大喜道 哈哈 格老有救了 众人一脸疑惑 下一刻 远处传来一道道熟悉的声音 天神族副族长天苍 带领天神族五十九阶族人 前来支援 众人大喜 虽然五十个还不够 但能够极大缓解压力 还没等他们缓下心来 远处又传来一道道声音 火压一族 与军共战 众人族再次大喜 还没等他们缓一缓 又一道声音响起 蓝星王灵族 李渊霸前来支援 李渊霸 你似乎忘记 介绍我们俩 哈哈 不好意思 你叫啥来着 你逃打 此时此刻 在这苍茫的大地上 三个形态各异的种族 奇迹般地聚在了一起 他们都曾经与人族有些交情 又因一些利弊的考量 所以才前来支援 天神族来的九阶存在最多 族有五十个之多 另外两族不多 火压族只有六个 而亡灵族只有三个 不过 六只火压能组成大阵 能以一敌二 六只相当于十二个九阶战力 另外的三个亡灵族 则是亡灵族中首领般的人物 他们生前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类 实力都很强 便是阁老与他们相比 也只在伯仲之间 此时 扶妖子等人见到来了支援 一个个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天神族因为是类人形态 因此也属于人族 两族还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 只是后来 两族之间的有了一些小摩擦 变得不再那么亲密了 不过 两族之间的交情 却一直都存在 当然 他们愿意前来支援人族 一方面是有交情在 另一方面也是纯亡齿寒的道理 因为如果人族败了 以异兽一族的尿性 下一个攻击目标 很可能就是天神族 到时候 天神族也难逃一死 因为在各族中 天神族和人族的实力相差无几 异兽可能会在灭了人族之后 将目标对准天神族 这是天神族所不能容忍的事 因此支援人族对抗强敌 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天神族人口稀少 本土环境恶劣 因此 蓝星的足地 变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而保护这块土地 就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 扶妖子感激道 多谢大家的支援 我人族记住了诸位的恩情 以后如果有难 我们一定倾尽全力相助 严君也面露感激之色 诸位 事不宜迟 还是尽快就回阁老要紧 一想到阁老 众人都面露悲涩 忙焦急道 诸位 有你们相助 这一受不足为律 诸位 快请 狱者走在最前面 他说道 我来带路 好 众人一番言语 便不再多说 现在是救人要紧 扶妖子回身望去 见许多九阶以下的人族 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等人 扶妖子说道 诸位 辛苦你们了 再随我们走一趟 众人现在心中有了希望 哪里还会怨恨什么 纷纷喊道 道长客气了 此乃我们分内之事 是啊 一受亡我之心不死 我等岂能坐视不理 阁老肯为我们断后 我们已感动万分 如今有了转机 定要报答阁老救命之恩 诸位大人 还请带路 我们与你们一起诛杀强敌 就回阁老 扶妖子再次道谢 然后扭头朝着至尊学院飞去 另一边 地道中 林凡说道 大哥 败了 他其实也不看好人族 但如今人族败了 令他心中伤感万分 再怎么说 他也是人族啊 淋浴面色阴沉 他有些痛恨自己 为什么升级这么慢 若他现在九阶实力 便是来一千个九阶一寿 他也能轻松屠杀 可惜 他没有这个实力 而升级到九阶所需的升级点 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不是短时间就能攒够的 他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自己的实力不断提升 进而提升分身的实力了 他取出一颗魂珠 放在嘴里咀嚼咽下 顿时 眉心传来清凉的感觉 灵魂增强了一丝 然后他又取出一粒三阶血肉丹 施展天赋生命汲取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他的内心就没有那么浮躁了 我已经尽力了 如果人族真的败了 我也只能以后再替他们报仇了 灵魂穿越而来 没有那么强烈的种族情节 他所能做的事 近人是听天命 再次分出两千个分身 让他们前去战场上帮忙 而灵魂的目光 则投向了生命之潮 这是生命汲取天赋 升级到SS级之后 觉醒的新能力 这是一个可以存放 生命类物体的独立空间 不能存放活物 如今这个空间里 正存放着神灵之识 神灵之识 因为具有神灵的特性 我六阶之识 尚不能吞噬一丝力量 现在我八阶了 不知能否吞噬神灵之识 从而快速提升实力 灵魂难难自语道 灵魂扭头看向他 说道 本体试一试啊 灵魂点点头 打算试一试 他先是命令一部分 分身去杀九阶以下异兽 然后让另一部分分身去 偷袭金元王和赤练蛇王的异兽大军 之后 他才发动了生命汲取天赋 念头微动 脑海中就出现大量的暴食念头 让他眉头皱了起来 强忍着不适感 将目标对准神灵之识 灵魂一正 紧接着体内便出现了一道 不受控制的力量光芒 这光芒还是如当初一般 在体内乱窜 但灵魂早已经飞昔比 他咬了咬牙 调动体内能量 全力镇压着这道力量 不好 这道力量有意志 灵魂发现这神灵的力量果然神奇 神灵尸体的力量带着微弱的意志 灵魂提醒到 本体使用渡魂术 渡魂术拥有安抚和净化灵魂的效果 灵魂文言 心念移动 发动渡魂术 顿时 一道道奇异的波动 从他脑海中散发出去 这道力量十分神奇 能安抚灵魂 也能令灵魂消除怨气 这道力量扫过体内 那道神灵力量 顿时一道道无声的嘶吼 响彻脑海 灵魂吓了一跳 连忙加大了力度 碰 一声脆响传来 那道力量的意志被净化了 而体内那道力量 也变得温顺了许多 灵魂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 松了口气 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这道没有抵抗的力量 被他轻松炼化吸收 顿时 体内力量暴涨了一小节 虽仍然很少 但比吞噬三阶血肉丹 多了十多倍 而且灵魂发现 体内的能量 竟然更加凝炼了 他仔细感应了一下 发现差不多凝炼了1% 虽然只有1% 却能让分身的实力 提升了2% 继续汲取神灵之师的力量 一道力量凝聚1% 100道就是100% 不知道我将这神灵之师 全部吞噬了 会不会拥有 神灵的能量强度 以凡人之身 屠杀神灵 光想想就很激动人心 第一刀之中 灵魂自从尝到了甜头之后 不再吞噬血肉丹了 开始将目标 对准神灵之师 他不停地吞噬着 神灵之师的力量 力量不停增强着 增加1% 2% 3% 一直到提升到了100%后 他发现 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无法再继续 汲取神灵之师的力量了 看着只是微微 消瘦了一圈的神灵之师 灵魂有些遗憾 现在的实力 已经惊飞昔比了 我提升了100%的实力 那么分身就提升了200% 以现在的实力 或许还无法单独对抗 普通九阶一兽 但十个分身 应该能合力对抗一个 灵魂笑了笑 喃喃自语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其他分身自爆吧 我再分出新的分身 让他们加入战场 灵魂念头微动 所有分身都停止了行动 然后开始了自爆 轰隆隆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灵魂在地道里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隐隐有九阶战力的气势了 去吧 帮忙去吧 2000个分身也颇为兴奋 快速朝着战场飞去 另一边 一道天幕将数百异兽 禁锢在一起 在天幕外边 一头灰白色头发的阁老 正伏在虚空中 低着头看着疯狂的异兽 他一脸镇定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平静的可怕 天幕内 一群被困的异兽 一个个拼命地破坏着天幕 龙青兰等异兽 更是脸色阴沉的可怕 龙青兰挥出一道强大的气浪 攻击在天幕上 他朝着外面的阁老大喊道 人族 你已是强弩之末 何必挣扎呢 做我的仆人如何 然而 迎接他的事 一道金光斩机 阁老吃笑道 区区蛮夷 口出狂言 龙青兰气急 呵呵冷笑 给我使劲的攻击 这人损耗了寿员 虽然早晚会死 但我仍要亲手杀了他 轰轰轰 巨大的轰鸣声 响彻虚空 天幕在震战 再摇晃 眼看就要碎裂 咔嚓一声 终于 天幕不堪重负 碎裂了 这一幕 令格老牙自欲裂 他本以为天幕能坚持半个小时的 但没想到 只是二十分钟时间 天幕就碎了 聂处 今日便是自爆 也要等赔上性命 他沉着脸 压缩体内能量 朝着异兽群冲去 龙青兰见状大惊 大骂道 真是疯子 给老子退后 让他自爆个寂寞 这时 迎同猫王笑道 看我用空间 隔绝了他的自爆 真当我们 怕自爆不成 他挥舞了一下爪子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瞬间弥漫整片虚空 人类 你尽管自爆 迎同猫王站在远处 哈哈大叫道 其他异兽 也一个个露出讽刺的笑 你不是喜欢自爆吗 那就使尽自爆吧 不过是白白损耗了 自己的生命而已 你们看他 那一副焦急的样子 像不像热锅上的蚂蚁 别说 还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啊 哈哈 笑死我了 他知道自己自爆了 也是白白浪费生命 干脆不动了 就这样和异兽僵持下去 龙青兰笑道 他已是强弩之末 你们去追杀那些逃走的人类 烈焰狐等异兽 纷纷领命道 统领大人 我们去去就回 他们带着大部分异兽 去追人类了 原地只剩下 以龙青兰为首的 几只九阶异兽 龙青兰决定履行自己的承诺 亲手杀了这个人类 他缓缓飞了过去 每过一秒 体型就扩大了十倍 转眼间已经变大了数百倍 成为了一只千米长的蛟龙 他盘踞在空中 巨大的龙眼里 迸射出细血的神情 好 人类 你的死气到了 死吧 泽国之作 哼 大水涌来 转眼间形成了一片泽国 一眼望去 都是水的天下 突然 水中生起了无数尖锐的冰柱 这些冰柱仿佛拥有了生命一般 将矛头纷纷对准了阁老 刺 哼 无数冰柱朝着阁老刺去 阁老见状 吃笑一声 不知是笑敌人 还是笑自己 竟张开了双臂 准备自爆 能量在凝聚 危险的气息在扩散 哼 自爆吧 不过是白白损耗了生命 他站在空间之外 细血地看着他 突然 龙青兰瞳孔微缩 眼中闪过一丝意外之色 然后 他就见到了那些追杀人族的异兽 全部跑了回来 接着 他心中大惊 连忙朝着后方退去 哼 一柄巨大的锤子 出现在了他刚刚待着的地方 龙青兰退到了千米之外 而原地出现了一个手拿双锤 一脸不爽的乌妖 李元霸举起一只大锤 指着远处的龙青兰 喝道 长冲 有种和你爷爷大战三百回合 龙青兰大怒 刺 哼 无数兵柱掉转枪头 朝着李元霸刺去 李元霸呵呵大笑着 将双锤捂出残影 一根根兵柱被击碎 不够 还是不够 长冲 再来一点 让爷爷有这样的痛快 哈哈 来吧 让你的攻击来得更猛烈些吧 他猖狂大笑着 将一根根兵柱击碎 甚至越战越勇 身后竟隐隐凝聚出一道黑色的模糊身影 本作本不想找你乌妖的麻烦 没想到你进来支援人族 那好 今天就灭了你 然后灰兵乌妖一族 灭了你族 银童猫王 你还在等什么 与我一起杀了他 银童猫王舔了舔猫爪子 勇懒道 我可不想让鲜血脏了我的皮毛 话未说完 突然一道人影映入眼帘 他惊讶到 你们竟然又回来了 正好你那双眼睛 我馋了太久 去死 刺猿瞄斩 猫爪子一挥 虚空为之震荡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瞬间突破千米的距离 转瞬间来到扶妖子灯前 扶妖子双瞳一闪 一朵血红色花朵 浮现瞳孔中 虚空之壁 下一刻 前方空间凝聚成一道墙壁 三十三小说网 两者相撞 纷纷泯灭于无形 人类 去死 孽畜 放肆 一只大手 从天而降 抓向了银铜猫王 银铜猫王大惊 连忙后退 躲开这一击 他抬头望去 见到来人 大怒道 天神族 你们好大的胆子 天神族来人 正是这次的领头者 实力非凡 他冷着脸 唇王齿寒的道理 我们懂 诸位 不要留守 趁机杀了他们 动手 以绝后患 银铜猫王怒喝道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好大的胆子 竟敢招惹我族 远处传来两道响亮的吼声 瞬间打破了现场的气氛 只见金元王一身金色的毛发 迎风飞舞 他庞大的身躯 几步跨越 便来到了龙青兰身边 手持铁棍 怒视着人族一方 另一边 赤猎蛇王也及时赶来 吐着蛇性 一脸阴沉的 盯着人族一方 而他们两族的手下 也分裂左右 怒视人族 阁老等人见状 心中一沉 这两个王族回来了 这一仗又要艰难许多 龙青兰大喜 由你们过来 人族可灭 诸位不要留守 今日必须要灭了这人族 我们已经担了太多时间 龙神大人要不高兴吗 他被任命为大统领的时候 曾经拍着胸脯保证过 五天内灭了人族 但现在早已经超过了期限 这让他感觉面上无光 金元王说道 的确不可再拖延了 尽管这人族来了一些帮手 但对我族而言 并非什么大问题 那就杀吧 试炼蛇王阴沉道 等灭了人族 天神族 火鸭族 还有不知好歹的乌妖 他们的种族 统统都得死 龙青兰文言 沉声道 好 好 一声声吼叫响起 阵战天际 无数异兽朝着这边聚集而来 他们仰天咆哮 朝着人族一方杀去 人族一方本就是哀兵 一个个目录沉重之色 诸位 阵法已无 今日我等宁愿战死沙场 也绝不苟活 绝不苟活 聂处 拿命来 人族一方嘶吼着 迎向了杀来的翼兽 而在两方大军的万米高空之上 九阶翼兽和九阶人族一方 战斗在一起 龙青兰千米之巨的蛟龙之身 张开大口 口吐洪水 喷涌了下 轰咙咙 一道道洪水 从天而降 仿佛天漏了一般 然后这些洪水落下之后 便化作一条条水龙 朝着人族一方扑咬 好 龙音声不断 翼兽吼叫声不断 一道道技能 冲尖来 身体内能量几乎耗尽 只能寄希望于其他人了 这时 书生巫妖走了出来 只见他身穿长袍 但却不是如袍 而是上面镶嵌着金丝 领子上还有一道蓝色的丝线 整体给人的感觉 不是温润如玉 而是法度森严 他腰间跨着一把长剑 却从怀中掏出一把尺子 然后 轻轻将尺子扔了出去 尺子落在前方虚空 发出道道光芒 戒齿 法河 一声大喝 戒齿飞了出去 落在那洪水之前 突然 只见那戒齿停在了前方 朝着前方猛地划出一道长线 轰隆隆 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却在这戒齿一划之下 出现了一道长长的河流 这河流刚刚开始还很窄 但很快就快速扩张 顷刻间变成了宽十米 长万米的巨大河流 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面露惊奇之色 这三个巫妖 只有李源霸自曝了名字 其他两位巫妖 众人并不支持历史上的河人 现在 看到这戒齿一化 便是一道气度森严的法河 许多人心中 已经将他从儒式中排除了出去 如果不是儒家的 那么很可能就是法家的了 这个人是谁 商样 韩非子 还是李斯 他们心中有了不少猜测 直到下一刻 那书生引动法河 将那洪水吸纳了进来 顿时 法河猛涨 眨眼睛就变宽了十米 此乃法度之河 水不能过 唯有融入之徒 他喃喃自语着 似在给大家解释 龙青兰见状也不着急 那洪水只是他的普通技能 法河横在前方 龙青兰还没动手 金元已经动手了 他手中的棒子 猛地扔了过来 电 棍子请客间变大了数十倍 然后从天而降落入河中 仿佛一根钉子一般 将这河流全部钉住了 然后 龙青兰吐出的洪水 竟能越过法河了 书生巫妖巍巍一惊 长剑猛地拔了出来 法剑 杀 普普通通的一剑斩杀出去 却仿佛能将天空切成两半 一道森白剑光 轰一声展向了金元王 金元王大惊 连忙释放一道金光护体 碰 金元王竟被击飞了数千米远 众人见状都露出震撼之色 金元王的实力 他们都十分清楚 那是能和阁岛战斗 也不落在下风的异兽 竟被这书生巫妖一剑劈飞 书生巫妖朝前走了一步 说道 乌只有两招 戒齿与法剑 而等人心兽心 当遵守律法森严之道 不可违逆分毫 否则 缠 又是一剑劈了过去 被赤链蛇挡了下来 龙青兰心中威惊 这乌妖竟有这等实力 生前也一定不是凡贝 不过 他们数量众多 何剧 杀 众一兽一起释放技能 寒冰吐蟹 火焰之舞 三脚凌乱 雷之怒 一道道技能不要前时地扔了过去 乌妖书生健壮 面色大变 扔出戒齿 戒齿 法强 哄 一道墙壁形成 挡在了前方 咔嚓一声响 这墙只坚持了一会儿 就被击碎了 格老大喝道 大家攻击 格老咬着牙 释放一道金光凯衣 给他们一方的参战人员 都套了一层盾 气喘吁吁地咳嗽了起来 御者说道 白虎 你负责保护格老 若格老出事 我拿你试问 白虎白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好 格老脸色苍白 笑道 我没有那么虚弱 只是话音刚刚落下 他就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让众人大惊的同时 也意识到了 格老已是强弩之末 这更坚定了 众人保护格老的决心 他为大家付出太多 这恩情不还 念头就不能通达 也对日后的修炼不利 白虎 交给你了 不要让我失望 然后 御者转身带着乌金和天雀 朝着异兽杀去 哄 随着一阵阵轰鸣声响起 双方进行了一场对轰之后 终于开始了短兵交接 这一场大战 从数量上看 其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战 因为 人族一方 只有一百六十多个九阶强者 而异兽一方 却有三百多个 比人族多了两倍还多 想要胜利 难上加难 不过 双方大战的结果 却出乎了预料 只见天神族大将军 一把扩建比门板还宽 武技大开大河 冲入异兽群中 如入无人之境 一时竟没有异合之敌 另外一边 李元霸三个巫妖 也拥有顶尖九阶的战力 纵横在异兽群中 转眼间就杀了几只九阶 伤者更是数十 还有六只火鸭 组成火鸭之阵 化作一颗太阳 在异兽群中横冲直撞 那可真是碰到就焚烧 一不小心就没了 让众异兽大惊 见到他们就跑 龙青兰等似的王族异兽 心中一沉 所有贵族异兽 给我释放绝技 烈焰虎 寒冰狗 血狼等族文言 立刻释放绝技 破灭之言 誓愿 血神附铁 一道道强大的技能释放出去 令人族大惊失色 于是 双方就僵持了下去 你杀我一个人 我杀你两只兽 原本异兽以为的碾压 并没有出现 而是陷入了僵持之中 龙青兰心中焦急 他们几个王兽的实力 确实很强 但敌人也很强 以现在的实力 唯有和敌人两败俱伤了 他现在看那支援的几族 真是咬牙切齿 没有他们这么多顶尖战力 人族早就败了 这时 恋虎说道 大统领 其实 此战我方占据优势 他们不过是死死支撑而已 等地上那些人族死光 这些九阶人族 纵使是逃了一两个 我们也算完成了任务 他指着下方 龙青兰看到下方的战况 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虽然高层之间的战斗僵持住了 但下方的战斗 人族却处于劣势之中 以他的推测 最多三个小时 下方的人族就会形成溃败 一旦人族溃败 这些人族高层若不退后 就只能等死 毕竟 九阶以下的异兽 虽然打不过九阶 但已多也能咬死相 围攻之下 人族必败 嗯 说得不错 人族必败 不要让他们逃了 赶紧去杀 烈焰虎咧嘴一笑 微微行李道 是 龙青兰猖狂大笑着 压着一个人族杀去 不过 很快就被赤羽接了过来 一人一兽大站在了一起 而御者则 则与三尾狐的族长 战斗了一起 这三尾狐 也是一只异兽贵族 法术力量惊人 犹如移动炮台 不过肉体相对脆弱 御者借着两只御兽 与对方打成了平手 神僧则与金刚鹰大站在了一起 一人一兽都是炼体高手 一拳一招 碰撞出金属的光芒 阎君则迎上了烈焰虎的族长 他曾经杀过一只烈焰虎 不过那烈焰虎并不是最强的烈焰虎 此时 面对这只最强的烈焰虎 他心中生腾起战斗的欲望 上一次 他靠着灵域的帮忙 才杀了那烈焰虎 但这一次 他更强了 以不惧烈焰虎 人族 你身上有我族的气息 是你杀我族人 他口中的族人 正是死于炎君的那一只烈焰虎 此时 仇人见面 话不言多 直接就动手杀去 烈焰虎吐出三口火焰 融合在一起 直接释放绝技破灭之炎 炎君见状 手中光 芒一闪而逝 也是三道火焰浮现出 见到三色火焰 烈焰虎族长大怒 那是我族人的技能晶石 被你这低等种族窃取了 人类 我今日必杀你 破灭之炎 他要让这人族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破灭之炎 不过 炎君却没有将三种火焰融合在一起 而是又翻出一个手掌 一朵灶火浮现出 橘黄色的灶火一出现 就令手中那三朵火焰 安静了下来 他将灶火扔向空中 然后又将三种火焰扔了出来 融合吧 新技能 寂灭灶火 哄 四道火焰猛地融合在一起 光芒赤裂 令人不可直视 下一刻 光芒消失不见 四道火焰消失了 只剩下一道暗黄色 仿佛随时都会熄灭的火焰 他轻轻招手 这火焰就飞到了手中 抬头看去 那破灭之炎正飞了过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 寂灭造火 轻声笑道 靠你了 去吧 寂灭造火飞了出去 迎上了破灭之炎 哄 两者相撞在一起 一声声巨大的轰鸣声 一黑一黄 各自占据半边天 刚开始还是势均力敌 但是很快就开始一边倒了 不可能 你明明没有成神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信念之力 烈焰虎不可置信地 看着那灶火上空 浮现出的一个个虔诚的人类影子 那些人类影子 正双手合十 低头虔诚祷告着 仿佛再给他们的神意祝福 这是神灵才掌握的信仰之力 但现在眼前的人类 还没有成神 却已经提前掌握了这种力量 这一幕 不可置信 妮妮已经拿到了成神的门票 你虽然不是很强 但却已经领悟到了信仰之力 好可怕的人类 的确 严峻的攻击力不如剑枯 更不如赤语 但他却提前拿到了 进入神域的门票 这就相当于 神域大门为他打开了一半 只要他按部就班地修炼下去 成神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不过 蓝星之中不准成神 而且他的力量 也还没有提升到蓝星极限 极限应该是剑神吧 他走了神 思索到 他抬头 大手一指 烧了 破灭之炎灭了 寂灭灶火 突向了烈焰虎 哄 烈焰虎在寂灭灶火下 顷刻间就被燃烧成了灰烬 这一战 结束的支仓促 让炎君都感到了不真实 烈焰虎之死 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战斗 炎君看向了 看向了另一个异兽 大手一指 寂灭灶火飞了过去 突然 一变突生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在虚空中凝聚而出 你们激怒了我 都去死吧 龙青蓝大吼一声 口中咸着一枚逆灵 他吐出一口血在逆灵上 顿时 逆灵光芒大作 是蛟龙之祖的逆灵 据说蛟龙之祖 已经接近于神 可惜没成神 受原禁了 大统领竟被逼到了这种程度 人族完蛋了 远处 灵狱的分身刚刚赶来 就被一道道冲天光芒吸引住了 那是什么 好危险的气息 不好 这是异兽的攻击 如果这一道攻击落下 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势均力敌的局势 就会被瞬间打破 我该怎么办 他思索着 对了 合体 他按道 两千个分身立即开始了合体 合体既能有限制 只能合体一百个 不过 一百个分身合体 其实力也远超久接了 若施展自爆 异兽必然大乱 分身很快完成了合体 只见二十只巨大的玄规 出现在空中 一出现就朝着龙青蓝飞去 龙青蓝听到动静 回头看了一眼 一脸疑惑 心中古怪道 何时又来了支援 这些玄规是谁的部下 喂 玄规 你们是谁的部下 有一兽高声问道 不过 还没等他们话音落下 合体之后的分身 已经冲入了战场中 而且还来到了龙青蓝的周围 其他一兽虽然感觉古怪 但并未阻止 毕竟他们的确是玄规没错 突然 龙青蓝警铃大作 睁大了眼睛 不好 哄 熟悉的爆炸声响起 这一刻 双方都被战斗余波波及 不管是人族一方也好 还是异兽一方也罢 在淋浴分身的无差别自爆中 都在爆炸中受了不轻的伤 不过 因为自爆是发生在龙青蓝身边的 距离人族颇远 因此 受害最大的 还是异兽一族 尤其是靠近龙青蓝的那数十只 九阶异兽 更是被炸的遍体鳞伤 如今已经奄奄一息 眼界是活不成了 异兽一方损失惨重 更是几乎都有轻伤 而人族这一边 距离更远 除了个别靠的静 没来得及防御受了重伤之外 其他人只是受了轻伤 此时 御者吐出一口残血 骂骂咧咧道 又是自爆 肯定是灵狱这小子 他又变强了 这小子屡屡自爆 也不提前说一声 差点炸死我 他离得较劲 没来得及防御 若不是乌鲸挡在前面 帮他挡住了大量的自爆伤害 他现在已经身受重伤了 而乌鲸受伤不轻 御者痛惜地将他收回了 御寿空间养伤去了 现在 他身边只有天鹊陪陪着他了 赤鱼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看着一片狼藉的战场 他说道 你就别抱怨了 若不是灵狱 这一战 我们危险了 御者也明白 本来他们说烈士 但现在局势逆转了 赤鱼指着前方一个蓝色的护照 惋惜道 可惜一手大统领没死 此时 龙青蓝一脸阴沉之色 他看着眼前已经暗淡了的 娇龙之祖逆龄 心中愤怒 咬着牙 痛恨不已 若不是人族自爆 我何必消耗逆龄 长达十年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使用逆龄的原因所在了 这可是他的保命底牌 但现在却被浪费掉了 他如何能不狠 撤掉防护罩 小心收起逆龄 他环视四周 发现他们损失惨重 死的死伤的伤 士气也低迷 金元王一脸狼狈 他说道 大统领 接下来该怎么办 赤链蛇王阴沉着脸 说道 撤退吧 等待援军 十大王族 只有他们四族 族长来了 其他几个王族 只是向征信的 来了几个家族晚辈 不值一提 若是其他几个王族族长都过来 他们的实力将暴涨数倍 人族不可能再是对手 龙青蓝沉映着 他心中十分疑惑 为何人族总是自爆 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 从几天前开始 就屡次自爆 而且这一次 更是变成了玄规的模样自爆 如果他们潜入进大军中呢 一想到这里 他就寒毛直竖 心中担忧起来 连忙说道 银铜猫王 我怀疑有人族 汇入了我异兽大军中 希望你排查一番 银铜猫王点点头 说道 好 交给我了 他这一族 一双眼睛能掌控空间 也可破除虚妄 一般的变化之术 瞒不过他们的探查 不过 他们的眼睛只能破除表象 却看不透灵魂上的变化 毕竟他们的力量 主要还是用来掌控空间之力的 另一边 天神族 火鸭族 巫妖三族 也终于从爆炸声中回过神来 他们正正出神 看着四周狼藉一片的景象 天神族大将军 名叫狂力 传承自上古力神 因此 天生力大无穷 而且武技精湛 实力不凡 他喃喃自语道 刚刚玄规为何自爆 这时 有人族解释道 那是我们人族假扮的 听到这话 三族人都正主了 自爆 这是一个普通道 不能再普通的技能了 几乎每一个七节以上的生灵都会 因为拥有自爆技能 能让敌人忌惮 一般都会买得学习了 可能一辈子不见得用一次 但是有比没有更好 可是 谁脑子有坑 主动自爆啊 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接受死亡的决心的 他们心中波涛汹涌 并不平静 人族太疯狂了 连自爆都敢 幸亏他们是友军 若是面对这种疯狂的人族 想一想都后把 这时 李渊霸走了出来 他说道 还打不打了 不打我就回去了 他这魂不立的性格 令人侧目 不过 他提醒了众人 书生看向了皇帝 皇帝也看向了书生 两人相视一笑 彼此取出兵器 准备随时作战 人族许多人关注着他们两个 他们十分好奇 这两位到底是历史上的哪位 从书生施展的技能来看 不似儒家之人 而这皇帝施展的技能 也不似正常的皇帝 这两人都给人一种 十分古怪的感觉 不像历史中 那些百世流芳的正派人物 不过 他们两个不说 自然不会有人主动去问 但是 下一刻 众人都愣住了 因为李渊霸见两人在打雅弥 一脸不愤地 喊出了两人的名字 李斯 王莽 你们俩笑啥呢 一脸见细细的模样 话音落下 四周为之一镜 众人一脸惊奇 心中有些意外 没想到竟是这两位 李斯 法家代表人物 秦朝丞相 曾制定了秦朝的律法制度 不过后来与赵高同流合乌 在史皇帝死后改了一诏 最后还是死在了赵高手里 这是一个毁于参半的人物 而另一个人 更是被怀疑 是一个穿越者 王莽 年轻的时候为人谦逊 李贤下士 敏儿好学 几乎被称为圣人在世 但后来 却把持朝纲 逼迫皇帝退位 自己坐上了皇位 改国号为新 他登基之后 发起了复古运动 颁布了许多近现代才有的政策 比如土地说归国有 废除奴隶制 而且他还发明了游标卡齿等等 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 因此才被人认为是穿越者 不过 他并不是穿越者 只是一个时代的异类 这类人在历史中 还有很多 甚至并不稀有 众人看着两人 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当然名声不太好 众人心有疑惑 为何三个巫妖 都是毁于参半的人物 那些流芳百世的人呢 他们又会以何种样貌复活呢 想不明白 就不再多想了 这时 赤鱼打破了平静 诸位 异兽族实力大损 正是我等反攻的好时机 事不宜迟 杀吧 众人精神大震 纷纷高呼道 好 杀 这一战 人族一方势如破竹 打得异兽节节败退 本来三百多只九阶异兽 硬生生被人族杀了两百多只 其余一百多只异兽狼狈奔逃 在无数普通异兽的掩护下 朝着空间漩涡撤去 这一战 人族赢了 阁老等人 站在空间漩涡之前 一个个扬眉吐气 大声笑着 众人都面露喜色 有的甚至激动到落泪 我们终于赢了 战胜了是我们三倍实力的异兽异族 苍天不负我人族啊 我们胜利了 我要将此事告诉全体人族 我要让他们 都与我们一起欢呼胜利 赢了赢了 我们赢了 不管是高层也好 普通人族也罢 此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一战太不容易了 抽掉了人族90%的兵力 还差一点被灭族 若不是关键时刻 有其他几族支援 最重要的是 灵域分身那关键时刻的自爆 令战局逆转 否则结果难料 网络上 许多人激动得难以自持 开启了直播 很快 一个个直播间 如雨点一般出现了 人族腹地 许多普通人族 在家里 在广场大屏幕前 在学校里 在工作单位里 一脸肃目地观看着这一幕 许多主播将现场的惨烈情况 播报给了广大民众观看 当人们看到那满山遍野的尸体之后 一个个都沉默了 然后便是失声痛哭 他们太伟大了 他们用生命守护了人族 守护了他们 我们是弱者呀 我们的天赋只有C级 只有D级 甚至只有S级 我们的实力不过一阶 二阶 我们是弱者呀 他们是七阶的强者 那是比城主还要强大的存在 竟为了守护他们 征战沙场 多少人因此而买骨沙场啊 此时 便是再喜欢抬杠的键盘侠 也沉默了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纵使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的人 也无话可说 只有深深的敬佩和感动 他们用生命守护了我们 而我们平时的抱怨 和他们一比 天地之别啊 是啊 我们平时抱怨着 抱怨哪 但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还是他们 这些被我们骂得体无完肤的高层 担负起了责任 我有错 我以后一定做好自己的一切 绝不做那怨恨之人 我们要努力 为将来奔赴沙场做准备 我被少年 当作英雄 整个网络都沸腾了 没有什么比那无数尸骸 更令人信服和震撼的了 人世间 只有死亡 才最令人心震撼 才能让人幡然醒悟 有人替他们而死 有人为守护他们而死 这一刻 唯有深深的感动 然后化作一颗种子 埋进人们心间 这一刻 人族内部的矛盾似乎消失了 许多人也结束了精神内耗 他们有了新的目标 杀一兽 守护人族 矛盾在这一刻 转移到了外面 人族的潜力 在这一天开始迸发出来 一个修炼大事 就要出现了 归虚 空间漩涡前 葛老被搀扶着 飞到漩涡之前 他指着漩涡说道 扶瑶子 靠你了 扶瑶子您没到 我已经试过 破不掉 有人疑惑到 苍蓝界的空间漩涡 你不是破掉了吗 当初 他们夜袭苍蓝界人族驻地 就是因为扶瑶子 能破坏掉空间漩涡 不用担心苍蓝界的报复 但为何 他现在又破不掉 这空间漩涡了 扶瑶子摇头道 这个空间漩涡 比苍蓝界的强大了十倍不止 而且这个漩涡上 蕴含着一界神灵的力量 我无法破开 他话音落下 众人都明白了 这个空间漩涡的力量本质 已经超越了他的能量范畴 唉 这可如何是好 有人叹息道 这时 王莽说道 那就一起攻击 李元爸也说道 对 再强大的力量 也有极限 葛老无奈道 好吧 那就一起攻击吧 众人和异族都凝聚力量 朝着空间漩涡攻击过去 各色力量凝聚在一起 落在了空间漩涡上 轰咆咆 轰咆咆 无数声巨响传来 空间漩涡微微摇晃着 仿佛随时都能破掉 但 时间缓慢流淌着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过去了 空间漩涡 还是保持原来的样子 他们的攻击 只能让空间漩涡摇晃 却无法破掉空间漩涡 众人都失望了 这什么鬼东西啊 怎么这么难破掉 这就是神灵的领域 我们没有进入这个领域 是无法理解的 这可怎么办 我们蓝星也没有神灵啊 若是剑神在此 以他的力量 或许有机会 这人话音刚刚落下 突然他发现 其他人都镇住了 他奇怪地环视四周 寻找着原因 突然见到一个一席青山 手持一把血红色常见的青年 他也跟着张大了嘴巴 一脸惊喜 剑神是剑神来了 他想要干嘛 举剑干嘛 难道他想要破掉这空间漩涡 快躲开 想活的都躲开 只见剑神举起屠戮剑 凝聚一缕缕血红色的光芒 他的表情平静 但很快就变得越来越苍白 一缕缕力量凝聚在屠戮剑上 四周被屠戮剑罩的一片血红 但他的脸色却变得苍白如指 阁老等人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剑神在他们心中 一直是一个天才 从低阶天赋一路蜕变 成为现如今的SS级天赋 而且他不仅天赋蜕变到了SS级 而且修为境界还超越了众人 成为疑似半神的存在 众人下意识地双手合十 心中祷告着 希望他能成功 突然 他出手了 屠戮剑携带着星红的光芒 落下 哼 星红剑气飞向空间漩涡 剑气所过之处 空间隐隐裂开到的黑色的痕迹 众人心惊 空间竟裂开了 这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在他们的认知里 除了空间能力者之外 还没有人能破开空间 哼 剑气轰一声 劈在了空间漩涡上 嗡 33小说网 一道炽烈的光芒 冲天起 呲呲呲 刺耳的声音响起 光芒越来越盛 已经不可直视 终于 咔嚓一声响 下一刻 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 人类 你好大的胆子 静感 下一句话没有传过来 随着又一道咔嚓声传来 空间漩涡彻底碎裂成渣 片刻后又消散不见 空间漩涡没了 异兽进不来了 噗哧 剑神吐出一口鲜血 握不住的图露剑 飘在空中 滴溜溜地护着主人 这时 周扬飞了过来 他护在剑神身边 师父 剑神回身看了他一眼 笑道 你没事就好 走 回学院 周扬愣了一下 环视四周 发现大家都期待着什么 但他 还是没有问什么 便跟随剑神 朝着学院飞去 他们走了 现场众人一个个愣在原地 望着剑神离去的背影 久久回不过神来 剑神来如风 去也如风的作风 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 最后 在阁老的带领下 众人纷纷朝着剑神离去的背影 恭敬行礼 剑神 多谢 话不多 但饱含真情 等剑神走远了 所有人神情各异 有的人感慨恍入梦里 有的则面露喜色 手舞足蹈 而剑神碎裂空间漩涡的一幕 也被人拍了下来 并发到了网上 顿时又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无数人激动的热泪银矿 奔走相告 将自己的喜悦 传递给更多的人 剑神前辈太帅了 那一剑的风姿 我一辈子也忘不掉 剑神是英雄 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 太鼎了 我要向剑神前辈学习 以后也做一个力挽狂澜的大英雄 你就拉倒吧 就你这B级天赋 也想成为大英雄 狗熊都够不着 你怎么骂人呢 剑神前辈 以前也只有B级天赋 但现在他已经是SS级了 而且还是 我们人族中 最有希望成神的存在 成神哪有那么容易 对啊 蓝星不允许成神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专家说了 现在蓝星的能量因子 越来越多了 50年后将能够容纳 神灵强者 专家的话能信 网络上讨论的十分热烈 他们从讨论当前的情况 变成了畅想未来 有人发挥想象力 给出了蓝星 何时能容纳 神灵强者的时间猜测 不过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不过是猜测而已 甚至更多的是玩票行者 总之 这一战带来了 十分积极的影响力 连带着天神族等族群 也陷入了狂欢之中 不仅如此 周围各族听说了消息 一个个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有的主动示好 有的则默默离开了这一片地方 此时 泰坦蛇族 一座峡谷之中 许多庞然大蛇 正盘踞在一座座小山丘上 远远看去 微微壮观 众蛇听说了此事 都沉默了下来 当初他们不愿支援人族 其实心中早就明白 人族不是异兽的对手 毕竟稍微一对比 就能看出两者的差距 然而 结果却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这如何能不让他们震惊 为首的是一条黑色泰坦蛇 它身躯极为庞大 足有上千米长 也是这一族中最强者 三百年前 它是人族饲养的蛇 而且在大灾变前 它差一点就成为了 人族餐桌上的一道菜 不过 灾变到了 它趁机逃脱 并有幸觉醒了泰坦蛇血脉 后来聚集众蛇 成为这一族的首领 它痛恨人族 将其当作敌人 此时 它阴沉着脸 心中暗恨异兽太不争气 没有灭了人族 哼 这人族倒是好大的运钱 还有那天神族等族 推不失效 进去帮人族 旁边一条金色的泰坦蛇说道 人族曾经是蓝星的主宰 唯一的智慧生灵 自有气韵在 不被一界生灵所灭 也在情理之中 它曾经是人族的宠物 而且和曾经的主人 相处得非常好 所以 它倾向于和人族交好 另一条白蛇笑道 你们呀 就不要针锋相对了 人族既然战胜了 而且那剑神毁掉了空间通道 你们难道不觉得震撼吗 它们自然是震撼的 只是身为雄性 不愿意在雌性面前表现出来 哼 若是我出手 也能破掉 黑蛇一脸不爽 金蛇反驳道 剑神已是半神之境 你还差得远 你 黑蛇怒目而视 金蛇反瞪了回去 白蛇阻止道 好了 都别吵了 我们与人族没有太多仇怨 虽然形态不同 无法成为天然的盟友 但也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你们以为如何 形态上的差异 成为了两族结盟的阻碍 毕竟 与异兽一般 如果人族投降 大概率不会成为千语族一般的附属种族 而是作为宠物或者食物豢养 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虽然也会有一些例外 但他们都不相信这种例外 会落在他们的身上 这犹如黑暗森林 不同种族之间 几乎难以活得绝对的信任 黑蛇反对道 不行 我不同意 让我和人族和谈 免谈 金蛇呵呵笑道 我同意 白蛇也笑道 我也同意 黑蛇愤怒道 你们 金蛇笑道 这对我们有好处 此战人类胜利 那么多异兽尸体 想一想吧 以人族的科技实力 将能制造出多少装备等物 到时候 必然要与周围各族交易 我们泰坦蛇族 缺少这些物资 白蛇也附和道 交好吧 百利无一害 黑蛇怒目而逝 但最后在白蛇温柔的目光下 低下了蛇头 交好可以 但若人族敢伤害我族 我绝不容忍 可以 商议完毕 他们便派了一个使者 前往人族领地 树妖一族 此时一群参天大树 都露出了惊叹之色 一棵最高的巨树 足有千米之高 他感叹道 出乎意料啊 人族竟然打赢了 他们当初没有支援人族 便是因为 人族实力弱于 异兽异族太多 当时他觉得 静观其变 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但谁能想到 人族竟然会赢呢 诸位 如何面对人族 一颗古老的巨树 发出沧桑的声音 人族之根本 在于剑神此人 老朽感觉 剑神已有半神之力 这在偌大的蓝星 也是屈之可数的存在啊 有剑神在 人族很可能要走上争霸之路 我们应当提前与他们交好才是 否则后果难料 有树妖提出不同意见 古老 此言诧异 人族与我族形态不同 形式作风不同 必然矛盾重重 恐难以成为盟友 古老呵呵一声笑道 那火鸭族 为何支援了人族 巫妖呢 年轻的树妖哑口无言 形态之争 是诸族 区分盟友与敌人的天然理论 但也不可尽兴 这时 那颗最高大的树妖 说道 人族与我族形态不同 我族自然不能 与人族成为盟友 但可与人族商贸往来 加深彼此了解 再与人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你们以为如何 大善 那就派使者前去人族领地 洽谈此事 此时此刻 归虚 曾经绵延数百里的战场 如今变得热火朝天 一辆辆虚空列车 从内地驶来 运来一个个支援者和工作人员 他们都是想要为人族 做出一份贡献的人 此时都十分激动地 乘坐在虚空列车上 轰隆 哐当 虚空列车落在了地面上 咔嚓 一闪闪列车门打开 他们终于踏上了这片 沾满战士们鲜血的土地上 一眼望去 一个个都震撼地愣在了原地 只见前方是一条条水蛙 细看之下才发现 那哪里是水蛙啊 分明是鲜血汇聚而成 这一幕是如此的震撼 以至于不少人无声哭泣 这时 有人喊道 这一片土地 沾满了战士们的鲜血 现在他们躺在了地上 而我们还站在了 他们死亡的土地上 我们要让他们回家 走吧 伤心暂时留在心里 收拾他们的遗体 送回他们的家乡 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吧 众人闻言 无人说话 但都哭得更大声了 那人叹息一声 心中悲泣万分 来之前 他们为胜利而喜悦 来之后 已经再没有一丝喜悦之情 只有满满的感动和悲伤 看着这遍地的尸体 他们明白那一战太凶险了 看着这一路上 尸体堆积成了山丘 他们震撼的哽咽不语 于是 他们默默地 认真的 强忍着心中的不适 开始了整理战士们遗体的工作 他们没有什么经验 唯有一颗虔诚的心 令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 默默挥洒着 属于自己的汗水 天空中 不停有虚空列车飞过 一车车志愿者从列车里走出 他们都肩负着不一样的任务 有的去收拾战士的遗骸 拼装好之后 再使用冰冻技能动好 运回他们的故乡安葬 还有人则开始收拾一兽的尸体 将一兽尸体一个个洞后 放入专门的车厢里 运回各大公司 这些一兽的尸体 将分门别类 制作不同的物品 肉体可以制作饲料 也可以提取能量因子 制作各种药剂 血液可以制作成浮沫 皮毛骨骼领甲 可以制作成为装备 一兽的每一寸都将不会浪费 一列列虚空列车驶来 然后又一列列虚空列车 满载货物离去 整片天空 成百上千的虚空列车忙碌着 整片大地上 数千万人足不停地忙碌着 这一段时间注定是忙碌的 但人们没有怨言 都愿意付出自己的汗水 这一刻是如此的和谐 以至于人们的心灵都受到了洗涤 路过之人无不感叹 无不哽咽落泪 高山之上 阁老等人俯瞰着下方的忙碌的人群 心中滋味各不相同 阁老叹息道 这一战我们损失如何 无奇回道 我们损失了八百万族人 其中九阶三十二人 八阶一万两千 八阶以下无算 更详细的数据属下都整理好了 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 阁老闻言 点点头 对无奇的工作态度和能力 他十分认可 但死了这么多人 他心情不可能好的了 这相当于死了一半的人族高端 和终端战力啊 这一下 他们这一族和异兽 算是两败俱伤 伤筋动骨了 遇者说道 哎 可惜了 赤羽看着他 问道 可惜什么 可惜剑神当时受伤了 若剑神参与此战 这一战早就结束了 他说道 众人闻言 都沉默了下来 剑神击退了神灵之肘 受了伤便闭关养伤 若是剑神没有受伤 以剑神的实力 或许这一战早就结束了 剑神若来参战 这一战胜负更加难料 扶妖子说道 你们不要忘了 一兽一族来供我人族的势力 不过是冰山一角 遇者倒吸了口凉气 我倒把这事给忘了 这次能胜利 也是打了一兽一个措手不及 不然胜负难料 这时领悟出天目这个技能之后 他已经使用了不下十次 受缘损耗总共超过了两百年 受缘损耗太多 也不知还能活多久 他环视四周 在每一个人脸上都停留了片刻 叹息了一声 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便是局势混乱了 还有剑神在 若我不在了 他会处理好一切的 想到剑神 他笑了笑 似想起了曾经的一些美好画面 这时有人来报 诸位大人 泰坦蛇族 树妖族 花妖族 白灵族等 共计三十一个种族 来我族驻地 要与我族签订条约 花音落下 众人都正住了 不过 很快他们就笑了 这些家伙倒有几分眼力近 这是怕 我们打他们 趋吉避凶 生灵之本性 那就让他们去大厅吧 这各族形态各异 纵使结盟了 也不可能一心 还应小心应对 阁老 你说吧 该怎么办 众人看向了阁老 阁老沉默半上 最后说道 还是看看他们怎么说吧 我们随机应变 不过现在 我族急需发展 尽量不要与他们交恶 但也不可太过和气 走吧 一起去看看 另一边 林玉和林凡 已经从地道中走出来 他们行走在战场上 看着惨烈的一幕 久久不言 许久之后 林凡说道 大哥 你看他们把异兽尸体运走 这是暴殿天物啊 要是给咱们留着 该多好 这可都是血肉丹啊 林玉笑道 这几千万只异兽 你是想累死我 反正有分身待劳吗 你小子 不能偷懒 等练好蛋 给我直播带货去 好嘞 这么多异兽的尸体 林玉当然要奋一杯羹 他甚至都不需要找阁老 只是晾出了身份 就有人将大量的异兽尸体 留给他了 毕竟这一战 林玉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战局 如今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的声望已经直追内 阁大元 甚至一些人 已经将他看成了 剑神的接班人 人族未来的半身 因此 他提出要一些异兽尸体的要求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先答应下来 再朝上面汇报 上面二话不说 就答应下来了 获得了大量的异兽尸体 林玉也奋出分身 让他们去炼丹 同时 林玉也开启了直播 直播刚刚开启 无数人便涌了进来 一瞬间 就是上百万人在线 终于等了林玉小哥上线了 快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 对啊 你大哥是真的厉害 扭转了战局啊 啊 林玉小哥 你这是要干什么 怎么后面还有炼丹的声音 林玉见这么多人进入直播间 也十分开心 镜头下 他照例来了一段开场白 然后才回答众人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林玉小哥 时隔半月 我们又见面了 相信你们都想我了 逝者已已 生者还要继续 让我们为战死的将士们 默哀三分钟 好了 三分钟到了 为了回馈广大客户 为了增强我人族的抵御实力 我和我兄长灵狱 打算炼制血肉丹 总共有三种血肉丹 一阶 二阶 三阶 每一阶的血肉丹 只有对应战力的觉醒者才能服用 且只能服用一次 切莫多拍 好了 大家准备好 此时 林玉在直播卖东西 无数人疯狂地抢购 三十万枚血肉丹 很快销售一空 凌玉见状 立刻命令分身加快炼制 这血肉丹所需的材料十分简单 所以才能保持这么快的炼制速度 一颗颗丹药炼制了出来 又被上架 片刻销售一空 凌玉看着不停增长的销售额 也笑歪了嘴 继续加油 凌玉鼓励道 凌玉给了林玉一个鼓励的笑容 凌玉则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 凌玉则装作看不见她的苦笑 看向了别处 站在原地沉思着 这一战人族胜利了 但也损失惨重 虽说有剑神的存在 震慑了周围诸族 但剑神毕竟只有一人 分身乏术 而且剑神现在受伤了 短时间内也不会出手了 他预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才是人族最危险的时间 若能渡过 则万事大吉 若渡不过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麻烦 罢了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现在也已是八阶站立 如果人族真有难 我去一趟便是 以他如今的实力 九阶强者已不被放在眼中 他找了一座山石 坐在地上 望着下方辛苦练丹的分身们 又看了看口若悬河的灵凡 还是看看新闻吧 有几日没看新闻了 打开腕标 点开新闻 顿时 一个个新闻映入眼帘 为了欢庆我族大圣 各大城池张灯结彩 歌功颂德 全族人民陷入了狂欢之中 林玉看到这个新闻 并没有什么喜悦的感觉 他看向下一个新闻 有专家指出 我人族这一战损失惨重 当预防东面海洋诸族 与北面一解亡灵族的入侵 应当早做准备 林玉看到这个新闻 若有所思 又看向了下一个新闻 月前 树妖族 太坦蛇等一族 以前往我族驻地和谈 他们表示愿意放弃一些利益 与我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以及人族最会通商合约 经过商议 我族认为 应当发挥世界和平精神 与诸族和平发展 一起面对未来的危机 共同构建众生命运共同体 半个小时前 我族已与诸族签订了多项协议 同意诸族的提议 未来 诸族将开放通商之地 与我族建立密切的贸易往来 格老表示 这是一个好兆头 是我人族迈出的重要一步 林玉看完这个新闻 心中不知做何感想 难道我的推测有误 一族不敢趁火打劫 而是以低姿态讨好我族 剑神的影响力 有这么大吗 林玉有些不确定 半神的影响力 他心中带着狐疑 却被林玉叫醒了过来 林玉见林玉醒来 说道 大哥 丹药没了 这么快 分身们卖力吗 哈哈 那行 你也准备一下 等会我们回学院去 那我也回御者学院去了 嗯 去吧 林玉正要点头答应下来 林玉突然拉住了他 说道 你先不要回学院去了 先随我去一趟东海城 东海城 那里咋了 林玉一脸疑惑道 林玉将刚刚看到的 最新新闻展示给他看 紧急情报 东海城告危 海族大举入侵 东海城岂岂岂可危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短短几行字 却让人打惊 准备一下 咱们就去东海城 正好战事结束了 一时间也找不到 那么多升级点来源 而且升级点还差了不少 正好可以 拿这些海兽开刀 林玉心中苦笑 他还想回学院好好歇歇呢 结果又要去打怪了 他真的好累了 但本体的命令 又不得不听 他无奈挤出一个笑容道 真是该死的海兽 大哥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林玉笑道 你能有这觉悟 很不错 不过 走之前 先将战功花完 这一战 他做出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现在战功已经有一个多亿了 足够他再买几个宝贝了 想到这里 林玉不再停留 快步朝着学院走去 穿过一片热闹的土地 他很快就来到了至尊学院 此时 不少人进进出出 林玉也前往战功兑换处 这是临时设立的 不过大体上和中央基地里的差不多 他轻车熟路进入商店 D 检测通过 查看我的战功 D 已查到 您的战功目前剩余 一亿三千二百万 呼 林玉心中颇为激动 念道 打开商店列表 翁一声轻响 眼前出现了商店列表 他先找的就是单方 他发现 单方数量竟然增加了不少 一个个单方查看过去 普通单方他直接掠过 但一些稀有的单方 他则直接买了下来 助言单单方 五阶单方 五阶以下可服用 服用一颗 可保持十年容颜不变 价格 一百万战功 不贵 买了 散工单单方 七阶单方 七阶以下可服用 服用之后 可令体内能量散开 短时间内无法凝聚 药效可持续三天时间 价格 一百万战功 咦 挺有趣的单药 先买了再说 雷火单单方 五阶单方 此单蕴含雷火之力 可投掷出去爆炸伤害敌人 威力等同于五阶觉醒者全力一击 价格 一个个单方被他收入囊中 看着十几张单方 他心中十分充实 接下来的时间 他有的忙了 突然 一个单方映入眼帘 让他瞬间激动了 生生造化单单方 久接单方 服用此单 可加快伤势恢复速度 长久服用 可永久提高伤势恢复速度 价格 一千万战功 又是一个可以永久增加实力的单方 不能错过了 买了 再次入手一个单方 淋浴继续寻找着其他的单方 不过 接下来的单方都是一些普通单方了 他有些看不上 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最后一个单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欲五行单单方 久接单方 服用此单可在短暂掌握五行盾数 长久服用此单 有几率领悟五行盾数 按照单药品质 药效可持续十到三十分钟 价格 五千万战功 好贵的单方 不过这单方确实珍贵 买了 五行盾数是一种十分稀有的技能 他目前还没有碰到过 而五行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掌握了五行盾数 就能在这五种物质中 随意穿梭 速度极快 犹如瞬移 这不仅是一种逃顿神技 也是一种追敌神技 三十三小说网 此单对他来说 作用不小 接下来看看金石 金石一览 琳琅满目 数量之多 怕是一百万剂 不过 大多数都是普通金石 他也看不上 他直接将页面拉到了最后 越是好东西 越是放到了后面 最后一页 只有两个金石 淋浴顿时一金 他发现 金石两个神秘系列的技能 白小生 神秘系技能 可召唤一只精通 各界消息的攻击 付出一定数量的能量金石 可从对方口中得知 你想知道的大多数消息 价格 五千万战功 免死金牌 神秘系技能 可召唤一块免死金牌 悬在头顶 免死金牌存在时间内 你将豁免致死攻击 免死效果出现之后 免死金牌自动碎裂 免死金牌 可存在一分钟时间 冷却时间一天 价格 五千万战功 又是神秘系列的技能 这种技能效果十分神奇 必须买了 凌玉心中激动 没有犹豫 直接买了下来 看了一眼 剩余的战功 只剩下了一千多万 凌玉便在各种宝物区逛了逛 买了一些不错的技能金石 打算给凌凡使用 看着花光的战功 凌玉笑着走出了商店 刚刚出来 机器人已经带着东西等着他了 取了东西 凌玉便带着凌凡离开了这里 战功花完了 也该去干正事了 东海城 我来了 九阶战力 等着我吧 凌玉内心呐喊道 滴滴滴 突然 万表响了起来 凌玉打开一看 发现是大师兄的电话 点击接听 对面立即传来 大师兄熟悉的声音 凌玉啊 你来趟一号别墅 是不是要见你 剑神要见我 凌玉微微一愣 他虽然才进入学院不久 还真没见过剑神几次 但剑神的名声 却已经如雷贯耳 当然 他的名声也不小 但和剑神相比 还差得远 好的 我这就过去 挂断了电话 凌玉穿过一片建筑群 来到了一号别墅 这是剑神的居所 推开门 走了进去 刚刚进入院子 周扬已经一脸喜悦地迎了上来 对着凌玉一番打量 转着圈地看他 仿佛在研究他身上的秘密似的 凌玉有点不自在 给了凌玉一个眼神 凌玉领会意思 立刻上前挡在前面 说道 大师兄 你这样看我大哥 可就不礼貌了 周扬看了他一眼 见到凌玉也巴结了 顿时心里很不识滋味 这两兄弟真是变态 这才几个月时间 就变成了巴结觉醒者了 人家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 你们卡卡几个月完成了 还让不让人活了 他心里不酸 那是不可能的 但一想到他是大师兄 却去酸师弟 就显得不够大赌 所以他也就看开了 你小子真是过分 不声不响就巴结了 我这大师兄才巴结呢 凌玉故作惊奇道 大师兄 你终于巴结了 恭喜恭喜 周扬一脸苦闷 敲了一下凌玉的头 肖骂道 你小子埋态我呢 不是遇者学院的学生 就在外边等着吧 凌玉跟我进来 说吧 便拉着凌玉朝屋里走去 原地只剩下凌环 一脸苦恼地跺着脚 来到屋里 迎面便见到一席青山的剑神 正在打坐 他刚刚进来 剑神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你来了 坐吧 剑神睁开眼睛 锐利的光芒一闪而逝 他打亮了几眼凌玉 便平静说道 凌玉坐下 周扬也坐在了凌玉的身边 对面则坐着剑神 此时 凌玉心中忐忑 不知剑神找自己所为合适 不会是给自己上课吧 可是自己都巴结了 也不需要上课了吧 况且 他需要了解的知识 都在图书馆看过了 实在不想再上一遍课 他现在想去东海城 那里有无数海兽 正嗷嗷叫地等着他杀呢 凌玉以询问的目光 看向了周扬 周扬耸耸耸肩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凌玉有些失望 这时剑神开口了 你进入学院 只有两月有余 但这两个月 发生了各种大事 想来你也没有上过几堂课吧 剑神叹息道 凌玉点点头 但又摇了摇头道 还是有上过一堂课的 他说完 看向了周扬 剑神闻言 气息一致 望向周扬 周扬善笑道 师父 师弟的悟性很强的 他都快把图书馆的书看完了 我其实也没啥可讲的了 你看他现在都巴结了 可见 这里边有我不讲课的 一份功劳在的 剑神盯着他 他心里紧张得要死 按到以后一定不能偷懒了 一定要勤快起来啊 剑神沉默了片刻 叹息道 我这大徒儿天赋不弱 可惜生性懒散 整日喜欢饮酒睡觉 如今也才刚刚步入八阶 若是努力些 或许已是九阶了 不过 我人足今此一变 也未必全是坏事 你看这顽图 便突破了七阶屏障 成了八阶 为师也颇为欣慰 为师这次叫你来 其实有一事问你 灵狱正经微作 问道 您尽管说 你已是八阶 接下来可有什么打算 打算 灵狱的打算很简单 就是不停杀怪就行了 反正有系统在 他能靠着杀戮 不停提升修为 不过这话 却不能对剑神说 他说道 我听闻东海城告急 所以打算去一趟东海城 打退那里的海兽 话音落下 周扬给灵狱输了的大拇指 赞道 你小子 有血性 我随你一同去 剑神看了周扬一眼 何迟道 以你小子现在的实力 去东海城有去无回 八阶都有去无回 东海城竟如此危险了 灵狱连忙问道 难道东海有大规模的兽巢 剑神点点头道 是的 海中诸族跨越大海而来 他们要趁火打劫 屠卢我族 周扬不能去 你太弱 不过灵狱弱去 倒是可以 周扬不愤道 我太弱 剑神点了点头 平静道 你和灵狱比 弱了太多 周扬不可置信地看着灵狱 这个小师弟 现在竟这么强了 灵狱 咱俩等会比一比 灵狱苦笑一声 本不想比 但剑神说道 就比一比吧 让这小子知道差距 免得他又偷懒 好吧 灵狱无奈点头同意 剑神继续说道 你既有去东海城的意愿 那里又确实紧急 那就等你回来之后 我再带你去那一届吧 那一届 灵狱和周扬都心中疑惑不解 剑神解释道 那是为师无意中发现的一个事件 为师在那里领悟了很多绝技 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本来我打算带你们俩去一趟的 不过 既然东海城有威 那就等灵狱回来 在一起去吧 两人心中疑惑 还要再问 却被剑神挥了挥袖子 两人顿时不受控制的 被一股风给吹到了院子里 去吧 东海城需要你 远远转 剑神的声音 灵狱收敛情绪 鞠躬行了一礼 便和大师兄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演舞台 周扬大喊道 小师弟 你可得小心了 我这一机有师父三分神韵 灵狱闻言 心中一柄 知道他是吹牛 但还是给他留了七分面子 说道 来吧 大师兄 周扬大喝一声 九火神剑 哼 一把带火的巨剑 醉熏熏地朝着灵狱刺来 灵狱剑壮 心中平静 抬起手 轻喝道 剑气 嗡 一道银白色剑气 迎上了九火神剑 哼 九火神剑瞬间瓦解 而灵狱的剑气去世不减 转瞬间便来到了周扬的面门前 周扬一脸惊愕 呆呆地站在地上 嘴里喃喃自语道 我败了 就这么败了 周扬情绪起伏不定 心中掀起万丈波涛 他想不明白 灵狱怎么就变得这么强了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天才 可他已经是一个天才了 而灵狱 姑且称之为妖孽吧 他看着一脸平静之色的灵狱 深深呼了一口气 平复心中起伏的情绪 他的口气道 你小子竟一声不吭 超越了大师兄我 大师兄惭愧啊 所以我决定了 也要努力修炼了 等你从东海城归来 我必是久见 这一拜 让他认清了现实 他和普通的觉醒者相比 实力很强 天赋也很强 但和灵狱这种妖孽相比 却差得太远了 他被刺激到了 决定他要努力修炼 超越灵狱 他自认为自己天赋不弱于人 平时懒散不惜修炼 他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修炼 很快就能先一步超越灵狱 为了树立身为大师兄的威严 他必须要努力了 灵狱笑道 大师兄 我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这时 灵凡靠近了过来 笑嘻嘻道 大师兄 我猜你就是三分钟热度 等我们一走 肯定原形毕露 你等我们回来吧 不用我大哥出手 我就能教训你 周扬文言心中一致 然后就暴怒道 你这小子真是讨打 你给我站住 灵凡调皮 可不会真的站住 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途中 他还使用了几次须弥佛步 顺移了几次 周扬追了一圈 发现追不上 气喘吁吁地放弃了 他现在有点怀疑人生了 这俩兄弟是什么情况 一个实力强大 一个速度飞快 这时 灵狱一步跨越空间 瞬间来到了两人跟前 灵狱说道 大师兄 时候不早了 我们得出发了 等我们回来 一起再去那个世界探索 灵凡偷偷冒出头 露出一个坚定的眼神 鼓励道 大师兄 加油 好好修炼 这一幕 让周扬是又想气又想笑 但看着两人真挚的眼神 他心中的气 瞬间全消了 他笑道 好 我等你们回来 此去危险 万分小心 好 走了 一路保重 等你回来 归须一处荒地上 四周是一片荒野 除了低矮的灌木丛之外 只有碎裂的砂石 散落在地上 此时 在一座小山峰上 一个身穿道袍的道士 正一脸凝重地站在那里 突然 天空中传来虚空列车的声音 紧接着一道道播报声 响彻虚空 七阶以上觉醒者 请前往扶摇子阁下所在之处 七阶以下觉醒者 请乘坐虚空列车 前往东海城 此去危险 万分保重 感谢朱军 林玉听到消息 给林凡和自己伪装了一下 确保别人看不出来他之后 便立即朝着扶摇子飞去 来到小山上 他发现小山上已经站满了人 他粗略估计了一下 除了血虎军和血龙军之外 前去支援东海城的散人 起码也有上万之多 他心中微微一沉 支援了上万的七阶强者 这还不包括后续的支援者 人数如此之多 这表明东海城的局势很严峻啊 这时 扶摇子沉声道 稍后频道将开启空间之门 你们通过空间之门 即可前往东海城 此次东海防御战 有劳大家了 频道再次先行谢过诸位 扶摇子前辈客气了 你为我人族做出过那么多贡献 我们还没给您道谢呢 扶摇子前辈 可否提前告知 东海城的情况 扶摇子前辈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 还请立刻打开空间之门 我已即可难耐了 我要杀敌 众人议论声响彻虚空 可真正落到扶摇子耳朵里的 不过聊聊几条议论声而已 现场闹哄哄的 他也听不清大家的议论声 便一脸沉静地站在原地 他在等时间 等上面给出的命令 而此时此刻 人族东海之变 传遍了四方 网民们通过直播 看到了这里支援的人们 一个个既心疼又自责 他们才刚刚打完一仗啊 现在又要奔赴下一场战斗 他们得多累啊 而我们呢 我们被保护在身后 却什么也做不了 心中五味杂陈 心疼他们的辛苦 谁黑他们了 不要血口喷烂 这里有人不打自招 大家不要放过他 我一定努力修炼 以后上战场保护人族 网络上十分热闹 东海之变 让他们刚刚松下的心弦 又紧绷了起来 不久前 他们是绝望的 异兽的实力太强 而人族与其相差甚远 那时候很多人是不抱有希望的 甚至已经有了跑路的打算 可是四周强敌环四 又能跑去哪里呢 于是 绝望在心底滋生并蔓延 那种滋味 太难受了 他们不想体验第二次 而战争的结果 却出乎了意料 人族赢了 这种梦幻一般的结局 把他们镇住了 所有人都开始疯狂挖掘营的原因 当他们发现 这一战有两个关键节点 灵域分身自爆 和剑神毁灭空间通道时 所有人都开始了疯狂的崇拜 他们将剑神和灵域 当成了英雄 有人为他们歌功颂德 有人为他们树立碑文 总之 他们成了人族的精神支柱 当挖掘出关键人物之后 他们就开始挖掘新的人物 比如阁劳等九阶强者 比如那些牺牲的人族 冒险者和士兵 当挖掘出这些信息之后 所有人都泪目了 死亡 是最能震撼心灵的 而他们呢 不过是后方的米虫 他们不甘心当米虫 所以他们要让自己 不显得那么无用 因此 他们要给他们歌功颂德 要等他们回来了 给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舞会 这是 在欢呼自己的胜利 也是在弥补内心的亏欠 这一切 不少地方都在筹备着 可是突然东海之变 打乱了这一切 他们没有回家 而是再次奔赴了东海城 这一切 让众人感到心中的亏欠 更多了的同时 也是满满的感动 整个人族 在这一刻 无比的团结 而另一边 还没离开的各异族使者 得到了消息之后 一个个却心思各异 大海里的异族啊 他们和异兽相比 似乎也不弱多少 33小说啊 海族 乌合之众而已 他们种族太多 没有统一的命令 一盘散沙 打不过人族的 此言诧异 海族数量太多了 真要全面入侵人族 人族不可能挡得住的 人族以前能挡住海族 现在精英死亡一半 几乎不可能是海族的对手 人族有剑神存在 不可能灭族 哼 我们拭目以待吧 不过 与人族通伤的事情 先暂缓一段时间 说得不错 诸位告辞 众议族使者离开了 将消息传回去 又是一番波澜 此时此刻 扶妖子眼神凝重 心中有些忧虑 经过与异寿一战 人族损失惨重 这一次东海之变 不知又要付出什么代价 唉 扶妖子心中很不平静 望着一群前去支援的人族 他才有了不少安慰 33小说网 不时看一眼万表 当时间到了之后 他才高声喊道 诸位 时间到了 众人闻言 激动地平住了呼吸 空间之门 开 随着扶妖子 一声大喝响起 虚空泛起了道道涟漪 突然 虚空扭曲形成一道门户 门户打开 隐隐可见对面的景色 空间之门 成了 扶妖子松了口气 说道 因东海城被海兽团团围住 所以东海城开启了防御阵法 此阵法可隔绝空间力量的入侵 因此 空间之门无法进入东海城内 为了安全起见 我将空间之门 开启在东海城百里之外的荒野上 诸位准备好 进去吧 众人闻言 心中都有了几分紧张感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这还是第一次使用空间之门 不过 随着第一批人进去 并安全回来之后 他们松了口气 纷纷鱼贯而入 这一过程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林玉也紧随大众走了进去 空间通道里 有着各种扭曲了的绚丽光彩 林玉看了一会儿 便觉得头晕目眩 连忙不敢再看 突然 前方出现了一道光亮 跨过了这道光亮之后 眼前的景色大变 只见出现在眼前的是 一望无尽的草原 一眼望去 绿油油的 格外招人喜欢 林凡兴奋到 龟须永远是一片残破的样子 这地方可比龟须强多了 林玉疑惑到 临近海洋的地方 竟能有一片草原 也是奇怪的很 不过 他没有声响 因为刚刚来到这里 他们就遭遇了一场小规模战斗 只见在草原的东面 一群鳄鱼凶兽 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 这是宝石鹅 全部是紫色以上的宝石鹅 也就是七节以上的宝石鹅 有点小棘手 不过区区数百只宝石鹅 不值一提 杀 林玉和林凡站在了后面 甚至没有出手的机会 数百只宝石鹅 就全部被杀光了 他叹息了一声 不得不说 经历了一手入侵事件之后 能活下来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现在他们战斗经验之丰富 同街凶兽很难是对手 这时 扶瑶子点点头 非常欣慰 说道 往东百里之地 便是东海城 事不宜迟 现在就走吧 他话音落下 血龙军和血虎军两支大军 便紧随其后出发了 然后才是他们这些散人 林玉和林凡 低调地跟着大部队 路上 林玉不时愤出一个分身 让他们分散四周打探消息 随着分身不停传来消息 林玉对四周的情况 也有了一些了解 这是一片占地不大的草原 严格来说 这里曾经是一片沼泽地 不过后来水源枯竭 也就退化成了草原 在草原的东面尽头 便是一山而建的东海城了 众人都是七阶以上的觉醒者 绞成很快 不过十来分钟时间 东海城便遥遥在望 而在东海城外西石里 扶瑶子停下了大部队 众人在前方数百米 看到一座比远处的 东海城小得多的城池 只见此城外围 几乎变成了一片水泽 一只只海中凶兽团团包围 扶瑶子宁眉道 此城乃是东海城的附属城 名曰滨海城 诸位 谁去解此城危机 话音落下 许多人踊跃报名 不过 当林玉走出来之后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林玉去掉伪装 那张略显稚嫩的脸庞 出现在众人眼前 前辈 让我去吧 林玉平静道 扶瑶子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林玉也过来了 随后就是大喜 林玉来了 这一战也就更稳了 林玉 你能来我很高兴 不过这滨海城外的凶兽 不过戒选之急 用你 大才小用啊 扶瑶子 已经将林玉看成了他 一般的战略型人才 自然不希望林玉过去 林玉留在身边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但是 对林玉而言 他不停杀怪 才是利益最大化 现在正是他积攒升级点的时候 这个机会可不能放弃 前辈 给我十分钟时间 我就能解除此乘危机 十分钟 话音落下 众人都是一惊 这滨海城虽然不大 但临近大海 城外的凶兽可不少啊 一眼望去 起码上百万 要是再算上海里没上岸的凶兽 那数量就更多了 十分钟 自大还是真有把握 许多人是不信的 你尽管很强 分身也不弱 但在城外 你总不能让分身自爆吧 你自爆了 城市可能不小心都被你毁掉 所以他们排除了自爆 但是 你一个个的杀戮 那速度就太慢了 给杀到猴年马月啊 扶妖子叹息道 你既执意要去 频道也不能阻拦你 但频道 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后 无论是否解除此乘危机 都必须离开前往东海城 因为那里更需要你 林玉点点头 说道 好 一言为定 林玉话不多 但行动却极快 话音刚刚落下 便已经带着林凡 朝着滨海城飞去 众人望着两人的背影 议论纷纷 他虽然很强 但就是手再快 也不可能十分钟 杀光城外的凶兽 对 我认为他应该会用些计谋的 比如杀死凶兽首领 让凶兽害怕 自行退散 我也认同你的说法 哎 林玉还是岁数太小啊 有点狂妄也能理解 等他经历了社会的打磨 就不会这么冒冒实实了 对 说话的时候 不能说得太满 要学得圆滑一点啊 众人不信林玉的话 扶妖子心中 却怀着一份期待 他沉声道 出发 众人停止一论 纷纷大吼道 是 数百米距离 对于林玉来说 几秒就到了 他刚刚来到滨海城上空 无数海鸟在天空盘旋望向了他 立 这些海鸟一发现林玉 就疯狂攻击过来 林玉冷哼一声 剑气 汪一声清明 无数剑气凝聚在身体周围 去 一道道剑气 滑破虚空 下一刻 数万只海鸟毙命 化作鸟雨速速落下 下方 无数海兽也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 林玉笑道 那就让你们尝尝试月的力量 分身 白光一闪 两千分身出现在四周 林玉默念道 一起使用试月 包括林玉在内 一共两千零二个黑色月亮 突然凭空出现在天空中 黑月一出现 彼此散发的黑光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黑色的帷幕 帷幕遮住了阳光 使得下方一片昏暗 落 此时此刻 滨海城中 城主气息微弱地躺在床上 前几天 他因率军突围 不敌海兽围攻 身受重伤 不仅右胸有一道贯穿伤 就连灵魂也遭遇 了重创 此时的他气息微靡 虽然在医疗觉醒者的救治下 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暂无大碍 但是 他想要重新上战场 却得过个十天半月 才能恢复过来 他躺在床上 心中焦躁不安 他知道 滨海城的阵法 挡不住太久的 最多再等上一天 阵法就会因为没了能量精实 而自行溃散 到时候 没了阵法的保护 滨海城危险了 怎么办 他心里焦急 突然 他瞪大了眼睛 环视四周 疑惑道 怎么回事 天怎么突然黑了 此时 四周一片昏暗 明明刚刚还是光线明亮的 但现在却仿佛夜晚 虽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 但也难以失误 踏踏踏踏踏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护卫走了进来 他大喜道 城主大人 好消息啊 来支援了 什么 支援 城主闻言顿时大喜 也顾不上身上的伤势了 连忙朝着门外走去 护卫脸上也满是喜色 他刚刚也是被天上的景象惊呆了 门外 护卫刚刚跟了过来 只见城主一脸震撼地望着天空 城主大人 城主大人 您怎么了 护卫小心问道 城主被摇晃了一下 惊醒过来 他指着天空中 那一颗颗巨大的黑月说道 那是什么东西 那真的是支援吗 太震撼了 护卫笑道 城主大人 您仔细看那黑月上面 是不是站着一群人 城主看去 果然看到了一群人 不过因为黑月遮住了阳光 所以看不清那些人的模样 现在经过护卫这一指点 他很快就看到了 那黑月之后的人影 是支援来了没错 滨海城有救了 他激动的心脏 砰砰直跳 有救了 终于有救了 太好了 他激动的手脚颤抖 指着天上竟有些结巴了 护卫也感到高兴 果然高层没有忘记他们 这是派人来救他们了 此时 整座滨海城都陷入了震撼之中 无数人指着天空中那震撼的黑月 张大了嘴巴 那是支援的人吗 他们是什么人 太震撼了 不知道那黑月有什么作用 城外可是足足有百万海兽的 希望它能成功吧 你们看 那黑月落下来了 海兽也反击了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一只只海鸟 从四面八方飞来 想要阻拦黑月的降临 但是海鸟刚刚靠近 就被黑光一照 便腐蚀成灰烬 眨眼间 大量海鸟消失不见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是如此的震撼 他们张大了嘴巴 一个个露出震撼的神情 落 又一声落 响彻虚空 没有了海鸟的阻拦 黑月下降速度突然增加 好 地上的海兽力声咆哮 释放一个个技能 影响黑月 而灵玉飞在空中 不屑一笑 灵凡呵呵笑道 区区孽畜 找死 轰咙咙 黑月定格在了 距离地面的十米处 数千颗黑月 散发出黑色的光芒 腐蚀一切 瞬间 地上的海兽也好 还是下方的海水 都被瞬间腐蚀一空 不仅如此 地面也塌陷了数米 丁 丁 你击杀 一只只海兽被击杀 灵玉耳边不停响起 系统的提示音 因为击杀的太多 最后她干脆关闭了提示音 好 突然 下方响起一道道怒吼声 灵玉定睛看去 却见几只庞然大雾 竟抵挡住了 施月的腐蚀之力 朝着她仰天咆哮 灵玉脸色一冷 喝道 聂处 送你去死 去 花音落下 黑月不再停留 化作一颗颗黑色流星 朝着下方几只高阶海兽落去 好 好 海兽愤怒吼叫 召唤出一道道水波 挡在最前方 可惜 黑月急速冲了过去 顷刻间便撞碎了水墓 嗡 没有能量照的保护 黑光一照 这些海兽便开始被飞速腐蚀 死 七 一声声刺耳的七力声响起 令人闻之心有七七 不过 他们只是叫了一会儿 便彻底安静了下来 因为 全都死了 丁 你击杀了白金鱼 八阶 升级点加360000 定 你击杀了九阶蟒 八阶 升级点加390000 定 你击杀了 黑光一照 所有剩余的高阶海兽 全部死亡 毕竟这些海兽最强也只有八阶 而如今 凌玉已经八阶 但他底蕴身后 不是这些八阶海兽可比的 凌凡吃笑道 区区海兽 不自量力 死了才好 凌玉也笑着点了点头 这一波让他收获了大量的升级点 他看了眼 升级到九阶所需的进化点 已经差不太远了 他心中十分期待九阶之时 到了那个时候 他才能真正站在蓝星的顶端 既凭了这麻烦 我们也离开吧 凌玉说完这句话 突然停了下来 转身问凌环道 总共用了多长时间 凌环看了看腕表 说道 五分钟不到 凌玉笑道 好 那就在五分钟之内赶到东海城 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 凌环笑道 嘿嘿嘿 保证那些家伙目瞪口呆 两人正准备离开 突然一个个人影 从滨海城内飞了出来 诸位恩人稍等 可否告知我等您的姓名 对啊 来日若有机会 定当报答 众人一脸恭敬地飞在空中 等待着凌玉的回答 凌环看了凌玉一眼 凌玉点了点头 凌环才扬声道 记住了 就你们的是 至尊学院凌玉 还有遇者学院凌环 声音不大 但却准确落入众人耳中 让他们心神宁静 竟将这两个名字记得死死的 怎么都忘不掉 凌玉 凌环 这两个名字 为何如此出现 突然 有人惊呼道 是他们 凌玉的名声 早已经通过规须之战 传遍了人族 他在那一战中 屡次使用分身自爆战术杀敌 搅乱了一手的布局 更是在最后扭转了战局 成为了整个战争中 最关键的两人之一 不少人将他看作 剑神的接班人 人族未来的顶梁柱 有人给他树碑立转 更有人为他传送威名 他俨然成了不少人类的信仰 如果剑神是他们心中的耶和华 那么凌玉就是他们心中的耶稣 此时 就连凌玉都没有意识到 他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拥有了这么庞大的信徒 众人一脸震惊 心神震撼 传说中的凌玉很强大 偶尔流传出来的视频 也让他们震撼的手脚发麻 但这些都和亲眼所见 所感受到的截然不同 他们亲眼看到 那遮蔽虚空上万米的黑月 还有那黑月降临 一切腐蚀殆尽的骇人场景 光回想一下 就令人震撼的手脚颤抖 太强了 他们仿佛天灾一般 简直是天生未战争 而生的战神 一人可抵万军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众人终于缓过神来 一个个从刚刚震撼的情绪中 回过神来 正要败泻感激 还想邀请他去做客 可是在看前方虚空时 哪里还有凌玉的身影 凌玉在他们愣神的时间 已经离开了此地 众人一声叹息 不由懊恼万分 这可是未来的剑神啊 他们竟错过了 和他交谈的机会 若能邀请凌玉进餐 那他们甚至能名流轻屎啊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竟这样错过了 他们心里是越想越懊恼 越想越烦躁 越想越后悔 哎呀 错失天大的机会啊 我悔啊 众人垂胸顿足 一脸懊恼之色 而此时 凌玉和凌环 已经在去往东海城的路上 凌玉说道 加快速度 尽快赶过去 凌环笑道 嘿嘿 放心吧 五分钟之内肯定能赶过去 您就等着看他们震惊的表情吧 凌玉点点头 想到他们震撼的表情 他不由笑了笑 也颇为期待 另一边 东海城 这是人族东方领海最大的一座城 也是除了三仙城之外 防御海族的路上防线 这座城池内外 共有三套阵法 分别是攻击阵法 换阵 防御阵法 其中以防御阵法最强 据说能抵挡半神一击 而且 此城拥有百米之高的城墙 城墙上绘制着各种高等符文 这些符文都是高级符路师所绘制 符文种类庞杂 但都被归纳在一个体系内 各种符文之间互相配合 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比如 坚固符能增强城墙的坚硬度 而柔韧符又能增强城墙的柔韧度 还有护盾符 能吸收天地能量 在被激发之时 形成一道临时的能量护盾 保护城墙 除此之外 还有避火符 防水符 修复符等各种符路 各种符文之间 彼此交融将整座城墙打造的固若金汤 但各个带伤 而且数量不如从前 已经难以对海兽形成威胁了 不仅如此 城内的能量金石 也被抽掉走了八成 剩余的能量金石 想要维持阵法 只能维持三天 而且 真当海兽围攻过来之时 城主等人很快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他们高估了东海城的防御 也低估了海兽的规模 这次的海兽受潮 较之以往 来得太多 这一城池 乃是人族东方路上最大防线 此城一面领海 在人族强盛之时 自然对海兽形成了一定的抑制效果 但现在 人族那一战中 损失近一半精锐 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海兽大举入侵 也在情理之中 虽说海洋浩瀚 应当不屑于陆上的土地 但竞争也更为激烈 每年都有无数海兽 因为竞争失败 无奈爬上海岸 所以 对于很多海兽而言 海洋虽大 却也容不下他们 不如占领人族领地 生存之战 无关对错 但站在人族的角度来看 海兽无疑是该死的 此时 东海城外 无数海鸟 还有无数已经进化出了 双族的海鱼 仰天咆哮 不停攻击着 东海城的防御阵法 轰咆咆 无数攻击光芒落下 砸在了东海城的阵法上 阵法毫发无损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开始不停摇晃着 阵法中心处 一个操纵人员大惊道 不好了 海兽攻击频率加快 能量金石损耗速度增加了两倍 以现在的能量金石损耗速度 恐怕一天之内 阵法就要被破掉了 这可怎么办 支援来了没有啊 我们可不想死啊 他们一个个心中焦急万分 死亡 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的 这时 一个将军打扮的人走了进来 他来到那些人中间 力声喝倒 住口 再敢扰乱军心 统统斩首示众 花音落下 众人心中惊惧 立即闭上了嘴巴 他们也意识到了 大敌当前抱怨生死 最容易动摇军心 不该在此刻这样做 但心中的恐惧和不甘 却越来越浓 让他们控制不了情绪 见众人安静下来 将军的语气 也变得温和了一些 他语气温和道 扶摇子阁下 以率军前来支援 刚刚我得到最新消息 最迟半个小时 他们就会赶过来 他们一来 区区海兽 还不是土鸡娃狗 一兽没有打垮我们 区区海兽更不能 你们不会死 本将军也不会死 你们的家人更不会死 这一战 胜利是属于人族的 我再问你们一句 可有信心 他大喝道 众人被他这么一说 反而激起了热血 众人也跟着起声大喝道 有 好 那么做好你们的分内之事 你们维持阵法 而我们上阵杀敌 为东海城之存在而付出 诸位辛苦了 他说的真挚 众人也颇为感动 他们躲在后面 不用上战场 和那些上战场的 战士的危险性相比 差了太多 这样一对比 他们有些惭愧 那些当兵的都没有抱怨 他们却先抱怨了 心中有些愧疚 我们不辛苦 将军放心 你们尽管在前线战斗 我们会誓死维持阵法 将军剑士气被他击起来了 也颇为成就感 又叮嘱了几句 便匆匆离去 离去之时 他面色凝重 十分担忧 他们人族刚刚经历了异兽之战 本就是疲惫之失 如今又与海兽大战 这一战胜负实在难料 如果这一战败了 四周诸族难保不会趁火打劫 而且天神族等族 估计也不会前来支援了 毕竟海族可威胁不到他们的生存 他叹息一声 紧了紧手中的兵器 甩去心中的担忧 目光坚定地看向前方 此战 若不胜 唯有死 又有何局 轰隆隆 海兽的又一波进攻开始了 东海城外 无数海兽将东海城团团包围 可谓是里三层外三层 海里还有无数层 海水倒过而来 将城外大片土地 都化作一片片湖泊 海兽在其中游荡 好 无数海兽从水里跳起 朝着天空仰天咆哮 烈 海鸟也遍布天空 头下大片的阴影 整个城外 都是海兽的天下 乌鸦鸦的 根本看不出 到底有多少 好 突然 又一声巨大的吼叫传来 无数攻击紧随而至 各色光芒照亮天空 无数技能光芒 将一切都遮蔽了 身处其中的东海城 犹如大海中的一夜偏周 摇摇晃晃 仿佛随时都会覆灭 不过 好在阵法还算给力 攻击落下 也只是让这阵法动荡着 却始终都没有破裂 此时 城头站着一个身穿战甲 手持长枪 面白无须的中年男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东海城主 东海城城主 名叫方静 他是一尊九阶强者 归须之战结束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回来了 没想到刚刚回来不久 就突遭海兽袭击 此时他正站在城头 脸色凝重地望着城外 有人说道 城主大人 现在可怎么办 对啊 城内的阵法 快要支撑不住了 众人十分焦急 东海城屹立东海之兵 三百年来 一直屹立不倒 现在却面临存亡危机 他们心中既担忧又害怕 方静文言 瞥了众人一眼 说道 急什么 他们快到了 他口中的他们 自然是指的扶妖子等人 众人文言 心中稍安 可是举目望去 却不见支援来临 他们很怕支撑不到那一刻 方静也无奈 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训斥他们 害怕是人之常情 不过只要他不退缩 这些人就不敢退缩 所以 他始终站在城头 犹如一根旗杆子 给众人坐着表率 沉浸执着地指挥着作战 东海城数十万大军 释放一道道攻击技能 攻向海兽之中 顿时 无数海兽死亡 但随之而来的 便是海洋中 出 了更多的海兽 再次填充了进来 这一幕 令他们有些绝望 海洋太广袤了 其中的秘密也太多 他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海洋 不仅是现在 就是大灾变前 他们对海洋的了解 也是十分片面的 如今的海洋 扩大了千倍 更是变得神秘莫测 杀 方金大喝一声 凝聚一道巨大的火焰 朝着海兽扔去 众人也纷纷效仿 新的一波攻防战开始了 轰咚咚 结果就是 遭到了对方 更强烈的反攻 阵法摇摇晃晃 看似马上就要破裂 这更加剧了人类的担忧 支援怎么还没到啊 不是说扶摇子 亲自支援的吗 为什么还没到啊 还有三仙城 怎么没有来支援啊 气死我了 这海兽又来攻击了 他们的数量也太多了吧 完全杀不完 杀了一批 很快又冒出新的一批 海兽灭我之心不死 我今日豁出去了 我要上城头杀敌 广大市民的心思多变 有人恐惧 有人准备后路 有人则义愤填膺 想要上阵杀敌 这很正常 因为士兵的勇气 往往也都是被培养出来的 没有人天生不怕死 但一个好的氛围 却是必须要有的 因此 很快就有人前来树立秩序 防止有人煽动动乱 可是 城内表面上暂时安静了下来 但暗中却暗流涌动 无数黑恶势力冒头 他们看准了一些好欺负的人家 闯入对方家里 杀人并抢夺财物 因为防卫战的原因 执法人员严重不足 以至于刚刚发生这些事情之后 他们反应很慢 甚至都没有给出惩罚 于是 许多人看到了那些罪人 竟然没有被惩罚 一个个心中的恶开始生长 既然杀人抢劫不会有惩罚 那我们也去做 结果就导致数千人纷纷效仿 顿时一片片区域陷入了混乱之中 这就是破疮效应 也是从众心理 当众人发现 做坏事不会被惩罚的时候 就会纷纷效仿 当他们开始重视的时候 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 数千个家庭的破碎 城内乱了 城主得知此事之后 暴怒不已 他站在城头上 大怒道 来人 给我将那些米虫 全部扫当干净 一个不留 是 他身边清卫军 立即朝着城内走去 防守人员不足 他只能让轻卫兵去了 轻卫兵数量虽然不多 但实力强大 有他们过去处理 方静也放心 杀 他嘶哑着喉咙 喊着 经历过龟须之战 他的心境有了突破 念临生死 别无他念 唯有战斗 因为他明白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也有大机遇 身为九阶强者 他也有更进一步的想法 而生死之间 对于他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机遇 局目望去 无数海兽伸着头颅 仰天咆哮着 突然 副官大惊道 不好 城主大人请后退 海中有一变 估计是幕后之人来了 方静伸手阻止道 无妨 我倒想看看 这些幕后海兽 倒是个什么模样 海兽是凶兽 灵志不高 但眼前的一切 肯定不是海兽谋划的 其背后定有海中 一族的影子 此时 东海之中 道道波涛翻滚不停 突然 海面开始起伏不定 大片的海水被顶起 好 只见一只巨大无比的鲸鱼 从海面上钻出来 见到这鲸鱼 所有人都惊呆了 太大了 遮天蔽日 头下的阴影 竟遮住了方圆万米的光线 从城墙上望去 也看不出这鲸鱼的大小 难道这就是那幕后海族 有人心中猜测 这时 那鲸鱼咆哮了一声 然后从海中飞到空中 无数海水侵落而下 犹如瀑布一般 你们看 那鲸鱼头顶上 是不是站着一个影子 众人闻言 细看之下 果然看到了一个影子 这影子不大 众人视力极好 还是能看出 这影子是一个人形的怪物 有人是眼睛味的觉醒者 看清了这影子的模样 只见这怪物的头颅上 长着一根根触手 眼睛如同铜铃一般大小 竟占据了脸部的四分之一 是深海浇人 深海浇人不同于浅海浇人 他们长相争鸣恐怖 实力强横无比 在大海之中 也是犹如王族一般的存在 幕后黑手竟是深海浇人 他们不是对陆地不感兴趣的吗 难道他们 在大海中的战争失败了 不能吧 这可是海中十分强横的一族 谁能战胜他们 不好 那深海浇人操纵着巨精 冲向了东海城 一道道流光从远处飞来 划过美丽的弧线 凌玉几乎同时和扶妖子等人 来到了东海城外 凌玉刚刚出现 那些八九届的支援者 都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不是吧 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还没到十分钟吧 难道是看海兽太强 偷偷跑回来的 众人心中五味杂陈 他们自然不愿意相信凌玉的强大 因为这样 显得他们太无能了 纵使凌玉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辉煌战绩 但毕竟很多人也没有亲眼见到 所以就给自己洗脑 暗示自己 凌玉其实也不比自己强大多少 更何况 能修炼到他们这个境界 大多数都有一股傲气 那些没有傲气的人 往往因为不敢前进 不敢冒险 最终沦为一己庸人 但是 事实就是如此的骨感 他们无奈接受了这一切 看凌玉的目光中 都仿佛看怪物一般 有敬佩也有好奇 凌玉刚刚出现 扶妖子就点了点头 面带笑容道 你出手的一幕 我全程看在眼里 你很不错 事悦也使用的炉火纯青 在与异兽大战之中 他们也杀死了不少高阶寒冰狗 获得了几颗事悦技能精识 有人学了这技能 才知道这技能的变态 才明白 几千颗事悦的可怖 凌玉拱了拱手 笑道 冰海城的海兽虽多 但多数都是低阶海兽 若换成高阶海兽 我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这句话说得看似谦逊 实则骄傲 扶妖子听罢 也是摇头失笑 不过一想到对方的年纪 也就理解了 年少不轻狂 也是枉为少年 年轻人就该狂点 就该有个性一点 他颇为欣赏地看着凌玉 仿佛在看一块宝玉一般 凌环见状 连忙挡在了凌玉跟前 笑嘻嘻道 扶妖子前辈 您看那边有变故了 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支援去 凌环指着那大海中 也才千米之长啊 而这鲸鱼呢 竟在体型上超过了龙青蓝数倍 可想而知 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一幕 扶妖子眼中浮现红色花纹 血红色的光芒流转了一会儿 他才收起铜树 说道 聚精 九阶 其背上另有一只深海骄人 不弱于我 不弱于扶妖子的九阶 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九阶了 要知道 扶妖子虽然看似是一个辅助 但其正面战斗力量 也是十分强大的 虽然攻击力不如阎君等人 但他的手段层出不穷 单单是空间之力的运用 也能磨死铜肩 一般而言 如果对方不是空间能力者 天生必要落他一个小间 这就是能力压制 而空间之力 在所有能力中 可称为王 他突然说道 不好 海中仍有一变 淋浴文言微精 举目望去 却什么也看不到 他疑惑地看向了扶妖子 扶妖子却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也顾不上节省能量了 长袖一挥 一道空间力量弥漫四周 将众人裹挟着 瞬间跨越空间 来到了远处大海的上空 33小说网 俯瞰下方 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这时 众人才看清楚海中的动静 只见无数海虫 从海里爬了出来 这虫子太多了 密密麻麻 不知弥漫了多大的海域 一眼望去 全是这些海虫 淋浴心中微精 这竟是虫子 他不由想起了 自己遇到的第一个兽巢 不知这些海虫的首领在哪里 他宁神寻找着海虫的首领 可惜对方可能根本没有上岸 寻找无果之后 他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也不知杀死这海虫首领 是否能掉落合体技能 他知道 合体技能是许多虫族都会的 不过合体技能的使用条件太苛刻了 需要被合体者不能有一丝杂念才行 所以也只有虫族才能做到合体 他曾经得到过一个合体技能 但合体的上限只有一百个 对现在的他来说 虽然还是底牌 但却不是最强大的底牌了 今日见到了海虫 他有了新的想法 需要寻找一个高阶合体术了 海虫无疑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好 突然 远处那只巨大的鲸鱼 朝着他们这边咆哮着 扶妖子见状 喊道 诸位 二等都是身经百战之事 无需我多赘述 大家自行去杀戮吧 众人文言 心中大喜 尤其是散人们 他们更喜欢三五成团打怪 可不喜欢被束缚住 因此众人行了一礼 便纷纷散去 林玉正要散去 扶妖子连忙叫住了他 扶妖子苦笑道 你小子可不能走 还需要你助频道 杀了那巨鲸和深海骄人呢 林玉也苦笑道 前辈 我也有事 扶妖子仍然不松手 林玉无奈道 这样行不行 我给你一千个分身 扶妖子愣了一下 这才微笑着松开手 也行 不过你小子别跑远了 如果有危险 就赶紧朝频道这里来 好嘞 您就放心吧 林玉留下一千个分身 帮助扶妖子 便朝着海面飞去 此时 援军到达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东海城 顿时 无数人奔走相告 喜极而起 那些作乱者心中惊惧 很快就被人告密 纷纷被逮住了 城主方静大喜 举起武器 大喊道 东海军 随我出城迎接援军 谨遵城主号令 杀 此时 城外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援军虽然不多 只有十来万 但多数都是七阶以下的觉醒者 而城外的海兽 大多数都是七阶以下的 因此 人族援军一出现 就开始追着海兽打 随着方静入场 这一战彻底扭转了局势 海兽死了一只又一只 血水浸染了海面 绵延数十里 方静大喜道 哈哈 让你们蹲在老子家门口 死 手起刀落 一片海兽隐命 这一幕 在各地发生着 但是 很快局势再次逆转 不好 这特么的 虫子太多了 这是什么虫子 有没有人知道的 卧槽 海里还在源源不断涌出海虫 这是捅了虫子窝了呀 众人一阵焦急 不是害怕虫子强大 因为大多虫子单体实力不强 但是虫子多呀 根本看不出有多少 黑压压一片 绵延了半个海洋一般 这时 方静认出了虫子 大惊道 不好 这是视魂虫 此时 从海中涌出无数漆黑的虫子 虫子一出现 便发出呲呲呲的声音 声音刺耳 令人皱眉 数量之多 令人不寒而栗 有人问道 城主大人 视魂虫是什么 许多人并不知道 什么是视魂虫 可见这种虫子的稀少 城主方静面色凝重 解释道 这是一种十分稀少的虫子 来源于深海之中 通体漆黑 体型不大 叫声嘶哑 这都不是让人恐惧的地方 他说到这里 深深吸了一口气 众人焦急地看着他 等待他的另外半句话 方静呼出一口浊气 叹道 顾名思义 他们能吸食灵魂之力 不要被他们爬到身上 否则 他们就会吸走 你的灵魂力量 直到将你吸干 最后在你身上产卵 死 众人闻言 顿时倒吸了口凉气 好可怕的虫子 竟能直接吸食灵魂 等那虫子靠近了 你们不要让他们靠近 记住用远程技能杀死他们 方静叮嘱道 他见众人一副走神的模样 加大了声音 说道 记住了 不要让这些怪物近身 近战的觉醒者站在后面 先不要上战场 过了一会儿 他们才回过神来 纵使是与异兽大战了一场 也还是第一次 见识到如此诡异的虫子 吸收生灵的灵魂 再在生灵的体内缠卵 这光是想一想 就令人不寒而栗 果然是海中凶兽 比路上的诡异多了 听到没有 方静大喝道 众人被这一喊 惊醒了过来 齐声喊道 听到了 方静沉重道 不要逞强 一旦撑不住了 就赶紧后退 是 好 他们来了 去杀吧 杀 众人大喊着 朝着前方走去 嘶嘶嘶 嘶嘶嘶 各种刺耳的声音 从试魂虫身上传来 这声音刺耳 令人恶心 突然 试魂虫扑了过来 方静大喝道 眼灵斩 哼 一道百米长的火焰斩机 从天而降 朝着试魂虫落去 嘶嘶嘶 突然 后方无数试魂虫涌动了起来 试魂虫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个十米高的巨人 竟是合体计 方静等人惊讶到 虫族会合体计并不奇怪 可是这一眼看去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合体计的等级不低 因为这次合体 起码是上千只试魂虫合体 一眼望去 刚刚密密麻麻的试魂虫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十米高的巨人 好 无数巨人仰天咆哮 释放一道道黑色的波浪 迎向眼灵斩 哼 眼灵斩视如破竹 瞬间破掉了数只巨人 最终力量尽了 被一只巨人一掌拍散 好 刚刚死了几只巨人 那些散落在地的试魂虫 四散开来 朝着其他人冲去 一眼望去 黑压压一片 地上仿佛涂了一层黑漆 地裂斩 裂火斩 白地斩 一道道斩机 从方静手里释放出去 遮天蔽日的各种斩机 朝着试魂虫飞去 许久 副官关心道 城主大人 您歇一歇吧 试魂虫太多了 您这样下去 早晚会能量耗尽的 方静一口气 又释放几道斩机 已经有些气喘了 不过他硬撑着道 歇什么先 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能感受到疲惫 但这让他更加兴奋 他仿佛再次找到了 曾经在归序战场的感觉 那种死亡临近的感觉 令他如痴如醉 城主 您 起看 除非我死 否则他们休想击败我 副官文言十分感动 他行了一礼 大喝道 城主大人 我陪您 两人站在最前方 朝着铺天盖地涌来的试魂虫 释放着一道道技能 纵使两人都是九阶强者 也很快就感到了疲惫 但副官一见城主 一脸兴奋 模样 心里就暗暗自责 城主大人都没有喊泪 我又怎能后退 杀 终于 短兵相接 东海军 还是没能阻挡 试魂虫前进的脚步 试魂虫如同潮水涌来 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 他们完全不顾生死 朝人类身上扑咬 啊 我的灵魂 撕裂了 有人惨叫出声 凄厉的声音响彻虚空 令人头皮发麻 我 我不要死 狗虫子 你给我死啊 有人 被虫子扑到了身上 拼命地扑打虫子 终于将虫子干掉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 更多的虫子扑上来 他终于抵挡不住 被扑倒在地 灵魂被吸干 肉体被缠卵 这类似的一幕 在不停地发生着 双方刚刚接触 大量的低阶觉醒者 就死在了试魂虫下 他们吸收灵魂的速度太惊人了 只要接触到 就能吸收灵魂力量 而且速度很快 不少人甚至在不知不觉中 灵魂就被掏空 这一幕 令方静牙自欲裂 可惜 他只有一个人 他纵使使出权力 也只能保护方圆百米 虫子并不强大 任何一只虫子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虫子组成了虫海 又有着坚固的虫甲 和棘手的能力 就变得十分难以对付了 方静大喊道 扶摇子兄 天空中 扶摇子正一脸凝重地 盯着巨精和深海骄人 他从心中搜索着有关信息 此经应当是深海龙精 体型庞大 皮操肉厚 与预者的乌精相比 拥有更大的体型 防御力略微弱一些 但体内能量却非常多 犹如移动电源 而深海骄人 居住在海中一万米以下 他们也是智慧生灵 但极少来到海面上 因为海中的资源比路上更多 他们对路上的领土 也不感兴趣 现在他们来了路上 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难道他们是想要趁人族虚弱 灭了人族 扶摇子心中思绪电转 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他 他寻声望去 方静大喊道 扶摇子兄 可否设置一道空间屏障 挡住后续涌来的试魂虫 扶摇子文言 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 顿时 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 一道长上千米的空间屏障 凭空出现 多谢了 无碍 举手之劳 好 深海龙精一声吼叫 漆背上的深海骄人 发出冷笑声 人类 你挡不住我们的 退下吧 扶摇子冷哼道 聂畜 找死 你很猖狂 今日便图了 你这东海城 图光你人族 你人族刚刚经历归序之战 可还有实力 与我深海骄族一战 我劝你退去吧 将此地让给我深海骄人族 说什么 他手中已经凝聚一道空间之刃 空间斩 去 顿时 一道银色的斩机 跨越了空间 斩向深海骄人 深海骄人冷哼一声道 不识抬举 他抬起长满鱼鳞的左手 轻轻在空中一压 轰隆一声 无数海水凭空出现 在他前方形成一道凝石至极的水盾 碰 空间之刃撞击在水盾上 竟无法破开分毫 人类 空间之力虽强 但你的力量 还无法破开我的防御 人类 也吃我一招 只见他抬起右手 双眼亮起皎洁的白光 月轮 突然 一道月光浮现出 紧接着一轮皎洁的月亮升空而起 他右手抬起又放下 指着扶妖子大喝道 去 呜 圆月破空而去 沿途只留下一道皎洁的弧线 扶妖子见状 立即释放一道空间避障 碰 圆月撞击在空间避障上 近寝刻间就将空间避障撞出了裂纹 扶妖子心中微惊 没想到这娇人竟如此强大 哼 他大喝一声 手中银白色的空间之力凝聚成形 变成一把长剑 踏步而出 朝前飞去 手起剑落 一剑劈在圆月之上 咔嚓 一声脆响 圆月终于裂开 好 你的实力不错 不过这一招 你可能挡住 深海娇人眼眸中光芒一闪 张开大口 吐出一颗洁白的珍珠 此乃深海娇珠 蕴含强大的力量 去吧 娇珠碎空 哼 娇珠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来到了扶妖子跟前 扶妖子用空间剑挡在身前 刚刚接触娇珠 咔嚓一声 剑进碎了 他大惊失色 连忙瞬移到远处 这才躲过娇珠接下来的攻击 但是 还没等他歇息 娇珠又飞来了 不要挣扎了 娇珠已记住你的气息 永远追杀你 直到你死去 扶妖子心中亥然 正要打开空间之门离去 可是还没等他喘息过来 那娇珠又近身来了 麻烦 淋浴分身 去杀了他 他大喊道 花音落下 淋浴留下的一千个分身 立刻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淋浴分身只有八阶 但继承了淋浴两倍的力量 纵使不如九阶 也差不太多 一千个围九阶出手 惊天动地 顿时 四面八方都是技能光芒 如同光雨一般覆盖在深海娇人的头顶上空 深海娇人见状 惊讶到 浩强的人类 区区八阶 竟有着接近九阶的力量 龙京 他对着身下的龙京大喝道 三十三小说王 龙京仰天咆哮一声 身躯微微一摆 一道道光芒凝聚而出 好 下一刻 一道湛蓝色的光芒 裹在了龙京和深海娇人身上 哄 攻击终于落下 撞击在龙京释放的护盾上 砰砰 哄哄哄 一道道密集的撞击声响起 龙京大声吼叫着 一道道能量从体内传入护盾上 不管攻击多么密集 始终无法攻破龙京的护盾 扶摇子惊叹道 这龙京好多的能量储备 竟能挡住上千个 凌玉分身的围攻 他眼前这只龙京的能量之多 实在令人惊讶 若是一般人 在如此密集能量的打击下 早已经能量好尽了 继续攻击 不要停 一波攻击过后 扶摇子再次大喊道 凌玉分身点点头 继续开始新一波的攻击 深海叫人心中憋屈郁闷 但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对方虽然耽搁不强 他一击就能杀死 但数量太多 他一旦离开龙京的护盾 就会遭遇急火攻击 而以他体内的能量数量 如果被攻击到 根本不足以挡住急火攻击 他看向扶摇子 一脸阴沉之色 暗道 你等着吧 等这些人能量耗尽 我一定亲手杀了你 扶摇子冷笑一声 面上一点不落下风 心里却也颇为担忧 这龙京的能量太多了 实在是惊到他了 就这样 双方陷入了僵持之中 另一边 凌玉和凌帆正朝着海洋深处飞去 凌玉说道 凌帆 有什么发现吗 凌帆郁闷道 四周都是这种古怪的虫子 海下千米也都是虫子 没啥发现 都是虫子 那如何才能找到母虫 凌玉身安狗知道 如果是他 肯定会躲在海洋的最深处 不过 也有例外 万一这母虫喜欢晒太阳吗 海底他肯定不会去的 只能在附近转一转了 如果没有发现就回去 凌玉说道 继续朝远处飞一飞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他现在能控制分身的范围 在方圆50里左右 只要不跑出这个范围就行 实在没什么 发现的话 就只能先帮东海城解除危机了 两人朝远处飞着 下方是一片片黑漆漆的虫子 虫子太多了 也不知从何处而来 蔓延了一片海洋 突然 远处一座小岛映入了眼帘 凌帆惊喜道 本体 你看前面有座小岛 凌玉也看到了 小岛 你去岛上看看 但注意安全 凌帆点点头 道 好嘞 话音还未落下 林凡已经朝着小岛飞去 他还没落到岛屿上 各种傀儡 已经先一步进入了小岛 并朝着四周散去 侦查四周的一切 突然 林凡大惊道 不好 该死的虫子 竟发现了本带的行踪 他刚刚落在岛屿上 就被虫子发现了 这些虫子一发现他 就疯狂地朝着他冲来 林凡拥有淋浴的所有技能 他冷哼一声道 区区虫子 也想抓住老子 须弥佛不 温一声响 他就瞬间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了远处 呲呲呲 突然 天空中飞来无数更强的虫子 见到这些虫子 林凡喃喃自语道 竟是七街的虫子 这地方有古怪 让我看看 你们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指着四周飞来的虫子 笑道 五行傀儡阵 突然 虚空一闪 五只颜色各异的傀儡 出现在四周 他们刚刚出现 就摆出一个阵法 光芒一闪 阵法成形 顿时 五色能量冲天起 交缠在一起 遮蔽了一方天空 林凡哼了一声道 金之阵 气也 哄 阵法急速旋转 转眼间就变成了金色 然后无数兵器凝聚而出 纷纷朝着高阶士魂虫杀去 呲呲呲 士魂虫发生一声声鸣叫 也不甘示弱 纷纷释放一道道 黑色的波纹攻击而来 但这丝毫挡不住金阵 刀 剑 枪 棍等各种武器轮番上阵 如同一个个武术高手出手 双方刚刚一接触 就瞬间打死了大片式魂虫 哈哈 干你们牛逼 看你林凡大爷杀光你们 林凡大笑着 操纵阵法继续杀敌 突然 他感觉眼前一黑 有些头重脚轻 脑海里传出一道道 带着强烈蛊惑的声音 放下兵器 束手就轻 束手就轻 一道道魔性的声音 响彻在灵魂之上 这种洗脑的感觉 让他十分难受 什么玩意 他捂着脑袋 突然又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草 灵魂攻击啊 好可怕 不过老子不怕 他举起手 朝着自己脑袋上 猛的一拍 啪哒 脖子哒拉了下来 幕后之虫 见到这一幕也愣住了 他待在了原地 心中不明白 为什么这人类要自杀 好可怕的人类 比他们一族 更不把生命当回事 林凡一死 林玉就察觉到了 他接受了林凡的记忆 恍然道 有点意思 看来母虫藏在这里啊 那就无需留守 直接逼他出来吧 林玉意念微动 调动分身前来 遮住了面容 手中提着各种武器 分身的衣服颜色各不相同 这是因为 他们是不同属性的分身 必要时刻能够 组成相应的阵法对敌 此时 一千个分身出现在四周 令暗中的母虫微微一正 当看清对方 只是八阶人类的时候 他放松了下来 区区八阶人族 不可能突破 他视魂虫的防线 他呲呲大叫着 操纵着群虫攻击 顿时 从那座小岛上 立刻不断涌出大量的虫子 虫子太多了 密密麻麻 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 而且 不仅有低阶虫子 天空中 还飞着一片片七阶以上的虫子 虽然虫子的单体站立不强 但能修炼到七阶以上的 也属于这一族的贵族了 此时 他们在母虫的操纵下 疯狂地朝着灵狱杀去 灵狱冷哼一声道 释放释月 群攻使用释月 几乎成了灵狱的习惯 释月一出 一千颗黑色月亮浮现天空 黑色光芒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道巨大的黑幕 遮蔽了这一方虚空 顷刻间 白天便晚上 幕后的母虫见状 微微惊讶 但并不是很在意 她的崇海战术 还从没有失利过 她有自信杀了这些人类 杀 崇海涌来 灵狱站在虚空中 低头俯看下方 嘴唇微动 放 分身接到命令 手掌轻轻下压 下一刻 轰咙咙 千颗黑月从虚空朝着下方落去 黑压压一片 使得四周更加黑暗 终于 双方接触了 哄 呲呲呲 强烈的腐蚀声响彻虚空 黑光一照 无数噬魂虫还没靠近过来 发挥他们的噬魂能力 就被这一道道黑光 腐蚀成灰烬 顷刻间 四周空了一大片 瞬间死了不知多少噬魂虫 呲呲呲呲 刺耳的声音响起 然后一道道黑色的光波 朝着灵狱分身攻来 灵狱面色不变 大河道 瞄准小岛 扔下去 分身们接到命令 也不迟疑 立即操纵着诗月 朝着小岛落去 不过 诗月降落的途中 被黑色光波一照 顿时一大半诗月碎裂成光点 散落四周 哄 一小半总计有三百多颗诗月 最终还是落在了小岛上 呲呲呲 诗月刚刚落下 便将下方小岛的山石草木 全部腐蚀成渣 原本郁郁葱葱的小岛 很快就变得一片荒芜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上的沙石也被腐蚀一空 海水开始倒灌而入 呲呲呲 诗月还在腐蚀着小岛 那些诗魂虫可坐不住了 前赴后继地扑上来 他们完全不顾生死 释放一道道技能 也要将诗月打碎 淋浴冷哼一声道 哼 区区雕虫小技 也想挡住我 再放一波诗月 分身们立即补齐了诗月的数量 顿时诗魂虫开始落入了下风 突然 地面隆起 一只足有十米多高的漆黑虫子 从地下钻了出来 这虫子刚刚出现 四周的诗魂虫就都围了上来 将它保护在中间 人类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一道沙哑的声音 在淋浴脑海中响起 淋浴笑道 不愧是虫族 其他凶兽都智商底下 已经有如此高的智商 虫族也是凶兽 不过它们这类种族 通常只有一个母虫 是高智商生物 其他的虫子 都是母虫的工具和附庸 所以 诗魂母虫有灵质 淋浴并不意外 诗魂母虫恶狠狠道 人类 还不退下 害怕了 淋浴笑道 诗魂母虫心中有些烦躁 眼前的人类很强大 尤其是那黑色的月亮 杀伤范围太大了 它的虫害战术 在适月之下 很难发挥作用 毕竟 虫子靠的是数量 普遍单体站立不太行 而且靠近不了对方 也发挥不出诗魂的力量 若是它有几十只 九阶诗魂虫 岂会害怕这个人类 诗魂母虫愤怒道 人类 你若不退下 休要后悔 哟哟哟 这是开始威胁我了 你越是这样说 越说明你色力内人 废话不多说了 你的命 经就我拿定了 林玉说道 出海一趟 目的就是寻找母虫 它的目的也很简单 它需要更高阶的合体树 虽然不确定 杀了这只母虫 是否能掉落合体树 但总归是一个希望 若是没有高阶合体树 那就等东海城的事情结束了 它再去其他地方寻找虫群 多杀几只母虫 总能获得高阶合体树 况且 只要杀了这只母虫 东海城的试魂虫之害 也会迎刃而解 一举两得 人类 我们个退一步如何 我撤去虫海 你也撤去 彼此互不干涉 林玉心中想笑 虫子果然是虫子 想法太天真 好啊 见林玉答应了下来 试魂母虫大喜 正要撤退 突然他眼前一黑 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人意 林玉使用却步 瞬移到了他的眼前 免死金牌 瞬移前 他给自己使用了神秘系技能 免死金牌 使用之后 头顶出现一块金牌 可免疫致死攻击一次 然后 他才在手中凝聚一道小型的试月 飞速将手掌贴在了 试魂母虫的腹部 扑哧 一声微响 试魂母虫腹部微微易软 一层漆黑色的灵魂能量层 隔绝了必杀一击 林玉微微易惊 松开了手中的试月 连忙使用却步 瞬移到了百米之外 刚刚站定 那试魂母虫就仰天咆哮 愤怒地吼叫着 人类 试魂母虫歇斯底里的大吼着 命令无数试魂虫攻击林玉 林玉也命令分身迎击试魂虫 她现在头顶免死金牌 根本不怕死 直接一个却步 瞬移到对方跟前 试魂母虫大惊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林玉一记上股佛腿 踢到了地下 轰隆 地面顿时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不过 这试魂母虫的防御力 真不是盖的 很快就毫发无伤地飞了出来 林玉又一次瞬移 再次使用上股佛腿 将对方踢到了地下 但每一次 对方都毫发无损飞出来 愤怒地对她吼叫着 离谱的防御啊 林玉还不信邪了 不停顺移不停踢一脚 如同踢皮球一般 将试魂母虫踢来踢去 但结果让人意外 对方仍然毫发无伤 人类 你气死我了 你的速度很快 但我不信 你能挡住灵魂的力量 试魂之魁 千爪 下一刻 漆黑的能量 凭空产生在虚空中 形成一道密密麻麻爪子的神秘生物 这漆黑生物刚刚出现 便凝笑着朝林玉冲去 结结结结结 灵魂 美味的灵魂 我要吃吃吃 一声声古怪的一语传入耳中 令灵魂眼前有些发昏 听着这声音 竟感到昏昏沉沉 想要入睡 该死 灵魂暗骂一声 又一记上股佛腿 踢了出去 哄 这一击竟从千爪怪物身上 穿透过去 人类 别白费功夫了 千爪乃是灵魂生物 天生免疫一切 非灵魂力量的攻击 你的技能对她是无效的 世魂母虫得意的猖狂笑着 看着灵魂焦急的模样 她心里乐开了花 刚刚丢的面子 总算能找回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使用那个技能吧 灵魂暗道 人类 去死吧 千爪 将她的灵魂抓出来 我要生吞了她 千爪兴奋的凝笑着 朝着灵魂杀去 眼见靠近了灵魂 她仿佛看到了灵魂灵魂 被撕成碎片的场景 心中更加兴奋了 人类 你的灵魂 是我的了 千爪伸出上千只爪子 猛地抓向灵魂的石海 碰 千爪的爪子 瞬间以更快的速度缩了回来 人类 已经还有灵魂防御技能 可恶 世魂母虫意外道 这类技能十分稀有 没想到这个人类 竟然有这类技能 太棘手了 她朝着身后退去 等快要靠近海水的时候 她立即命令千爪断后 自己则朝着水中钻去 然而 下一刻 突然一道道金光照耀虚空 方圆千米的范围 都被这金光染成了金黄色 她被这金光一照 心中便生出了皈依的念头 人间烦恼多 不如随我出家 如何 去日苦多 顿去空门 烦恼进去 吃儿 还不醒窝 一道道深入心灵的异语 响彻在灵魂深处 让她有种得见光明和真理的恍然感 她眼眸流露出一丝丝满足的笑意 嘴里喃喃自语道 人间不值得 我愿皈依我佛 这话说出之后 金光大胜 方圆万米都笼罩在金光之下 这光芒照耀之下 海洋和天空 都被染上了一层祥和的金色 海中鱼儿 空中飞鸟 还有那无数是魂虫 都露出了满足的神情 它们放下了执念 放下了心中的追求 只敢到人间无趣 不如顿入空门 从此清灯古佛 相伴一生 这才是生活 而以前只是活着 虫子的智慧不高 心思更是单纯 本就是母虫的傀儡和工具 此时在这金光照耀下 进寝课间就被夺了心智 一个个露出了安详的表情 眼神中都充满了满足和祥和 这一幕 令铃玉十分满意 此时 它如同一个散发金光的大灯泡 嘴里念念有词 许久之后 金光从它眼中迸射而出 如同两道激光一般 射入虚空 很快又消失不见 铃玉意念微动 分身 让它们去西天走一遭 此时 铃玉释放的技能 正是镀魂术 这是它从出云秘境中 学到的十大魂术之一 这门魂术对灵魂类的怨灵 效果十分显著 除了在出云秘境中 它用来对付诡异以外 之后就很少用了 因为这门秘术 对生灵的效果实在小得可怜 它原本使用此术 是为了对付它牵着的 但没想到 此术一出 竟形成了洗脑之光 将方圆千米的生灵 全部给洗脑 成了信徒一般 看它们那一脸祥和的模样 哪里还有半点力气 比佛陀还要祥和 还要慈悲 趁机杀了这些虫子 灵魂这边释放镀魂术 分身则手起刀落 将一只只虫子 送去西天极乐世界 随着越来越多 试魂虫魂归极乐世界 灵魂的升级点 也在不停增长着 这时 分身一刀砍在了 试魂母虫脖子上 砰 仿佛砍在了金铁之上 发出了金铁交击之音 分身有些愕然 又是一刀砍了下去 砰 再次发出金铁之音 其他分身健壮 也纷纷前来砍一刀 你一刀 我一刀 转眼间就是上百刀 这一幕 令灵魂也有些愕然 暗道 这虫子厉害 堪笔平兮兮 只听砰砰砰的声音响起 却连试魂母虫的皮都破不掉 灵魂再次愕然 这虫子的防御力太变态了吧 对了 使用斩魂朔 看我斩了它的灵魂 汪洋大海之上 一座满目创意的小岛 仿佛一夜破烂的小舟 在海浪的拍打下 随意沉浮着 在这座小岛上 一只巨大的漆黑虫子 正一脸祥和之气 沉浸在无比美好的幻想之中 这时 灵魂从远处飞来 它眼中金光一闪 倒倒灵魂的力量 从脑后迸射而出 斩 一声来自灵魂的轻贺响起 一道灰色的斩机 从虚空中飞出 目标正是那只漆黑的虫子 斩魂术刚刚出现 强大的灵魂之力 便令四周的试魂虫 都纷纷愣了一下 此时 灵魂已经不再释放毒魂术 他们也将要清醒过来 但是 已经晚了 斩魂术已经落下 并以极快的速度 杀向弑魂虫 哄 一道无声的轰鸣声 响彻在了脑海之中 它能感到斩魂术 一路势如破竹 先是斩碎了 斩魂母虫的外层灵魂防御 然后又迅速杀入对方的尸海 只要斩杀了对方的灵魂 这斩魂母虫必死无疑 突然 那斩魂母虫睁开了眼睛 人类 花音落下 斩魂术光芒大作 力量倍增 顷刻间就刺穿了 弑魂母虫的尸海 弑魂母虫经距万分 灵魂盲从尸海里逃窜出来 它恶狠狠回望了灵魂一眼 便朝着远处逃去 它已经明白自己 打不过灵魂 不如逃走 虽然因此丢失了肉体 让它的实力实不存一 但只要还活着 它就可以夺射弑魂虫 并重新成长为弑魂母虫 这是它这一族的特点 整个族群都是它的备用躯体 只要它灵魂不灭 它就是不死的 可惜 灵魂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射魂术 一道震慑之光 顷刻间扩散出去 逃跑途中的尸魂母虫 被这光芒一扫 顿时愣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它的灵魂力量不如灵魂 又被射魂术震慑了灵魂 此时犹如进入了眩晕状态 灵魂见状 默念道 斩魂术 一道灰色灵魂斩机 急速飞出去 斩 轰 无声的巨响在灵魂中炸响 顷刻间 试魂母虫四分五裂 灵魂化作点点光芒 消散一空 与此同时 灵魂脑海里也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 定 你击杀了试魂母虫 九阶 升级点 加12000 足足120万的升级点 令灵魂乐歪了嘴 杀了这只虫子之后 灵魂看向了其他四三二桃的虫子 他命令道 赶尽杀绝 分神们点点头 举着试月便追了上去 杀敌的方法 只是缺点也十分明显 试月一出 寸草不生 也就别指望 能得到凶兽的尸体了 不过 他现在主要的任务是 积攒升级点 升级到九阶 至于其他的事情 暂时还不是很在意 此时 试魂母虫已死 灵魂连忙朝着试魂母虫走去 他快速翻开试魂母虫的尸体 果然发现了一颗珍贵的金石 太好了 掉落金石了 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他连忙拿起金石 贴在了眉心上感应着 很快 他放下了金石 笑道 不错 是合体术 高阶合体术 可最多于一千个同类合体 但对方不能有一丝杂念 否则合体将不会成功 合体术虽然神奇 而且提升实力的幅度极大 但很显然 这种技能的前提也很明显 即便是重足 也不是百分百没有杂念的 而灵魂却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他的分身不具备自我意识 他可以百分百发挥出 这个合体术全部的能力 获得了新的技能 灵魂的目的也达成了 他现在心情很好 看着汪洋大海 情绪高涨 有种想要放生高歌的欲望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声巨大的轰鸣声 灵魂隐约听到人类的惨叫声 他脸色微变 连忙朝着东海城飞去 此时 试魂母虫已死 但试魂虫却并未散去 没了母虫的约束 这些低灵质的虫子 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也更加的疯狂 他们完全沦为了无灵质的凶兽 他们完全遵循本能 仿佛内心深处 有个声音在催促着他们 吞噬灵魂吧 下一代母虫就是你 一道道仿佛基因中的呐喊 令所有试魂虫都疯狂了 他们见到人类就攻击 然后疯狂地吸噬灵魂 人类的防线 在以极快的速度崩溃着 方静一脸愤怒之色 该死的虫子 给老子去死 一刀斩去 杀死数百只试魂虫 但这丝毫挡不住 后续试魂虫的疯狂 他们根本不顾生死 一窝蜂扑上来施展力量 无数试魂虫释放试魂之力 顿时整片天空 都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 生灵的灵魂开始蠢蠢欲动 想要突破肉体的束缚 投入试魂虫的口气之中 都给老子杀 吓么的 这些虫子怎么突然这么疯狂 众人心中既经又聚 手起刀落 杀死一只虫子 但很快又被更多的虫子扑上来 吸尽灵魂而死 方静看着四周不停死亡的人们 他牙自欲裂 心中悲痛万分 该死 该死 去死啊 杀杀杀 他已经陷入了蜂魔状态 口中不停重复着这几句话 成绩是斐然的 他周围千米之内 没有一只虫子能活着 但他体内的能量 也在更快地消散着 等他的力量耗尽 也就是他与命之时 但是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而另一边 那些支援而来的人族 他们也陷入了苦战之中 他们面对的不是虫子 却也不比虫子差多少 无数海兽疯狂地冲杀而来 他们杀了一批 另一批又很快从海里爬出来 低阶海兽还好 他们无法在岸上生存 但那种五阶以上的海兽 虽然还无法永久在岸上生存 但已经不需要依靠海水呼吸了 杀 该死的海兽 给老子死 草 这海兽真不怕死啊 我杀的手都骂了 啊 救我 去死啊 我要自爆 此时 虫子陷入疯狂 东海军措手不及落在了下风 而支援军也在海兽的受海战术下 渐渐开始落入下风了 海兽数量太多 而他们的数量太少 虽然刚开始 他们占据了上风 但时间一长 他们的短处就开始暴露了 这个时候 众人都心中焦虑 不知能否胜利 有人更是心中绝望 这该死的虫子 怎么那么多啊 这该死的海兽 怎么都杀不完啊 而不少人则咬牙坚持着 他们在等扶摇子胜利 只要扶摇子赢了 打败那巨金和深海娇人 他们也就能胜利 关键点便在于首领之战 下方 他们死死坚持着 33小说网 而在高空中 扶摇子与深海娇人 远远站立 凝重地看着对方 扶摇子与深海娇人 数次交战 他一个人并不是 对方的对手 但在灵域分身的帮助下 他还是与对方战成了平手 人类 你投降吧 我可以不杀你 让你成为这座 东海城的城主 而且 你的三仙城 也可以得以保存 东海城驻守东部沿海 而三仙城则孤悬海外 乃是人族在海洋中 打下的一根钉子 扶摇子的洞虚学院 就在三仙城里 也是三仙城的守卫力量 扶摇子文言 心中微微惊讶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知道他的信息 很显然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入情 现在只来了一个深海娇人 若是再来几只 这结果不可预料 只有战死的人类 没有投降的人类 要打便打 何必夺话 扶摇子冷声道 深海娇人呵呵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送你死吧 深海娇人 仰天咆哮一声 双手交叉在一起 龙京也仰天咆哮 发出震天吼叫 海神之怒 深海娇人大叫一声 顿时 海面仿佛被搅动一般 无数海水从海底涌上来 突然 一道道上百米的海浪 冲天起 朝着扶摇子落去 海浪太密集了 看似海水最柔 但若真被这海浪砸中 后果不堪设想 扶摇子面色凝重 他手中罗盘一举 眼中光芒闪过 一道道银白色的力量 便隔绝了前方的空间 一道空间臂障 挡 在了前面 还不够 空间之球 他一年微动 将空间臂障 变成了一个球体 将他自己笼罩在里边 看着自己的杰作 他才松了口气 平道还就不信了 区区海水 能破掉空间的力量 轰咙咙 海浪扶空 冲这儿来 轰 刚刚一接触 扶摇子脸色就大变了 该死的 这是什么水 为何这么强大 他没想到 这区区海水 竟蕴含着一丝丝 不属于九阶的力量 这种力量太离谱了 刚刚一接触 就仿佛硫酸一般 在飞速俯视 他的空间之球 照这个速度下去 一分钟内 他的防御就被破开 先离开这脸 淋浴分身 挡住他 淋浴分身点点头 纷纷释放十月 十月一出 眼前一切都消融殆尽 但是 这些海水中 蕴含着神秘力量 即使是十月 也只能消融一部分 更大的部分 却无论如何 也消融不掉 扶摇子脸色凝重 趁机飞向了更远处 深海娇人面色一冷 冷笑道 区区八阶 也敢与我作对 死吧 滔天的海水 朝着分身涌来 分身们对视一眼 就要自爆 突然 他们愣了一下 然后体内都多出了一个技能 高阶合体术 同时 淋浴的声音 也响彻在他们的脑海里 合体 哄 白光亮起 方圆千米 都是白色光芒的天下 这白光一出现 就吸引了四周的注意力 远处 支援军们 一脸错恶之色 他们指着那白光之地 议论纷纷 那是什么 难道是扶摇子大人新的技能 为什么我感觉这光芒很熟悉 但又是第一次见到 我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淋浴的合体之光 对 我也想起来了 淋浴每一次释放合体术 都会出现这种光芒 你们看 光芒要消散了 另一边 正在对抗是魂虫的东海军们 也注意到了远处的白光 方静一脸疑惑道 那是什么东西 副官解释道 我曾在龟须战场上 见过这种光芒 这是淋浴的合体之术 方静奇怪道 我也曾见过 但这光芒量了太多 副官笑道 您别忘了 这些虫子的合体之术 可比淋浴的高明多了 方静文言 恍然大悟 这应该是淋浴刚刚学会的 更高阶的合体之术 若是一千个分身合体 以淋浴那离谱的实力 合体之后 岂不是横扫八方 他想到这里 有些激动了 若是淋浴胜利了 那这一仗也就赢了 东海城的危机 也就解除了 他激动地望向那个方向 期待着白光消失 淋浴大胜的那一刻 终于 白光消失 淋浴的分身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高百米 闭着双眼的青年道士 只见这青年身穿白色道衣 手持一把长剑 面色平静地抬头 然后睁开了眼睛 眼眸开合间 一道道剑气流转期间 此时 淋浴的意识 已经附着在了合体的分身上 合体分身睁开双眼 一股股信息便涌入脑海 纯阳道人 你有一丝纯阳剑里 的确 一股股古怪的金色力量 正躺在体内 他能调动这力量 但这力量只有一丝 用过之后 就会消失不见 而且 他有感觉 即便是再合体 也不会重新出现 这个等级的力量 似乎需要一个月时间的恢复 才能重新生出 一缕此类力量 这似乎是神的力量 他有些不确定 难道说 一千个分身合体 数量多了 引起了质变 而合体之后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九阶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唯有这一道力量 一剑可以斩杀了 深海骄人合龙精 对面 深海骄人一脸惊讶到 竟是虫族的合体之术 不可能 除了虫族之外 人族怎么可能掌握合体之术 这不合理 一定是障眼法 海神之怒 死罢 人类 海洋波涛汹涌 无数海水倒观而来 犹如天河一般 朝着他冲来 不过 这白衣青年道时 却并没有一丝表情变化 而是抬起手中的剑 轻喝一声 纯阳剑气 却 随着灵狱一声轻贺 一道金光 从他指尖迸射而出 金光在天空中 划过一道金色的痕迹 朝着那深海骄人飞去 顿时 四周的一切都 仿佛变淡了 天地仿佛只剩下了 这道金光似的 战场上 所有人和兽都停下了战斗 一个个扭头 痴痴地望着这金光 他们仿佛被夺去了心智 都待在原地 满目震撼 这一幕 看似时间很长 其实只发生在一瞬之间 哄 金光瞬间飞到深海骄人跟前 深海骄人张大了嘴巴 一脸震撼之色 咦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哄 金光猛地穿过他的眉心 扑通一声 他只感到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在体内肆虐 他忙调动力量阻拦 可是他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面前 却仿佛豆腐一般 被轻松粉碎 他跪倒在了地上 龙精发出一声悲鸣 朝着海里逃去 不过 下一刻 淋浴的合体分身动手了 纯阳道人提着剑 轻轻挥舞 顿时金光漫天 整个天地都笼罩在一片金光之中 见来 云层化作金色 裂开一道口子 突然 从这道裂开的云层口子中 照射出无数金光 金光刚刚出现 就化作一道道金色的剑气 剑气太多 仿佛无穷无尽 落 金色剑气 休一声射向龙精 龙精释放一道巨大的能量保护层 拼死抵挡 可是 在金色剑气的攻击下 能量层在飞速地暗淡着 远处 众人看着这一幕 都露出了震撼之色 在他们眼中 方圆万米的云层 都被染成了金色 而在那个数十米高的白袍道人头顶 云层裂开一道口子 从那道口子中 无数金色剑气飞出 仿佛天和水倾泻而下 令人震撼无比 这技能太帅了吧 无穷金光剑气 我好羡慕灵狱啊 灵狱 灵狱 我要给你生猴子 住嘴 也不知道找你什么模样 咋地 老那不美吗 众人议论纷纷 心中震撼的同时 也颇为激动 看着灵狱的合体分身 仿佛在仰望神灵一般 这一幕 像极了他们心中 神灵降临的一幕 金光落在他们的身上 有一股股暖暖的力量 在治愈着他们的伤势 神 如果让他们选择 一个人族的神灵来崇拜 那么灵狱必然会榜上有名 哄 突然 金色剑光速度 变得更快更急 瞬间 那龙金的防御层 就被迅速刺破 然后大量见光 如同涌进的河水 顷刻间便洞穿了 其庞大的躯体 吴侯 龙金发出一声声乌液 终于庞大的身躯 再也无法飞在空中 朝着地面落去 淋浴见状 连忙后退了几步 看着那龙金落在海水里 惊奇的万丈波涛 心中也颇为感慨 如此巨大的生物 活着的时候 风光无限 死了也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愧是金鱼一族啊 几乎是天地的蠢 龙金和深海交人一死 还受顿时愣住了 相对于虫子而言 他们的灵质要高得多 老大一死 一个个便害怕得四散而逃 淋浴见状 岂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呵呵笑道 让凌凡那小子出来吧 我先退到幕后 默念道 身外化身 顿时 体内灵魂能量 生命能量 肉体能量各种能量汇聚一起 在体外形成了一道人形的轮廓 数分钟之后 那人形终于凝聚完成 凌凡睁开了眼睛 笑道 多谢本体复活我 凌玉指了指混乱的战场 说道 你带着分身们去杀吧 不要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凌凡点了点头 说道 好的 本体就放心吧 我一定做好这件事 嗯 去吧 凌凡行了一礼 携带着剩余的一千分身 朝着战场杀去 而凌玉则默默退后 来到了战场之外 这一战 有分身和凌凡的加入 胜利几乎是板上钉钉了 而他则身安老六之道 尽量不以身射险 有人可能会说了 为什么轻身去寻找是魂牧虫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他的神秘系技能 免死金牌 还没有使用 但 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免死金牌技能 已经使用过了 而且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 需要一天 既然没了保命的技能 他还是退居幕后 更保险一些 环视四周 最后他看向了东海城 战场在城外 城内 现在还是比较安全的 凌玉一路上使用隐风技能 隐藏了身形 随着一些东海军混了进去 找了个隐秘的地方 他打开腕表看了眼时间 看完时间 他下意识打开新闻看了一会儿 咦 这些记者的嗅觉够灵敏的啊 凌玉发现 刚刚那场决定性的大战 竟被拍了视频 而且还被人发到了网上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琉璃 我们接到了最新消息 就在刚刚 东海战场形势逆转 深海娇人欺人太甚 凌玉范出手 力挽狂澜 此时 深海娇人和其作妻龙精 都已死亡 大家请看视频 凌玉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这毕竟是有人在给他扬名 他点开视频 发现果然是 一千个分身合体城纯阳道人 并见展深海娇人和龙精的一幕 下方评论区 大多数人都在夸他 但有一些杠精的言论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这些杠精 就仿佛是一锅粥里的老鼠屎 太倒胃口了 最让他愤怒的是一个名叫 星球支点的家伙 说的话最难听 我承认凌玉很强 但他为什么能这么强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人家天赋高啊 修炼速度快 这是天注定的事情 咱们没必要这么挑词吧 有人评论道 你太天真了 我告诉你们 世界上的能量是一个定数 他吸收的多 你就吸收的少 他能变得这么强大 是因为咱们在供养着他 简单来说就是 他在汲取我们的资源 对啊 说的有道理 凭什么他这么强 我们就该当弱者 五不服 有人附和道 所以说 信仰他的人都是傻瓜 反正我星球支点 从不相信什么天才 可是他拯救了我们啊 有人迟疑道 哼 他拯取了我们的资源 这难道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 难道我们没有内税 说的对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我们就不该恭维他 真不知道那些田狗 得多卑微 有人醒悟道 此时此刻 在一座大城中 一栋极为豪华的别墅里 一个身材肥胖 带着金丝眼镜的青年 正一脸冷笑地打着字 哼 你强大又如何 老子就看不惯你这种天才 凭什么你能从B级天赋 成为SS级 这不公平 只有老子才配成为强者 你们都不配 咦 东海城城主方进 就喷他了 让我看看 有什么可喷的点 这一战死了不少士兵 他连儿子都死了 为人族战斗 本就是你们的义务 死了儿子算什么 还在那一脸悲愤 我就看不惯这种矫情的人 不就是死了个儿子吗 那么伤心 拉基 他在这里骂骂咧咧的 看不惯世间的一切 说什么 别人截取了他们的资源 这或许是不争的事实 但胡乱喷人 却道德沦丧 如他一般 什么贡献都不做的人 才是截取资源者才对 就如他的别墅一般 豪华无比 比人家东海城城主住的还要好 如果被人看到了这一幕 一定会惊呆了 你这样的人 还好意思喷别人 截取了穷人的资源 你是穷人吗 你一个商人 一个大富豪 好意思吗 人家有钱 但人家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而你呢 你的钱 又是从哪里弄来的 还有就是你又为社会 做了什么贡献 有人这么问他 他根本不会愧疚 他会说 他用文字战斗 他让世人警醒 这就是他的贡献 可笑 此时 东海城 林玉看着众人的评论 心中有些阴郁 而且最让他觉得寒心的是 在星球支点的评论下方 竟然有几十万个赞 支持他的回复 更是多达数万条 这一刻 刚刚胜利的逾越心情 顿时荡然无存 他突然觉得 做那一切 似乎不是很值得的样子 这些家伙 脑子有坑吧 林玉骂道 草 不要让我知道 你这家伙在哪里 否则一定打个半死 他咬牙切齿 是关闭万表 但还是一难平 凭什么我做了好事 还被人骂 说什么 老子截取了他们的资源 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是有系统的人 杀戮就能变强 截取谁的资源呢 他一路上 完全是自强不息 才能变得这么强的 你可以骂他是外挂狗 但不能骂他是吸血鬼 早晚逮住你 到时候就看看 你嘴是不是和你的键盘一样硬 林玉抬头看向了远处 此时不少记者已经过来了 正在战场上采访士兵和幸存者 这一幕落在林玉眼里 让他总也忘不掉 那个家伙的评论 不行 我得想法子 找到这家伙 他在原地想了一圈 仍然没什么办法 这个时代对隐私的保护太严密了 要调用对方的IP地址 得拖关系找人 太麻烦了 而且太高调了 难免让人说闲话 而且对方的IP地址 可能也是假的 该怎么办呢 林玉打开属性面板 查看他的技能 突然 一个技能映入了眼帘 对了 就用这个技能了 希望能给点力 林玉集中精神 开始释放技能 白小生 嗡 技能释放之后 他前方出现了一道白色的漩涡 林玉凝神望去 突然一道道鸡鸣 从漩涡里传出 他一脸惊奇看去 只见一个身穿白袍的赤羽宏观攻击 只高气昂走了出来 他刚刚走出来 抬着头 想将脖子留给林玉 但可惜他太矮了 林玉只能俯身看着他 你就是白小生 林玉问道 攻击点点头 说道 是的 我就是白小生 小伙子 我看你宝气冲天 一定摇长万贯 可有什么要打听的消息 不过 我先提前说一句 消息越珍贵 就越贵 林玉问道 等价交换物是什么 攻击看了他一眼 说道 什么都可以 但必须得有价值 当然价值我来定 林玉沉吟了一下 他学了这技能 正好试用一下 我想要一个人的位置信息 你可能帮我打听到 林玉打开腕表 指着那个名为星球支点的人 说道 白小生鸡头伸了过去 看了几眼 便点头道 这也太小儿科了 十颗能量晶石 林玉闻言 心中松了口气 虽然小贵了点 但他还出得起 就是不知道 对方真的能找到吗 我没有能量晶石 你看血肉丹行吗 林玉拿出几颗血肉丹 说道 白小生看了一眼 眼睛一亮 说道 嗯 也可以 那本机 就收你十颗三接血肉丹了 林玉心中大喜 给了他十颗血肉丹 白小生得到了血肉丹 颇为满意 笑道 小伙子 你的炼丹传承不错 炼制的血肉丹十分完美 好了 还是言归正传吧 看我将这小子的信息 给你挖出来 说吧 他就钻入了虚空消失不见 林玉在原地等着 刚刚过去了三分钟 那白小生又回来了 他说道 好了 打听到了 你口中的这小子 就住在距离此地百里的一 成立 这是地址信息 传你脑海里了 休一声 一道光芒没入了他眉心 他大惊失色 刚刚他完全没有任何预感 就被这家伙给传了信息 这攻击到底什么来头 还有这些神秘系的技能 到底从哪弄来的 为什么不见其他人学习 林玉心中有很多疑问 算了 想不明白先不想了 还是先去找这个家伙接接气吧 林玉看着脑海里出现的信息 便朝着外面飞去 来到外面 他发现战争已经结束了 海兽退散 视魂虫也被围剿个七七八八 现在人族联军正在救治伤员 以及打扫战场 刚刚经历过龟须之战 他们本就悲伤的心 又一次蒙上了一层阴霾 此时 众人根本没有太多的胜利喜悦 只有沉重的心 而且 不少人看了网上的一些恶意评论 更是气得骂娘 饭都吃不下了 草 他们拼了性命去战斗 保护他们 反而成了理所应当了 是不是我们保护你们 还得感激你们啊 一个个气得不行 尤其是 那个叫星球支点的 带领着他的一些谜地 更是四处开战 狂喷众人 他们从淋浴喷到东海城主 又开喷东海城士兵不作为 没有及早发现海族的动静 还说 本来可以更轻松取胜什么的 结果却搞成了 这样惨剩的局面 跟在他身后摇旗呐喊的月起劲 途中 林玉又看了一遍网上的评论 也是气得不行 草 看老子就帅你 攻省了你 东海城西百里 这里是一座二线城市 高山城 此城颇为繁华 虽不如东海城 却也比继承那种五线城市繁华太多 林玉从空中落下 刚刚降落在城池门口 他发现一群人和他一样 也降落此地 林玉有些疑惑 见这些人都是工夫打扮 应该都是公差 只是不知来这高山城 所为何事 他看了几眼 便失去了兴趣 管他们干嘛 我先去把那个小子揪出来再说 敢编排老子 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红 走到城门口 拿出身份卡 在感应区放下 第一 欢迎您 尊敬的英雄 林玉 请进 咦 林玉微微一惊 他的身份 什么时候变成英雄了 以前可都是显示至尊学院学生的 难道高层那边坐的 应该不会错 这样也好 起码说出去好听 他黑黑一笑 心情不错 就连看着感应台都顺眼了几分 迈着轻松的脚步跨入城门 进入了城里 刚刚进入城里 他身后那几个公差 就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他离得远 听不太清楚 瞥了他们一眼 他们似有所觉 朝前看去 当看到林玉的面容之后 众人震住了 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 激动地走了过来 他三步并坐两步 来到林玉跟前 就是行一个大礼 林玉笑道 你们认识我 中年男人激动道 您的大名 谁不知 您的尊严 谁不知 林玉心情不错 哈哈大笑道 没想到我林玉这么有名了 中年男人说道 大人 不知您来此地 所为何事 可有让我们兄弟几个代劳的 您只要一句话 便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们也不皱一下眉头 他的同伴也表现出激动之情 一副英雄就义的热血模样 林玉见状 摇头道 此话严重了 既然你们来了 那就随我去见一个人 几人疑惑 盲问道 大人 您尽管吩咐 我们还是有几分权力的 只要是高山城的人 一定帮您找到 林玉点点头 笑道 我要找的人 他的网名叫星球支点 此人可恶 我可是被他骂得苦涩不已啊 星球支点 几人文言 面面相去 林玉见他们几人脸色微变 心中疑惑 怎么 不愿意 中年男人摇头道 大人 不是我们不愿意 而是我们前来高山城 便是为了抓捕此人的 抓捕 林玉愣住了 不过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 在归序大战之前 内阁曾经搞了一次进网行动 但归序大战发生之后 因为人手不足 也就疏忽了这一方面的管理 况且 当时的网民 还是理智者占据多数 那些喷子 根本就引导不了舆论 可是 归序之战一结束 人们就开始放松了 一个个牛鬼蛇神接连出现 这星球支点 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喷子 他不仅自己擅长喷人 还培养了一批小喷子 而且 他们专门找那种热度高的人喷 选择的喷的角度 也与众不同 但每一次喷 都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 他在裹挟这一部分人 将舆论炒热 赚取大量的流量钱 他做这种事 让他发了大财 不仅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 也让他感觉 实现了人生价值 于是 这人以为没人管他了 就开始飘了 中年男人说道 大人 此人是一个可恶的喷子 不仅喷您 还喷东海城作战的将士 就连死了儿子的东海城主方静 也被他喷得心情郁郁 此人不除 内阁颜面和存 此行 便是为了严明法计 成奸除恶的 林玉明白了 这是重启进往行动了 不错 执法局反应很快嘛 随我一起抓了此人 林玉笑道 他本来想自己一个人抓的 抓了之后再攻审 但是仔细想一想 事情虽然简单 对他来说可以轻松办成 但细节部分 却不好把控 既然公差来了 那就交给他们去做吧 自己能不动手 就不动手 他还是深安狗之道的 虽然对方比他弱得多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能不露面 还是不要露面 背后搞废他就行了 他心情不错 终于能出一口恶气了 林玉自存 没有招惹过此人 但此人却屡次三番找麻烦 废了他 已是慈悲为怀了 他林玉可是大佛 心存善意 从不杀戮无辜 至于这人骂 在他心里就不是人 当然 我们只知道 他在高山城 具体的位置却不清楚 还需要城主府 配合调查才行 请跟我们来城主府 我们肯定能尽快查出那人 他说道 林玉闻言 笑道 不用 我知道他在哪里 你们随我来 啊 众人愣住了 您也是第一次来高山城骂 我们都不知道 您是怎么知道的 心中不信 他们执法局调查了很久 都没查出这家伙的住址 但您一个人 怎么会知道对方的地址的 他们心中虽然不信 表情却不变 大佬发话了 他们也照做便是 林玉见他们不信 也知道 必须要把事实摆在眼前 他大手一挥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瞬间笼罩在几人身上 却不 走你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发现眼前的景色 瞬间模样大变 他们竟然已经离开了原地 出现在了一个新的地方 一片草坪上 正前方是一个 数千平米的巨大私人泳池 在泳池的正前方 则是一栋高三层的豪华别墅 见到这豪华建筑 饶是几个公差 也有些震惊了 便是中央城 也少见如此豪华的私人别墅 林玉说道 别愣着了 去抓人吧 大人 您是说 那人住在这里 中年男人疑惑道 林玉点了点头 说道 这家伙就住在这里 去抓了他吧 中年男人心中震惊 眼前的男人 怎么什么都知道 他又是如何找到这人呢 不仅拥有强大的实力 还拥有空间力量 而且他还有如此强大的消息网 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实力 这一刻 他们心中波涛汹涌 感觉眼前的少年充满了神秘 豪华别墅里 一个销售的青年 正一脸阴侧侧地 将写完的稿子 仔细看了几遍 嘿嘿 只要我把这稿子发出去 一定能再次引爆网络 让更多的人追随我 让那些所谓的高人一等的人 统统跌落神坛 哼哼 你们以为你们做了好事 就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 老子告诉你们吧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东西叫做莫须有 还有一种东西叫编故事 那些傻子网友 都是没有脑子的垃圾 我轻轻松松 就能将他们全部洗脑成我的小弟 还是要感谢这个网络时代 造谣什么的 几乎没什么成本 这一波玩玩 为了安全起见 我也该换一个地方了 他喃喃自语着 嘴角在疯狂上扬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几双眼睛 正在盯着他 并将他说的一切都录了下来 他一脸惬意之色 正要点击发送 突然 他感觉光线怎么变暗了 怎么回事 他疑惑地抬头看去 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 突然浮现出一个 胖胖的胡子拉叉的脸 映入眼帘 他呀一声大叫 啊 你是谁 中年男人呵呵冷笑道 星球支点是吧 你事发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 他示意身后的同伴 好走此人 星球支点大惊 疯狂地挣扎着 可惜 他空有一张造谣的嘴 却实力稀松平常 被轻松打翻在地 林玉全程看着这一幕 心中总是没那么郁闷了 当然 这是我们从他家里搜到的资料 全部是他这些年干的步伐 是现在证据确凿 他逃不掉的 林玉闻言点了点头 说道 他这个罪 会判什么刑 中年男人思索了一会 才说道 具体判什么刑 我也就不清楚了 不过依照我的经验 应该会判上个二十年 二十年 以那家伙三接的实力来算 他至少能活个一百五十岁 而他现在看起来 也才二十多岁 林玉笑道 我希望他能永远出不来 当然 这还得依照律法来 林玉的话落在了他的耳朵里 却让中年男人一论 他反复观察着林玉的表情 心中在猜测着林玉的潜台词 我懂了 大人的意思 我会代为转达 他鞠躬行礼 恭敬道 林玉笑了笑 便说道 嗯 我会时刻关注此事的 说吧 他就离开了 去东海城吧 林玉嘀咕道 途中 他打开腕表 查看新闻 咦 速度挺快的 今日 我高山城职法局 接到热心群众的举报 终于将网名为 星球支点的造谣分子抓获 此人 住着大别墅 有万贯家财 却以喷人为业 罔顾事实 目前 审判结果已出 判处一千年监禁 证据已放在下方 可自行查看 这可是一个大新闻啊 不少人心情激动 现在网上可是热闹极了 不可能 他不是说他一贫如洗吗 怎么可能住着这么豪华的别墅 哼 你们还在执迷不悟 你们不过是他赚钱的工具而已 一定是错了 一定有问题 你看看 他的资产有多少 来源又是什么 这跟敲诈勒索 有什么区别 而且还有他的视频 这些都是证据 其实 我一直很担忧 但现在好了 再次进网了 他那些喷子 还敢不敢为非作歹了 哈哈 痛快啊 区区垃圾 还妄图诬陷英雄 这件事 算是天下大白了 这场闹得不算大的风波 热度也在飞速冷却着 网络上又一次开始了进网行动 这一次更狠 直接断掉了十几条步伐产业链 水军损失惨重 差点全军覆没 监狱快住不下了 此时 林玉正在东海城外的沙滩上走着 而城里 林凡则代替他参加了庆功宴 他看着这波涛汹涌的大海 喃喃自语道 还差不少升级点 这些海族啥时候来报仇啊 林玉是闲不下来的性子 现在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杀怪了 升级点不增加 他心里就不舒服 深海娇人不是怂了吧 得想的法子去水下一趟 你们不来找我麻烦 我去找你麻烦 总藏了吧 林玉这么想着 又在海边溜达了几圈 便回去了 刚刚回到城里 林凡就醉醺醺醺的迎了上来 大哥 林玉见他醉醺醺的 说道 自己回屋里去 别跟着我 林凡摇摇晃晃道 好嘞 说着 人就已经离开了 林玉也颇为无语 这小子不仅喜欢凑热闹 还喜欢喝酒 跟他的性子完全不一样 回屋里谢谢吧 希望明天那些海族能来报仇啊 他们再不来 我只能下海去杀怪了 还得想着下海的法子 林玉查看着他的属性面板 寻找可以下海的法子 突然 一个丹方引起了注意力 玉武行丹 服用此丹可短暂掌握五行盾数 长久服用此丹 有几率领悟五行盾数 明天就尝试炼制这个丹药 一夜无话 转眼天明 林玉一大早起来 便愤出分身 让他们一起参悟新的丹方 玉武行丹 林玉也百无聊赖地看着丹方 他发现 这丹方竟然不是很难的样子 这可是九阶丹方啊 不过 似乎也可以炼制简化板的 试一试 兄弟们 寻找药材 然后炼丹 分身们立即分头行动起来 买草药的去买草药 还有人则开始凝聚丹火 这丹药所需的材料 其实并不是很珍贵 而且 他又不炼制完整版的 而是以低级药材替代 炼制简化板 药效不如完整版的 倒是也不难寻找药材 很快药材都备好了 开炼炼丹 轰轰轰 道道丹火 冲天而起 轰鸣声不断 振战虚空 当 一声丹炼振战的声音 响起 低炼 完成 开炼 林玉忙上前查看 发现丹炼里 只有一堆的碎渣子 他不幸邪地扒拉了几下 突然惊喜地摸到了一颗白色的丹药 咦 还真炼成了一颗 虽然是简化板的 只有三阶 就是不知药效如何 他让分身继续炼丹 而他自己则来到了城外的一处空地上 捏住丹药 催化药力 这丹药不是用来吃的 捏在手里 就能使用 使用之后 林玉就发现他的身体外面 出现了一层薄膜 他意念一动 下一刻便进入了土里 而且在土里的他 丝毫没有呼吸的困难 反而如鱼得水 在土里随意畅游着 太神奇了 林玉从土里走出来 又走向了石头 熟悉的感觉再次出现了 他也可以在石头里随意畅游 不仅如此 他还能在森林中瞬移 从一棵树瞬移到了另一棵树上 青木水活土 五行任我行 不愧是五行盾数 好神奇 不过 这丹药的等级太低了 一颗只能维持一分钟时间 多练制一些 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就靠着丹药下海了 实验好了丹药的作用 他就再次回到了院子里 刚刚来到院子上空 他发现不少人正围在院门口 望着里边的练丹场景 这时 一个一身长袍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东海城主方静 前来拜宴 请进 凌玉降落下来 温声道 方静走了进来 他看着凌玉分身炼丹的场景 心中惊叹 这分身天赋太惊人了 不仅能杀敌 还能炼丹 变态啊 他看凌玉的眼神中 充满好奇和敬畏 这位少年虽然年轻 但已经表现出了超人的天赋 根本不是同龄年轻人可比的 也因此 他虽然来了东海城 但却没有年轻人来拜访他 因为大 都清楚彼此的实力 差距太大 他们也不想见凌玉 以免打击自己的信心 不少人更是感慨不已 和凌玉生在同一个时代 是他们的悲哀啊 两人落座 凌玉笑道 不知方城主 此来何事 方静恳求道 是这样的 可否帮在下寻找一把剑 剑 凌玉疑惑道 这是一把半神器 曾是我东海城第一代城主的配剑 但自从他陨落在于海族的那一战后 这把剑就遗失了 竟然是一把半神器 他现在连武器都没有 平时战斗的装备 都是使用万宝宁气绝 凝聚而出的 而现在 他只修炼到了四阶 远远跟不上他实力提升的速度 如果能有一把半神器 对他来说 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 这是人家东海城的东西 凌玉虽然心动 并不贪婪 你为何找我 凌玉疑惑道 方静笑道 是这样的 我从执法局口中得知 是你寻找到了那个星球支点的住址 想来 你是有什么手段 能找到对方吗 他其实来找凌玉 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找凌玉 第一是攀交情 第二才是寻找半神器 而且他还知道 这半神器 是前程主的奇遇所得 颇有灵性 可能随着主人的陨落 早已经遗失 再也寻不回来了 凌玉说道 此事简单 我将消息给你 你自去寻找便是 方静闻言大惊 忙抓住凌玉的手臂 激动道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稍等片刻 凌玉挣脱了手臂 笑道 他轻声喝道 白小声 出来 下一刻 虚空泛起连衣 一道白色漩涡 出现在前面的空地上 方静颇为激动等待着 突然一道道机铃声响起 紧接着 一只身穿白袍 指高气昂的大公鸡走了出来 他刚刚出现 就沉声道 叫我过来 所为何事啊 他故作闭眼 但却睁开了一条小缝 小心打量着方静 凌玉指着身边的方静 说道 这次不是我叫你 而是这一位叫你 白小声点点头 走到方静身边 说道 请说出你的请求吧 天下间 只要你付得出代价 任何消息 我都能打听到 凌玉也将规则 讲给了方静听 方静听罢 心中更是惊奇 这个技能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他曾与人交谈过 说这个神秘系技能 不可能有人学会的 他也曾尝试过 但他技能精实 完全融不进去 他学不了这技能 不仅是他 就是阁老等人 也都是一样 神秘系技能 不是想学就能学的 这需要机缘 否则也不可能 真被人挂在工薰商店贩卖 他看着凌玉的眼神 充满了震撼 这个少年 如今已经学了 两个神秘系技能了吧 上一次是陷阱 这一次又是白小生 两个神秘系技能傍身 他的潜力到底有多强 他心中很不平静 他原本以为 凌玉只是一个 略微超纲的天才 但现在他改变看法了 凌玉是一个超纲的妖孽 这天赋也蜕变态了 他深吸一口气 平复激动的心情 将诉求说了出来 白小生听完 笑道 此事简单 成会100颗能量金石 凌玉说道 这是费用 当然也可以用 其他等价物品替代 方静说道 无妨 100颗能量金石 我还是有的 说着 他便让人 去取能量金石来 凌玉见状 看了他的手指几眼 发现他的确没有 佩戴空间戒指 这才解开心中的一个疑惑 看来空间戒指的稀有程度 远超我的想象啊 凌玉暗道 很快 能量金石取来了 白小生拿到金石 便欣喜道 等我一会儿 说吧 便钻入了虚空中 消失不见 一分钟后 白小生又出现了 他笑道 嘿嘿 找到了 方静一脸激动道 在哪 白小生慢悠悠道 此地百里之外 海洋之底 一只大章鱼的体内 算了 我还是把信息传入你脑海里吧 他翅膀一挥 一道信息之光 便迅速没入他的眉心 然后 他便一脸喜悦之色地离开了 方静脑海里 立即多出了 那把半神器的位置信息 方静消化了信息 感激道 多谢相助 日后若有需要的 请一定来麻烦我 好的好的 凌玉说道 方静再次行了一礼 说道 事不宜迟 我现在必须取回半神器 就不打扰你了 回见 凌玉点了点头 回了一礼 方静便转身离去了 等他离开不久 分身们也都停下了练丹的动作 凌玉笑道 好了 数千每一五行单 足够了 凌凡 出发 去哪 海里杀怪 好嘞 这就来 三百年前 蓝星发生巨变 诸天万界的空间 与蓝星的空间触碰 无数异界能量出现 令整个太阳系都急速膨胀 蓝星因此也变大了千倍 曾经占据百分之七十的海洋 如今变得更大了 且更加神秘莫测 海洋中蕴含着太多秘密 已经不是人类所能探索的了 他们得到的一些信息 也大多数是从别族口中所知 人族 曾经的蓝星主宰 但此时 实力只能算中等 在这一片土地上 他们拥有自保的实力 但若是在那大海之中 可能寝刻间就会被碾压成沉 不过 人类面前的这一片海洋 似乎说明了什么 因为深海交人居住在深海之中 他们是这无尽之海中 也占有一席之地的强大种族 却被逼到了东海来 这一切似乎在昭示着什么 凌玉想了许久 却只觉得迷雾重重 罢了 不想了 等我升到了九届 这些都是土鸡娃狗 半神我也敢挑战 他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看了眼四处张望的凌凡 说道 凌凡 使用玉武行单 下海 凌凡文言连忙点点头道 好嘞 大哥 我在前面探路 话音未落 凌凡已经先一步下海了 凌玉欣慰的一笑 也紧跟着跳入了海水 入水微凉 能见度变得低了许多 使用了玉武行单 他在水里感觉如鱼得水 四周的海水 他竟然也能操纵一些 此时落入水中的他 海水被隔绝在了体外 甚至比在陆地还要自由 凌玉说道 走 朝下面去 凌凡连忙点头 先一步下去了 随着下到更深处 能见度变得更低了 等他们潜入到了三百米的时候 已经到底了 这里靠近大陆 只能算是前海 继续朝着远处去吧 这里的海兽还是太弱了 不值得去杀 凌玉环视四周 发现这海中的生物多到离谱 而且是一群一群的海兽 有海鱼群 也有捕食者 这海中的凶险 不是陆地上能比的 他在海水里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碰到了十几次海兽大战了 不过这些海兽 普遍是五阶以下的 太弱了 他也提不起兴趣去杀 还是继续朝着深处去吧 游了许久 突然 前方的出现了一道幽深的悬崖 凌环说道 大哥 现在我们距离陆地 有上千里之远了 下面应该在东海里 也算深海了 凌玉文言 点了点头 看来水墩树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走吧 继续下去 凌环连忙说道 大哥 你先等在这里 我先去看看 凌玉笑道 这样吧 我分出一些水分身 让他们随你一起去吧 凌环摸了摸后脑勺 嘿嘿笑道 那多不好意思啊 谢谢大哥 赶紧的 去吧 凌玉心念一动 分出了两千个水分身 水分身在水里 并不需要玉武行丹了 他们仿佛就是海中生物一般 比用了玉武行丹的他们 还要灵活数倍 水分身们随着凌环下去了 而凌玉则等在上面 他环视四周 发现这里应该是海底的山 而下方悬崖 则是通往海底的陆地 过了几分钟 凌环又回来了 大哥 这下面的海鱼太多了 咱们可以收割一波了 凌玉文言大喜 连忙跟着下去了 途中 他给自己套了几层盾 以防万一 游了一会 前方就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珊瑚群 无数各种颜色的鱼类 在其中悠闲地游荡着 有的游着游着 突然就对旁边的小鱼发起攻击 然后混战就开始了 原本祥和的一切 顷刻间被打破 弱小的鱼类连忙逃跑 而强大的鱼类 则开始捕食小鱼 一场赤裸裸的杀戮 开始了 凌玉感叹道 大鱼吃小鱼 弱肉强食啊 而是轻蔑地瞪了他一眼 试悦 下一刻 一道漆黑色的圆球 出现在了巨鱼的前方 嗡 一声轻鸣响起 大鱼凄厉地惨叫着 全身被急速腐蚀一空 最终化作一滩灰烬 凌凡见状 抱怨道 大哥 您好歹也留着点啊 咱们用来炼制血肉丹不好吗 凌玉呵呵笑道 行啊 你负责搬运 凌凡黑黑笑道 那还是算了 不过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鱼杀了 让它们漂到水面上 之后再找个小岛 收集这些死鱼 您看如何 凌玉点了点头 说道 可以 你去办就行了 好嘞 好嘞 老大 开不开战 凌凡问道 杀 一声杀字 令四周阴冷了几分 一声令下 两千个水分身冲入鱼群之中 凌凡则和凌玉一样 站在后面 分身都是八阶十里 如今十个分身 就能匹敌一个九阶 所以 在与这些鱼群的战斗中 几乎是摧枯拉朽的杀戮 凌玉脑海里 不停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丁 你击杀金骨鱼 六阶 升级点 加12000 丁 你击杀龙角鱼 七阶 升级点 加32000 丁 你击杀巨齿鱼 六阶 升级点 加1000 丁 你击杀 一条条提示音响彻在脑海 让凌玉大喜 看着一只只大鱼死亡 然后朝着海面扶去 凌玉庆幸自己 来到了海里杀怪 这里的海兽太多了 若是在陆地 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凑够升级点 而且 海兽还特别的傻 明明被分身一番杀戮 死了几万只海兽 但现在 他们还在那悠闲地游荡着 凌环笑道 哈哈 这些鱼太呆了 这里的鱼不少 几十万应该是有的吧 等杀光了 估计也需要不少时间 咱们上岸去 干嘛 找个小岛当落脚点 总不能在水里休息吧 哎呀 走走走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嗯 走吧 咱们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把这一片的海兽 全部杀光 大哥 是不是就能升到九阶了 不够 得扩大范围 这一次不升级到九阶 尽量不要回去了 那赶紧的 我迫不及待了 哗啦一声 阳光明媚的天空下 海面上突然钻出两道人影 这两道人影 长相一模一样 刚刚出现在外面 就朝着上空飞去 等飞到了千米之高 两人开始眺望海面 寻找合适的岛屿 此地已经距离东海城 上千里之远 所以 这里的海岛相对而言 并不多 不过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岛屿 林玉说道 就选这个岛屿了 不大不小 正合适 林凡点了点头 激动道 咱们终于要有一个基地了 我要将这个岛屿挖空 改造成一个秘密基地 林玉嘱咐道 随你吧 不过咱们 还是要以杀怪为第一任务 知道了本体 您就放心吧 不会耽误事的 林凡拍着胸脯 保证道 两人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小岛的上空 从空中俯瞰下方 只见这座小岛 是一个十分标准的圆形岛屿 直径有万米左右 山中央是一座小山 小山中森林茂密 不少海鸟栖息于此 而四周则是沙滩 沙滩上生长着高大的椰子树 林玉说道 下去看看 林凡说道 大哥 我先去吧 你要是隔屁了 那可就完蛋了 林玉脸色一黑 笑骂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林凡黑黑一笑 顺势朝着下方飞去 下坠的途中 他的傀儡小虫 从四周先一步爬了过去 这些傀儡小虫极小 不细心看 甚至都看不清 林凡降落下来 等了一会儿 傀儡小虫遍布岛屿 他才松了口气 大哥 没有危险 下来吧 林玉这才降下去 来到小岛的沙滩上 林凡说道 大哥 我刚刚探查了一下 这岛屿上有不少野兽 在山顶还有一座湖泊 不过呢 湖泊里应该有凶兽 除了湖泊之外 其他地方没啥危险 林玉闻言 心中一动 对那山顶湖泊赶了兴趣 让一个分身去湖泊看看吧 别真有什么 潜藏的凶兽在里边 林玉担忧道 然后他就奋出一个水分身 让他去山顶湖泊看看 而林玉 则将意识附着在了 这具分身身上 分身很快就飞到了湖泊上空 林玉操纵着分身 朝着水中前去 这里的水很凉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腥味 让林玉皱起了眉头 随着下潜 他发现这地方 一个凶兽都没有 甚至连水草都没有 真是古怪啊 突然 他眼前一黑 身体被什么东西撞到了 轰隆一声 分身溃散开来 消散不见 沙滩上 林玉睁开了眼睛 林凡询问道 大哥 咋呀 林玉宁重道 这湖里有一只大家伙 实力应该很强 保底也是九阶 看来得召回几个分身 将这怪物除掉才行 林玉喃喃自语道着 手下不停 已经召回了一百个分身 去吧 杀了 林玉冷声道 分身们点了点头 便朝着山顶湖泊飞去 再次来到那个湖泊里 黑影再次出现 不过这一次 分身数量众多 那阴影中的存在 并没有得逞 好 一声震战心灵的吼叫声响起 就连沙滩上的林玉 都听得心神惊惧 不过 分身没有灵智 天生免疫这类 心灵震慑类的能力 杀 林玉再次练接分身 大喝道 33小说王 剑气 一道道剑气在水中纵横 朝着那黑影刺去 好 黑影愤怒地吼叫着 但发现对面的生物根本不怕 它变得有些焦急起来 突然 四周开始变得寒冷起来 哄 一道湛蓝色寒冰能量 开始入侵湖水 湖水在飞速结冰 眼见就要 蔓延到分身跟前 林玉鹤道 上骨佛腿 双腿被金光包裹着 一个须弥佛部躲到了远处 然后一脚踢了出去 顿时 水里出现一朵朵绝美的莲花 莲花朝着黑影冲去 刚刚靠近黑影 连半就四散开来 如同锋利的钢刀 刺向黑影 当当当 连半刺在黑影身上 竟发出了金铁碰撞之声 好强的防御猎 林玉操纵分身后退一段距离 盯着下方的凶兽 可惜 这凶兽隐藏在黑暗中 他也只能看到影子 无法看到全貌 肉体防御力强 不代表灵魂防御力也强 林玉喃喃自语道 他立即召回了分身 然后再次分出来 给所有分身施展分魂术 让他们暂时拥有了 施展灵魂技能的能力 然后 再次让他们过去 还是那个湖泊里 黑影见到林玉分身去而复返 愤怒地掀起巨浪 林玉不为所动 喝到施展展魂术 哄 无声地波动 响彻水中 一道奇异的不可见的灵魂斩机 瞬间跨越数十米之距 如同尖刀 刺向黑 等没心 黑影金具的魂身打了个寒战 连忙躲闪开来 可惜 这不是一道展魂术 而是上百道啊 他躲开了这一击 却无法躲开另外的九十九道 斩 来自灵魂的大鹤 瞬间降临在黑影的尸海之中 上百道灵魂斩机 朝着黑影的灵魂斩去 好 他愤怒地吼叫 但是面对灵魂攻击 根本没有抵挡的手段 一道道斩机 将它伤得遍体鳞伤 杀了 林玉的声音响彻在他的脑海中 下一刻 上百道灵魂斩机合二为一 化作一把巨大的宝剑 朝着黑影灵魂斩去 黑影突然跪倒在地上 做出了沉浮状 林玉也终于看清了 这黑影的模样 当见到这黑影之后 林玉心中微动 大宝剑并未落下 他喝道 你愿沉浮 黑影连忙磕头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 黑影连忙点头 林玉意外了 看来这家伙 还是一个高智商的凶兽 这倒是挺稀有的 要知道 蓝星的凶兽千千万 但很少有高智商的凶兽 既然如此 我要在你石海里留下一道印记 若你反悔 请客间就能让你死去 黑影趴在地上 微微颤动着 在死亡和沉浮两种选择上 他理智地选择了后者 见他这副模样 林玉也开始施展静置 心面一动 体内灵魂之力 就跨越了数千米的距离 来到了山顶的湖泊里 这是灵魂自己领悟的能力 算不上什么高深技能 只是灵魂之力的简单运用 他这股灵魂力量 进入黑影的石海 突然化作一颗圆形的珠子 潜伏在了石海深处 这凶兽失害中 有他的一道分魂 对方一旦反抗 分魂自爆 他不死也重伤 施展好了静置 林玉松了口气 好了 你若反悔 必死无疑 凶兽趴在地上 一脸的惊惧和沉浮之色 哗 哗 海浪拍打着礁石 溅起了几尺高的 洁白晶莹的水花 海浪涌到岸上 轻轻抚摸着海滩细沙 远处 几只海鸟低空飞行 沾了一下海水 又急速升空 林玉和林凡 正在站在沙滩上 看着眼前 一只庞然大雾 只见 这是一只长着翅膀的 巨大的龙形生物 没错 这是一头杂血西方龙 它拥有强壮的身躯 又长又粗的颈 有脚或这边的头 尖锐的牙齿 和一条长长的尾 四肢强而有力 背后是一对像蝙蝠翼的巨翼 它的身体全身覆盖着鳞片 保护着身体 它的眼睛有四层眼瞼 耳朵可以开合 牙齿尖而立 身上鳞甲坚硬光滑 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它整体上呈现蓝色 但尾部却是黑色的 表面它的血脉不纯 它有足足百米之长 趴在地上也有十米高 是一个十足的庞然大雾 但 就是这样一个庞然大雾 此时却趴在人类面前 一脸金具地望着身形渺小的人类 林凡兴奋地看着这只庞然大雾 嘿嘿笑道 大哥 咱们是不是以后也有做棋了 林玉说道 做棋 我可不需要那玩意 若不是因为它是一条龙 我肯定杀了它 林玉随意的语气 落在这条兰龙的耳朵里 让它更加金具地趴在了地上 一动不敢动 唯恐被杀死 林凡疑惑道 大哥 那你想干嘛 炼丹 我有一丹方 名曰龙雪丹 话音落下 那只兰龙一脸金具地望着林玉 不是吧 我成了炼丹材料 兰龙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把他吓得连连颤抖 他可是九阶兰龙啊 虽然是杂血龙 但也是龙啊 体内龙雪 让他一出生就有传承记忆 他几乎不用怎么修炼 实力就能蹭蹭蹭地往上涨 因此 他一直认为自己血脉很高贵 直到遇到了这个人类 他不得不臣服 他可是龙啊 你其实龙不威风吗 为什么要当炼丹材料 你这是在暴殖天物 他内心绝望呐喊 林凡不满意了 大哥 要不咱们还是把它当做齐吧 你看这条龙虽大 估计也炼不出几路丹来 他和林玉的性格恰恰相反 林玉喜欢低调 像齐龙这种事 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但是林凡不一样 他就喜欢做这种高调的事 越是高调 越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他是很跳脱的 而林玉则是低调沉稳的 林玉呵呵笑道 也行啊 但也不耽误他提供龙血 林凡无奈道 好吧 只要不杀了就行 林凡给了兰龙一个无奈的眼神 表示他也尽力了 兰龙乌叶一声 心里边很难受 他本来只需要提供龙血就行了 现在好了 还得当做起 他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堂堂九尖龙族 就落到这个下场 林玉嘴角翘起一丝弧度 看向这只蓝龙 说道 你是自己动手 还是我来 蓝龙一声悲鸣 抬起龙爪 在后腿上滑了一道口子 顿时 鲜血流了出来 林玉连忙让分身去接龙血 很快就接了满满一桶龙血 失去了一桶龙血的蓝龙 也开始发抖了 这要是继续放血 他也活不成了 林玉停止了给他放血 提着这桶龙血 让这百个分身去炼制龙血丹 龙血丹是从战功商店买来的 当时买来之后 他一直也没时间和材料炼制 不过 闲暇之余 倒是将这丹方吃透了 龙血丹能增强体质 是不可多得的炼体丹药 最重要的是 龙血丹没有服用数量的限制 想服用多少都行 当然 药效也会逐科递减 最终会渐渐失去效果 正好再碰到了这蓝龙 无聊之余 就炼炼丹吧 他感觉自己 也快要成为四阶丹师了 人族少年准备的 他也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 依靠血肉丹等永久增加钱力的丹药 增强人族少年的钱力 这不仅能让他赚钱 也能提升他的声望 声望这东西 现在用处不大 但等他突破到了神级 或许用处就大了 他在未雨绸缪 分身提着一桶龙血下去了 林凡泽来到了蓝龙身边 一脸心疼道 哎 我大哥男人很冷酷的 你别惹他哦 对了 给你点补品 补补鲜 说着 蓝龙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起来 哈哈 饿了吧 给你 他将一颗血肉丹放在蓝龙嘴前 蓝龙舌头一卷 将丹药卷入肚里 丹药入肚 他眼睛一亮 好精纯的血肉能量 一颗丹药消化完 蓝龙眼巴巴看着林凡手里的袋子 林凡健壮 嘿嘿笑道 以后你只要听话 别说是三阶血肉丹了 就是神级血肉丹也会有的 这话落在蓝龙耳朵里 让他兴奋不已 林凡健有效果 开始不停给蓝龙画饼 到了最后 蓝龙感觉自己的未来 是如此的美好 心中的怨气一扫而空 反而庆幸自己 成了林凡的坐骑 这不成坐骑 如何才能吃到既美味 又能填饱肚子的血肉丹啊 况且 以后还能吃到神丹啊 林凡心里笑盈盈的 他没想到 这蓝龙这么好护佑 既然丹药有用 他就有法子控制着蓝龙了 先点好处 再花大饼 空闲时间 就跟蓝龙培养感情 等有了感情 对方还会有怨气吗 当然不会有了 此时 大海中 一千多个分身在 不停杀戮着 升级点飞速增加 一只只死亡的海兽 飘到了海面上 密密麻麻 一眼望去 不知有多少死亡的海兽 林玉健壮 命令一些分身 去将这些海兽拉过来 等拉过来之后 林玉再次召唤过来 一百个分身 让他们炼制血肉丹 而林玉 则坐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 拿出一颗颗血肉丹 使用生命击取 很快 一颗血肉丹被吞噬了 让他体内传入一股热流 虽然只增强了一丝丝力量 不过积少成多嘛 有事没事吞噬几颗血肉丹 日积月累 也是一个不小的提升 而且 现在随着实力的提升 那古暴石念头 也减弱了不少 他已经能完全控制了 又汲取了一颗血肉丹 实力提升一些 突然 不远处传来一道龙银声 林玉心中一惊 盲寻声望去 林玉大喜道 大哥 大喜呀 龙血丹炼成了 并非纯种蓝龙 林玉让分身将丹药拿出来 他数了一下 一桶蓝龙血 也只炼制出了七颗丹 成功率有点低呀 他接过丹药 扭头朝后面看去 蓝龙顿时吓得缩了缩脑袋 一脸惊恐地看着林玉 林玉笑道 放心吧 我不会杀鸡取卵的 今天炼丹就到此为止 林玉听到这话 心里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不那么害怕了 他最害怕林玉炼丹上头了 非得要把他的血放光 现在好了 林玉主动不练丹了 他算逃过一劫 但是 一想到以后的生活 他就感到龙声没了希望 林玉见他这副模样 呵呵笑了一声 将三颗血肉丹扔到了空中 血肉丹的香味 瞬间吸引了蓝龙的注意 他眼睛大亮 连忙扑向了血肉丹 林玉呵呵一笑 林玉再远处 也看得摇头失笑 林玉转看行了 闲置的一百个分身 命令道 都去练制血肉丹吧 分身们点点头 便和另外一百个分身一起 去练制血肉丹了 被杀光了 林玉看了眼生几点 发现也快要攒够了 他心中有些激动 连忙命令分身换一个地方狩猎 而他则强行平复激动的心情 盘膝打坐 冥想了起来 他这边岁月静好 但另一边 却陷入了一片苦战之中 此时 在距离此地数千里的海面上 一个身穿铠甲 手持长枪的人类 正与一头牵找乌贼战斗在一起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寻找半神器的方静 他本以为海底的乌贼不会太强 面对这只巨型乌贼 他只感到有力量 也无处释放 聂触 死 炎龙刺 寒凤刺 百虫刺 瞬间 他释放出数十种刺激 如同雨点一般 朝着怪物杀去 好 怪物发出难听的吼叫声 触手抬起 挡在了身前 轰轰轰 一道道刺激将乌贼的触手打烂 但是下一刻 惊人的是 那触手请客间 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这恐怖的再生能力 才是让方静感到棘手的地方 气死老夫 百地大连斩 他愤怒地释放绝招 将上百道斩机融为一体 顿时 他手中的长枪变了 变成一把四剑飞剑 四枪飞枪的武器 手中武器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将四周都照亮 远远看去 仿佛一颗升空的大太阳 去死吧 他抬起武器 巨大的斩机朝着乌贼冲去 乌贼吼叫一声 数百根触手迎了上去 哄 巨大的斩机迎面撞上触手 好 乌贼大声吼叫 转眼间断裂的触手挥复如初 咆哮着朝方静扑去 方静躲闪不及 被一根触手抽在了身上 顿时身躯矩阵 内脏受了轻伤 他连忙飞到远处 但是很快又被一根触手追了上来 啪 数十根触手 瞬间而至 如同一根根鞭子一般 从天而降 朝着他抽来 聂绝 他愤怒地大吼一声 朝着远处跑去 等他缓过进来之后 又冲了上去 与怪物大战在一起 双方你来我往 实力相差无几 暂时谁也奈何不了谁 另一边 在那大海之下 深邃的海水之中 能见度很低 阳光已经无法传来光芒 不过海底之下 无数发光的鱼类和植物 却化身深海的光源 将这本该黑暗的海底照亮 在这一片十分优深的海洋之中 矗立着一座颇为宏伟的高大建筑 建筑足有百米之高 通体由海中某种一石搭建而成 此时 这高大的宫殿中 一个深海浇人正坐在上座 俯视着下方的浇人 可有浇明的消息 他沉声道 下方众浇人一脸迷茫 在他们看来这浇明 才离去一天不到的时间 时间如此之短 他们也不会去探查对方的消息 这时 有一个浇人上报道 禀报我王 浇明在昨日 已经遇害了 花音落下 宫殿里瞬间变得净入寒蝉 除了海水的流动声之外 再无他音 那浇人王眼睛睁大 何问道 你所言属实 那浇人回答道 我王 我所言属实 我信你 告诉我 是谁杀了我弟 浇人王一脸愤怒之色 前几日 他们的父亲死了 而他和浇明作为兄弟俩 自然开始争夺王位 他赢了 浇明输了 按照族中的规矩 输了的浇人 必须被驱逐出去 另立门户 但没想到 浇明却死在了外面 可是 他有些不敢相信 浇明有一头龙巾 又有弑魂虫的追随 还能操纵无数海兽 谁能杀了他 那浇人恭敬道 我王 杀浇明者 乃是人类 人类 众大臣一脸惊讶 他们自然也知道 人类的存在 但那是一个陆地上的种族啊 浇明为何会和陆地上的人类 打了一仗 这时 有浇人解释道 我王 据我所知 几天前 人类与某个星 进入蓝星的异界 发生了冲突 双方在归须大战了一场 人族虽然获胜 但也损失了一半精锐 这或许就是浇明的想法 只是没想到 反被人类所杀 众浇人文言 明白了过来 说白了就是 浇明想趁火打劫 结果被反杀了 不少浇人心里都暗自比 幸好没让浇明登上王位 否则他们深海浇人一族 指不定在哪一天就灭亡了 众大臣一个的心情平静 并不伤心 毕竟死的又不是他们的亲人 但是 浇人王却面色通红 怒火中烧 该死的人类 敢杀我爹 来人 出兵人族 我要让人族为我爹陪葬 话音落下 众浇人一脸愕然之色 浇人王却是四周 见众人不为所动 他冷哼一声 手中全杖轻轻在地上猛的一球 嗡 一道奇异的光芒 瞬间横扫住浇人 下一刻 所有浇人都惊惧万分 败倒在地 请卒我王命令 出兵 灭了人族 大海深处 暗流涌动 数万个浇人 身穿各色服饰 拿着各种武器 行走在海底之中 在他们四周 则是无数海中凶兽跟随 他们深海浇人一族 数量不多 但他们乃是天生的王族 能统于海中凶兽 一声令下 数亿海兽跟随 大海之中 无数海中一族被惊到了 他们见到是深海浇人 便一个个躲闪开来 唯恐被顺手灭了族 而海中凶兽并无智慧 但出于生物本能 见到他们也纷纷躲避开来 这族有数千里之远的距离 按照他们在海中的速度 一天之后 即可抵达海岸 浇人王坐在一只巨大的龙巾的背上 双目泛着冷光 环视着左右 此行 他要报了这仇 一方面是与弟弟的感情在 另一方面是 新王登基的三把火 他要宣誓自己王大威严 此行灭了人族 不仅是为了报仇 也是为彰显他的威名 庞大的队伍 驱逐了四周的一切海兽 在海面上看去 只见一条长长的海流 正在朝着海岸上流走 此时 林玉突然惊醒了过来 林凡见状 问道 大哥 咋了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先离开这里 林玉心中不安 说道 林凡不明所以 但还是点点头道 好 林玉意念一动 收走分身 朝着远处飞去 他在寻找另一座岛屿 不久后 在另一座岛屿上落下 而此地距离上一座岛屿 足有百里之遥 林凡一脸无所谓道 大哥 我看你是精神太紧张了 这里风平浪静的 连海鸟都没几只 你怕啥 蓝龙也跟着点头 林玉扫了一龙一人一眼 把他们吓得一个机灵 忙赔了一个笑容 不过 一龙一人并不相信 真会有什么危险存在 林玉却心中越来越不宁 他打开腕表查看消息 也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海中有问题 他愤出分身 让分身去海里探查 刚刚进入海底 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海兽没了 这绝对是一个异常情况 海兽不会无缘无故消失 突然 一变突生 前方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海流 无数海水 如同流动的河水一般 朝着西方流去 林玉见状 让分身隐去身形探查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 令人惊骇的一幕 只见前方无数海兽 正在海中游荡着 突然 一道寒冰 朝着他的一个分身刺来 林玉的这个分身躲闪不及 被寒冰杀死 化作点点光芒消散 而其他几个分身 则悄悄后退 在更远处观察着一切 海底之中 焦人王呵呵冷笑道 何人敢亏死我族 由大臣来报道 我王 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人族 现已被陈击毙 焦人王文言 冷冷看着他 喝道 他们一定有同伴 不堪言 不过 一发现他们 开始寻找之后 林玉就撤了分身 林玉说道 林凡 让你的傀儡去探查一下海底 林凡点了点头 操纵傀儡小虫去了海底 傀儡小虫极小 肉眼难以看到 便是焦人也发现不了异样 过了一会儿 林凡说道 大哥 那些海兽都走远了 朝哪去了 应该是西边吧 可能就是路过这里 毕竟海里边啥情况都有 嗯 咱们继续杀怪 但这地方没法待了 海兽都跑没了 林玉连忙去了别处 飞行了数百里 终于找到了一个 不错的狩猎之地 顾忌重施 让分身去杀敌 他看着不停增加的升级点 心中更为激动 快了 快够了 九戒 我就要来了 杀 林凡 你也下去 林凡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带着他的傀儡下海去了 至于蓝龙 则紧紧跟着林凡 现在 他已经把林凡 当成了他的主人了 相较于林玉抽他的血 林凡则给他吃丹药 在他心中 林凡比林玉好太多了 他若是知道 林凡是林玉的分身 不知会是何种表情 现在 整座小岛上 只剩下了林玉一人 他心情很激动 在等待升级点攒够的那一刻 已经没了修炼的心情 时间缓慢流逝 林玉打开万表 咦 什么时候 我被拉进了这个群里 只见他现在被拉进了一个名叫内阁的群里 刚刚打开群聊 无数信息浮现出 阁老 诸位 让我们欢迎林玉的加入 严君 林玉 不要惊讶 以你的实力 足够加入内阁了 遇着 嘿嘿嘿 林玉你可是内阁里最年轻的成员 出来发发话 林玉一脸愕然 他竟然进入了内阁了 这太出乎意料了 看来他的实力 已经得到了高层的承认 也的确 他的实力 在这内阁成员中 起码可以排进前五 毕竟他的底牌太多了 就一个分身自爆 除了阁老和剑神之外 没人能挡得住 让他进入内阁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 阁老 林玉 你来说几句吧 林玉 我能进入内阁 有点出乎预料 以后我会尽力保护人族 让人族蒸蒸日上 发展得越来越好 阁老 哈哈 你们看看人家林玉 心怀人族 你们都跟人家学学 玉者 知道了 众人一阵敷衍 但气氛却颇为融洽 阁老 好了 你现在算是内阁成员了 我得给你开放几个权限 第一 内阁会议 你以后可以将自己的投影 投到内阁会议上 可以通过万表完成操作 第二 每一个内阁成员 有太多限制 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只要不是背叛人族 其他的事情都没事 但你若有危险 我们会全力保护你 另外 内阁成员中互换消息 你若有什么珍贵的消息 可以与我们交换 这三个权限中 只有第二个权限 是他的感兴趣的 林玉心情很平静 甚至觉得加入内阁 是一件麻烦事 林玉 多谢阁老解惑 我现在有一个消息告知 于是 林玉将刚刚获得的海中 异常说了出来 众人顿时惊疑不定 阁老 此事不可小视 有可能是前来报复的海族 狱者 咱们得派人前往东海了 阁老 狱者 严君 神僧 你们三人立即前去支援东海城 不可耽误 务必一天以内抵达 三人 是 阁老 林玉 多谢你提供的消息 给你计三千万战功 林玉 分内之势 举手之劳 阁老客气了 众人又谈了一会儿 便纷纷下线了 海岛上 林玉喃喃自语道 这下有意思了 又一场大战要开始了 正好 我也快要升级了 东海城 刚刚胜利的余晖 还未散去 城市的紧急播报响起 令人们再次紧张了起来 紧急通知 检测到海洋中发生巨变 疑似深海浇人的报复 请广大民众 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目前 严君 御者 神僧三位大人 以带兵前来支援 请相信我们的力量 深海浇人一族虽强 我们也不弱 此刻艰难 同舟共计 播报声刚刚落下 城里的居民都愣住了 刚刚他们还在欢呼着胜利 有的在歌在舞 有的则喝酒谈天 但是这一刻 他们所有人都待在了原地 久久没有动弹 沉默着消化上空 不停播报的最新消息 许久之后 他们终于醒来了 不少人情绪失控 朝着城门口跑去 他们要离开东海城 去内地避难 接连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已经难以承受了 但是 如今已经封城 他们出不去了 而有些人则听话的在家里 颇有种听天由命的意思 网络上 更是闹翻了天 我不同意封城 现在海族还没攻过来 我们完全有时间撤离 对 你们不能把我们的生死 捆绑在东海城 我们需要自由 请给我自由 这一部分人 他们想要离开 多数人也都能理解 因为趋吉避凶 是人的本性 但是 在这个危难之际 不听命令 要大开城门离开 却也令人头痛 另一部分人 则有不同的意见 楼上的能不能别吵了 我们现在面临危机 况且你们现在走 走去哪里 东海城周边 有十几座城池 但是都是小城 你们还去内地 现在虚空列车早停运了 就你们这实力 99%死在野外 看来 你们是过惯了舒服日子 我一猜就不是冒险者 不然不可能有 这种天真的想法 咱们人族虽强 但野外凶兽无数 不乘坐虚空列车 没有个七阶实力 死亡几率太大了 不过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尽管许多冒险者 也将情况说明白了 但他们根本不信 恐慌在蔓延 已经开始影响了 城市的稳定性 扶瑶子站在城墙上 低头俯看着 下方闹事的民众 他说道 方城主呢 禀扶瑶子大人 城主大人去了城外 至今未归 副官回答道 扶瑶子有些烦躁 他指着下方闹事的人 说道 方静不在 这里有当家 他们要走 就放人 副官愕然地 抬头看着扶瑶子 这放他们出去 相当于送入虎口啊 这些都不是冒险者 平时都是上班族 天赋实力很低 他们去野外 几乎是必死的结局 扶瑶子冷哼一声道 平道的话 不管用吗 副官还是犹豫 他大胆问道 扶瑶子大人 您可知道 若他们出去了 那几乎必死无疑 扶瑶子扭头看向别处 冷冷失笑一声 生死各有命 想死的人 你是拦不住的 平道成全了他们 他们怎么会怨恨我呢 他叹息一声道 况且 如果他们不走 城里就要乱了 东海城人口数百万 十分之九都不是冒险者 若他们乱了起来 那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副官闻言 心中有些难受 但还是点了点头 他咬了咬牙 朝着下方士兵喊道 开门 一声开门 令士兵们如释重负 开门 挡 挡在城墙外的能量网 瞬间消失 无数堵在城门口的人 一见门开了 蜂拥而出 门开了 快跑啊 哈哈 终于能出去了 你们这些傻子 就在城里等死吧 我自由了 我要飞了 白白了 你们死在城里吧 跑出去的人 都疯狂地呐喊着 他们仿佛看到了 东海城的覆面 他们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 而在他们的身后 城墙上则是数十万将士 冷若冰霜地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 他们死定了 这东海城外 可不是城里的世外桃源 便是城与城之间 也遍布各种原始环境 更别提他们此去之地 乃是遥远的内地了 这途中 必然遭遇无数次生死危机 有人提醒他们 可惜他们不听 扶摇子性命 所以他认为这些人选择了死亡 那么他们的命运 就是死在城外 他不会违背命运 这是他的原则 网络上 一片寂静 许久后 爆发式的评论 铺天盖地出现 为什么让他们出去啊 出去是必死啊 他们不懂事 高层也不懂事 一个想死的人 TMD是挡不住的 要怪也只能 怪他们命不好吧 自己选择的 能怪得了谁 你们快看 逃出去的那批人 竟然还开了直播 众人连忙进入直播看去 发现这些主播都在嘲讽他们 说他们没有勇气 是懦夫胆小鬼 这让不少人心中愤怒不已 都在期待着他们的报应 等了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他们什么事都没有 这让不少人心中产生了狐疑 城外怎么一片安静 那些凶兽呢 死哪去了 许多人发现 城外的凶兽都没了 太奇怪了 这时 有主播嘲讽道 哈哈 我就知道 你们在胡说 外面安全的很 能有什么危险 对 外面一点危险都没有 欺骗了我们几十年啊 我连东海城都没走出去过 我恨啊 那些人还是外面危险 我看啊 他们也是道听途说来的 可笑至极 冒险者们不能忍了 你们这些天赋不高 实力低下的人 竟敢嘲讽我们 但是 这些直播也让不少人 产生了怀疑 难道外面真的很安全 一直以来 他们都生活在一个 被人编制的谎言之中 城墙上 副官一脸气急败坏道 他们真是该死 这城外的凶兽 刚被我们清扫过呀 扶摇子念了一句无量天尊 平静道 都是命啊 就让道祖收了他们吧 这时 网络上的风向突转 城外三十里 这里是一片森林的区域 许多高大的树木 残天气 当年 这里栖息着无数凶猛的凶兽 如今在人类的驱逐和屠戮下 早已经变了模样 但是 强大的凶兽死了 仍存在着弱小的凶兽 而且 数量更多 此时 这些从东海城逃出来的人们 进入了这片森林 他们还没开心一会儿 就一个个脸色聚变 啊 不好 是凶兽区 快跑 我们就不该进入森林的 不是说 这片森林已经被清理过了吗 他们骗了我们 该死的 我就不该跟你们一起逃出来 快退出去 走其他地方进入内地 的确 这里被清扫过 但这些弱小的凶兽 可是觉醒者试炼之地 不可能全部清扫掉的 凶兽不会给他们逃跑的时间 一群群凶兽闻到了人类的气息 一个个张开了獠牙 好 无数吼叫声响起 震战苍穹 一只只凶兽冲了过来 啊 这些逃亡的人 根本不是对手 一个照面 就被杀了得七七八八 网络上 看着这一切的网民们 沉默了 有人觉得残忍 不忍再看 有人则庆幸自己没有逃离 沉默了许久 网络上再次热闹了起来 他们看着死去的人 一个个被凶兽当作食物吞噬的一幕 许多人终于知道 外面到底有多危险了 原来不让我们出去 真的是在保护我们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是我太肤浅了 感谢那个一直以来的保护 我也是 为我曾经的言行道歉 他们死了是活该 但也警醒了大家 我们不能做那种不理智的人 外面的凶兽都那么危险了 可想而知 异兽和海兽的危险性 为死难者莫安 我们有罪 我恨自己太弱小 不能杀敌 城墙上 扶瑶子和副官站在一起 扶瑶子问道 还没联系到方城主吗 副官面带忧伤之色 还没 他心中十分担忧 不知道城主到底去了哪里 难道他逃了 这个想法刚刚出现 他就接连在心里 给了自己几个巴掌 城主大人守护东海城一辈子 就连儿子都牺牲了 他不可能逃跑的 但是 他到底去了哪里 扶瑶子闻言叹息道 不要担心 以他的实力 不会有事的 既然他不在 我暂时领此成军务吧 副官文言 拜谢道 多谢扶瑶子大人 副官知道 扶瑶子是十大学院之一的 洞虚学院的院长 在地位上 比城主大人要高一个阶层 他来接管东海城防务 也没什么问题 但若不接管的话 东海城可能就会面临危机 而若东海城被海兽攻破了 城主必然难辞其救 有人帮忙守护东海城 对城主大人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扶瑶子说道 海岸防线 现在建立的怎么样了 大人 已经建设好了 扶瑶子文言大喜 说道 好 等那海族临近 你们就给我挡住 尽量拖到援军的到来 是 你下去准备吧 这一战不胜即死 他话说得很重 副官一脸感动到 若败 属下也不会苟活 好 两人说得慷慨激昂 热血沸腾 突然 海上发生了巨变 无数海浪铺天盖地而来 仿佛再给大地盖上一层被子 轰隆 轰隆 轰鸣声不断 整片天地都是一片杂音 不好了 海兽来了 防御 阵法大师 快开启阵法防御 不好 这不是普通的海浪 快加持复温 不要让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崩溃了 嗡一声 一道道银白色的光芒冲天起 遮蔽了虚空 将这一片海岸线全部笼罩在一起 下一刻 一个银白色的屏障出现了海岸边 海浪铺天盖地而来 轰然冲撞而来 轰隆隆 碰 碰 海浪撞击在海岸防线上 巨大的力道 令海岸防线疯狂地摇晃着 好 第一次攻击挡住了 不要放松 他们的第二道攻击也要来了 话音未落 第二道攻击已经来了 众人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头戴王冠的娇人 一脸冷漠地站在一头龙精身上 人类 今晚 暴地之仇 去死吧 他手中权杖在虚空中轻轻一点 顿时一道道震战心灵的波动 猛地冲向海岸 海神之光 光芒扫过防线 防线既然毫无反应 就被这光芒穿透而过 下一刻 众人只赶到心灵中 出现了一道遮天蔽玉的身影 这道身影脚踩着大海 一脸的平静 突然 这道身影动了 他轻轻地张开了嘴唇 嗡 一道奇异的光芒 钻入众人心灵 啊 啊 无数抑郁从他们嘴里发出 紧接着 眩运感袭上脑海 头好晕 啪哒啪哒 无数倒地的声音响起 他们再也支撑不住 一个个倒在地上 晕了过去 没人维持阵法 阵法请客间也消散无踪 这一幕 落在了远处 东海城城墙上的扶瑶子 和副官眼中 副官一脸惊骇之色 大人 这骄人好诡异的力量 我们该怎么办 他焦急了 害怕这一战输了 扶瑶子脸色凝重 他的一双眼睛 看得更清楚 刚刚那骄人 是用手中的权杖 来释放着古怪技能的 所以 对方手中的权杖是关键 不过 他不信这技能 能阵晕久接的他们 开启阵法和城墙上的符纹 那光芒不可能一点没有损耗 全部传入城里 好 但是外面晕过去的同伴 他们怎么办 他已经开始担忧那些同伴了 那可都是东海城的精锐 如果这一次都折损在这里 即使胜利了 东海城也将一蹶不振 他们东海城几十年的成果 都将复之一具 他不想他们死 这是感情和理性的双重作用 交给我吧 说吧 扶瑶子已经消失不见 下一刻 他出现在了海岸边 刚刚出现 他眼睛变化 红色充满瞳孔 血液流淌而下 下一刻 一道道银白色光芒 笼罩了那些晕倒的人身上 空间转移 战场上 空间力量弥漫 请客间就将昏迷的人们 全部转移到了城门口 这一幕 令所有人都震惊了 那可是几万人啊 您挥一挥手 就全部转移了 离了个大谱 看到转移回来的人们 东海城的守军们惊喜不已 连忙打开城门 将他们全部抬进来 但另一边 大海之上的焦人族 却傻了眼 深海焦人王微眯双眼 指着远处道 此人是谁 有大臣说道 我王 此人便是三仙城的主人 他们对于人族的 势力名称并不熟悉 在他们看来 扶摇子镇守在三仙城 自然就是三仙城的主人 深海焦人王恍然道 我久闻此人之名 没想到他的空间之力 出乎了我的预料 大臣回道 我王 此人能力诡异 还望小心 这位大臣刚刚回王话 另一位大臣驳斥道 伯龙 你太长敌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了 空间之力虽然稀有 但我王的心灵之力 和石化之力 才是王者 名叫伯龙的大臣文言 感觉被人扫了面子 怒目而是道 两军对战应当谨慎 全力以赴 岂能如你这般轻视敌人 狂妄自大 深海焦人王皱了皱眉头 看了两个焦人一眼 呵斥道 闭嘴 两个大臣立即闭嘴 不敢继续吵了 深海焦人王紧了 锦手中的权杖 说道 我有半神器 又有一万海族跟随 何惧 发动全面进攻 给我一鼓作气 拿下人族东海城 为我递报仇 话音未落 他手中的权杖 再次敲击在虚空中 一道无形的力量 扩散开来 光芒一扫而过 所有被这光芒扫过的海兽 都眼睛通红 眼中只剩下了残暴的杀意 杀 好 好 好 踏踏踏踏 轰隆 海浪滔天 扑向海岸 无数海兽乘坐着海浪 朝着岸上奔涌而去 一位为深海焦人族 念念有词道 大海啊 涌上海岸 扩大您的领地吧 海水 去 顿时 海水蔓延 朝着陆地上倒罐来 无数海水蔓延到了陆地上 很快东海城外 都是一片泽国 已经看不到丝毫陆地了 这一幕 发生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东海城的守军们 还没来得及防御 巨量的海水 已经冲到了城门口 哗哗哗 一波又一波海浪 击打在城墙上 被城墙上亮起的阵法 和符纹挡在外面 海水冲不垮东海城 就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海水速度太快了 转眼间已将东海城包围 此时看去 东海城仿佛是坐落在 大海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都会翻船 随时都会颠覆一般 城墙上 扶摇子看着蔓延而来的海水 心中微苦 这一刻 他深切感受到了 海中一族的可怕 副官担忧道 大人 我们该怎么办 扶摇子揉了揉眼睛 平静道 危急时刻 我会带你们走 副官松了口气 说道 大人 您尽管吩咐 属下定当竭尽所能 守护东海城 扶摇子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畏惧死亡乃人之常 他指着外面道 海族的第一波攻击要到了 看他们的驾驶 不会试探我们 而是要一次性冲垮我们 而我们的阵法 也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 去下令吧 随时准备近身战斗 是 副官高声道 副官下去了 扶摇子则凝望着 那与大海相连的水泽 他叹息道 此战 胜负难料 突然 无数巨大的鲸鱼 从天空中飞来 它们体行三百多米 背上坐着数百焦人族的精锐 攻击 一声令下 它们作为先锋率先攻击 顿时 后面的海兽 也纷纷释放技能 攻向东海城的防御阵法和符文 轰咆咆 无数技能从天而降 化作光雨 将四周一切都淹没在 五光十四的光芒里 防御阵法就不堪重负 传出咔咔咔的声音 不好了 能量精石不够了 快 快去找民众见 看着已经所剩无几的能量精石 它们只能发动最后一招 窃快 危机当头 人们很识大体 一个个纷纷慷慨解囊 将家底交了出来 呼 终于好了 以现在的精石数量 足以再支撑半个小时 希望援军能抵达吧 否则我们就完了 它们东海城不过几十万守军 而对方却几千万 不对等的战斗 胜利的机会渺茫 有了能量精石 阵法算是暂时稳住了 海兽拼命地攻击着 但无论如何 也奈何不了东海城的阵法 这让焦人王一脸郁闷 给我继续攻击 它们的能量迟早会耗尽 杀 另一边 凌玉也在急速赶回来 路上 他发现几乎没有海兽了 几乎所有海兽 都被那焦人族收编 投入到了攻击人族 东海城的战争去了 凌玉见到这一幕 也是十分意外 凌玉喃喃自语道 没怪物了 打怪是个事啊 明明都快能够升级了 凌玉黑黑笑道 大哥 要不咱们去那些海兽群里 自爆一波 一波自爆 应该升级点就够了 凌玉看了他一眼 笑道 还是你小子鹰啊 就这么办了 回去吧 东海城可不能被攻破了 不就是一座城吗 有啥要紧的 凌玉蛮蛮不在乎道 凌玉呵呵笑道 你懂个屁 我们与异兽一战 虽然胜利了 不少种族畏惧我族 想要与我族交好 但若败在焦人族手里 就会让其他种族看清我们 甚至觉得 我们外强中干 几个种族一起攻伐我族 到了那个时候 局势可就复杂了 我人族本就折损了一半精锐 实力不足巅峰的一半 如何抵挡数族联军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此时 不少一族都在暗中观望着 如果人族败了 他们就会化身恶鬼 一起将人族扑倒 所以 这一战 无论如何 不能败 人族无需担忧 人族擅长防御 但只要攻下他们的阵法 这一战 我们必赢 另一位大臣也附和道 对 人族不过是依靠外力的种族而已 阵法一破 他们必死无疑 深海交人王叹息道 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 那就去前线督战吧 两位大臣闻言 愣住了 怎么回事 我们说错话了吗 怎么就要去危险的前线了 但是王命下达 不得不从 是 我王 两位大臣行礼后退 等他们俩走了 深海交人王才说道 太危险了 不如深居幕后 深海交人王摇头道 不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必须尽快攻破人族的防御 他心中有种窒息感 仿佛有什么大难 即将临头一般 他休息心灵之力 一直以来 都有对危机的提前预判 这一次 他感到的危机更大 对方仿佛能碾压自己一般 难道 人族的那尊半神要来了 想到这里 他又摇头 他自从发兵人族这半天时间 他好好了解了闺须之战 他发现 那剑神已经深受重伤 短时间内不可能继续出手了 所以 这个危险到底来自于哪里 他环视四周 却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现 难道是我多虑了 他凝视前方 突然发现一条巨大的长龙 从远处飞来 一位大臣大叫道 我王 那是人族的虚空列车 他们的支援来了 深海交人王心中大惊 他阴沉着脸 盯着那虚空列车 看来我的危机 在虚空列车里 他按道 虚空列车刚刚出现 人族的防御阵彻底破裂了 哄 咔嚓 阵法破碎 化作点点星光消散不见 扶妖子叹息道 既然阵法破了 那就随我出阵杀敌 突然 副官大喜道 大人 支援到了 您看 他指着远处的虚空 扶妖子也跟着看去 果然见到了虚空列车的影子 他忙打开腕表 只见那个群里热闹极了 许多人都在呼唤他 可惜此前他心中忧虑 实在没有心情看群 阁老 扶妖子 阎君等人已知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阎君 你是不知道 这东海城外都化作一片泽国了 光看到的海兽就不计其数 更别提那海里的有多少了 神僧 阿弥陀佛 平僧也感到我方兵力不足 赤鱼 等着呀 老子过去帮你们 阁老 你走了 北疆城怎么办 赤鱼 我差点忘了 北方亡灵也在叙事待发 准备跟我北疆城 一旦我走了 他们将露出獠牙 阎君 这也太难了 那归需总没事吧 南疆城不来点支援 阁老 别呼唤了 南疆城就是一百兽 连一个九阶的人都没有 他们都没入阁 南疆城建立的初衷 是防御归需凶兽的 但自从剑神镇守归需 南疆城就形同虚设了 而南疆城也不再担当边疆城的地位 自然也不需高级镇守官员了 最强者也不过八阶而已 阁老 你们先守一波 老夫去支援你们 剑窟 你寿缘不多 还是坐镇中央吧 此行 我去 遇者 欢迎欢迎 记得把你学院的人都带来啊 剑窟 此行 十万里 须鱼可知东海 遇者 呦 快来 剑窟 我已在途中 阁老 剑窟去了 你们就放心吧 他那实力 你们仨谁打得过他 虽然不是半神 在九阶之中也是顶尖的了 此去一定能胜利 另外 我再从周边城池调兵过去 遇者 可调多少兵 阁老 百万 遇者 唉 有总比没有强 阎君 你就知足吧 好了 我们要杀敌去了 下线 众人下线了 此时 在一片汪洋的上空 几十条虚空列车飞在空中 大门打开 一个个七阶人族飞了出来 而那些七阶以下的 则穿着飞行装备 在天空中飞行着 他们刚刚出现 海兽就调转了枪头 奋出一半兵力 朝着他们攻击而来 深海浇人王鹤道 去 杀了那几个领头的人族 是 深海浇人族在海族中 也是一个大族 族中九阶强者比例很高 但他们这一族数量稀少 只有数万个 两军接触 瞬间打了起来 一个深蓝色的骄人 对上了颜军 一水一火 两不相容 那骄人凝笑道 石化光线 一道光线从他眼中射出 光的速度太快了 转瞬间就射在了颜军的身上 光线刚刚凌声 颜军就开始飞速石化 那骄人见状 哈哈大笑道 这就是人族 可笑至极 弱小至极 然而 下一刻 他的笑容僵住了 只见一道看似虚弱的橘黄色火焰 突然燃烧了起来 这火焰竟将石化之力融化了 造神之火 去 火焰速度不快 但自带追踪效果 那骄人呵呵冷笑着 操纵海水 道 给我灭 然而 下一刻 造神之火扑了上去 海水形同虚射 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他只感到 耳边出现无数异语 心中嘈杂万分 无数烦恼涌上心头 啊 他大声嘶吼着 在意识的混乱中 被颜军手持一把火焰刀 一刀削手 哼 刚刚经历过龟须之战的我 只感觉等与一族相比 弱了太多 他吃笑一声 便将目标放在了下一个 此时 骄人王一脸愤怒之色 因为与人族交战的片刻 他竟然就折损了三元大将 这可都是九阶的高层 他们是骄人族毅历深海的基石 但此刻却陨落在人族手里 他愤怒了 人族 你们该死 海神之怒 他手中的权杖猛地在虚空敲击 顿时 一道道奇异的光芒 瞬间朝着战场席卷去 瞬间 无数飞在天空中的人族 被光芒一扫 就双眼泛白晕了过去 朝着下方坠落 不过 八阶以上的人族 还能抵挡 心灵阵战 骄人王再次挥舞权杖 权杖挥舞而下 瞬间又一道光波弥漫开来 三十三小说王 这一刻 就连八阶的人族都挡不住了 只感到心脏砰砰直跳 脸色通红 四肢酥软 气力散尽 晕了过去 而只有剩余的九阶人族 尚可抵挡着光芒 但也脸色大变 欲者张大了嘴巴 盯着骄人王手中的权杖 那权杖一定是件宝贝 别管这些了 快退 然而 还没等他们退后 下一刻 骄人王再次抬起权杖 权杖落下 神之天国 一道道神圣的光芒 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所有人都感到身上暖洋洋的 再也提不起力气 阎君等人眼神变了 变得虔诚而温柔 只有扶摇子一人 一双眼睛可堪破虚妄 不受影响 其他人都受到陷入了天国的美梦中 这一刻 人族 喂 一道神圣之光 横扫全场 无数人落在了幻境之中 无法自拔 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一切 那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在这迷惑心灵的力量之下 他们已经忘却了一切烦恼和过去 在他们心里 眼前的幻境才是真实的 他们忘却了现实中的一切 只是沉浸在这无边幻想之中 就连阎君等人都陷入了幻境 可想而知 这力量已经超越了九阶 这是属于半神的领域 难道深海蛟人王是一尊半神吗 扶摇子心中自然是不幸的 他亲眼见过剑神出手 那力量完全可以横扫九阶 如果对方真的是半神 对方肯定不会这样谨慎 扶摇子眼睛浮现红光 盯着蛟人王 最终 蛟人王手中的权杖 吸引了他的目光 他嘴里喃喃自语道 难道是那权杖的力量 他心中已经有了猜想 半神器很少 据他所知 只有东海城前城主有一件半神器 但早已经遗失 而剑神手中的屠露剑 八成也是一件半神器 除此之外 他就不知道 其他人是否还有半神器了 不过 他更倾向于 他们都没有半神器 这时 一变突生 蛟人族举起屠刀 开始朝着陷入幻境的人族杀去 人类 死吧 招惹我蛟人族 是你们此生最大的错误 去地狱 忏悔你们的罪行吧 一只只蛟人族强者 开始收割陷入幻境的人类 随着一个个人族的死亡 他们突然将屠刀 对准了阎君等九阶人族 见到这一幕 扶瑶子牙自欲裂 怒火生腾 聂处 休等他们 他大喝一声 踏入虚空 双眼散发着血红色的光芒 将阎君等人 转移到了百米之外 使用完空间转移能力之后 他喘着粗气 浑身疲惫 呼 体内能量已经不多了 体力也见底了 他微微弯着腰 心力憔悴 这时 那些娇人族也追了过来 他们飞在高空之中 一脸冷漠 俯视着扶瑶子 人类 受死 没有多余的废话 下一刻便是无数攻击落下 扶瑶子眼中光芒闪烁 操纵空间之力 瞬移躲开 但是 紧随其后 更多的攻击降临下来 该死 扶瑶子按骂一声 再次躲开 但体内能量已经不多 这一次只躲开了树民院 这时 那娇人王大喝道 不用管他 全力诛杀其余人族 是我王 扶瑶子太滑溜了 他们放弃扶瑶子 转继续屠杀那些 陷入幻境中的人类 扶瑶子望着这一幕 牙子欲裂 住手 他声嘶力竭地喊道 然而 屠刀无情落下 刷刷刷 几时到攻击落下 瞬间 又是数百人族死亡 全部海族都出手 蛟人王手中权杖 猛地在虚空挥舞 顿时一道道光芒横扫四方 所有的海兽 都变得适泄了起来 杀杀杀 杀杀杀 不断地念着杀 开始屠杀四周 不断有人族死亡 扶瑶子只能尽自己所能 将一些人转移出去 这时 他突然眼前一黑 却见不远处那蛟人王 不知何时出现了周围 蛟人王宁笑一声 说道 扶瑶子 尽管你狡猾如虎 但终究还是落到了我的圈套里 你现在已经无力了吧 那就死吧 说着 他双眼放射出两道灰色的光芒 光芒极快 瞬间就笼罩在了扶瑶子的身上 扶瑶子大惊 但已经来不及躲闪 他发现 整个身体正在石化 已经控制不了身体了 扶瑶子 你镇守三仙城 杀了你 我再灭三仙城 他举起拳杖 冷声道 死吧 拳杖落下 正要砸到扶瑶子头上 突然光芒一闪 扶瑶子出现在了远处 他大惊道 你你竟能逃过石化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了过来 因为此时的扶瑶子 双眼流淌着鲜血 显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才逃出一劫 他想到这里 冷声道 不要紧 你能逃过一次 岂能逃过第二次 石化之光 哄 一道灰色的光芒 再次朝着扶瑶子射去 扶瑶子一双眼睛 被鲜血笼罩 已经很难失误 此时 他有些绝望 透过眼睛上的鲜血 他看到的是血色的天空 他呵呵苦笑道 没想到我扶瑶子 掌握空间之力 竟死于此地 心中滋生绝望之感 让他没了反抗之心 这一刻 他想到了很多 他想到了过去 想到了未来 一幕幕回忆 如同画卷在心间敞开 罢了 他闭上了眼睛 不再挣扎 他一生性命 没想到自己到头来 也没逃掉命运的戏弄 可笑 又可悲 此时 心有不甘 但又无可奈何 那种无力感 让他心中矛盾至极 不 我不想死 我还有太多 没有办成的事情啊 他的心是不甘的 但又无法反抗命运的捉弄 唉 最终 所有的不甘 都化作一声叹息 飘散在空中 死吧 突然 平静的天空中 突然泛起一道道涟漪 空间连一未散去 便见到一个个人类凭空出现 他们刚刚出现 便立即挡在了扶摇子身前 哄 石化光线被这些人类挡住 他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成了一个个石人 这时 林玉附身的一个分身 关心道 扶摇子前辈 还请随我等退出此地 您就放心 把战场交给我吧 扶摇子正正地醒来 看着林玉的目光 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 他心中十分复杂 有感动 也有感慨 还有欣慰 他点了点头 松了口气 轻声道 这里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不要让他们 话未说完 便是一口鲜血吐出 他气息为民 已经难以言语 林玉见状 连忙让分身带着他 退到东海城 至于这城外 将成为他的战场 林玉附身的一个分身 站在最前面 其余分身则分散左右 成人自行排开 除去带扶摇子下去的 几十个分身之外 足有近两千个分身 深海交人族的大名 我早有耳闻 今日便来领教二本高招 看你们是否真如 传闻中那么可怕 林玉指挥分身 正要杀过去 交人王退后几步 远远看着分身们 此时 交人王脸色很不好看 他本来就要杀了扶摇子 结果却被这些人类破坏 刚刚的一幕浮现脑海 他瞬间便认出了 那是空间之力 足足两千个 掌握空间之力的人族 这些人族 到底是什么来头 但是 当他看清林玉分身 八阶实力之后 顿时面露嘲讽之色 人族 你们掌握空间之力 但那又如何 区区八阶 也配与我一战 来人 杀了他们 他大手一挥 对大臣们下达了进攻命令 区区八阶人族 便是来再多 又有何惧 交给我伯龙骂 伯龙一脸轻松之色 在他心中 这些人族 已经是一具具尸体了 交人王文言 点了点头 去吧 献你一刻钟解决战斗 伯龙哈哈大笑道 我伯龙力来谨慎 狮子薄兔一用全力 我王 您便等着好消息 不用一刻钟 半刻钟就解决这些人类 众交人点点头 对于他的狂言 并不觉得意外 伯龙实力很强 除了老一辈之外 在中年交人中 他可以说是 最强的交人之一 而且 他擅长画珠和石画之术 尤其是画珠之术 更是出神入画 被称为交人族 最强的画珠交人 他来到灵域分身之前 双手在虚空轻轻地一压 人类 我很佩服你们送死的勇气 若是以往 定于你们周旋一二 但我王有令 一刻钟之内解决你们 所以不好意思了 只能提前送你们去地府报道了 他手中浮现一道道灰色的光芒 双眼也亮起了灰光 打算全力出手 然后 双手朝前猛被推 石画之光 哄 灰色光芒瞬间分散成数千道 划破天空 冲向分身们 灵域见状 不慌不忙 老 须弥佛部 下一刻 所有分身都消失不见 伯龙见状大惊 环视左右 突然他头顶出现了分身的身影 密密麻麻的分身 遮蔽了天空 石月 近两千颗石月从天而降 在分身的催动下 以极快的速度落下 黑光一照 四周的云层都消融了 而近在咫尺的伯龙 更是脸色大变 他用能量裹住自己的身体 才没有步入云层的结局 但是 石月从四面八方落下 将他的退路全部挡住了 他又不会空间之力 几乎没有逃避的地方 呲呲呲 强烈的腐蚀之力 威胁着他的生命 他脸色巨变 发现这些人族的力量 简直可怕 完全不像八阶人类 他们比八阶人类 强大太多了 因为 林玉出海一趟 不仅吃了几十颗龙血丹 还寄取了不少血肉丹 所以他的实力 已经增强了一些 虽然不多 但落在分身上 就是双倍的效果 所以 现在的分身 已经比以前强大了一些 几乎逼近了 普通九阶觉醒者的实力 如此实力 也难怪伯龙感到棘手了 林玉剑已经将他围困住 便下令道 杀 石月落下 黑光弥漫 腐蚀一切 画珠之光 伯龙大喝道 轰隆一声 一道珍珠一般的光芒 朝着四周积射而去 光芒扫过 一些石月竟硬生生 变成了一颗颗珍珠 珍珠飘在空中 在阳光的照射下 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任谁都不会想到 这些珍珠竟是石月所化 林玉微微惊讶 眼睛一亮 这技能有点意思啊 再次释放石月 给我灭了它 下一刻 石月再次凌空 朝着伯龙杀去 伯龙大惊 连忙释放化珠之光 将一部分石月化作珍珠 林玉呵呵冷笑道 使用虚弥佛布 给我近身攻击 群殴它 不要让那些叫人族反应过来 此时 在叫人族的眼中 林玉已经落在了下风 他们并没有出手的打算 林玉花音落下 所有分身都行动了起来 光芒一闪 上百个分身 瞬间出现在伯龙的身前 伯龙大惊 正要释放化珠之光 突然被这些分身扑了上来 他们刚刚上来 便释放石月 完全不顾生死 要与他同归于尽 伯龙大惊声惨叫 一根胳膊被硬生生折断 紧接着是双腿 最后是头颅 全身竟被分身扯断 丁 你击杀了深海娇人 九阶 升级点加三二零零零零零 终于死了 林玉松了口气 然后他将目光 投向了其他娇人族 娇人族足有五十多个九阶 他这两千分身 差不多可以应付 此时 娇人族还不知伯龙已死 他们有些疑惑 为何现在伯龙 还没解决这些八阶人族 不少娇人族 露出了不耐烦之色 突然 一颗娇人头 落在了他们中间 不好 是伯龙的头 当他们看清楚 那头的面容之后 一个个露出了惊骇之色 他死了 他竟被八阶人族杀了 竟被这些八阶人族 半刻钟杀了伯龙 怎么可能 这些人族到底什么来临 娇人王脸色阴沉 骂道 废物 他脸色阴沉 将权杖指向了林玉分身 来人 全军出击 杀他们 是 这些娇人 早已经憋了一肚子火 他们迫不及待 要杀了这些人族 林玉呵呵一笑 下一刻 迎接他们的是 近两千个试验 光芒一扫 不少娇人族躲闪不及 就受了不轻的伤 人类 好胆 石化光线 化珠之光 大海之怒 湛蓝冰枪 一个个技能 铺天盖地杀来 林玉分身呵呵一笑 瞬移离开 这些人的攻击落空 心中大怒 诸位 近身战斗 好 就发现他们的实力 真的很强 不说别的 肉体竞比异兽 还要强得多 不愧是深海种族 能承受大海的水压 肉体强大 也不足为怪 人类 死吧 一根根带着骨刺的手臂 朝着林玉分身杀来 分身已经落入下风 但林玉丝毫不慌 使用蓄弥佛布 游走在他们中间 不时偷袭一下 让娇人族头痛不已 这时 娇人王大怒 手中权杖 朝着虚空挥舞 海神之怒 一道奇异的光芒 从娇人王手中的权杖 散发出去 这光芒肉眼不可见 却在影响着周围的一切 如同一道无形的狂风 隐隐带着怒吼声 横扫周边一切 哄 光芒扫过分身 林玉附身在分身的意识 顿时一致 有种连接不畅的感觉 竟能对我的意识产生影响 林玉心中惊讶 她的意识链接能力 是分身天赋自带的 就连灵魂攻击 都伤害不到她的意识 但这奇异光芒 竟能直接伤害意识 这必然是一种高等级的力量 焦人王大惊道 你们为何没有晕过去 八阶人族 不可能抵御海神之怒 她心中大惊失色 自她继承王位以来 手持着海神权杖 在大海中 她几乎没有敌手 本来来到陆地上 也几乎横扫无敌 却在这里碰到了硬茬子 区区几千个八阶人族 竟能抵挡海神之怒 这不合理 林玉懒得搭理她 使用须弥佛布 闪到了远处 与此同时 林玉的傀儡 也开始行动起来 只见这些傀儡形态格异 但都是兽形 而且一眼看去 根本看不出是傀儡 傀儡昏入海兽之中 偷偷将陷入幻境的人族 转移到了别处 这一幕十分隐秘 焦人族并没有发现 他们已将全部精力 放在了分身上 在他们看来 分身的能力太诡异了 不仅技能都一样 而且还无惧海神之怒 这让焦人王的心中 首次出现了慌乱的情绪 如果没有海神权杖 她的实力虽然也不弱 但也就是一个 顶尖九阶的层次 完全达不到 现在的力量层次 杀 好 拉远了距离 彼此对峙了片刻 再次杀了上去 双方近身战斗 林玉的分身吃了个大亏 这些焦人族的肉体很强 而她手中使用 万宝宁气绝 凝聚的铠甲和武器 只有六阶的层次 如果不是附着上能量 完全无法破防 林玉看在眼里 也知道必须速战速决 这时 那焦人王再次举起 手中的权杖 天国之光 哄 无形的光芒 再次横扫而来 这一次 林玉的意识 竟陷入了一片幻境之中 她看着四周熟悉的环境 发现竟是她在地球上的家 不对 我穿越了 这不是真的 瞬间 她就意识到了问题 收回意识 她默念叨 下一刻 意识从这幻境中脱离出去 而在战场外 林玉的本体 也睁开了双眼 她心中危惊 感到不可思议 这力量竟能影响她的意识 以后还是减少使用意识附体的能力吧 此时 战场上 林玉分身 却丝毫不受影响 天国之光 可以让生灵陷入幻境 但林玉的分身没有灵魂 而是一种更加独特的存在 这天国之光 自然对分身无效了 焦人王大惊失色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嘴里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杀了他 林玉不管这些 命令道 分身们接到命令 一起抬头看向了焦人 何其 林玉默念叨 下一刻 白光浮现千米方圆 那些焦人见状大惊 连忙忌惮地后退 他们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 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撤离此地 等了一会儿 白光散去 原地的数千个分身消失不见 取代他们的是两个庞然大物 四面佛 三头六臂筒子 左边是一个拥有四张面孔的 白米巨佛 巨佛四张面容 分别是贪 撑 吃 度 代表四种情绪之毒的面容 每一张面容下 是一个三头六臂的筒子 这筒子更高 足有一百二十米 三头的眼睛睁开 目视八方 六臂各持一宝 两个庞然大物 突然出现在原地 低头俯看着下方的焦人族 这可把焦人族吓得不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些人族呢 他们又是什么东西 人族消失了 他们出现了 难道是陷阱了自己 召唤了这两个庞然大物 不可思议 好可怕的人类 我王 请求下令 诛杀这两尊怪物 焦人王看着这两尊庞然大物 心中不平静 海神权杖两次失礼 让他不是很有信心了 心中颇为忐忑 他沉阴片刻 践行是不对 后退一步 高声吼道 杀了他们 好 杀呀 四面佛迎了上去 灵狱不敢继续 将意识附着上去 但是他可以远程操纵 他下达攻击的命令 四面佛朝前走了一步 四张面容张开大嘴 最终凝聚出四种颜色的火焰力量 贪嗔吃肚 四毒之火 去 下一刻 能量化作四种颜色不同的火焰 以漫天火海的形式 朝着冲过来的焦人族扑去 那些焦人族刚刚冲过来 就迎面撞上了火焰 哄 他们使用技能抵挡 但很快 他们发现自己错了 这火焰看似有形 实则无形 一旦接触 就会勾起贪嗔吃肚四禽 令人无名夜火生腾而起 活活被情绪之火烧死 这是一种作用于情绪的力量 也是使用新的合体术后 自然而然觉醒的力量 以前 他合体之后的分身 不能觉醒一些特殊的力量 比如 纯阳剑仙的纯阳剑气 比如四面斧的贪嗔吃肚四禽之火 这时 眼见众人陷入情火之中 焦人王大目 海神之国 哄 这一次不再是影响心灵的力量 而是蕴含一丝神力的海水 海水涌来 与情绪之火 发生激烈碰撞 最终 势均力敌 同时消失不见 焦人王见状 松了口气 他指着分身 大喝倒 而等到底是从何而来 分身的目标只有一个 杀死他们 分身的不理会 让焦人王心中怒火生腾 杀杀杀 给我杀他们 他已经癫狂了 哄 这一次 数千万海族也加入了战场 他们使用技能 一起朝着分身攻去 这规模太大了 但他又不是靶子 一个瞬移就离开了原地 让那些技能落空了 杀 好 期间以上的海兽和焦人族 开始人海战术 四面佛盘坐在虚空中 八只手臂 对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 眼见抵挡不住了 一直沉默着的三头六臂童子动了 只见他睁开双眼 其每一颗头颅上 都在眉心处打开了一颗树眼 树眼一开 虚空震战 远处的灵域大惊道 这技能触发这类技能 不可思议 此时 灵域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因为他感受到了 这技能的恐怖 三只树眼睁开 三头六臂的孩童 三张嘴巴也依此张开 以相差三秒的时间间隔 吐出了三句话 人眼 无可操纵世间情欲 地眼 三只树眼 一个比一个牛逼 惊呆了灵域 此话刚刚落下 那娇人族便大喝道 故弄玄虚 诸位一起出手 粉碎了他 出手 哄 数千万海族一起出手 那场景惊天动地 百里之外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灵域呵呵笑了笑 这分身太强了 估计这次使用过后 下次再使用这项神通 可能是以年为单位 灵域没想到 他只是想弄个三头六臂的哪吒 阴差阳错 却把阳俭的天眼给弄上去了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融合之后的概念 诞生了三个牛逼的眼睛神通 面对阴癌的攻击 他轻轻抬起人眼头颅 嘴唇微动 神通 人眼 哄 代表人眼的树眼猛地睁开 一道道奇异的光芒 从眼睛中立刻迸射而出 光芒所过之处 所有的海兽都停止了攻击 他们立即陷入了造狂之中 灵域见到这一幕 给四面佛下达命令 结束他们的幸免 四面佛八只手臂 八种兵器挥舞 千米方圆都被他瞬间横扫一空 这就是体型大的优势 攻击范围也大的离谱 一瞬间 四周的海兽消失了一大片 无量大海 焦人王放弃使用海神权杖 召唤无量海水攻去 其他焦人也纷纷使用技能 一时间各种光芒布满天空中 然而 人眼力量还没散去 光芒横扫而去 瞬间 一部分意志不坚的焦人也中招了 他们双眼通红 心中烦躁无比 而另一部分则受得影响不大 他们愤怒道 猖狂地大笑着 逼近着 然而 下一刻 迎接他们的是另一个神通 地眼 地眼 可操纵世间兵器 三头六臂童子的第二张嘴 不带有一丝感情吐出这句话 地眼睁开 土黄色光芒 从天而降 融入大地之中 轰隆隆 大地轰隆隆响了起来 孩童双目纯白 低头看向了大地 突然 大地之上 隆起了无数大小不一的古包 这是什么 焦人族强者一脸疑惑 他们小心退后 唯恐一不小心中招了 这诡异的童子 实在太可怕了 这时 童子又在自言自语 大地 无知兵器库 蕴藏无限兵器 无取之则来 藏则风锐 无限兵器 哄 一声令下 地上那无数隆起的古包 突然破裂开来 只见破裂的古包里 竟是各种各样的兵器 有杖八蛇毛 也有百米长的青龙眼月刀 还有两头由山峰组成的双头锤 在地眼眼中 世间万物都是兵器 而人类眼中设定的兵器概念 是浅薄而无知的 大地是地眼的武器库 可制造无限兵器 地眼可取走 可操纵 可令兵器藏风 轰轰轰 太多了 也不知是几千万 还是几亿兵器 从地里飞出去 杀响焦人族 焦人族面对铺天盖地的兵器语 拼命抵挡 可是一个个很快力量枯竭 被无数兵器淹没而死 33小说王 焦人王见到这一幕 知道大势已去 他悄悄后退着 趁属下断后 疯狂朝着海中逃去 只要逃到深海里 靠着海洋的优势 他一定能反杀 罪不计也不会死 我王救我 扑吃 树把长剑 将其刺穿 相同的场景不断发生着 地下还在不停喷涌着武器 仿佛真的是无限兵器一般 一个个焦人陨落 死在兵器围攻之下 这一刻 他们才体会到绝望 什么人还战术 面对真正的强者 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们死了 死不瞑目 而焦人王趁乱逃跑 已不见了踪影 灵狱寻找遍地 也没有找到那家伙去了哪 于是 他看向了灵凡 灵凡摊开双手 苦笑道 大哥 我也没注意 他应该是逃回海里了吧 那太可惜了 他手里的权杖 可能是半神器啊 你这小子 一点都不急啊 大哥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别抱怨了呗 咱们赶紧把这些海兽杀光 也许就升到九阶了 灵狱不想搭理这小子 不过生气归生气 他也不会乱发脾气 而是下达命令到 速战速决 全杀了 短短几个字 却决定了数千万海兽的命运 于是 四面佛亲自下场 他神区庞大 一个横扫 就是数万海兽死亡 但是 相较于他而言 三头六臂童子 才是最屌的 他操纵着无尽兵器 将方圆万米内的海兽 以极快的速度 一扫而空 灵狱脑海里 不停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他兴奋地等待着那一刻 过了大概十分钟 终于等来久违的一刻 丁 恭喜你 可以升级到九阶了 是否现在升级 是 丁 升级中 丁 升级成功 金光浮现 灵狱被迫飞到了空中 无数力量汇聚在心口 将他托举在空中 犹如神圣一般 他一点点升高 最终定格在了千米高空 他俯瞰下方 犹如神灵巡视人间 一双眼睛平静冷漠 手中力量凝聚 仿佛能一拳轰碎空间 此时 随着焦人王的逃离 天国之光的效果 已经散去 那些陷入昏迷中的人类 开始不断苏醒中 他们刚刚醒来 抬头望向天空 顿时惊掉了下巴 他们看了什么 一尊百米高的四面佛 还有一个三头六臂 眉心长着三颗天眼的童子 他们是什么东西 是敌是友 不过 这些疑问在心中产生不久 很快就被另一个意向吸引了 那是千米高空中的异景 只见那里无数光芒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 无数能量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被吸入球体之内 不少人见到这一幕 都惊骇难言 那是谁 是谁在突破九阶 焦人族呢 海兽呢 又去了哪 我陷入幻境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能告诉我啊 不可思议 虚空光芒一闪 阎君等人旁边 扶瑶子的身影浮现而出 扶瑶子平静道 是灵狱 什么 你说是灵狱 狱者张大嘴巴 一脸震惊道 灵狱他才多大 现在就要九阶了 他不是上个星期才八阶的吗 这座火箭 也飞不了这么快吧 太离谱了 扶瑶子重重点头道 是他 他杀光了海兽和焦人 焦人往野落荒而逃 关键是 那时他还是八阶 说完这句话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废物 阎君三人傻眼了 这灵狱到底是什么人 神灵转世不成 狱者指着天上的两尊庞然大物 问道 那是什么 灵狱的合体分身 狱者再次傻眼 特么的 这灵狱有点超纲了吧 这两尊庞然大物的气势 比他都强大多了 阎君和神僧也是一脸恶然之色 心中震惊 久久不能平复 一个巨大的光球 悬浮在千米高空之中 其光芒之耀眼 犹如一颗太阳 照耀着四方 33小说 时间流逝 夜幕开始四合 但天地之间仍是一片明亮 众人指着那天空中的圆球 心中震撼又羡慕 这可是突破九阶时 才会有的意向啊 大多数人 连突破到七阶都是难时 更别提九阶了 但淋浴的九阶意向 持续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不由让人心中惊叹 听说突破九阶 时间越长影响越大 能吸收到的天地能量就越多 突破后 底蕴就越强 实力也越强 对 我也从书上看到过 但我还是第一次见人 突破到九阶 我见过一位前辈突破九阶 你们猜他 花了多长时间 快说 不然全都伺候 别打我 我说就是了 那位前辈啊 花了两个小时就突破了 谁记得淋浴 现在多久了 我简单记了下 大概六个小时了 了不起 羡慕啊 比那位前辈厉害 好了 别议论了 赶紧干活吧 这海族尸体太多了 都赶紧收拾一下 等虚空公司等几大势力来收购吧 这么多海兽尸体 淋浴得占一大半的 放心 高层考虑的比你周到 好吧 好吧 干活干活 众人继续干活 开始热火朝天地清理着地上的尸体 人族的尸体被小心地收敛起来 烧成骨灰 然后被人带回他们的家乡 之后 内阁会发补助 保证其亲人的生活 另外的尸体 则是海兽和娇人族的 这一部分的尸体 则被专门的公司收购 他们将这些尸体拉回工厂 制造肥料 饲料 丹药等产品 再销售猪借 人族的工业化 保证了他们生产的高效率 因此 人族在猪借中的商品 也多是以这类可量产的产品为主 靠着薄利多销的方式 人族从各族手中 赚取了不少的资金 常被人称为猪借工厂 而在不远处 御者几人正一脸惊讶 望着灵狱化身的大光球 御者惊叹道 灵狱的潜力不错呀 这都六个小时了 我记得我当初花了八个小时 扶摇子说道 贫道也是八个小时 神僧点头道 贫僧也是 最后 众人看向了沉默的严君 御者拍着他的肩膀道 没事 不要灰心 严君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我花了十个小时 话音一落 众人微惊 突破九阶的一项 吸收天地能量的速度 是在不断增加的 所以 越往后吸收能量越多 也越难以维持 别看八个小时和六个小时 只差了两个小时 但两者吸收的能量多少 可能差了一倍 而八个小时 和十个小时的底蕴差距 应该有一倍的差距 御者不信道 你要说九个小时我信 但十个小时绝对不可能 严君说道 你爱信不信 剑神当时就在我身边 你有时间可以去问他 御者黑黑一笑道 好吧 我信了行吧 对了 剑神当初花了多久 严君文言 回忆起了往事 当年 他们五人组队一起杀怪 为人类开辟出这一片生存之地 再后来 与阁老一起组建了内阁 让人类开始稳定下来 成为诸族中的一员 遥想当初感慨不已 而此刻被问及剑神的往事 他心中微微一叹 在九阶之前 剑神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而像御者扶妖子等人 早已名动一方 不过 那时候 他和剑神就已是同伴 而他也是唯一目睹过 剑神突破到九阶的人 那时 他被震惊到了 说啊 发什么了 严君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们曾经是同学 难道是假的 严君呵呵一笑道 还给我整机降法了 我告诉你们吧 15个小时 话音落下 现场一片寂静 15个小时 这得是多强大的底蕴 才能做到啊 因为吸收能量的速度 是随着时间的增加增长的 因此 越是往后 差距越大 8个小时和15个小时 可能差了5倍的差距 难怪剑神突破九阶的三年后 与我们一起组建了内阁 开拓了领地 就不再愿意和我们组队了 欲者想到了过去 不由感叹出声 神僧和扶妖子也深受震撼 不过 1 到剑神的实力 他们也就释然了 剑神这种人 一个人族也就出一个 不对 可能不久后 要再加上一个 严君指着灵狱说道 也许灵狱会是下一个剑神 我们人族会再多一个半神吗 他期待那一刻 如果人族有两尊半神 他们就可以扩张领土了 如今 人族生活的区域虽大 但四周强敌环四 防守成本太高了 可以节省不少边疆防御的成本 这有助于发展 而且还可以全身心去开发海洋 海洋太神秘了 没人不好奇 三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聊着聊着 觉得没意思 就进入那个聊天群 当他们将这件消息 公布出去之后 众人震惊了 格老 老夫早有预感 此子非池中之物 果如我言 赤羽 格老 你要点脸不 这句话 明明是我说的 剑枯 哎 赤羽 你咋了 欲者 剑枯可倒霉了 他刚来到战场 就被骄人王的天国之光 拉入幻境 现在无地自容 也不知跑哪了 神僧 阿弥陀佛 平僧也被拉入幻境了 若不是灵狱力挽狂澜 我们已死了 扶瑶子 是啊 感谢灵狱 这时 远在归须至尊学院养伤的剑神 突然从闭关中醒来 他低头看了眼 不停滴滴滴响的腕表 打开腕表 进入群聊 看了一会儿 他欣慰地笑道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厉害 等你突破到半神 我就半饮退吧 你守护人族 而我也可以放心去诸界闯荡 为成神做准备了 时间缓慢流淌 月升又落 日升又落 又是一夜过去 总计三十六个小时之后 朝阳出生 一颗火红的太阳 与一颗白色的小太阳 一同绽放最璀璨的光芒 突然 一声长啸 冲天起 哄 他终于完成了九阶的蜕变 光芒消散 林玉平静而立 双眸绽放着神光 他俯瞰下方大地 犹如神灵俯瞰人间 威风凛凛 令人膜拜 终于突破到九阶了 林玉站在千米高空之中 吹着狂风 头发和衣服烈烈作响 他抬起双手 感受着双手强大的力量 心中的信心在急速膨胀 我现在的实力 谁人能比 他很想猖狂大笑 宣泄内心积压的激动之情 这时 林玉飞飞了过来 他舔着脸 指着自己 嘿嘿笑道 大哥 我我我 林玉看他这滑稽的模样 点了点头 林玉见状心中大喜 就静静等着 突然 林玉体内的力量开始暴涨 不一会儿就达到了九阶 作为林玉的身外化身 他突破到九阶顺理成章 而且还继承了林玉两倍的基础战力 没有出现九阶异象 很平静的就突破了 林玉说道 手脸气息 不要让人看出来你也突破了 林玉黑黑笑道 放心吧 大哥 我别的不强 这隐匿的能力 还没人比我厉害 说着 他便开始隐匿实力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八阶的气势 林玉点了点头 正要离开这里 突然几道光芒冲来 那几道光芒 形态个异 但颇为熟悉 他思索了一会儿 又看了几眼 确定了来人的身份 笑了笑 便停住了脚步 光芒消散 露出了几张熟悉的面孔 林玉 你这小子推变态了 一年不到 就突破到了九阶 欲者一脸羡慕之色 心里酸溜溜的 神僧唱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老那见 小施主分身合体 屡次使用佛像 看来佛根深重啊 可有去我学院修行一二的想法 林玉文言 嘴角扯了扯 不愧是佛家传统 扶摇子文言 立即说道 你没见佛像 都是陪衬吗 而且 三仙城就在不远处 还是先去 我三仙城做客要紧 33小说网 神僧还要再劝 老那以为 话未说完 严君插嘴道 林玉 你如今已是九阶觉醒者 以你的实力 如今在九阶中 无人是你的对手 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林玉文言 沉思片刻 他说道 各位前辈 我寄来了东海城 那便是缘分 我下一步打算 将这焦人族彻底灭了 遇者担忧道 林玉啊 焦人族居住在深海 我人族在水中的实力 会大打折扣的 林玉笑道 无妨 我有玉武行丹 可在水中如鱼得水 比陆地上还自在 众人文言 再次吃了一惊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 而且这玉武行丹 他们自然听说过 这可是九节丹药 你现在是九节炼丹宗师了 众人心中不平静 小心问道 林玉摇头道 炼丹可比修炼难多了 我只是将丹方简化了一下 只能炼至四节玉武行丹 药效虽弱 但胜在丹多 众人再次惊叹 这林玉修炼天赋和悟性 都堪称妖孽啊 九节丹方 硬是被你改成了四节丹方 不得了 看来未来的九节丹师 就非你林玉莫属了 几人心中震撼 久久不语 林玉见状笑道 诸位 东海城之威刚刚结束 如今城内城外一片狼藉 诸位前辈 还是快去处理一下吧 严君恍然 芒说道 林玉说得不错 我们告辞了 御者召唤出白虎 骑在白虎背上 说道 走 神僧和扶妖子也分别离去了 他们刚刚离去 林玉与林玉对视一眼 心中都暗笑一声 林玉说道 走吧 把这焦人王杀了 以绝后患 林玉疑惑道 大哥 大海茫茫 怎么找到他 林玉笑了笑 指着那三头六臂童子道 如今突破到了九阶 他的天眼可以使用了 使用天眼的力量寻找便是 同时 林玉也迅速将分身的实力更新了一下 分身的实力突破到了九阶 这合体的分身实力出现暴涨的现象 顿时 虚空震荡 化作两个巨大的能量光团 将四周照亮 不过 这并非林玉突破之时的异象 只是力量太强了 压迫了虚空 东海城的人 远远看到那两尊庞然大物 一个个心中 生起了敬畏之情 他们太大了 而且气势太强了 犹如神灵在世一般 令人心中不自觉生出崇拜之情 林玉命令道 使用天眼 寻找深海浇人王 三头六臂童子点了点头 长着天眼的那颗头颅 转到了面向大海的方向 他的头颅轻轻抬起 眉心的树眼裂开 倒到金色的神光 瞬间从树眼中迸射而出 东海城内城外 所有人都被吸引了目光 他们都抬起头 目录惊讶地望着三头六臂童子 指着那金光疑惑道 城内未曾陷入幻境的人 解释道 林玉的这个合体分身 有三种神通 分别是人眼 操纵世间情欲 地眼 操纵世间兵器 焦人就是被地眼灭掉的 最强大的是这天眼 可观九天十地 令三魂归天 六魄入轮回 这人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死 恐怖如斯 那人得意道 你们是没见地眼的力量 整片大的都化作了兵器库 什么山峰一样大的锤子 什么千米长的长枪了 简直强大到离谱 太震撼了 众人闻言 一个个都露出了向往之色 他们望向那三头六臂的童子 一个个露出了敬畏之情 突然 那童子大喝道 无有一眼 名曰天眼 可观九天十地 令三魂归天 六魄入轮回 天眼 开 哄 金光大圣 一缕缕金光洞穿了虚空 将空间拉近 在空中投射出一片海洋画面 众人抬头看去 发现刚刚开始是海面 然后拉近拉近 渐渐变成了海底 一百米 三百米 一千米 一万米的海底之后 终于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 并不是传闻中的幽深一片 而是明亮如白昼 各种发光的动植物 充当着光源 将这一片深海照亮 突然 镜头一转 一个头戴王冠 颇为狼狈的焦人王 浮现在镜头之前 众人大惊道 是那逃跑的焦人王 他这是干什么 只见那焦人王 来到了一扇灰色的大门前 他深深呼吸 上前敲响了大门 当当当 门响了 不一会儿 一道苍老 但中气十足的声音 传了出来 何事 焦人王听到这声音 心中激动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老祖宗 重生被人欺负了 他哭诉喊道 门内存在文言 静默许久 并未回答他 透过影像 众人看到这一幕 松了口气 能让这焦人王下跪的 实力不会弱 幸好对方和这人感情一般 似乎不打算帮忙 老祖宗 还请您替我报仇啊 焦人王再一次哭诉道 下一刻 一股暗流涌了过来 然后 那暗流化作一只巨大的手臂 停在他面前 突然猛地 将他死死地捏在手心里 无能的后代 滚 可是 滚 是 焦人王一脸绝望之色 他被松开退下 正要转身离去 突然 一变突生 一道道奇异的波动传来 焦人王感觉这气息有些熟悉 但又不确定 突然 那苍老的声音变得微微颤抖 是半神器 哈哈 老朽寻了百年 今日终于寻到你了 咦 竟有人在取走半神器 区区九阶 何得何能拥有半神器 今日 老朽出关 夺回这一世的半神器 焦人王一脸迷茫 半神器 什么半神器 说的好像不是我手中的半神器啊 难道出现了新的半神器 老祖要出关了 太好了 他心中惊喜万分 跪倒在地 恭迎老祖出关 咔咔 石门缓缓推开 一个面容苍老的焦人 从石门里走了出来 他刚刚出现 四周便聚集了大量的海水 他抬起枯瘦的手臂 捏起一团水 拿在眼前细细打量一番 呵呵笑道 老朽闭关百年 实力早已恢复 而且更进一步 你是我的虫酸 他低头看向了焦人王 与其变得温和了一些 焦人王激动道 老祖 我正是您的虫酸 还请您为众酸报仇啊 报仇 呵呵 拿着老朽的半神器 你都打不过人家 真是个废物 他伸出手 顿时一道强大的犀利 将焦人王手中的权杖 吸到掌心里 他端向了一番 说道 百年时间 没有遗失 算你们这些后代 还有些用处 焦人王看着空空如也的掌心 心中失落 这半神器是他的底气 如今失去了半神器 他心中有点空空的 但是 一想到老祖会为他报仇 他就激动了起来 老祖乃是半神 你们这些人族再强 还能是老祖的对手 老祖 您还记得东海城吗 焦人王小心问道 半神焦人文言 瞥了他一眼 东海城还在呢 你们真是无能 焦人王虽然被骂了 但一点都不生气 他心里却吐槽 您当年都没有灭了东海城 更何况我呢 老祖 这人族经历了一场大战 实力折损大半 我那争夺王位 失败的弟弟 想灭了东海城 替您出气 谁料却失败了 把命都丢在了东海城外 今日 我去找那人族讨要说法 却遭遇了一个人族的变态天才 此人能使用合体之术 厉害无比 我们数十个九阶都不是对手 说着说着 他脑海里就浮现出 那个三头六臂童子的模样 那童子太恐怖了 力量层次绝对超越了九阶 话音未落 焦人半神露出了感兴趣的眼神 有点意思 看来人族又出现了不错的天才 等我取回那件半神器 再去为你报仇吧 焦人王文言 连忙跪倒 下一刻 水波荡漾 他眼前的海水剧烈动荡了一下 再看之时 发现老祖已经离开了 他喃喃自语道 不愧是半神 速度之快 我竟看不出分毫痕迹 他心中惊叹 这就是半神的力量啊 简直太强大了 就是一百个九阶 也不可能是半神的对手 不说别的 单单半神的出手速度 也不是九阶强者能够抵挡的 我得赶紧跟上去 去上面看看情况 此时 海面之上 波涛汹涌 浪花飞舞 一只巨大的乌贼 被一个头发散乱 满身是伤的人类 一枪刺穿了头颅 只见到乌贼虽然已经死了 但身体 还在条件反射时的动弹着 这个人类气喘吁吁 身上的铠甲 也碎成了一块块 尤其是他胸口上 一条从尖处裂开 一直延伸到腹部的大口子 极为醒目 呼呼 战斗了这么久 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是 总算杀了这乌贼 不愧是海兽 生命力极其顽强 他拔出腰间的短剑 对着乌贼的腹部 使劲划了一刀 扑吃 因为已经死亡的缘故 腹部的皮肤没有那么硬 被轻松划开了一道口子 让我看看 半神器到底哪里 他一刀刀划开乌贼的皮肤 一点点一寸寸的 寻找着半神器 这乌贼太大了 堪比一栋三层别墅 其腹部又十分复杂 找起东西来特别麻烦 找了许久 突然 他眼睛一亮 伸出手 从乌贼腹部 掏出了一个肉团 手掌中能量浮现 化作一道剑形斩机 扑吃一声 肉团裂开 血液四剑 隐约能看到一把剑的轮廓 剑身泡在血水里 露出了一节剑剑 哼 十个百年 你终于在线时间了 他一把抓住剑柄 出来 蹭 一声轻盈响起 那肉团瞬间四分五裂 就连血液也在剑光下 化作了灰烬消散不见 看着这把剑 他喃喃自语道 不愧是上任城主的半神器 好强 他握着这把剑 感觉剑并不排斥他 而且他也发现 这剑上拥有几个固有技能 半神器的技能 他惊讶到 心中激动 难怪当年上任城主 压得海族抬不起头 原来手持半神器 就能这么强啊 可惜了 当年他若没死 或许也已是半神之境了 由此神剑 何惧海族 海面上 海浪平复 风也停止 唯有一把三尺长剑 气势惊人 静下跑了方圆树里的海兽 风锐的剑气 缠绕在剑身上 他轻轻挥舞剑身 就会有一道堪比九阶的斩机 端向了好一会儿剑 他终于在剑柄处 寻到了两个字 朝夕 朝夕剑 这就是半神剑的名字 上任城主 就是凭借此剑 不仅在内阁中 稳坐第一等席位 还压得海族抬不起头 不敢侵犯 威风一时无两 若不是当年在那一战中陨落 他或许已是半神了 拿着这把剑 让他信心倍增 仿佛握住了天地一般 给人一种近在掌握的感觉 太强了 他猖狂大笑着 方圆树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突然 一变突生 一只枯瘦的手臂 从虚空中伸了出来 抓向了朝夕剑 小子 区区九阶 不配拥有朝夕剑 拿来吧 此神剑 归老朽了 话音未落 掌已经快要 触碰到朝夕剑 好快的速度 方镜心中大惊 拔出朝夕剑 迅速朝着对方斩去 朝夕无量 顿时 一刀刀战蓝色的朝夕 凭空浮现在虚空之中 朝夕携带着厚重的气势 又兼具风锐的气势 两者合一 将枯瘦手掌 包裹在了朝夕之中 断 方镜轻声喝道 哄 湛蓝色的光芒大亮 朝夕压缩 形成巨大的压力 突然 方镜大惊失色 盲退后数理远 那苍老声音再次响起 哼 当年的东海城城主 都伤不了老朽 更何况是你 拿来吧 朝夕剑 他轻轻一挥手臂 缠绕在手臂上的朝夕 就被震散了 然后 他的手臂继续抓向朝夕剑 哄 手臂速度太快了 方镜没有任何反应 手中便是一空 朝夕剑被抢了 他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掌 心中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 哭受手臂的主人 现出了身形 他拿着朝夕剑 哈哈大笑道 老朽寻了百年 还得感谢你这个人类啊 就送你一死吧 说吧 他抬起朝夕剑 朝着方镜劈去 人类 去死吧 轰隆隆 一道湛蓝色的朝夕 凝食成上百米的斩机 斩机落下 风声四起 方镜想要躲避 但他发现 这斩机锁定了他 他不管躲向哪里 都会被这斩机追上 他看着越来越近的斩机 绝望道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这是我们东海城主的宿命吗 两代人都死在了 同一个一族手中 呵呵 我不甘心啊 他双眼通红 大吼道 我方镜纵使是死 也不让会死在你手里 他压缩体内能量 大吼道 自爆 能量在压缩 眼见就要自爆了 突然一双手按压在了 他的肩膀上 瞬间 他消失在了原地 体内能量 也在迅速恢复平静 扶妖子一脸无奈道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 动不动就自爆 这可不是好习惯 狱者也凑了上来 嘿嘿笑道 可别傻了八级学灵狱 那家伙自爆再多次 他本体一点是没有 严君也安慰道 对方是半神 你打不过也很正常 不要沮丧 神僧唱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平僧认为 历经苦难才能抵达彼岸 方施主无需哭丧着一张脸 方斤是欲哭无泪啊 他虽然得救了 但怎么可能开心了起来 半神器没有了呀 我的半神器啊 他心里拼命呐喊 但看着四周众人关怀的眼神 他沉默了下来 哎 最终所有遗憾 都化作了一声叹息 罢了 能活着就不错了 半神器丢了就丢了吧 嘿嘿 他吐出了一大口血 身体迅速萎抿了下来 此时 他已经没有了精神支撑 身体再也撑不住了 其他人健壮 连忙将他扶了起来 欲者大喊道 快去找治疗系的觉醒者 多找几个 他话音刚刚落下 天空突然黑了下来 怎么回事 天怎么突然黑了 你们快看海上 出现了大变化 我的乖乖啊 这是海啸 已经遮蔽了天空 难道海族再次进攻了 他们真是贼心不死啊 不对 你们看那天眼显现出的画面 是那个娇人半神的手段 半神竟然这么强大 竟能操纵这么大的海啸 他现在有两件半神器啊 这可怎么办 对方是半神啊 我们打得过吗 你们看 凌玉的合体分身上去了 此时 凌玉命令两尊合体分身 去迎击海啸 他们刚刚更新过实力 此时又是合体状态 从能量强度上来说 已经量变引起质变 也就是说 这两尊合体分身 已经有了半神的力量 虽然本质上不是半神 但力量上能媲美半神 只见四面佛百米高的身躯 率先抵达海啸下方 长 长 随着一声声长 他的体型迅速膨胀 眨眼间 已经从百米高涨到了千米高 不仅如此 他手中八只手臂的武器 也都化作了波鱼 波鱼很大 每一个都有百米之金大小 他伸出波鱼 轻声鹤道 收 哄 八个波鱼 绽放出金色的光芒 顿时 天上的海啸 受到了波鱼的庞大吸力 化作一道道水流 朝着波鱼涌去 八个波鱼 化作了八个无底洞 将天上的海水纳入其中 这一幕是如此的震撼 仿佛八条天河在天际流淌 又仿佛八条水龙 被降伏在波鱼之中 东海城 数百万人望着这一幕 纷纷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太强了 太震撼了 震得全身发麻啊 灵狱到底还有多少底牌啊 而另一边 扶妖子等人 也目光呆滞地望着天空中的一幕 他们心里一点不平静 尤其是方静 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之色 他指着天空中的一幕说道 那四面佛 是什么 遇者叹息道 那是灵狱的合体分身 这四面佛 还没那三头六臂童子厉害呢 这不可思议 灵狱竟这般强大了 他正正难言 震撼得浑身颤抖 不好 那个娇人半神要反击了 虚空中 一个三头六臂童子 眉心天眼睁开 光芒照耀虚空 将那娇人半神的影像投射而出 只见虚影中 在那遮天蔽日的海啸上空 娇人半神 左手持海神权杖 右手持潮汐神剑 冷若冰霜的面容上 浮现一丝讥讽的笑意 东海城 数百万人抬头看着这一幕 这老家伙真嚣张 真以为他是半神就无敌了 难道不是吗 我就是看他不爽 为什么老是找我们的麻烦 这个老教人是谁 一百年前 上任城主拥有半神气潮汐剑 压得海族抬不起头 威风一时无两 可惜 可惜什么 快说啊 这人故意卖了个关子 见众人心急如焚 他故意不说 最后见众人一副危险的眼神 他不敢不说了 他说道 当年啊 上任城主实力很强 但也得罪了无数海中一族 那普通一族不是我们的对手 要不是我们不适应海战 早就把那些一族给杀光了 这近海万里区域 一族全都被杀跑了 但是 半神气的事情 还是被这些逃跑的一族传了出去 最终引来了深海焦人族 而当年 也就是这位焦人半神 那时候他还不是半神 但实力十分强大 也有半神气在手 上任城主大人和他打了一场 结果不知什么原因 陨落了 不过 在死前也让这焦人半神受了重伤 一直再没有来找我们的麻烦 没想到时隔百年 又出现了 众人闻言 心中惊奇 还要再问一些细节 突然天空中传来了巨大的动静 轰隆隆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仿佛巨锤在敲打虚空 天地都跟着震战起来 怎么回事 众人大惊 因为地面也跟着颤动了起来 突然 那焦人半神飞到了东海城上空 他低头俯瞰了一眼东海城 回忆起了百年前的往事 当年 他从被东海城主赶跑的一族口中得知 这里有一个拥有半神气的人类 他听说这事之后 感到了危机 因为他也有半神气 他深知半神气的威力 所以 他偷偷来到了大陆 想要杀了对方 夺走半神气 如果他有两件半神气 他的实力就更强了 实力增强的诱惑 他无法抵挡 于是 他来到这里 偷袭了那个人族 不过那人族反抗的力度很大 他也身受重伤 对方死后 手中的半神气也不知所踪 而他回到族里 将自己的半神气交给了儿子 而他则闭关养伤 这一闭关就是百年 百年时间不仅让他恢复了伤势 还再次突破 成为了半神强者 本想等巩固修为之后再出关的 没想到遇到了这么多事 而且还获得了朝西剑 真是天命眷顾啊 他心中畅快无比 今日 是老朽的幸运日 所以老朽赐予你们灭亡 人类 不让你们苟活了百年 准备接受你们的死亡的命运吧 他举起手中的海神权杖 说道 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半神 海神权杖绽放光芒 照亮了四周 海神之怒 哄 海水跟着沸腾了起来 无数海水涌来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众人望着那海水 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因为这比刚刚那个 海啸规模更大 四面佛手中波鱼 亮起更大的光芒 将无数海水吸纳进去 但是 最让人震惊的是 地面开始颤动 而且裂开了一条条缝隙 不好 大地裂了 地下的水喷涌而出 它还能操纵地下水 快跑 去高处避难 快快快 水要冲过来了 众人大惊 连忙四散逃离 但是 地下水刚刚出现 那些水就化作一道道水溅 朝着四周无须喷舍 咻咻咻 不停有人倒地 鲜血染红了一地 扶妖子等人大喝道 快 救人 御者说道 我已令我的御兽去救人 乌精你也去 将他们带走 乌精离去 他那庞大的身躯 近乎千米之长 乌 乌精犹如诺亚方舟 带着一部分人 朝着远处的山飞去 俯瞰下方 只有无尽的洪水 洪水蔓延 水势湍急 气势惊人 令人震撼 暗中 林凡说道 大哥 这家伙的实力有点变态啊 咱们打得过波 也难怪他担忧 毕竟合体分身的实力 他并不清楚 林玉笑道 放心 交给童子 他能应付 林凡心中大定 期待道 赶紧的 我要看童子表演了 让这个老头看看 谁才是最屌的 林玉点点头 暗中下达攻击的命令 下一刻 虚空中 三头六臂童子的天眼 缓缓闭上 天空中 娇人半神的虚影 也消失不见 此时已经不需要天眼 来显现这一切了 因为抬头就能看到 娇人半神 娇人半神 一脸一脸细虐之色 对于这些人类 在他眼中 就仿佛随时 可以捏死的虫子 他则将目光投向了 让他感受到 危险的童子身上 在娇人半神身后 娇人王看着 狼狈不堪的人类 心中畅快无比 让你们牛 让你们杀我族人 几日全都得死 殊不知 是他先侵略的人族 而人族只是在被动防御 现在失败了 就将责任 推到对手头上 也真是够无耻的 突然 他脸色大变 老左 小心 娇人半神 凝神望向前方 和三头六臂童子 对视一眼 这个童子好强 不知是哪一族的人 他喃喃自语道 下一刻 童子的地眼睁开 地眼 可操纵世间兵器 大帝 唯吴之兵器库 无尽兵器 去吧 杀了他 轰隆隆 大帝本已裂开 成了地下水喷涌的源头 现在突然 又再次裂开 这次大帝裂开 却没有出现洪水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兵器 有山峰大小的锤子 有古老巨木形成的棍棒 还有地下津津之气 形成的刀枪剑戟 兵器太多了 无穷无尽一般 一眼望去 全是兵器的海洋 杀 一声杀字 响彻天空 无尽兵器冲出大地 杀向娇人半神 只见无数兵器 犹如喷涌的天河 远远看去 震撼的人头皮发麻 这一幕太壮观了 众人震撼地待置在原地 尤其是那些 中了天国之光 陷入过昏迷的觉醒者 他们没有见过这一幕 此时更是心神巨震 待置在原地 太震撼了 这就是 打败了焦人王的 地眼之力吗 没错 上次他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 我比你的表情还夸张 大地张开大嘴 喷涌无限兵器 简直太惊人了 你看那焦人王 吓得都逃了 诸位 让我们去杀了 这焦人王如何 扶妖子等人 也发现了焦人王的身影 他们眼神微眯 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上一次 这家伙有半神器在手 他们打不过 但这一次可不一样了 他已经没了半神器 不可能再是 他们一群人的对手 欲者呵呵笑道 正合我意 一起杀了他 走 空间转移 扶妖子大喝道 嗡 一道荧光闪烁 几人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焦人王身边 焦人王大惊 连忙后退 但是面对几个同阶对手 他在扶妖子等人出手的瞬间 就落入了下风 焦人王焦急喊道 老祖 救命啊 焦人半神听到呼喊声 脸色微变 他大骂道 废物 他手中海神全杖挥舞 令地下喷涌的无尽地下水 化作了一条条长蛇 对抗地眼的无尽兵器 顿时 长蛇与无尽兵器缠绕在一起 彼此不分胜负 焦人半神后退半步 手中潮溪剑 绽放一道璀璨的蓝光 潮溪无量 轰隆隆 无量的潮溪 仿佛上帝之鞭 抽打人间 这鞭子朝着三头六臂童子虚晃一招 突然掉转枪头 攻向了围攻焦人王的扶摇子等人 扶摇子等人心中大惊 但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这潮溪速度太快了 几乎是瞬息而至 抵挡 众人大喊 焦人王见状惊喜 正要出手 突然他脸色大变 也疯狂退后 轰隆隆 只见一个千米四面佛 出现在那潮溪无量之前 手中的八个百米直径的波鱼 化作八面盾牌 抵挡住了潮溪无量 四面佛口中嗡嗡响起 嘴里念念有声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无有八波鱼 须弥那戒子 手中的波鱼亮起光芒 光芒缠绕在一起 突然轰隆一声彼此交融 八个波鱼合体成了一个 新的波鱼呈现金色 仿佛镀金了一般 绽放着金光 瘦 一声呐喊 波鱼化作无底洞 将冲过来的无量潮溪 吸入进去 潮溪太多了 但波鱼也不甘示弱 不管来多少潮溪 都被吸进去 如此一来 双方陷入了僵局 谁也奈何不了谁 就看是潮溪先消失 还是波鱼先装满了 扶瑶子等人松了口气 有四面佛挡着 他们就不怕 那娇人半神了 嘿嘿 娇人王 你就等死吧 严君手中融合出破灭灶火 准备着攻击 娇人大惊失色 想要逃走 却被扶瑶子挡住了后路 娇人王 你进攻我人族 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 今天就送你 去见阎王爷 说着 几人同时攻击 空间静转 破灭灶火 白虎金地斩 金刚佛陀怒火 死 四道攻击瞬间来临 娇人王精锯万分 但是敌人来都是同级高手 他根本抵挡不住 轰隆隆 我不甘心啊 啊 他凄厉地惨叫着 令人毛骨悚然 终于惨叫声越来越小 啪哒一声 一具被烧焦的尸体 从空中坠落 众人松了口气 终于杀了这家伙 另一边 感应到焦人王死亡的焦人半神 愤怒地怒吼 废物 废物 给老朽死 两件半神器 被他扔到了空中 朝夕剑对抗着四面佛 海神全杖对抗着地眼 他则赤手空拳 望着三头六臂童子 你到底是哪一族的人 竟也有半神之力 然而三头六臂童子 根本没有回答他 见他放弃了半神器 则睁开了另一只眼 人眼 可操纵世间情绪 你知欲望 你知情绪 皆化为称 火 燃烧 去 嗡 一道道奇异的光芒 瞬间拨动了起来 朝着焦人半神杀去 焦人半神见他二话不说就动手 心里也郁闷 画珠之光 他使出了焦人族的绝技 他使用的画珠之光 比九阶的焦人族强了太多 只见这光芒所过之处 连空气都凝结成了珍珠 天空中 顿时所有的物质消散一空 只剩下珍珠雨 如同繁星坠落 美不胜收 不仅如此 人眼的力量光芒 还没靠近焦人半神 就被画珠之光 画作了珍珠雨 这一幕 美丽如幻 却又蕴藏无限危机 画珠之光 将人眼的光芒 画成了珍珠 力量也彻底消散 但是 下一刻 又一道石化之光积射而去 这道光芒太快了 瞬间就笼罩在了 三头六臂童子的身上 咔 咔 咔 三头六臂童子 开始迅速石化 不一会儿 画作了一栋巨大的灰色石素 娇人半神健壮 哈哈大笑道 与老朽作对 这就是下场 你不该帮人足的 这就是你的下场 此时 无数人望着这一幕 心思各异 怎么办 童子被石化了 折什么节 一定还有转机的 不可能有转机了 你们没看着娇人半神多强吗 一个人对抗四面佛和童子啊 对啊 我也感觉童子完蛋了 我们赶紧逃吧 扶妖子来到众人上空 面入冰霜 将那些散布谣言的人 统统抓了 谁再敢谣言获众 童童杀了 扶妖子冷声喝道 众人不敢再胡言乱语 扶妖子等人也面露忧色 他们在心里祈祷 童子一定没事 突然 咔嚓声响起 众人听到声音大喜 哈哈 童子没事 果然 童子从石化状态挣脱了出来 他刚刚解除了石化效果 天眼睁了开来 天眼 可令三魂入天 六魄入轮回 你知三魂 去天上 而知六魄 归轮回 且 天地大转 天眼的光芒照耀苍穹 方圆百里都弥漫着这奇异的光芒 本已暗下来的黄昏 在天眼光芒照耀下 顿时亮如白昼 无数人抬头望向光芒的源头 只见那里本来空空如也 此时却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一道黑白交缠着的太极图 出现在天空之中 太极图的黑白二色 彼此交缠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玄妙无比的图案 仿佛蕴含了世间一切真理 望之子沉迷进去 三头六臂童子 轻声谜南 天地分阴阳 魂魄亦如是 而之三魂 入太阳 归天 话音刚刚落下 那太极图上的白色部分光芒大亮 无数白色的光芒 化作一根根细密的丝线 穿越了虚空 朝着焦人半神缠绕而去 似要抓走他的三魂 众人望着一幕 震撼的头皮发麻 那白色的丝线 仿佛变成了天地的唯一 他们的心脏跟着砰砰直跳 期待着胜利那一刻到来 由此同胞 他们余有容颜 心中的自豪 感动得令人涕泪横流 太强了 我离得这么远 都感觉魂要离涕了 这丝线 是要将焦人半神的魂魄扯出来吗 应该是了 你们看白色丝线 靠近焦人半神了 焦人半神挡不住了 不对 他挡住了 轰隆隆 白色丝线停在了焦人半神身前 被他使用一道湛蓝色的屏障挡住了 但是 下一刻 童子又牺牲呢喃了起来 天地分阴阳 魂魄亦如是 而之七魄 六魄入太阴 归地 哄 太极头的黑色也化作丝线 朝着焦人半神而去 焦人半神大惊失色 你惹怒我了 焦人半神心中惊骇 但面上却怒到 童子不管这些 操纵着黑色和白色的丝线 对他轮番进攻 一旦他挡不住了 这黑线和白线 就会瞬间穿入他的眉心 将他的三魂七魄分成三份 三魂被白线抓走 六魄被黑线抓走 独留一魄在人间 这种力量十分诡异 针对灵魂的力量 有时候比空间力量 还让人棘手 焦人半神不擅长灵魂之力 他只能被动防御 别看他骂的声大 但其实已经陷入了被动之中 焦人嘞 他咬着牙 抬头望向童子 围观者众人望去 只见那焦人半神的眼中 水汪汪的 咦 他被气哭了 有人戏谑道 仔细看 这应该是他的技能 你们应该听说过 焦人的力量 在珍珠河内 听起来挺浪漫 但是面对一个老头子 而且长得还丑 真感觉恶心 你们快看 那焦人半神出手了 虚空中 焦人半神渲然欲气 仿佛是被人欺负的 小姑娘一般 但他一副丑陋面容 只会令人厌恶 你逼急了老朽 你的力量确实诡异 老朽也不敢 让这两道光芒近身 他能感受到 那力量的诡异 如果被这光芒近身 他会失去三魂六魄 只余下一魄 变成魂魂噩噩 活死人一般的存在 即使他真能轮回 也是残缺状态 七魄不完整 三魂又归了天 他永远不会再是他自己 所以 他不敢让这力量近身 他怕死 你能逼出老朽的焦人之泪 令老朽十分意外 一个焦人 只有一滴焦人泪 焦人泪 去吧 焦人的眼泪 十分珍贵 他们哭泣之时 眼泪会化作珍珠 但那并非真正焦人泪 只是珍珠而已 真正的焦人泪 一个焦人只有一颗 而且只有极少数天才 才会生长出焦人泪 焦人泪长在鱼尾根部 必须以眼泪为媒介 才能引导出来 只见他眼泪哗哗地流 但却猖狂大笑着 哈哈 焦人泪 出来吧 随着他一声大吼 鱼尾轻轻抖动着 突然 一颗如同月亮一般 散发着皎洁月光的珍珠 从尾部脱离而出 飞入空中 光芒照亮四周 皎洁的光芒 令人心中 怅然产生各种思念的情绪 焦人泪的光芒 可治愈心灵创伤 但也可令人陷入 无限噩梦之中 他自顾自地解释着 脸上浮现怅然之色 焦人泪 去吧 噩梦轮回 哄 焦人泪离开了他的身边 朝着童子飞去 哄 光芒照耀之下 心灵风暴席卷四周 瞬间 方圆百里的范围内 所有生灵都正了一下 然后陷入了无边的 噩梦轮回之中 他们将在无数噩梦中 逐渐丧失自我 如果一天之内不能醒来 将变成一具 被噩梦操控的活死人 这力量太强了 比天国之光强大十倍 瞬息之间 躲在数十里之外的 凌玉和凌凡脸色大变 凌凡阿医生叫道 本体 我坚持不住了 杀了我 快 凌玉也脸色大变 点了点头 只见凝聚一道剑气 刺穿凌凡的胸膛 凡凡死了 而凌玉也被这光芒照耀着 他脸色大变 只感到耳边出现无数一语 草 这力量太强了 我也要挡不住了 凌玉干脆不跑了 他默念道 系统 升级第四天赋 魂穷 定 是否升级 是 他咬牙道 他已经很久没有 升级魂穷天赋了 曾经看起来 需要很多的升级点数量 如今已经不算多了 只有他升级到 九阶的灵头而已 他现在的升级点 虽然不足够升级天赋分身 但升级魂穷却绰绰有余 定 升级成功 定 恭喜您的第四天赋 魂穷 升级到S加级 刚刚升级魂穷 他的石海外面的防御屏障 瞬间增强了十倍 不仅如此 他的心灵上空 也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护照 但是 这个圆形的护照刚刚出现 就被焦人类的光芒瞬间击穿 下一刻 焦人类的力量光芒 再次清洗心灵 要将他拉进噩梦轮回中 该死的 系统继续升级 他看了一眼升级点 只够升级最后一次了 如果升级不了 他就危险了 这力量太古怪了 让他几乎丧失了身体的控制力 否则 他还可以顺移离开这里 叮 升级成功 叮 您的第四天赋 魂穷 升级到SS级 叮 激活新特性 新穷 使用新穷 下一刻 他的心灵之上 出现了一道圆形的屏障 将他的心灵保护了起来 当屏障出现之后 那焦人类的力量 也难以入侵心灵了 但他抵挡起来 仍然十分艰难 不过 他终于可以移动了 该死的 我得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幸好我现在突破到了九阶 分身的操纵范围 也变成了一百多里 撤 使用却步 几次闪烁之后 他出现在了百里之外 在这里 他正好也可以操纵分身 此时 在这光芒的作用下 无数生灵陷入了 噩梦轮回之中 只有寥寥几人 才能幸免于难 但这一情况 持续不了多久 他们很快就被光芒 彻底侵蚀 陷入噩梦轮回之中 无数人陷入了噩梦之中 地上躺了一地的人 就连扶摇子都不能幸免 人类数百万人 只有灵域一个人 离开了这光芒的覆盖范围 他离开之后 终于松了口气 他的合体分身 虽然有半神的力量 但是他本体是没有这种力量的 半神之战简直恐怖 波及范围尽有百里 我以后必须要小心一点 最好在百里外操纵分身 他喃喃自语道着 同时心中不爽 命令道 反击 此时 虚空中 三头六臂童子 接到了本体的命令 天眼闭上了 娇人半神健壮 哈哈大笑道 娇人类的力量 是一种心灵的纯粹之力 你现在陷入了噩梦中吧 既然如此 老朽就亲手杀了你 他头顶娇人类 召回了朝西剑 手持半神器 朝着三头六臂童子斩去 顿时 极致的湛蓝色光芒 浮现虚空之中 朝西荡 哄 湛蓝色斩击击破虚空 瞬间临近童子跟前 突然 童子抬起了三颗头颅 睁开双眼 一双眼睛毫无波动 望为眼朝西荡 他的六只手臂抬起一只 只见这只手臂中 握着一块板砖 他抬起板砖 朝着朝西荡扔去 金砖 哄 金砖瞬间砸在了朝西荡上 朝西荡猛地激荡了起来 金砖突然亮起大量金光 力量大增 瞬间将朝西荡拍散 拍散了朝西荡之后 金砖再次飞回了童子手中 这一幕 落在娇人半神眼中 他瞪大了眼睛 嘴里喃喃自语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他接受不了这一切 这可是 他这一组最强的绝招啊 而且这个技能 还有长达数年的冷却时间 结果这么一个超级技能 对方竟然不受丝毫影响 这就让他受不了了 这打击了的信心 他都怀疑 这是在梦里 然而 童子不会回答他 见金砖拍散了朝西荡 他再次寄出金砖 拍向娇人半神 娇人半神大惊 手中朝西剑挡在身前 荡 金砖被击退 金砖毕竟不是真的半神器 在本质上 还是比不了朝西剑的 人眼和天眼 地眼操纵无限兵器 与海神全杖对抗着 而人眼与天眼 从上方和下方 夹击娇人半神 娇人半神大惊 朝西剑挡在身前 朝西无量 苍龙银 哼 无量朝西涌来 一条苍龙隐藏在朝西之中 一声龙银 从朝西中跃出 扑向童子 童子面上平静 手中的兵器 再次扔出了一个 九龙罩 哼 九条火龙从他手中飞出 在他身边飞舞着 形成一个圆形的护照 哼 苍龙扑了过来 九条火龙停止旋转 盯上了苍龙 哼 瞬间 九条火龙扑了上了苍龙 苍龙也不甘示弱 驾着无量朝西 也扑了上去 哼 双方大站在一起 一时难以分出胜负 童子剑状将金砖扔了过去 啪 金砖拍在了苍龙的头上 引得苍龙怒吼 随着金砖的加入 局势更加难以捉摸 这时 手持朝西剑的娇人 半神一脸惊讶 你竟有如此多的半神器 由不得他不惊讶 在他看来 不管是九龙罩 还是金砖 都是半神器 虽然他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些半神器的力量 比他的半神器差了一截 但那的确是半神器的强度 他并不知道 这并非真的半神器 毕竟 他也才刚刚突破半神没多久 眼力和见识还差得多 童子不管他说什么 都只是抬头无情看了他一眼 便再次抬起了一只手臂 此物混元 乃金金所至 至刚至阳 去 金圈 金圈破空而去 与人眼之光和天眼之光 一起攻击过去 焦人半神心中惊骇 他伸手一招 焦人泪落在手中 化妾 他喃喃自语道 顿时 焦人类形态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一根长五米的三叉戟 他手持三叉戟 猛地挥舞 顿时无量海水 翻涌而去 只见 天空成了大海的天下 无量海水 从天空降落而下 仿佛天塌了一般 焦人半神站在大海之下 鱼鳞也变成了深蓝色 他仿佛海神一般 大海成了他掌中玩物 这时 他眼前突然光芒一闪 一个四面巨佛 出现在了大海下方 四面佛口中大鹤 须迷戒子 波鱼 收 巨大的波鱼凌空而起 将无数海水吸入其中 这一幕 是如此的震撼 以至于焦人半神也愣了片刻 该死 又是这秃驴 坏我好事 33小说王 去死 他要再次攻击 可是童子的攻击已经到来 哄 他手持三叉戟抵挡 很快脸色大变 好强的力量 天眼 人眼 剩余四件兵器的攻击 全部加在一起 空间都为之一阵 焦人半神挡住了 但已无法反击 他心中震撼 没想到对方的力量这么强大 幕后操纵着的灵欲剑 还是拿不下他 有些焦急了 童子和四面佛身为伟半神 能量是会枯竭的 如今能量已经不多了 这时 灵欲咬牙命令到 自爆 两个合体分身顿了一下 都放弃了其他的 不顾一切朝着焦人半神飞去 你们要干什么 见到他们靠近过来 焦人半神下意识地感到了危险 但是 他现在被拖住了 根本抽不开身 自爆 两个合体分身一左一右 出现在焦人半神的身边 当他们开始自爆的时候 焦人半神整张脸都凝固了 他大吼道 不不不不 我们可以谈判我认输 你们这些疯子 我死不明 轰轰轰 迎接他的事 无情的轰炸 定 你击杀了深海焦人 半神 升级点加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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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自爆的光芒 瞬间弥漫方圆树 里 自爆的核心区域中 焦人半神 几乎是瞬间就被杀死 他的半神躯体并没有损毁 但灵魂已经消散 他从天空坠落而下 轰隆一声砸在地上 形成一道深坑 爆炸结束了 焦人半神也死了 爆炸的鱼波 将东海城也移成了平地 数十里之内的数十座小山 也轰然倒塌 方圆百里区域内 自爆鱼波 对其造成了程度不一的破坏 山峰倒塌 城池损毁 大地塌陷 整片区域都成了一片荒芜之地 而曾经躲在了数十里外山上的人们 此时也纷纷醒来 他们比较幸运 远离自爆区域 只是鱼波太强 也让他们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内伤 焦人半神死了 焦人类的力量光芒 也消散了 他们是被疼醒的 全身上下五脏六腑 没有一处不痛的 哎呀 咋了呀 疼死我了 有人捂着胸口 从噩梦轮回中醒来 一醒来 刚刚的噩梦还在脑海里不停回旋 身体上的疼痛又让他叫出了声 不仅仅是他 其他人也都痛得不行 一个个人简直是感觉被人踩断了腰一样 我全身头 刚刚那噩梦咋回事啊 吓死我了 兄弟 你也做噩梦了 咦 你们都做噩梦了 做的啥噩梦 你们看 咱们是不是穿越了呀 众人踉跄起身 一眼望去 顿时一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是哪 我们的东海城呢 此时已经渐渐变成了一座湖泊 无数海水涌来 很快就填满了巨坑 还有四周的断壁残垣 断裂的山峰 开裂的大地 一幅荒凉景象 和他们眼中的东海城周边景色 没有一点关系 不对 它漂浮在湖泊中的尸体 怎么有点像浇人半神 你们快看 那湖里的东西 是不是浇人半神 卧槽 还真是它 我们陷入噩梦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难道没有穿越 难道东海城被埋进了湖泊之下 淋浴赢了 杀了浇人半神 我明白了 又是自爆 肯定是自爆 我亲眼见过那威力 造成的情况跟着没啥差别 你这一说 还真是这么个情况 许多人是冒险者 经历过龟须之战 亲眼目睹过淋浴自爆的场面 虽然那时候 自爆威力没这么大 但造成的破坏 也只是大和小的差别 这一幕破败之景 和龟须中的破败之景 何其相似 他们明白了过来 他们没有穿越 而是因为两者大战 淋浴分身自爆 改变了地心 他们看着这荒凉的意境 一个个久久不严 这破坏范围也太大了吧 他们一眼望去 所有的一切都被破坏了 山塌了 地陷了 就没一处好地方 另一边 扶妖子等人也醒了过来 他们实力强大 并没有受内伤 但此时 望着眼前的景色 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羡慕极度啊 灵浴才十八岁啊 刚踏入超凡之界 这就爬到顶了 特么的 感觉自己等人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欲者叹息道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废物 神僧唱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不用你去感觉 平僧也感觉 你是一个废物 扶妖子摇头叹息 评到感觉你们都是废物 当然 评到也是一个废物 严峻失笑 我们都是废物 不及灵浴一根头发丝啊 欲者苦笑道 不至于吧 这么挖苦自己 扶妖子呵呵苦笑 呵呵 众人跟着点头 欲者也叹息一声 无力反驳 和灵浴相比 他们比废物也强不到哪去 几人在互相挖苦 心里却越来越苦 这时 欲者突然指着前面喊道 你看 灵浴又出现了 只见远处 灵浴的两千个分身 再次出现在天空中 他们降落到了 焦人半神尸体的地方 其中一个分身 正将焦人半神尸体带走 其余的分身 则潜入水里 寻找着可能掉落的惊石 众人看着这一幕 心里更苦了 你这小子刚刚自爆一波 杀了一个半神 怎么还能分身啊 你要不要这么变态啊 他们心里苦啊 灵浴越强 越显得他们废物 扶妖子叹息道 不如 我们先回去吧 回哪 欲者问道 扶妖子叹息道 去我的三仙城吧 好主夜 走吧走吧 我是待不下去了 太受打击了 欲者吐槽道 其实他们心里打击也没那么大 更多的还是欣慰 只是现在确实有种失落感 感觉自己是不是老了 一时间调节不过来 欲者几人离开了这里 后续的事情 不需要他们这些高端站立了 后勤人员会处理好一切的 接下来 估计就是东海城重建的工作了 就交给东海城主方进去忙吧 灵狱的分身还在寻找着金石 他并不确定 焦人半神是否掉落了金石 不过找一找总没错的 万一真掉落了呢 另一边 灵狱也从幕后走了出来 几个分身将焦人半神的尸体 放在他面前 焦人半神虽然死了 但其肉体却保存得十分完好 不愧是半神的躯体 在自爆中灵魂灭了 躯体却保存了下来 可能和对方是深海种族也有关系吧 肉体比其他物种更强 生命积取 灵狱使用天赋生命积取 但是 让他有些意外的事 竟然汲取不动 算了 灵狱放弃了汲取 突然 焦人半神的尾巴上的一个环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连忙取下这个环 刚刚入手 便感到一股精神阻力 他集中注意力 对方已死 让他瞬间冲破 这道精神力阻碍 忽然 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雾蒙蒙的空间 这是空间装备 灵狱惊喜道 他连忙查看空间装备的空间体积 发现总共有1000立方米 而且是十乘以十乘以十的 标准立方体空间 哈哈 我终于有空间宝贝了 喜获一枚空间环 灵狱喜不自胜 灵狱发现这个环有点大 不过戴在手腕上正好 将空间手环戴在右手上 现在 他左手戴着腕表 右手戴着空间手环 意念一动 就将地上的十子收入其中 再次意念一动 十子出现在地上 有了空间手环 以后就方便太多了 灵狱兴奋到 这一天 他可是等了太久 从第一次看剑神的空间戒指开始 现在都好几个月了 这一次分身回来 带来了两件装备 也就是半神器潮汐剑和海神权杖 灵狱左手握潮汐剑 右手握海神权杖 顿时一刀刀信息进入脑海 原来半神器自带半神级的技能啊 难怪那焦人王那么厉害 他发现半神器中 蕴含着好几个技能 33小说啊 不仅如此 拥有半神器 还能增幅自己的技能 比如 他如果释放水或冰属性的技能时 使用潮汐剑或海神权杖 都能让技能威力增加一倍 百分之百的增幅啊 太牛了 有了这两件半神器 我就更有自保之力了 灵狱兴奋到 他笑嘻嘻地将两件半神器 收入空间手环 如果东海城主方静 问他要潮汐剑 他就说没剑到 让他自己去找 反正进了自己腰包的东西 不可能再吐出来的 嘿嘿 剑神好像也才一件半神器 我有两件 此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人的伤势 在一些治疗系觉醒者的治疗下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少人来到山下 看着湖泊 一个个欲哭无泪 他们的家没了呀 对于许多非冒险者的上班族而言 东海城的一套房子 就是他们十几年的汗水呀 现在呢 城毁了 家没了 心情能好才怪了 我的家啊 你死得好惨 兄弟啊 姐 你的家也没了 我们同病相连 一起哭吧 不 我是支援者 家不在东海城 我是想劝你离乎远一点 小心栽进去 你 算了 我不想说话 让我一个人静静 类似的一幕不停发声着 不管是穷人也好 还是富人也罢 心情都不好 这些人中 大多数都不是冒险者 他们天赋等级很低 普遍是地级 及以下的低级觉醒者 当不了冒险者 就只能去当一个社会的螺丝钉 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 娶个媳妇 老婆孩子热炕头 也颇为幸福 虽然儿时的梦想 已离他们而去 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于是 什么觉醒者补习班 什么技能精识 咬咬牙也给孩子买 但现在呢 不少人的孩子死了 老婆死了 现在连家都没了 支撑他们活着的希望都没了 还有人比他们更惨吗 远处 一群冒险者望着湖畔上 鬼哭狼嚎的普通人 摇头叹息 幸亏当年我天赋是B级 能当一个冒险者 否则也会陷入他们的无奈和悲伤中吧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 他们以为不当冒险者就没危险 能生老病死 结果灾难来临 比谁都急着投胎 我们的命运也坎坷 或者说人族的命运坎坷 两次灭族之灾 都是灵域在力挽狂澜 是啊 若不是他 我们结果难料 我现在一点都不嫉妒他 废话 实力差这么多 你嫉妒得起来吗 所以我打算信仰他 信仰 众人都疑惑了起来 信仰他们是知道的 但似乎隐含别的意思 这人叹息道 看来你们都不知道啊 成神需要信仰 那半神呢 众人问道 他摇头道 半神又不是神 众人了然 看他这意思 神比半神要强大太多了 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层次的物种 神灵啊 我从一个异解人的口中得知 神灵是那一层次的修炼者之一 不同的修行体系教法不一样 有的修炼体系 需要一定信仰之力 才能扣开神灵之门 快说说 我们想听 就这些了 更多的我也不清楚了 不过有一点就是 成神的道路千万条 也就是说 可以不用信仰之力成神 是的 但信仰之力成神是最容易的 其他途径就难得太多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可能我说的也是错的 你们别当成真理啊 放心吧 我们一定不外传 对对对 一定不外传 众人拍着胸脯打包票 但怎么看 怎么不像真的 这人叹息一声 不再多说 此时 废墟上乱糟糟的 有人哭诉 有人聊天 有人则在寻宝 东海城主方静一脸郁闷 他没想到这一战 把自己的家给打没了 他也是够倒霉的 那个刚刚发话了 让我来主持重建工作 但是 你倒是拨钱啊 他吐槽道 罢了 还是先把这废墟收拾一下 然后在湖边 重新建一座东海城吧 他心中这样想着 便召集东海军 啪啪啪啪 东海军聚集而来 东海军众军人 参见城主大人 方静挥挥手道 东海一战 我东海城损毁 但这一战 我们胜了 只要我们重新建好 我们的家园 未来就还是美好的 接下来有劳诸位了 东海军众人齐声道 我们一定尽力 重新建好东海城 方静也热血沸腾起来 我与你们同在 他拍着胸脯 然后说道 先去收拾废墟 等收拾完了之后 再让建筑工程队入场 是 东海军足有十万 死了三四万 也还剩五六万人 众人一起出手 速度飞快 那些冒险者健壮 也不好意思在一旁看着 纷纷上前帮忙 废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清理着 而方静则在联系施工队 施工队是最便宜的 他不缺那几百亿新币 东海城的财政还能支撑 但是 最大的开销是镇法 符文 当年 东海城的三大镇法 足足花了上万亿新币 而且 那还是几个顶级镇法师 从一起花费十年时间制作的镇法 也就是说 东海城建成需要半个月 建设镇法可能需要十年 符文就简单多了 只要在建筑材料上绘制就行 但是价格也极其离谱 他咬着牙 感觉自己吃不消 再次给那个打电话 格老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但那个现在 也自禁紧张 我给你开通了捐款渠道 你去找几个大主播宣传一下 让百姓给你们捐款吧 就这样 嘟嘟嘟 格老挂了 方静一脸郁闷 草 你个老头子 推不易浅 这一战 又赢了 内阁得到消息之后 立即抓住机会 进行大范围的宣传 消息以各种形式 出现在周围数万里方圆内的 各族城市中 周围诸族很快得着这个消息 他们刚开始不相信 人族不可能这么变太强 但是 当自己的情报人员 带回来消息之后 彼此印证 他们终于相信 这消息是真的 人族真的击败了深海交人族 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 但这些代价和归需之战相比 根本没有可比性 最重要的是 人族击杀了一个半神 那可是半神啊 传说中的存在 细思极恐啊 岂不是说 人族相当于有两位半神了 这么细细一思量 周围诸族再也没法平静下来了 当即派人带着礼物 前去人族驻地和谈 互不侵犯条约 一时之间 归需至尊学院外的人族 临时基地出现了大量的异族 有兽形的 也有人形的 此时他们都放下了生理 与形态上的差异 主动弯腰 前来祈求一指协议 曾经的小透明人族 如今突然成长为 首屈一指的大势力 这让许多曾经 入侵过人族的种族 心中恐惧 但是 为了不被灭族 他们屈服了 只要人族不是太过分 他们全都答应 于是 归需基地中 变得热闹无比 来来往往 无数一族行走期间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会议厅大门外 数千一族齐聚于此 他们形态各异 但大体可分为两类 即人形与兽形 两者以形态分成两列 互相之间颇为敌视 这是天然的形态差异 也是天然的阵营区分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往往彼此会有敌视的情绪 不过 不管形态如何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 他们都要屈服在人族之下 只因人族有两尊半神战力 形势逼人强 不服软不行啊 众一族在等待着大门打开 但是等了半天 也不见有什么动静 都有些焦急了 一轮纷纷 人族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斑文之诛族 已等了三天了 签不到互不侵犯条约 就不让回族里 哎 同病相连啊 我们手里也说了 如果人族愿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从此不吃肉了 该吃素 你们算什么啊 我族现在正面临着一个 强大种族的入侵 急需和人族打好关系 不然就要灭族了 你们想戒兵 非也 如果我们与人族有了关系 那一族就不会灭了我们 起码要顾及一下人族的感受 人族现在的声望太吓人了 我从三万里外赶来 也是为了和人族打好关系 我也是从极西之地而来 在我们极西之地也有人族势力 不过他们十分弱小 我听说过 可是一些金发碧眼的人族 正是他们 不过他们发展得并不好 如今在夹缝中生存 他们最出名的是雇佣兵 经常插手各族战争 特别惹人嫌弃的一个种族 还是这东方人族发展得好啊 谁说不是呢 你们看 门开了 会议厅的大门缓缓打开 一个身穿堂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他面色平静 但难以掩饰眉宇间的自豪 他做梦都没想到 人族会出现这圣景 今日可谓是万族来朝 他咳嗽了一声 说道 诸位都是远道而来 既来之则为客 那就随我进入会议厅吧 内阁众人已等候多时 说吧 他便转身进入会议厅 那些异族迟疑了一会儿 纷纷跟了上去 数千异族进入会议厅 齐聚一堂 熙熙攘攘 席间各种声音嘈杂无比 但也热闹非凡 这一幕出现在了 网络平台的直播间里 而且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几乎瞬间 所有人都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 进入了直播间里 直播间的人数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着 一千人 十万人 一千万人 十亿人 二十亿人 人族共有二十亿人 但现在却几乎都进入了直播间 他们坐在家里 公司里 或者是公园里 学校里等地方 全都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 进入直播间 见证这伟大的一刻 人族发展不易 从最初的一点点领土 以及如今万族来朝的圣景 回顾过去 太不容易 而带来这一切的人 不是别人 而是两个人 一个剑神 让人族免了灭族之祸 一个是灵狱 让人族站在了万族之巅 他们是如此伟大 以至于看着直播间里 各种一族为了讨好人族 卑躬屈膝的模样 他们笑了 他们有种感到自豪 咱们人族强大了呀 是啊 这一切都是剑神和灵狱带来的 他们太伟大了 我们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是啊 当年我出生的时候 我们四面皆敌 那个时代太难熬了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无数将士 浴血奋战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看着这些一族 卑躬屈膝的模样 我真的好想笑 流着泪的笑 太自豪了 我们站起来了 他们就跪下来了 弱肉强食 颠扑不破的真理 你们看 格老出来了 画面中 格老走到了台上 他苍白色的头发 此刻竟要要生灰 整个人也换发了生机一般 他努力一辈子的目标 不就是这一刻吗 现在完成了 他有种使命完成的感觉 他望着下方的诸族代表 说出了这历史性时刻的第一句话 这一句话 将载入史册 流芳千古 被后人所铭记 大家好 我们人族强大了 所以你们来了 你们来了 我们欢迎 你们来与我们签订协议 但你们要付出代价 他话音落下 下方一片混乱 代价 可是泰坦族等族 签订了互部侵犯条约 可没有代价 格老笑道 当时我们只有剑神一个半神 但现在我们有两个半神 所以你们只有一个选择 臣服我人族 做我们的属族 这一句话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阵笼发聩 令人未知遗产 所有异族都愣住了 他们有的怒目而视 有的则若有所思 还有的则怒离席 各族反应 落入内阁统计官员的眼中 他们迅速对各大种族做出评估 那些离开了的就化归危险 那些怒目而视的则化归中等 还有一些若有所思的 则化归为可争取 你们没有选择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 再告诉老夫答案 说吧 他离开了 将空间留给诸族 直播间 人们太热情 无数弹幕遮住了屏幕 以至于人们看不到画面了 骂骂咧咧的关闭弹幕功能 但又想与人一起分享此刻喜悦 过了一会儿 又打开弹幕 又过了一会儿 再骂骂咧咧关闭弹幕 反复无常的网友啊 无数人激动地评论着 这一刻评论什么不重要了 人们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 学校里 老师激动地手舞足蹈 他对孩子们说道 这是我们历史性的一刻 这一天 我们人族站在了万族之巅 孩子们也激动到呼吸几促 老师 我们现在可以养一族了吗 我想要一个一族宠物 孩子天真的话响起 顿时让老师噎住了 他尴尬地咳嗽几声 说道 好了 好了 看直播 别错过了精彩时刻 孩子们文言做了个鬼脸 老师看到也只是笑了笑 没有理会 不过 他也在畅想着 以后有一只一族宠物的话 那得多拉风啊 这一刻 他的心情是喜悦的 任何不开心的情绪 一群喝着酒的冒险者 看着直播间里的画面 脑海里响起格老的那一句 阵容发聩的宣言 他们语有容焉 面红耳赤 大声叫着 呵呵呵呵 不醉不归 干 不醉不归 众人看着直播喝着酒 不亦乐乎 继承 继承三高 此时 一个微胖的女老师 正一脸激动地 给学生们讲课 你们这一届 是我教过的最差的学生 林玉你们知道吧 他就是我的学生 当年 他还是避及天赋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定非尺中之物 果然 应验了我的猜想 我希望你们 以他为榜样 知道了吗 你们只要努力 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林玉 好好听我讲课 不要走神了 众学生文言 重重点头 这位女老师 可是林玉曾经的班主任 如今炙手可热的金牌教师 多少人想败入她的门下 成为她的学生 他们不一定 是为了她的教学能力而来 大多数是为了攀关系而来 毕竟 林玉可是人族最强的大佬之一 即使只是沾上一个学弟的名字 那也能受用终生了 真可谓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自从林玉声名匪然之后 继承三高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得越来越有名 无数人前来参观 有人研究林玉的生平 有人想沾沾喜气 林玉曾经的班级 被划为旅游景点 甚至她曾经坐过的座位 如今已经成了五星级景区 每天都有上万人前来 只为坐一座那宝座 沾沾喜气 尤其是一位满十八岁的少年居多 他们的父母坚信林玉的座位 一定有遗留的容器 只要他们沾一沾 就能受益匪浅 而且 还有一些什么大师说 只要坐过林玉的座位 就和林玉有因果了 等林玉未来成神了 他们就会也会有好处 最起码天赋提升一大街 因为他们与林玉有因果关系了 就会获得冥冥之中力量的祝福 这种祝福 会让他们的人生一帆风顺 信这一套的人比比皆是 来的人多了 林玉的座位 硬是被坐得包了僵 每天学校转得盆满钵满 此时 校长是 一个身穿职业装的美丽玉姐 站在窗户前 看着楼下热闹的人群 她笑了笑 想起了 曾经那个不善言辞的少年 明明只有数月不见 却仿佛已是千年 人生真是奇化 数月时间 一个少年就成为了 堪比半神的存在 这时 一个少女走了进来 她身穿秘书装 一脸恭敬道 校长大人 他们太疯狂了 已经影响了我们的课业 女子笑道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随他们去吧 你也不用管了 随我聊聊天 少女眼睛一亮 校道 那您给我讲讲 您跟凌玉的故事呗 我可听说了 您跟凌玉关系不一般呢 我听说很多少年 就喜欢御解锋 凌玉是不是也喜欢 女子闻言 敲了一下她的头 校道 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 哪有那么夸张 哼哼 大家都这么传嘛 而且凌玉发达了 您的叔叔就被劝退了 让您来当校长 还说您跟凌玉没关系啊 女子想到这里 不由回忆起了过去 半个月前 龟虚之战胜利 凌玉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人族的大英雄 于是 凌玉的一切都被人挖了出来 包括当年校长 对凌玉的挖苦和冷眼 都被人挖了出来 城主一看这情况 这还了得 你这校长肯定不能当了 于是立即罢免了校长 让前秘书当校长 毕竟 坊间传闻 前秘书和凌玉有一腿 但到底有没有一腿 谁也不知道 管他的呢 反正就当有一腿来处理 于是 有着他和凌玉的一些绯闻谣言 也不会有人 对他叔叔怎么样 但也别想有什么作为了 他扑斥一声笑道 你这孩子 真是人小鬼大 不过我告诉你啊 凌玉这人 只喜欢赵克一个人 我不信 校长这么美 谁会不喜欢啊 他怅然道 到了现在 他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也不知道还记得我不 啊 校长你 小点声 哦 两人立即小声聊了起来 内容渐渐跑偏 变得有些少儿不宜起来 另一边 混沌元素学院 赵克闭关的房门之前 学生 老师 领导 全都站在门前 等待着赵克出关 他们已经等了半个月了 但赵克仍没有出关的意思 鉴于赵克和凌玉的恋人关系 他们也不敢问 也不敢催 就每天这样等着 为了能让赵克知道学校的关心 门前始终不缺人 但是 赵克除了每日进食之外 从没有出关过 而且也关闭了万表 不过 他们站在外面 能隐约感到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从房门里透出 门外的人暗暗心惊 每一天赵克的实力 似乎都在变化着 现在已经让他们心计了 众人最后不由叹息 不愧是凌玉的恋人 果然变态和妖孽是一对啊 谁是变态 口误口误 别往外转 哈哈 归须人族基地 会议大厅 十分钟时间到了 格老再次回到了台上 他俯视着下方诸族 说道 请告诉老夫 你们的答案 归须 临时人族基地 会议厅内 格老的声音缓缓落下 下方数千亿族 陷入了静默之中 他们看着上方 那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又回响了一下 人族中的两位半神 内心跌宕起伏 难以平静 十分钟时间 足够他们与族中的 长老们联系 并商议了 但是关乎种群的大事 却只有十分钟的考虑时间 太仓促 也太着急 于是 沉默片刻后 现场响起了一片片嘈杂之声 我们前来与人族结交 是带着友好的信念而来 而你们却要让我们臣服 人族 你们太霸道了 须知不刚一舍 我们不如你人族 但这蓝星种族何止千万 那金字塔顶端的几个大族 若让你人族臣服呢 你们定会反抗吧 可是 为何要我们臣服 换位思考 难道你们不知吗 你们就没有同理心吗 你为亡魂 也绝不为奴 一群异族喊得十分响亮 他们在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现在叫得越想 以后人足动他们 也得注意一下名声 不过他们想多了 也太天真了 他们知道 人族这个种族 自诩闻名之邦 十分看重面子 不过 这些叫得声音大的 都是与人族距离特别遥远的种族 有的更是来自极西之地 距离这么远 中间还有几个不弱于人族的大族隔着 他们当然不愿意臣服人族 但那些和人族毗邻 或者距离颇近的种族 他们想得很现实 不臣服八成要被灭掉 于是十分从心地反驳道 你们这些家伙 再敢如此说 我们的宗主国 休怪我们不客气 对 人族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种族啊 在大灾变之前 他们就是蓝星的主宰 今日不过是重回巅峰而已 我们都是蓝星本土种族 彼此应当合作共赢 臣服人族怎么了 以前我们就是人族的宠物 我现在怀念那时候了 咋地了吧 喵 你们这些种族 就是开了灵制 忘了主人 我呸 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主人 我们请求征伐他们 忘 这一部分异族的领地 与人族靠近 他们的危险意识很重 他们害怕人族的征讨 害怕人族的扩张 好不容易 才从动物进化成智灰物种 他们可不想死 这些异族的话音刚刚落下 那些刚刚说话硬气的种族 顿时脸色变了 他们怒目而逝 但双方都不甘示弱 彼此对视 直播间前 无数人族看着这一幕 心中既感慨又自豪 但也对这些不愿臣服的异族 怒目而逝 他们记住了这些异族的模样 如果有机会 一定将其收为宠物 不 收为做起 既然不愿意做属下 那就做宠物和奴隶好了 他们真的该死 我们又没逼他们 是啊 给他们一个选择而已 他们竟还敢说三到四 说到底 他们还以为 我们人族拿他们没办法 你看那几个种族 来自极西之地 我们人族甚至都没有去过那边 听说那边是另一个霸主的领地 西方人族就苟活在那里 是啊 我记得大灾变当当发生的时候 我们邀请过他们一起组建联邦政府 但他们拒绝了 不仅如此 还有那东营之地 都几百年没消息了 我听说东营人全变异了 变得犹如厉鬼 智慧也下降了很多 已经不能成为人族了 这些异族说的也没错 我们现在拿他们真没什么办法 你们看 格老说话了 众人连忙盯着直播间 果然格老在冷眼旁观几分钟之后 他开口了 他神色平静 看不出情绪 诸位远道而来 臣服我人族者 将获得我人族的帮助 那些不愿意臣服的 老夫也不勉强 你们都离开吧 不要让老夫说第三遍 他的语气渐渐变得森朗 那些不愿意臣服的种族 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盲行了一礼 缓缓退去 他们这些种族 要么本就不弱 要么离人族非常遥远 他们实在没有 臣服人族的欲望 等这些种族退去之后 现场还剩下三百多个一族 从几千到只剩下了三百 虽然数量差异太大 但三百一族也不少了 他低头看着这些种族 发现大多数都是弱小的族群 有的族群甚至连九阶都没有 较强大的族群 只有二三十个 这些强大族群里 有的族群有十来个九阶 也是一方不大不小的势力 要知道 人族经过两场大战之后 九阶人族都不足一百了 可想而知 九阶的牺手 诸位既然臣服我人族 那么都签订契约吧 此契约为半神级 乃是无人族压箱底的半神器 签订此契约 永生不可背叛 签了 下一刻 一道长十米宽五米的巨大纸张 浮现虚空 随着格老一声令下 契约飘入众人面前 他们心中疑惑 他们可不是族中的首领啊 他们牵管勇猛 这个念头刚刚出现 他们就突然间联系到了自己的首领 然后 他们的意识被拉入到了一个虚幻空间中 他们的首领就站在面前 首领也是猛逼的 但很快了解的契约的用法 签订好契约之后 他们的意识再次回归 格老伸手招去 契约回到他的手中 这一刻 众人才发现 原来格老也深藏不入 他竟是拥有半神器的存在 好了 从今以后 你们的命运与我人族相连 而等三百族 从此互通有无 诸族不得互相攻伐 不得设置地缘障碍 不得互相杀害 我人族将是你们的父母 可裁定你们的对错 有冲突无法解决 便来找我人族 另外 我人族对你们有绝对的统治权 不日 我人族将对某族征讨 而等必须出兵相助 花音落下 引起诸族巨大的反应 不过下一刻 他们就开心了 格老笑道 等随我人族出征 按照功劳 将拥有战利品的分享权 未来 我人族攻占了意见 你们也将得到 另一块七夕之地 这个诱惑太大了 都是意见侵占他们的领土 何时他们反攻过意见 他们已经开始 期待那一天了 貌似跟着人族混 也不是什么坏事 三百亿族臣服人族的事情 迅速传遍了四方 这些臣服种族 从此被称为人族眷属 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但人族可以插手 他们的任何内务 契约签订之后 诸族便各自散去 他们需要回去 按照人族的吩咐做事 而人族也开始大基建了 因为这些臣服种族的领地 都是在人族周边的种族 严格来说 已属于人族的领地 各大公司也开动了起来 他们要将人族的各种基础设施 建到眷属种族的领地内 这样方便 他们人族对眷属的掌控 有着契约的制约 倒不担心眷属的反抗 但是该有的驻军 还是不能缺少 人族高层 几乎是每天都在开会 商讨该如何开发 这突然多出来的上百倍土地 人族忙了起来 猪眷属种族也忙了起来 新的气象 在蓝星东方一角升腾而起 未来这里的一切 将影响蓝星的走向 甚至是猪界的走向 此时 远在东海中打怪的凌玉 也全程观看了直播 他内心不由感慨 他和剑神两人的影响力 竟已大到了这个地步 不过 他十分好奇 这阁老口中的征法 到底是要打谁 北方吗 他猜测到 凌帆在一旁叽叽喳喳道 你说吧 咱们做了这么大的功劳 也没个奖励 凌玉白了他眼道 怎么没奖励了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奖励啊 凌帆连忙追问道 凌玉笑道 大量的战功奖励 又是战功啊 没意思 现在战功商店里的东西 对咱们没啥帮助了 的确 战功商店里的神秘戏技能 都被他兑换光了 那些稀少的单方 能买的都买了 所以战功在他手里 作用已经没有最初那么大了 甚至可以说 没什么作用了 我们人族毕竟发展时间短 才三百年 敌运不过身后 也能理解 凌玉白撇着嘴 心里很不满 他们可是解决了人族的大危机啊 结果就给了点战功 好了 我现在也是半神级的战力了 这人族的统治者 其实本质上是我和剑神两个人 以后有宝贝了 我们优先选择权 这还差不多 毕竟人族体量摆在那里 继续杀怪吧 今日要将方圆千里区域的海域 都给清一遍 好嘞 对了 找到焦人族的老巢没 没 慢慢找 他们在深海之中 不是那么好找的 别着急 凌玉带着分身 在这一片区域杀怪 杀的海兽多了 就会引起海中一些 九阶海兽的愤怒 但他们刚刚出现 还没猖狂两下 就被凌玉宰了 只见凌玉的升级点 在飞速地提高着 可惜 他要将天赋等级提升到SSS级 所需的升级点 比八阶升级到九阶 还多十倍 短时间内 是没什么指望了 继续杀怪吧 有着两千个分身的帮忙 他在海中杀怪速度极快 以一座小岛为中心 海上风平浪静 海下波涛汹涌 无数海兽死在分身手里 尸体漂浮在海面上 被淋浴的分身捞到岛屿上 然后开始炼制丹药 蓝龙虚弱地趴在一旁 一天时间 他已经被抽了三次血了 若不是有凌环平凡喂食血肉丹 帮他补充气血 他会因活活抽血而死 不过 他反而不是很怨恨 因为这血肉丹 虽然无法增强他的力量 却让他看到了希望 林凡拍着他的脑袋 与众心肠道 你看 我们已经能炼制五戒丹药了 九戒丹药还会远吗 神级丹药还会远吗 蓝龙文言 狠狠点头 林凡十分满意他的反应 继续说道 来 再抽一桶 蓝龙瞬间恐惧地看了他一眼 可是一想到神丹的诱惑 他就咬着牙 将大腿伸了过去 林凡手中凝聚一道剑气 破开他的皮肤 接了一桶龙血 又扔了上百颗五戒血肉丹 吃了吧 好好补补 蓝龙两眼放光 立即将丹药吞入肚子里 感受着体内传来的热流 他的体力在不断恢复着 岛屿上 上百个分身分了两对 一对在炼制五戒血肉丹 一对在炼制龙血丹 龙血丹一出现 就立即拿到林玉身边 林玉当糖豆一样吃着 龙血丹效果不强 丹胜在可以无限叠加 等龙血丹吃完了 他就拿出血肉丹 使用生命汲取 实力在缓慢增强着 积少成多 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这时 林玉意面微动 取出焦人半神尸体 下一刻 手中的空间 手环光芒一闪而逝 地上多了一具焦人尸体 正好无事 尝试一下生命汲取吧 他其实更想用夺射能力 将这具焦人的尸体占据了 那样 他就有一个真正的半神分身了 但是 一想到夺射分身 还在封神龙界 而且现在两戒又断了联系 他就不舍得 舍弃封神龙界的那颗棋子了 他有预感 夺射分身 会给他带来惊喜的 所以 只能让这焦人半神的尸体 充当他变强的资量了 生命极鹊 瞬间 手中出现一道小型的黑洞 巨大的吞噬之力 从手心传出 顿时 他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暴食欲望 有种想要吃掉一切的感觉 呼呼呼 他深深呼吸几次 将这种欲望压低 将手掌轻轻放在焦人尸体上 呲呲呲 奇异的摩擦声音传来 一丝丝一缕缕力量光芒 从焦人尸体上抽离而出 这力量光芒 没入手中黑洞 又进入他的体内 瞬间 体内传来一道道暖流 他的肉体和灵魂 都在一点点增强着 虽然没有上次吞噬神灵之尸 增长得快和多 但也不容小觑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 终于 力量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五之后 终于抵达了极限 碰 突然 耳边传来碰的一声脆响 他低头看去 却见那焦人半神的尸体 此时已经变成了一滩灰烬 呼呼 一具半神尸体 让我的实力增加了四分之一 顶得上吞噬一个月的血肉丹了 灵魂笑了笑 感受着体内暴增的力量 心中十分满足 如果能再有一具半神尸体 那就好了 有了刚刚吞噬半神尸体的经历 他现在在吞噬血肉丹 胃同嚼辣 突然 灵凡大叫道 大哥 大哥 不好了 怎么了 三仙城发生了巨变 具体说说 三仙城中央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深不见底 无数黑暗生物 从那深渊里冲了出来 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灵魂文言 心中一动 十分好奇着深渊 他说道 去看看 灵凡文言 大鹤道 蓝龙 好 两人驾龙而去 三仙城 与东海城隔海相望 相距千里之远 三仙城坐落在三仙岛之上 三仙岛是一座大岛 长有三百里 宽有两百里 占地面积六万平方公里 与许多巨型大岛相比 不值一提 但在这一片区域内 却是最大的一座岛屿 三仙城 乃是三仙岛上的唯一一座城池 占地广大 岛上居民几乎都生活在三仙城中 三仙城最初建立的初衷 乃是镇守东海 到底镇守什么 教科书上没有写 也很少有人知道内情 这一刻 深渊爆发 似乎揭开了谜底 三仙城 或许镇守的是深渊 几百年的镇守 令东海的近海海域 一片平静 虽偶尔有一些动乱 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承平了数百年的时间 三仙城似乎松懈了 深渊封印也已有数年未加固 或许他们都想不到 深渊会在这一刻爆发 人族接连经历了两场大战 损失惨重 还没来得及修养生息 还没有整合诸族势力 就再次面临新的困境 这无疑让高层措手不及 东海之战 凌遇力挽狂澜 向世人展示了半神级的力量 一举震慑了周围诸族 人族的威名 甚至传到了数万里之外 谁都能看出 人族要发达了 但是 谁能想到呢 三仙城的封印竟松动了 深渊破风而出 时隔两百多年 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一些活了两百多岁的老古董 记忆深处浮现出当年的一幕 海外岛屿上 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深渊 深不见底 无数魔物从深渊里爬出来 他们嗜血疯狂 不惧死亡 见到生灵便攻击 一时间 令周围诸族脸色大变 诸族一起对抗黑暗生物 结果是 不管他们杀多少 这些黑暗生物 却会出现更多 杀之不尽 图之不绝 没人知道 深渊下面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黑暗生物 有人说 深渊下面 是另一个事件 也有人说 那是一个魔巢 不击杀母体 永远不可能胜利 这都是猜测 他们下不去深渊 下去的也全都死了 杀不死 杀不绝 最后 诸族强者只能一起出手 封印了深渊 时隔两百多年 封印松动 深渊重现时间 凌玉和凌凡坐在蓝龙背上 来到三仙城上空 俯瞰下方 可见一道道黑色的烟柱 冲天而起 接天连地 令人震撼 凌凡惊叹道 这是什么烟 竟能吃人 他发现 被这烟吹到的人 立即就会变成一副枯骨 全身血肉都消失不见 凌玉摇头道 这不是烟 而是十分微小的虫子 他们是被虫子吃了 卧槽 这虫子有点厉害 我竟没有看出来 凌凡惊讶道 凌玉暗暗心惊 凌凡继承了他两倍的战力 不算上天赋能力的话 比他还要强大 若他不是有着灵魂视觉的话 他也看不出这些烟雾的本质 可想而知 除了那些天赋式眼睛类 和他这样的人之外 其他人便是九阶 也看不出烟雾的本质 凌玉说道 我们下去吧 去问问情况 我感觉三仙城 隐藏着不少的秘密 两人架着蓝龙 朝着下方飞去 刚刚临近陆地 下方的人们顿时惊呼出声 他们抬头看着拉风的蓝龙 以为凶兽袭击呢 不过当他们看清了背上的人之后 连忙放下了攻击的念头 是凌玉和凌返 他们什么时候收服了一条龙啊 虽然是西方龙 但那也是龙啊 看实力 好像也是九阶 他们就是收服一只鲲 我都不意外 也是啊 毕竟是凌玉 他做成任何事 我都觉得理所当然 你们看 他朝着他们降落来了 众人纷纷后退 让开了一大片空地 哄 好 蓝龙吼叫一声落在地上 激起一地的烟尘 凌玉和凌凡从龙背上跳了下来 凌凡摆摆手 让蓝龙去找个地方休息去 而他则跟着凌玉 朝着前方的一座建筑物走去 这座建筑物 乃是人族临时的办公场所 他们刚刚推门进去 就听到几人的吵闹声 扶摇子一双眼睛 浮现出一朵血色的花朵 他盯着窗外那无数黑烟 那黑烟是虫子 千万不要靠近 御者说道 如果是虫子 我要收服当宠物 严君说道 别闹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如何重新封印深渊 神僧唱了一句佛号 说道 严君说的没错 我们应该尽快修好封印 否则等那地下的魔物 出现的更多的时候 就晚了 御者撇撇嘴道 我看啊 就不用封 咱们应该派人进去看看情况 否则这样一直封下去 早晚有一天还会封印失效 扶摇子也点头道 封印是治标不治本 可是我们别无他法 御者笑道 让淋浴去呗 严君反驳道 淋浴的我们人类的底牌和希望 不能去做这种冒险的事情 扶摇子也说道 对 淋浴现在才九阶 就已经有半神的实力了 等他成为半神之后 我们人类将重灵世界之巅 淋浴是我们的希望 他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否则我们都将是民族的罪人 也将是历史的罪人 那就没招了 况且归序一战 咱们最强大的阵法师也死了 御者无奈道 归序一战 他们损失的太惨重了 大量的阵法师 符文师等陨落在战场上 神僧皱眉道 即使他们还活着 也无法修复好封印的 这需要诸族一起努力 扶摇子说道 阁老怎么说 严君说道 阁老矣 经取消了征法北方亡灵族的计划 现在正带领三百亿族的精英 前来三仙道 御者笑道 阁老反应还挺快 但这深渊可不是我们一族的灾难 当年和我们一起封印深渊的种族 他们也得过来帮忙 放心吧 那几个老家伙还活着没 御者感慨道 这时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众人寻声望去 看清来人后顿时大喜道 灵狱 你来了 快请接 灵狱走入房间 几人打量着灵狱 发现灵狱给人的感觉十分普通 仿佛一眼就能看穿他的一切 但这种感觉更让人心惊 越是破绽百出 越是深藏不露啊 现在 他们已经将灵狱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上 这位可是他们人族 在灵蓝星之巅的希望啊 可不能出事了 你让我们这些老前辈羞愧死了呀 灵凡从灵狱背后走出来 他黑黑笑道 院长 我也久接咯 说着 他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顿时一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力量 弥漫四周 让御者几人如灵大敌 呼吸困难 他们大惊道 你你刚突破 灵凡点点头 四人心中亥然 这灵凡的气势 比他们还要强数成 这简直是恐怖啊 他们修炼几百年了 甚至有的人已经触摸到了半神的门槛 在久接实力中 那绝对是拔尖的一批 但是 灵凡一个刚刚突破的九阶觉醒者 在气势上竟比他们还强 离谱来呀 他们古怪地望着灵凡 灵凡黑黑笑道 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 论基础 我比我大哥都强 灵狱白了他一眼 不想看他那嘚瑟的模样 其他人一脸不幸 灵凡又要展示实力 被灵狱一个念头 驱赶了出去 顿时 灵凡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门外飞去 他手舞足道大叫道 大哥 大哥 我亲爱的大哥呀 别把我赶出去啊 灵狱直接选择了无事 直到他飞到了外面的广场上 和兰龙做伴之后 他才放开了对灵凡的控制 灵凡坐在地上 躺在兰龙的背上 一脸唉声叹气道 我不就是展示一下实力吗 有什么啊 我跟你讲啊 小罗 我这大哥就是太谨慎了 太低调了 兰龙低声吼了一声 龙头轻轻地在他胳膊上蹭了蹭 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对吧 兰龙重重点头 在他心中 还是灵凡更好 灵狱给他的感觉太深沉了 犹如望不见底的深渊 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兰龙的眼中 灵狱是那种有十分力 他只用一分力 剩余九分力 当成底牌的人 每一次应对不过来了 就扔一张底牌 当敌人觉得能赢了 他又扔一张底牌 能把敌人折磨疯 这种极度谨慎的风格 太恐怖了 灵凡对兰龙说个没完 兰龙狂点头 一龙一人竟惺惺相惜起来 看彼此都顺眼了很多 罗儿 放心吧 以后等神单出来了 一定多给你一刻 兰龙低声吼叫着 兴奋地点头 此时 办公室内 四人十分惊讶灵狱的实力 竟然一个眼神 就能把灵反赶出去 这实力太恐怖了 四人收敛了情绪 各自落座 欲者 扶妖子 严君 神僧和灵狱正一起 商谈着对策 扶妖子说道 灵狱 你不用出手 如果三仙城真遇到了 不可抗力因素 你再出手也不迟 灵狱摇头道 我不会出手 但我的分身会 众人一愣 旋即大笑道 倒是忘了分身的事了 现在的你 不会是分身吧 灵狱摇头 失笑道 我还不至于 谨慎到这种地步 众人松了口气 灵狱本体能来 和分身站在他们面前 心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扶妖子正要说什么 突然 大地疯狂摇晃了起来 咔嚓 咔嚓 墙壁开裂 屋顶摇晃 随时都会坍塌 不好 地震了 快飞到空中去 他话音还没有落下 众人已经朝着 外面飞去 来到空中之后 其他人都和他们一样 飞入了空中 那些七阶以下的人 则坐着飞行工具飞行 天空之中 密密麻麻全是人 他们飞入千米高空 俯瞰着下方的一切 只见一座不大不小的岛屿 坐落在大海之上 犹如一粒不起眼的珍珠 岛屿十分漂亮 但在这座岛屿中央 则有着一个直径十里的 巨大的深渊 犹如长在脸上的一颗大质 让本来漂亮的脸 变得丑了起来 一个个心中惊惧 这一幕太惊人了 尤其是那令人恶心的黑烟 给他们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 突然 一变突生 好 好 密集的吼叫声 从深渊传出 响彻虚空 不好 魔物要出现了 而且这魔物的吼叫声来看 可能超越了九阶 有人睁开一双天眼 俯瞰深渊 看到了一些恐怖的东西 大惊道 众人脸色大变 正要出手 突然他们愣了一下 只见一个身影跃重而出 众人望去 顿时大喜道 是领域的四面佛 合体分身 只见一个千米之高的 巨大四面佛 四张面容 代表着贪嗔吃度四种情绪 他刚刚出现 四周的空间 都传来一阵阵支鸭声 四面佛回头看了一眼众生 四双手双手合十 念道 诸位施主 此地危险 请去更远处观战 众人闻言 想到了东海城的百里废墟 这半神的力量 能弥漫百里 太惊人了 他们若不离得远一点 说不定一个余波就隔屁了 半神出手 好像没有他们什么事了 扶妖子等人 互相对视几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无奈和失落 他们第一次 有种强烈的失落感 以前 敌人来的时候 他们都是主力 现在却成了累赘 人生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哎 退到百里之外吧 嗯 众人退去 欲者环视左右 敌不到 凌玉那小子又不见影了 他也退小心了 又不知道藏哪去了 严君呵呵笑道 走吧 不要影响了四面佛的战斗 扶妖子不舍得 望了几眼下方的三仙城 哎 此战过后 平到的三仙城 估计也得重新修建了 他叹息道 阿弥陀佛 能保全性命 以示万幸 是啊 走吧 将战场留给凌玉 这已经不是 我们能参与的战争了 众人退至百里之外 远远看着四面佛的背影 有人打开了直播 将这值得纪念的一刻拍了下来 画面刚刚出现 无数网友看着那千米四面佛 震撼得久久不言 许久之后 众人疯狂地评论着 这就是半神级别的四面佛吧 这可是我的偶像啊 他要用什么神通终结深渊 我猜是手中的波鱼 那八个波鱼内蕴乾坤 能收纳万物 那须迷鱼戒子 不 我觉得应该用别的神通 你们看 他出手了 此时 整片天空都被黑色的烟雾笼罩着 那是由无数肉眼不可见的虫子组成的 他们组成各种恐怖巨兽的模样 张牙舞爪 朝着天空中的人们扑去 四面佛千米之高 犹如一堵千米高的墙壁一般 挡在了众人的身前 突然 他抬起了头 看 一颗头颅上的嘴唇倾气 轻声吐出一个字节 贪字从他口中飞出 变成了一颗巨大的金色字体 迎面撞向了黑烟 吱吱吱 黑烟发出奇异的声音 似在愤怒的吼叫 突然 黑烟迅速聚集在一起 顷客之间 竟组成了一个万米高的巨大佛陀 众人大惊 这黑烟是啥东西 既然模仿四面佛 也不害臊 模仿形体有什么用 又不能使用神通 你们快看 那黑烟停止变化了 这万米多高的四面佛 但是通体漆黑色 和四面佛金色的佛身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模仿大战嘛 开始变得有意思了 哈哈 我开始期待那一刻了 金佛只有千米高 模仿万米高 佛高千米 魔高一丈啊 此时 这一幕 通过直播的形式 令整个人族都能看到 他们看着这一幕 陷入了激动之中 有人担心四面佛会失败 但有人却一点都不担心 他们不信 这黑烟能有半神的力量 不仅人族见到了这一幕 就连那些其他种族的人 也通过各种渠道 看着这场直播 虚空列车中 葛老正带领着500万的各族精锐 前来支援三仙岛 若不是三仙岛巨变 他现在肯定已经带着这些异族 去北江城了 因为最近北江之外的亡灵族 十分猖獗 大有大举进攻北江城的趋势 现在他们人族收服了300亿族 实力增长了数倍 何惧之有 他认为时机成熟了 也该是灭了亡灵族的时候了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 还没出发呢 结果三仙城出现了这事 现在也只能暂缓 消灭亡灵族的步伐了 此时 他和众多异族一起 看着直播 他看着那庞大的四面佛 也是惊呆了 那些异族更是瞪大了眼睛 心中庆幸自己选择了臣服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好强大的四面佛 可是对面的黑色四面佛 更大 足有万米 万米高啊 简直是参天巨人 这绝不是九尖能做到的 难道那黑烟是半神吗 如果真的是半神 咱们过去支援有用吗 应该不会是半神吧 众异族心中疑虑 毕竟到了半神这个境界 靠着数量就难以弥补了 半神随手一击 就能造成数十里范围的伤害 九阶与其相比 差距甚远 有半神参与的战争 数量已经很难决定 一场战争的走向了 九阶可以被围攻而死 但半神却不惧围攻 这些异族心思各异 但此刻都被震慑到了 他们也知道 这不过是一个四面佛 在其背后 还有一个更强大的童子 甚至 还有剑神存在 人族真是太强大了 令他们心神发展 这时 另一边 大海之中 一座犹如大陆的大岛之中 生活着一群人形生物 外形比人族俊美 形体极为相似 他们自称灵族 喜欢生活在森林之中 在岛屿中央 有着一棵巨大的无比的生命树 数百年孕育之下 也有了一丝丝神性 那是他们的守护母树 也是他们这一族的根 此时 生命母树突然剧烈摇晃了起来 这一动静 瞬间引起了灵族女皇的注意 他连忙带人赶来 怎么回事 母树为何会颤抖 他问道 众人也一脸质疑之色 在他们看来 母树出现了异样 这些守护母树的人 也难辞其咎 其中一个守护者说道 陛下 母树给了我们警示 您请看 警示 众人瞬间来了兴趣 那个守护者 将手中的一道绿色的光芒 扔到了空中 嗡 一声清明响起 绿色光芒冲入空中 光芒散开 竟形成了一道影像 陛下请看 这就是母树给我们的提示 他指着天空中的影像说道 众人忙凝神望去 只见那影像 正是三仙岛上的一幕 那巨大的两尊四面佛 映入他们的眼帘 所有灵族人都惊呆了 这么大的体型 一脚下去 还不得毁天灭地啊 九阶的生灵 绝对做不到这一步 难道那是半神 灵族女皇心中惊惧 他指着那画面说道 告诉我 这到底是什么 守护者突然抬起头 颤抖道 深渊 深渊解封了 什么 灵族女皇听到后 大惊失色 他曾参与过 封印深渊的一战 那一战 他受了重伤 若不是母树的治疗 他早已经死亡 但是 时隔两百多年 深渊竟再次现实了 人族 人族怎么看护的封印啊 其他族人 也纷纷声讨人族 当年他们已经约定好了 人族来守护封印 但现在封印没了 深渊重现人间 这不是 将大家都带入了危险的境地吗 这如何能行 就在他心中烦躁的时候 突然有人走了进来 陛下 人族来信 请我们一起抵抗深渊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都脸色微沉 深渊的危险 他们在场的众人都清楚 灵族女皇正要拒绝 突然那人又说道 陛下 人族有两尊半神 女皇闻言 睁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他印象中的人族 只比他们灵族强大一丝而已 甚至 人族在修炼天赋上 和他们也相差甚远 最明显的差别就是 人族是短命种 而他们灵族是长生种 人族不修炼 活不到百年 他们不修炼 却能活三百年 他们灵族从三百年前开始 就一直在飞速发展 族中的九阶强者 已经超过了一百 在这附近的海域中 可谓是一方霸主 但是 今天却告诉他 人族有两尊半神 他有些不相信 但又问了几次 他才确信 这是真的 看来他们灵族太久不关心外界了 竟错过了这个重要消息 而且 那金色的四面佛 也正是个其中一个半神的分身 想到这里 女皇震撼得久久不语 到底去不去支援 他陷入了犹豫之中 这时 他脑海里突然传来一道 稚嫩的声音 听到这道声音 他瞬间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他看向母树 心中念叨 是您吗 这道稚嫩的声音 犹如三四岁的孩子一般 是我 去帮助人族吧 女皇不敢违抗命令 王说道 是 女皇转身 看向族人们 大喝道 集结兵力 去申约 是 众人出发 等他们都走了 母树才露出一丝后怕的情绪 他喃喃自语道 我不是害怕深渊 我是害怕那四面符的主人啊 那四面符的主人 有股吞噬 一切生命的力量 我得躲一躲 不能让他发现我 否则被吞了生命力就完了 说吧 生命母树拔地而起 跟步行程角 慢慢地朝着远处走去 此时 数百个种族 都在观看着深渊这一幕 之前 不管是龟须之战 还是东海之战 人族的名声都不够响亮 但是 东海之战胜利之后 人族拥有两尊半神强者的消息 迅速传遍四方 人族已经成为了公认的强族 已经是站在了蓝星的强族之灵 在周围数千种族之中 也有了一席之地 无数种族不敢侵蚀人族 当得知深渊封印破裂 深渊在线人间的消息之后 都想办法去观看直播 天神族驻地 自从天神族支援人族之后 两族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友好了 大量的人族高科技设备 也迅速进 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人族的科技产品了 也不知道 我们以前为啥就那么笨 当年咱们世界神灵遍地 也还是过着十分落后的生活 现在那些神灵都隔屁了 留下了一个破败不堪的世界给我们 别想过往那些不开心的事了 以后蓝星就是咱们的家 对 我是不想回天神界了 那地方可能再过几万年 就要自行破灭了 是啊 那地方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不适合生存 您快看 那四面福出手了 另一边 这是一个片火山群 数百座火火山坐落于此 一群火鸭在火山口里进进出出 在一座最大的火山内部 无数的岩浆汇聚成了河流 在流淌着 一群火鸭强者站在一块岩石上 正围着一块屏幕观看着 33小说网 当时我们帮助人族的决定是对的 是啊 本来我们只是为了报恩 没想到人族竞变得这么强大 这深渊之地 我也有耳闻 两百多年前 蓝星聚变不久 九阶强者都屈之可数 可是当年深渊里 九阶魔物却出现了数百只 诸族联合起来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才将深渊封印 如今 过去了这么多年时间 我们都成为九阶了 那深渊中的魔物呢 细思极恐啊 不知人族能否应对的了 人族有两尊半神 当年那些和人族 一起封印深渊的种族 我知道的 就有两个种族也有半神 如果是四尊半神 应该没有问题了 是啊 你们看 开打了 另一边 一片死寂之地 遍地的尸骨和坟包 突然 一个坟包的侧面 打开了一扇门 隐隐约约可以听到 门内传出的声音 老子就不该转生成死灵生物 老子要是没死 现在也是半神 踏踏踏踏踏 坟包外响起了脚步声 一个身穿黑袍的死灵 从这扇门里走了进去 只见他刚刚进入门内 景色大变 门外遍地坟包 如同乱葬岗 门内竟是一个 极现代化的温馨小屋 沙发 电视 电灯 冰箱等物 应有尽有 这与其说是一座坟墓 不如说是一座住宅 黑袍死灵刚刚进来 一个巨大的骷髅看向了他 王莽 你来找我做甚 王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笑道 深渊的事 你都知道了吧 李元爸指着电视 说道 这不直播着吗 你这是明知故问 王莽也不尴尬 说道 想不想去深渊 去深渊 我不去 你想找死 也换个地方 去的人就没见有活着回来的 李元爸连连摇头 他好不同意活了过来 可不想再死一次 呵呵 你那与天雷斗的勇气 哪里去了 我看你就是徒有虚名 你害怕了 话音刚刚落下 李元爸顿时拍案而起 我李元爸岂会害怕 去就去 他说完这话 起身穿上黑袍 拿起自己的锯锤 便朝着门外走去 王莽见状 内心得意的一笑 连忙也跟了上去 刚刚推门出 迎面又撞上了一个黑袍 哎呦喂 疼死我了 李元爸抬头看去 却见是李斯这家伙也过来了 李斯问道 你们这是去哪 去深渊 李元爸说道 李斯笑道 咱们真是心有灵犀 我也正好要去深渊 一起去吧 王莽笑道 死人多力量大 用词准确 此时 三仙岛深渊上空 四面佛金光环绕 但他只有千米之高 而在他的对面 则是一只庞然黑色巨佛 这巨佛竟有上万米之高 通体漆黑 被黑烟环绕着 两只巨佛一大一小 站在深渊的两边 彼此对峙着 后方百里之处 则是三仙岛上的居民和学生 而在直播间外 则是数十亿人族 和数千种异族的观众 所有人和无数异族 都在关注着这一幕 诸族心思各异 有的在看热闹 暗自窃喜 诅咒人类失败 有的则真心希望人族胜利 突然 那黑色四面佛动了 只见他抬起八只手臂 黑烟凝聚形成了八条长边 猛地朝着金色四面佛抽去 金色四面佛面色不变 八条手臂也同样抬起 其中一个手臂 结了一个印 无畏狮子印 好 顿时 一只金色的千米长的 能量狮子虚影 出现在他头顶上空 去 无畏狮子瞬间跳入虚空 冲向黑色四面佛 好 鞭子刚刚抽打过来 无畏狮子印一声大吼 竟震碎了三条鞭子 然后 无畏狮子抬起前肘 狠狠落下 轰咙咙 瞬间 仿佛要压他虚空 一道道空气压力 形成一个巨大的狮子爪印 拍向了剩余的五条鞭子 那五条鞭子也被瞬间拍碎 拍碎鞭子之后 无畏狮子 扑向黑色四面佛 这一刻 那黑色四面佛 仿佛呆住了 一动不动 观看直播的人们 都松了口气 看来这黑色四面佛 不过是营养蜡烛猪头 一点都不中用 可是 下一刻 让他们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好 只见那黑色四面佛 也结了一个印 有人眼间 认出了也是无畏狮子印 无数人心中一斗丛生 有了各种猜测 难道这黑色四面佛 真的能模仿一切 哄 一只黑色的万米 无畏狮子 出现在虚空之中 这只黑色的无畏狮子 比金色的大了十倍 一双冒着黑烟的眼睛 低头俯瞰着金色狮子 突然 他抬起狮掌 朝着下方狠狠拍落 哄 黑色烟雾弥漫苍穹 一只数百米大的黑色狮掌 狠狠拍下 空气顿时传来 不堪重负声音声 一道道空气波 朝着四周扩散去 冲倒了一大片建筑物 终于 那黑色狮掌落了下来 金色的狮子抬头看去 眉心亮起了一道万字符 吼 一声吼叫响起 那万字符竟直接从眉心飞出 越变越大 最终竟有数百米之高 万字符刚刚出现 一道道泛音不知从何处响起 啊不贴 舍利子 三秒三不贴 一道道奇异的泛音 从四面八方响起 加持在万字符上 顿时 万字符光芒大亮 佛光普照 万米天空都被染成了金色 这一刻 那威风凛凛的黑色无畏狮子 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哼 万字符轰然迎向了那黑狮子招 两者相撞 万字符势如破竹 瞬间将黑狮爪子撞碎 黑烟四散 那黑色狮子大怒 疯狂地咆哮着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松了一口气 幸好是咱们赢了 看来万米高 也不过是泡沫 一戳就破 哈哈 还想跟我们打 也不看看灵欲是什么妖念 不好 你们看那黑色狮子 竟连这个技能都能模仿 众人纷纷看向战场 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那黑色狮狮子 眉心竟也亮起了黑光 然后 只见一道反向字符 也从眉心飞了出来 如果一个是佛 那另一个则是魔 很显然 黑色是魔 金色是佛 这道字符更大 轰然降临下来 暗中 灵欲皱着眉头 他基本可以断定 这黑烟是可以模仿技能了 连他的合体分身形态都能模仿 模仿技能 似乎也不是那么出人意料了 这可如何是后 对了 模仿总有一个过程 只要我以极快的速度消灭黑烟 不就行了 他喃喃自语道 然后 立即命令四面佛 使用速战速决的战术 两刀字符正在对抗着 四周的空间 都隐隐传来摩擦声 突然 四面佛的四张面容 表情微微变化 四面佛的八只脚下 突然亮起一道道莲花光芒 上骨伏腿 哄 莲花散开 形成一道道锋利的刀片 冲向了那只黑色四面佛 黑色四面佛 微微后退 四在模仿着技能的时候 突然四面佛消失不见 虚弥佛不 他跨越空间 瞬间出现在黑色四面佛的上空 四张面容突然张开大嘴 贪嗔赤度四毒火 想法人间 而知情欲 皆为燃料 落 顿时 他四张面容的眼睛里 冒出了四种火焰 分别代表着贪嗔赤度四种负面情绪 这正是四种负面情绪的火焰 火焰刚刚出现 便仿佛陨石坠落人间 黑色四面佛万米高的身躯 微微抬头 脚下刚刚生出黑色连半 头顶已经降落四道火焰 他的表情愣在了那里 思维混乱 火焰降临得太突然 他只能举起八只手臂 挡在头顶 轰咙咙 四种火焰轰然降落在他头顶 四种情绪之火 刚刚沾上 便迅速蔓延 度火最弱 甚至有熄灭的趋势 但贪火越来越旺盛 最终占据了半边天空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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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耳的声音响彻耳机 那种声音令人头皮发麻 不过 人类距离十分遥远 这声音对他们的影响十分微弱 哼 贪火 势烈燃烧 那黑色四面佛 再也维持不住当前的身躯 顿时 化作无数黑烟四散去 黑烟漫天 朝着深渊逃去 但是 贪火却迅速追了上去 一旦沾上火焰 黑烟就被迅速燃烧成灰烬 顿时黑烟在急速地减少着 眨眼间 已不剩下多少了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他们都震撼无比 不仅仅是震撼 还有些转换不了情绪 刚刚明明还势均力敌来着 眨眼间 四面佛就赢了 就很出人意料 不过 胜利的喜悦 也迅速充斥心间 赢了就好 藏在暗中的灵欲剑 驱散了黑烟 但他一点都没有喜悦 四面佛就在深渊上空 他能感受到深渊下方 那令人心计的力量 那力量令人心惊 更令人毛骨悚然 众人在欢呼着 哈哈 终于赢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着手封印深渊了 还不行啊 我们人族现在没有能力封印深渊 得等其他几族前来 据说有个种族 会来一尊半神 对吗 传言是会来 但具体来不来 谁知道呢 你们看 那是什么 众人闻言 一脸好奇地转身 朝着后面的茫茫大海看去 只见一只一盏超过千米的巨型红鸟 拉着一架豪华的马车 从远处飞来 见到这阵仗 所有人都呆着 一盏千米的巨鸟 那九阶凶兽的气势 扑面而来 令人心惊 能让九阶凶兽拉车的存在 这又该是什么人物 难道这就是 那尊半神镜 立 巨鸟仰天长啸 朝着众人头顶飞来 刚刚来到众人头顶 那巨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朝着深渊飞去 众人一脸尴尬之色 他们刚刚还想去迎接一下 以示礼节呢 结果人家完全无视了他们 这让他们心里又气又失落 哼 臭显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半神吗 咱们人族有两尊 不过 人家如果真是半神 你就别气了 因为越想越气 哎 我啥时候能是半神呢 梦里啥都有 现在就别赢了 哼 另一边 御者等人望着那巨鸟坐驾 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扶摇子说道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红御族的凤鸟 严君点了点头 这一族擅长使用火焰 所以我颇为熟悉 曾也去这一族参观过 他们每一家都养着凤鸟 但能养到九阶的 也只有区区十几只 御者接着说道 刚刚那凤鸟气势上 已不弱于你我 那座架内的人物 可能就是红御族的半神了 神僧道 阿弥陀佛又多了一尊半神 深渊之灾 终于可以结束了 扶摇子宁没到 未必 众人若有所思 此时 一只千米一盏的凤鸟 降临深渊上空 烈 他刚刚降临 就引颈长鸣 令方圆数百里 都充斥着嘹亮的鸟鸣声 咔 一声车厢声 在嘹亮鸟鸣声 落下之后响起 众人都盯着那车厢看去 不仅三仙岛的人在看着 就连屏幕前的人都在看着 这是一尊新的半神啊 他们都想一睹真容 这一刻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静静等待 那人打开车门 终于 车门开了 一个人影推门出 当他们看清这个生灵之后 一个个人都惊叹不已 竟是一尊人形生灵 你难道不知道 当年封印深渊的 都是人形生灵 我当然不知道了 可是一族不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吗 这红玉族 为什么和咱们人类一样 谁说都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你太孤陋寡闻了 而且这只是外表相似而已 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他们是一头红发和红色眼睛 不知道能不能生孩子 除非突破成神灵 否则是无法突破生殖隔离的 原来那些神灵后裔 是这么来的 神灵嘛 超越了一些规则 这是合理的 你们看 那半神在干嘛 众人闻声望去 只见这名红玉族的半神 刚刚出现他在虚空 朝着四面佛走去 四面佛微微转身 望向了这位红玉族的半神 只见迎面走来的是一个女人 这人身材高挑 大约一米七 一头的红色长发 披在双肩 皮肤白皙有光泽 一双眼睛 犹如红宝石一般明亮 有点抑郁风情的味道 整体的形态与人类一般无二 只有眼睛和头发才有差异 甚至 如果染了头发 混入人群中也难以察觉 这人走到四面佛百米之外 停下脚步 他慵懒地伸了伸懒腰 说道 本王知道你 四面佛背后的灵玉 微微一愣 他连忙将意识附着在四面佛身上 说道 你是谁 他闻言 微微一愣 他可是半神 而且成名已有三十多年 在诸族之中 名声斐然 但是这人竟不认识他 顿时 让他有些失落和意外 我听说你才突破到半神境 不知道本王的名号 本王这一次就原谅你 下一次 休怪本王无礼 灵玉愣了一下 这都哪个哪啊 这女人心里的戏真多啊 你还是没有介绍 你自己 灵玉坚持问道 女人闻言 顿时气的双肩发抖 他高声道 记住了 本王名为红灵 红玉族的王 半神实力 至今已突破半神三十载 他颇为骄傲 他可是红玉族的神 整个种族的人都信奉他 有这么大的信徒基础 他坚信 当蓝星能容纳神灵强者的时候 他能第一时间突破成为神灵 他的天赋 在整个族群中 他数第二 没人敢数第一 一路修炼以来 不管是异族也好 还是异界天骄也罢 无人可以比过他 他的一生 是骄傲的一生 毫无挫折的一生 而且他坚信 他也终将踏入神灵之境 在神灵之境中横扫无敌 这是他的自信 也是他的信念 可是 前这个四面佛 却一点平静 甚至一点惊讶之色都没有 这让他颇有种挫败的 哼 你这人就是一个木头 本王不想与你说话 既然你击败了这深渊黑烟 那么接来下 就一起封印深渊吧 他此次前来 便是为了封印深渊的 只是有些可惜 来得晚了些 那深渊的半神魔物 已经被灭了 他坚信 如果他出手 能更加轻松 不是看不起别人 而是他知道 他实力超凡 四面佛说道 不 红灵愣了一下道 不什么不 还不帮忙 四面佛指着深渊说道 现在还不能封印 红灵疑惑了一下 也朝深渊看去 他是越看越迷糊 这深渊深不见底 黑漆漆一片 也没感觉到什么危险 可是四面佛却依旧摇头道 不 我们要扫灭深渊 扫灭深渊 红灵愣住了 他知道深渊的危害性 因为当年 他也参与了那一战 突然 他恍然道 谢谢你的提醒 本王忘了 本王是半神了 那就扫灭深渊 本王可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 他说着 便从腰间拿出一颗 小小的红色宝石 然后 他看向四面佛 说道 一起出手 四面佛摇头道 还不是出手的时机 如果你要出手 那随你意 不过我提醒你 你可能会有危险 红灵文言 咬了咬牙 面前的这家伙 说话可真难听 他是半神 谁能让他陷入危险 真以为杀了深海浇人半神 就不把其他半神放在眼里了 他自信 如果他面对深海浇人半神 他也能杀了 不过 他心里也不是很有底气 毕竟 对方是海中种族 天生克制他 红灵不管那么多了 他现在要使出实力 让眼前的这个人类 看看自己的力量 让他自愧不如 让他知道 三十年的半神 和几天的半神的差距 绽放吧 千色火 轰隆隆 手中的红色宝石 顿时飞到了空中 飞速地旋转着 随着他一声令下 无数种颜色的火焰 从那宝石中飞了出来 火焰刚刚出现 便涌入他的背后 形成了一对绚丽的翅膀 千色火焰 他轻声喝道 在翅膀的衬托下 他犹如一尊掌控万火的女神 威风凛凛 他见四面佛仍面不改色 咬着牙道 无知兵器 千色火神猫 顿时 火焰凝聚在手中 形成了一把绚烂多彩的长矛 长矛的火焰之光 与背后的翅膀的火焰 连接在了一起 道道绚烂的光彩 将四周照亮 犹如梦幻之中的景色 屏幕前的人们 看着这一幕 露出了痴迷之色 太美了 我连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是啊 这就是女性半神 连使出的技能都这么美 哇 太少女性了 老娘太喜欢了 赶紧录下来 红铃我爱你 你是我们女人的偶像 喂喂喂 你们跑偏了呀 哼 要你管 臭男人 我 苍穹之上 一头红发的绝美女子 背负一双千色神异 手持一把千色神毛 微微低头 俯瞰下方深渊 她犹如一尊巡视人间的神灵 在她的身体四周 火焰渲染出一幅绝美的画卷 令人痴迷 网络上的人们已经沸腾了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美丽的景象 这笔游戏中 比影视剧特效中 还要美丽无数倍 几乎穷极了他们的想象力 这种美丽令人痴迷 难以忘记 而此时 这位红玉族的半神红灵 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神色 偷偷瞥了一眼四面佛 躲在暗中的凌玉 也被这绚丽的一幕 吸引住了 凌凡一副震惊无比 一脸 我的天娜的表情 她抱着蓝龙的脑袋 一脸惊叹道 这女的可比那娇人半身拉风多了 蓝龙连忙点头 十分同意凌凡的说法 凌玉呵呵笑道 不过是看起来漂亮而已 说不定是中看不中用 凌凡看了凌玉一眼 没敢反驳她 但心里还是觉得 这红灵的技能好看 她小声说道 大哥 要不咱也弄个翅膀吧 看起来多拉风啊 凌玉闻言 若有所思 她的合体分身 十分神奇 不过合体之后的分身 拥有什么样子的神通 她其实也不能完全控制 这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不过 若是将神鸟与神灵的概念 合在一起呢 凌玉陷入了沉思 脑海中 在不停地构建这种可能性 此时 这一幕吸引着无数人的观看 他们都在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她真的可以毁灭下方的深渊吗 不过 不管她能不能毁掉深渊 这一刻 她都成为了人们眼中的中心 凌玉也透过四面佛的眼睛 看着这一幕 只听红灵的声音响彻虚空 千色神火矛 起 花音刚刚落下 顿时那兵器上 喷涌出无数的彩色火焰 这火焰刚刚出现 便以一种极其快的速度 弥漫虚空 眨眼间 方圆数十里的天空 全被这光芒笼罩了 火焰啊 听从我的号令 用你们的力量 毁灭这肮脏的深渊吧 哄咚咚 无数火焰在空中停滞了一瞬间 便飞速朝着深渊洞口涌去 黑漆漆的洞口上方 瞬间就被这彩色的火焰 染得一片绚烂多彩 令人生出迷恋之色 哄 火焰落进了深渊之中 顿时 一道道深邃的声音 响彻虚空中 令四周的一切都震战了起来 远处观看这一切的人们 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地面震动就算了 咱们在天上 怎么也跟着震动 你们看海面上 怎么出现了这么多死鱼啊 他们盲低头看海面上 果然发现 无数鱼类从海中漂浮而出 密密麻麻 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死鱼 这一幕 令众人心中疑惑 不过 下一刻 他们再也保持不了 镇定的情绪了 因为只见那深渊中 突然出现了巨变 你们快看 深渊发生了巨变 不好 这是魔物的气息 比深渊刚刚解封的时候 更多的魔物 红狱族半神的火焰呢 没有起到效果呀 反而惊动了深渊中的怪物 我就说吧 能封印就封印算了 干嘛非得灭了 现在可怎么办 你这个马后炮 能不能闭嘴啊 众人心中不平静 他们已经能够预料到 接下来又是一场大战了 尤其是那些前来支援 东海城的冒险者 现在更是欲哭无泪 他们也太倒霉了吧 龟虚之战 东海之战 他们都参与了 也活了下来 内阁给的战功 足够他们能富裕过一辈子了 但是谁能想到 他们现在又陷入了 另一场大战 这一次 他们还能活下来吗 如果他们死了 那一切就都没有了呀 不少人打了退堂鼓 可是很快 他们就熄灭了逃跑的打算 因为 远处一辆辆虚空列车 飞速行驶而来 内阁的支援来了 我们不用再独自作战了 从头到尾 你也没作战啊 现在 咱们就听内阁了吧 如果这次失败了 我们人租的损失是最大的 是啊 淋浴都在呢 我们也别怕 光荡 光荡 虚空列车 在众人数百米处的 一座岛屿上降落下来 虚空列车刚刚停下 便有无数机器人和建筑师 开始以这座小岛为中心 建立基地 他们已经十分熟悉了 速度很快 而且还有无数异族的帮助 这个速度更快了 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个临时的人族基地就形成了 内阁通告 我方援军已抵达 临时基地已搭建完成 请诸位同胞进入基地内 领取战功记录仪 用来记录此战的战功 七阶以下族人 请前往东海城 不要在海域中逗留 七阶及七阶以上的同胞 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内阁预测 深渊将进入喷发状态 届时 无数魔物将会进入这片海域 我们的任务 就是阻止他们 进入我人族陆地 保护我们的族人 是你们的使命 也是内阁的使命 阁老说 我与你们同在 让我们共克时间 一起迎接劫难 龟虚之战没有打垮我们 东海之战没有击败我们 这一次的深渊之战 也终将会以我人族胜利而告终 诸位 我们人族必胜 智能系统的声音 响彻虚空 所以人都听到了 有点人面露优色 有的人却一脸期待之色 战争是变强最快的途径 殊不知前两次大战幸存下来的人 普遍实力提升了一阶 少数提升了三阶 一些有志向的青年 则摩拳擦掌的期待着 很快 七阶以下的人 被带到了刚刚建立好的东海城 而其余的人则 留在这座临时基地里 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轰隆隆 深渊上空 再次出现了无数黑烟 紧接着 魔物从深渊里趴了出来 密密麻麻 仿佛无穷无尽 此时 深渊上空的红灵半神 一脸阴沉之色 两百多年的时间 深渊竟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 连我的半神一击 都无法损伤分毫 他承认 之前他轻视了深渊 他认为 深渊虽然变强了 也只能勉强封印深渊 那么这一次呢 难道需要几十个半神 才能封印深渊 这深渊到底是什么东西 里边又隐藏着什么 这一刻 无数疑惑浮上心头 让他难以平静下来 而灵域看着无数魔物 爬出了深渊 他也没有阻拦 因为 只要不是半神级别的魔物 他不会出手 只有半神级别的力量 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了 无数魔物涌出深渊 朝着四周爬出 而人族等诛族 已经等待着多时了 他们才是这些魔物的对手 这时 灵域操纵的四面佛皱眉道 深渊中 有半神级别的力量 正在上来 之前的黑烟 是无数虫子组成的 具有强大的模仿能力 组合在一起 有半神级别的力量 但现在这深渊中 隐隐又有半神级别的力量 在靠近 四面佛拥有八只耳朵 所以听力极为灵敏 能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红灵文言 面露疑惑之色 他什么都没有感知到 这一刻 他不敢继续反驳四面佛了 因为刚刚就被打脸了 以他自己的力量 是不可能毁灭深渊的 而现在能靠得住的 也就是眼前这个巨大的四面佛 大家都是半神 只要齐心协力 在没有神灵的蓝星世界 他自认为 不会有办不到的事情 这时 四面佛嘴唇微动 来了 红灵文言 连忙警惕起来 可是 他环视四周 什么也没有发现 突然 一变突生 下方的深渊中 两道强大无比的气息 突然出现在他的感知之中 他心中大惊 他咬了咬牙也不甘示弱 手中再次出现千色火神矛 聂处 去死 话音刚刚落下 千色火神矛已经脱手而去 朝着其中一只半神级的魔物杀去 哄 顿时 无数千色火焰绽放开来 遮掩了一切 四面佛连忙后退千米之外 他没有攻击的打算 现在攻击并不是明智之举 而且他还有许多底牌没有使用 所以不是很慌 哄咄咄 突然 深渊下方 黑光冲天起 犹如一根通天的漆黑神柱 贯穿了云层 直通天际不知有多高 这一幕 让无数人心中大惊 他们指着那黑色的柱子说道 完了 深渊彻底爆发了 这是又来了半神级的深渊魔物了呀 33小说网 怕什么 我们有两个半神 对 怕有什么用 经过此战 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 如果我还活着 一定好好修炼 我们不会死的 命运不会让我死 中二了不 闭嘴 哄咄咄 震动天际的声音 远远传入众人耳中 让他们心神俱震 阁老等人 当年 龟虚之战刚刚爆发的时候 他们是战场的主角 也是人类胜利的希望 然而 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次大战 他们竟成了陪衬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啊 阁老说道 这一战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 赤羽看着那黑色光柱 有些失神 曾经他是人族最强的三人之一 但现在在这种规模的大战中 他已经不能成为 决定胜负的因素了 他包括他身边的同僚们 现在都是灵狱的陪衬 一想到灵狱这小子 他是连极度之星都升不起来 这小子提升的速度太快了 几乎是一天一个样 赤羽说道 放心吧 我们以此道为中心 主要的任务是 防止魔物进入大陆 扶羊子点头道 平道在附近的海域上 布置上空间屏障 能阻挡一部分魔物的扩散 众人也纷纷发言 一时间好不热闹 阁老听完 笑道 有诸位同僚的亲力相助 此战必胜 好了 事不宜迟 诸位速去做准备 告辞 众人退去了 然后阁老又将三百亿族的强者 请了过来 他们也是这次抵挡魔物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数量极多 而且以七阶以上的亿族为主 看到那四面佛了吗 此为我人族灵域之分身 半神的实力 此战之中 诸位卖了一些 灵域或许会给你们一些奖励 让你们也有机会成为半神哦 面对阁老化的大饼 这些亿族却双眼发光 一个个信以为真 阁老不由心中叹息 还是亿族好忽悠啊 他证则道 你们的任务 便是阻止扩散的魔物 稍后去取战功记录仪 可记录你们的战功 战功可在战功商店中 购买有价无事的宝物 众义族一听还有奖励 更加激动了 以前他们的首领带着他们杀敌 那就完全是义务 屁奖励都没有 而且他们义族资源匮乏 文明落后 也没太多可用来奖励的宝物 去吧 去守护这一方天地吧 是 众义族下去了 而阁老俯看着下方忙碌的人们 不由叹息道 此战之后 我仁族又要在天际比英魂了 哎 闺序之战刚刚结束的时候 他就制定了休养生息的计划 可是 天不遂人愿 战争却如雨后春笋一般 接二连三地出现 不知等深渊之战结束后 会不会又是一场新的大战 他不得而知 他有种预感 仁族仿佛在历劫 只有度过所有苦难 方可在凌兰兴之巅 这个时代 不前进就落后 老夫也只有几年可活了 希望能在临终前 看到人族邓灵蓝星之巅的那天 他喃喃自语道 轰隆 咔咔 古怪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让格老一阵恍惚 他抬头看去 却微微一惊 魔物半神 来了 深渊上空 四面佛与红灵半神两人 微微低头俯看着下方出现的 三尊神秘生物 首先从深渊冲出来的 是一尊长着舌头的人形生物 只见他身高十米左右 人的身体上长着一颗青色的舌头 吐着舌性 喷吐着青色的雾气 他刚刚飞出深渊 便在红灵两人百米处亭下 他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 一语不发 下一刻 另外两尊魔物也飞了出来 站在那尊蛇形魔物的左右 只见 这两尊魔物也是人形的 一只长着红色的羊头 另一只长着颗黑色的蜥蜴头 红灵见来了三只半神魔物 心中大惊 下意识地退后了数百米远 百里外围观的众人 也露出了惊骇之色 他们指着 这三只半神魔物 心中恐惧 三只半神啊 挡得住吗 半神都有十米高 看起来就吓人 深渊里边出来的半神 肯定残忍无比 咱们如果败了 死路一条 只能希望 灵欲和红灵半神能赢了 咱们也不要妄自菲薄 说不定剑神前辈就在附近了 对啊 还有几个种族没过来呢 其他族群有半神吗 有 还有一个灵族有半神 你是说灵族的生命母术吧 对 就是生命母术 你可拉倒吧 那生命母术不会过来的 胆子推小 在各族中是出了名的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众人争论不休 但在不远处 灵族的人已经赶来了 他们共来了十万人 而且多是精锐前来 但是 刚刚来到这里 他们就被迫停下了脚步 望着远处那深渊上空 五到半神级的存在 他们深受母术大人熏陶的信念 让他们下意识打了退堂鼓 陛下 要不 咱们还是回去吧 女皇闻言 也有些摇摆不定 按照母术大人的教诲 这种情况下 不如退去 但来都来了 退去也不太好吧 这时 格老发现了他们 顿时眼睛一亮 既然来了 怎么能让你们走呢 格老带着几个高层 前来迎接他们 远远便喊道 灵族的朋友来了 请进我人族基地 商谈此次对抗深渊之事 灵族人听到格老的声音 一个个脸色微变 他们都打退堂鼓了 你这人族的格老来了 我们还怎么撤啊 无奈 灵族女皇只能展颜一笑 在下灵族女皇木铃 见过人族格老 木铃微微行了一礼 算是介绍了自己 格老闻言 哈哈大笑道 你们能来 令老夫十分感动 不要在这里吹冷风了 快随我一起去基地内相谈 格老请 女皇先请 灵族的到来 让格老松了口气 既然他们来了 那另外几族呢 红玉族只来了红灵半神 不过这也足够了 其他几族还来吗 如果不来的话 等深渊之战结束了 他得找这几族算算账才行 可不能让他们出力 这几族却享受 他们带来的和平 格老心念电传 想到了很多事情 而另一边 深渊上空 无数魔物从深渊里喷涌出 数量仿佛无穷一般 密密麻麻 看不出有多少 灵族见状有些心动 在别人眼中 这深渊魔物是危害 但在他眼中 就显得亲切多了 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 灵族喃喃自语道 下一刻 只见四面佛四双眼睛中 突然喷吐出四种颜色的火焰 弹圈吃肚 四毒火 落 哄 四道颜色各异的火焰 从四双眼睛中喷涌出 朝着下方的无穷魔物落去 火焰漫天 天空之上出现了一片 绚烂多彩的火焰海洋 随着一声令下 火海降临人间 朝着那三尊魔物半神落去 灵旅微微一愣 用疑惑的眼神看向红灵 红灵也看了过来 还轻轻点了点头 那意思很明显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灵旅欲哭无泪 我不是要开战啊 罢了 开战吧 灵旅贪嗔赤肚四毒火 落在了深渊之上 顿时 无数魔物被烧死 灵旅的脑海里 也不停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定 你杀死了魔童 四肩 升级点加2300 定 你杀死了何怪 七肩 升级点加26000 定 你杀死了 一只只魔物 死在了四毒火之下 让他获得了上亿的升级点 看了一眼 仍然不见减少的魔物 灵旅又要继续故技重施 突然 他汗毛倒数 危机降临 连忙操纵四面佛 将波鱼挡在身前 当 一声翠响响起 只见一只巨大的拳头 砸在了波鱼上 咦 反应速度还不错 黑吸魔一脸戏虐之色 冷声道 人类 接下来迎接本魔的狂风咒语吧 灵狱微微一愣 这吸魔竟还会说人话 不过 不等他继续想下去 那黑吸魔的攻击降临了 好 黑魔附体 素质斗数 下一刻 只见那黑吸魔身上 亮起强烈的黑光 一只隐隐约约的人形黑影 出现在他的背后 然后没入他的体内 哄 他的身体周围 突然出现大量的黑光 将他笼罩其中 素质拳 第一是 普攻 一声大喝 四面佛眼前的黑吸魔 消失了踪影 去哪了 饶式淋浴 都没有发现对方的踪影 难道是空间之力 这个念头刚刚出现 他顿感危机降临 一只巨大的拳头 轰然降临在头顶 四面佛微微抬头 还没来得及抵挡 就被这一拳 轰然砸在了头顶上 轰隆隆 只有十米高的黑吸魔 一拳打在身上 竟将千米高的四面佛 轰出了数十米远 四面佛不是对手啊 这什么急啊 现在大战才刚刚开始 只是不适应这家伙的速度而已 对 等四面佛适应了急速 也就能胜利了 你们看 那黑吸魔又发动攻击了 此时 红灵半神见四面佛被打飞 大喊道 聂处 休要伤害他 他的长矛还没有举起来 一只红色羊头魔物 慢悠悠飞了过来 红狱族 好久不见了 你是 我乃红羊魔族 听说你红狱族擅长玉石火焰 与本魔比一比如何 红灵顿时想起了这一族 上一次曾经与这一族的魔物战斗过 突然 红羊魔手中亮起一道道光芒 竟是红的发黑的火焰 红羊魔笑道 此火焰取自地下研磨领域 名为研磨之火 功能十分单一 此火拥有极致的高温 能焚烧一切 去 下一刻 红黑色的火焰 从他掌心中迸射而出 火焰刚刚出现 便令空气扭曲 四周温度急剧升高 岛屿下方的树木 顷刻间便燃烧了起来 不仅如此 就连远处的海水 也跟着蒸发 形成了一片雾蒙蒙的景色 红灵半神见到这一幕 也不敢轻视 他抬起手中的火焰 火焰在掌心浮现而生 化作一道道流光 交织在掌心之间 最终形成一张巨大的火焰之网 千色神火网 可网罗火焰 去 顿时 神火网从掌心飞出 朝着那研磨之火网去 这是要捕捉研磨之火 哄 两者相撞在一起 研磨之火强大的高温力量 与神火网相撞的一瞬间 就彼此消融了 红灵剑状微微一惊 好强的火焰 竟能抵挡我族的秘境 那红羊魔也有些惊讶 威眉着双眼道 你这一族 比当年更强了 不过 越强本魔越感兴趣 哈哈 那就近身作战吧 让你们看看 魔的肉体力量 研磨附体 理智斗朔 轰隆隆 一道模糊的研磨虚影 出现他的头顶 羞一声没入体内 让他全身都笼罩在了一片 黑红的火焰之光中 只见他已经变了模样 与黑细魔一般 笼罩在了一片火焰光芒之中 红灵半神健壮 手中的长毛出现 背后的翅膀青山 瞬间移动到了千米之外 可是 下一刻 那红羊魔便紧随其后 立之斗术 灼热之拳 死吧 人类 轰隆隆 一拳冲来 带着极致的高温 令空气都扭曲了 红灵大惊 将长毛挡在身前 顿时 无数火焰交织 形成了一片火焰之墙 33小说网 哄 红羊魔凝笑着一拳 击打在火焰之墙上 火焰之墙被一拳冻穿 红灵躲闪不及 被击飞到了数十里之外 落在了大海之中 这一幕 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 红灵半神 这就输了 不管是现场的众人 还是屏幕前的人们 都愣住了 半神之间的差距 有这么大 完蛋了 还有一个魔没出手呢 不好 那红羊魔杀过去了 红灵半神快躲开啊 快啊 千万别死啊 我求求老天爷 一定要保佑红灵半神啊 对啊 他一生顺风顺水的 怎么能有磨难呢 阴阳怪气的人 请你闭嘴 我就不闭了 咋地 反正都要死了 四面佛被黑西魔压着打 毫无还手之力 红灵半神也被压着打 你们告诉我 还有什么希望 纵使是我们都死了 那又如何 那也不能诋毁我们的英雄 于府之人 都要死了 说点风凉话咋了 对啊 随着越来越多绝望的人发生 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了 许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 他们抱怨人生 悲观看待未来 这一刻 他们看不到前面的光了 这在一些还在坚持胜利的人眼中 他们就是拖后腿的 就是败累 可是 他们心底也承认 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淡了 就连格老等人也陷入沉默之中 穆灵带着邻族的人找到格老 他拍着桌子大喊道 我们要离开 格老沉默着 一句话都没有说 穆灵看他没有说话 就当是默认了 转身就朝着外面走去 格老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轻声说道 剑神来了 话音刚刚落下 他们都明显一顿 立刻停住了脚步 穆灵儿转身 声音颤抖着问道 他真的来了 格老正要点头说是的 突然他身边多出了一个人 此人一身青衫 剑眉心目 一脸冷色 手中抱着一把血红色的剑 正是剑神本人 灵族 你们还和当年一样 如你们的母术一般 胆小 怯懦 毫无大意 剑神冷冷说道 灵族众人文言 怒目而逝 但对方是剑神 母术不在身边 他们根本没有反驳的勇气 话到嘴边 又都吞了下去 最终 穆灵儿冷哼一声道 既然剑神阁下来了 此战便有了转机 我们答应留下来了 另外 我灵族不是胆小怕事的种族 而是理性之种族 请剑神阁下 收回刚刚说过的话 穆灵儿微微昂着精致的小脸 一脸倔强道 剑神却不看他一眼 视他如无物 提着剑从他身旁走过 本作的话 无措 你奈我何 话音落下 一道剑光闪烁 剑神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不见 穆灵儿一脸呆滞站在原地 看着头上落下的三根长长的青丝 一脸惊骇之色 他喃喃自语道 好快的速度 他捏起三根青丝 轻声说道 你的意思是 再一再而不再三吗 他看向了身旁的大臣 说道 所以本皇还有一次顶撞他的机会 是这个意思吗 这位大臣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一脸无语 他心中暗道 您心理活动也推丰富了点吧 不过他也不敢忤逆君上 而是说道 陛下 您可以尝试一下 穆灵儿若有所思道 嗯 等下次见到他 本皇就是一事 另一个大臣文言 紧张的手都颤抖了 他连忙劝道 陛下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清除魔物啊 我灵族知道 距离此地只有两千多年 魔物扩散 我灵族也将受到魔物之灾啊 穆灵儿文言 点点头道 嗯 说得不错 葛老现在对灵族 已经没有好印象了 他冷冷看着这些人 为表歉意 我灵族愿去前线抵挡魔物 请葛老同意 穆灵儿也察觉到了 拱手道 葛老文言 面色稍缓道 那就有劳灵族的各位了 告辞 穆灵儿拱手告别 带着族人朝着前线去 突然 一道剑光 划破了虚空 一把通天彻底 上万米的巨大剑影 从天而降 青蛇魔微微抬头 看着巨剑虚影 喃喃自语道 你 正是那深渊入口 众人远远望去 心神巨震 因为从远处看来 这就是一把巨剑 插在了深渊上 众人嘴巴微张 都震撼到倒吸凉气 如此景象 简直是闻所未闻 让所有人都大开了眼界 不管是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冒险者们 还是那深海中听到动静 游出海面观察这一幕的一族人 他们都震撼了 震惊的心脏砰砰直跳 难以自持 人族震撼 但更多的是自豪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震撼之后 一个个哈哈大笑着 我见过剑神出手 这一定是剑神来了 是啊 剑神的武器屠戮剑 就是红色的 可以依稀看出剑影的模样 就是屠戮剑 哈哈 我们的剑神前辈来了 这些深渊魔物都得死 对啊 剑神前辈一声是无敌的一声 他来了 我们可以定下心来了 你们看 剑神前辈为何不出手啊 他在和那个青蛇魔对峙呢 开战前说几句狠话 比比谁的话更有逼格 这是常规操作 等会儿就打起来了 看着吧 青蛇魔不会是剑神的对手 众人议论纷纷 剑神来了 他们仿佛就有了主心骨 再也不害怕了 之前的负面情绪一扫而空 现在是豪气顿生 仿佛有了无尽气力一般 而另一边 海中诸族却惊骇得手脚颤抖 他们指着那天空中的剑神虚影 说话都结巴了 各位 人族的力量太强了 我们族群连半神都没有 如何与人族对抗 要不 咱们依附人族吧 不行 我们是深海种族 和人族没有太大的领土争端 没必要医 父 以后我们得老实一点 别莫名其妙惹到人族 咱们还是搬家算了 离开东海去无尽之海吧 那里的海域更加广旺 同意 远离人族 就是保护生命 走吧 收拾一下 咱们搬家 这些深海中的种族 也是吓得不得了 现在不搬走 以后就成为人族的食物了 他们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恐惧 就是人族撒下大网 将他们吃了 这些海中异族连夜离开了 而另外一些弱小的海中异族 去不了深海 只能去了其他海洋 不敢继续待在东海了 此时 三个黑袍人 也终于来到了东海 他们刚刚踏入海洋 远处天空中 突然出现一道巨大的剑影 他们下意识停住了脚步 王莽指针那剑影道 很熟悉的气息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李元霸若有所思 突然抬头道 我知道了 这是人族剑神的力量气息 李四也点头道 没想到 人族竟出了这么个妖孽 这力量在半神中 也是佼佼者了 王莽指针没道 我们就别去前线了 去找人族阁老吧 饶式李元霸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他也不敢参与半神的战场 也点了点头道 走吧 三个死灵去找了阁老 他们不敢参与半神之战 但参与次一等的保卫战 却绰绰有余了 随着越来越靠近深渊 剑神的力量 带给他们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这让他们更加敬畏剑神了 即使他们这种历史上的大人物 面对境界差距 也犹如一夜随时都会倾覆的小舟 不止一提 突然 大帝疯狂地摇晃起来 轰隆隆 不好 帝龙翻身了 草 不是吧 怎么地震了 你们看 剑神出手了 那青蛇魔也出手了 大帝摇晃起来 天空似乎都跟着晃动了起来 众人稳住身形 便朝着后面退去 青蛇魔朝着前方飞去 与剑神对峙着 青蛇魔笑道 两百多年未见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剑面礼 你可喜欢 剑神闻言也笑道 不知此剑面礼 何名 青蛇魔哈哈大笑道 此里名曰 帝父 大帝为我子 随意百弄之 剑神呵呵冷笑道 你还是这么喜欢花里胡哨 大帝的力量被你轻视了 你不配为其父 剑神看着眼前这个青蛇魔 心中思绪万千 当年 深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也参与了那一战 他的对手就是眼前的青蛇魔 当年一人一魔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剑神经成于剑 而青蛇魔则诸法皆有射炼 如果说剑神是一 青蛇魔则是多 两者对上 从最开始的消灭对方 变成了斗法 都想斩去对方的信念 证明自己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如今 两百多年未见 再次见面时 都成了半神 似乎两条道路都是正确的 可是 两人都是集成于几道的人物 如今再次见面 自然又起了鄙视之心 剑神抬头指着红色剑引道 此为我给你准备的剑面礼 名曰 屠戮 自由屠戮生灵的气质 你可愿尝试一番 花音落下 青蛇魔已是凝中了几分 这剑影是半神器 它的地副技能 自然比不了剑影的力量 不过 它也不拒 它举起手 大喝道 天青 轰咚咚 空间震动 疯狂摇晃起来 仿佛整个世界都缩小了 变成了一辆行驶 在崎岖道路上的公交车内部 轰轰轰 空间剧烈摇晃着 地面也跟着震动 整片空间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不管是人类一方也好 还是魔物一方也罢 都站不稳了 它们一个个东倒西歪的 完全抵挡不住这力量 此为天青 地副 对抗你的神剑屠戮 你足够 去吧 让本魔看看 你与我谁更强 它大喊着 剑神也不甘示弱 面对这个曾经的同级对手 它不敢有丝毫轻视之心 随着一声令下 那通天彻地的剑影 朝着地面插去 轰咚咚 无穷的力量 从剑影上散发出来 空间顿时破裂成碎片 剑影突破空间的阻碍 轰然插在地上 仿佛一根定海神针 将晃动的大地定在地上 大地在怒吼 疯狂地挣扎着 一把神剑虚影 插在地上 大地疯狂摇晃挣扎 天空也跟着碎裂成渣 剑轰然不动 此刻 高下力判 青蛇魔心中一沉 它冷声道 天青地副的力量 对付其他半神已经足够 但你的屠戮剑太强了 他心中也是微微一惊 虽然这只是 他的常规技能 只是他无数技能中的 两个中等技能 但就这样被剑神破掉了 还是心中不甘 他大手一挥 一道弥漫四方的 奇异力量扩散出去 顿时 大地天空都恢复了原样 第一次的试探 剑神胜了 这让人足众人松了口气 刚刚那一幕太吓人了 给人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幸好 被剑神破掉了 剑神说道 你号称技能仓库 无止以一剑应对 青蛇魔呵呵冷笑 你会后悔的 他瞥了一眼周围 对另外两个手下大喝道 速速杀了那两个半神 然后与我一同围杀剑神 红阳魔和黑系魔文言 心中一震 纷纷点头道 是 青蛇魔笑道 你的两个同伴 将要死在他们的手里了 等他们败了 面对三尊半神的围攻 你注定失败 围攻 可耻 天真 青魔蛇呵呵冷笑一声 手中亮起一道道光芒 无有技能十万 射猎诛法 无有不通 此计 为上等计 明月 神词 神词 剑神心中微微一动 警惕了起来 他并不担心灵狱和红灵 因为他知道 灵狱那小子又藏着掖着了 如果灵狱火力全出 那两尊半神都不一定能挡得住 只是那个红狱族的半神红灵 让他微微失望 修炼天赋很强 年纪轻轻就突破到了半神 可惜战斗天赋稀松平常啊 面对红阳魔 竟被压着打 他看了一眼四面佛 暗中给四面佛传音道 灵狱 帮一帮那红狱族半神 四面佛微微一愣 看向了剑神 剑神点了点头 四面佛也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下来 暗中的灵狱暗自吐槽 他知道 剑神看穿了他在藏桌 暗道不能再藏着了 看着凝笑着朝自己冲来的黑心魔 他苦笑一声道 何必呢 何必这么想死呢 那黑心魔闻言 愣了一下 以为是错觉 便再次凝神 身上亮起黑光 瞬间消失在原地 不远处的红羊魔 也凝笑一声道 红狱族的半神 吾送你去死 说吧 炙热的岩浆包裹在拳头上 一步步逼近红灵 正要一拳将红灵的胸膛击穿 此时 青魔蛇的上等计 也终于释放完毕 随着力量的光芒垂落 虚空泛起叨叨青色的光芒 只听耳边 响起了诡异的钟声 哼 哼 哼 清脆而慎人的钟声 仿佛是荒凉的佛寺中 响起的凄惨乐曲 落在人们心间 顿时感到浑身发凉 仿佛有什么诡异的存在 正随着钟声而复苏 哼 虚空微微颤动 一个神秘的破败寺庙 出现在虚空中 寺庙中 落叶铺了一地 屋顶瓦片也散落一片 柱子上的红漆已经脱落 一棵枯树长在一口深井旁边 所有的一切都是破败的 看着这景 人们的心中都不约而同地 升起了苍凉之感 不禁探挽时间的力量 荡 突然又是一声钟鸣响起 众人寻声望去 却见一口残钟 挂在一根白铃上 死 真诡异 突然 荡 钟声又一次响起 那口残钟竟扭转了过来 煞时间 众人吓得心脏都停跳了半拍 只见那残钟的另一边 竟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人头双目躺着血泪 嘴巴一张一盒 便是当的一声钟鸣响起 那哪是残钟 分明的一颗残破的人头 那又乃是钟声啊 分明是人头发出的声音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不禁毛骨悚然 太吓人了 剑神面色沉静 他能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降临这个世界 不过 他虽然凝重 并不惧怕 手掌轻轻抬起 屠露剑影消散 屠露剑变成正常大小 化作一道流光 飞入他的手中 手持屠露剑 顿时浑身剑气 从体内喷波而出 屠露剑欲 他轻声呢喃道 顿时 同样一道奇异的力量 从脚底冒出来 剑气在无形中交织 编制成了一个 独立于现实世界的 剑狱空间 他被笼罩在剑狱之中 天空中那奇异的波动 以及终生的神秘力量 都被隔绝在剑狱之外 见到这一幕 众人都松了口气 不过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心中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他们指着那神词意论纷纷 这到底是什么技能啊 不会是神秘系的技能吧 什么是神秘系技能 这类技能有两个特点 奇异难学 需要机缘 因为这种技能是技能选人 不合适 就永远学不会 其二 效果特别神奇 你们看这神词技能 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却特别圣人 和神秘系技能很像 剑神前辈能打得过吗 这得看他们的底牌 谁更强了 众人的心跟着纠紧了 不过 此时两者都没有直接开战 都在酝酿着 不管是神词也好 还是剑神的剑狱也罢 都需要时间酝酿 一人一魔保持着默契 彼此都不说话 也不攻击 青蛇魔不时看眼 另外两个手下 他在拖时间 等两个手下 杀了四面佛和红灵 三魔联手 杀剑神将更加容易 与剑神大战 他并没有毕生的把握 剑神也在等 眼前的青蛇魔太过诡异 手中底牌太多了 他有胜利的信念 但他身上背负了太多责任 他有不能失败的理由 这时 突然 耳边响起了一道道 红亮的声音 众人忙扭头望去 却见四面佛飞到了空中 身边佛光普照 照耀四方 轰一声四散开来 四面佛消失不见 一千个灵域 分身出现在虚空中 下一刻 又一千个分身 从远处飞来 两千个分身 各自站在一边 白光突然亮起 两千个分身 化作两道光芒 逐渐融合成 两道模糊的影子 众人指着灵域的 合体分身 心脏砰砰直跳 灵域又合体了 不知这次合体 又会是什么形态 他们都十分期待 看那道模糊的身影 有一个合体分身 是带着翅膀的 不过都有上百米高 还是十分震撼的 你们看 光芒散了 我的乖乖 这回的合体分身好酷炫 这一刻 灵域的合体分身 成为了焦点 所有人都看着他 都在期待着出手的那一刻 好好压压深渊魔物的 嚣张气焰 有人已经激动的 眼睛一眨不眨看着 他们相信 灵域肯定会赢 毕竟灵域从没有 让他们失望过 剑神握着屠戮剑的 手紧了紧 看着那两尊庞然大物 心中惊叹 很酷 他轻声道 青蛇魔也有些惊叹 他现在惊异不定 不明白刚刚那尊四面佛 为什么消散了 而这两尊神秘存在 也同样有着 半神的力量气息 但是他们 又是从哪来的 等等 他突然想到了 刚刚那出现的 几千个异模一样的人 他明白了 这很可能是一种合体秘术 那么 对方的本体在哪里 他环视四周 想要寻找到灵域的本体 可惜灵域别的很强 藏身之术就更强了 他找不到灵域 也放弃了 他们要来围攻我 黑系魔剑合体分身 竟扭头一起看向了他 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尖锐的惨叫声 啊 这声音十分尖锐 远远传来 令人心中发寒 众人寻声望去 顿时大怒不已 只见那红羊魔 一拳打在了红灵的腹部 若不是红灵双翅挡在身前 此时 他已经香消玉云了 红羊魔宁笑道 两百年前的你 打不过我 两百年后的你 仍然是废物 死吧 说着 已举起了缠绕着火焰的巨拳 瞄准红灵的脑袋轰去 红灵抬头 口中念念有词 我死 你也会死 红羊魔听清楚了 远处的黑心魔也听清楚了 灵狱也听清楚了 死吧 红羊魔不惧他敢自爆 拳头举起急速落下 哄 红灵闭上眼睛 叹息一声 无数记忆涌上心头 他从小修炼天赋极佳 可惜战斗天赋一直不行 所以 一旦敌人和他的实力差不多 刚开始还能对抗一二 时间一长 说的总是他 为此 他曾训练过 但效果甚微 于是他就放弃了 呵呵 今日 终于要为自己当年的懈怠 付出代价了 而这个代价 就是生命啊 他才刚刚突破到半神不久 他还有几百年的寿命 他还年轻 他不甘心 但又无可奈何 啊 他大喝一声 体内能量压缩 危险的气息弥漫开来 眼见他就要自爆 众人看着这一幕 心都跟着纠紧了 不少人 看到这一幕 已经泪流满面 死亡不恐怖 恐怖的是 主动迎接死亡 能安然自爆的人 这得具备多大的勇气啊 不要死啊 林玉你快救人啊 对啊 你明明都合体出 两尊巨大的分身了 为什么愣住了 救人去啊 救救他吧 他明明那么呆 那么憨 楼上别骂人啊 人都要死了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但我不想他死啊 不管是网上 还是百里外围观的众人 此时都心疼得难以呼吸 不管是出于私人原因 还是出于现实考量 他们都不希望红灵死亡 可是 现在的情况是 他在被一拳拳击打着 翅膀已被捶烂 身上也满是伤痕 他已经开始自爆了 死亡 成了他的倒计石 林玉看着这一幕 叹了口气 他的合体 也终于好了 接下来 就看你们的了 去吧 杀了这两尊半神 彰显我人族的无上威名吧 哄 突然 只见一个合体分身背后的翅膀 轻轻一动 下一刻便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的时候 他的身边多出了一个人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红灵 红灵一脸呆滞的 看着这尊神秘的身影 你得救了 不要自爆 说完这句话 他便放开红灵 朝着战场飞去 此时 众人才看清 这尊神秘身影 正是灵域的合体分身之一 只见这尊合体分身 身高百米 人形鸟手 背负一双垂天之翼 那 翅膀一青一蓝 绽放着绚丽的光芒 这一双翅膀 不似是长在背部的 反而像是 从天际垂落下的一般 一双翅膀 千米之长 上阶天 下连背 带给人的视觉冲击 无与伦比 不仅如此 他的手中 还拿着一根 湛蓝色的权杖 正是半神器 海神权杖 他的眼睛 一青一蓝 青色的眼睛 绽放着旋风 蓝色的眼睛 喷涌着海水 这竟是一尊 掌控风与水的存在 也难怪 刚刚他的速度如此之快 瞬间便就回了红灵 红灵一脸惊奇 望着这尊神秘身影 他是什么人 刚刚那个四面佛呢 他心中一斗丛生 不过 还没等他细想 一场大战就要爆发了 红羊魔一脸愤怒之色 他浑身冒着炙热的火焰 举起巨大的拳头 朝着合体分身杀来 孽障 你误了本魔的大事 他心中十分愤怒 如果不是这人突然出现 就走了红灵 他就能杀一尊半神了 鸟兽合体分身 歪了歪头 无指掌风与海洋 容坤鹏与加罗罗之神力 你可换我为扶摇海神鸟 扶摇海神鸟 一脸认真把话说完 却让那红羊魔气疯了 孽畜 老子就叫你孽畜了 又如何 孽畜 孽畜 今日必杀你 神鸟抬起头 反驳道 你很没有礼貌 去你妈的礼貌 去死吧 红羊魔再也忍不住了 携带着漫天火海 朝着神鸟攻去 神鸟见状 背后的翅膀轻轻动了一下 无讨厌火焰 哎 灭火 他一口吐出一个字 看似不快 但每落下一个字 四周的环境都跟着变化 突然 天黑了 众人抬头望去 一个个棱在了原地 乖乖 这哪来的海水啊 对啊 大海风平浪静的 海水从哪里来的 你们看 方圆百里都是海水 这是一片大海 长在了天上 大家快躲开 海水要落下来了 咱们又不在百里之内 影响不到我们 你傻呀 算了 不管你了 老子先撤一步 一片百里大海 出现在了天空中 阴影投在地上 阳光被彻底遮住 大地变得一片昏暗 这一幕 似曾相识 曾经那娇人半神 也使用过大海倾覆的手段 可是 如果细看之下 就会发现两者的区别 只见这海水之中 竟隐藏着无数旋风 看似平静的海水 实则在旋风的作用下 转眼间 就会变成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 红羊魔见状 一点不害怕 水能克火 火未尝不能克制水 而且他还有一个队友呢 聂处 今日就让你看看 我的火焰之力 不是你区区海水能镇压的 说吧 他已经全身是火 冲向了神鸟 他要一举震杀神鸟 然后再去杀了红灵 最后与青蛇魔会合 一起围攻剑神 火欲神拳 三千万机 三十三小说网 轰隆隆 炙热的空气扑灭而来 水气被一瞬间蒸发殆尽 神鸟手中的海神权杖举起 然后缓缓落下 众人看得心急 谁能想到 这还是一个慢性子的鸟 看它释放技能 真是能把人击疯了不可 天之海 落 哼 百米大海 轰然降落 隐藏其中的旋风 搅动海水 形成一道道龙卷 抽象红羊魔 杀 一声杀字 震战苍穹 四周的空间隐隐颤动 攻击抵达 哼 两者相撞 雾气升腾而起 顷刻间弥漫了方圆数十里 不过 众人都是高手 视力极好 区区雾气挡不住他们 但这可苦了屏幕前的众人 摄像头可无法传透雾气啊 他们看到的 只有一片大雾 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不少人在评论区吐槽 可惜现在 主播也看呆了 已经无暇顾及他们 只见 雾气中 一尊浑身冒着火焰的红羊魔 被无数龙卷水抽打着 左之右捉 怎么都逃不出来 这龙卷水太多了 而且再风的力量作用下 急速旋转 犹如一道道钢鞭一般 抽打之下 令空间都隐隐颤动 一不小心被打中 可得痛得半死 可想而知 大怒道 可惜 神鸟不加理会 沉浸地指挥龙卷水攻击着 啪啪啪 啪啪啪啪 一下下 如同上帝之鞭一般 有节奏地抽打着红羊魔 打碎一条 还有无数条 仿佛是无穷无尽一般 见他被困住 神鸟说道 聂畜 你这个聂畜 去死 红羊魔被叫成了聂畜 更加愤怒了 可是这无穷无尽的攻击 让他疲于奔命 根本出不去 这让他恼火不已 暗中 林玉见到这一幕 喃喃自语道 杀他只是时间问题 谁让老子有半神器呢 要是没半神器 还真不好杀 不过还不保险 先准备一下献祭技能 看能得到啥好光环技能部 等会给大家套个光环 那就更猛了 想到这里 他黑黑一笑 在空间手环里 寻找着合适的祭品 最终选择了一只九阶的鳄鱼 当作祭品 他这边在献祭 战场上又生出了变故 红羊魔大怒道 黑熙魔 过来帮我 黑熙魔闻言 吃笑一声 看不起这个同僚 他呵呵大笑道 哈 那本魔就来帮你 说吧 他身上力量光芒闪烁 请客间就消失在原地 瞬间出现在神鸟的背后 他凝笑一声道 无知急速 谁人能等 死 手中凝聚一道青色的匕首 朝着神鸟的脖子砍去 可是 下一刻 他就吓得差点丢掉利刃 只见神鸟面无表情地扭过头 平静地看着他 你的速度 不如我快 他背后的垂天之意轻轻一动 便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了黑熙魔的背后 黑熙魔有了心理防备 感知到了背后的情况 连忙一个急速闪到了远处 他远远看着神鸟 说道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何速度上不逊色于我 神鸟歪了歪头 说道 无掌控风的力量 迟钝之风 他背后的翅膀微微一动 顿时一道道旋起的风 朝着黑熙魔吹去 这风很柔和 甚至没有造成任何物理伤害 可是黑熙魔却紧惕着 这是不好 这风能令人变得迟钝 他发现 这风吹过之处 所有人都变成了慢动作 他就明白这风的猫腻了 他心中亥然 他掌握的素枝豆树 若被这风吹到 后果不堪设想 他擅长近战 所以反应力极好 但他就怕这种 能令人迟钝的技能 该死的 素枝豆树 尘埃何子暴 他捏起拳头 手中亮起黑色的光芒 仿佛将何子的力量 攥在手心里 一拳轰去 空间都裂开了一道细长的口子 神鸟见状 不紧不慢地扇动了一下翅膀 闪闪风光 顿时 一道慢悠悠的风 闪烁着亮光 迎上了何子暴 轰咙咙 两者相撞 弥漫起大量的尘埃 空间裂开一道道口子 又迅速弥合 黑熙魔大惊道 你连这个都能挡住 是本魔小瞧你了 接我这一招 素枝豆树 深渊之棍 轰咙咙 顿时 一根漆黑的棍子 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提着棍子 杀向了神鸟 神鸟不敢轻视 丢下手中的海神拳杖 令其镇压红羊魔 红羊魔愤怒怒吼 但他没有半神器 短时间根本出不去 之前 这黑熙魔速度太快 四面佛应对不了 现在的神鸟在速度上 已经不弱于黑熙魔 所以 这才是正常的对战 黑熙魔提着棍子杀来 他手中也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把长枪 持盾之枪 杀 哄 两者迎面撞上 杀降起来 黑熙魔被持盾之枪打中 顿时思维都跟着迟钝了 立即被封的力量 砍掉大片血肉 神鸟被深渊之棍敲中 全身顿时腐烂了一大片 受了伤 杀 两者大站在一起 你来我往 好不热闹 但暂时也分不出胜负 但即使是这样 也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了 灵狱一个合体分身 就对付了两尊半神 这要是两个一起上呢 要知道 大可是还有一尊没动呢 只见那尊旁观的合体分身 正抱着双拳 一脸惬意地当着旁观者 众人看着这尊存在 一个个也是无语之急 您倒是上啊 两个一起上 不就很快结束了吗 这个合体分身 人面瘦身 身高百米鱼 双耳穿两条火蛇 火蛇的火焰 都仿佛能凿穿天穷 真酷啊 而且 他脚底下还踩着两条神龙呢 周身火焰沸腾 在那一站 空间都要被烧化了 对啊 就是不出手试个事 可别出什么岔子 会不会是中看不中用 怎么可能啊 这一看就是火中帝王 一定是为了克制红羊魔才出现的 但现在红羊魔不给力啊 他估计也不想出手了 说的有道理 你们看 剑神和青神魔两人也开打了 我擦 这俩打斗场面太吓人了 漆黑的深渊上 黑气弥漫生腾 无数深渊魔物 疯狂地冲出深渊 朝着四周散去 深渊魔物太多了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众人也顾不上观战了 连忙出手阻拦 如果他们的防线崩溃了 后方的人族将手当其冲 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 他们有着不得不守护的理由 各位 先别观战了 先把这一波深渊魔物压下去啊 诸位 阵法宗师要布阵了 速速去帮忙啊 大家挡住啊 现在咱们的能量精实充足 只要大阵布置好了 这些怪物别想冲出去 众人闻言 热血沸腾 人族的强者数量 在强族中算是少的 但人族的阵法 才是最牛的 只见 虚空中 一个老者手中各种光芒闪烁着 一个个阵气四散开来 镇压在方圆数百里的区域内 不仅是他 还有几个同级别的阵法师 也在各地布阵 几人一起帮忙 布阵的速度大增 不久后 那老者大喝道 阵法 成 轰咚咚 一道道青色的光芒 从海面上升腾而起 光芒升起 最终闭合形成一个球形 至此 这深渊怪物被困在了里边 众人见状 都松了口气 呼呼 太好了 现在咱们安全了 33小说网 咱们布置的阵法 距离深渊有300里 应该不会受到半神战斗余波的影响 应该不会 半神的力量光芒 影响范围大概是百里 太好了 总算能松口气了 终于可以好好看他们大战了 刚刚剑神和青蛇魔 已经试探攻击了一下 现在应该是正式战斗了 真厉害啊 看得我太过瘾了 众人一阵惊叹 实在是剑神和青蛇魔战斗的破坏力太大了 此时 剑神周身笼罩着屠戮领域 他仿佛独立在世界之外的神灵 而青蛇魔前方的天空中 那座残破的骨叉 此时那骨叉的房门 突然打开了一条缝 当 一声钟鸣响起 骨叉的整殿大门突然大开 吸吸吸吸吸吸 呜呜呜呜 诡异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 这声音仿佛是鬼怪的异语 又仿佛是疯子的大笑 令人毛骨悚然 好古怪的声音 剑神微微皱眉 身上的屠戮剑狱猛地扩散开来 笼罩方圆百米 他在剑狱之中 仿佛执掌创世规则的神灵 可随意制造各种剑气 这是他的道 急于剑之后领悟的秘籍 青蛇魔轻声道 剑神 你还是如此冷静 你的战斗天赋 我愿称之为最强 可惜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神词技能的强大 远不是你能想象的 剑神剑没微皱 冷声道 不管你多强 我自以剑斩之 狂妄 放肆 杀 杀 一声杀字 苍穹震动 只见青蛇魔抬头看了一眼 悬在空中的骨叉 他喃喃自语道 此为神词 可惜神灵已死 唯有一退居此 经唤醒神灵一退 斩你一如反掌 石鬼何在 他大喝一声 咔嚓 骨叉侧门大开 吸吸吸吸 呜 呼呼呼 十个猙獰的大鬼 从骨叉的侧门走出 只见那石鬼都有十米多高 每一个的额头上 都长着一只尖角 眼睛呈现红色 獠牙外翻 猙獰恐怖 他们刚刚出现 就朝着青蛇魔鞠躬 石鬼前来报到 青蛇魔大喝道 请神灵已退 遵令 下一刻 石鬼转身 走入了大门已开的大殿 殿内当当当 传来阵阵声响 剑神宁眉望着 已将屠戎剑狱 张开到了极限 这神刺技能太诡异 他如灵大敌 不过 他见心如铁 不会产生恐惧和犹豫的情绪 突然 十个大鬼 抬着一尊泥塑走了出来 众人看到这泥塑 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这就是神灵已退 怎么是一个泥塑啊 不会是把泥塑当神灵已退了吧 这个青魔蛇 到底要干嘛 对啊 这技能营造的感觉十分诡异 到头来就搬出来一个泥塑 不可能无地放食 这泥塑一定能有问题 说不定等会就活了 对啊 别忘了这技能叫神祠 这泥塑 说不定就是供奉的神灵 神灵死了 泥塑就成了一退 快看 那小鬼消失了 众人望去 果然看到那泥塑 被搬到了院子里后 石鬼休一声消散了 也不知这些小鬼去了哪里 应该去了那侧门的房间里了吧 青蛇魔盯着泥塑 深深吸了一口气 醒来 醒来 醒来吧 他嘴唇微动 轻声念叨 这声音不大 但却能令众人听清楚 三声已过 泥塑突然睁开了双眼 哄 两道金色的光束 穿透了苍穹 仿佛斗牛之光 犹如两根细长的金色 擎天之柱 支撑天地 这一幕 令人惊讶的手脚颤抖 因为这光是两道目光 区区两道目光 就能令人浑身发麻 而且直接洞穿了 阵法师们辛苦布置的阵法 看到那天空中 破掉的两个洞 阵法师们心疼不已 两米手忙脚乱补上 这时 哈哈 他醒了 醒了 去吧 杀了眼前这个人类 杀了他 杀了他 泥塑扭头看了一眼青蛇魔 点了点头 突然 那泥塑站了起来 随着他逐渐站起身 逐渐退去了一身的泥垢 众人这时才发现 所谓的泥塑 原来只是隐藏了 神灵移退的真身 泥塑掉落在地上 露出了泥里的真身 这才是泥塑的本体 也才是真正的神灵移退 只见 这竟是一尊身穿金色铠甲的神将 手中拿着一柄金色的长剑 面容被头盔盖住 看不清模样 但浑身的强大气势 却令人震撼不已 众人望着他 心中震撼 意润纷纷 竟是一尊将军 这是一个战神啊 而且还是那种纵横战场的将军类战神 你看他浑身金光 和青蛇魔一点都不大 可这是对方唤醒的 是咱们的敌人 哎 可惜了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你去堕入魔道 突然 那金甲将军飞向了剑神 他举起长剑 大喝道 武之军队 复苏吧 随着他一声大喝 虚空泛起道道连衣 一道道苍白的魂体 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他们刚刚出现 便朝着下方的深渊魔物冲去 一个个钻入深渊魔物体内 然后便开始了变化 只见他们一个个都蜕变成了 身穿银色铠甲的将士 赢甲将军站在最前面 他挥手道 无知将士 随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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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举起武器 呐喊着 深圳云霄 无数士兵还在不停出现着 已经难以数清数量了 哄 方圆百里内 充斥着一个个赢甲士兵 数量之多 难以想象 众人望着这一幕 都张大了嘴巴 便是暗中的林凡 也有些羡慕极度恨 林凡看了一眼 还在陷阱的淋浴 嘟囔道 这技能要是能给我就好了 还有啊 此时 林凡已经到了陷阱的关键时刻 那神秘存在 已经感应到了陷阱的力量 就等神秘存在 将视线投向他 他实在无形其他 也听不到林凡的嘟囔声 这时 无数银甲将士 仰天怒吼 冲向了剑神 他们数量太多了 还在不停地出现着 代价是 魔物被占据了躯体 魔物还在不停爬出来 银甲将士 也在源源不断地出现着 谁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 只是正正地看着这一幕 剑神瞥了一眼 冲过来的银甲将士 冷哼道 一剑画万影 哼 他凝聚力量 挥舞一剑 那一剑竟急速分化 从一剑变成了两剑 两剑变成了四剑 又变成了八剑 转瞬间 已是数万剑 又是一瞬间 数量再次翻倍 漫天遍野 都是剑的影子 而对面则是银甲将士 哼 两者相撞在一起 一剑斩杀一个银甲将士 一个银甲将士 砍断剑影 两者势均力敌 就看谁先坚持不住了 这时 银甲将士在虚空中 踏出了小小的一步 却 瞬间 出现在了剑神的上空 举起手中金色的长剑 力声大喝道 三界晶散 哼 一道金色的剑气 仿佛从天界而来 降临人间 狠狠朝着剑神披落 这剑气太大了 剑气所过之处 空间裂开一道漆黑的口子 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少人双手合十 为剑神祈祷 更多的人 则呆呆地 看着那贯穿天地的金色剑气 那剑气只有一半露出了云层 另一半仿佛深入了星球之外 轰咆咆 剑气急速落下 但仍然不见剑柄的出现 可见这剑之大 此时 剑神的那一道剑气 仍在与银甲将士搏斗着 暂时不分胜负 现在又来了一击 剑神也皱起了眉头 他朝上空飞去 主动迎上了金色剑气 手里的屠戮剑 紧紧贴在掌心 他低声嘶喃道 去吧 屠戮剑轻轻颤动了一下 似在回应 交给我吧 剑神举起了手中屠戮剑 低声喝道 你的剑欲令三界崩散 而我却要突进敌扣 你突的是世界 我突的是众生 无语辱之战 便是世界与众生之战 无将用手中之剑 证明众生不弱 而能屠戮众生的我 更能拯救众生 无有一绝技 轻易不施展 今日便令其绽放光芒 此为众生之剑 屠戮 苍生意 去 哄 随着他一声令下 屠戮剑离开他的手掌 飞入了虚空之中 绽放出璀璨的血色光芒 接入冥冥之中的虚空 突然 一道道怨魂被放出 他们都是凶兽和异族的模样 这些都是 死在屠戮剑下的亡魂 他镇守归须数百年 杀戮的凶兽不计其数 每一个死亡的凶兽的印记 都烙印在了屠戮剑上 这是一把守护人族的苍生剑 也有一把屠戮敌扣的灭众生剑 与人族而言 他是守护之神 与异族而言 他是杀戮之魔 此刻 屠戮剑释放出了被杀的怨魂 无边无际 弥漫天际 突然 这些怨魂在屠戮剑的作用下 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把血色的长剑 这道剑气 充满血腥气 却是守护人族苍生的影子 他冲入天际 迎上了那落下的金色巨剑 啊 啊 两者撞击在一起 不管是剑神也好 还是那金甲将军也罢 都发出了呐喊声 轰隆隆 咔嚓 空间碎了 无数外散的能量 被裂开的空间间隙 吸入了空间乱流之中 众人只感到无边的光亮起 然后一切消弭 归于平静 剑神气喘吁吁 他见对方待在原地 似受了伤 他提起屠戮剑 吐出一口鲜血在剑上 以我心头险 吐 哄 一道细长的剑气 迸射而出 跨越天际 瞬间便落在了金甲将军的面甲上 咔嚓 金色的面甲 被一剑劈裂 露出了这人的面容 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呆住了 这青蛇魔召唤的神灵一退 竟是一尊人类 此时 他瞪大了眼睛 突然仿佛想明白了什么 呵呵笑道 后生 你很不错 他抬头望了一眼天空 又望了一眼 那个残破的骨叉 他喃喃自语道 无尽岁月以来 我数次被唤醒 纵使是死了 也不得安宁 真是可笑啊 他惨然一笑 下一刻 眼睛瞪大了 一道血点突然从额头出现 迅速连接到了下巴 形成一道血线 他瞪大了眼睛 苦笑道 无去眼 此物赠你 轰一声巨响 化作一道四散的光 消散不见 不过却有一道流光 冲向了剑神 剑神没有感知到危险 下意识截住流光 发现近视科技能晶石 他抬头看向古叉 古叉已经逐渐虚幻起来 神灵一退 恢复尼素的模样 使鬼也打开侧门走来 正将他搬入大殿之内 可是 尼素在微微挣扎 似乎那大殿是他的牢笼 剑神若有所思 他望向了古叉院子里的一口井 突然 浑身大寒 他发现正有一双眼睛 在死死盯着他 耳边也响起了吸碎的嬉笑声 他有种被盯上的感觉 放肆 剑神大鹤 万剑劈空而去 可惜 剑气未至 古叉已消散不见 但那古井中的 一双圣人的眼睛 却让剑神难以忘记 那眼睛到底是什么 这应该是神秘戏技能 这种技能 到底是谁创造的 他心中不解 更多的是一种担忧 这时 青蛇魔瞪大了眼睛 迷你竟能战胜神灵一退 青蛇魔一脸惊讶之色 神赐技能 已是他压箱底之一的技能了 却被剑神破掉了 他心中忌惮 产生了许多杂念 他本就没有必胜的信念 此时更是愁愁了 他不同于剑神 剑神是基于剑道 专心一道 而他则是涉猎诸道 什么都懂一些 战斗风格多样化 风格多变 令人防不胜防 如果将剑神 比作专一的男人 那他则是花心的男人 两者不一样 自然心态也不同 剑神可以为了 一个信念去死 而他却做不到 不过 他也不拒 手中上有其他底牌 而反观剑神 脸色却苍白了一些 他之前就对抗过 神来的巨肘 受了伤 后来又强行毁灭 异兽界的空间通道 又受了伤 对抗金甲神的时候 又是一口心头血 又受了伤 三次伤叠加在一起 他也不是全胜状态 剑神捏着手中的剑 只向青蛇魔 说道 接下来该我了 青蛇魔闻言 心中警惕 忙后退几步 剑神捏着手中的剑 沟通剑气 释放新的技能 青蛇魔也不甘示弱 也凝聚新的技能 顿时 强大的气息 从他们两人身上散发出来 令四周风云激荡 空气扭曲 压迫感令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大喝 哈哈 终于成功了 青蛇魔和剑神 都听到了这声音 有些疑惑 愤出一丝心神去观望 却见在百里之外 一个少年 正站在奇异的图案上 沟通着什么东西 突然 天空中一闪而是一道光芒 然后 几个大字落在了那少年身上 他们看去 看清那大字之后 顿时都有些无语 肉质不错 继续努力 刺耳生命光环 你精神力覆盖范围内 所有友军 都将获得生命恢复 速度提升的效果 下一刻 以那少年为中心 方圆百里范围内 更是有清晰的感觉 他们身上的伤势 正在缓慢修复着 就连剑神也惊讶了 因为他之前几次大战 其实已经受了伤 此时不过是压制伤势而已 但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 伤势正在缓慢恢复着 照这个速度 一天时间就能痊愈了 他惊讶到 这也是一种神秘系技能 也只有神秘系技能 才能有这种神奇的效果 因为这类技能 往往不讲道理 无法用常理来解释 而青蛇魔 却一脸疑惑之色 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这时 剑神动了 只见他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把金色的剑气 这道剑气迅速扩大 变得如山一般大小 深入云层之中 圣剑 一声大喝 云霄雾散 众人下意识抬头看向天空 只见所有云彩都消散了 他们可以看到蓝色的天空 只见一柄金色的剑 从万米高空中落下 却 轰隆隆 金色圣剑落下 风锐的剑气 在空间上留下到了黑色的裂痕 阳光直射而下 照射在金色的剑光上 反射出刺目的光芒 一时间 天地一片金色 仿佛被染上了金装 这一幕 庄严神圣 而又充满肃杀之气 此为那金甲神灵赠语技能 我发挥不出全部威力 但斩你也足够了 他现在的身体伤势 在生命光环的作用下 逐渐恢复着 每一秒就恢复一份力量 眼前的青蛇魔虽强 但对他而言 却也不是斩不掉 他自信 他能斩杀青蛇魔 这是身为剑修的信念 青蛇魔望着这金色巨剑 心中也是咯噔了一下 该死的金甲神 他咬着牙破口大骂 在他看来金甲神都死了 还得自己找麻烦 太过讨厌 他不敢小觑 毕竟这是神灵的技能 尽管半神发挥不出全部的威力 但即使发挥出一部分威力 也够他受得了 来 青蛇魔大喝一声 下一刻 四周空间泛起连衣 一个空间漩涡出现在身前 他将手伸了进去 摸索了片刻 抽出一把细长的横刀 蹭 拔刀出鞘 一道道寒霜之气 从刀锋上冒出 令四周的空气都截出了冰霜 他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道黑色的文字 从口中飞出 附着在刀身上 令刀变得越来越丰锐 突然 他提着刀抬起头 看向了攻击而来的金色圣剑 这圣剑太肃目庄严了 令人仿佛面对天威 扶不起抵抗的心 不过 他手中的刀也不弱 严灵咒 寒冰斩 杀 他提着刀冲了上去 在途中 他的身上开始冒出一层层冰霜 仿佛是一个被冰霜笼罩的神灵一般 见到这一幕 四周围观的众人都惊叹出声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刻 这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你们觉得谁能赢啊 肯定是剑神大人啊 虽然没有见过剑神大人进战 但应该不弱吧 那神子都对付不了剑神大人 这青蛇魔应当是没什么法子了 对啊 拿着半神器去和剑神大人对砍啊 你们看啊 他冲上去了 圣剑劈他 众人注视着这一幕 不仅仅是他们 屏幕前的众生也都在注视着这一幕 如果人族赢了 从此之后 人族可以骄傲地宣布 他们登陵蓝星种族之巅 除了那些异界势力之外 在蓝星本土势力中 他们将是最强大的之一 这时 灵狱完成了陷阱 但他一点都不满意 自己费了这么大心思 就给老子一个生命光环 他可是分身天赋者 自己又不上战场 这光环对他来说 真是屁用没有 不过 有总比没用好 他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看了一眼战场 剑神操纵着金色圣剑 和青蛇魔症打斗在一起 暂时看来 也分不出胜负 灵狱又看向另一边 海神全杖镇压着红羊魔 神鸟压制住了黑心魔 另一个合体分身 则老神在在地看戏 灵狱顿时脸黑了 他的确没有下达攻击的命令 但你这合体分身也太呆了 倒是去帮忙啊 真就是别人不攻击你 你就不攻击别人呗 算了 还是老子亲自操纵吧 一时附体 下一刻 他眼前的景色大变 这尊新的合体分身 轻轻抬头看向了黑心魔 顿时 两刀火蛇从双眼中喷射出 炙烤着空气 他伸展手臂 潮溪剑出现在手中 挥舞了一下潮溪剑 觉得和自己的属性不搭 随手将潮溪剑扔了出去 休一声响 潮溪剑朝着海神全杖飞去 一起镇压红羊魔 红羊魔明明快要挣脱了 突然又来了一把半神器 然而 无人搭理他 这尊火中帝王 踩着两条火焰神龙 朝着黑心魔飞去 他身高百米 在天空中俯视着 陷入苦战中的黑心魔 黑心魔大惊 避开神鸟 闪到远处 问道 你是谁 淋浴低头看了他一眼 仿佛在看一具尸体 无名助容 火中之神 本为红羊魔准备 可惜 他不争气 今日便斩了你吧 他伸出手 脚下的火龙嘶吼着落入手中 双手擒拿龙身 仿佛在抓着一根长鞭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都倒吸一口凉气 不少人更是眼中冒着心情 一脸崇拜之色 太帅了 他们议论纷纷的 一个个恨不能取而代之 手拿神龙当鞭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呀 可是 那也不是真龙啊 甭管是不是真龙 反正帅气就完事了 抽他 抽他 抽死他 黑心魔 给老子死 打呀 愣着干什么 这时 朱容扭头看向了众人 众人连忙低头 不敢与之对视 林玉冷哼一声 老子打架 你们能不能别起哄 他回头望了一眼 剑神的方向 发现青蛇魔 竟和剑神 打了个难解难分 这一刻 他才想起 这些深渊半神的 近战能力 才是最厉害的 只见他青蛇魔 每一击都是一个新的技能 一场大战下来 不一会儿 就释放了数百个技能 不过 剑神操纵圣剑 从容应对 两者暂时也分不出胜负来 林玉看了一眼 暗道 还是尽早结束战斗吧 他也能下深渊 消灭深渊魔物 他现在挺心急的 这么多魔物 都被其他人消灭了 这对他来说 是他的巨大损失了 这深渊就是他的钱袋子 可不能让钱都流失了 只听啪的一声 他手轻轻一挥舞 手中的火龙 化作一道火焰之鞭 抽向黑西魔 黑西魔大喝一声 手中亮起黑色的防御盾 挡住了这一击 但下一刻 神鸟已急速闪到他的身后 持盾之枪 刺在了他的手臂上 顿时 黑西魔感到思维一阵迟钝 面对攻击过来的技能 有点反应不过来 啪 一道火龙鞭子 猛地抽打在身上 他被打飞了上千米远 还没等他喘过气 神鸟瞬间闪到身后 又一枪刺中小腿 他的思维再次迟钝 朱镕又一鞭子抽了过来 然后 就是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黑西魔在两尊合体分身的攻击下 几乎没有反抗之力 这时 朱镕飞到空中 松开了手中的火龙 火龙嘶吼一声 在黑西魔的身上 神鸟也念念有词道 风 哄 封住火势 火界风势 在黑西魔身上 熊熊燃烧起来 啊 你们该死 黑西魔嘶吼出声 不过 这火焰还无法杀死他 朱镕继续念叨 火中可添加情绪之毒 贪 撑 吃 度 慢 疑 怒七毒 此七种情绪之毒 入我火中 制烤灵魂心灵 助你超脱 去 下一刻 七道流光融入了火中 顿时 火焰的颜色变成了黑色 蕴含着情绪之毒的火焰 开始制烤心灵 黑西魔心中的各种负面情绪 在火焰的引导下 疯狂爆发 啊 我愤怒啊 我要吃吃吃 你竟敢欺骗我 我杀你 我懒 我堕 我怒啊 我要杀穿天下啊 他已是语无伦次 说话不着调了 这七种情绪之毒 是他融合了四面佛的概念而生成的 火可制烤肉体 自然也可以制烤心灵 情绪之毒 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果然 天进火中 便产生了质变 不甘心啊 碰 他心态已经崩了 石海也出现了缺口 无数毒火涌入石海中 这时 他的灵魂在临死前 突然清醒了过来 他大吼道 要我死 你们也得死 呼呼呼 只见他浑身都冒着光芒 灵欲对这一幕 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要自爆啊 你想自爆就自爆啊 得经过老子同意才行 堵魂术 下一刻 一道奇异的力量 弥漫开来 黑心魔被光芒一扫 就愣住了 他仿佛看到了天堂 那里有个长着翅膀的白皙 天使告诉他 不要反抗 你死了就会上天堂 得到极乐的 他信了 闭上了眼睛 静静等死 活着那么苦 不如死了上天堂 这时 神鸟一个闪烁 摆到他的身边 举起翅膀 化作风锐的力气 在黑心魔的脖子上划过 扑哧 黑心魔的头颅飞了出去 鲜血喷涌而出 足有数十米高 尸体正要落地 竹容手中一招 耳朵上挂着的一条小蛇 羞一声 变成了上百米长 他手一招 那火蛇便咬住黑心魔尸体 朝着百里外的淋浴方向飞去 这时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愣在了原地 耳边已经传不清任何其他声音了 这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的都安静了 许久之后 他们才回过神来 然后 便是欢呼了起来 太好了 我们赢了 是啊 太不容易了 总算打死这黑心魔了 对啊 这黑心魔速度太快 我都怕他杀了我 就你这实力 人家看都不屑看一眼 那我也不想死啊 贪生怕死之呗 就好像你不是胆小鬼一样 众人一番议论 但心情却是极好的 他们抬头看着湛蓝色的天空 这一刻的空气格外清新 劫后余生的感觉袭来 这是一种超越天下 所有情绪的喜悦之情 我们要赢了 他们想哭 想放声大笑 太不容易了 下一刻 又一颗羊头落地 红羊魔也死了 然后 两尊合体分身 看向了青蛇魔 一起转身 半神的陨落如同一道惊雷 在青蛇魔心间炸响 他余光撇到了逼近的火神和神鸟 心中大惊失色 心神失守之下 被剑神一箭刺中了手臂 他忍着疼痛逼开了剑神 看了一眼下方的深渊 他口中念念有词 虚愚之说 下一刻 他身上亮起了一道光芒 光芒出现又迅速消散 等光芒消散之后 他已经离开了这里 出现在了下方的深渊之中 瞬间竟移动了上千米远 剑神剑壮 心中微惊 踢着剑就朝着逃跑的青蛇魔杀去 青蛇魔此时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他的两个手下死了 自己一个半神 根本不可能对抗三尊半神 所以他必须要逃跑才行 否则只能是白白送了性命 眼见深渊之底越来越近 他心中松了口气 终于要逃出生天了 突然 一道剑光从上空垂落 他大惊道 剑神 你竟敢追来 你不怕深渊让你有来无回吗 剑神的信念太重 他要杀一个人 便是自己粉身碎骨 也要做到 这是身为剑修的道 认死里就是性格上的体现之一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脱 你也不例外 拿命来吧 说吧 加速朝着青蛇魔杀去 青蛇魔不敢和他缠斗下去 因为在剑神后面 还有两尊半神在快速赶来呢 他但凡有一点分神 就可能被他们追上来 一旦被追上 他已经能想到自己的后果 虚余之术 身上再次亮起光芒 他再次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在了千米之外 千米之身 还没有抵达真正的深渊 他急速逃离着 想要快些逃走 剑神见状 这次有了心理准备 他知道 这是一种位移之术 距离不远 他尚且能锁定对方 那就继续追下去 这时 他身边吹起一道风 却见一只背负垂天之意的神鸟 出现在自己身边 剑神前辈 我助你一臂之力 说吧 他抓住剑神的胳膊 背后的翅膀轻轻一扇 下一刻便消失在原地 剑神惊讶到 好快的速度 他们在急速飞行中 这速度比他遇见飞行 都快上一截 很快 他们就逼近了青蛇魔 青蛇魔大惊 继续使用虚余之术 可是 神鸟的速度太快了 很快就追了上来 剑神冷哼一声 手中的剑气迸射而出 斩向青蛇魔 青蛇魔大喝道 你们欺人太甚 神鸟呵呵笑道 不好好在地下待着 出来找死 还怪我们了 你好牙尖嘴里的小子 哼 今天就送你归西 疯 下一刻 他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了青蛇魔的背后 青蛇魔心中有了感应 使用一招金刚被 抵挡住了他一击 剑神的剑光也飞了过来 斩向他的头颅 被他用一道穷光坠击碎 他的技能很多 简直无穷无尽似的 神鸟与其对战 也被烦得不行 你技能真多啊 不过那又如何 早晚你得死 剑神凝聚圣剑 突然大喝道 圣剑 哼 金色的圣剑 从天空垂落 刺穿了深渊中的黑暗 这里仿佛亿万年不曾照亮 今日却变成了 光芒万丈的模样 他们也看清了 四周的环境 无数黑物在其中沉浮着 无数虫卵 镶嵌在石壁上 淋浴若有所思 那黑物就是虫子 虫卵应该是 这些虫子所下的 看来 这深渊的第一道关卡 便是这黑物了 这时 祝容也赶到了 他架着两条火龙 炙热的火焰一来 便令黑物燃烧起来 引起了无数虫子的愤怒 祝容冷冷瞥了一眼 意念一动 双耳上挂着的两条小蛇 变化作两道白米长的火蛇 冲入黑物之中 所过之处 黑物被烧成了焦炭 随着他的加入 青蛇魔已经绝望了 杀 三人大战一魔 结果毫无悬念 神鸟左手海神权杖 右手朝西剑 站立惊人 两把半神器 打得青蛇魔左之右桌 心中憋闷 应对剑神一人 他就已经十分困难了 现在又要面对一个 手持两把半神器的神鸟 他感觉自己就要 交代在这里了 这时 突然一条火龙冲了进来 紧接着祝容走了过来 击毒火 去 闪烁着七种颜色的情绪之火 轰然冲向青蛇魔 哄 青蛇魔来不及阻挡 被火龙一下扑中 好 又是一道火龙 也扑了过来 双龙一下将青蛇魔缠绕 然后一般湛蓝色的光芒 划过他的脖梗 这看过程时间很长 实则只是一瞬间 不过是数秒的时间而已 青蛇魔眼前一黑 他的脖梗就被一把湛蓝色的长剑砍中 扑斥一声 青蛇魔的躯体朝着外面飞去 他们要将青蛇魔的尸体带给本体 以供本体用来使用生命汲取 提升力量 青蛇魔死了 深渊突然陷入了沉寂 所有的深渊魔物都停止了出现 凌玉见到这一幕 顿时感觉亏大发了 这可是老子的升级点啊 不行 必须要捞够本才行 他命令合体分身解体 碰一声想 两尊合体分身 重新化作2000个九阶分身 杀入深渊 给老子杀穿了深渊 2000个分身接到命令 也不迟疑便冲入了深渊中 剑神一脸无语地 看着冲入深渊的分身们 他现在都不知该说什么了 眨眼间就把这青蛇魔给干死了 也不知是凌玉的合体分身太强 还是青蛇魔太菜 不过 他也知道青蛇魔已无斗志 实力恐怕一半都没发挥出来 青蛇魔死了 深渊的危机也没了 但现在留下的这一个大坑 该如何处理 这是摆在他心中的一个大问题 作为当今人族的战利天花板 他有必要将此事处理了 因为交给其他人 他们也办不到 这时 凌玉的一个分身飞了出来 剑神前辈 这下面的怪物太多了 我怀疑 这里有意见的空间通道 空间通道 三百年前 蓝星发生了一场巨变 各大世界纷纷与蓝星接壤 世界的空间金碧碰撞摩擦 一个个空间通道出现在各地 连接了各大世界 能量风暴席卷太阳系 蓝星因此变大了千倍 生物也在急速进化 智慧物种如井喷式出现 神灵也纷纷注视这个世界 其中以归需最为明显 每年都会出现几个空间通道 有的世界很弱小 有的则很强大 如风神龙界 那就是一个强大的世界 但是 除了归需之外 其他任何地方 都有可能出现空间通道 只是概率会小得多 曾经 人类的一个城池中 就出现过空间通道 若不是及时处理了 那个空间通道的一族 恐怕就占领了那个城池 甚至涂入了整个城市的人族 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 大家已经细以为常 但现在他们终于知道了 原来所谓的深渊 竟然连通的是一个异事件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魔物源源不断出现了 想到这里 他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是这个样的话 那可能对方的世界 还有许多半神 甚至是神灵存在 想到这里 他心中平静不下来了 不行 必须要处理了这件事 人族现在需要的是休养生息 有一段恢复实力的时间 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战争 所以 这空间通道不能留 带我过去 好嘞 两人朝着下方飞去 飞了大概一分多钟 飞行了上万米 他们才落在地上 这里是一个地下洞窟 因为蓝星变大了上千倍 所以 这里也只是相当于 以前的地下十几米 没有岩浆 除了有些湿冷之外 还有一些地下生物生活着 此时 只见无数魔物的尸体 躺在地上 这都是灵域的分身所杀 又朝前走了几分钟 一个十米左右高的 空间漩涡出现在眼前 真是空间通道 剑神威精道 当年 深渊突然出现 无穷无尽的怪物 差点覆灭了诸族 他们一直想知道 下面到底是什么 现在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是一个世界啊 此时 分身已经四散开了 不停追杀各种魔物 两百多年来 他们已经将地下挖空了 无数魔物生存在地下 现在被分身追着杀 一时间失衡遍野 灵域也十分欣慰 因为升级点也急速提升 如果能这样杀一个月 他应该就能升级天赋了 可惜 杀完了这一波 就没了 这时 他的分身杀完了魔物 也都回来了 他们望着眼前的空间通道 看向了剑神 剑神是前辈 他见过的空间之门 肯定比他见过的多 他能毁灭 封神龙界的空间之门 相信毁灭这个空间之门 不是什么难事 前辈 您是要毁灭空间之门吗 是的 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剑神闻言 笑道 你是分身吧 分身点头道 是的 进去吧 闻言 立即走了进去 进入空间通道 眼前景色大变 只见眼前是一片荒芜的大地 地上什么植物都没有 天空中挂着一轮灰色的圆月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这是一个十分荒凉的世界 这种世界 是如何欲欲无数魔物的 这个想法刚刚产生出来 远处就传来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不好 这是十道半神的气息 卧槽 赶紧走 灵域连忙操纵分身回去 刚刚回去 灵域立即命令分身合体 同时说道 快毁掉空间通道 剑神微微一愣 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不过 他还是照做了 一剑出 顿时空间被划破 一道道漆黑的痕迹 在虚空中蔓延 下一刻 咔嚓一声 空间通道崩裂成碎片 化作点点光芒消散 空间通道 回 灵域的合体分身刚刚出现 空间通道就已经毁了 他松了口气 不用自己出手了 灵域 你发现了什么 剑神宁没问到 他很好奇 对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节他去过 但他只去那些弱小的一节 如果对方的世界中有神灵 他是绝对不会过去的 灵域说道 那是一个十分荒凉的世界 他们的世界中心 应该不在那一片 我刚打算去探查 就感应到了 石道赶来的半神气息 我怀疑 这也是一个拥有神灵的世界 一个拥有神灵的世界 对他们人族而言 是十分危险的 不仅仅对于他们而言 就是蓝星其他巅峰种族 那也是危险的 尽管对方进不来 但万一哪一天能进来了呢 大家都有着很深的忧患意识 你做的是对的 现在的我们不适合接触神灵 剑神感叹道 从他的语气中不难听出 他很向往神灵的境界 奈何蓝星不许成神 想成神的话 要么等蓝星能容纳神灵了 要么就去其他世界突破 可是 他们连神灵是什么 都一知半解 怎么突破 他剑神能突破到半神 那是因为他有奇遇 但成神之法 他也一知半解 不甚清楚 剑神说道 走吧 这里的事情结束了 还记得你来东海之前 我对你说过的话吗 灵狱文言思绪被拉回到半个月前 闺序之战结束的时候 他要去东海之园 剑神曾经叫过他 并说等东海之战结束 就去找他 他有惊喜留给自己 想起这件事 灵狱也激动了起来 他笑道 当然记得 剑神前辈请说 剑神呵呵笑道 你小子 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你用几个月的时间 就走完了我们几百年的路程 有时候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神灵转世了 不过 你小子越强 我们人族也能越强 我仿佛已经看到你比我更快 成为神灵的那一幕了 不过 感慨归感慨 你现在也才久接 半神是一道很大的坎 即便以你的资质 十年能突破 便已是天之骄子了 走吧 灵狱连忙跟上去 追问道 您还没告诉我去哪呢 去当年 我突破半神的地方 此时 三道身影从深渊飞出 落入众人的眼中 刚刚他们还在担忧着 毕竟去过深渊的人 都没有回来过 但现在 看到这熟悉的身影 他们的心放了下来 不少人相拥而弃 也有人放声高歌 所有人都在欢呼着 都在庆祝这一刻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 人族登陵世界之巅的一幕 如果说赢了龟虚之战 只是证明人族有了半神 可以进入蓝星强族之灵 这个刚刚时候 诸族开始关注人族 也开始正眼看一下人族了 许多种族从那一刻 有了和人族合作的准备 那么东海之战 则让那些异族迟疑了 他们开始处于担忧状态 当林玉强势斩杀 一尊海中半神的时候 所有种族都呆住了 原来人族还有一尊半神了 他们坐不住了 纷纷前来结交 不敢再轻视人族 这个时候 周围的强大种族 已经开始忌惮人族了 也开始加强军备 以防止人族扩张势力 但是 归序一战 人族两尊半神齐出 强势斩杀了深渊三尊半神 他们呆住了 你们有点强了呀 便是那些拥有两尊 甚至三尊半神的蓝星巅峰种族 他们也坐不住了 网络上 人族欢呼着 各大城池太多人喜急而泣 他们放鞭炮 他们放声高歌 热闹无比 仿佛过年了一般 林玉打开腕表 发现网民们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反正就是开心 我现在终于明白 女人为什么都喜欢有安全感的男人了 我一个大男人 被两尊半神保护了 我也觉得爱死他们了 楼上不要发情 小心剑神和林玉的爱慕者 人肉你 楼上的闭嘴 我们姐妹才不会呢 他们是神 是我们心中的信仰 我们不会干扰神的任何行为 你们是真信徒 佩服 现在咱们赢了 我只想说 什么时候可以环球旅行 你就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吧 现在咱们的高端战力很强 但是九阶战力 却严重不足 对 我们现在需要发展的时间 给我们百年时间 我们一定能重登蓝星巅峰 众人太激动了 已经有些语无伦次 惊喜来得太突然 令人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当剑神和林玉的合体 分身一起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剑神 林玉 剑神 林玉 一声高过一声的呼喊 仿佛能将云层驱散 一道道呼喊声扩散开来 越过山岗 越过海洋 落入周围诸族的耳朵里 深海白沙族 我们离开这里吧 以后这里会是人族的领地 我们不要惹怒他们 说得对 我们只有一尊半神 据说人族在大灾变前 喜欢吃鱼翅 我们还是躲起来比较好 走吧 走得远远的 去寻另一个栖息地吧 众深海白沙族 几乎是立即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他们和人族虽然没有大仇 但他们的栖息地 距离人族不够万里之有 以人族那种吃性 他们害怕再次沦为人族的食物 不少白沙都想起了 那不堪回首的过去 大灾变之前 人族将他们的族人杀了 取走鱼翅 肉切成一块一块 甚至直接生吃 想到这里 他们感到无力 当今人族太强势 他们就躲着吧 等什么时候人族弱了 他们再回来也不迟 不仅仅是他们 其他深海种族 也不敢在周边继续住着了 一个个种族纷纷逃离 人族的强势 他们是领教过的 不接受和谈 只接受臣服 他们都是深海种族 一方霸主 怎么可能轻易投降 于是就选择了逃 一场大迁徙 在东海中进行战 他们要去另一片大海栖息 顿时 引得海中动荡 沿途海中种族 也都知道了人族的事情 他们惊呼道 当年的霸主回来了 战场上 一个红发女子 坐在石头上 一语不发 她见到凌玉走来 呆了呆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你能来帮忙 以令我感激万分 岂会看你笑话 哈哈 呃 好吧 我要走了 红灵说道 这一战我看清了自己的不足 我要回去修炼记忆 下一次 我不会再败在统杰手中 一回想起这一次的大战 她就久久无法平静 不管是凌玉的分身 还是剑神的实力 都远远强于她 这让她有着很深的挫败感 心中难以平静 她一直以来的骄傲 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碎 凌玉也明白这一点 一个人的信心 碎了 想要重新建立起来 这需要时间 她伸出手 握手吧 就当分别 期待下一次再见 一只纤细的小手握住凌玉的手 期待下一次再见 然后 她便转身离开了 望着那一道离去的火光 她收敛了心神 看了一眼升级点 还差很多啊 得去海里逛一逛 临走之前 多搞点升级点 凌玉难难自语道 此时 剑神已去了会议室 正和阁老等人 商议接下来人族发展的走向 凌玉拒绝了邀请 她对这些不感兴趣 管理一个种族 哪有杀怪升级来的有意思 剑神说了 等会议结束 就要带她去那个神秘之地 凌玉打算在离去之前 多攒点升级点 她默念道 散 轰轰 两尊合体分身散开 两千个九阶的凌玉 出现在眼前 走 海中狩猎 分身们点点头 便朝着海洋深处飞去 而凌玉则距离百里跟着 一座小岛上 凌玉的分身潜入海底中 杀戮着海中的凶兽 而她则将三具半神尸体取了出来 这三具半神尸体她拿走了 剑神没有找她要 她也不提这事 反正落入她手中的宝贝 就是她的了 三具尸体 都有十米高 都是断头尸 她先细心地 将它们的头安上 摆在沙滩上 显得很有意识感 然后 一道黑色的光芒亮起 手中出现一个微型的黑洞 暴食念头 充斥心肩 让她眉头微微一皱 手掌放在黑细膜尸体上 顿时 一股股精纯的力量 涌入体内 体内力量开始不停分加着 5% 10% 15% 当实力提升到15%的时候 终于停止了 睁开眼 看到那黑细膜的尸体 已经化作了一块皮包骨头 精华都被吸收了 李拱瞥了一眼地上的枯湿 正不知如何处理 远处蓝龙一脸贪婪看着 凌玉看了她一眼 呵呵笑道 给你了 蓝龙文言 眼睛瞪得老大 兴奋无比 犹如一只哈巴狗 几步就来到半神残骸前 一口吞了下去 尽管这尸体的力量 大部分都被吞噬了 但剩余的力量 对兰赖来来说 也是受益匪浅 凌玉在一旁笑着道 大哥 继续啊 凌玉增强了15%的实力 她凌玉作为分身 增强了30%的实力 这种实力的增强 谁能拒绝啊 要知道还有两句呢 这全汲取了 她的实力的翻倍啊 凌玉呵呵笑道 小心我断了力量同步 力量同步 是凌玉最近觉醒的 一个天赋技能 可以让分身和本体的实力 时刻保持同步 她这边实力变强了 不用她主动更新分身的力量 分身就能立即变强 时刻和她这个本体保持同步 别啊大哥 我不说话了 我当一个乖宝宝 还不行吗 呜呜呜 她故意闭上嘴巴 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凌玉无语 白白手道 去玩你的吧 别打扰我 好嘞好嘞 凌玉乖乖地下去了 等她下去之后 凌玉看向了下一具尸体 深吸一口气 施展天赋能力 生命急去 手掌放在了红羊膜身上 顿时 同样的感觉袭来 她的体内力量 开始快速增加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三 到了百分之十三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 她呆了呆 识笑道 我变强了 提升的比例自然就小了 不能太贪心啊 将红羊膜剩余的残骸 扔给了蓝龙 蓝龙如一条狗一般 飞扑过去 一口吞了 接下来是重头戏了 青蛇膜 这是三只半神中 最强的一只 能和剑神打成平手 也是精彩绝艳之辈 不过 现在也要成为 她手中的力量了 生命急去 顿时 一道道力量 涌入体内 她的力量在飞速提升着 速度还快了三成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提升了百分之二十的实力 才停滞了下来 呼 能提升百分之二十的力量 已经很强了 毕竟我之前 已经汲取了过两尊半神了 现在我的整体实力 比之前 提升了一半还多 如果再遇到之前的红羊膜 一个合体分身 就能轻易地杀了她 看了眼地上的青蛇膜残骸 远处蓝龙 一脸期待地看着她 凌玉点了点头 蓝龙再也忍不住 扑了上来 一口吞了青蛇膜残骸 然后 她躺在地上 一脸吃撑了的模样 凌环走了上来 踢了她两脚 沙龙 你没事吧 蓝龙呜呜摇头 指了指肚子 她吃撑了 凌环笑道 那你好好消化 说吧 便也坐在地上 望着天边的晚霞 一场大战 从早上打到了傍晚 如今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凌玉也难得平静 也和凌环一样 坐在地上 看着天边的晚霞 蓝龙终于消化了 一部分力量 趴在地上 也看向晚霞 一龙两人三道身影 在霞光的照射下 拉出了三道长长的影子 他们都望着晚霞 一语不发 这一幕很宁静 也很惬意 凌玉微眯双眼 心中思绪翻飞 这几个月的经历 在她的脑海中 如同电影一般播放着 继承 闺须 东海 深渊 都在心间流转 也不知过了多久 晚霞落进海平面 月亮升上高空 一缕缕银白色的月光 洒落下来 给这座小岛 披上了一层银色的衣裳 她站起身 朝着大海 更深处飞去 凌环连忙跟在后面 大哥 去哪啊 这一片的凶兽 都被肃清了 咱们去更深处 凌环兴奋道 好嘞 好嘞 等等我 凌玉反而飞得更快了 凌环一把抓住蓝龙的尾巴 说道 你这傻龙 速度真慢 还得主人我带着你 她拽着蓝龙 脚踩须弥腹布 紧紧跟着凌玉 凌玉则使用雀布 一个闪烁 就是几千米远 很快 他们就跨越了 上千里的距离 摆到了更深处的大海 分身则在水底 紧紧跟随着 寻找着新的目标 凌玉走这么远 其实她在寻找半神 一尊半神带来的效果 堪比她不停吞噬 四阶血肉单一年 她现在有些上瘾了 这杀戮半神 才是变强更快的法子 她自信 在当今蓝星 她已经无敌了 因此肆无忌惮地寻找半神 可是 在海中走了上千里 仍然没有遇到一个半神 甚至连个像样的异族 都没遇到 最后 她在一座 颇大的岛屿上空 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菱形的岛屿 面积比三仙岛小 她刚刚出现 一只小人鱼旧丛 钟跳跃出来 她拿着三叉戟 稚嫩的脸上 一脸警惕之色 前方人鱼领地 来人请亲直播 一道稚嫩的声音 传入耳中 凌玉低头看了眼 只见这是一个小女孩 人鱼 长长的头发 肉嘟嘟的小脸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鱼 长得十分可爱 凌玉一时一扫 有些失望 这个异族群体里 也没有半身 小人鱼 你可知附近的半身 都去了哪里 小人鱼一脸奇怪 但来人问了 她也就天真的回答 都去了其他大洋 他们说 这里很危险 我们附近的种族都走了 凌玉心中古怪 怎么就跑了 难道是知道 我要来杀他们 你们为何不走 凌玉问道 小人鱼说道 我阿姐说了 我们太弱小 离开了更危险 我们打算投靠人族了 投靠人族 凌玉顿时对他们 有了点好感 凌玉脑海中 浮现出人鱼的信息 人鱼与骄人族同属 但彼此天赋 差距极大 骄人一般都是深海骄人 实力强大 但人鱼一般生活在 浅海区域 实力较为弱小 小姑娘 你很诚实 奖励你一瓶丹药 凌玉从空间手环 取出一瓶丹药 扔给了她 便转身离去 她还就不信了 这偌大的东海 她还能找不到一个半神 月光照射在海面上 三道身影在天空中掠过 此刻 她已经飞了上万里 但让她失望的是 除了一些如人鱼一般的 弱小种族之外 其他稍微强大一些的种族 都跑了 一路上 除了杀了些凶兽之外 也懒得杀这些智慧种族 因为他们说要投靠人族 不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 相信过不久 阁老会派人收服他们的 万里之外 这里已是更深的海域 连凶兽的实力都强了一截 突然 东海的边界 那山里一道强大的气息 让她微微一愣 紧接着 她大喜道 哈哈 总是找到了呀 这里是东海岛边界 一座绵延数百里的万米高山 耸立于此 将东海和无尽之海 简单分割开来 东海之外 无尽之海 那是远远大于陆地面积的 神秘海洋 便是在大灾变之前 人类都没有探索完海洋的秘密 大灾变之后 人族跌落神坛 更没有机会探索 更加神秘危险的无尽之海了 在她所了解的大海信息中 也止步于此 人类所能探索的极限 也止步于东海边界 无尽之海 更加危险 竞争也更为激烈 那里有什么 便是此刻的灵域 也十分好奇 不过 她现在关注的 不是无尽之海的秘密 而是眼前这万米高山中的 半神气息 望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山峰 灵域默念道 合体 下一刻 隐藏在水下的分身 开始了合体 光芒浮现出 透过海面 朝着四周弥漫而去 突然 一边突生 好 一声巨吼 从那巨山中传来 紧接着 云层中 一只庞然大雾 仰天咆哮 一双犹如车灯一般的眼睛 亮着璀璨的金光 犹如探照灯一般 扫射四周 似在寻找着什么 灵域心中微动 朝后面悄悄退去 几个闪烁 她已退后百里之外 在这里 抬头看去 仍能看到那封顶的神秘身影 不过被云层遮住 看不真切 那就是山中的半神吧 灵反锦随其后赶来 疑惑道 灵域点点头 那半神的气息 是骗不了人的 绝对是一尊半神 这巨山很大 绵延数百里 其中的生物必然极多 能预御出一尊半神 她并不吃惊 这时 她感应到分身合体完成了 嘴角翘起 笑了笑 接下来将是猎杀时刻 杀了这尊半神 灵域下达命令道 两尊合体分身轻轻点头 然后抬头看向了封顶 正好迎向那尊半神的目光 六目相对 那尊半神大吼道 陌生的路人 若要去无尽之海 请绕道而行 此为无知洞府 勿要打扰 这尊半神隐藏在云层之中 看不清具体形态 但说的话十分气人 让人恨不得揍一顿解气 灵反怒道 好狂妄的语气 灵域也点了点头 这只半神确实狂妄 她很不喜欢 她出海本来就是为了狩猎半神的 管她猖狂不猖狂的 先杀了再说 如今 她的合体分身又强了一倍 两尊合体分身一己 谁能敌 杀 轰咙咙 只见两尊百米高的庞然大雾 从海中一跃而出 首先出现的是一只神鸟 神鸟翅膀猛地张开 一双垂天之翼 耸入云端 紧接着 又一尊火神出现 刚刚出现 火焰猛地高涨起来 令四周温度急速升温 杀 命令下达 分身也不迟疑 立即冲了上去 此时 山巅之上 隐藏在云中的半神 愤怒地吼叫着 好大的胆子 敢招惹本王 王 管你什么王 现在他只想杀了 吞噬提升力量 两尊合体分身使用虚弥佛布 几次空间跳跃 就来到了山巅 只见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尊巨大的插翅猛虎 咦 竟是穷奇 祝容惊讶道 穷奇吼叫一声 见到两尊同级别的存在 他愤怒道 你们闯入本王的领地 意欲合围 他本来在洞府中做着美梦 突然感应到入侵者的气息 因为他感应到的是 淋浴一行人的气息 当他知道 只是九阶强者前来的时候 他愤怒了 区区九阶 也敢打扰他睡眠 不可饶恕 于是 他出来了 跳到山巅 他杀了这些凡人 以解心头不爽 可是 很快他就愣住了 因为那些人的气息 竟然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两尊半神 他能感应到这气息 竟然隐隐比他还强 关键还是两尊半神啊 这可如何是后 本以为吓唬一下 对方就会离开 没想到 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穷奇身体低伏 做出警惕的姿态 神鸟手中亮起一道旋风 朱镕手中升起一道火焰 对视野 两道力量融合在一起 扔向穷奇 穷奇暴怒 双翅轻轻一扇 便消失不见 飞入云端 吼 风之怒吼 他大吼一声 一道道狂风从嘴里喷涌出 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云霄雾散 天朗气清 一道裹挟着风的火焰 从天坠落 合体分身地攻击到了 轰隆隆 火焰从天坠落 仿佛下了火雨一般 穷奇心中既愤怒又紧张 对方比他强 而且还是两尊半神 他根本没有胜利的把握 背后的翅膀轻轻扇动 他看准了一个方向 哼 下一刻 巨大的风 裹着他朝着无尽之海飞去 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间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途中 他还是不放心 又吸引云层聚荣而来 遮掩身形 如此一来 从外面看去 他仿佛消失了一般 朱镕看了一眼 神鸟点点头 神速 下一刻 只见一道白光一闪而过 他已经消失在原地 而在此地树里外 裹在云层中的穷奇 一连比一道 哼 区区相巴老 肯定以为本王消失了 殊不知本王就藏在云里 等本王离开了 一定要查查 这到底是哪一族的半神 这么不讲规矩 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回来 想到这里 他就有些郁闷 他在此山生活了几百年 结果现在 却要离家出走 他实在不舍得呀 罢了 等下次回来 一切还会是我的 想明白这些之后 他加快了速度 忽然 正当他一脸惬意的时候 包裹他的云散了 一个背负垂天之意的神鸟 正站在他前面 只见那神鸟手中 亮起一道青色的光芒 朝着他迎面展落 哼 青色光芒仿佛劈开了天地 空气裂成了两半 穷奇躲开这一击 落在远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杀了你 你你欺人太甚 我们无冤无仇 你与你口中的食物 也无冤无仇 你杀了他们 需要理由吗 穷奇愣住了 面对生死危机 他只能拼死反抗 好 你杀我 本王今日也图了你 哼 双方大战了起来 两尊半神体型相当 都长着翅膀 速度极快 彼此交战起来 令四周的空间 都跟着阵战了起来 破天 穷奇大喝一声 顿时 以他为中心 毁灭的力量肆虐四方 无数空气压缩在一起 形成一道道巨大的拳头 给本王死 拳头太多了 铺天盖地 整片天空都充满了拳头 看不出有多少 轰隆隆 神鸟笑了笑 他指着下方的大海 又指了指苍穹 凤 海 去 顿时 一道巨大的龙卷风 接天连地 将海水卷了进去 海水变成了龙卷风的模样 铺天盖地朝着穷奇杀来 穷奇凌然不惧 大吼着操控无数拳头杀去 一道叹息声从远处传来 声音中饱含着惋惜 一个架着两条火龙的存在 走了过来 死 他指尖轻轻一点 一道蕴含了世间情欲的毒火 迸射而出 火焰不大 但极度危险 一旦沾上 情绪燃尽而亡 穷奇能感应到这火焰的威力 不敢应接 后退躲避 可是 突然在他的后方 惊现了一尊神鸟的身影 神鸟轻声道 死 一道光芒闪过 一只垂天之翼 闪烁着绚丽的光芒 划过他的脖梗 快 太快了 根本来不及反应 怎么会如此之快啊 扑斥一声 迅速变大 拖着穷奇的尸体 朝着凌玉飞去 凌玉从幕后走了出来 看着这庞大的尸体 他二话不说 直接施展生命汲取天赋 哄 暴食的念头充斥心间 让他心烦意乱 恨不得吃尽所有东西 他咬了咬牙 强忍着这种不适的念头 将手掌放在穷奇尸体上 嗡 一股股力量 源源不断涌入体内 让他高呼出声 力量在不断提升着 5% 10% 当提升到10%的时候 就停止提升修为了 看了眼变成干尸的穷奇尸体 凌玉瞥了眼 如哈巴狗一样的蓝龙 给你了 蓝龙闻言 双眼亮起光芒 连忙飞了过来 趴在穷奇尸体上 狼吞虎咽了起来 凌玉飞了过来 说道 大哥 接下来去哪 当然去寻宝了 凌玉指着那高山说道 凌玉眼睛一亮 兴奋道 大哥 我打头阵 说吧 人已消失不见 在看他时 已经进入了那万米高山之中 此时 刚刚进来 凌玉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他嘿嘿一笑道 大哥 我找到穷奇巢穴了 凌玉闻言 眼睛一亮 在哪 带路 嘿嘿 跟我来 凌玉跟了上去 两尊合体分身一千一厚保护着他 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 他们来到了一座半山腰上 凌玉指着半山腰上一棵巨树说道 那树的后面就是穷奇的巢穴 说吧 凌玉已经飞了上去 凌玉也跟了上去 果然在巨树后面 有一个数百米的巨大的洞穴 之所以发现不了 是因为巨树枝繁叶茂 挡住了入口 进入洞穴 温度突然降低 十分阴凉 洞穴很宽敞 大概有几千米长 终于豁然开朗 一个巨大的洞窟映入眼帘 大哥 这里啥东西也没有 但这个东西特别多 他指着一堆白色的晶体说道 凌玉看去 顿时一惊 竟然全是晶石 他惊住了 这晶石的数量太惊人了 起码有几万枚吧 嘿嘿 大哥 这可不仅仅是技能晶石 还有天赋晶石 应有尽有呢 凌玉大笑道 不错 你真是我的福将 他走到晶石旁边 大手一挥 全部收进了空间指环里 等回去了再看 都是什么技能和天赋 又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滴滴滴 突然 万表响起滴滴声 打开万表 发现是剑神的电话 接听 剑神 凌玉 你在哪 凌玉 我出海了 剑神 你出海干什么 凌玉 出来看看 我发现东海的一族 大部分都迁走了 我来到了东海的边界 杀了一尊半神 现在正准备回去呢 他话音落下 对面沉默了半上 凌玉又说道 剑神前辈 你们谈完了吗 剑神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细节 不需要你我操心 你本体仍是九阶 我带你去那神秘之地 希望你能提升到半神之境 半神之境啊 凌玉早就向往了 不知他半神的时候 合体分身 能挡住神灵吗 大概率应该不会吧 不过 如果基础实力再提升十倍 合体分身 或许还真能有神灵的力量 他有些激动了 凌玉 前辈 我这就回去 剑神 好 我等你 关闭万表 凌玉立即出发 朝着三仙城而去 路上 两尊合体分身互佑前后 他打开万表 看新闻 打发时间 深渊已败 地上的生灵安全了 让我们感谢剑神 感谢凌玉 感谢红玉族 半神红灵 凌玉半神是天才 我们从他同学口中得知 他在幼儿园时期 就已经展露出非凡的才能 果然大人物在小的时候 就与众不同 真会瞎吹 无聊的新闻 看看别的 今日 经过初步商议 我人族决定扩张 第一步 附属种族的领地开发 第二步 收服东海诸族 海洋的开发 这应该就是剑神 他们商议的人族发展方向了吧 不过 这消息对我没什么用 看看别的吧 咦 这个新闻有点意思 近日 我们检测到蓝星的能量因子 正在飞速提升 如果按照当前的速度递增 三年后 将可以容纳神灵降临 能量因子越多 冥想效果越好 预计 未来大家的修炼速度 将越来越快 神灵 三年后 虽然不知真假 但我要加快升级速度了 先去神秘之地看看 三仙岛 一道光芒滑过上空 下一刻 三仙学院的废墟上 一座悬浮在天空中的虚空之岛上 光芒落下 它刚刚落下去 便有人迎了过来 灵御吓了一跳 只见他面前站着几十个人 他们都带着温和的笑容 看着灵 这模样 让灵御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时 阁老走了出来 他笑道 灵御 我们感谢你为人族做的贡献 无以为报 以后你想要什么 我们都会尽全力帮你实现 大家不要愣着了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英雄吧 阁老的声音刚刚落下 他们就拥了上来 一窝蜂地将灵御围了起来 一起用手将它举到空中 灵御落下 他们继续将灵御举到空中 起起落落的灵御 耳边也响起他们的欢呼声 灵御 英雄 灵御 英雄 欢呼声传遍四方 其他人也跟着欢呼 看着那个被托举起来的少年 所有人都笑了 笑得很温柔 笑得很快乐 这一刻 这位少年成了他们人族主心骨 成了他们的偶像 灵御仿佛散发出无量的光 正在照耀四方 也照亮人族的未来 剑神站在远处 微笑地拙看着这一切 他喃喃自语道 我 后继有人了 他抬头看向天际 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一些 一直以来 他都默默担负着 守护人族的重任 守护一个种族的重任 无疑是辛苦的 但现在 他可以说 他终于轻松了一些 可以放心 去追寻那一镜了 那是他的梦想 也是他的追求 叹了口气 笑着摇了摇头 这时 御者走了过来 靠在剑神旁边的栏杆上 他笑道 你们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他不由感慨 剑神一直低调 一直沉默寡言 走在他的前面 并不出乎预料 毕竟 在当年 剑神就被誉为 人族攻击力第一人 他能成就半神之境 甚至还算半神中的王者 这也不出乎他的预料 唯一的变数 灵狱 一想起这个小子 他就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这可能是老六之间的 惺惺相惜之感吧 他按道 剑神摇头失笑道 灵狱这小子 不仅出乎你的预料 也出乎我的预料 灵狱的强大 已经不弱于他了 不过 他知道灵狱本体还是九阶 不死半神 遇者叹息道 尽快成为半神 那时候 我们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遇者疑惑道 你会担忧吗 剑神摇头道 不会 遇者问道 为何 剑神看向他 笑道 因为他和你一样 都是狗盗之人 这类人最重情重义 遇者 我也不知你是夸我 还是骂我 不过灵狱确实是重情重义的人 而且他还杀法果断 这一点比我要强 他感叹道 灵狱身上的优点太多了 他如剑神一般孤僻 也如他一般惜命 还如阁老一般 有大居观 他的出现 让他们这些老人 看到了人族光明的未来 这扩大千倍之后的蓝星 似乎在等待人族 重新成为主人的那一天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剑神笑道 这小子力量很强 似乎没有瓶颈一般 人族要发展 人口至关重要 所以 还是要多生人 遇者黑黑一笑道 放心吧 我懂 你们去修行便是 内阁已经通过了 鼓励生育的法案 我们的计划是十年内 人口翻两番 剑神摇头道 不够 为何 遇者疑惑道 十年内 人口翻两番 现在是二十亿 翻两番就是八十亿啊 这还不够 剑神抬头 望着天空 担忧道 我怀疑 三年内 蓝星必有大变 人口多了 以后若有大难 人族才能延续下去啊 虽然新生人口是负担 但也是他们延续下去的希望之一 多生人 以后的希望才会更大一些 遇者想到了最近看到的那个新闻 那专家扬言 三年内 神灵会降临 那新闻不一定真实的 你也知道 那些专家的话 和放屁差不多 他想起专家 就一阵无语 现在的专家 口无遮拦 于不惊人死不休 剑神叹息道 可能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吧 我的预感告诉我 三年内会有大变 也许神灵真能降临了 而我们若没有神灵级的强者 必然要沦为神灵的附庸 所以 后半段话 他没有说出来 但遇者却十分清楚 所以 灵域至关重要 三年内 灵域必须要提升到半神级才行 而且他的合体分身 还得能抵抗神灵 否则 人族将面临灭顶之灾 人族发展了这么久 时刻不停歇 也不能停歇 在这场大变之中 谁停下来 谁就会被淘汰 所以 都努力吧 你们要加快发展的步伐 不要怕步子大了扯着弹 总比到时候 弹都没了要强 这是他给那个众人的忠告 到了那一天 大灾难降临 种族的延续 才是第一位的 好吧 我会把你的话 转述给阁老的 嗯 剑神点点头 便不再说话 远远看着那被人 举起又落下的灵狱 他指着灵狱说道 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模样 御者点头同意 灵狱一直以来都太狗了 太深沉 现在的灵狱笑得很大声 让他们看到了 不一样的灵狱 这是少年的灵狱 给人的感觉 更加亲切 人族的担子 以后会落在灵狱的身上 可他还是个孩子 御者叹息 剑神笑道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御者闻言 笑了 是啊 他们都是孩子 在未来的神灵之灾面前 他们都只能算是幼童 甚至连幼童都算不上 一个三百年的超凡种族 如何去和一个几万 甚至几十万年的超凡种族比呢 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 必然会在细节上 存在巨大的差异 就比如 一个国家用两百年发展的成果 被另一个国家用四十年赶上 这其中底蕴差距太大了 唯有脚步不停 不断发展 才能彻底超越对方 这时 人们的欢呼声停止了 他们一起望向剑神 高声呼叫道 剑神前辈 请与我们同欢 如何同欢 饮酒 可否 然 剑神和灵欲站在众人中间 周围是参与此战的人们 格老仙举起酒杯 高呼道 剑神 我人族守护之神 灵欲 我人族崛起之柱 他们做了太多 已不能用语言来陈述 今日 举起酒杯吧 同胞们 让我们将所有的情绪 都融入酒脸 请我们尊敬的英雄 干 几万人举起酒杯 眼睛里含着泪光 注视着剑神和灵欲 这一刻 灵欲和剑神两人 已成为他们眼里的中心 犹如太阳一般 散发着温柔的光 暖着他们的心 照亮他们的前路 碰 灵欲也举起酒杯 和剑神碰了个满杯 两人相视一笑 一饮而尽 一杯尽了 怎能表达满腔的敬意 再来 碰 又是一杯酒落赌 他们最差都是七阶强者 喝再多的酒 也不会醉 一杯杯喝着 地上的酒桶 已堆成一座小山 众人喝到了尽兴处 便齐声高歌 一起 唱 起来 一声声高歌 震战苍穹 传遍四方 这氛围太过浓厚 那些臣服的义族 一脸羡慕地 看着高歌中的人族 人族有两尊半神 这是人族之性 实在是羡慕极度 不少义族一脸惆怅地喝着酒 只是人家喝的是快乐酒 他们喝的是焦虑酒 一杯杯落度 也懒得分解酒精了 让自己醉了更好 一场大战结束 一座岛屿之上 竟分割出两种不同的事件 时间缓慢流逝 转眼间朝阳一升起 橙色的阳光 将岛屿照亮 洒落的余晖 落在人们的身上 他们坐在地上 狂欢了一夜 已累了 有的打坐休息 有的则与人闲谈 突然 一声嘹亮的声音响起 刺破了宁静的早晨 众人被惊醒 怎么了 剑神和淋雨不见了 众人文言松了口气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格老苦笑道 以后别那么一惊一乍的 老夫岁数大了 经不起这起起落落 他们昨夜就离开了 都起来吧 也别休息了 开始忙碌 众人疑惑地看着他 格老笑道 接下来 我人族要进入下一步了 扩张 众人文言大喜 扩张意味着资源的增多 这有助于他们的修炼 格老尽管吩咐 我们一定照做 这是关乎大家利益的决定 无人反对 时刻关注万表的消息 我们内阁会将一个个证令发布出去 好了 先各救各位吧 很快你们就会接到消息了 众人不疑 纷纷散去 他们有的是冒险者 有的则是将士 还有的是大家族之人 但在这一刻都开始期待了起来 剑神和灵狱打下的江山 这果子结出了 他们是会受贿的 这一刻 他们更加感激剑神和灵狱了 都将这份感激藏在心里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报答 很快 一份份新的政令 传遍了人族领地的每一个角落 首先第一份政令 是广发周围诸族的 我人族 本着和平发展的原则 不愿轻起刀兵 因此 我人族倡议 以我人族为中心 方圆十万里之内 无半神之种族 务必三日内臣服 否则后果自负 有半神之种族 可与我人族结交 亦可结盟 此命令一出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天神族 天神族皇帝 接到这个命令 陷入了苦恼之中 他们可是帮助过人族的 不会也让他们臣服吧 这时 大将军归来 他说道 陛下 陈以问清楚了 我族 火鸭族 不死族等 曾与人族有恩之种族 不在此列 不仅如此 人族还会助我族发展 这是他们给的倡议 您请看 天神族皇帝 接到手里 打开 翻看 原来如此 我天神族人 可进入人族大学就读 事不宜迟 立即派遣留学生吧 务必与人族打好关系 众大臣连忙说道 是 其他种族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即使是太坦蛇族 和树妖族 曾经先一步和人族 签订了互部侵犯条约 但现在 人族并没有将他们 踢除到外面 也就是说 他们得臣服 叹息一声 如何不明白人族的意思 臣服吗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不过他们这种 签订过互部侵犯条约的种族 可以获得高度自治权 比其他完全附属的种族 要好太多 殊不知 大量的低级种族 都被人族当成宠物养了 已经能够想象 人族养宠物的时代 要来临了 毕竟 他们不是人形 与人族有着天生的隔阂 其他种族比他们惨多了 原来臣服的种族 也没什么 毕竟本来就臣服了 无所谓了 但是 那些本来有点实力 也是一方小霸主的种族为难了 臣服不臣服 这是一个问题 谁都知道人族很强 大家又都是聪明人 都在等一个傻子当出头鸟 可是 等了许久 最后通牒下来了 傻子出头鸟 还是没有出现 放弃吧 臣服吧 躺毕当车 以卵击石不可取啊 于是 以人族为中心 万里方圆的种族 大多数都臣服了 至于那些拥有半神的种族 也害怕啊 连忙过来和人族和谈 面对这么一个杀神 谁不怕 如红玉族 灵族等拥有半神的种族 反应最快 立即前来签订同盟契约 会议室内 葛老站在台上 手里拿着一份稿件 说道 经诸族商议 以划清势力范围 以我人族为中心 防御十万里区域内 人族为主宰 无半神之种族 无条件臣服我人族 不可违逆 否则万族共度之 有半神之种族 奉我人族为盟主 成立万族盟 诸族争端商议解决 以投票数量来决定 我人族拥有一票否决权 好了 诸位 从今往后 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让我们一起携手 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理想中的家园吧 这一幕 被直播到了世界诸地 人族看着一幕 激动万分 一族看着这一幕 沮丧无奈 而远在十万里之外的强族 看到这一幕 沉默了下来 他们也开始行动了 新的盟会 在不断形成中 未来 种族间的对抗 将被各大组织之间的 对抗所取代 林玉和剑神 来到了龟须深处 剑神指着虚空道 此地 因此一界 可助你成半神 空间之门 开 虚空中 剑神手中的屠戮剑 在空中微微一展 随着他一声大喝 眼前的空间轻轻震动 随着波的一声轻响 一道空间之门 出现在眼前 剑神笑道 这空间之门 被我用阵法遮住 以防别人看到 现在随我进去吧 林玉点了点头 正要进去 突然说道 对了 大师兄不是也要来吗 剑神停了下来 他无奈道 那小子现在实力不足 等他到了九阶之后 再进来吧 哦 林玉还挺想他的 看来修为不过进去 会很危险 走吧 剑神说道 然后 他踏入其中 消失不见 林玉也跟着走了进去 消失不见 他们两人消失之后 空间通道外的阵法 也重新覆盖了上去 遮住了这一片空间 隐藏了空间之门 此时 林玉眼前景色大变 噗 一道细小的声音响起 一道火光亮了起来 照亮了四周的环境 眼前的是一个洞穴 除了剑神手中的火光之外 没有其他的亮光了 林玉疑惑地看向他 剑神解释道 这处空间通道处在地下 所以 这个世界的生物 才没有发现空间通道 否则就麻烦了 麻烦 以剑神的实力 还能让他觉得麻烦 那这个世界的危险性 可能远高于他的预期啊 剑神说道 跟着我 咱们边走边说 林玉点点头 手掌抬起 也召唤出一朵火光 照亮四周的环境 剑神走在前面带路 一路上除了他们手中的光芒 再也没有其他光亮了 耳边除了两人的脚步声之外 只有剑神的声音落入耳中 我当年就是在这个世界 突破的半神之境 这么多年来 我探索了一部分秘密 发现这是一个众神大战之后 留下的废墟之间 林玉闻言 疑惑道 这似乎和天神族的世界类似啊 天神族的世界 就是被众神打碎的 整个世界道 处都是空间乱流 已经不适合生灵生存了 剑神摇头道 天神族的世界基本上没救了 法则也不全 那个世界的生灵 别说神灵了 就是半神都无法突破 而这个世界不一样 这个世界的法则十分完整 当年神灵大战 遗留了大量的力量 这些力量对于大地来说 是去除不掉的毒素 因而造就了许多神性的生灵 这些生灵得益于神灵的力量 实力强大 但毫无理智 做事全凭本能 它们很强 有的就是我也无法对付 他说到这里 叹息了一声 前辈 您继续说 灵狱说道 剑神笑道 虽然这个世界很危险 但也有好处 什么好处 杀了这个世界中 被神性污染的怪物 可以获得神经 那是什么东西 神性的结晶 可以用来感悟神的力量 灵狱闻言 心中一动 激动道 那我们快点去吧 杀戮怪物获得神经 这也太适合他了吧 他已经开始畅想 涂露整个世界的一幕了 剑神看了灵狱一眼 苦笑道 你小子别高兴得这么早 这里的怪物非常多 而且还有不少 都是半神级的 你虽然厉害 但也会历劫 千万小心 灵狱连连点头 但那模样 哪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剑神笑了笑 摇了摇头 按道 等你见识到了 这个世界的危险之后 你也就老实了 他紧了紧手中的屠戮剑 等灵狱遇到危险了 就立即救他 又走了一阵 剑神停下了脚步 灵狱 你退开 灵狱听话的退后几步 剑神轻轻一挥剑 斩在了前方的一块巨石上 轰隆 巨石碎裂成渣 光明从外面照射进来 两人下意识 将手臂挡在了眼前 过了一会 他们才适应 放下手臂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广袤的戈壁 出现在眼前 戈壁上空 一只只巨大的飞鸟 在天空盘旋 戈壁之上 一只只庞然大雾 轰隆隆行走着 天上地下 凶兽的数量太多了 一眼望去 都是凶兽的影子 这里 简直太美了 灵狱赞叹道 没 简神疑惑地看着他 这明明四处都是危机啊 哪来的美了 难道说的是风景 那和美更沾不上边了 漫天黄沙的世界 有什么没可言 而灵狱看着这无数的怪物 有种呼吸急促的感觉 他默念叨 分身 哦 方圆千米都被白光笼罩 白光消散 两千个分身出现 灵狱微微抬起头颅 仿佛沈月士兵的将军 兄弟们 杀 杀 分身们高呼一声 便朝着凶兽杀去 而灵狱则悄悄退 回到了洞穴中 简神一脸黑线 看着退回去的灵狱 虽然他和灵狱打得交道不多 但和另一个老六很熟悉 这作战风格和御者太像了 遥想当年 他和御者一起杀怪的场景 御者就是躲在后面 比谁都够 这一幕 让他有些感慨 新一代老六出现了 灵狱摸了摸后脑勺 笑道 前辈 要不一起 一起 谁要和你一起退回去 他简神修炼剑道 一生要强 从不退缩 怎么可能和灵狱一样当老六 他摇头道 我还有事 你在这里不要乱跑 遇到危险了 就逃回去 等我回来 前辈 您尽管去便是 我在这里等您归来 灵狱笑嘻嘻道 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剑神回头看了他一眼 却见灵狱已经快把洞口给堵住了 他顿时一脸的黑线 扭头便朝着远处飞去 这个地方的怪物普遍不强 他也不担心灵狱会出问题 而他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情 没有办 此次前来 他要把那件事办完 脚下升起一道剑光 拖着他飞向远方 此时 灵狱也终于封堵了洞口 呼 还是不安全 再来几个阵法吧 说吧 灵狱又开始给设置阵法 先是弄了一个预警阵法 感觉还是不够 于是 他又弄了一个防御阵法 还是不放心 最后他 直接将所有阵法都布置了上去 看着自己的杰作 他才稍微松了口气 呼 现在安全了 剑神已经离开 这里只剩下了他一个 他待在这里也挺无聊的 干脆将一时附着到一个分身上 亲自参与杀怪 对灵狱来说 这些怪物是如此的亲切 以至于他要亲手宰杀他们 手中凝聚一把长剑 一剑披落 剑气如银河降临 一道荧光滑过 一头巨兽尸手分离 丁 你击杀了神性巨蟒 八阶 升级点加15000 咦 升级点还挺高 这里的神性神物 比外面的神物 要多不少的升级点 哈 这真是我的福电 他大笑道 然后举起剑 继续杀戮 此地的怪物普遍不强 百里内 灵狱的分身分散四周 痛快地杀戮着 一只只凶兽死在手下 升级点在稳步增长着 突然 在他杀死一只九阶凶兽的时候 只见这只九阶凶兽死亡之后 尸体上空 尽量起一道的光芒 光芒凝聚 形成了一颗菱形的红色金石 神经 这一定就是剑神口中的神经了 似乎可以用来感悟神的力量 他一把拿起神经 神经入手微热 仿佛火焰在手中燃烧 不过 该怎么使用神经 灵狱犯了难 他一番尝试之后 发现只要将其贴在眉心上 就能感应到神经的信息 火之神经碎片 这就是这颗神经的名字 应该是蕴含火系法则的力量 他又经过一番摸索 发现只要将精神力外放 探入神经内 就能感悟这种力量 拿给本体感悟 操纵分身回来 灵狱在石壁上 凿出一个孔洞 神经通过孔洞 被送入洞窟内 拿到了神经之后 灵狱收回了意识 开始了新的工作 感悟神经 外面分身在杀怪 耳边不停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为了不打扰他 领悟神经 他干脆关闭了系统提示音 专心感悟神经 精神力外放 探入神经内部 哼 顿时 他的意识内充满了火焰 火焰如海 燃烧着苍穹大地 入目所见 皆是火的海洋 他的这一缕精神力 仿佛大海中的一夜偏周 随着火海的流动 随波逐流着 他皱起了眉头 在他的感知中 除了火焰之外 只有火焰 神性呢 火焰法则的力量呢 为什么啥也感悟不出来 灵狱心沉了下来 他还就不信了 他感悟不出火焰的奥秘 当年我能轻易领悟各种技能 靠的是分身 他醒悟道 只要分身的数量足够多 我就能加快无数倍领悟技能 那么神经呢 也可以用分身去感悟 分身虽然没有灵魂 但分身是用意识的 只不过意识十分出始 也不完善 将火焰神经交给了这个分身 努力感悟神经的奥秘 灵狱交代道 分身接过神经 点了点头 探入精神力 开始了漫长的感悟过程 而灵狱看着再努力的分身 他也不能闲着 干脆就盘坐在地上 开始冥想修炼 此时 在洞窟外面 那广袤无边的一片戈壁沙漠上 一只只怪物死在地上 分身杀空了一片区域 血腥味又引来大量的凶兽 然后又被灵狱的分身再次击杀 就这样不停地杀戮着 灵狱的升级点 也开始疯狂地增加着 不知不觉间 已经增加了三亿的升级点 这时 在距离此地的数百里之外 这是一片绿洲 绿洲不大 只有方圆千米 沙漠的中央是一个水潭 在这个水潭之中 一只巨大的鳄鱼 翻着白肚皮 惬意地晒着太阳 鳄鱼很大 约有百米之长 突然 他睁开了眼 猛地翻了一下身 轰隆隆 水波四起 惊起了千层浪 突然 蓝色的力量光芒覆盖苍穹 整片绿洲都在影响范围之内 好 随着他一声大吼 力量光芒更加浓烈 突然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那绿洲 竟然收缩进了水潭中 原地只剩下一个 数百米直径的水潭 巨鳄腹部亮起一道光芒 形成了一道长绳 长绳落下 绑在水潭上 他飞入空中 竟将水潭提了起来 那模样仿佛提篮子 一般轻松 他仰天咆哮 望向了戈壁的方向 那里出现了新的生灵的气息 本能令他好奇 让他想去看一看 于是 一只百米巨鳄 提着一个数百米直径的水潭 朝着戈壁飞去 灵域的分身还在杀戮着 当他们再次杀掉一批怪物之后 突然 天空猛的一按 不好 是半神级的怪物 灵域不禁反省 盲目念道 合体 哄 熟悉的合体光芒出现 那天空中飞来的巨鳄 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他已是半神之境 虽然还是依靠本能形式 但神性的力量 影响小了不少 因此 他有了一定的思考能力 哄 白光消散 两尊合体分身 出现在了戈壁上 灵域笑道 来得正好 一个半神仪一生极点 可比得上我杀半天的凶兽了 杀 一声令下 合体分身冲向了天空 猪龙大手一招 一只火龙落入手中 被他两手抓住 仿佛手持神鞭 死 大鹤一声 火龙边带着炙热的火焰 破空而去 好 巨恶感应到了危机 愤怒地吼叫一声 张开大口 喷吐出无量海水 顿时 整片天空都被海水笼罩 方圆百里之内 水不停地增加着 仿佛一片天空海洋 笼罩在天际 杀 火龙边迎风便涨 眨眼间便有万米之长 他轻声喝道 火 去 哄 无尽的火焰 随着火龙杀去 整片天空都变成了火焰的天下 无边无际 震撼人心 33小说网 灵域也颇为感慨道 合体分身比之前强了太多 现在或许只需要一个合体分身 就能杀死一尊半神了吧 他笑了笑 摇了摇头 现在的他已经飞昔比 半神也成了他的猎物 神鸟 也去 他暗中命令到 下一刻 观战的神鸟垂天之意 轻轻一动 无量之风 无量之海 落 荒凉的戈壁滩上空 一只巨恶提着一个巨大的水潭 正在对战两尊庞大的合体分身 神鸟双翅一扇 一道海洋之力 一道旋风之力 就被他放了出去 两道力量交缠在一起 杀向巨恶 巨恶大吼 天空中的漫天海水落下 仿佛要压他大地 这末日一般的景象 震撼人心 杀 杀 两尊合体分身大喝一声 操纵技能杀去 顿时 天地一片昏暗 轰咙咙 三者的技能撞击在了一起 激起了万层浪 海水蒸发 雾气腾空 冷热交替 令无数雨水速速落下 戈壁滩的大地 饥渐无比 贪婪地瞬息着雨水 神鸟轻声念叨 风 听我号令 天地之柱 下一刻 无限的风 不知从哪里吹了过来 这些风一出现 便将天空中的云雾吹散 雨水顿时散去 似能听到戈壁的怨念 哄 风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根参天之柱 立在地上 直指苍穹 哄 又一声巨响 那巨大的旋风之柱 竟有了新的变化 旋风开始急速旋转 将天上的海水吸了下来 无数海水缠绕着旋风急速旋转 海水没入其中 变成了一根海之柱 立在地面上 微微壮观 祝容也念念有词道 火 情绪之毒 七月 雀 煞 煞世间 七色火焰迎风便涨 飞入苍穹之中 直指天上之海中的巨鳄 两股力量攻击之下 巨鳄顿时无法抵挡 天海落下 顷刻间又消散一空 它也被祝容的情绪火焰 灼烧得满地打滚 神鸟和祝容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祝容手中的神龙鞭 猛地一抽 便将巨鳄缠住 巨鳄愤怒吼叫 拼命地挣扎 可惜祝容的实力 早已惊飞昔比 它无论如何挣扎 都无用 神鸟背负的垂天之意 轻轻煽动 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巨鳄的背后 一只翅膀闪烁出青色的光芒 化作一柄参天利刃 轰然斩落 哄 太锋利了 空间竟隐隐颤颤动 扑斥一声 一颗巨鳄的头颅 落在大地之上 定 你击杀了巨鳄 半神 升级点加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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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意进展 让淋浴乐歪了嘴 啪哒一声 巨鳄落地 光芒凝聚 形成一颗神经 淋浴哈哈大笑着 让分身把东西都运回来 战利品扑为丰厚 分别是一块 不知道什么属性的神经 还有巨鳄半神的尸体 可以使用生命汲取 提升力量 最后一件 则是一个半神器 就是那巨鳄提升的水潭 东西都太大了 淋浴不得不走出庇护洞穴 先增强实力要紧 他喃喃自语到 看向了巨鳄的尸体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实力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 他直接使用生命汲取 开始汲取巨鳄的力量 顿时 暴食的念头袭上心头 让他皱起了眉头 将手掌放在巨鳄尸体上 顿时一股股力量 从巨鳄身上传来 他的力量 开始逐渐提升着 5% 7% 当提升到了7%的时候 巨鳄的力量 便被汲取一空了 现在 一尊普通的半神 给他提升的力量 少了很多 这主要还是他的实力 增加了的原因 要知道 现在的他 比深渊之战的时候 强大得了60% 分身则强大了一倍多 所以 半神尸体的作用 也在逐步降低啊 看看其他的 他看向了那件半神器 将精神力外放 发现了巨鳄的精神残留 不过主人已死 他轻易就驱散了 这股精神残余 轻松地炼化了这件半神器 半神器 绿洲 作用 可形成一片绿洲 也可提供无穷水源 既然不是攻击类的半神器 难怪巨鳄战斗的时候 没有使用 那就把这片戈壁的一角 化作绿洲吧 淋浴意念一动 半神器绿洲 就化作一道光芒 飞向了远处 随着他一声令下 落在地上 轰咚咚 本是一个水潭 落在地上 却迅速展开 最终形成了一座绿洲 绿洲有方圆千米的直径 其上有花草树木 仿佛真的绿洲一般 真是神器的半神器 可惜用处不太大 就放在这里吧 他也懒得收回去了 就把绿洲放在了戈壁一角上 洲刚刚出现 其他地方的凶兽 一个个眼睛红了 纷纷冲上去 想要将绿洲据为己有 淋浴见状大喜 还有意外之喜呢 不错呀 去杀了他们 淋浴命令到 合体分身点点头 便去了 等了一会 杀光了侵犯绿洲的怪物 又一批新的怪物出现了 淋浴这才明白 一个沙漠中的绿洲 对于这些凶兽意味着什么 这是水源 也是绝佳的栖息之地 本能在驱使着他们 在这个被神性 污染了理智的世界 凶兽只遵从本能行事 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 这是好东西 一定要占据 对淋浴来说 这是意外之喜 都不用他去寻找凶兽了 凶兽会自己跑过来送死 淋浴笑了笑 看向了最后一件物品 神经 不知道这个神经 是什么属性的 半神的神经 和九节凶兽的神经 又有什么区别呢 让我来瞧瞧 拿起神经 放在眉心感应 一道信息涌入脑海 水系神性结晶碎片 水系的神经碎片 不过这和九节神经 有什么区别呢 淋浴立即外放精神力 探入了进去 顿时 他的意识出现在了 一片大海之中 咦 这颗半神级的神经 其水系规则更加明晰 那九节的火系神经 我一点都感应不出来 火系的奥秘 但这在这颗神经里 我竟对水系奥秘 有了一丝丝感悟 虽然这种感悟很微弱 但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半神级的神经 更容易感应其中的力量 淋浴得出了这个结论 淋浴明白了 虽然都是神经碎片 但不同等级的神经 其感悟难以成度是不同的 九节的神经中 他只能看到无边的火海 什么都感应不出来 但在这半神级的神经内部 他竟有种明雾 连对水的力量的应用 都增加了一丝 哈哈 看来也不是我无信低 是那火系神经太垃圾啊 交给分身感悟了 我要继续增强实力 说吧 他再次多分出一个分身 将那巨恶半神的残骸 收进空间手环中 准备给蓝龙吃 然后 他就再次回到了洞窟之中 封好入口 让两尊分身分别感悟 水系神经和火系神经 他则取出一颗血肉丹 施展生命几取吞噬了起来 戈壁上空 分身分散四周 杀戮着一个个来送死凶兽 一只只凶兽死在手中 让他的升级点缓慢增加着 这一幕竟有种宁静的感觉 他在享受这一份宁静 他并不知道 未知的危险正在临近 万里之遥 火神中 此地乃是一片火山群 一眼望去 全是正在喷发 或等待喷发的火山 岩浆喷涂而出 带来大量的热和火山灰 此时 在一座最大的火山中 一只岩魔症一脸惬意地 洗着岩浆澡 他诞生在岩浆之中 被火神遗留的神性感染 成了一只半神级别的岩魔 他日复一日在岩浆中生活着 本能驱使他 不停吞噬岩浆的力量 让自己不断变强 因为神性的影响 他的智慧并不高 但却让他的感知 增强了无数倍 突然 他抬起了笼罩在火焰中的头颅 在他感知中 有半神陨落了 他嘴巴微微张开 望向了万里之外的一个地方 在他琥珀色的眼睛里 那一片戈壁滩上 有一群人类 人他下意识吐出了这一个字 让他顿时愤怒了起来 他想起了那个 让他愤怒不已的人类 顿时怒不可遏 那个人类 差点杀死自己 这是不供待天之仇 他永远无法忘记 好 哄哄 他一跃而起 从火山之底冲了出来 好 杀了人类 他下意识吼叫出声 飞入空中 笼罩在身体周围的漫天火焰 染红了一方苍穹 然后 他冲向了那片戈壁之地 另一边 雷泽 地上是一片沼泽 丛林密布 但这里的植物都是雷系的植物 每一株植物都不惧雷霆 才能在此地生存下去 因为天空中 时刻落下雷霆 噼里啪啦 雷霆如同雨水落下 击打在沼泽上 一条条细小的雷霆 突然被一颗蛟龙吞下 那蛟龙吃了雷霆之后 惬意地打了个宝格 银白色的瞳孔中 浮现享受的神色 这里的雷霆 让他受益匪浅 不过 很快他就愤怒地吼叫了起来 一想起那个抢走 他培育百年雷霆果的人类 他就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 好 33小说网 人 杀 他的智慧不高 本能驱使着他愤怒的情绪 突然 他感应到了一缕半神死亡的气息 他愣了一下 半神的死亡 足以令他害怕 一道银色的光芒 覆盖在眼睛上 他抬头看向了那个方向 那里正是那半神陨落之地 忽然 一群人影进入眼帘 看到这些人类 他愤怒地狂叫了起来 已经控制不住愤怒的情绪了 好 杀了 人类 哼 他冲出水潭 朝着戈壁滩飞去 另一边 这是一片此起彼伏的群山 群山中森林密布 山连着山 森林连着森林 若论大小的话 堪比大灾变之前的蓝星面积 山太多了 森林太密布了 其中的凶兽数量 更是难以计数 不仅低阶凶兽多如牛毛 就连半神级别的凶兽数量 也超乎想象 此时 一缕半神死亡的气息 飘入了这片森林中 顿时 无数吼叫声 此起彼伏响起 一只只半神级别的凶兽 仰天咆哮着 它们纷纷抬头望向一个方向 那是那尊半神死亡的地方 它们作为神性生物 感知力十分强悍 即使相隔数万里 也能感应到半神的死亡 或许这是神性的隐藏力量吧 在这无边的森林中 此起彼伏的吼叫声响起 当一群人类的身影 映入眼帘的时候 有三只半神凶兽 愤怒地咆哮着 它们忘不掉那个人类 一人一见 差点斩杀它们的一幕 它们是记仇的 比任何生物都记仇 此时 见到这么多人类的身影 它们首先不是害怕 而是愤怒 而是要报仇 受到本能驱使的生物 没有太强的判断力 见到了仇人 那就立即报复回去 根本不考虑后果 好 好 好 接连三声吼叫响起 从森林中飞出了 三尊半神级别的凶兽 它们飞向了戈壁 森林中 其他半神也愣了一下 一半的凶兽 也跟着飞向了戈壁滩 一时间 竟足有五六十只半神 成群结队飞了过去 这一幕 太震撼了 几十个半神飞在空中 力量光芒 肆虐苍穹 沿途所以半神以下的生物 都吓得不敢抬头 趴在地上低声乌液着 而在沿途中 那些半神凶兽 则被激起了好胜心 也加入进来 好 烈 一只只半神级别的凶兽 加入了进来 让这半神队伍 越加壮大 不仅如此 在其他方向 也有半神截队赶来 一只炎魔 与十几只半神级的凶兽 汇聚在一起而来 一只蛟龙 也与十几只半神级的凶兽 带着无穷的威亚来 这边 则是七八十只半神凶兽 疯狂冲来 凶兽种类繁多 有飞鸟有走兽 也有元素生物 但每一只凶兽 都是半神级别的 这一幕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世界都很少发生 半神如此大规模 急剧的现象 远在此地三万里的剑神 正在采摘一株剑果 突然他眉头一皱 怎么回事 这些半神凶兽 怎么都飞向了那个方向 他宁眉看向远方 不好 那是空间通道的方向 难道 这些半神要杀了凌玉 凌玉做了什么天怒人员的事 还是说 他们发现了空间通道 要是让他们发现了空间通道 蓝星可就危险了 上百只半神进入蓝星 没人能挡得住 而且 凌玉是人族的未来 绝不能有事 我一定要把凌玉安全带回去 这一刻 他也顾不上 还没有收集完的灵果了 遇见飞行 朝着戈壁滩飞去 他心急火燎 速度飞快 但距离太远 远远落后在凶兽群 几千里远 此时 洞窟内 凌玉又吞噬了一颗血肉丹 实力增强了一丝丝 他再次拿出了一颗血肉丹 继续吞噬 还没使用生命汲取天赋 耳边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丁 尊敬的宿主 历经数月时间 您终于攒够了 升级第一天赋的升级点 丁 您的精神值得肯定 您的天赋即将升级到SSS级 这是神的领域 但您却可以提前感受 欢呼吧 雀跃吧 丁 是否升级天赋 分身至SSS级 此界上空 上百只半神凶兽 正气势汹汹地赶去戈壁滩 他们肆意地释放着气息 遮蔽了一方苍穹 一眼望去 尽时力量光芒 犹如力量的海洋 铺天盖地 无数凶兽见到这一幕 趴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 本能驱使他们恐惧的心颤抖起来 所有的半神级的凶兽 都朝着戈壁滩去 这一幕 太震撼了 紧紧跟在后面的剑神 心里一斗丛生 灵域啊 你到底做了什么天赋人员的事 引来这么多半神凶兽的追杀 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要降临在灵域的头上 而灵域却心无旁骛 系统 升级 丁 正在升级中 丁 特别提示 这次升级将极大的蜕变天赋力量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你倒是快一些啊 灵域急了 催促道 丁 请宿主不要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狗系统 你最好给我快点 丁 升级中 算了 不骂你了 你快点啊 灵域累了 干脆不催了 不管啥时候能好 他也只能耐心等着了 干脆继续命令 分身击杀凶兽 赚取升级点 而他则照例使用生命 汲取天赋 吞噬血肉丹 增强自己的力量 时间缓慢流逝 半个小时后 灵域急了 系统 还没好 丁 正在升级中 你快点 丁 正在升级中 不会卡死了吧 丁 请宿主不要担心本系统 我 谁担心你 升个级而已 搞得那么慢 严重怀疑这系统的逼个不行 突然 他汗毛倒数 大惊道 不好 有危险 他连忙将意识投入到分身身上 抬头看向远处 顿时 惊得浑身颤抖了起来 半神 全是半神 东边 西边 北边 三边半神 他们怎么都来我这边了 我干啥了 招谁惹谁了 找我麻烦 不行 我得赶紧回来兴趣 发现了危险之后 他也平静不下来了 这系统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进化完成 他在退后 同时命令分身合体 嗡 白光亮起 照亮数百米的范围 当白光消散之后 一尊四面佛和一尊童子出现在虚空之中 群战 还是这两尊合体分身更合适一些 四面佛四双手 各持一个波鱼 四张面孔 表情不一 分别代表贪嗔痴度四种情绪 他抬起头 看向了东面 那里正有一只雷胶 与十几只半神凶兽 气势汹汹飞来 而三头六臂童子 则张开了三只头颅上的天眼 天地人三眼 喷吐着微弱的光芒 准备随时释放神通 哄 东方来的蛟龙第一个抵达戈壁 他悬浮在天空之中 不聪明的大脑 有些疑惑 环视四周 发现刚刚那些人类突然消失了 不对 他将目光盯在了眼前的两尊半神身上 他们有着人的形态 一定与人类有关系 好 三十三小说网 雷胶吼叫着 嘴巴鼓鼓囊囊的 突然张开了大嘴 蓝色的雷霆喷吐而出 天空顷刻间被照得大亮 人 死 他吐出这两个字 喷吐漫天雷光 攻向了四面佛 四面佛见状 面无表情 抬起手中的波鱼 那须灭 瘦 嗡 一声巨响 波鱼升空而起 散发出恐怖的犀利 顿时 漫天雷光被吸了进来 雷胶微微一愣 疯狂地吼叫起来 他也不使用技能了 直接冲了上去 要和四面佛近身搏斗 如今的淋浴实力 早已经非昔比 合体分身也强了不止一倍 再次面对半神 已经不是那么勉强了 四面佛不紧不慢 四双眼睛羞的一声 喷吐出无尽的光芒 贪嗔赤度似毒火 去 哄 四色的毒火 攻了过去 迎面撞上雷胶 雷胶被毒火击中了身体 痛苦地嘶吼着 他的四种情绪在疯狂变大 让他本就不理智的大脑 变得越来越疯狂 好 四面佛见状 手中捏一个硬绝 八部天龙夜 这是实力增强后 觉醒的新能力 哄 只听轰隆一声 一只白色的龙 带着风锐的气息 从他掌心间的硬绝里飞出 刚开始很小 飞出去后 变得越来越大 眨眼间 就变成了上千米长 白龙俯看着下方的雷胶 震天雷鸣一般的嗓音 响彻虚空 无为抗金龙 耳砸蟹蛟龙 刺死 抗金在五行中 对应白色 他一爪子抓了下来 顿时锋利的气息 弥漫苍穹 令人心神震动 好 雷胶看着抗金龙 本能的畏惧 哄 突然爪子抓了下来 雷胶身上雷霆密布 挡住了这一击 但 接下来的攻击 让他疲惫不堪 这抗金龙全身都是武器 不管是哪一个部位 都堪比神兵利器一样的锋利 一爪子下来 让他浑身剧痛 伤痕累累 好 请之后 抗金龙一声大吼 无尽的风味之气 从他口中喷射出 沿途 空间微微颤抖 雷胶吐出一颗颗雷球 密布苍穹 仿佛一颗颗星球一般 悬挂在天上 去 哄 两者相撞在一起 碰撞出巨大的轰鸣之音 这时 一个波鱼从天而降 收 咻一声 来不及躲闪的雷胶顿时 被收了进去 刚刚收了雷胶 其他半神级的凶兽 愤怒了 顿时 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 十几只凶兽一起出手 天之矛 碎裂空间 刚注成天 冰封火来 一个个技能攻击而来 四面佛大惊 抗金龙冲了上去 以躯体挡在身前 哄 顷刻间 抗金龙就被打得烟消云散 攻击来势不减 继续攻击过来 四面佛用处全力抵挡 但敌人攻击太强了 他也只是挡了片刻 就伤痕累累 哄 四面佛自爆了 那些冲过来的半神级凶兽 也被炸倒 伤痕累累 有些狼狈 另一边 几十只凶兽也来了 他们围攻着童子 将童子的三头六臂咬了下来 最后只剩下一颗头颅 一只手臂 一只脚 这一幕 太过凄惨了 灵欲牙自欲猎 正在急步撤退 系统 好了没有 叮 恭喜宿主 升级完毕 叮 恭喜您升级至SSS及天赋 叮 您一共获得了三项能力 此能力需要选择 第一项能力 升级路线 您可选择自己的进阶路线 第一条路线 无线分身 您的分身将增加至五倍 共一万分身 第二条路线 无线距离 您的操控距离 将提升至现在的五倍 第三条路线 无线实力 您的分身 可继承本体实力 提升至五倍 叮 请做出选择 灵域看着几个选项 沉默了 先说第一条路线 上次他选择的就是这个路线 本来只有五百分身 升级后变成了两千分身 而第二个是无线距离 对他没用 他直接pass掉了 第三个路线 他现在分身继承的是 百分之二百本体的实力 现在提升到继承 百分之五百本体的实力 也就说 提升了百分之三百本体的实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这足以令合体分身的战斗力 提升1.5倍 看似很多 好像又不是很多 他使用第二天赋生命集取 吞噬二三十个半神级的凶兽 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所以 只能pass了 还是提升分身数量划算 一万分身 说实话 有点少 但提升的幅度却不小 系统 我选择路线一 丁 你一选择路线一 分身数量提升至一万 下一刻 他感到体内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只见他的能量和灵魂力量 都开始疯狂增长 过了一会 他才深吸一口气 惊讶到 呼 足足增强了一倍实力 他现在比以前足足强大的一倍 这太让人惊喜了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 一拳头能打破空间 他大笑道 太爽了 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丁 您还有两项能力为领取 快说 第二个能力 永久分身 丁 您已拥有两个永久分身 分别是身外化身 夺射分身 请选择您第三个永久分身的形式 选择一 神性分身 此分身天生拥有神性 可汲取众生信仰 信仰足够之后 可自动成神 选择二 魔性分身 此分身可自动汲取天下负面情绪之力 负面情绪积累足够 可自动成魔 助 魔与神同皆 选择三 人性分身 此分身物性逆天 可轻易参悟世间法则 世间诸道 无一不通 炼丹 炼器 制服等诸道 他皆为一等一的妖孽天才 请做出选择 灵欲沉默了 这三个分身太诱惑了 说实话 他都想要 系统 能不能都选择啊 丁 有舍才有得 请宿主不要太贪心 不贪心如何进步 灵欲是不认同的 这三个分身他都想要 可是系统肯定不会给他 他沉思了下来 首先是神性分身 如果拥有这个分身的话 未来他必定会有一尊神灵级别的分身 就是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了 魔性分身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都需要不断培养才行 而且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说白了 就好像游戏里抓到的神级宝宝 潜力逆天 但也需要从一级慢慢培养才行 各种法则和记忆 灵欲突然灵光一闪 他看了看手里的两颗神经 如果我有了人性分身 不就意味着我很快就能半神了 甚至成为神灵 神灵就是法则的圆满领悟者啊 他参悟神经成为半神不难 甚至可能不需要系统的帮助 而人性分身不就是一个天然的成神辅助器吗 灵欲兴奋了 系统 我选第三个选择 丁 你已选择了选择三 下一刻 灵欲心间生出一股感应 他现在拥有了第三个永久分身了 只有他念头一动就能分出来 不过他忍住了 而是说到系统 第三个能力是什么 丁 宿主的天赋提升到了SSS级 打破了神灵与凡人的界限 因此 你将获得一部分神灵才拥有的力量 灵欲疑惑了 神灵拥有什么力量 他激动无比 等待着系统说完 这可是传说中的神灵的力量啊 即使只是获得一点点 那也将受益匪浅 丁 神灵无尽 犹如大海水滴 大漠沙里般 数之不尽 丁 神灵的种类繁多 掌控的力量 更是包罗万象 你可选择一类神灵的力量 共有三个选择 选择一 元素神 此类神灵 有火神 水神 雷神等 皆为掌控元素之主 选择二 规则神 此类神灵 有掌控重力之神 掌控速度之神 掌控声音等神灵 他们皆为规则之主 选择三 信仰神 此类神灵 接受众生信仰 所掌握之道理 与信徒所期望一致 信徒将其拜为光明神 神则掌控光明之力 同理 此等神包罗万象 规则 元素皆有 请做出你的选择 灵欲看着这三个选择 呼吸都跟着急促了起来 这可是神灵的力量 他一定要慎重才行 他首先将信仰神pass掉了 因为这类神灵说白了 走的是洁净 其实是信徒 在决定他们未来的道路 信徒希望他成为什么神 他就可以掌控什么属性的力量 有种我思故我在的违心味道在 但是 神灵也失去了自主权 本质上是信徒的傀儡 他绝不允许信徒操控着他 绝对不做信仰神 他喃喃自语道 然后 他看向了另外两个选择 元素神 这类神灵 最初是天地之始的原始神灵 他们乃是元素的化身 天生掌控元素 便是一类元素之主 许多凡人一路修行 就是想要成为元素之主 可是你成为元素之主前 你得把前任元素之主弄死 一个世界不允许有两个同样的元素之主 比如 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个火神 不过 蓝星也容纳不了神灵 如果成长为能容纳神灵的世界 那些一节半神 不得挤破了脑袋 这可是无数空缺的神位啊 所以 蓝星未来会成为香伯伯吧 灵域暗道 可是 灵域也把这个选项给pass掉了 因为 最厉害的 还是规则之神 时空 重力等都属于规则的范畴 他想赌一把 系统 我选择第二项 丁 已完成选择 现在开始抽取规则之列 下一刻 灵域眼前出现了的大转盘 他点击了一下开始 转盘旋转 不一会儿 转盘停止 他看了过去 发现竟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规则 丁 恭喜宿主抽取到了如意规则一条 是否融入体内 融入之后 会发生什么 融入之后 您将掌控如意之力 如意之力是什么 丁 如意 如意 如你心意 此类规则玄奇无比 可以你心意出现相应的手段哦 融入 灵域兴奋道 丁 已融入 下一刻 一条金色的规则之力 融入他的体内 规则之力刚刚融合 整个身体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无尽的力量 进入体内 再不停提升他的力量 好热 灵域下意识叫了出来 紧接着 他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体内涌出 让他不禁叫出声来 33小说王 这力量迅速遍布全身 让他体内力量暴增 当这热量消失之后 他发现自己的实力 增强了足足一倍 好强的规则之力 这可是一倍的力量增幅 他难难自语道 灵域惊喜万分 如意 如意 随我心意 灵域大鹤一声道 他要使用这新的力量 下一刻 他心底浮现一种奇妙的感觉 仿佛愿望就要实现了一般 翁翼声响 他发现 自己身上竟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个铠甲 下一刻 铠甲的信息浮现心头 雷霆之铠 因你缺乏安全感 所以如意之力 应了你的呼唤 召唤出了一副铠甲给你 此铠甲可抵挡半神的力量时机 我缺乏安全感 这如意之力也不准啊 我这么勇敢的人 怎么会是胆小鬼吗 灵域吐槽道 不过 有了这雷霆之铠 让他确实有了更大的安全感 嘿嘿 突然 他脸上的笑容 戛然而止 因为他的三头六臂 合体分身 也死了 该死的 敢欺负我的分身 今日要让你们全部陪葬 他咬牙切齿道 正好试一试 SSS几天赋的力量 他按道 他微微念叨 分身 下一刻 白光浮现 一个个分身 开始出现在洞穴里 他们刚刚出现 灵域就命令他们 立即杀出去 新的分身足以一万 洞窟都要装不下了 得赶紧让他们出去才行 分身们点点头 朝着外面跑去 灵域在偷偷观察他们 他发现这些分身 变得更加灵动了 以前分身虽然也有意识 但眼睛是呆滞的 现在的分身 变得灵动了起来 一万分身 就是十个合体分身 算下来 这一次升级天赋 他的基础实力增加了两倍 那么分身的实力就强了四倍 一个打十个 应该没问题吧 还是可以的 所以打不过就让分身自爆吧 灵域有了这个决定之后 他就放下心来 对了 也把人性分身分出来吧 人性分身 可是一个超级物性分身 他现在身上有好几种功法 比如 万宝宁气诀 和虚空炼丹诀 都进展缓慢 现在已经跟不上 他的实力进步速度了 还有合体技能 如果也能完善 甚至进阶的话 那就太完美了 他就不用到处去找 重组的麻烦了 人性分身 灵域使出了技能 顿时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轮廓 随着他将一部分精气神 融入这个轮廓之中 轮廓越来越清晰 此时 外界 十个合体分身飞入空中 这十个合体分身 形态各异 有佛陀 有神兽 有道人 也有仙女 还有奇形怪状的一类 他们站在虚空中 看着这上百只半神凶兽 其中一个佛陀合体分身 满面笑容 正是弥勒佛 他笑嘻嘻道 无为弥勒 一座欢喜禅 双修之行 始于足下 而等无智慧 一本能行事 因此 更具此中会根 他伸出手指 捏了一个欢喜佛印 将掌心对准重受 欢喜大道 而等想服去吧 下一刻 一道道粉丝的光芒 从他掌心迸射而出 这光芒穿越虚空 瞬间就笼罩在几头半神的身上 光芒一落下 他们就燥热了起来 因为没有智慧去约束本能 顿时 他们陷入了狂躁之中 好 他们双眼通红 十分燥热 弥勒佛笑道 此等禅意 当自我了断 才可得享永恒幸福 他的佛印微微一变 轻轻一弹指 顿时一道金色的佛光 朝着他们射去 轰咙咙 瞬间 这道光芒 射入了几只半神级的凶兽身上 顷刻间 他们陷入了安静之中 然后在一片祥和的笑容中 灵魂枯竭而亡 好 其他凶兽见状大怒 一个个发动了攻击 弥勒佛笑嘻嘻地看着 也使出神通阻拦 但是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 被打退了数千迷远 这时 其他的合体分身也出手了 只见一只凤凰操纵无穷火焰 迎了上去 火焰遮蔽苍穹 顷刻间烧死了几只半神凶兽 这一幕 在不停地发生着 有道人一箭斩去 一片星河垂落 天地绚丽 在这美丽的星河之中 蕴藏着无限的杀机 迷蒙之中 一只只凶兽死亡 却见一只异类 长着人的脸 虎的身 狼的尾巴 还有一双鸟爪子 一双兔脚 仿佛是各种生物融合的生灵 它一声大吼 一道道声波 精灵四周的环境 发生了大变 只见地面起伏不定 一颗颗人头 从地面上长了出来 还有各种动物的残肢 也冒了出来 别体多诡异了 残肢大盗 却 轰隆隆 这些残缺的东西 全部扑了上去 只有被沾上的凶兽 身上就会少一个器官 顿时 又是几只凶兽死亡 看着已经死了 十几只的凶兽 众合体分身 也松了口气 刚刚是出气不易 接下来就不会那么轻松了 果然 凶兽愤怒地吼叫着 冲了上来 大战变得胶着了起来 你一拳一脚 我一口咬下去 你来我往 似乎不分胜负 这时 剑神也终于赶来了 当他见到眼前的一幕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滞了 这是领域的分身 他什么时候 有了十个合体分身了 难道 他想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结论 但是又摇了摇头 不可能 凡人不可能拥有 SSS级的天赋等级 那是神的领域 就是半神也无法染指分毫 但是眼前的一幕 却又是如此的真实 让他陷入了沉默之中 或许 他本就是天上的神灵下凡 所以这个规则约束不了他 他给出来自己的解释 似乎也只有这样 才解释得通了 此时 战场胶着 彼此都不分胜负 突然 剑神的出现 让许多半神凶兽大吼起来 吼 人 杀 一道道喊杀声响起 让剑神都感觉有些冰亡 吼 突然 一只凶兽挣脱了战圈 杀向了剑神 那模样 仿佛是遇到了夺妻之恨一般 剑神剑壮 有些疑惑 也不迟疑 迎了上去 离得近了 他才发现 这不就是差点死在他手里的那只半神异兽吗 怎么出现在了这里 难道 他又想起了什么 但已经来不及细想 因为战斗开始了 如今的他今非昔比 几件便斩杀了这只半神异兽 但是随之而来 又是几只熟悉的异兽攻来 我明白了 原来是你们 他看清了这些凶兽 想起来这些都是 他曾经差点斩杀的凶兽 当年 他突破半神之后 就在此界杀了不少半神 一对一他不惧任何半神 有一些半神死在他的手里 而更多的半神凶兽则逃跑了 如今 他们出现在这里 他终于明白了 不是凌玉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而是他被人寻仇了 只是 这些凶兽脸盲 把凌玉当成了他 于是 就出现了这次的事情 唉 差点就害了凌玉 圣剑 死 一把巨剑 没入云霄 轰然落下 凶兽吼叫着抵挡 顿时各种力量光芒 弥漫了苍穹 轰咚咚 力量撞击在一起 空间隐隐颤动 地面出现了一个大坑 这边在大战之中 彼此胶着 难分胜负 而在洞窟之中 凌玉也睁开了双眼 看着眼前这个气质 儒雅内敛的人性分身 凌玉笑道 你好 本体 你好 你看外面正在大战 你可有什么法子 人性分身孝道 此法简单 说来听听 我已将合体技能 推演至下一个阶段 什么 这么快 此乃我之神通 一年只可使用一次的 瞬间领悟技能 本体可同步我的力量 便知分晓 凌玉也不迟疑 施展同步力量 顿时他发现合体技能 竟然真的被他推演到了下一步 同源合体 数量 高一万 前提 需要心意相通 不可有丝毫反抗意志 竟真的成了 而且直接能一万分身合体 凌玉心中大喜 这人性分身带给他的惊喜 太大了 十个合体分身打不过 但如果将他们的力量 合在一起 能否引起质变呢 想到这里 他兴奋了起来 事不宜迟 立即使用新的合体技能 他下大命令 合体解散 外面 正在大战的合体分身 纷纷一呆 然后 光芒浮现 他们都恢复了一万个分身的模样 见到这一幕 剑神瞳孔萎缩 以为出现了什么问题 不好 他一剑 逼开一只凶兽 想要去救灵域的分身 但是下一刻 让他惊讶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只见所以分身 再次浮现了白光 这是又合体了 但是 刚刚为什么要解铁 他心中的疑问 此起彼伏 突然 白光再次浮现出 一万个分身消失不见 白光消散之后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千米巨人 只见此巨人手持巨斧 脚踩青莲 屁腻天下 微微低头俯看众兽 无 可开天佛 他似是叹气 又似是回忆什么 轻轻举起了斧头 奔跑了起来 脚下的青莲紧紧跟随他 化作一道道青色的光芒 将他护在中央 看着这个千米巨人 剑神已经无法平静了 灵域 竟然将一万个分身合体了 还合体出了这一尊存在 虽然 我知道这是假的 但或许真有几分神通 让我拭目以待吧 灵域 你太让我意外了 只见 巨人走了过去 他没走一步 身上的气势就强大一分 那些凶兽就后退一步 他们虽然没有智慧 但直觉却十分灵敏 眼前的巨人 开天 他突然举起斧头 在距离众凶兽千米之地 斧头亮起璀璨的白光 落 随着一声大喝 斧头披落 顿时 刺眼的白光浮现出 弥漫苍穹 一道白色的腐痕 出现在虚空之中 咔嚓 只听一道清脆的声响 那白色的腐痕 变大了十倍 紧随其后 一道道黑色的空间裂痕 浮现在虚空 仿佛蜘蛛网一般 散发着骇人的气息 这 他竟一斧头 劈开了空间 这个世界和蓝星不一样 这是一个 可以容纳神灵的世界 空间强度 不是蓝星可比的 按理来说 要想破坏这个世界的空间 要么你是相应的能力者 要么你的实力超越了半神 而眼前的巨人 显然属于后者 他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半神 使用纯粹的力量 劈开了空间 剑神见到这一幕 嘴巴张得老大 这一击 已经不是半神的层次了 或许已经接近神灵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他才出去几天时间 灵欲带给他这么大的惊喜 实在不知让他说什么好了 只有深深的震撼残存心间 轰隆隆 空间裂开 他又劈了一斧头 倒倒裂痕 朝着凶兽飞速冲去 这可是空间裂缝啊 即使是半神级的凶兽 一旦被攻击到 也必死无疑 凶兽害怕 疯狂逃命 而巨人则紧追不舍 一斧头接着一斧头的劈砍着 方圆千里空间 很快就被他劈得破碎不堪 犹如碎裂的镜面 剑神松了口气 他身边的空间还是完好的 看来巨人是有意避开了他 而那些半神级的凶兽 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空间碎裂成蜘蛛网一般 大量的空间乱流 进入世界内部破坏着一切 而身处其中的凶兽 顷刻间就被绞杀亡 好 一个个凶兽 凄厉地吼叫着死亡 他们已经逃不出去了 陷入碎裂的空间中 他们仿佛被蜘蛛网粘住的鹅子 拼命地挣扎 最后眼睁睁看着 被蜘蛛一口吞下 吼 开天否 又一声疑问 不知在质疑什么 又对何种生命所言 哼 又是一斧头落下 附近的空间彻底塌陷 空间塌陷 四周变得一片漆黑 吼 开天 自问自答 似是回应刚刚的疑问 他手轻轻一招 青莲飞来 去吧 眼花大千 然而 青莲刚刚飞去 正要眼花世界 却突然碎裂了 巨人愕然 又叹息 吼 力不足 轰一声 他整个身体溃散开来 一万分身重新出现在虚空中 四周的空间 也在飞速愈合中 许久之后 空间彻底愈合了 但那一百只半神级的凶兽 却都死了 凌玉叹息一声 刚刚的开天 是力量不足的缘故 哎 我也真是上头了 不过是想出来的概念分身而已 又不是真的盘古 算了 不想了 现在终于解除了危机了 接下来该是我浪的时候 万人合体分身 大发神威 一顿乱劈之后 几十个半神级的凶兽死亡 血肉之上神性力量离体 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个神经 悬浮在空中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凌玉带着人性分身 从洞窟内走出来 此时 外面已经安全了 刚刚来到了门口 一个个分身便主动来迎接他 并将他围在中央 将他团团保护住 凌玉不禁感慨 历经数次升级的天赋 如今终于变得聪明了一些 凌玉命令到 将所有凶兽的尸体 神经都收起来 命令下达 分身点点头 便去忙了 而凌玉则朝着剑神走去 剑神一脸笑意地迎接凌玉 这个小子给他带来的惊喜 让他有些无法消化 不过他明白 凌玉越强 对他对人族 就越有利 他不是一个狭隘的人 他可以容许后辈超越他 而且这个后辈 还是他名义上的学生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有不满的情绪呢 你小子 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让我这老头子 连尾气都看不到了 剑神俊美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感慨 凌玉笑道 前辈您说笑了 您还正值当年呢 我不过是在生死危机关头 天赋蜕变了而已 分身虽强 但我本体不如剑神前辈的 你本体真的不如半神吗 剑神现在深表怀疑 毕竟 整个人族 没有比凌玉更能藏着掖着的人了 不过 一想到凌玉 现在已经能制霸半神境 他就兴奋不已 他拉着凌玉 说道 你如今在半神中 属于什么层次 你说实话 看着剑神这么八卦的模样 凌玉有些恶人 凌玉也不谦虚 毕竟他现在在半神中 堪称超纲的存在 我的合体分身 仍是半神境界 强于半神 但远弱于神灵 当然也不排除 有和我一样强的半神 凌玉望向了远方 他现在有种感觉 这个世界或许隐藏着 不弱于他的存在 刚刚他的那场大战 对方是否感应到了 我明白了 如果真的有这种半神 我们刚刚的大战 或许已经惊动了对方 小心为啥 他叮嘱道 凌玉点点头 道 放心吧 我最小心了 剑神文言笑了笑 他最不担心的 就是凌玉的危险了 毕竟这小子可是老六啊 这时 分身也将凶兽的尸体 和神经都整理好了 看着那一堆破碎的肉块 还有一堆神经 凌玉说道 前辈 您选几个吧 神经作用很多 不仅仅能用来感悟法则之力 也能用来完善自己的道 剑神点点头 蹲下来寻找与剑道相关的神经 寻找许久 他只拿起了一块锋锐神经 说道 只有这一块对我有帮助 其他的神经与我的道相距太远了 没有参悟的价值 凌玉点点头 这一点他也明白 神经还是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想要进入半神境界 就要领悟一丝丝法则的影子 比如 剑神领悟道就是剑道法则 而锋锐法则可以补全他的道 其实 也可以领悟无穷道 在半神境界几乎没有限制 但是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在有限的生命里 你不可能什么都领悟 但是 凌玉却心中一动 别人只有一个人 但他有一万人啊 他领悟神经度的速度 是别人的一万多倍 根本不用担心精力的问题 想明白这些之后 凌玉也有些激动 恨不得立即去参悟神境 提升境界到半神 凌玉使出一道冰冻技能 将半神凶兽的肉都动起来 这才收进空间手环之中 等有时间了 使用生命汲取吞噬 前辈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等 等 对 这个世界的凶兽感知十分敏锐 相隔万里 也能感知到死亡的半神凶兽 这些凶兽死了 他们一定已经感知到了 就看他们是什么反应了 他们会来吗 剑神摇头道 应该不会 他们都没有智慧 依靠本能行事 本能告诉他们 这里有危险 他们就不会来的 凌玉恍然 前辈 现在我在此见 也可说是一位无敌者了 咱们要不要开放这个世界 他其实早就有想法了 这个世界很大 比蓝星还要大得多 他们现在也只是探索了一小部分 还有大量的区域没有探索过 如今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半神境界的无敌者 他觉得可以避佑其他族人了 让他们也进入其中 狩猎凶兽 获得适合的神经 参悟半神之道 若能增加几个半神 那他们人族就彻底起飞了 剑神私存了片刻 叹息道 好吧 打开吧 但不要让他们跑太远 这个世界的凶兽 对我人族有意见 他不要想起 这一次攻击领域的凶兽 都是曾经和他有仇的凶兽 这么多年 他得罪的凶兽 没有一百 也有八十个了 这一次 死了十几只 但还有一大半隐藏在暗中 若是感知到人族的气息 他们那本能 必然驱使他们前来报仇 放心吧 我会把控好一切的 不会让悲剧发生 嗯 你做事我放心 走吧 我们现在就回去一趟 好 两人商议了一下细节 便朝着来时的通道走去 光芒一闪 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中 与此同时 在距离此地十万里的地方 一处残破的古战场下方 一具残骸突然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具人形尸体 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右手边有一把断裂的权杖 他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四周 突然 他看向了一个方向 正是灵域所在的戈壁滩 表情微微变化 说道 尾神 他张开口声音沙哑 轻声道 吞了这具尾神 无可恢复些许神力 重灯神座 他轻轻握住全杖 抬起手臂 喃喃自语道 那一战之后 我只剩下些许神性 和残存的一缕幽魂了 既被尾神惊醒 岂能放过这天大的好机会 解 下一刻 他从土里爬了出来 朝着戈壁滩的方向飞去 光芒一闪 灵域和剑神进入蓝星 我们回来了 灵域颇为兴奋 虽然只去了那一截几天时间 但如今再次回来 却恍如隔世 仿佛过去了数年之久 剑神也颇为感慨 笑道 本想助你登灵半神之境 没想到你的天赋却先蜕变了 对于灵域的天赋 如今是什么等级 剑神没有问 但他知道 大概率是SSS级 SSS级是神的领域 灵域能突破到这个级别 实在出乎意料 他的猜测 是灵域是神灵转世 灵域笑道 若不是剑神前辈 带我去那一戒 我也不会这么快天赋蜕变 其实 如果不来那个世界 他想要蜕变天赋 需要的时间 可能是现在的十倍 毕竟 那个世界的凶兽等级高 而且升级点也更多 远不是蓝星的凶兽可比的 在那个时间狩猎 缩短了他天赋蜕变的时间 剑神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走吧 我们去那个 好 两人朝着那个飞去 此时 距离两人离开 已经过去了三天 别看只是三天的时间 但以科技闻名的手段 已经可以做到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 他们飞在空中 发现沿途的许多景色 都发生了变化 灵域指着下方 一座小城说道 我记得三天前 这里是一座森林 现在变成小城了 而且你看城里的居民 竟然是一族和人族混居 还有那边 以前是一片古战场 滋生了大量的亡灵生物 但现在 竟然变成了一座球场 那边 那边 还有那边 全都变了 我们才离开三天啊 怎么变了这么多 灵域看向剑神问道 难道两个世界的时间 流速不同 这变化太大了吧 他有点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剑神摇了摇头 笑道 这就是科技的手段 你进入高层时间太短 有些高科技你也不懂 我们的文明 是科技与修炼相结合 科技为辅助 尤其在各种建造方面 有着惊人的成就 别说是这些变化了 他们如果要造一座千米大桥 也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完成 灵域惊呆了 这个世界的科技真厉害 这让他想起了 当初龟虚之战的时候 机器人的建造速度 半天时间 就建造了笼罩一座山的基地 现在看来 当初他们还保守了呀 一路飞来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了 看看新闻 现在直接用眼睛看 看到的变化只是局部的 新闻上应该有整体的消息 打开万表 点开今日头条 一个个新闻跳了出来 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刷新着 刚刚看到的新闻 这一刷新就找不到了 林玉感慨道 真是一个繁华的大事啊 他随便点开一个新闻观看 近日 我人族统治十万里疆域 诸族沉浮之后 迎来了一片乱象 不过 在我人族高层的指挥下 已经恢复了一片平和景象 这还是一个歌功颂德的新闻 没意思 他又点开一个查看 破罗族 这是一个位于我人族西南方向 七万里的种族 这一族没有半神 但他们的个体实力十分强悍 九阶族人族已上千人 日前 我人族向此族发送最后通牒 令其臣服 其拒接 内阁震怒 集结九千个附属种族讨伐 我方胜 破罗族投降 破罗族 有意思的种族 天赋很强 但又突破不了半神 下限高 上限低 看看其他的 昨日 我人族派遣麾下百族 去西方三万里外 寻找西方人族 目前已寻到西方人族 当对方得知 我东方人族 已称霸一方 并有两尊半神的消息之后 一个个震撼地张大了嘴巴 他们族中的老者不可置信 有人则惊呼道 我早就说过 东方的时代来了 目前 西方人族已臣服我东方人族 他们之前过得十分艰苦 给各族充当雇佣兵 如今我人族登陵巅峰 他们也水涨船高 地位提升数个阶层 西方人族无不已进入东方为荣 西方女人 无比崇拜东方男人魅力 这西方人族这么弱 林玉小声嘀咕道 要知道 在大灾变前 还是西方人主导世界 剑神听到他的声音 笑道 因为东方人进化的更完整 更符合道 所以我们的天赋 比他们普遍强了一个等级 我去过西方 即使是他们最有天赋的天才 想要突破到九阶 也比我们东方要难上数倍 这也是为什么 西方明明不比我们人少 却无法立足的原因 林玉明白了 说白了 就是西方人族有一定的缺陷 修炼天赋 更低 原来如此 难怪我很少听说西方的消息 剑神吃笑道 在我们眼里 他们如同一族一般 我们邀请过他们成立人族联邦 他们还以大灾变前的思维 看待彼此的关系 断然拒绝了 殊不知 即使成立了人族联邦 我们也不会和他们有太深的往来 林玉奇怪道 为什么 他们的血脉太差 会污染我们 哦 他不由想起来 一种生物进化下去 毛会越来越少 而西方不是 而且 如果以烤肉来类比的话 黑了 就是烤糊了 白了就是没烤熟 只有黄成成的 才是正好的 所以 他们才是进化最完美的生灵 林玉又点开一个新闻 咦 他惊疑了一声 点开 人族是命运的蠢 我东方人族是世界的亲生子 然而 总有人要挑战我们的权威 十万里之外 与我人族一般 也有一个种族 有两尊半神 他们统治二十万里的区域 要征伐我族 岂有此理 我等七星 避一灭七族 犯我人族者 虽远必诛 看完这个新闻 林玉眼神微微眯起 前辈 我们先不去中央城找那个了 哦 你要去哪 我要去十万里外 灭一灭挑衅者的威风 林玉将那个新闻 给剑神看了看 剑神大笑道 正合我意 同去 好 走 33小说网 一道剑光划过苍穹 朝着十万里外而去 一道空间波纹 震荡而起 也去那十万里外 人族统治了十万里的区域 上万种族臣服 然后 在这几天时间内 他们展现了科技的力量 令数万里区域变了一副模样 巨人族有三万里之遥的西方人族 地位也水涨船高 从以前被各大种族欺负的现状 变成了如今各大种族的座上宾 谁让他们是人族呢 虽然是西方人族 那也是人族 和他们的主人 是一个种族的 于是 所有西方种族都激动了 以前的所谓有色眼光 全部不见了 反而变得十分崇拜东方人族 无数人想去东方一堵风采 这些年里 他们发展得很差 当他们听说有外族挑衅人族时 已经有了主人翁心态的他们 数十万西方人族 义愤填膺的出发了 他们要前往边疆 抗击入侵的一族 以前他们是雇佣兵 拿钱办事 现在他们是主人 在守护自己的土地和荣誉 这心态一转变 一个个士气如虹 战力激增 十万里区域内 不仅仅人族出发了 其他种族也一样 他们或是被命令支援 或是也发挥着部分主人翁的精神 一个个朝着边疆汇聚 边疆 这是一条通天大河 大河很宽 远远望去 仿佛一个巨大的湖泊一般 从这头看去 竟有百里之远 百里之宽的大河 便是如今大便的蓝星 也不多见 太阳高高悬挂在天空 洒下金色的光芒 映照在河面上 泛起波光零零 又有鱼儿跃出水面 天上飞鸟划过 这一幕美不胜收 若不是两岸上成兵 数以亿计的大军 彼此对峙者 这里一定会成为 无数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可惜 大战将起 一切都将变了模样 杀 杀 双方早已等候多时 没有多余的废话 冲向河面上 朝着对方杀去 七阶以上的飞在空中 七阶以下的 则踩在水面上 大战开启 彼此的高层都在后方 没有出手 但 士兵们已经短兵相接 开启了一场残酷的战争 顿时 天地变得一片阴暗 死亡的怨气遮蔽苍穹 云层变得厚实 应有雨水要滴落下来 大战一起 黑云压来 此时 在后方 格老等人一脸阴沉 格老说道 他们的半神来了吗 这一战 他们彼此承诺不出动半神 所以才会打这一仗的 毕竟现在剑神和灵狱 都不知道去哪了 若是对方出动半神 局势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了 御者摇头道 没有发现半神的气息 但也不可放松警惕心 剑枯双手环抱 说道 我有预感 他们一族的半神必定会出手 赤羽看了他一眼 黑黑笑道 我也有预感 他们不会出手 众人闻言 哈哈大叫 这一战 他们最怕的 就是半神出手了 如果对方半神不出来 他们相信不会败 但若是半神出手 那就胜负难料了 格老笑道 不用担心这些了 剑神和灵狱 说不定已经来了 众人知道这是安慰人的话 沉默了下来 等待着下一波决战 下一波 就该他们这些 九阶的高层出手了 哄 突然 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他们抬头看去 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哪是巨响啊 分明是无穷雷霆 在黑云之间交织 一条条雷蛇 游走在黑云之间 凝聚着力量 仿佛随时要给 下方的众声雷霆一击 格老大惊道 不好 那是半神的气息 他拥有半神气 因此对半神的气息 十分明淡 这黑云之中 隐藏着半神的力量 阎君宁没道 他们在试探我们 如果我们的半神不出手 他们就会出手灭了我们 看着头顶上的黑云 众人一脸凝重之色 这怎么办 可是我们确实 联系不上剑神他们啊 不要着急 我们死不了 你怎么知道死不了 你是不是有内幕消息 我没有内幕消息 但我的天赋就是直觉 我能感应到一些未来的信息 我不会死 呼 那太好了 但心里还是没点 众人都是一阵无奈 心中的恐惧在滋生 对岸 营杖内 主座上 一左一右各 坐着一尊人形的生物 这两尊人形生物 与人族相似 但是他们的掌心中间 各长着一颗眼睛 此时 左边主座上 坐着一尊白色头发的人形生物 他正闭着双眼 掌心朝上 掌心间的眼睛睁开 似在沟通着什么 而右边 则坐着一尊红色头发的身影 他微微笑着 33小说 老祖 这人族虽已有两尊半神 但历经数次大战 不可能毫发无损 我们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测试他们 直接发动攻击不行吗 他十分不解 自从人族出现半神之后 他们就派人去了解了这一族 这一族除了有半神之外 九阶强者稀少 而且 人族的天赋和底蕴 也和他们神眼族没法比 对啊老祖 我们神眼族 有一千多个九阶强者 再加上投靠族的数万外族 上万的九阶啊 他们人族怎么可能挡得住 众人十分疑惑 他们一路上 争讨各族 从来都是势如破竹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小心过 老祖 我打听到人族的两尊半神消失了 我怀疑 他们是在疗伤 我建议 应该趁机灭了他们 如此一来 我神眼族必是这蓝星的主宰 众人劝说 然而两尊半神 却不为所动 那白发的半神 还闭着双眼 一道道雷霆光芒 从他体内迸射而出 又很快引入体内消失不见 而那红发半神 则始终微笑着 不管他们说什么 表情始终未变 突然 那白发半神 睁开了眼睛 他张嘴说道 人族半神未至 红发半神闻言 沉阴片刻 微笑的脸庞 突然变成了大笑的模样 哈哈哈哈 天赐良机 白发 与我同去 灭了此地 嗯 正是此意 黑云遮蔽苍穹 雷霆游走其中 咔 哄 一道道轰鸣声响彻虚空 一条条雷霆轰然落下 噼里啪啦 天空猛地变得明亮起来 方圆数十里内 都成为了雷霆世界 白色的光芒 肆虐天地之间 比太阳还要亮 突然 一声大喝响起 雷海 下一刻 雷霆密不可分 仿佛落下的瀑布 遮蔽了苍穹和天地 一片雷霆大海 出现在天空中 缓缓落下 雷蛇游走期间 各种雷霆形成的鱼儿 在雷海之中游走 无尽的危险 在降临 一个白发人形生物 浮空而立在苍穹之巅 他微微眯着双眼俯瞰下方 冷酷的脸庞上 浮现一抹轻蔑的笑意 左掌心轻轻对准下方的大地 一道道旋奇的力量 从掌心眼睛中散发出来 操纵着漫天的雷霆 下方 内阁众人面色大变 格老撑起一座天幕 缓解了一部分压力 他仰天咆哮 你们不遵守规矩 回应他的是一个猖狂的大笑 白发嘲笑道 可笑的种族 竟然希望别人遵守你们的天真 你们就不怕我们一族半神的报复吗 你们的半神早已重伤 便是来了 又如何 岂会是我风为之主的对手 红发站在一旁 一语不发 但嘴角的笑意表明内心轻松 人族半神迟迟不出现 这让他们确定了 对方的半神已经身受重伤 现在不知道在哪疗伤了 如果人族半神来了 那他们就斩杀人族半神 一想到能杀了人族半神 他们就兴奋了起来 区区下等种族 也与我神眼族同形态 真是我神眼族的耻辱 无今日毕灭了尔等猎等种族 白发左手抬起 轻轻朝着下面压去 瞬间 天空中的雷海也跟着往下压去 雷霆之海落下 让人族的高层们面露绝望之色 诸位 我们纵是死了 也不能窝窝窝窝地死 格老七里大吼 此时 他们已经到了危机关头时刻 绝望的情绪在心中疯狂地滋生着 他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格老的一番话 让众人抬起了头 迎着风 他们哭了 一滴滴泪珠落下 为自己的死亡而哭泣 也为人族的大难而哭泣 好不容易迎来了希望 结果却要在这一刻拥抱死亡 不甘 悔恨 绝望 痛苦等各种复杂情绪 在心间交缠不休 剑枯拔出枯木剑 喃喃自语道 都说枯木逢春 我指出这一剑 希望枯之尽头 是生 枯蓉剑 转生 欲者也面露绝望 他抬起头 心中不甘 召唤出所有欲兽 对他们说道 我要死了 你们都逃命去吧 阎君手中捏着一朵奇异的火焰 这是他从红玉族半神红灵身上 领悟到了火焰的力量 又从淋浴合体分身助容身上 领悟到了火焰的力量 融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力量 此时 他的造神之火 已有了一丝丝神性 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 他相信他就要突破 成为半神了 此生无缘了 这点神性 就让他绽放最后的光辉吧 说吧 将手中神性之火 扔向了空中 是与一脸郁闷之色 他在众多九节之中 实力可谓是最强的 但总是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 他面露悲色 抬头看着天空中的雷海 我乃是第一代神异 体内有神灵的血液 今日 便燃尽体内神血 为诸位开道吧 话落 血液燃烧 气势升腾 力量朝着半神而去 扶妖子的双眼疯狂旋转 他想要打开空间之门 带众人离去 可是他绝望了 四周的空间被死死锁住了 他的力量无法打开 给我开 大喝一声 双眼流淌出血泪 其他九节高层 也一个个使出了全力 但不管他们如何做 似乎都只是雷海下 一株细小的火苗 微不足道 一口气就能吹散 天空之上 一尊白发 一尊红发浮力苍穹 他们一脸冷裤之色 俯看着下方挣扎的人们 红发说道 白发 看来人族的半神是缩头乌龟 不会出现了 杀了他们吧 然后吞并了人族的领地 白发点点头 左手轻轻压下去 雷暴 哄 雷霆之海沸腾起来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彻虚空 一缕缕雷霆交缠在一起 轰然炸开 死 雷霆落下 众人拼死抵挡 但只是躺臂当车 瞬间就倒下一大片 阁老众人面露绝望 眼含热泪 无命休矣 就在这时 突然 一道森寒剑光从远处飞来 放肆 拖 瞬间 那雷霆之海 在剑光的肆虐之下 再也无法下降 下一刻 剑光光芒大圣 化为亿万小剑芒 杀向白发 白发冷哼一声道 人族半神 你终于还是出现了 等的就是你 留下来吧 白发举起右手 右手的眼睛睁开 一缕缕的气息 出现在手掌中 风雷之怒 去 哄 雷霆之中 又天风的力量 风雷之力交缠在一起 铺天盖地 杀向了剑光 哄 两者相撞 剑光消散 风雷之海 也消散了大半 下一刻 剑神的身影 从远处飞来 他看向下方受伤的人们 心中暴怒 你们退下 这里交给我 阁老拱了拱手 带着众人退下 这一刻 他们的心都放了下来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灵狱 这让他们的心 也跟着担忧了起来 虽然心中疑问很多 但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 所以沉默地退去了 白发和红发半神站在一起 红发笑道 剑神 我们等你多时了 你终于是忍不住出手了 白发哈哈大笑道 你中计了 我们就是为了引你出来 才迟迟不杀他们 你经历了数次大战 现在一定不好受吧 红发也嘲笑道 你如今受了伤吧 你现在的状态 不是我们的对手 束手就擒吧 白发又说道 你们人族另一个半神呢 受伤太重了 不敢出来 哈哈哈哈 剑神冷冷地看着他们 仿佛在看两个死人 这眼神让白发和红发大怒 我讨厌你的眼神 死 杀 哼 白发和红发一起出手 抬手便是漫天雷霆 以及漫天的火焰 方便数百里 都化作了一片末日景象 剑神提着屠戮剑 正要一举杀了他们 突然 耳边响起了林玉的声音 前辈 交给我来吧 一道少年平静的声音 不知从何处传来 弥漫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 剑神闻言 嘴角轻轻翘起 满眼的自豪之色 但又想到 林玉已超越了自己 眼底深处又有一丝落寞 他挽了一个剑花 蹭的一声屠戮剑入鞘 林玉要亲自出手 那他就没有出手的必要了 战场上 众人听到林玉的声音 脑海里都浮现 他那两尊高大的合体分身 还有他强势斩杀 骄人半神等的身影 心中先是松了口气 紧接着就激动了起来 林玉半神也来了 这一战 我们怎么说 哈哈 这所谓的神眼族 听说是来自某个异界 杀了他们这一族 占领他们的世界 我的战役开始沸腾了 我要杀 杀呀 林玉和剑神的出现 让他们士气大涨 一个个实力 都仿佛增强了三成 一时间压得神眼族 一方抬不起头来 阁老等人 也终于能松了口气 他们来了 这一战就稳了 林玉啊 虽然不知道这几天去了哪里 但根据他们对林玉的了解 他的实力可能又增强了 曾经他能一个人 斩杀两尊半神 现在的他一样能做到 我们的希望来了 阁老叹息道 阎君看了看手中的灶神之火 默默地收了回去 如果剑神和林玉不来 这好不容易御御出来的 一丝神性之火 就要绽放最后的光辉了 此时 不需要了 他竟有种被人保护的感动 他笑了笑 没想到到头来 还需要一个晚辈来保护他 遇着大笑 哈哈 你们这些御兽 就别哭了 你们的主人我死不了了 事与也微微 笑 停止了燃烧神血 他是人与神的后代 本来靠着这神血 他能更加轻松地成为半神 可惜他也最近才有所领悟 却要面临生死危机 如今林玉和剑神来了 他也不用拼命了 心中有股紧迫感 暗下了决心 等这次大战结束 他就闭关修炼 不参悟出半神的力量 就不出关 他体内就有神血 只需要参悟体内的血液力量 就能成就半神 他要成为半神 将比其他人容易太多 只是一直以来 他是一个贪玩的人 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修炼 自从龟虚之战后 他就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可是还没等他去修炼呢 东海之战紧接着又发生了 好不容易东海之战结束了 深渊之战又开始了 深渊之战刚刚结束 这一次大战又开始了 接连的几次大战 让他疲于奔命 根本没有时间去 潜心修炼 此战过后 无论如何 都要突破半神才行 他喃喃自语道 他旁边不远处 剑枯一脸平静地站在那里 他手中的枯木剑 断成了两截 低头默默看着 陪伴自己几百年的剑 他突然间笑了 剑啊 你陪伴我几百年 今日折断 明日我定让你枯木逢春 他叹息了一声 望着剑神的背影 那是他此生不停追逐的背影 心中暗暗发誓 早晚有一天 他有和剑神肩并肩 比个高低 众人情绪复杂 喜悦过后 紧迫感紧随而至 痛恨自己的弱小 也羡慕半神的强大 对面 红发和白发两尊半神 则脸色微变 白发操纵着风雷之海 疑惑到 刚刚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声音里传递出来 你可有感知的 有 红发点点头 能让剑神放心退下 那道声音督主人 不会是弱者 他们警惕了起来 但心中不相信 对方历经数次大战 还能变得更强不成 人类半神 你出来 红发大喝道 白发也喊道 胆小鬼 缩头乌龟 藏起来算什么本事 有种与我等一战 他们对视一眼 正要继续使用激将法 却突然之间 感应到了一股 强大无比的气息 那气息太强了 刚刚出现一息 扫过他们的身体 就让他们的心脏 停跳了一瞬 你 话音未落 一柄巨大的斧头 从天而降 他们抬头望去 顿时害人 因为他们竟然没有发现 他们早已经处在 一个巨大的身躯之下 巨人举起斧头 朝着他们狠狠劈落 那看似极慢的斧头 却速度极快 第一步劈开了云层 紧接着劈开了 白发的风雷之海 最后降临到了他们头顶 呜 开天 一道颤动苍穹的声音 传了过来 仿佛引起了规则的变动 整片空间都害怕地颤抖了起来 咔嚓 斧头还未降临 四周的空间已经破碎成渣渣 大片的空间乱流涌入这个世界 将周遭一切物质破坏殆尽 这威力太强大 令人骇然 便是半神也难以抵挡 红发大喝道 不可立敌 退 他抬起左手 掌心一只眼睛睁开 银白色的力量 笼罩在他的身上 下一刻 他就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了千米之外 他左手眼睛的力量 竟是空间之力 也难怪 他能封锁空间 让扶妖子无计可施 这一刻 扶妖子双眼流淌着血泪 也终于明白了 他努力过了 敌不过半神的力量 也实属正常 他释然了 红发接连几次空间跳跃 渐渐离得远了 白发背部猛地 长出一双青色的翅膀 这是他掌控的风的力量 紧接着 一道道蓝色的雷霆力量 快速缠绕在青色翅膀上 风雷翅 走 哼 他速度极快 瞬间就消失在众人眼前 那速度竟只比空间跳跃慢了一线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急了 他们逃了呀 快抓住他们 啊 恨我自己太弱呀 不然一定截住他们 剑神前辈为什么不出手啊 如果剑神前辈出手 一定能截住他们 众人看得心骄 瞬息之间 这红白两人已经逃得远了 他们只能望着敌人的背影 发发牢骚 他们心中都觉得太过可惜了 如果剑神能出手 他们一定逃不掉 说到底在他们心中 都认为灵欲太拖打了 他们知道灵欲很强 但这两尊半神 也比曾经的两个魔物半神强啊 哎 不少人叹息出声 突然 一道苍茫之音响彻虚空 此剑 规则松散 无以开天 而等 一入无之掌尖 无可逃也 抬头 看看无的双眼 苍茫的声音响彻虚空 这三句话 落在众生的耳中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话里的是什么意思 他已开天 入他掌心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什么也感知不到 在场的人 大多数都是新生代 他们在上学的时候 已经不会再去学 大灾变之前的神话和文化了 因此一脸迷茫之色 但这些知识图书馆都有存在 好奇者或许都读过 此时听到开天二字 一个个惊骇地待在了原地 开天 是那位 声音不大 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 什么是开天 你这老头倒是说啊 对啊 开天就是劈开天地的意思吧 我是不太懂 但我听我姥姥 讲过神话故事 说是在天地存在之前 一片混沌 有一个巨神孕育了出来 他劈开了天地 创造了世界 创世神 对 不过 他最后力量枯竭了 自己生化万物 他死了 应该是了 不过 这应该是灵域的合体分身 他又变强了 如果他能把这位存在的概念实现出来 那几乎横扫天下了 谁会是对手 你们看 那两个神眼族的半神停下来了 他们满脸惊骇之色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幕 作为普通人 他们抬头看 什么也看不到 在他们眼中 这一片天地 没有发生丝毫变化 但只有在半神眼中 在他们这广域的双眼中 才能看到方圆数百里之内的全景 不像半神之下的人物 只能看到局部的风景 此时 在远处 神眼族的白发和红发 已经彻底呆住了 白发背后的一双风围翅 无力地垂落下来 他的神情惊骇 不可思议 还有一丝绝望 红发和他差不多 心中惊涛骇浪 他大吼道 我不信 我不信 半神怎么会这么强 他不相信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半神 这几乎超越了他的认知 甚至他想象中的神灵 或许也不过如此 此时 他们两个抬头看去 却见在千米之上 一双巨大的眼睛 仿佛天上的日月一般 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那一双眼睛 是如此的冷漠 以至于他们只是望了一眼 就浑身发冷 有种被捏住咽喉的感觉 你到底是谁 红发张开右手 那里有一只眼睛 缓缓睁开 五 开天者 巨人嘴唇微动 回答了他的问题 开天 不可能 半神怎么能有开天的力量 难道 你是神 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进入他的脑海 但很快又被他否定了 这个世界 神灵进不来 所以 这是一尊半神 但却超越了半神的范畴 一个概念进入了他的脑海之中 神灵之下 有一种突破失败的半神 他们有着超越半神的力量 但远远弱于神灵 这就是伟神 你你是伟神 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 这可是一尊伟神啊 这般存在 怎么会出现在人族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害怕恐惧惊悍 种种情绪 在心间盘旋 难以平静 而等过于放肆 今日便在无心开天地间 化作天地成长的养料吧 花音落下 他手中出现了一个三十六半的青年 轻轻丢了下去 刹那间 青色的光芒 从空中垂落 这光芒十分柔和 仿佛带着无尽的慈悲意 又仿佛有着对万物的慈爱和怜悯之心 但是在白发和红发眼中 这光芒 就是能俯视他们灵魂和肉体的毒光 不 红发凄厉大喊 他抬起右手 时间暂停 他的右手眼睛的力量 竟是关于时间的 便是隐藏在暗中的灵域 看到这里 也微微愕然 这神眼族有点意思啊 半神境界 就能参悟两条规则之力 难怪比一般的半神强大得多 不过 对于一个开天者而言 一种规则之力再强 又如何与天地对抗呢 只见那青莲瞬间突破 时间暂停的光芒 落实不减地降临下来 为什么没用 为什么啊 红发凄厉大叫 他此时心中万分后悔 干嘛要来进攻人族啊 可惜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要 纵使参悟出了时间暂停的力量 但时间倒流的力量 才是时间的奥秘 也是更为高深的力量 已经不是半神所能触及到了 他不会倒流的力量 天空中 那尊巨人的青莲落了下来 沿途无论是什么力量 都无法阻挡 你们抬起看 青莲在两尊神眼族半神的头顶停了下来 一道恢弘的声音传入耳中 他们此时已经没了反抗之力 对方太强了 简直是变态一般的人物 他们根本无从与对方战斗 力量的差距过大 摧毁了他们的反抗之心 他们下意识抬头看去 却见巨人缓缓支起身体 然后 巨人的手掌托举道起来 一双眼睛注视着掌心的球体 他们再次惊呆了 他们指着天空 惊骇道 你已经真的开了天 我们被困在了你创造的世界里 这一刻 他们明白了 他们被这位存在 关在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中 而这个世界是对方轻易创造出来的 他们又想起 对方那披落的一斧头 其实不是攻击他们 而是将他们周围的空间劈碎 再造了一片天地 而他们就被困在了这天地之中 巨人掌心的球体 就是创造的世界 这犹如创世神一般的伟丽 到底是什么神通啊 巨人面无表情 手掌轻轻一翻 念道 此界规则松散 无可开出一界 然 世界出生 无法维持 终会散去 而等半神之力 便作为此界的养料 助此界圆满 长久存在 如何 巨人的这句话 落在两尊半神耳中 简直是在侮辱他们的人格 你要杀便杀 还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不想死 你能让我们活着 答案是不会 巨人见他们不说话 叹息道 不说话 就是默认了 无感谢你们的奉献 他们还没有说完这句话 青莲彻底落下 清光一扫 便令他们的一切都消融 然后青莲散开 化作无数光芒 融入这个新生世界之中 至此 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 下一刻 巨人露出疲惫的神态 叹息一生之后 与上次一般 自行解体了 等他解体后 灵欲出现了 他招招手 那个圆球世界落入掌心 他又看向分身 突然 惊疑了一声 疑 少了一千个分身 很快他又恍然大悟 因为他感觉这个世界 变成了他的分身 原来如此 青莲散开 融入此界 那青莲便是一千个分身所化 他融了进去 也变相地令这个世界 变成了我的分身 从此 我有了一个世界分身 虽然很小 但却是独属于我的 我变成了世界之主 灵欲手中抓着一颗圆球 扶空二立 他微微低头俯瞰众生 轻轻开口道 投降者 不杀 花音刚刚落下 神眼族一方的亿万众生 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啪哒啪哒的武器 落地声不绝于耳 人族一方的众生激动地高呼 灵欲 灵欲 万岁 万岁 一道道呼喊声 响彻耳机 灵欲俯瞰下方众生 笑了笑给了众生一个温暖的笑容 便使用却不离开了 此时 灵欲出现在了剑神的身边 剑神一脸欣慰地看着他 仿佛老父亲一般的目光 让灵欲有些不适应 剑神夸奖道 你的合体分身 已经超越了半神的范畴 或许等你半神之时 可以比进神灵 剑神心中有对灵欲的赞赏 也有对自己的怅然 他距离神灵的境界 还太远太远 或许需要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才能突破那个境界 但灵欲却已经一只脚迈地进去 灵欲摇头道 合体分身 或许能触及神灵的力量 但我本体距离神灵 仍然遥遥无器 虽然他只要不死 利用系统的力量 总有一天可以成为神灵 需要的时间将会是很漫长 如果让剑神知道 他心中的时间漫长是几年时间 剑神一定会陷入疯狂的 剑神笑道 你才十八岁 你的成就已经是我平生警戒 走吧 我们去见那个众人 灵欲点点头 跟在了剑神的身后 他们速度极快 几个闪烁便已经来到了 那个众人的面前 见到灵欲和剑神的身影 众人大喜 笑着迎接 欲者故意行了一个大礼 口中呼道 晚辈参见灵欲半神 他话音刚刚落下 扶妖子等人忙碰了碰他的肩膀 示意他注意一点 你口呼晚辈 我们岂不是自动降辈 阁老咳嗽了几声提醒他 严君也疯狂给他识眼色 他笑嘻嘻的 似乎特别享受众人的交集 最后还是剑神解围道 好了好了 你这小子就别胡闹了 你称呼灵欲为前辈 那岂不是要叫我爷爷 欲者 叫一声爷爷我听听 众人呆了呆 反应了过来 剑神是灵欲的院长 名义上他们是师生关系 凌欲虽然称呼剑神前辈 但偶尔也会称呼老师 剑神是不在意称呼上的变化的 但如果细究之下 他们自降身份 就是抬高剑神的身份 赤羽哈哈大笑道 欲者 还不叫爷爷 众人也反应过来 纷纷起哄 欲者也不恼 摸了摸后脑勺 笑嘻嘻道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看你们一个个的反应那么激烈 我呸 哎呦喂 你还敢随地吐他 我今天非得教训你一下 赤羽边摞袖子边说道 格老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 他不起哄也不阻止 就看着他们打闹 这一幕太久违了 已经有几百年未见 这让他想起了 他们在大灾变之初的时候 欲者就一直是大家的开心宝 每天各种搞怪来逗笑大家 让大家紧张的神经得到了舒缓 等到他们 让人族在万族之临终立下 众人也开始各自忙自己的事业 也就很少再这样打去了 想到过去 他感慨不已 欲者摇头道 闻名点 闻名点 知道不 别动不动就打架 不礼貌 你赤与气鼓鼓道 扶妖子出来打圆场 笑道 好了好了 被神眼族的半神吓唬了半天 你们不累啊 赶紧完事 回家睡觉 众人忙点头应试 那半神对他们使用的精神威压 让他们神经都有些衰弱了 神僧严肃道 孟子曰 天将将大任与世人也 错了错了 不是世人 是私人 有人反驳道 你才错了呢 分明是世人 不对不对 就这样 他们为了一个字的差异而争吵了起来 灵狱和剑神对视一眼 都看出对方眼中的无语 没想到 平时严肃的人族高层们 也会有如此可爱的一幕 灵狱不由失笑 剑神走到格老身旁 说道 曾经的事都忘掉吧 格老闻言一愣 叹息道 我对不起你 灵狱浮宽立在远处 听到剑神这边的对话 微微一愣 他 两人有猫腻啊 他八卦之火 熊熊燃烧了起来 侧耳倾听 剑神怅然道 这么多年来 我早就已经想明白了 你当时的实力 救不了他 格老还要说什么 剑神却笑道 往事如烟 已经过去了的 就让他伸埋心底吧 他的死 你无过 那一战你也白了头 格老叹息 那一战他消耗了大量的寿员 守护了边疆 但也因此白了头发 成了一副老年人模样 否则 他应该是年轻人模样的 他不由想起过去 边疆告急 剑神的恋人前往支援 他消耗了寿员 守住了一波又一波攻击 但最后仍然无用 这个时候 剑神的恋人 使用了同归于尽的手段 消灭了入侵的一族 这一战之后 剑神伤心欲绝 就将学院搬到了归须 不问世事 他心中的痛苦恨 谁都知道 但又不知如何去劝 哎 剑神指了指灵狱 灵狱以为被发现偷听 连忙将头扭向了一旁 灵狱会是我们人族的希望 剑神笑道 格老点头道 他的天赋 我凭生警戒 称为神灵转世也不为过 剑神点点头 同意他的说法 毕竟灵狱的天赋 有点变太强了 我希望他尽快成为半神 剑神说道 格老恶然 他现在还不是半神 是啊 随我去了一个世界 竟然没有突破 天赋却突破了 他感慨道 格老闻言 愣住了 他死死盯着剑神 压低声音问道 你的意思是 灵狱现在是SSS级的天赋 他不由呼吸急促了起来 因为如果是真的 他认为灵狱是神灵转世 就实锤了 毕竟 SSS级是神灵的天赋等级 凡人是不可能跨越过去的 剑神点了点头 格老心中惊涛还浪 SSS的天赋等级啊 这是神的天赋等级 凡人无法逾越的屏障 但现在这样一个超越 凡人天赋力量的人物 就出现在自己眼前 他感觉有些梦幻 仿佛身处梦境之中 他捏了捏自己的脸 疼得呲牙咧嘴 确定不是在做梦 叹息道 不可思议 是啊 很不可思议 他或许前世就是神灵 剑神说道 格老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忙道 神灵转世出现了 难道神灵在布局此界 一场大事要开启了 剑神点点头道 我也有预感 蓝星最快一年后 最多三年后 应当可以容纳神灵强者 到时候蓝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格老说道 或许蓝星会再次扩张 法则变得更加稳固 能量因子变得更加浓郁 而我们或许也将迎来第二次蜕变 两人都看着彼此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急迫 如果到了那一天 他人族没有神灵级别的强者 他们可能变成附属种族 甚至变成一些世界种族的食物 比如 风神龙剑 那个世界的神灵 如果降临到蓝星 不可能放过他们的 到时候 必是一场大战 如果他们没有神灵级的强者 他们必败无疑 许久之后 剑神叹息道 未经之计 努力变强吧 格老说道 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 剑神笑道 灵狱的实力再次突破 半神之中可称亡了 所以他建议我 开放那一剑 那一剑 格老疑惑道 剑神解释道 我发现了一个神陨事件 这个世界中神灵大战之后 不知是何种原因 全部死亡或者消失了 他们死后残留的神性力量 孕育了许多神性生物 杀死这些生物 有几率获得神经 而神经可助人参悟法则之力 突破半神 原来 你突破半神的秘密在这里 格老笑道 剑神笑道 神经确实有一部分助力 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悟性吧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了 此战结束 你们去收编神眼族的势力吧 我和凌玉去一趟他们的老巢 好 剑神和格老挥手告别 来到凌玉身边 说道 别装了 我知道你都听到了 走吧 凌玉嘿嘿一笑 点点头 跟了上去 这抄家环节 他还是十分感兴趣的 跨越一大片山河 三万里之遥 他们终于来了目的地 只见一个矗立在山殿的空间之门 出现在两人眼前 这个空间之门很结实 九阶的强者难以破坏 应该是有半神加固过的 剑神说道 凌玉点点头 说道 事不宜迟 快些进去看看吧 剑神点点头 率先冲了进去 凌玉看得眼皮狂跳 连忙奋出分身 让他们追上去 前头带路 一路上 一些阻碍 被他们轻松铲除 他们十分轻松地 来到了这个意识界 入目所见 是一个个 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的建筑 刚刚出现 便有无数士兵发现了他们 剑神一挥手 便是无穷剑芒 瞬间死伤一大片士兵 凌玉也默念道 分身 去 九千个分身 立即冲了过去 对士兵展开了杀戮 升级点缓慢地增长着 走 剑神说道 凌玉跟着他 来到了一座巨城上空 下方 一座金碧辉煌的皇宫 映入眼帘 一个皇帝打扮的人 正焦急地通过水晶球 看着外面的两尊半神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的老祖都败了 他来回夺步 心情浮躁无比 陛下 臣建议投降 有大臣建议道 花音刚刚落下 一把大刀挥来 将这个大臣斩首 出手的是一位将军 他冷哼一声道 陛下 他们纵是半神 也破不开我们的阵法 我们的阵法 乃是两位半神所设立 想到这里 皇帝心情稍缓 是啊 我们的阵法半神 也破不开 我们就很 他们耗着 他们总会离开的 等他们离开了 我们就想法子 破坏掉空间通道 就不用怕他们了 陛下英明 哈哈 你们速速去维持阵法 我们要做好 打持久战的准备 是 皇城上空 凌玉和剑神扶空而立 看着下方阵法 宁眉沉思 剑神说道 此阵法很强 我破不开 然后 他看向了凌玉 凌玉点点头道 我试试 剑神退去万米之外 凌玉也退去百里之外 让九千个分身留在原地 合体 哄 分身合体 一个千米巨人 出现在天空中 此巨人手持巨大的斧头 一脸平静之色 不过 这巨人手中却少了一物 少的那物便是清廉 因为清廉已经变成了 凌玉手中小世界的养料 攻击 凌玉下达命令道 巨人举起斧头 低头俯看下方 力量大到 混沌破灭 一声大鹤响起 一把巨大的斧头缓缓落下 轰隆隆巨响传来 斧头降临在了阵法上空 咔嚓一声巨响 又是几声爆裂声 阵法顿时裂开 咔嚓 哄 阵法彻底破开 化作一道道能量光芒消散 而下方的神眼族 则一个个惊骇地呆立着 这可是他们的半神所设的阵法 曾经测试过 可以挡住半神的力量 但为何却被一斧头破开 潘坐在地上 惊呼道 上神 我们投降 化音刚刚落下 两尊强大的存在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灵欲说道 既然投降 打开了你的石海 皇帝愕然 但还是听话地打开了石海 灵欲则催动第四天赋 魂穷 奋出一缕精神力 进入对方的石海中 化作一道小蛇 隐藏在石海角落 我已在你灵魂中种下禁止 若敢反抗 必让你灵魂覆灭而亡 灵欲说道 上神 小的一定不会的 你有什么尽管吩咐 将那两位半神的财物 交于我们 上神 他们的财物 在距离此地千里的圣山上 名字取便是 走 灵欲和剑神离开了 来到圣山 这里的防御比皇城还强 不过也只是两斧头的事 灵欲看着下方的圣山 笑道 前辈 这山送给我如何 剑神以为他在开玩笑 笑道 你能取走 便是你的 下一刻 灵欲取出一颗玻璃球 瘦 瞬间 圣山消失不见 剑神 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么大的储物装备的 剑神看着灵欲手中的圆球 饶势他也好奇了起来 他的空间介质 只有一千立方米的大小 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空间装备了 但是灵欲手中的这个储物装备 空间太大了 那圣山足有五千多米高 长万米 宽也有千米 这么大的山 你就直接收进去了 要不要这么变态啊 灵欲笑道 这不是储物装备 嗯 这是一个世界 话音刚刚落下 剑神惊道 你 他已经不知说什么好了 别人还在为一个储物装备 就打伤打死的时候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用世界来当仓库了 这要是被别人知道 不得极度死你啊 剑神叹息道 你这小子太出乎预料了 你既然收了圣山 那这圣山便是你的了 灵欲笑了笑 收起了世界之球 这个小世界 可是他一千个分身所化 虽然不大 一座圣山放进去 也就没啥空间了 但只要 他吸纳万物能量 就能成长下去 而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吞噬生灵的力量 所以他看了一眼神眼足 前辈 我要离开一趟 灵欲说道 剑神问道 你去干什么 我去清除这个世界的阻碍 灵欲说道 此事 还是让我做吧 他是院长 是灵欲的老师和长辈 这种杀戮之事 他做得太多了 不想让灵欲 沾上众生的怨力 他有屠戮剑吸纳怨力 所以不用担心 对他修为的影响 但对灵欲而言就不一样了 如果杀戮过多 怨力太重 尤其在突破的时候 会阻力重重 灵欲摇头道 谢谢前辈的关心 我要让这世界成长 怨力也是世界的养料 剑神恍然 点点头 不再阻拦他 灵欲手中的小世界 和他的屠戮剑一样 都可以吞噬缠绕在身上的怨力 所以他也就不担心了 速去速回 他拍了拍灵欲的肩膀 嗯 搜一声响 灵欲离开了这里 分身 去 屠戮吧 灵欲没有杀戮普通的神眼族 而是没走过一个地方 遇到七阶以上的神眼族 就挥一刀屠戮 这个世界很大 虽然比蓝星小得多 但也相当于大灾变前的 十个蓝星大小 灵欲要飞遍这个世界 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他只飞了十万里的区域 消灭了上百万的神眼族强者 便离开了 等他离开之后 那些幸存者哀鸿遍野 他们无力反抗 开始著书立说 将这件事记载了下来 希望后人能为死难者报仇 我神眼族两尊半神陨落 敌方半神气势汹汹入侵我戒 杀我族人百万 血流成河 后人谨记 我阻止爱 对于他们的仇恨 灵欲当然是可以预料到的 所以至于他们写的书 灵欲懒得管 如果他们敢反抗 那对他来说反而是好事 他又能获得不少进化点了 灵欲回来了 剑神说道 完事了 灵欲点点头道 嗯 让内阁派人驻扎此街吧 剑神点点头 说道 他们会高兴坏了的 两人一边聊天一边飞行 穿越了空间之门 回到了蓝星 33小说网 此时 战争已经结束了 人族作为胜利者 获得了无数战利品 灵欲和剑神来到灵石营地内 阁老正在忙 听到声音 抬头见识灵欲和剑神 忙笑道 你们回来了 是办完了 剑神点点头道 都办完了 你们有时间 赶紧派人去接收那个世界吧 阁老闻言 心中激动 这可是他人族第一个异世界啊 多谢 阁老鞠躬道 灵欲笑道 别那么客气 剑神打句道 光鞠躬没什么意思 要不客几个 阁老顿时掖住 忧愿地看了剑神几眼 你说你这剑神 平时冷酷得不得了 怎么变得这么老不正经 他气呼呼地坐下来 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 不想搭理剑神 剑神哈哈大笑道 对了 先别忙着工作 等这边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 你们几人就去一趟神陨世界吧 神陨世界 阁老瞬间被吸引了注意力 这个世界刚听剑神说过 这是一个神灵陨落 打怪会掉落神经的世界 而神经蕴含法则之力 残悟其中的道 有助于成为半神 想到这里 他呼吸急促了起来 可是一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 兽缘也快进了 他就心中直叹息 让他们去吧 我留下来主持大局 阁老说道 剑神说道 你去 我来管理诸族 剑神已经决定好了 那一届对他的帮助其实有限 他手中有一些神经 已经够他参悟一段时间了 现在有灵域这尊无敌半神 他去不去神陨世界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相信灵域可以保护好他们 阁老闻言 心中又惊又喜 真的 他心中激动 他虽然兽缘将近 但谁会想死呢 如今有一个突破的机会 摆在他面前 他难以拒绝 剑神点头道 现在就去吧 灵域 你带他们过去 灵域点点头道 好 灵域没有推辞 其实以他现在的境界 能感应到内阁许多九阶强者 其实都已经触摸到了半神的门槛 甚至有的已经领悟出了神性 去神陨世界 或许能让己人如愿成为半神 灵域 照顾好他们 嗯 保重 内阁聊天群 剑神 九阶之境 可随灵域进入神陨世界 参悟神灵之境 而等放心的去 我来代替你们 管理诸足 欲者 卧槽 好牛逼的世界名字 剑神 你介绍一下呗 剑神一脸无语 但还是介绍了一下 这个世界的情况 众人听完 一个个都陷入了狂喜之中 欲者 有这种世界 你现在才分享出来 剑神 你不地道啊 扶摇子 闭嘴吧你 你以为进入一个世界 有那么容易啊 这可是超级危险的世界 去了太多人 剑神也保护不过来 神僧 阿弥陀佛 说得很有道理 老纳已经能看到了 半神的屏障 可惜不得其门 老纳谢过剑神 阁老 你们几个啊 就别客套了 现在既然剑神给我们机会了 我们不能辜负 事不宜迟 速速过来集合 欲者 好嘞 众人关闭万表 一个个激动地 朝着阁老的营杖飞去 一道道光芒闪过 一个个内阁中的九阶强者 出现在眼前 阁老一看 来了几十个人 甚至有的 驻扎在外族中的将军也过来了 他连忙说道 我族百费待兴 分三批人进入神语世界吧 众人也没有意见 毕竟许多人确实走不开 阁老很快选好了人 灵狱说道 走吧 众人点点头 激动地跟在灵狱身后 十万里的距离 以他们的速度 也费了一天时间 一天之后 归须深处 这里的凶兽众多 甚至还有成群的九阶凶兽出没 他们刚刚出现 人族的气息 就引得凶兽群暴动了 他们红着眼 扑向了灵狱等人 灵狱一脸古怪道 剑神前辈在的时候 他们可不敢冲上了 果然凶兽就是欺软怕硬 可惜 他们判断失误 只能沦为实物了 你们都别动手 交给我来便是 灵狱叮嘱一声 分身 杀 哄 九千个分身 开启了杀戮模式 别看他们只是九阶分身 但一身实力 比在场任何一个人 都强大数倍 众人看着灵狱分身 如入无人之境的背影 一个个呆住了 灵狱的分身竟然 比我还强几倍 真是离了的大谱啊 是啊 本以为他是靠着数量取胜 没想到他的分身这么强大 哎 咱们的天赋和他比 差距太远了 没法比 灵狱或许有什么法子 提高自己的基础力量吧 血肉丹 龙血丹都可以 关键这两样东西 太难获得了 炼制难度也大 还有其他的丹药也可以 弱大的人族 也找不出几个 能炼制这类九阶丹药的 是啊 那 足足几百只高阶凶兽 就这样被杀完了 变态啊 众人一脸惊叹之色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灵狱的强大 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认知 似乎只有神灵转世 才是对他最好的诠释 灵狱挥挥手道 走吧 这一次 一路上畅通无阻 再也没有凶兽感 拦截他们了 但是他们放过了灵狱 灵狱可没打算放过他们 直接让分身分散四周狩猎 追着凶兽杀 空间之门前 灵狱捏了几个硬绝 打开了隐匿阵法 空间之门出现在眼前 随我进去 看了过去 却见一个灵狱症 站在他们百米之外 灵狱 不对 那是灵狱留在这里的分身 灵狱笑道 不要担心 这是我的分身 大家往前走 很快就能出去了 灵狱也快步走了过去 和人性分身走在一起 他走的时候 把人性分身留在了这里 现在刚刚回来 灵狱小声问道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没什么事吧 人性分身摇头道 没有 对了 你可有名字 要不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灵狱想起了人性分身 还没名字呢 人性分身摇头道 大哥 我可不信你的起名水平 名字我已经起了 叫什么 灵狱问道 他笑道 就叫灵狱吧 好名字 灵狱夸奖道 灵狱笑了笑 被灵狱夸得不好意思了 对了大哥 我在这里参悟了一天 把咱们的技能都优化了一下 你可以开启一下力量同步 同步一下 灵狱身上的技能很多 除了神秘系的技能之外 其他技能都被灵狱优化了一番 灵狱文言 笑着点了点头 开启了力量同步 瞬间 无数信息涌入了脑海 各种技能的优化版本 出现在星间 他一挥手 默念道 剑气 顿时 一道剑气出现在掌心 灵狱发现 这剑气的强度增加了三分之一 他又是一世 其他技能 普遍都增强三分之一的威力 一天时间的参悟 能让技能增加三分之一的强度 这实在是变态啊 最让他心中惊讶的还是 虚空炼丹绝 竟然也突破了 本来他只参悟到了第五层 现在一天时间过去 竟然已经参悟到了第七层 大哥 灵狐点点头道 好 说吧 他拉着灵狱朝着里边走去 他要找一个绝佳的隐藏之地 安静的参悟功法 灵狱偷偷离开了 但他的分身还跟着呢 他又是偷偷离开的 其他人也不知道 他已经离开的消息 此时 他们挖了个地洞 灵狐在参悟新的功法 而灵狱则将意识 投入到了一个分身身上 走了许久 前方豁然开朗 众人眼前的景色猛的一变 一个巨大的戈壁滩出现在眼前 很快 他们发现 前方不远处 一个绿洲出现在眼帘 那有块绿洲 格老指着绿洲说道 灵狱笑道 那时间半神器 走吧 以后大家就住在绿洲吧 万事小心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大声呼喊 说完这些 灵狱就操作分身 朝着绿洲而去 此时 因为他们的离开 绿洲里已经栖息了大量的凶兽 灵狱命令分身清理了 做完之后 灵狱留了一千个分身炼单 炼制的是七阶血肉单 而格老等人则组队出去了 他们要去狩猎 击杀凶兽 获得神经 他们几人合伙战斗 在这一片区域 只要不出现半神级的凶兽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很快 炎君就不在外出狩猎了 炎君前辈 你获得了相应神经 火之神经 与我十分契合 那就提前公众名 突破半神了 多谢 神陨世界 戈壁滩上 一个绿洲 有如枯黄色中的一抹绿色 又如沙漠上的一颗翡翠 点缀期间 此时 几十个九阶人族 正以绿洲为中心狩猎着 他们几个人组队狩猎 又有灵狱的分身在四周看着 没有出现什么危险 毕竟 这一片的半神级凶兽 都被他杀了 只要不遇到半神级的凶兽 以他们的实力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炎君已经获得了合适的神经 于是 他使用土戏技能 制造了一个三室两厅 便进入屋内闭关参悟神经了 灵狱心中颇为期待 毕竟炎君可是几十亿人类中 最有天赋的那一批人 他的悟性绝对不可小觑 即便只是九阶凶兽掉落的神经 或许也能很快 让他领悟出火之法则 成为一尊半神的存在 此时 灵狱的九千分身正在合作 一千个分身在绿洲炼制血肉丹 另外八千分身则分散四周 狩猎家托运凶兽尸体 供一千分身炼制血肉丹 炼 一声声大喝响起 一千个分身开始一起炼丹 顿时几千个凶兽尸体 被很快炼成了血肉丹 打开丹炉 红光升腾而起 一眉眉饱满的七阶血肉丹 出现在丹炉内 分身立即收好血肉丹 然后由另外几个分身 带给洞窟内的灵狱 之后 其他分身继续炼丹 就这样 一炉炉丹药被炼制出来 灵狱的小世界内 丹药越来越多了 时间飞逝 转眼一天时间过去了 这一天 灵狱突然心有所悟 他大笑道 领悟到虚空炼丹诀第八层了 开始炼八阶血肉丹 其实这附近的凶兽 以七阶以上的最多 他若拿着八阶凶兽尸体 去炼制七阶丹药 这明显是要浪费一部分血肉力量的 现在他的炼丹水平突破了 所以 能够更大效率地利用凶兽尸体的能量 于是 开始炼制八阶血肉丹 很快 灵狱就拿出八阶血肉丹 开始施展生命 汲取吞噬血肉丹 提升力量 这一吞噬之后 他顿时大喜 因为这效果比七阶血肉丹 起码强了五倍 灵狱大喜 潜下心来 继续施展生命 汲取天赋 实力在一点点提升着 许久之后 他柔了柔发胀的眉心 有些无奈道 这生命汲取天赋 已经是SS级了 但使用久了 还是让人眉心胀痛 对了 不知 以我现在的力量 能不能继续吞噬神灵之势的力量 他的第二天赋 生命汲取提升到SS级的时候 觉醒了一个名为 生命之潮的能力 能存放死亡的生灵 当时他在出云国 获得了这具神师 后来吞噬过一次之后 就再也无法吞噬了 不知现在能不能吞噬呢 灵狱陷入了沉思之中 算了 试一试吧 他将意识投入到生命之潮 只见一个巨大的尸体 正悬浮其中 灵狱默念道 生命汲取 下一刻 庞大的犀利 出现在生命之潮上空 嗡 一声轻响 一缕缕细微的生命力量 从神师上浮现 然后被吸入上空的漩涡中 随着这些力量 被吸入漩涡中 灵狱的力量 也在快速提升着 提升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当提升到百分之三十的时候 就再也提升不了了 才百分之三十 灵狱有些不满 嘟囔了一句 系统 给我升级第二天赋 生命汲取 丁 检测到速度的第二天赋 已是SS级 继续提升 将获得新的特性 是否提升 是 灵狱咬牙道 他现在有了人性分身 他相信 能够不依靠系统 突破到半神境界 所以干脆咬咬牙 让一部分升级点 用来提升生命汲取 丁 生命汲取天赋升级成功 等级为SS加 丁 你的天赋 生命汲取突破了人类极限 你获得了新的特性 请你在三个选项中 选出一个你最满意的选项 选项一 无限吞噬 你的生命汲取天赋的吞噬强度 增加一倍 选项二 无限范围 你的生命汲取天赋的吞噬范围 增加一倍 选项三 无限空间 你的生命之潮的空间 增加一倍 请做出你的选择 淋浴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二天赋的升级 和升级天赋分身 面临一样的情况 三个方向 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线 比如 第一个选项 就是增加吞噬的强度 如果选择了这个 它吞噬的速度会变快 也能吞噬一些以前吞噬不了的 比如神师 第二个选项 吞噬范围扩大 以前它一次只能吞噬一颗血肉丹 现在可以吞噬两个 这是提升效率 第三个选项 提升的是生命之潮的空间 这个选项就有意思了 但对现在的它来说 用处不大 毕竟它都有小世界了 以后完全可以把尸体 放在小世界里 这生命之潮 对它来说有些多余了 系统 我选择第一个选项 淋浴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还是选择了第一个选项 丁 你做出了选择 你的吞噬强度提升了一倍 下一刻 它身上微光一闪 然后 它再次吞噬神灵之失 嗡 一声清响过后 提升了20%的实力 就无法继续吞噬了 有点疗胜于无啊 不过好在吞噬速度 也提升了三成 继续吞噬血肉丹吧 此时 它的实力 已经比最初提升了五成还多 分身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倍 已经开始接近 半神的力量范畴了 又过了两天 淋浴突然睁开了双眼 大笑道 九阶血肉丹 也练成了 很快 练制好的九阶血肉丹 送入它的手中 九阶血肉丹 九阶生命体服下 可提升万斤力道 只有服用第一颗有效 淋浴二话没说 直接吞了下去 对于其他九阶强者而言 这绝对是神丹啊 拿给他们用用吧 淋浴命令分身 将九阶血肉丹 送给阁老等人 此时 戈壁滩百里外 阁老和御者等人 杀了一只蝎子怪物 有些累了 便回去了 刚刚进入绿洲 淋浴的分身就赢了上来 阁老笑道 淋浴 你这是要干嘛 御者打趣道 一定是给我们送宝贝了 是不是 阁老白了他一眼 转而微笑道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你不用送东西给 下面的半句话 他愣是声声咽了下去 我最近练丹技术飞长 练了几颗九阶血肉丹 能增强九阶生命体 万精力道 你们要是不需要的话 我就送给其他人好了 话音未落 阁老已经一个闪身 出现在淋浴面前 一脸微笑道 淋浴 你真是个天才啊 这丹药 我们要是不收下 就有点不懂礼数了 他伸手接住淋浴手里的丹药 一脸慈祥的笑容 拍了拍淋浴分身的肩膀 一脸欣慰感慨道 江山带有残人出 老夫不及你啊 加油 你就是人类的希望 说完之后 他背负双手 缓缓转身 再也忍不住激动之情 拿起一颗就浮了下去 顿时 体内出现一道热流 流遍全身 让他全身都跟着热了起来 下一刻 他长笑一声 爽 欲者等人一脸羡慕地看着他 欲者上前一步 笑道 阁老 丹药呢 阁老张开手掌 几枚丹药出现在手中 欲者连忙去拿 阁老一脸肉疼 欲者取了丹药 也吃了下去 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心中畅快 我本以为我的实力提升不了了 下一步只能成为半身 没想到这一颗丹药 就让我实力提升了不少 欲者给了凌玉分身一个感激的眼神 笑道 谢了 他们的实力提升了 其他九阶觉醒者也很快听到了消息 纷纷前来请求丹药 凌玉来者不拒 都给了他们一颗 反正他炼一炉出来 都在十颗左右了 他现在的九阶血肉丹 已经有了几万枚了 众人吃了血肉丹 实力增长了一小节 一个个养天长啸 痛快无比 太爽了 我已经有五六年 实力原地不动了 没想到一颗丹药 就让我的力道增加了万斤 凌玉修炼这么快 炼丹还这么强 真是没法比啊 我早已经仰望他了 希望他能炼制出更多的好丹药 让咱们都沾沾光 咱们要是吃个几万颗这类丹药 不就能久接你发半神了 想多了吧你 据我所知 能永久增强实力的丹药 也就那么十来种 而且多数是只能服用一次的 我就是想想 还不许我做梦啊 不好 你们看那边 怎么一片血色的云飘来 众人一脸好奇看去 果然在远方有血红之云飘了过来 这云通蹄血红色 倒倒血色雾气 缠绕在血云四周 给人一种诡异之感 凌玉也很快发现这个问题 他宁眉远眺 疑惑到 竟然看不透是什么东西 这时 格老大喊道 扶妖子 你去看一看 扶妖子点点头 睁开虚空之眼看去 瞬间 他捂住堂血的眼睛 惨叫一声倒地 格老大惊 连忙前来查看 发现他双眼鲜血流淌不止 担心道 你怎么样 缓了一阵 他才开口道 格老 这血云之中 有一尊干枯的尸体 他发现了我 看了我一眼 我就被反射成这个样子 他一想起血云中的那个存在 就不寒而栗 那尊存在太吓人了 一双眼睛 蕴含无穷的负面情绪力量 仿佛一眼 就能将人拉入地狱 快 快通知凌玉 这尊存在来者不善 我感觉力量等级比半身还强 扶妖子急忙说道 格老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说道 你先在这里休息 我去去就回 凌玉很快得知了消息 他叹息一声道 那可能是一具神尸 神尸 格老心中大惊 却见凌玉笑道 正愁刚刚蜕变的天赋 无处可吞噬呢 这就给我送来一具神尸 命运啊 你真的太贴心了 格老文言 面色古怪 不过凌玉这副表情 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 让他松了口气 凌玉分身笑道 你们都退下 凌玉分身话音刚刚落下 他就大手一挥 地上的绿洲飞了起来 载着众人飞向了数百里之外 然后 凌玉才扭头看向 距离他只有十里的血云 何其 下一刻 熟悉的白光浮现 血云中 一具残破的神尸 半睁着眼睛 左手拿着一柄残破的权杖 嘴唇微微张开 原来 你并非真正的伪神 他看着正在合体中的凌玉分身 喃喃自语 有点意思 他沉眠之时 以为孕育了一尊伪神 可以作用他这道残魂的躯窍 没想到竟是假的伪神 他失望了 愤怒了 凡人 你欺骗了本身 赐予你死亡 血血诅咒 哄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血色光芒 朝着凌玉的合体 分身而去 这光芒刚刚冲过来 光芒消散 一尊庞大的巨人出现在眼前 他面无表情 手中拿着一柄巨大的斧头 低头俯瞰着远处血云中的存在 神师看着这尊巨人 大喜道 多么完美的躯窍 他很快又愤怒 这么完美的躯窍 竟然是假的 他知道这是分身合体的产物 联想到虫族的合体 就很容易想到这一点 可是 除了虫族之外 还有其他种族 掌握了合体技能 他心中惊讶 毕竟 合体的前提条件太离谱了 除了虫族 这类集体意识之外 其他种族很难使用这一种技能 巨人出现 低头俯瞰 举起巨斧 开天 一声大喝 巨斧劈落 空间出现微微震荡 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纹 出现在虚空中 这一斧头正披中那袭来的血血诅咒之光 哄 辅光和红光碰撞 大量的光和热 迸射而出 下一刻 两者同时消散不见 杀 一击之后 不分胜负 两人退后百里之外 警惕地看着对方 你很强大 但你终究只是假的伪神 你这种形态 又能维持多久吗 神师一脸笑意 在他看来 一个假的伪神形态 必然是有时间限制的 巨人手持巨斧 面色平静 不和他争辩什么 要打要杀 速战速决 他话音刚刚落下 更确定了灵域的合体分身 是有时间限制的 神师笑道 看来被我说中了心事 不过 你终究是假的伪神 让你看看我的力量吧 只见他举起手中残破的权杖 一道道血色的光芒照耀苍穹 仿佛一道通天彻地的光柱 支撑着大地与天空 叹息之助 下一刻 一道轻声一语传来 响彻虚空 去吧 死 神师手中残破的权杖 轻轻挥舞 血色的光柱便朝着巨人杀去 巨人见状 一脸平静之色 手中的巨大斧头猛地披落 破天 轰 一道道白色的赤裂光芒 浮现在苍穹之中 轰 白色光芒和红色光芒撞击在一起 杀 巨人大喝一声 手提巨斧 冲了上去 远程攻击 无法达到有效的杀伤力 他要近身搏斗 劈死神师 杀 远远看见巨人冲来 神师知道躲不开 便提着残破权杖 和他站在一团 两人大站在一起 强大的力量 鱼波肆虐苍穹 倒到力量光芒冲天起 方圆千里 都被力量光芒所笼罩着 阁老等人在数百里外 见到这一幕 大惊失色 连忙后撤几百里 到了千里之外 这才免除了 战斗鱼波的影响 众人看着他们 大战的鱼波 一个个惊叹不已 太强大了 光是鱼波 我就有点受不住 我们想突破半神 他们已经是伪神了 人生啊 真是有趣 你们说灵狱能赢吗 应该可以赢吧 对面的神师 只剩下一缕残魂了 嗯 我也认为灵狱必赢 那神师就是老古董了 早被世界所淘汰 也该化作历史的尘埃了 我们在离远点 小心那神师恼羞成怒 拿我们撒气 一个个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好 一声声怒吼响起 然后这些凶兽 就再也不敢待在老巢了 一个个飞向了远处 唯恐被两尊伟神发现 两尊伟神的大战 也惊醒了沉睡中的存在 如神师一般的存在 纷纷苏醒过来 他们抬头看向了大战的方向 有的已经太过虚弱 残魂已经发挥不出力量 只能勉强活着 他们感知到 两尊伟神的力量 心中惊惧 而另一部分的神师 舔了舔嘴唇 笑道 这倒是一个绝佳的躯窍 可惜被血神仙占据了 可惜啊 他们作为残存的亡魂 无数岁月以来都在沉睡 此时醒来却发现了这一幕 心中也有些羡慕 毕竟一个伪神的躯窍 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这时 战场上发生了巨变 凌羽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小世界珠子 轻轻拿了出来 去吧 他轻轻一扔 珠子便飞出了洞窟 朝着巨人飞去 巨人若有所感 扭头看去 一把抓住小世界珠子 熬龙 巨人举起珠子 激发小世界内部的力量 顿时一到到犀利 从小世界中传来 血神指着他手中的小世界 微微惊讶 你你竟然有小世界 怎么可能呢 你不过区区甲的尾神 怎么会有小世界的 他不敢置信 眼前的巨人 竟然有一个小世界 在小世界的犀利下 他虽然可以阻挡 但却要分出一部分力量才行 如此一来 他必然要落入下风的 巨人头顶悬浮着世界珠子 庞大的犀利 将四周一切都吸了进去 在庞大的犀利的作用下 变得束手束脚 该死 血神领域 哄 一道道血色的波动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四周的一切都跟着变了 一个血色的天地 出现在眼前 无数血石从大地之中爬了出来 张牙舞爪地扑向巨人 巨人冷哼道 雕虫小技 天地 哎 小世界猛地扩张 从一个小珠子 变成了一方 镶嵌在虚空中的世界 远看之下 和血神领域相似 一个世界 一个领域 人还是分不出胜负 灵域有些急了 洞窟内 人性分身灵物睁开眼睛 本体 因何而忧 那尊伟神太强了 我拿不下他 人性分身灵物文言 沉思一会儿 笑道 本体 使用献祭技能吧 献祭是一个神秘系的技能 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献祭之后 他能获得一个光环类的技能 持续一天时间 对啊 倒是忘了这茶了 现在就献剑 灵域也不耽搁时间 立即开始准备献祭的东西 那神秘存在喜欢烤肉 他这次也是烤了肉 然后才施展技能 一道清明响起 他隐隐看到一个神秘存在 正坐在一张巨大的椅子上 低头俯瞰了一眼灵域 最后 他将目光投在了烤肉上 脸上浮现笑容 不错 无痕满意 赐予你力量光环 力量光环 百里范围之内 可增加10%的力量 打开光环 下一刻 他脚下出现了一道红色的光环 正是力量光环 力量光环刚刚出现 便朝着四周发散光芒 百里之内 都被一道力量光环笼罩着 巨人也被光环笼罩 顿时大喜 10%的力量增幅 看似不多 其实对巨人 这类力之极道者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提升了 力量提升了 巨人变得更猛了 压着血神尸打 你怎么突然这么强 少废话 死 他们再次打了起来 不过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巨人现在是压着血神尸打 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死 巨人的巨斧 猛的披落 一道白色的光芒冲去 哄 轰鸣声响彻苍穹 整片天地 都陷入了哀鸣之中 死 一声大喝 巨人也不迟疑 一鼓作气 变得越来越猛 一斧头强过一斧头 压着血神尸打 血神尸再也支撑不住 被一斧头 劈在了脖子上 他插 一颗头颅落地 一柄残破的权杖 被巨人接到手中 不过 这血神尸并没有死去 这残破的神尸 只是他的躯巧 他的残骸正打算逃跑 一道血色的神魂 溃逃而去 我既然败了 我不服 你等着吧 早晚我会找回场子的 血神残魂 一脸不甘之色 你跑不掉的 巨人冷哼一声道 血神残魂哈哈大笑道 我是神灵的残魂 虽然已经极为虚弱 但你这里只极道者 难不成 还有针对灵魂的力量不成 巨人四倍提醒了 点点头 口中念念有词 巨人 我要走了 等我休养好了 一定要杀了你 说吧 他已经化作一道血色的流光 正要离去 突然 巨人喝道 我说了 你跑不掉 斩魂术 哄 一道苍白色的灵魂之刀 猛地从他手中迸射而出 死 苍白色的灵魂斩机 一瞬间就落在了他的头上 朝着他斩杀过去 血神残魂大惊失色 拼命抵挡这道斩机 但是下一刻 他脸色巨变 射魂术 一道奇异的光芒 横扫而去 瞬间 血神残魂恍惚了一阵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斩魂术已经落在了头顶 你好卑鄙 血神残魂大怒 巨人面无表情 施展着一个个专门针对灵魂的技能 堵魂术 又是一道光芒扫过去 血神残魂露出了幸福的神色 陷入了梦境之中 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斩魂术 趁着他陷入了幻境之中 灵域又施展了一次斩魂术 这一次没有出现意外 一举斩杀了血神残魂 丁 你击杀了血神残魂 获得了升级点十亿 斩杀一个半神一亿升级点 一个伪神十亿升级点 还算不错 灵域看了眼又多出来的升级点 心中十分畅快 杀了一尊伪神 他也彰显了实力 暂时不会有其他伪神 来找自己的麻烦吧 洞窟内 灵域命令合体分身 把那血神残魂的尸体带过来 他连忙到洞口拿 毕竟巨人可进不来洞窟 结果巨人手中的小世界 又带着血神尸体 进入了洞窟之内 看着手中的血色尸体 他迫不及待地要吞噬了 也不知道 这血神死了这么久 只有一缕残魂存在 这尸体上还剩下多少的力量 回到洞窟内 灵域意念一动 施展生命汲取天赋 下一刻 暴石念头充斥心间 一道道强烈的吞噬光芒 浮现在掌心 吞噬 哄 一缕缕血色的光芒 从血神尸体上浮现出 被吸入了他掌心的黑色漩涡之中 力量在不停地增加着 让他忍不住喊了起来 爽 一声大喝 表面他内心的不平静 外面 千里之外 阁老等人感叹道 灵域赢了 我们也回去吧 欲者点点头 笑道 灵域是越来越厉害了 那么强大的存在 他都能赢 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神僧唱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灵域的实力 我们只能忘其相悖了 不过这样也好 至少我们是安全的 扶妖子点点头 苦笑道 谁有空间类的神经 他想突破修为到半神了 但空间类的神经太过吸收 只能求助大家 赤羽说道 据此地百里 一片悬崖峭壁上 有一窝空间系的九尖鸟兽 你可以去看看 说不定运气好 就能获得空间系的神经 多谢告知 我去去救回 说吧 扶妖子就要离开 欲者拦住了他 笑道 空间系的鸟兽 我也想要一只 我随你一起去吧 扶妖子点点头 和欲者一起结伴行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紧迫感 或是几人结伴 或是一人独行 都去寻找契合自身的神经了 等其他人都走了 原地只剩下赤羽 他喃喃自语道 我是神医 只需要参悟血液中的力量 就能突破半神了 闭关吧 不突破半神 我绝不出关 赤羽在阎君旁边 制造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屋子 推开门盘膝修炼起来 另一边 那些已经苏醒的神灵残魂 一个个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是何方神社 竟能打败血神残魂 他们心中的疑问 浮现心底 血神残魂 在众多神灵残魂中 虽然不是十分强大的残魂 但也不可小觑 一身实力在尾神中 也是强大的存在 那些更加残破的残魂 心中紧张起来 连忙藏的岩石 沉睡了过去 唯恐被灵狱发现杀了 而那些强大的残魂 尤其是比血神残魂还强的残魂 感受着巨人那强大的体魄 一个个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如果能夺射这群巨人 他们未来一定能在灵神灵之境 可惜 他们不知的是 这是灵狱的合体分身 不是自然生命 自然也不存在夺射一说 此时 在距离戈壁滩十万里之遥的地方 茂密的森林之中 一只手破土而出 紧接着 手臂 头颅 身子 大腿 相继录了出来 只见这是一尊身穿残魄的白色袍子 手中拿着一根完好的权杖的神尸 他抬头看向了灵狱的方向 多么完美的躯翘啊 本神势在必得 话音刚刚落下 他就冲天起 朝着戈壁滩飞去 另一边 一座大山 被一只手轻易地抓碎 一尊黑袍男子 看向戈壁滩方向 笑道 有意思 这巨人的躯体 只能是我的 在此地百万里之外 一个残破的断壁残垣之上 一个游魂突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实力疯狂提升 不一会儿 就突破到了尾神境 无 沉寂无穷岁远 今日醒来 这巨人躯体 我势在必得 众神残魂 都想要占据巨人的尸体 若是让他们知道 巨人是假的 不知他们会适合表情 随着血神尸的陨落 整片天空 都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万里区域内 连生灵的吼叫声都静止了 仿佛他的死 给这个世界 套上了一层寂静光环 灵域放下手臂 感受着体内 增强了50%的力量 低头看了看 已经缩水一大圈的血神尸 暗道 这血神尸 不如那尊古神啊 他口中的古神 自然是躺在他生命之潮的 神灵之尸 那尊神灵之尸 他吞噬了很多次 也只是缩水一小圈 然而这尊血神尸 吞噬一次而已 就已经缩水了一大圈了 可见神灵之间 差距也不小 心中有些感慨 他将血神尸 放入小世界内 回过神 发现人性分身 灵物正看着自己 盯着我看看吗 灵狱奇怪道 灵狱笑道 本体 你又变强了 我因此高兴 灵狱摇头失笑 他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力量突破 其实已经习惯了 不过灵狱是刚刚出现的分身 还没有习惯 灵狱说道 我们击杀了血神尸 动静太大 我怕有新的神尸杀过来 你可有什么增强实力的法子 他细细回想就明白了 之所以血神尸会来找麻烦 就是因为他斩杀了 大量半神的缘故 现在他杀了神尸 其他伪神或神尸 会不会也来找麻烦 不管他们会不会来找麻烦 都要未雨绸缪 提前布局才行 他心中暗道 文言 灵狱沉思片刻 说道 短时间内 修为突破之半神境 即使以我的悟性 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从技能方面下功夫 哪个技能 帮助最大 万宝宁气绝 最高可凝聚出神器 如果我参悟到第九层巅峰 能够凝聚出伪神器 可以作为底牌 嗯 你就参悟这个吧 另外 我让所有分身都参与进来 你统一调度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只有我参悟 需要三天时间 如果大家一起帮忙 一天半足以 事不宜迟 立即行动 是 灵狱连忙解体了合体分身 让他们盘膝而坐 和灵狱一起参悟新的技能 而灵狱则不停地吞噬血肉丹 增强着自己的实力 他有预感 危机即将来临 而且是比血神师的危机更大 他叹息一声 感慨不已 他才来这个世界几天时间而已 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也不知道剑神知道了这件事 会是什么表情 此时 格老等人也都回来了 他们环视四周 发现灵狱的九千分身 都盘膝而坐 似在参悟上 格老说道 不要打扰灵狱 我们后撤 一段距离吧 欲者点点头 嗯 灵狱明显有了新感悟 咱们还是别打扰了 众人连忙后退 今日所见的一幕 也终于解开了 他们心中的一个疑问 原来灵狱的分身 真的能辅助修炼和参悟技能 一想到这里 他们就羡慕无比 这是何等变态的天赋啊 一万个分身 岂不是说 有一万倍的修炼速度 和参悟速度 这种天赋 简直不应该存在世上 他们纷纷感觉 打破了世间的平衡 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越想越惊讶 越想越惊骇 但一想到灵狱可能是神灵转世 他们也就释然了 这时 剑枯从外面狩猎回来 他手中捏着一颗 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绿色的金石 笑道 刚斩杀了一头凶兽 获得了这枚枯荣神经 正和我的道 我要去闭关参悟神经了 阁老等人闻言 心中羡慕 心中都有了急迫感 阁老说道 老夫去狩猎了 狱者也应和道 我和你一起去 众人也忙奔着出去了 他们都是人族中的佼佼者 都不想落后于人 此时 在距离此地数十万里的地方 正有几尊神秘的虚影 朝着戈壁滩飞来 第一尊全身笼罩在光明之中 他一出现 仿佛九天十地都笼罩在光明中 无限的光辉似能安抚人心 令人不再烦躁 第二尊全身笼罩在黑暗之中 无穷无尽的黑色光芒 折壁了苍穹 仿佛永夜降临 要给世间带来无限的死寂 第三尊身影无形无质 乃是一尊魂体 他在虚空中穿行 仿佛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拦他 他们从三个方向而来 速度极快 时间飞逝 转眼间过去了一天半 阁老等人寻到了合适的神经 也都陆续回归 灵悟也参悟完成 醒了过来 怎么样 幸不如命 好 灵欲心中大喜 突然 他脸色大变 透过分身的视角 他看到了三个方向 正有三尊尾神飞来 这一幕 与血神师来袭的时候 何其相似啊 他默念道 合体 下一刻 合体的光芒浮现 照耀四方 突然 一道声音好奇的声音响起 咦 竟然不是生灵 我们上当了 他们看到合体分身之后 也露出了恍然之色 一想到他们的行为 很快他们就愤怒了 凡人 你骗了本神 不杀你 不足以凭本神心中之气 三尊曾经的神灵 如今的残骸和残魂 都露出了愤怒之色 也不怪他们愤怒 毕竟他们都满怀期待而来 结果却发现 一切都是假的 希望落空带来的愤怒 让他们难以忍受 此时 合体完成了 巨人手持巨斧 面色平静看着他们 神战之后 你们已经陨落 如今侥幸留有一丝残魂 不在地下沉眠 却跑到人间狂吠 放肆 找死 亵渎神灵 刺你死亡 三尊伪神力量的神灵残骸 愤怒无比 那一战 他们只剩下残魂 这是他们一生的痛苦 他们太虚弱了 唯有夺射一个强大的生灵 从头修炼 才能重新走上巅峰 这时 那个一身光明的神尸 走了出来 无为光明神 实力不足巅峰时期的千分之一 但杀你足矣 只见他举起手中的光芒权杖 无知神器虽然残破 但仍有伪神器的力量 光明天国 无道天使们 杀了这个异端 一道道光辉升腾而起 在天空中交织 形成了天国 随着光明神尸的一声大喝 天国之门大开 一只六亿天使 带领着上百只四亿天使 飞入人间 杀了他 天使们点点头 手中拿着天使战剑 气势汹汹地杀向了巨人 六亿天使是尾神 四亿天使是半神 如此多的半神和一个尾神 你如何应对 投降骂 光明神尸大笑道 另外两尊神尸见到这一幕 眼神微眯 后退了几步 黑暗神尸喃喃自语道 那一战之后 他的天使只剩下这些了 可是仍然记住 游魂也暗道 一只尾神百个半神 便是我也难以应对 看来不用我出手了 杀 光明神尸大喝道 仅尊无神旨意 天使大喝 天使带着无尽的圣洁光芒冲来 巨人提起斧头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 直接就是一斧头劈了下去 哄 顿时 虚空微微震战 倒到力量光芒 透过虚空传递出去 开天 又是一斧头劈落 空间终于难以承受距离 咔嚓一声碎裂开来 混沌 他的斧头上 亮起一道的灰色的光芒 将空间乱流 全部引导到斧头上 然后才劈向那群四亿天使 众四亿天使大惊 盲劫阵应对 哄 咔嚓一声巨响 一半四亿天使 被一斧头劈散架 只见那些被劈散架的天使 没有流出鲜血 内部也不是血肉 而是精密的灵剑 灵域看着散了架的天使 喃喃自语道 原来天使并非血肉生命体 有点类似于机器人啊 光明神师大怒 近身攻击 六亿天使 举起天使战剑 带着剩余的天使杀来 巨人见敌人靠近过来 不经反省 他最强大战斗方式 还是近身搏斗 近身大战正合他意 混沌开天 道道空间乱流 缠绕在斧头上 斧头披落 便是空间阵战 弄不好劈碎了一片空间 空间乱流 就把天使吞噬了 六亿天使大喝一声 光明圣剑 哄 他手中的天使圣剑 便大了数十倍 斩向巨人 巨人以巨斧迎接 一击过后 都退后了百米之远 这时 光明神见状 心中暗道 好机会 若有所感 扭头看去 瞳孔微缩 万宝宁记绝 伪神器 盾 翁一声清明 道道青色的光芒亮起 光芒消散 一块盾牌浮现在身前 大 光明神刺击打在盾牌上 发出巨大的撞击声 一击之后 这神刺便消散了 光明神师微惊道 算你运气好 他自信 刚刚若不是巨人 有伪神器盾牌 挡住了这一击 他一定能偷袭成功 巨人闻言 咆哮一声 你激怒了我 他一声长笑 举起斧头 三尊伟神嘲笑道 我们若一起出手 你早已死了 诸位 不要留守了 尽快解决他 三尊伟神也没了耐心 若这巨人是真的生灵 他们还要争夺一番 但事实上 这巨人不过是合体的产物 他们也就失去了兴趣 还是速战速决 赶紧杀了眼前的巨人吧 他们已经死了 只剩下一缕残魂 现在多消耗一分力量 就需要成百上千年的修养 他们耗不起 黑暗神师笑道 黑暗的力量 听从我的召唤 永夜降临 哄 下一刻 天空变得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光明神师见到这一幕 心中有些烦躁 连忙退出了永夜的范围 他们属性相反 彼此都厌恶对方的气息 隐藏在黑暗中的生灵啊 你们的神灵呼唤你们 都出来吧 永夜之门 开 话音刚刚落下 一扇大门打开 无数怪物从大门里冲了出来 这些怪物什么等级的都有 但最弱的也是九阶 其中尾神竟然有两只 半神两百多只 这一幕的出现 让灵欲有些吃惊 他们比血神师强多了 要不是我吞噬了血神师 一部分的力量 让分身的实力增强了一倍 现在还真不好打 不过 我也不怕 有 万宝宁气绝 在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吗 此时 黑暗神师面上浮现喜色 他大喝道 杀 无数怪物冲了过来 巨人提着斧头劈去 但怪物太多了 他也变得左之右拙 只能勉强支撑 这时 巨人似有所感 默念道 万宝宁气绝 全身铠 翁一声轻响 光芒一闪他身上 多了一件尾神级的全身铠 下一刻 当当当的脆响传来 片刻间 竟有上千声响起 游魂大惊道 竟有尾神级的铠甲 你到底是什么存在 这么多尾神级 死 回应他的是一把斧头 游魂忙穿梭空间离去 千米之外 他喘着粗气 有些失落 刚当他以为必中的一击 竟然失败了 突然 他瞳孔微缩 一把巨大的斧头袭来 游魂吓了一跳 忙再次空间跳跃离开 但是 很快又一斧头落下 无论他跑多远 都会被追上来 你你竟然还会空间跳跃 迎接他的是巨人沉默的灰机 这时 巨人的身后 几尊尾神也杀了过来 巨人不得不放弃追杀游魂 转而杀向身后的尾神 万宝宁气绝 剑 巨人大喝倒 淋浴一口气 凝聚了上千把尾神气剑 他意念一动 这些剑气便化作流星 杀向敌人 搜搜搜 啊 啊呀 一只只怪物死在尾神气下 转眼间 原地只剩下了上千只怪物 灵欲皱眉道 不够 巨人点点头 凝聚力量 再次施展 万宝宁气绝 剑 巨人轻声喝倒 为了节省力量 他这一次凝聚的是剑 而且足足有十万只 一眼望去 都是剑的天下 去 剑雨遮蔽了天空 速速落下 巨人放弃追杀游魂尾神 转而将目标 对准了身后的天使 和黑暗怪物 一声令下 万剑齐发 这么多尾神气的锋芒 不是他们能抵挡的 一阵剑雨落下 便是一片半神级的魔物 和天使陨落 他们惨叫着 嘶吼着 最后被紧随其后的利剑 砸成了马蜂窝 杀 剑全部放空 巨人提着斧头 亲自杀了上去 那些尾神和半神 本就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 此时都身体力竭 无奈之下 悲嚎一声 迎了上去 称天 巨人大喝一声 大踏步朝着他们奔跑而去 他没跑一步 体型就变大一倍 一千米 两千米 四千米 三尊神师 抬头看着已经高耸露云的巨人 心中大惊 三神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眼神 便是他们的神之生涯中 也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一幕 一个千米高的巨人 竟能变得如此巨大 他们目力极强 但一眼已经看不到巨人的头颅了 他们难以估算巨人的身高 这到底是什么技能 竟能让他变得如此庞大 我估算了一下 他已经顶破了天空 难道说 他撑开了天穷 这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是一种了不得的神通了 他才伪神就能施展 不可思议 三位曾经的神灵 都露出了惊叹之色 实在是眼前的巨人 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参天巨人 头顶天脚踏地 一举一动都令大地震战 风云激荡 犹如搅动天地变化的创世神灵 这时 一道如雷鸣般的声音 从天际传来 在他们耳边炸响 扶 来 大鹤响起 光芒变暗了 只见一把通天彻地的巨斧 从云层里浮现出一脚 那巨斧太大了 紧紧露出斧柄 就有一座山大 巨人厚重的大手 猛地抓住巨斧的斧柄 然后丝毫不迟疑 一斧头朝着下方劈去 哄 巨大的刚风呼啸着 无穷的力量落下 空间传来不堪重负的吱压声 咔嚓 空间碎裂了一道口子 倒到空间乱流刚刚出现 就又被斧头的力量给抹平了 烟消云散 死 斧头落地 巨大的力量 瞬间消灭了所有的声音 四周变得一边寂静 天使和魔物拼死反抗 但犹如躺壁当车一般 毫无作用 最后被劈成了尘埃 洞窟内 凌玉有些心疼 那可是伟神级别的天使和魔物啊 就这么没了 哎 罢了 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杀了敌人 继续杀 连定乾坤 清廉被他扔入下方 落入人间 在三尊神师的身边炸开 哄 无限的清光浮现 空间疯狂的震动 倒到空间乱流浮现出 让三尊神师狼狈不已 没用的 我们的本质是神灵 不惧空间乱流 光明神师大吼道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眼前的巨人为何频频暴肿 总能给人带来惊吓 黑暗神师也脸色阴沉 他喝道 巨人 你杀不了我们 我们罢手言和 如何 他之所以来杀巨人 目的是为了占据巨人的身体 但如今 他已经知道巨人的本质了 早就断了这个念头 本想杀了巨人以泄愤 现在赶到对方的棘手之后 他打了退堂鼓 游魂藏在暗中 拿出一把残破的匕首 轻轻尼喃道 幽影笔啊 这一次就靠你了 说吧 他已经潜入虚空中 朝着巨人而去 他要趁着巨人被光明神师 和黑暗神师 吸引心神的时间 偷袭巨人 一举解决了这个祸患 不要停 杀 杀不死就自爆 淋浴暗中下达命令道 巨人点点头 举起大手 一口气召唤上千个青莲 去吧 手一挥 千朵青莲飞入人间 炸 哄 青莲炸开 连半画作风锐的刀片 四处飞舞 漫天遍野 都是青色的连半 竟给人一种美丽如幻的感觉 光明神师凄厉大喝道 给我死 光明神尽 一道道光明瓶 仗出现在天空 抵挡着攻击 但是让他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这青莲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该死的 若不是残损了本源 本神全胜时期 使用神的力量 一只手指就能抹杀了你 他现在十分憋闷 遥想当年 神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他根本不会正眼瞧一下尾神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 他现在却被一尊 尾神如此欺负 不能忍啊 给我死啊 光明通天柱 哄 一根圣洁的柱子 猛地拔地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 没入云端 此柱 有无限重量 砸中你 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光明神师大笑 巨人见状 心中却蠢蠢欲动 他走了两步 来到了巨柱之前 盯着巨柱看着 你要干什么 光明神师心中疑惑 通天柱 压他 然而 下一刻 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巨人丢下了巨斧 一把抓住了通天柱 你疯子 给我压死他 光明神师大惊 哄 一声声巨响传来 巨人竟然将通天柱拔了起来 拿在手里 轻松地挥舞着 无论光明神师如何操纵 都挣脱不了 巨人痴笑道 这就是你口中的无穷重量 果然信仰类的神灵 最会吹牛了 你的力气 怎么会这么大 去问阎王吧 巨人挥舞柱子砸下去 咔嚓一声 巨柱落下 光明神师的护盾 被瞬间击溃 在巨人手中 通天柱的力量 竟变得了数倍 黑暗神师要来帮忙 却被一棍子扫飞 死 又一棍子扫飞了光明神师 正要彻底解决 两尊神师的时候 突然他若有所感 又来偷袭 在哪 他巡视左右 但丝毫也发现不了 他虽然会须弥佛部 能在虚空中跳跃 但和游魂比 还是差了一些 算了 自暴吧 灵狱没了耐心 命令到 巨人点点头 朝前踏了几步 又环视了几遍四周 最后 施展了万宝宁气绝 凝聚了十层巨大的穹顶 包裹方圆数十里 以防对方逃跑 也防止余波 伤害到灵狱本体 做完这一切 他才放心地施展自暴 哄 一道通天彻底的光芒亮起 然后便是一片死寂 无穷的光和热 朝着四周扩散出去 但是当触及到 三十里外的时候 传来一道道摩擦声 那边是十层的穹顶 将附近三十里内的区域 都包裹其中 这是巨人灵自暴时 使用万宝宁气绝 凝聚的伪神器 目的是 防止自暴余波影响到外面 毕竟灵狱本体 距离此地不远 也为了防止敌人逃跑 但是 爆炸带来的能量太大了 一层穹顶不足以抵挡 咔嚓 咔嚓 一层穹顶破裂了 两层也破裂了 直到破裂了九层 才终于抵挡下来 此时 在穹顶之中 处于自暴中央范围的三尊伟神 一个个都傻眼了 他们还在拼死 抵挡着自暴的力量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你明明占据了上风 干嘛要就自暴 突然 游魂从虚空中浮现而出 巨人自暴了 他的力量太大 震碎了空间 不好 我没有肉体 如何阻挡这么大的能量 他大惊失色 正要顿入虚空逃跑 可是刚刚施展力量 就愣住了 因为这附近的空间都碎了 到处都是空间乱流 他根本无处可顿 完了 哄 一声剧鸣 他在爆炸中 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 灵狱的脑海里 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定 你击杀了暗杀神 残破 伪神阶 升级点加十二亿 只有一道提示音 所以说 另外两位还没死 灵狱喃喃自语道 他又愤出了分身 让他们合体 然后去结束对方的性命 过了许久 爆炸平息 巨人的自暴 令地面塌陷了数千米 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坑 突然 深坑中两个狼狈的身影爬了出来 他们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恐之色 他们当神那么多年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疯子 动不动就自暴 这是正常生灵会做的吗 可是 话说回来 那巨人好像真不是正常生灵 栽了呀 倒霉 黑暗神师脸色阴沉 光明神师也赶出颇深 不过好在对方死了 他们还活着 可惜了暗杀神 死得真惨 光明神师摇头笑道 黑暗神师不想搭理他 爬出坑就要离开 光明神也连忙跟上去 刚刚巨人的自暴 把他们折磨得够呛 现在能量几乎耗尽 如果再遇到伪神来袭 他们难以抵挡 破开他 好 两神一起合力 费了不少力气 才终于破开了穹顶 正要飞出去 突然光线猛的一按 你们要去哪 声音从天上落下 他们好奇抬头看去 顿时经的心胆聚颤 光明神师指着天空 手指颤抖道 你你 黑暗神师也吓得身体颤抖 说不出话来 不要我我我的 我没死 你们很惊讶 想知道原因吗 想 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道 只要你们死了 我就告诉你们 来 把脖子伸过来 送你们死 巨人戏虐道 你欺人太甚 区区为神 如此侮辱神灵 你会遭报应的 两神大怒 他们何时 受过如此屈辱 看着巨人那张刚毅的脸 他们恨不得撕裂他 巨人哈哈大笑道 未免夜长梦多 还是及早送你们去见阎王吧 花音刚刚落下 地上突然升起两个牢笼 将他们困在其中 然后巨人举起斧头落下 哄 两颗头颅落下 鲜血喷涌而出 染红了一地 又施展斩魂树 把他们的残魂消灭掉 他们才彻底死了 杀了两尊神尸 凌玉命令巨人 把尸体带过来 此时 整个世界都沸腾了 半神感应到了 陨落神灵的气息 躲在老巢里瑟瑟发抖 不敢出来 唯恐被一斧头劈掉脑袋 而那些陨落的神灵残魂 都沉默了 他们的残魂明灭不定 似在使用特殊的方式 交流着什么 最终似乎达成了某种协定 集体沉寂了下去 他们沉默了 但跟着凌玉进来的九阶人族 却沸腾了 他们对视一眼 都能从彼此眼里 看到兴奋之色 凌玉又变强了 身为人族 是我的大姓啊 凌玉一人斩杀了三尊伟神啊 那可是比半神强十倍的伟神啊 哎 凌玉都伟神了 咱们还在九阶晃悠 有些想念当初凌玉叫我前辈的时候了 现在也叫你前辈啊 我是不敢硬了 毕竟我又不像遇者他们几个是长辈 算了 不说那么多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应该不会发生意外了 我们快点弄到神经 我迫不及待要进入半神境了 洞窟内 凌玉又获得了两具神师和神经 可惜 没找到暗杀神的神经 凌玉将神经交给凌玉 说道 接下来你的任务 就是参悟神经突破半神之境 凌玉重重点头 一定完成任务 对了 咱们以哪种法则入半神 突破之半神境 需要领悟一丝法则之力 对于法则之力的种类 没有明确的要求 只要领悟了 就进入了半神 不过 一般而言 人们都会选择 契合自己的法则入半神 因为这样参悟起来会简单许多 能节省不少时间 等到了半神之后 不断经验这丝法则之力 渐渐抵达半神巅峰 触摸到神灵的屏障 然后尝试突破 如同失败了 那也有幸窥见神灵的一丝风景 可以称为伟神 对别人而言 进入半神境界的法则种类 是十分重要的 但对他而言 却没有那么重要 以灵悟变态的悟性 让他参悟任何法则 都不是问题 你觉得呢 灵悟下不定决心 把问题抛给了他 灵悟成音半客 说道 经过这么多时间的狩猎 我们手中的神经很多 您如果是想要更快 进入半神境界的话 我建议参悟神师掉落的神经 它们的神经中 法则圆满 更容易参悟 那就从这三种里边选一个 那我建议选择光明神经 行 灵悟盘坐在地参悟光明神经 灵悟也没闲着 他取出一具具尸体 放在地上 其中最大的两具尸体 是两尊神师 还有三具 是两个黑暗魔物尾神 和一个天使尾神 天使尾神已经破碎了一半 可以看到其内部复杂的结构 但可惜不是生命体 它无法吞噬 收起天使残骸 他将目标 先放在了两个魔物身上 这两个魔物尾神都是生灵 血肉之躯吞噬起来 就简单多了 生命极杀 他打算先吞噬左边的那一句 顿时 一道道庞大的犀利 从掌心传来 一缕缕力量 被从魔物体内抽取出来 力量在提升着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等提升到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突然传来不得一声响 低头去看 发现那魔物尾神尸体 已经化作了干尸碎裂了 他轻轻吹了口气 干尸就化作沙尘消散一空 看来我现在吞噬尾神尸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继续 如法炮制 再次吞噬了一具魔物尸体 实力再次提升了百分之十 感受着体内暴增的力量 他心中兴奋无比 咧嘴笑道 不错 接下来吞噬神尸 虽然暴食的念头 扰乱了心境 让他颇为烦躁 但实力提升带来的喜悦 却冲散了这一切 接下来 他又一次吞噬了两具神尸 总共提升了百分之八十的力量 就再也无法吞噬了 看着两具缩小了一圈的神尸 灵域揉了揉眉心 缓解了下头痛 大手一挥 两具神尸落入小世界中 已经有了四尊神尸 等我实力再提升一个小阶梯 就又能吞噬神尸的力量了 不知道全部吞了 是否会有意外的收获 灵域喃喃自语道 突然 眉心胀痛 脑袋仿佛有种撕裂的感觉 该死的 又是生命汲取后一阵 他揉着眉心 心中烦躁 每次使用完了生命汲取 都会头痛一阵 不过好在每次天赋升级 都能缓解这种状况 这一次的头痛 比上次轻了一些 但也有限 却仍让他叫哭不迭 缓了一阵 灵域也不敢继续使用生命汲取了 他干脆盘膝而做 进入了冥想状态 外面 分身们分散行动 炼丹的炼丹 狩猎的狩猎 忙得不亦乐乎 一如如酒 接血肉丹出炉 那些酒接人族 看得眼热无比 灵域已经给过他们一粒服用了 但现在 看到如此多的酒接血肉丹 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灵域这一千个分身炼丹 效率堪比工厂啊 可惜丹药无法使用工厂生产 是啊 现在灵域生产出来 这么多的酒接血肉丹 他自己估计也是卖钱 不如我们建议那格买下来吧 你想干嘛 咱们买过来之后 可以用来招揽酒接抢者啊 这个主意不错 有了这宝单 我就不信那些隐居的酒接抢者 还能做得住 嘿嘿 等格老他们出关 咱们就把这个建议递上去 好 这时 突然 天空中浮现了一片片红色的云 云层翻滚 变得越来越密集 最终变成了火海 你们看那是什么 火云 火海 不对 这是有人突破半神镜了 火 难道是阎君 不会错的 你们看那下方 正是阎君的小屋 众人望去 果然发现是阎君 只见阎君小屋上空 一道道火焰升腾而起 汇聚在高空之中 形成了一片火焰的海洋 火海翻腾 染红半边苍穹 火 一道苍茫的声音 从天际垂落 紧接着 小屋内也传来一道 中气十足的声音 有其中火 似在于天空中的神秘存在 对话一般 很快那道苍茫的声音 回答了他 一曰 有形之火 二曰 无形之火 阎君睁开眼睛 举起手中的灶火 灶火 为何重火 有形之体 无形之源 本质尚为无形之火 何以参悟 你以参悟 大善 话音刚刚落下 天空中的火海便翻腾了起来 然后所有的火焰都从空中落下 没入了阎君的眉心之中 火海消散一空 他眉心中多了一个火焰符号 闪烁片刻 又隐藏了起来 突然 他睁开了眼睛 倒到火焰凭空出现 燃烧虚空 他又连忙闭上了眼睛 火焰又消失 他心中暗道 刚刚突破半神 还无法彻底掌握这股力量 还得巩固一段时间才行 然后 他继续闭关 但他半神级别的气势 以他为中心 朝着四周扩散出去 令周围众人为之大惊 33小说网 阁老的小屋 他正在闭关参悟法则 突然感应到了 阎君突破的气息 心中紧迫了起来 连忙封住了所有知觉 全心全意的参悟法则 其他人也差不多的反应 都心中着急了起来 不敢分心了 他们也都知道 阎君早就参悟出了万民信念 这就已经是触摸到了半神的门槛了 后来他又整合万民信念 化作神信 这几乎让他一只脚 跨进了半神的境界 如今又有了神经给他参悟 他参悟出一缕火之法则 一点都不奇怪 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 转眼间 十天过去了 除了阎君之外 还是没有第二个人突破半神之境 日升日落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阎君终于巩固了修为 出关了 他抬头看向了天空 发现这片天地在他眼中 变得更加高大了 也更加有韵味了 原来半神境的提升 不仅仅是肉体和灵魂 更是感知的提升 如今 我可以模糊感应到 万里内的半神气息 他心中畅快无比 但很快 他就皱起了眉头 不对啊 这些半神凶兽 怎么都躲起来了 他隐隐约约感应到 不少半神凶兽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但这些凶兽散发着恐惧的气息 却十分明显 他们在怕什么 他心中疑惑 环视左右 顿时一惊 那里什么时候多出了个深坑 这时 其他人见他出关了 纷纷前来恭贺他 有人听到他的疑惑声 解释道 阎君阁下 在你闭关的时候 灵魂和三具神师大战而胜 那深坑是灵魂合体分身自爆留下的 什么 他惊呆了 阎君没想到灵魂的实力 竟变得如此恐怖 虽然他亲眼见过 灵魂杀了神眼族两尊半神 但那时候 他可没有把他和尾神连接在一起 原来 灵魂的合体分身 已经有尾神的实力了 可是他的本体才久接啊 要是等他突破到了半神境 那又该是何等的恐怖啊 不敢相信啊 他竟如此强大 受膨胀了 阎君苦笑道 众人连忙劝道 灵魂是妖孽 咱们跟他比干啥 等他到了半神 估计能和真神碰一碰了 一想到这里 他们就叹息不已 你说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咋就那么大呢 阎君摇了摇头 不知该说什么了 他看了眼外面 说道 我已突破之半神 也该回去镇守人族了 这个世界很危险 可能遇到很多问题 但有这灵欲存在 什么危险都会迎刃而解的 所以 他待在这里 就显得多余了 不如现在就回去 还能发挥一些作用 阎君阁下先别走 什么事 可否助我们打几颗神经 他们现在都没有打到神经 也是够倒霉的 如今看到阎君突破半神了 一个个期待无比 阎君思索片刻 点点头道 可以 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 熟悉一下半神境界 你们再次等候 我去去就会 说吧 阎君已经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飞走了 众人留在原地 静静等待着 三个时尚后 一道红光从远处急迟而来 红光落地消散 露出阎君的身影 他的衣衫破了 脸上还有几道抓痕 显得有些狼狈 阎君阁下 您没事吧 众人关心道 阎君摇头道 我无碍 刚刚与一只猫妖战斗 对方太过灵敏 被他打中了几次脸 歇几天就好了 这是我打到的神经 如果合适的话 你们自己参悟 如 果不合适 我就爱莫能助了 众人接住神经 忙败谢 您能帮忙 死恩我们记下了 以后一定报答 阎君摆摆手 在众人千恩万谢下离开了 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已经达成了 如今修炼到了半神境 也该回去了 回到洞窟 跨过空间之门 回到了蓝星 刚刚回来 他就忍不住一声长笑 半神的气势散发出去 令四周的凶兽 吓得拔腿就跑 回中央城内阁 此时 中央城 内阁 剑神一脸忧愁地 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 剑神前辈 这是昨日运来的文件 麻烦您查阅一下 同意就签一下字 无其从外面走了过来 将一叠文件放在桌上 剑神文言 木然地点点头 这些天 他每天都在工作 即使以他半神的身体素质 也累得够呛 哎 一个多月了 他们也该回来了 剑神喃喃自语道 他现在有些想念阁老了 这暗读文书的工作 实在不适合他 每天来来回回 就是看文件 做决定 签字 下达命令 简直繁琐到不行 刚开始还有点新鲜境 时间一长就烦了 无其文言 忙劝道 剑神前辈 随着我人族击败神眼族 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 事物也在不断增加中 以后会越来越忙的 以前有各位内阁大人帮忙 其实阁老大人也不是太忙 等各位大人回来 就不会忙了 剑神白白手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无其败了一败 退去了 过了一会儿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进来 剑神皱眉道 支鸭一声 门开了 一个人引走了进来 阁老见到来人 顿时大喜 哈哈 你来了 他们呢 剑神连忙起身迎接 阎君来了 他也就不用想 现在这么辛苦了 看到满桌的文件 他就头疼 这些天可把他折磨得够呛 阎君推门进来 坐在剑神对面 说道 他们还在闭关 我突破到半神镜就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一脸疲态 他眼中的剑神 可不是眼前这副模样 剑神叹息了一声 说道 还不是这无数暗读文件 把我搞成了这样 天天做不完的工作 我已经有十天 没合眼了 阎君看了看一桌子的文件 这看起来虽然多 但以我们半神的思维速度 还不是手道擒来吗 剑神见到没什么反应 眼神微动 笑道 你既然回来了 那这位子 就暂时让给你来坐 我还有件急事要办 就先走了 阎君文言也没有反对 他主动回来 就是为了找事做的 既然剑神有事 他就暂时替代一下便是 也好 你去忙吧 这那个的工作我比较熟悉 不用交接工作了 有什么不懂的 我会问无奇的 阎君说道 剑神终于放下心来 握住他的手说道 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一步 阎君正要挽留 想请他吃一顿饭 但是剑神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忙使用半神的感知去寻找 惊讶地发现 半神已经离开了中央城 不愧是剑神 无奇推门进来 看到位子上变成了阎君 他心中不解 阎君抬头看他一眼 说道 剑神有事先离开了 我已突破半神境 回来帮忙 你有何事 无奇闻言大惊 紧接着大喜 他们人族又多了一个半神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恭喜阎君前辈成就半神 从此平步青云 一飞冲天 见你吉言了 恭维的话就不必继续说了 说正事吧 这是刚刚送来的文件 需要您签字确认一下 嗯 放下吧 是 放下了文件 无奇就离开了 然后 阎君也开始一件件文件的翻阅签字 一直这样忙活到了晚上 他看了眼桌子上 丝毫不见减少的文件 整个人都木然在原地 不是吧 这文件看起来不多 处理起来 怎么越处理越多 咚咚咚 又是敲门声响起 听到敲门声 阎君整个人条件反射的心计起来 他知道 这又是无奇在送文件了 我这是干嘛回来 难怪剑神见到我那么热情 剑神 你坑残我了 他欲哭无泪 剑神遇见而行 穿过千山万水 中途在至尊学院停下 他使用半神感知 看了看正在修炼时拼命修炼的周阳 新为地点点头 便又离开了 穿过一片荒野 进入龟须 凶兽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一眼望去 各种凶兽 仿佛草原上的牛羊一样 遍地都是 一个多月没清理了 凶兽的数量多了几倍 趁着这个时间 把龟须清理一下吧 毕竟他的至尊学院 在龟须的最前方 如果爆发兽巢 手当其冲 提着剑便杀了过去 一剑出 万剑影随 漫天遍也都是剑的影子 噗哧 噗哧 噗哧的声音不绝于耳 一只只凶兽死在剑下 清理了一批低级凶兽 他继续朝着龟须深处走去 沿途遇见了几个新的空间通道 他无情挥剑将其破坏掉 我人族正迎来大剧变 在稳固之前 尽量不要节外生枝 他皱着眉头 又是一剑杀了一大片的凶兽 就这样 他一路行来 留下一地凶兽尸体 四日清晨 他一剑销售三只九阶凶兽 甩掉了剑上的血迹 继续往前走去 此时 他已经进入了龟须深处 这里的凶兽也变得强大起来 九阶凶兽遍地都是 他杀起来也不像之前那么随意 不过九阶凶兽也不是无限的 他杀了上百之后 就把他们吓跑了 剑神也懒得追 收剑而立 准备进入神陨事件 好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淒厉的吼叫 异兽剑就是风神龙剑 也是龟须之战的敌人 几个月前 他亲手毁掉了风神龙剑的空间通道 难道他们又重新打开了空间通道 心中有些疑惑 他快步走过去 路上给自己使用了几个隐秘技能 隐藏了气息和身形 终于 他看清了吼叫的原因 只见一只银白色的猫 从空间里缓缓走了出来 然后听他说道 借着龙神大人的力量 以我足空间之力为引导 终于重新找到了这个世界 他抬起猫头 一双银色的眼睛 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剑神微微吃惊 因为这猫在他感知里 竟然是半神级的异兽 上次大战 对方半神没有出场 就仓促之间败了 又被他毁了空间通道 所以半神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 这一次 他们又来了 八成会来报仇吧 怎么办 这次的龟须之战 无论如何是躲不开了 那就不躲了 剑神咬咬牙 悄悄后退几步 他没有进入神陨世界 而是去了中央城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阎君 阎君大惊 我就知道 一个有神灵的事件 怎么可能没有半神啊 他们现在气势汹汹而来 我们必须要及时应对 他们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 我们也不是当日的人族 当年他们差一点就失败了 最后还是淋浴的自爆战术 打了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还有剑神的半神力量 毁了对方的空间通道 人族才胜利的 那一战 太凶险了 这一次 他们人族已非昔日无下阿蒙 自当刮目相看 他们不来还好 来了正好让他们看看 人族现在的实力 剑神说道 你速将各大族中的半神请来 我们要提前成兵归须 他们人族目前统治了 方圆三十万里的庞大区域 拥有半神的种族也不少 虽然他们不用臣服人族 但如果人族遇到了危险 他们必须来帮忙 阎君点点头 立即说道 好 我这就通知他们 剑神嗡了一声 说道 我看过了那地方 他们只来了一只银铜猫 还没有打通空间通道 根据我的经验 想要打通通道 起码需要十天以上 所以我们有准备的时间 不要着急 就怕突生变故啊 阎君眼中担忧明显 剑神点点头 笑道 大不了把灵狱请出来 多大点湿 阎君闻言 哈哈大笑道 哈哈 说得对 你一说灵狱啊 我就一点都不紧张了 他一想到灵狱砍瓜剁菜 杀半神的一幕 就一阵心安 不过 灵狱现在正在突破的紧要关头 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咱们先不防一下 另外 我去趟神语世界 找点宝贝 找什么宝贝 残破的半神器和神器 这些东西 在那个世界可不少见 给我找一把合适的 行 说吧 他已经离开了 光芒一闪 剑神眼前景色大变 他出现在神陨世界 走出洞窟 一个大坑引人注目 那一站真惨烈啊 他叹息道 叹息一阵 便选择一个方向而去 他要去的地方 是一个古战场 以前他不敢去这个地方 因为地下有许多陨落神灵的气息 但现在他不怕了 都死了几个神师了 那些更弱小的神师 也不敢出来 他可以放心大胆地 寻找残破的神器 来到古战场 他的身影被暗中的神灵 残魂关注着 他在干嘛 一个区区半神 就赶来古战场 我去杀了他 你不要命了 忘了他背后的存在是谁了 对对对 那个人族太强了 连光明神等人的残魂都死了 我们还是小心点要紧 这才对嘛 他只要不打我们的注意 随他去吧 一群残魂选择狗住 不去管剑神 剑神寻找了一会 只找到了几把残破的半神器 都损毁得严重 不过材料很好 如果能融了重练 就是新的半神器 这里的半神器挺多 但神器却太少了 剑神嘀咕道 他找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一把残破的神器 突然 他若有所感 在一株巨大的柳树下 发现了神性的气息 他快步走过去 笑道 原来你这神器还会动啊 他挥剑削掉地皮 果然见到一把匕首 正在土里快速游动着 过来吧 你 他使出一招大手印 能量大手抓了过去 一把将匕首抓到了手里 张开手 发现这匕首断了一截 但依然风锐逼人 将其收了起来 继续寻找 暗中 一群神灵残魂 见到这一幕 恨得牙痒痒 我都把神器送给他了 他还不走 真是贪婪的烦人 我去杀了他 大不了咱们杀完人就藏起来 那个可怕的人类 肯定找不到我们 别 不过 区区一把神器而已 而且还是残破的 不值得你一身涉险 对 现在岁月静好 彼此都不杀戮 这是最好的状态 你要是打破了平衡 咱们这点残魂八成 被对方给灭了 那就惨了 你看这世界上 半神凶兽不少 实在不行 咱们多舍半神凶兽吧 我看也可以 有了活着的肉体 咱们的残魂 才能得到滋润 慢慢才能恢复过来 再说吧 凶兽的滋质太普通了 你们看 那个凡人又开始了 他反了天了 也不怪众神灵残魂愤怒 因为剑神 似乎尝到了甜头 以为神器都被埋在地下 于是便绝第三尺寻找起来 他那疯狂静 把地下的众神残魂气得够呛 他们本来埋的就不深 你要是把他们挖出来了 他们是杀了剑神 还是不杀 李星告诉他们不能杀 但他们又气得不行 算了 估计这地方的神器都没了 换个地方吧 剑神放弃了 继续挖掘的动作 地下的众神残魂松了口气 这个凡人的家伙 总算要走了 剑神离开了 不过他不是放弃寻找神器了 而是换了个地方 继续祸害去了 另一片古战场 他又有了不少的收获 不过和上个古战场的收获 也差不多 地下埋葬的众神 也是愤怒不已 但他们不敢出来 万一被灵域发现了 都得玩玩 他们虽然可以发挥出 伟神的力量 但是比光明神几个神师 残魄多了 也若多了 真要是露头了那就完了 剑神似乎也知道 地下有神秘的气息 没了收获就离开了 去了下一个古战场 就这样 七八天的时间 他转变了上百个古战场 把所有神灵残魂 给弃了个遍 地下 我忍不了了 这该死的凡人 再侮辱我 他竟然对我的神师撒尿啊 我不能忍啊 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 一起出手 一击杀了他 杀杀杀 戈壁滩 洞窟内 时隔一个半月 灵域终于结束了参悟 睁开了双眼 本体 你参悟完毕 好 辛苦了 灵域心情激动 立即开启力量同步 下一刻 一道道 有关光明的感悟 出现在脑海之中 又被他迅速消化理解 几乎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 他就顺利地领悟了 这一丝光明法则之力 领悟之后 就必须将这一丝力量 融入灵魂了 融合 哄 巨大的轰鸣过后 他的脑海中 亮起了无穷的光芒 将一切都照亮 整个洞窟 也跟着亮了起来 灵悟见到这一幕 一挥手 道道光明被隐匿起来 所以 他整个突破的过程 外人几乎看不到 任何一项 许久之后 灵悟睁开了眼睛 这还是我第一次 自己突破境界 竟然也这么快 他有些自豪 本帖 你现在是半神了 力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尤其是你的感知 会变得十分恐怖 灵悟提醒道 嗯 我看看 灵悟闭上眼睛 使用感知力感知四周 一百米 一千米 一百里 三百里 一万里 一万里内的区域 他都能感知得十分清晰 不过这还不是极限 他发现 他可以感知大概十万里的区域 只是超过一万里之后的区域 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突然 他在五万里之外 发现了一个狼狈的模糊身影 剑神前辈 他睁开眼睛 灵悟疑惑道 怎么了 我看到了剑神前辈 被一群神师追杀 幸好那些神师残破无比 比光明神师几个弱多了 不然剑神前辈 可撑不住 我得去救人 说吧 他已经走出了洞窟 他大手一挥道 朱分身 随我来 哗啦一声 九千个分身纷纷涌上来 何其 哄 白光浮现又消散 一个巨人出现在眼前 带我去救剑神 灵悟吩咐道 巨人点点头 踏入虚空 每一步都跨越上百里远 灵悟还是觉得慢 他默念道 如意规则 嗡 一道金色的气息 浮现在眉心处 如意如意 随我心意 嗖 下一刻 如意规则的光芒颜色一变 化作了一双巨大的银白色翅膀 长在了巨人的背后 翅膀微微扇动 便是上千里的距离 速度提高了数倍 没多久 他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此时 剑神颇为狼狈 他头发散落 身上多处受伤 不过这些都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哈哈 你们追过来 凡人 我们给了 你几件神器了 你为何还不知足 区区残破神器 连伪神器的威力 都发挥不出来 还好意思说 贪婪的凡人 今日我诛神要灭了你 谁来了都不好使 只见他身后 十几个残破的神师 有的没了四只 有的只剩下一颗脑袋 要多残有多残 他们正愤怒地咆哮着 其中一个巨神 高有万米 但是没了头颅 他一脚踩下去 死吧 该死的人类 剑神见到这一幕 也不慌乱 他一个闪身就躲开了 果然 你们这些神灵 一个个都残破成这样了 力量也衰减得厉害 就在地里埋着呗 出来干啥 丢人现眼 人类 本神不杀你 就跟你信 我没有你这个不孝子孙 好牙间嘴利的人类 大家一起上 众神一起上 虽然一个个残破的 让人忍俊不惊 但他们合力之下 还是十分恐怖的 剑神大惊 慌忙躲避 但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完了 拖大了 剑神脸色发白 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 这招会损失本源 又得休息几个月才能恢复 正要使用压箱底的技能 突然天空暗了 前辈 我来了 剑神听到熟悉的声音 大喜 灵欲从巨人肩上跳下 看向诸神 哈哈哈哈 太惨了 有爱占关 你们还是死了算了 巨人立即挥舞斧头 天地之变 无为源头 天烈 一把巨斧从天而降 披在虚空上 只听咔嚓一声响 天空犹如镜子一般 裂成了树块 33小说网 不好 空间碎了 快退 众残破神灵遗孩 见到这一幕 也倒吸了口凉气 急速撤退 看着那已经碎裂的 一塌糊涂的空间 他们心中暗暗吃惊 这个世界 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神灵世界 虽然当年他们大战了一场 把整个世界 打退了一个等级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如今仍然能够容纳神灵 这样强大世界的空间 在他们心中 是十分坚固的 没有神灵的力量 基本上不要想打破 但是眼前的巨人 伟神想要打破空间 顶多弄出一些划痕之类的 想要把空间打得稀巴碎 伟神做不到 你你为何变得这么强大了 有神师认出了巨人的气息 指着巨人支支吾吾道 巨人和光明神师战斗的时候 他们能感应到巨人的气息 那时候的巨人 绝对没有现在强大 如果说 以前巨人是一把锋芒毕露的宝剑 那么现在的巨人 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他们只知道他很强 但有多强 却怎么都看不透了 眼前的巨人 透露着迷雾 让他们难以看清真实实力 他们暗暗心惊 都变得警惕万分起来 巨人喝道 无以突破 不是当初的我 废话少说 等拿命来 巨斧再次举起 随手一击 咔嚓一声 空间再次裂开 他踏在大地上 地面开裂 他斧头劈在虚空上 空间碎裂 他仿佛是一尊破坏魔神 行走在脆弱的纸张上 沿途只听咔嚓声不断响起 死 巨人大喝 大家一起出手 我们人多 一定能杀他 众神事件躲不过去 干脆就不躲了 他们一起使用技能反击 断头巨神抬起双臂 两把巨锤出现在手中 他高合道 雷来 哄 噼里啪啦 雷霆从天降 落在巨锤上 他带着缠绕雷霆的巨锤 猛地朝巨人锤去 毁灭雷锤 另一边 一个浑身笼罩在火光中的神师 也举起了手中的权杖 火光要是 其他神师也不甘示弱 一个个释放着压箱底的绝技 灵魂 三千伏 地魄 水木龙升 各色技能从他们手里释放出来 然后杀向了巨人 巨人见状 大喝一声 直接迎了上去 万宝宁气绝 全身凯 翁一声响 他全身被笼罩了全身凯 他直接不防御了 冲进了神师群中 碰 哄 一个个技能落在他身上 打碎了他身上的全身凯 但却无法击穿他的肉体 这时 巨人反击了 开天 他跳跃到众人的上空 一把巨斧猛地屁下 哄 咔嚓 顿时 虚空震荡 空间碎裂 一个模模糊糊的混沌幻影 出现在众人的感知中 那是什么 众神师疑惑道 但是下一刻 那神秘的幻影便冲了出来 犹如饕贴巨口 一口便将整片空间都吞了下去 不好 快逃 可惜已经晚了 他们周围的空间都被吞了进去 巨人见状 伸手一招 那幻影飞来 落入手中 却见一个模糊的星团 出现在掌心 他低头俯看着星团 口中念叨 世界初开 天地定性 花音落下 那星团便开始飞速地旋转 渐渐化作了一个圆形的世界雏形模样 但这可苦了被星团困住的神师 因为他们的力量 在被快速地抽取着 哄 终于 眼前的星团停止了变化 巨人看着眼前新的小世界 他摇了摇头道 没有清廉 无法定住小世界 终究还是会散去 巨人轻轻一挥手 手中的小世界便散了开来 烟消云散 地上只剩下一群虚弱的神师 刚刚小世界演化的时候 吸收了他们大量的能量 现在他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巨人手起腐落 一只只杀死 残魂浮现 斩魂术斩杀 彻底终及了他们的生命 灵域耳边也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叮 你击杀火神 殒落 残魂 升级点加十亿 叮 你击杀战争之神 殒落 残魂 升级点加十亿 叮 你击杀精灵之神 殒落 残魂 升级点加十亿 叮 你击杀大地之神 殒落 残魂 升级点加十亿 叮 你击杀毒神 殒落 残魂 升级点加十亿 接连五道提示音 也意味着五个神灵 残魂的彻底殒落 此时 一旁的剑神沉默了 他瞳孔微缩 能看出他内心的不平静 最终他叹息了一声 灵域啊 不知不觉 你已经走在我们所有人的前面了 灵域谦虚道 我还年轻 还有太多需要向您学习的 剑神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了 风神龙界卷土重来了 什么 灵域微微一愣 紧接着心情复杂了起来 他心中有些担忧 毕竟这是一个拥有神灵的世界 但他又有点期待 毕竟他的夺赦分身 还在那个世界呢 会不会给自己带来惊喜呢 想到这里 他有点期待了起来 剑神见他竟然笑了 心中古怪 不过也能理解 毕竟灵域现在太强了 已经不把昔日的敌人放在眼里了 他们什么时候来 灵域问道 剑神沉阴片刻 我预计十天内 关键时刻 灵域你可别玩失踪啊 不然面对风神龙界 他们怎么打 灵域回头 说道 我要去把那些残魂一孤端了 说吧 头也不回得走了 原地只愈下剑神一个人呆愣 许久之后 他才怅然道 还是年轻好啊 没那么多顾虑 想到就做了 灵域和剑神分别之后 他去了下一个古战场 没有多余的动作 直接是挖地三尺 寻找神师 而幕后的灵域 则拿出一具神师 使用生命汲取 可惜了 这神师的大部分力量 都被巨人创造的小世界吸收了 罢了 有总比没有强 手掌放在神师上 吸收着神师的力量 他的力量缓慢提升着 当提升到5%的时候 手中的神师 已经缩小的 只有一米多高了 而且 神师体内的力量 他也无法继续吸收了 然后换下一个 继续施展生命汲取 就这样 几具神师被他轮番吸收了遍 最终提升了20%的力量 别小看这20%的力量 放在分身身上 就是40%的力量增幅 而且 他一直开着力量同步 他这边变强了 合体分身也跟着变强了 而且是双倍的强化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声咆哮 凡人 你欺人太甚 凌玉听到怒吼声 立即给自己使了一招神秘系技能 免死金牌 顿时 头顶出现了一个金牌的虚影 有了这个技能在 他能免死一次 做完这一切 他才放心下来 毕竟是外出战斗 小心无大错 此时 巨人剑挖到了神师 举起斧头便砍 一群神师都不是巨人的对手 更何况是眼前一只残破神师 被巨人挤斧头就劈死了 我不嘎 啪哒一声倒地死去 同样的一幕在不断发生着 这个世界曾经十分辉煌 神灵遍地 但如今却变成了神师遍地 一个个神师死在巨人的斧头下 然后被凌玉吞噬提升力量 这个古战场杀完了 就换下一个古战场 整个世界类似的古战场 起码有几百个 他现在杀神杀得不亦乐乎 三天时间 转顺过去 凌玉终于杀完了几百个古战场 除了几个特别偏僻的古战场没去之外 其他古战场都被他逛了一遍 呼呼 总算忙完了 可以回去了 回家 跳到巨人背上 巨人朝着来处奔跑而去 凌玉默念叨 如意之力 如我心意 一双血白色的翅膀 出现在巨人的背部 翅膀的出现 让巨人的速度提高了三成 路上 他整理着这次的收获 总共杀了两百多个神灵 全部都吞噬过一遍了 提高了两倍的力量 那么 合体分身提高了四倍的力量 本来我的合体分身对付神灵 或许有些勉强 但现在却完全足够了 期待真神降临的那一刻 来一场欢畅凌厉的战斗吧 他环视四周 想要寻找神灵的踪迹 可惜这个世界 他都翻了个底朝天了 确实没找到活的神灵 全部是死亡的神师 似乎活着的神灵都跑了 这个世界 已经化为了众神的目的一般 罢了 先不管这些了 先去解决封神龙界的问题 而且 也得接夺射分身回来了 想到这里 他急迫了些 速度更快了一分 回到戈壁滩上 阁老等人还在闭关 而且在他们闭关的四周 出现了一个个防御攻势 以及一个个驻守的士兵 凌玉亚裔 那些人见到凌玉 盲停下手中的工作 恭敬鞠躬 参见凌玉大人 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剑神大人吩咐我们做的 说是要保护好阁老等几位大人的安全 你们的力量不足 还是我来吧 众人微微一愣 凌玉已经命令巨人出手了 巨人拥有开天的概念 虽然因为没了青莲的辅助 他开的天地只能维持片刻 但若是保护一群九阶生灵 却是轻而易举 只见他具体了手中的斧头 轻贺一声 虚空环 斧头亮起白光 射入虚空之中 本就已经掌握了开天之力的他 这道力量带着开天的性质 一落入虚空中 便化作一道空间之环 将阁老等人所在的绿洲 保护在一个空间环里 要想伤害到阁老他们 就必须击破空间环 但想要击破空间环 必须要比巨人强大才行 所以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眼前的虚空环 几乎是绝对防御 凌玉说道 这虚空环可防御神灵的攻击 你们可以放心了 众人吃惊 忙败谢 你们就守在这里吧 我先行一步 恭送凌玉大人 凌玉离开了此界 回到了蓝星 刚刚出现在龟须 他发现天空中的云彩 已经变了颜色 只见一道巨大无比的空间之门 正架构在虚空中 那空间之门 已经完成了90% 只有上方的一角 还没有完成 那就是风神龙界的虚空通道了吧 看来 他们这次学乖了 弄了个坚固的空间之门 不过 你们这空间之门 能挡得住我一斧头吗 凌玉笑了笑 看向了巨人 巨人的实力 已经堪比神灵 但境界不到神灵境 所以可以 能被蓝星世界接纳 以它是实力 在这里就是bug一般的存在 毁了空间通道 凌玉命令到 33小说网 巨人点点头 飞向了空间之门 他刚刚出现 就引起了众生的关注 此时 因为要抗击风神龙界 人族统治区域的半神都得参战 一时间来了20多个半神 这些半神互不同属 只有人族是名义上的首领 他们目空一切 也看不起人类 所以 严君愤怒不已 这些家伙全是听调不听轩 让他们做事难度很大 这时 严君也发现了巨人到来 他一眼就认出 那是凌玉的合体分身 哼 等会看你们 还敢不敢不听话 他瞥了瞥远处的众半神 冷笑一声 众多异族半神 一脸疑惑指着巨人 那是哪一族的半神 巨人异族的人 他们一族没有半神吧 算了 不管这些了 人族等会又要命令我们 做这做那的 等会咱们记得保持口径一致 不要听他们的 放心吧 人族虽强 但我们也不弱 是的 咦 你们看 那个巨人要干嘛 他挥斧头干嘛 他要砍了空间之门 不想活了 那门的力量 不是半神能破坏的了的 哼哼 等着吧 这个巨人要被门的力量 反射而死了 无知的巨人要死了 巨人微微扭头 不满地看了眼 议论纷纷的一族半神 记下了他们的声音 等忙完了再教训 他轻轻朝前踏出一步 身形也跟着长大一分 他踏出了上千步 身形就长大了上万米 此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尊 超过万米的巨人 众一族半神 惊讶地闭上了嘴巴 刚刚巨人收敛了气息 此时彻底放开了力量的光芒 这光芒扫过他们的身体 他们才感觉到巨人的强大 这这 好害人的气势 这力量已经超越了半神 我想起来了 他是淋浴的合体分身 传闻是他杀了神眼祖两尊半神 只用了一招 看来是真的 是我们孤陋寡闻了 不 他又变强了 现在的他比当初还要强 不好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话 不会被他计讳吧 我错了 我道歉 气势是骗不了人的 他们望着巨人令人心悸的体型 已经提不起任何嘲讽的意愿了 现在的他们藏在基地里 乖巧地看着远处 大气都不敢出 心里也是十分懊恼 痛恨自己不该说那些话 这时 巨人终于来到了空间之门前 他有万米多高 空间之门直到了他的膝盖处 他低着头俯瞰空间之门 嘴唇微动 实际味道 你们不该这时候来 让无悔了吧 他口中的实际味道 让不少听到的人微微一愣 他们不由想起了自己最近的感觉 蓝星要发生大变化 这种变化 似乎可以和三百年前相比 所以说 不久的将来 蓝星可能容纳神灵 想到这里 他们的心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如果神灵进来了 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 这关乎所有人的生死荣辱 没有人能不在意 突然 那空间之门打开了一条缝 一只巨大无比的树眼 出现在众人眼前 无为风神龙 此界之神 人类 你屡次阻止我足进入蓝星 是何居心 风神龙心中愤怒 他们准备充分 他相信只要打开空间之门 就一定能赢 但是 眼前的巨人不弱 竟然给他也带来了危险气息 这也是他 没有立即动手的原因 巨人低头 和风神龙的眼睛对视 异兽要灭我足 不许我足反抗吗 这是何道理 巨人的反问 引得风神龙哈哈大笑 弱肉强食 此乃天地间万古不破的真理 你弱我强 反抗作甚 在他们异兽看来 弱肉强食 优胜劣太是真理 可是在人族看来 人定胜天 反抗命运的不公 才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 两种不同的文明理念 自然也就造成了 两种不同的观念 巨人冷笑一声 你们一族 太野蛮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用谈了 巨人说完这句话 举起斧头 便朝着下方砍去 风神龙大怒 嘶吼着伸出爪子 要把巨人一爪子捏死 可惜 蓝星不允许神灵进入 巨人的力量也不是等闲 一斧头落下 便将风神龙的爪子砍伤 风神龙吃痛 大怒道 人类 你们必将为今日的所作所为 付出血的代价 巨人凝眉 斧头不停 一斧接着一斧 砍在空间之门上 两族早已是血海深仇 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你们出现的时候 破碎吧 空间之门 传来不堪重负的咔嚓声 远处 灵狱则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暗中沟通夺射分身 自从上次毁了一兽的空间之门 夺射分身 就和他断了联系 如今 空间之门再次打开 他终于可以沟通 夺射分身了 一道道玄奇的力量之线 跨越了空间之门 风神龙剑 焦龙倒 一条通体湛蓝色 周身笼罩着雷霆的雷龙 正悬浮在一座高山上 沐浴天空中大雨 等待着天雷降临 下方 数万只各种等级的蛟龙 都在等待这一刻 他们眼中的天才 无敌的龙雷 这几日感悟越来越深 一日破两镜 竟然直接从八阶 突破到半神镜 不仅如此 他的气势还在提升着 龙青蓝作为焦龙一族的族长 抬头看着龙雷的模样 十分欣慰 龙雷啊 几个月不突破 一招突破 就来了个大的 不愧是天才啊 周围众人也纷纷赞叹 自从上次龟须之战失败后 他们也受到了惩罚 他龙青蓝 也被族中的半神太上长老 骂得不清 但龙雷却从此展现了 远超其他焦龙的力量 同阶之中 没有焦龙是他的对手 所以焦龙都认为 龙雷必将是新一代的半神 但可惜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他的境界毫无变化 本来上层都打算放弃培养他了 今日 他却一日破双镜 竟然突破到了半神 和太上长老一个境界 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紧接着就是狂喜 他们似乎看到了他 成为神灵的可能性 因为龙雷不仅突破到了半神 而且他的气势 比半神强太多了 族中的半神太上长老 看着龙雷的身影 一个个心有余悸 他太强了 起码比老朽强十倍 另一个半神摇头道 不 起码强了二十倍 其他半神都面露疑惑之色 喃喃自语道 为何会这么强 这就是天才 众半神奇奇回答道 此时 只有龙雷才知道 从空间之门 以及灵域回到蓝星那一刻开始 他就和本体连接上了 而且本体一直开着力量同步 所以才让他这个夺射分身 立即与本体的实力同步起来 他暗暗心惊不已 几个月不见 本体竟已经半神境界了 而且底蕴之身后 是同阶的几十倍还多 他暗暗估算 以本体如今的实力 或许合体分身 已经能对抗神灵了 他不由感叹 这几个月 他也没闲着 在各族逛了个遍 收集了大量的功法 等着给本体送去 如今终于可以如愿了 他正要主动连接本体 突然脑海中出现了熟悉的声音 他顿时大喜 近日 可好 本体 我没事 前所未有的好 嗯 现在时间有限 我要先把空间之门毁掉 所以 长话短说 灵域问道 说一说你得到的重要消息 两人相距太远 信息传入太慢 只能挑重要的说 龙雷沉音一会 说道 其实这个世界 只允许存在一尊神 所以 他们才那么想征服蓝星 只能有一尊神 这倒是一个奇怪的规定 他从神兵世界了解到的信息 一个世界成长起来之后 一般最低都能容纳九尊神灵 一个只能容纳一尊神灵的世界 在等级上 应该是比较弱的 想到这里 他松了口气 这至少说明 风神龙的实力 不会太强 所以说 风神龙的实力 并不是太强 是的 我查过资料 他才成为神灵三万年而已 三万年 对一个文明而言 是一个极长的时间长度 但对一尊神灵而言 这是十分年轻的 他松了口气 已经不担心风神龙了 至少以他现在的力量而言 对付这种初等神灵 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不出现那种 比普通神灵强太多的 他自信都能应对 继续说下去 灵欲催促道 龙雷说道 本体 我在这个世界 搜集了很多特别的功法 给您发过去吧 信息量太多就算了 信息量很少 就是太灰色了 我看不懂 让灵欧参悟吧 我相信 他一定能看懂 行 不一会儿 灵欲就接受了三本功法 果然如龙雷所说 信息量很少 还有重要的消息吗 灵欲追问道 龙雷说道 还有一个消息 快说 我想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希望本体 帮我杀了风神龙王 灵欲文言愣了愣 他笑道 好 我一定帮你达成愿望 多谢本体 这时 耳边传来一道咔嚓声 灵欲说道 空间之门毁了 等下一次再见 将是蓝星可以容纳神灵之时 再见 空间之门彻底断裂 两人的连接也断了 灵欲回过神来 抬头看向空间之门 果然已经消失了 巨人站在虚空中 环视四周 最后他微微点头 体型在飞速缩小 不一会儿就恢复到了千米高 严君和剑神飞来 问道 解决了 巨人点点头 已解决 多谢了 两人败谢 无需如此 说完这句话 灵欲意念一动 这一族半神都屁颠颠跑了过来 一个个露出谄媚的神情 巴结着灵欲 灵欲呵呵笑道 我听说你们很看不起我人族 这是笑里藏刀啊 话音刚刚落下 就让众半神脸色大变 他们心里鄙夷灵欲 不就是实力强点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灵欲似乎看出了他们的想法 他呵呵笑了笑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说吧 他从巨人肩膀上跳下 落在严君和剑神旁边 巨人点点头 将斧头收起来 赤手空拳对付他们 你们一起上吧 巨人平静道 众半神闻言 气得脸色胀红 这可是你说的 不要说我们欺负你 来 巨人轻蔑道 众半神大怒 冲了上去 远处 严君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说道 没问题吧 剑神笑道 不用担心 他现在的合体分身 堪比神灵 堪比神灵 严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又震惊地看着风轻云淡的灵欲 没想到 灵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此时 面对众半神的围攻 巨人一拳头迎了上去 哄 一拳挥舞过去 顿时空间颤抖 隐隐要碎裂开来 巨人见状 立即受了三分力道 哄 众半神的攻击 与他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他们竟不是一合之敌 直接被打飞了数百里之远 从地上起来 一个个仿佛散了架一本 巨人走来 比一道 五指出了一分力道不到 你们太弱了 众半神闻言 心中感到屈辱 可是刚当那不可匹敌的力量 却在警告着他们 眼前的巨人太强了 你们可服 巨人低头 看着他们 我们服了 众半神低头扶手 以后 无不希望你们再违逆人族的命令 否则你们将生不如死 你们的族群也将被除名 下去吧 是 众半神不敢说什么 实在是对方太强了 一拳头能对付他们 二十几个半神的权力一击 简直不可思议 可能神灵也就这么强大吧 灵狱笑道 他们被教训了一顿 以后如果还不听命令 就告诉我 我灭了他们 剑神拍了拍严君的肩膀 听到没有 严君无奈道 听到了 不过 我只是站在阁老之位 等阁老出关了 我可不想做这工作了 这些天可把他累得够呛 简直不是人的工作啊 每天就是处理不完的工作 也不知道以前阁老是怎么撑下来的 灵狱摇头笑道 这里的事情解决了 我们也回去吧 剑神点点头道 嘿嘿 阁老出关再说吧 是该回去了 走吧 去我至尊学院做客 严君摇头道 不行 我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可不能耽搁了 哈哈 这次被灵狱刺激到了 他就拼命地修炼 还真别说他的天赋不错 现在都快久接了 此时 灵狱和剑神面对面坐着 剑神说道 几个月前 我就感觉蓝星要发生巨变 你现在比我强 可有类似的感应 灵狱点点头 其实他回到蓝星之后 就有了很强烈的感受 规矩的空间强度在变大 一路走来 整个世界的能量因子都在变多 这就仿佛是仙霞世界的灵气 变得浓郁 是一个道理 空间强度变大 能量因子变多 如果我猜的没错 蓝星要蜕变了 换言之 蓝星要升格了 对 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 一旦蓝星升格 很可能进入神灵时代 诸界中神灵 必然要进入蓝星 到时候 我们就危险了 我可以对付神灵 但只能对付一尊 这还不够 所以 我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变得更强 争取做到能斩杀神灵的程度 以后就靠你了 我会尽力的 灵狱和剑神聊到了深夜 将来自龙威的三本功法 拿了出来 他看了几眼 发现确实是神器的功法 可惜他有点看不懂 太灰色了 三本功法 分别是血脉之源 元素之源 无形之气 他翻看了一下 大致能看出来 这是三本讲述法则之力的功法 任何生灵都能修炼 只是太过灰色了 他是看不太懂 无奈 他只能把灵狐叫了过来 将三本功法放在他的面前 说道 你看看这三本功法 能看懂吗 灵狐接过三本功法看了一会儿 笑道 嗯 可以看懂 这是三种法则之书 目的是为了让人领悟法则 从而突破半神境 可以说这是三种 突破到半神境的通行症 只要修炼下去 就有机会突破到半神境 灵狱也能看出来 这是三本法则之书 所以并不惊奇 嗯 我也看出来了 不过有点灰色 灵狱点点头 你仔细讲讲 这三本法则之书的区别 灵狱继续说道 本体 你看这个元素之源 这本书里 有四种元素的法则修炼法 如果能参悟这几种法门 按部修炼下去 修炼到圆满之境 自然就能领悟一丝法则之力 成为半神了 灵狱点点头 心中不由为异兽文明感到惊叹 他们人族突破半神是取了巧的 毕竟其他文明 不可能也有神经的辅助 所以他们突破使用的是功法 只要参悟到了圆满之境 那也就自然而然感悟到了一丝法则 可以突破到半神境了 不得不说 这就是文明的魅力 能代代传承下去 所以才让他不由赞叹 本体还有这本《血脉之源》 修炼的是生灵体内某种血脉 其目的是繁祖 在线血脉源头的力量 我觉得很适合神意修炼 蓝星初变的时候 神灵的威压出现在这个世界 造就了大量的神意 尤其是人类中出现的神意最多 他们拥有神灵的血脉 天生就比普通人类天赋更高 但因为缺乏传承的缘故 他们破镜也更为艰难 把这本书复制一本 交给内阁吧 让他们去处理 灵狱说道 交给我来吧 灵狱说道 灵狱最后看向了 无形之气的功法 前两本都是成半神之法 那么这一本 又是什么类型的法则之书呢 他有些好奇了 灵狱解释道 本体 这一本书修炼的是气 法则万千 可谓数之不尽 有元素法则 也有如时间之类的规则 而这气 则是如生命之类的法则 是有关于生命的力量 气与生命相连 这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突然 他眼前一亮 说道 这三类法则之书都复制几本 他稍微一想 就能明白 本体肯定是想强化自己的生命 那你好好参悟 这段时间 应该会比较平静 交代了一番之后 灵狱就回屋睡觉了 转眼间 到了次日 清晨 灵狱早早吃了早饭 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 十分惬意 打开腕表 习惯看了看新闻 突然 一个个新闻映入眼帘 让他瞬间坐直了身子 昨日 灵狱半神再次力挽狂澜 回掉了风神龙间的空间之门 断掉了异兽灭我之心 让我们为胜利而欢呼吧 这个新闻很平常 灵狱直接划开 看向了下一个新闻 我人族统治了方圆十几万里的区域 麾下种族超过五万 但今日有消息称 有几个种族一夜之间消失了 他们的足地上空 空间极不稳定 疑似一节入侵前夕 最新消息 蓝星不日将发生巨变 或许会再现三百年前大灾变的景象 蓝星将再次扩大 诸界将再次入侵 如今 人心肆定 但树域进而封不止 我们只能做好准备 迎接一切挑战 日前 有以下区域 发生了巨大的空间波动 频繁有各族消失 以派人前往查看 详情请点击小地图 这是蓝星巨变的遇到啊 灵狱叹息一声道 他早就有预感蓝星巨变 但没想到 现在就有了变化 而且还直接造成了 数个种族消失的意向 他搜索记忆 发现在蓝星初期变化的时候 因为空间剧烈波动 也经常发生一些 空间交换的事情 其实他们消失的原理 也十分简单 就是那一部分空间不稳定 然后和异界的一部分空间 发生了交换 他们被传送去了异界 而异界的那一部分空间 则交换到了蓝星 目前看来 出现在蓝星的空间 都没有生灵 但也不排除 他们刚刚出现 就躲开了 正好无事 去看看也好 灵狐 我出去一趟 你好好参悟功法 灵狐点点头 灵狱刚走出房门 迎面走来 另一个一幕一样的人 大哥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却见灵狐一脸笑容地走过来 那模样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 他身后跟着的蓝龙 也跟着吼叫几声 一脸期待看着灵狐 上次分别之后 灵狐就让灵狐回学院去了 现在这小子又找过来了 他跟过来也好 路上不会那么无聊 你来了也好 一起走吧 蓝龙 变大点 灵狐呵斥到 敖屋 蓝龙咆哮一声 变成了千米长 灵狐看了一眼 发现这蓝龙的实力也变强了 已经有些接近半神境界了 他心念一动 来到蓝龙的身边 指尖在蓝龙眉心上轻轻一点 将血脉之源 功法传入他的脑海中 蓝龙愣住了 当看清了血脉之源的内容后 他兴奋地吼叫着 好好修炼 我希望你能尽快成为半神 灵狐鼓励了一下 毕竟这蓝龙也是灵狐的宠物 现在才久接实力 还是弱了些 走吧 两人跳上蓝龙背 乘风而起 途中 灵狐摸了摸后脑勺 笑嘻嘻道 大哥 咱们去哪 灵狐笑道 你咋想到找过来的 灵狐黑黑笑道 我昨天才看了新闻 知道你回来了 所以天没亮 我就赶过来了 正好大哥你要出去吗 也是赶巧了 灵狐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他说道 目前蓝星应该是聚变前夕 或许蓝星会继续膨胀 空间会变得极不稳定 我们目前去的第一个地方 是三万里外的一处空间不稳定区域 去那里看看情况 他拿出地图 将那个地方指了出来 灵狐看了看 陈寅道 大哥 这地方我知道 我还研究过呢 其实这地方在三天前就出现问题了 这里本来有一个异族的城 但一场大便过后 这城就凭空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从未见过的植物 这地方应该是发生了空间交换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节的入口 灵狐说道 我也会施法 打开空间通道的 灵狐点点头 也颇为期待 两人一边飞一边聊着 半天之后 他们就来到了目的地 只见前方百里区域内 全部被围上了黄布 黄布上写着危险区域 请绕行 此时 一个个科研人员 正在研究这里的土质和植物 灵狐的出现 惊到了他们 当他们看到是灵狐之后 一个个激动地要行礼 灵狐摆摆手 让他们免礼 问道 怎么样 可有什么发现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研究员说道 灵狐大人 这的确不是我们蓝星的土质 也不是目前已知一节的土质 应该就是新的一节了 可惜没有空间之门连接 不然也能一窥究竟 灵狐点点头 这里的空间 虽然处于一种神奇的张力之下 所以 但还是离得远远的 灵狐伸出手 一道道光芒在掌心亮起 突然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飞了出来 正是他的小世界珠子 这小世界飞出去之后 在灵狐的操纵下 一道道银白色的空间之力 从珠子上飞了出来 空间之门 开 哄 一道银白色的白光 从珠子里迸射而出嘛 巨大的力量 直接洞穿了眼前的空间 形成了一个空间之门 灵狐招手 珠子又落入掌心 消失不见 空间被洞穿了 奇怪的是 竟然没有出现空间乱流 而是出现了 另一个世界的模样 大哥 我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情况 好 小心点 灵狐率先冲了进去 不一会儿 他就又回来了 怎么样 灵狐兴奋到 这个世界是一个普通世界 没有神灵 也诞生不了神灵 其实看一个世界 能否诞生神灵 十分简单 只要半神去感应一下就行了 到了半神境界 对法则的感觉是十分灵敏的 而且 他们还能感应到空间的强度 一个只能容纳半神的世界 和一个能够容纳神灵的世界 其空间强度相差甚远 可以轻易感知出来 既然这是一个无神的世界 那他就打算亲自去看看了 希望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吧 他还能开启一番杀戮 赚点升级点 我去里面看看 你们可愿意去 灵狐看向那几个研究员 几个研究员连忙点头 兴奋到 我们愿意去 他们为了研究未知 可是十分疯狂的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能第一时间去调查研究一个异世界 这对他们的吸引力 是十分巨大的 嗯 林玉恩了一声 率先踏入空间之门 消失不见 其他人连忙跟了上去 眼前景色大变 只见出现在眼前的 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大草原 草原上各种高大的凶兽 成群结队地驰骋着 天空中 一只只巨大的飞鸟掠过 地面上 一只只庞大的走兽走过 这是一个蛮荒的时代 林凡说道 大哥 咱们走哪个方向 林玉还没来得及回答 突然地面晃动 一只只庞大的凶兽冲了过来 好 林玉凝眉 贺道 找死 他默念一声 分身 下一刻 九千分身出现在四周 去 杀了 分身们点点头 冲入了凶兽群中 犹如砍瓜剁菜一般 轻松地虐杀 这一幕 落在了研究员的眼中 一个个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他们能感应到那凶兽中 不乏九阶凶兽 但在林玉的手中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眼前的人太强了 虽然他们早就知道 林玉很强 但亲眼见到 却是另一种震撼 林玉大人太强了 据说 他现在堪比神灵 不可思议啊 我上次看到林玉 他才堪比半神啊 这就是天才 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也没法比的 你们看 他手中的小珠子 是一个小世界 将这些凶兽尸体都收了起来 一点都不浪费 考虑太周全了 众人一阵惊叹 林玉收走了凶兽尸体 然后就继续前进 一路上 不停有凶兽袭击他们 林玉也不挠 找单全收 一路杀了过去 就这样行走了数千里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些灵性的村落 林玉笑道 我们应该进入这个世界的文明了 走吧 去看看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 每一个世界的修炼体系都不相同 一般而言 大多数文明的修炼体系 都能让他们按部就班修炼到半神境 在这一点上 他们蓝星人类的修炼体系 是有些问题的 他们想要突破半神 只能求其他文明的法子 因为 他们的冥想法 只能修炼到九阶 之后的道路是断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文明时间太短 没发展到那个程度 另一方面 也是他们还没有大量出现半神 没有总结经验 正好他要看看 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 是什么样的 众人刚刚靠近村落 就有人警惕地看着众人 林玉正要自我介绍一下 编一个理由混进去 突然从身后 冲来大量的凶兽 村民见状 惊慌失措 不好了 草原寿潮爆发了 快快快 快躲到地洞里去 哇哇哇哇 妈妈 我的哇呀 快回家呀 不要愣着了 快躲起来 一座只有百人的小村子四周 冲上来大量的凶兽 林玉扫了一眼 发现围上来的凶兽都不强 最强的野菜七阶 他实在提不起出手的力气 便给了林凡一个眼神 林凡接到眼神 心领神会 则给了蓝龙 一个自己领会的眼神 蓝龙领会到了意思 嗷呜一声 便冲入了兽群中 好 巨大的龙银声响彻四周 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那些村民一见到 又来了一条蓝龙 顿时更害怕了 跑得更快了 林玉说道 速战速决 声音不大 但正好落在蓝龙的耳朵里 蓝龙盲吼叫一声应试 张开大口 一道巨大的土西喷吐而出 弥漫方圆树里区域 下方的凶兽被这土西沾到 就被冻在了原地 化作了一个个冰雕 一个土西下去 四周的凶兽就被清空了 更远处的凶兽见状 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 四散而逃 那些躲起来暗中观察的村民 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蓝龙那庞大的体型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仿佛带给人间光明的圣龙 他们心中升起了崇拜之情 林玉说道 危机已经解除 让那些村民出来吧 林凡点点头 进入了村子 他一声大吼 平地声雷 震得下方大地不停地震战 那些躲起来的村民 感到地面晃动 直到再也躲不下去了 大人 我们出来了 还请不要出手 一个个村民以为林凡要杀人 从地洞中走出来 一脸警惕和恭敬地鞠了一躬 林凡呵呵笑道 谁是村长 花音落下 众人面面相去 最后一个老者 战战兢兢走了出来 小老就是村长 参见大人 村长一脸恭敬地败道 林凡打亮了他几眼 说道 跟我来 说吧 他已经先一步走了出去 朝着林玉而去 身后 村长一脸忐忑地跟着 当走到蓝龙身边的时候 大气都不敢出 但他发现 那蓝龙遇到林凡 竟低下了龙头 一脸讨好的模样 他心中暗暗吃惊 这些人的来历不简单 就是以他的见闻 也看不出他们的修为 终于来到了林玉的身边 林玉笑道 请坐 老村长看着四周 空空如也的一切 愣了一下 你这哪有凳子 让我咋坐 难道对面男子说的坐 其实是坐在地上 他自认为领会了林玉的想法 正要盘膝坐下时 突然眼前光芒一闪 一副古色古香的 石木桌椅板凳 出现在眼前 林玉坐下 笑着看着老村长 老村长大惊 颤抖地坐下 刚刚凭空 变出桌椅板凳的一幕 在他眼中十分吃惊 因为据他所知 空间装备 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因为材料枯竭 这些年来 空间装备 已经越来越少了 他听闻大城里有大修行者 能凭空变出东西 难道眼前的男人 就是大修行者 想到这里 他更紧张了 表情也变得越加恭敬 林玉注意到了 他的表情变化 笑了笑说道 我们从远处而来 途经此地 想见你的记忆一用 可否 借记忆一用 老村长懵了 记忆怎么借用 下一刻 只见林玉面带微笑 伸出手 亮起一道微光 你可愿意 若你愿意 此丹赠你 林玉翻手 拿出一瓶 共识颗一阶血肉丹 放在桌子上 不是他不想给 更高级的血肉丹 而是眼前的村子 最强者也只有一阶而已 难怪 住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实力低下人口携手 若不是他途经此地 受朝过后 可能活不下几个人吧 此丹可增加千金利道 一人献服一颗 无负作用 林玉解释道 虽然对他来说 这血肉丹没什么用了 但对于眼前的村长而言 却不弱于神丹妙药了 他连连点头 道 大人 您尽管借用小老的记忆便是 说完这句话 他就闭上了眼睛 等待林玉施法 林玉点点头 默念道 搜魂术 这是他当年学习的 十大魂术之一 平时很少使用 今天算是派上了用场 下一刻 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村长的灵魂就浮现出 林玉意念一动 一道道记忆就浮现了出来 林玉双眼亮起光芒 迅速记下 不一会儿 已经全部记下 林玉松开手 让对方的灵魂回归 好了 你下去吧 林玉将血肉丹推过去 便让老村长离开了 老村长一脸激动地 藏好丹药离开了 这时 林凡走了过来 问道 大哥 这个世界啥情况 林凡也颇为 其 毕竟严格说来 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异世界 林玉说道 这是一个修仙事件 类似于苍蓝界 苍蓝界曾经和人族关系十分要好 但自从上次趁火打劫之后 彼此的关系就决裂了 他们蓝星人族一夜之间 灭了苍蓝界在蓝星的空间通道 两族彻底交恶 苍蓝界是一个修仙世界 以前看来 是一个不弱的修仙世界 但现在看来 也就和眼前的世界差不多 连一个半神级的强者都不存在 这个世界和苍蓝界一样 都是修仙的 而且比较低级 最强者也只有九阶而已 我们过来的地方 被他们称为蟒荒禁地 危险无比 各种强大妖兽出没 这里是这个文明的偏远之地 所以修炼者普遍实力低下 他们的文明腹地 在距离此地万里之远的白云城 走吧 我们边走边说 灵狱看向蓝龙 蓝龙心领神会 嗷屋一声便飞了过来 趴在地上 灵狱看了一眼神后的上百研究员 说道 蓝龙变大一点 好 蓝龙吼叫一声 变大了十倍 变成了千米长 灵狱点点头 率先踏了龙背 灵反紧随其后 最后才是上百研究员踏上龙背 走 哄 蓝龙正吃起飞 下方 众村民看着这一幕 震惊无比 村长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问道 村长摇头道 我不知啊 他握紧了手里的药瓶 在他眼中 这血肉丹就是宝贝 若是以前他不在意 但现在 他要留着给自己亲近的人 吃 他们好厉害啊 就是我们被贬之前 家族的长老 也只有这实力吧 不 就是太上长老 也没有这么强大 我能看出来 那只蓝龙 就有太上长老的实力 甚至更强 而蓝龙只是坐骑啊 死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如此强大 途中 蓝龙飞行在云巅 四周云真雾绕 将他们笼罩其中 显得仙气飘飘 林凡芒问道 大哥 继续说说这个世界的情况呗 他十分好奇这个世界的情况 毕竟这可是一个修仙世界啊 如果他能弄到修仙法 他想修炼看看 据说修仙者寿命悠长 甚至成仙之后 能长生不死 虽然不知真假 但这并不妨碍他畅想未来 林凡点点头 轻声道 这个世界分为五个区域 东西南北中五域 每一个区域的面积 都不小于聚变前的蓝星面积 其中中域最强 东域次之 另外三域都差不多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最强的中域 他从那老者记忆中 了解到了许多东西 这老者也不是普通人 曾经是一名五阶金丹强者 不过因为犯了错 被费了一身力量 又被家族贬斥斥到了这荒原之地 他们实力不强 但出生于中域的大家族 所以见识不少 林凡也因此 能对这个世界有了基本的了解 林凡说道 大哥 咱们有计划吗 林凡摇头道 没有 走到哪算啊 林凡黑黑一笑道 以咱们的实力 直接占一个宗门呗 你看咱们有上百个研究员 完全可以研究这个世界的功法呀 林凡瞥了瞥他一眼 摇了摇头 他有悟到分身 哪还需要这些研究员 去研究功法 况且 这个世界连一个半神级别的都没有 他根本不用惧怕 想要什么东西 直接推了这个世界便是 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取一些宝贝和功法的 不是来养成的 你要是想去建立宗门 玩养成 你就自己去玩 真的 林凡眼前一亮 真的 林凡无奈道 林凡黑黑一笑道 那我自己去了呀 林凡也是无奈了 林凡是真喜欢玩啊 不过林凡已经半神境了 他也不担心林凡出什么问题 便摆摆手道 赶紧滚蛋 林凡黑黑一笑 便朝着远处飞去 临走之际 他默念道 能量化形 蓝龙之态 下一刻 光芒浮现 一只能量蓝龙形成了 他踩在能量蓝龙背上 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林凡摇头失笑 拍了拍蓝龙的脑袋 说道 你就别跟着我了 跟着你主人去吧 啊我 蓝龙吼叫一声 声音中难掩开心之色 林凡跳下蓝龙 脚下光芒闪现 一把剑气出现在脚底 他遇见飞行 其他研究员 也各式手段飞在空中 跟在林凡身后 这些研究员的实力也不弱 全部都在七阶以上 个别的实力 更是达到了九阶 不过他们不善于战斗 觉醒的天赋等级虽不低 但都倾向于研究类的天赋 同阶之中战斗力偏弱 可能两个都打不过别人一个 众人一路飞行 速度不慢 林遇见他们疲惫了 莫念叨 如意之力 如我心意 嗖 下一刻 金色光芒浮现出 将众人全部笼罩在光芒之中 研究员们不明所以 但很快 他们就震惊地呆住了 因为他们背后 都长出了一双银白色的翅膀 这翅膀十分灵敏 他们轻轻一扇动 就能让速度提高一倍 这这是什么力量 有研究员震惊道 林遇笑道 法则的力量 有研究员好奇道 难道您突破到半神镜 这就是您领悟的法则 这明显是一个辅助类的法则 和他们眼中 喜欢战斗的林遇的风格不同 心中都有些诧异 林遇摇头道 不是 我是以光明法则误导的 他说完这话 便想使用光明法则的力量 正好他这一路上 也领悟了一个法则技能 他默念道 天堂之门 话音刚刚落下 圣洁的白光浮现苍穹 将他映照的 仿佛一尊从天而降的神圣 突然 他睁开眼睛 在虚空中轻轻一哗啦 顿时一个巨大的门户开了 众研究员 一脸惊奇地看着这一幕 哗啦啦 一只只手持战剑的天使 从天堂之门走出 他们拥促在林遇身边 圣洁的光芒照耀虚空 令人心情平静 其实 这只是林遇第一次 使用这个技能 而且这个技能 也是灵悟从那光明神师的 技能基础上领悟的 不过 他这个技能和光明神师的不同 对方的天使是真实的造物 而他的天使 严格说来是能量凝聚 如果说对方的天使 是人工智能 那他的天使就是傀儡 需要自己操纵才行 各有优点吧 对方的天使 需要使用各种珍贵材料制造 而且还需要圣灵的灵魂操纵才行 有数量的限制 相当于独立的生命体 但他的天使 只要能量无尽 就能制造无限天使 不惧损失 灵魂意念一动 这些天使就围绕他旋转 颇有意思 关门 完够了 灵魂意念一动 天使进入天堂之门 天堂之门关闭 突然 一个研究员大惊道 灵魂大人 前方有人斗法 灵魂文言 抬头望向前方 果然发现数百里之外 有两个浑身都笼罩在光芒中的人 正在激战 灵魂嘴角翘起 笑道 有意思 灵魂大人 咱们要干涉吗 过去看看 不要轻易出手 也正好看看 这个世界的高阶战力 是 众人加速 朝前飞去 很快 他们就在千米外停了下来 他们刚刚出现 就让那两个战斗的身影大惊 只见一个浑身缠绕在黑气中的中年人 恶狠狠道 扶摇宗主 即使你来了园居 也让你死 说吧 他手中的魔剑 便狠狠刺了下去 那被叫做扶摇宗主的蒙面女子 痛哼一声 被一剑打飞树离远 打飞了扶摇宗主 那中年魔修猖狂一笑 看向灵狱等人 连扶摇宗主都不是本座的对手 你们这些人真是找死 敢于本座作对 死 他二话不说 就朝着灵狱攻击 远处 扶摇宗主小脸苍白 一脸疑惑 看着灵狱等人 他不知这些人的来历 一脸呆了 但看到了魔剑主攻击灵狱等人 他大喝道 孽障 休要伤人 正要忍痛出手 突然胸口一疼 一大口先血吐了出来 气息顿时萎靡下去 灵狱看着迎面杀来的魔剑主 笑道 他要杀我 这轻松是模样 刺激到了魔剑主 区区低级修士 给老子死 灵狱面色一寒 本是来看看热闹 没想到这家伙不分青红皂白冲来 那就出手吧 只见他举起手 伸出一根指头 轻声道 去 哄 一道强大的气静 从指尖迸射而出 瞬间来到魔剑主身前 魔剑主大惊 想要抵挡 但他才九阶渡截七 哪里挡得住啊 哄 一道光芒 洞穿了他的胸膛 他指着灵狱 双眼圆睁 你你是大成七修士部 可呢 这片天地 已经十万年没有出现大成劲了 锅造 灵狱一巴掌扇过去 把魔剑主打翻在地 然后施展搜魂术 把他的记忆掠夺一空 最后一道剑气 射出随手杀了 仿佛捏死一只蟑螂一般 让那扶摇宗主 惊骇地呆立在原地 灵狱随手杀了魔剑主的一幕 给扶摇宗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偷偷打量着灵狱 发现灵狱也在看着他 又连忙将目光移开 不敢继续看下去 此时 灵狱已经吸收了魔剑主的记忆 对这个世界更加了解了 他看了一眼女子 便没了更多的兴趣 灵狱平静道 走吧 众言揪援诧异地看了灵狱一眼 他们心里吐槽不已 你刚刚杀了魔剑主 不是在英雄救美吗 就这么走了 灵狱若是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 一定大呼冤枉 他还真没有那种英雄救美的想法 之所以杀了魔剑主 原因是对方不分青红皂白攻击他 现在 他也搜了魔剑主的记忆 获得了魔剑主的功法 以及这个世界更多的信息 也就没有必要停留在这里了 灵狱带着众人离开了 原地只剩下扶摇宗主 一脸愕然之色 他拿出小镜子 仔细看了几遍 喃喃自语道 我没有变丑啊 他为何无视我 他心中失落 因为从小到大 他都是人群中的中心 他如同鹤立鸡群一般 总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力 被无数异性围在中央 但是 现在眼前这个能轻松击杀魔剑主 疑似传说中大成境界的男子 却对他不屑一顾 这让他内心失望的同时 也十分好奇 咬了咬牙 他跟了上去 他倒要看看这个男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灵狱已是半神境界 感知力覆盖方圆千里 他自然感应到了 跟在后面的女子 不过他懒得管 要跟着就跟吧 路上 一个年轻的研究员问道 灵狱大人 现在我们去哪 灵狱从魔剑主的记忆中 获得了大量的信息 其中就有不少的功法 他说道 去魔剑宗取一把魔剑 魔剑 嗯 我从魔剑主的记忆中得知 这是一把天外之剑 我如果猜得不错 起码也是半神器 也可能是神器 众人大惊 心中都期待了起来 他们加速前行 没过多久 就能远远看到魔剑宗了 魔剑宗乃是中州最大的魔宗 位于中州中央区域的魔剑山脉上 身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魔剑宗自然十分气派 远远望去 魔剑宗的宗门驻地 仿佛是一把把魔剑 插在在天地之间 令人震撼 此宗门占地极大 千里区域的大山 都被其囊括其中 宗门内部竞争激烈 演武场上时刻有人生死战斗 每日死亡的弟子数量都已百计 此时 在宗门最高的主峰上 一场生死决斗正在发生着 台上 一群长老喝着茶 惬意地看着下方战斗的弟子们 其中一个长旭长老笑道 六长老 你觉得此次比斗 谁能胜利 那六长老和这长旭长老不对付 冷哼一声道 当然是我的弟子胜利 长旭长老哈哈大笑 讥讽道 你看 他死了 果然 下一刻 六长老寄予厚望的弟子 就突然捂住了胸口 睁大了眼睛 死在了比武台上 这一幕 让不少人愕然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突然死了 你看他脸色铁青 似乎是中了毒 我知道了 这是秦摩峰的情毒 他什么时候中了对手的毒 众人的议论 让六长老脸色铁青 他恶狠狠瞪着长旭长老 怒喝道 你你竟敢给他下毒 长旭长老捋着胡须 冷笑一声 你不要血口喷人 是他自己身体 不禁死了 怪不得别人 没有证据的事情 不要乱说 这话落在六长老的耳朵里 更是让他心中大怒 也确定了眼前的人下毒了 比武台上死亡的男子 是他的青传弟子 是他寄予或望能夺冠的弟子 现在却无故死在了情毒之下 他如何能忍受 他冷笑一声 手中轻轻一点 一道无形的气静 便发射了出去 啊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 众人大惊看去 却见比武台上 正在欢呼胜利的年轻男子 突然捂着胸口也倒下了 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息 长旭长老指着六长老怒喝道 你你杀了我徒儿 我要告诉执法长老 我要告诉宗主 哼 你可有证据 六长老反问道 长旭长老怒喝一声 甩袖离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六长老冷哼道 是你耍阴招在先 告状就告状 我怕你啊 那长旭长老离开的路上 越想越气 那小子确实是中了情毒而死 但他是在前一天暗算的 而这六长老也太不讲究了 直接在现场弄死了他的徒儿 还理直气壮 他一定要告诉宗主 严惩他 还没离开这座山峰 他愕然地停住了脚步 抬头看去 发现天暗了 乌云汇聚 压低了天的高度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怎么回事啊 长旭长老抬头大惊 心中万分疑惑 这可是魔剑宗 除了正道第一宗门的扶摇宗之外 谁敢招惹他们 但是 头顶的乌云充满了魔性 给人一种危机即将降临的感觉 他变得有些忐忑了起来 盲飞上天空探查情况 和他一样的人不守 不一会儿天空中 已经汇聚了几十个长老 大家都是杜劫期 乃是魔剑宗最强的一批强者 此时齐聚一堂 若是被外人见到 一定会惊掉下巴 这时 一个老者飞到了众人前面 众人见到老者 盲恭敬拜道 恭迎太上长老大人利临 太上长老点 头 眼神凝重地望向了乌云 这乌云给他的感觉很奇怪 以他的实力竟看不透 这就让他忐忑了起来 要知道 他可是这个世界最强的生灵 连他都看不透的东西 那就太古怪了 他已经活了上千年 谨慎小心 几乎克尽了骨髓 他不可能以身涉险的 所以他环顾左右 想找一个出头鸟 这乌云十分古怪 谁愿去探查一番 话音落下 众人面面相去 却无一人回答 他们都是魔宗之人 一个比一个狗 这一看就危险的工作 就是好处再多 他们也不愿意去做 太上长老皱眉 他默念一道咒语 操魂咒 顿时 一道无形的力量波动 在所有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涉入了长须长老的脑海中 33小说网 长须长老顿时眼神一变 主动站了出来 行了一礼 说道 表情地飞了过去 身后众人看着 英勇无畏的长须长老 又看了眼 太上长老的背影 一个个只觉得寒意入体 心中的恐惧在 无限放大 这一幕 何其相似啊 曾经就有人也是这样 突然英勇无畏了起来 结果 死得很惨 长须长老可是一个老鹰比 这样的一个幕后 黑手类型的人物 绝不可能以身犯险 所以 这一切的原因 自然就落在了 太上长老身上了 太上长老感应到了 众人的目光 但他面无表情 捋着胡须 丝毫不在意 而是一脸沉重地 将目光移到了 长须长老的身上 突然 长须长老冲进了 乌云之中 眼前的景色大变 进入其中 首先看到的是一群人类 这些人类的气息古怪 看起来都是凡人的气息 但是他们 却能飞行在空中 真是奇怪啊 长须长老的出现 引起了其中一个 领头者的注意 那领头者咧嘴一笑 却没有管他 但他心中的恐惧感 却在无限扩散 让他手脚都冰凉了起来 眼前这个男子太恐怖了 一眼看过来 仿佛将他的一切都看穿了 幕后的太上长老感同身受 他暗暗心惊 喃喃自语道 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没有阻止我偷窥 是没有能力 还是不屑于阻止 种种疑问浮现在心头 让他难以平静下来 罢了 我先退回去 在幕后观察一切便是 大不了让长须遇命 想明白这些之后 他本体偷偷离开了这里 暗中借助长须长老的视野 看着这一切 此时 只见那男子举起大手 一道道黑色的雾气 从掌心中迸射而出 看到这雾气 太上长老大惊道 这是我魔剑宗的正派功法 魔剑金第三层炼成的意象 手持黑雾 大迷雾天 想到这里 他略微一回忆就明白了 那乌云是魔剑金第一层 乌云压顶 苍穹覆盖 原来如此 他在修炼我宗的魔剑金 可是在他手里的功法 区区第三层 却比我的第九层都强大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心中惊骇 既好奇又害怕 此时 尤其在寿元方面 他感觉起码增加了三年寿元 要知道 他才修炼到了第三层啊 也就相当于三阶驻激进而已 但只是驻激进的修炼者 其寿元就有三百年了 而他们三阶觉醒者 只有150年的寿元而已 不愧是修仙者 增幅的寿元真多 寿元增加 也意味着生命力的增强 他的实力虽然没有明显增强 但却感觉不同了 他举手投足之间 蕴含了一丝道运 这种玄之右玄的力量 让他似乎捕捉到了法则的痕迹 有点意思 只要按部就班修炼 似乎就能顺利突破到半神 不对 这功法只有九层 少了一层 无法修炼到大成镜 难怪这个世界 连一个大成镜的修饰都没有 原来是功法缺失 那我就先修炼到第九层试试 对我而言 似乎不难 灵域继续修炼 如有神柱 不一会儿就修炼到了第七层 修炼到这一层 他才遇到了瓶颈 远处 太上长老一脸惊骇看着这一幕 他喃喃自语道 怎么可能啊 他竟然在三个时辰内 修炼到了第七层 当年我可是修炼了五百年 才到第七层啊 灵域不管他的惊骇 现在沉浸在修炼魔剑经中 不可自拔 一旦修炼起来 他才发现功法这种东西 比冥想法玄妙多了 其中各种奥秘 似乎提前对他敞开了法则的大门 让他提前领悟一丝丝法则的玄奥 这个功法里 蕴含着几十种法则的痕迹 如果天赋不错之人 或许就能从中领悟一种法则 自行修炼到大成之境 可惜功法不全 无法修炼到那一境界 三天时间转顺过去 灵域也停止了修炼 如今 他已经修炼到了第九层 一身实力增强了一成左右 虽然实力增强的不多 但他的寿缘增加了三百年 别小看这三百年寿缘啊 要知道 他本来就是半神境 寿缘本就有万年了 现在只是修炼了一种功法 就能提高三百年的寿缘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他来 以后得博彩仲家之长了 灵域似乎看到了未来的道路 心中豪气顿生 有了目标 这时 他才看向下方的上风 这是魔剑宗的第一封 魔剑封 他从魔剑主的记忆中了解到 这座山峰下面 封印着一把魔剑 只有到了宗门生死存亡之时 才能取出对敌 而能召唤魔剑之人 整个宗门 只有宗主和太上长老 两人才能做到 而要做到这一切的前提 低头看向下方 这一幕 落在了太上长老的眼中 他再也无法沉默了 这位道友 你愈何为 取魔剑 太上长老大惊 果然他怕什么就来什么 刚刚灵域一口气修炼 魔剑精至九层 他就惊呆了 但现在 对方要取走魔剑 这可不行 没了魔剑散发的魔器 他们的修炼 将变得困难重重 这是他们的根基 不能被人破坏了 魔剑是我们的根基 你不能取走 道友想要什么 我可能尽量满足 然而灵域只是笑了笑 没有回话 手掌轻轻放下 一道道黑色的魔剑喷涌出 只听他大喝一声 魔剑 来 哄 大地颤抖 山峰裂开 外面 众弟子见到这一幕 都大惊失色 有人取魔剑了 这这可是我们的根基啊 太上长老为何不出手 太上长老一定会出手的 敢取我们的魔剑 这是找死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太上长老现在连手都抬不起来 他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嘴唇发白 嘟囔道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眼神就让我无法动他 哄 一道冲天魔器 飞入苍穹 染黑了半边天空 魔剑出事了 几乎没费什么力气 称霸此间的魔剑宗的 阵派法宝魔剑 就被灵狱取到了手里 这一幕 自然震惊了众人 看着灵狱手中 魔气森森的魔剑 这一刻 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心中震惊 不甘 愤怒等各种情绪 交织在一起 脸色变了又变 此间 有点问题 但材料还行 便取了把玩几天吧 灵狱自言自语道 然后转身离开 魔剑宗太上长老心中焦急 可是他现在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看着灵狱拿走魔剑 听到灵狱的声音 他心急如焚 前辈 魔剑宗太上长老喊道 灵狱停下了离开的脚步 回身看了他一眼 笑道 何事 可否告知在下您的姓名 太上长老鼓足了勇气问道 灵狱笑道 你很快就会知道我的名号的 说吧 灵狱转身朝着宗门外走去 他取走了魔剑 这宗门内的其他宝物 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了 他要去下一个地方看看 这世界虽然看似低级 但其中的先级宝物却不少 他从那个魔剑宗宗主的记忆中 获得了三个类似魔剑的存在的位置 取了魔剑 还有两件 灵狱离开了 但整个魔剑宗的人都沉默了 他们都是久经厮杀之人 深知丛林法则 看到灵狱抢走了魔剑 根本没人敢说什么狠话 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灵狱离去 等灵狱走远了 他们才一轮纷纷 那是哪位存在 太恐怖了 他看了我一眼 仿佛能将我的灵魂抓住 你们看太上长老 似乎动不了了 难道就是刚刚那位做的 当然了 我对灵魂能量十分敏感 刚刚太上长老 被一股灵魂力量束缚住了 无法动弹 这这到底是何方神社 难道是传说中的大成镜 大成镜已经数万年 没有出现过了 现在整个修仙界普遍认为 如今的天地不如上古时期 无法孕育大成镜的强者 现在出现了灵魂这种超纲的强者 似乎是大成镜 他们不少人心思活络了起来 那大成镜可是有数万年受缘的 就单单受缘的诱惑 就让不少天才蠢蠢欲动起来 他们心动了 但只有太上长老心里拔凉 他喃喃自语道 他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刚刚那股束缚他的力量 明显不同于这个世界 那种明显的隔阂 他能清晰地感觉出来 他必定是大成镜 甚至是更上面的存在 他到底要干什么 为了魔剑吗 太上长老心中无限疑惑 他想不明白灵魂的目的 陷入了思索之中 此时 在威厄的魔剑宗山门之外 一个清丽的女子 一袭白色衣衫 掀起飘飘的呆立当场 他喃喃自语道 他取走了魔剑 修炼的又是魔剑精 难道他是魔宗之人 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在他的世界观中正魔不两立 这是他从小就接受的价值观 可是今天救命恩人 变成了疑似魔宗之人 让他一时间变得纠结了起来 不对 他杀了魔剑宗宗主 那就不会是魔宗之人 而且他明显是刚修炼魔剑精 并且他一身正气 所以 绝不可能是魔宗之人 不行 我要继续跟上去 印证心中的猜想 尽管灵魂的强大 超乎了他的想象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跟了上去 心中的好奇心 在驱使他前进 离开魔剑宗 途中 灵魂取出魔剑端向 许久之后 他又放下了魔剑 摇了摇头 身边一个研究人员见状 问道 灵魂大人 您对此件不满意 这魔剑的威势 他们一众研究员 可是感受得一清二楚 他们感觉 这件一旦割伤他们 他们就会隔屁 但灵魂却摇头 似乎不满意 这多少 让他们心中好奇 灵魂说道 这魔剑本是一把魔器 对应神器等级 但现在却只是图有七表而已 早没了核心 也就这材料很坚硬 还是神级 这把魔剑很强大 但现在只剩下了驱翘 作为一把纯粹的兵器 使用没有问题 但却发挥不出 魔剑的神通之力 有些遗憾 大人 可否让我们研究一二 拿去 灵魂随手将魔剑扔给了他 引得他一阵手忙脚乱 其他研究员 也都抬头看向了这边 陷入了狂热之中 多谢大人 嗯 灵魂点点头 没有继续理会 这魔剑虽强 却对他没有帮助 只能以后学习练气 把材料融了 重新练制一番 重现魔器的光彩 才算对他有帮助 走吧 下一站 仰天咆哮一声 强大的力量光芒 激起漫天尘埃 引得路人惊呼连连 好强大的力量波动 这难道是化神器的妖兽 竟然是别人的做起 难怪没有化形成人 他们要做什么 怎么摆起贪了 只见降落下来的年轻男子 大手一挥 地上便出现了一桌椅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又取出一张木牌子 众人看去 只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无敌宗昭图 无敌宗 这是什么宗门 怎么没有听说过 而且宗门名字好俗气 众人议论纷纷声 落入年轻男子的耳中 他脸色微变 有些不开心了 大手一挥 喝道 龙儿 给他们表演一下 话音落下 蓝龙大吼一声 展翅飞入空中 龙儿 使用天地冰风 吼 一声大吼之后 以蓝龙为中心 蓝色的冰能量弥漫开来 瞬间 无数冰之力量 令空气都冻住了 方圆二十里内 顷刻间陷入了冰风 众人环视四周 发现本是夏天 艳阳高照 但现在却迎装素果 一片白茫茫 这只力量好强大 便是扶摇宗的宗主大人 也没有这么强大吧 你们看 他们在招弟子 要不我们去试试看 试试就试试 大不了被淘汰 此时 蓝龙的一番表演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还没等蓝龙停止使用技能 就有一群人围了过来 林凡笑呵呵看着走来的他们 却发现在他们身后 还有一群人一脸怒容走了过来 他有些疑惑 这时 那身边的一拨人 率先走了过来 他们来到林凡的摊位前 只见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人 一脸不善道 这位道友 你使这障眼法 令方圆二十里冰封 这附近有你早就设置的阵法吧 另一个跟班立即附和道 师叔好眼力尽 这人明显提前不遮阵法 这是要动摇我 扶摇宗人心 其心可诛 不可饶恕 不可饶恕 速速束手就擒 不要执迷不握 一群人仗着人多势众 对林凡先是一番质疑 之后就是义正言辞的口诛笔伐 这一幕 便是林凡也看呆了 你们要不要这么熟练啊 我啥都没说 话都被你们说了 就这样给我盯罪了 要不要这么敷衍啊 而且 为什么感觉 你们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林凡确实惊讶了 只见那些本来想要拜入宗门的人 一个个都露出了迟疑之色 这宗门不会有问题吧 有人小声怀疑道 另一人故作深沉道 八成有问题 肯定是提前设置了阵法 等收了我等录宗费 就把我们甩开 这名 显示骗局啊 对啊 这不就是前段时间流行的骗局吗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我们还是相信扶摇宗的大人吧 他们是大宗门不会骗人的 对 相信扶摇宗的大人 众人一阵分析 终于为自己的明智点了赞 纷纷露出鄙夷的目光 看着林凡 这可把林凡惹怒了 他本就是跳脱的性子 报仇从不隔夜 如何能忍住 当即就要发脾气 给这些人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时 他耳边突然传来一道虚弱的声音 前辈 我想进入贵宗门 可以吗 林凡诧异地 看向眼前的虚弱少年 只见他满身的伤痕 骨头都断了几根 而且骨瘦如柴 看起来十分狼狈 林凡来了兴趣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有点意思 这时 围观的人也认出了少年 纷纷露出了嘲讽的神色 这不就是李家的废物少爷吗 一辈子都无法修炼的废物 还妄想着修仙长生吗 可惜要被骗了 李家少爷 你可不能相信这无敌宗啊 他们就是骗人的 扶摇宗的各位大人 还请把这骗子抓起来 从围观之人口中 林凡也算对眼前的少年有了认识 少年名叫李晴 天生绝脉 无法吸收感应灵气 自然也就无法修行 从小在家中备受轻视 不仅爹娘不待见 就连仆人都敢给他脸色看 他今日更是一个人偷偷练武 被族中的堂哥看不顺眼 拿他出气打了一顿 他一路上亮亮呛呛朝家走去 途经此地 心中悲愤 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要拜入无敌宗门下 他这一举动 受到了围观人的嘲讽 可是他从小就被人嘲讽着长大 这点嘲讽又算得了什么 他面不改色 一脸坚定 林凡笑了 这小子心性不错 先不说体质如何 就他这一脸坚定之色 就是不错的苗子 他沉声道 我无敌宗一生无敌 同街之中无敌手 你若我宗门 如果做不到无敌同街 我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浑身热血沸腾起来 徒儿拜见师父 少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好 你就是我宗大弟子 至于你无法修炼之事 为时会为你解决的 林凡扶起李晴大笑一声道 李晴何时被人如此重视过 顿时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这边两人一副师徒深情的模样 另一边的李家家主 正怒气冲冲而来 他提着一根长鞭 一脸怒容 而在他旁边 则是李晴的堂哥 正一脸阴侧侧的煽风点火道 叔父 他被人骗了 此时正败入 一个什么无敌宗的宗门下 妄想修行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不可能修行的 现在好多人都围观笑话他 这是在丢我李家的脸啊 逆子啊 今日 我要抽死他 李家主怒喝道 在他眼中 李晴是他一生的耻辱 现在这个耻辱要被人骗了 传出去 他就没有面子了 这如何能忍 他握紧了手中的鞭子 气势汹汹走了过去 此时 少年跪倒在地 正在接受入宗仪式 可是 下一刻 一个驰鞭之人冲了进来 逆子 你还嫌不够丢脸 新日我要打死你这个废物 说吧 鞭译抽来 啪 鞭子抽打在空气中 发出啪一声响 可见驰鞭之人用了很大的力气 李晴听到熟悉的鞭子声 下意识缩了缩头 但一想到已败入宗门 就又绝较昂起头颅 我没错 话音刚刚落下 鞭子也落下 就要抽打在李晴身上 李晴脸色苍白 咬着牙 等待疼痛降临 但是 下一刻 一道阵笼发聩的声音 响彻耳机 放肆 无知爱徒 也是你能打的 啪 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李家家主捂着脸 被抽飞了上千米远 落在地上 软啪啪的 怎么都站不起来 他支支吾吾嘟闹着指着林凡 却怎么也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仿佛散了架 提不起一丝力气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他们惊呼出声 李家主可是圆英静的大修士 被人一巴掌拍飞了 难道眼前的人 是化神静的修士 李晴走运了 卧槽 我刚刚错过什么 本来我该是无敌宗的弟子啊 前辈啊 还招人吗 众人的议论 落入林凡耳中 让林凡笑了 但这话 落在了扶摇宗几人的耳中 却让他们愤怒无比 放肆 公然在我扶摇宗辖地招收弟子 这是无视我扶摇宗 来人 杀喂狗 一声令下 四周响起震耳之声 是 众人朝着林凡围去 围观之人大惊 这些扶摇宗之人 可是执法者啊 都是扶摇宗的精英 最弱者都有原音静的修为 领头者更是一位出窍强者 完了 这人完了 林凡一脸笑意地 看着围上来的人群 你们既然想死 那本座就成全你们 他一脸笑容 声音响彻四周 这话音落在众人耳中 一个个都露出了恶然之色 不是吧 你现在都被人围住了 你便是化神镜的修士又如何 这围住你的人里边 化神镜都超过五个了 都要死了 还有心情笑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 众人不敢出声议论 但心里都吐槽不已 在他们眼中 林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那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被抓走 最后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看扶摇宗的长老人不仁慈了 放肆 区区化神镜修士 也敢妄言 不要等了 立即诛杀他 是 众执法修士宁笑一声 纷纷出手 要一举杀了林凡 一方面是 震慑他人 彰显他扶摇宗的威势 另一方面 也是给他人看看 胆敢挑衅扶摇宗的下场 九万里剑法 哄 一道道青色剑气 从众执法者手中释放而出 无数青色剑气破空而去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 林凡悲惨的结局 可是 很快他们就呆住了 只见 林凡一脸不屑地伸出手指 轻轻一弹 顿时虚空裂开了 一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犹如碎裂的玻璃一般 出现在虚空之中 这这是什么 他们惊恶地大叫一声 但是 下一刻 这空间裂缝便将他们吞噬了 他们连惨叫都来不及 就被空间裂缝 彻底吞噬了一身的血肉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初翘七的执法者 一脸惊恐指着林凡 语气都跟着颤抖起来 林凡笑了 你觉得 我会是什么人呢 初翘七的执法者 眼睛瞪大 我不知道 你你不能杀我 我是扶摇宗的执事 杀了我 长老不会放过你的 他已经认定了林凡的强大 在他心中 林凡绝不是化神器的强者 因为就连他也无法击碎空间 难道他是杜劫妻 可是杜劫妻强者 真的能击碎空间吗 他陷入了疑惑之中 突然 他瞳孔睁得老大 眼前出现了一根如玉手指 只见那手指轻轻一弹 他的额头就如同玻璃一般碎裂了 我不敢啊 话未说完 已经神魂俱灭 林凡看着地上的尸体 大手一挥 一道灰色的风吹过 沙沙 几道风声过后 地上的尸体 全部化作了沉沙 被风吹走 林凡面无表情 仿佛在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是这一幕落在 围观之人的眼中 却犹如地震一般 让他们心神俱阵 这 他杀了执法者 这可怎么办 我们不会被波及吧 应该不会吧 而且这位前辈那么强 不见得会害怕扶摇宗 你在说什么屁话 这位前辈虽强 但最多也就是杜劫妻 扶摇宗可是最强的正道宗门 杜劫妻的长老不下双手之术 他完了 你们快看 扶摇宗敲响了警钟 众人扭头望去 一道道钟声响起 大 大 大 钟声响彻四周 扶摇宗山门亮起了一道道微光 踏踏踏踏 一道道踩踏声响起 众人抬头 只见十个年纪不一的扶摇宗长老 踩踏虚空而来 他们一个个气度不凡 有的先锋倒鼓 有的则潇洒不羁 还有的则儒雅俊秀 他们站在虚空中 仿佛是降临人间的折仙一般 给人一种莫名的压力 围观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吓了一跳 不敢继续围观 纷纷退后了数十里 远远观看这一幕 这可是扶摇宗的十大长老轻质 等会要有一场大战了 他们要是不离远点 八成要被余波波及而死 扶摇宗虽然素有闲名 但那是对待同阶强者 弱者在他们眼中 就是底层修炼者 和路上的蚂蚁 也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一不小心才死了 可能连一点点 恻隐之心都不会生出 所以 面对普通修仙者的时候 他们的傲慢 是难以隐藏的 尽管 林凡已经展示了实力 但在他们眼中 林凡只不过是一个 杜劫七强者而已 而他们却有十个 杜劫七强者 人数占优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巨傲无比 这时 大长老低头俯瞰林凡 面带讥讽之色 这位道友 你杀了我宗门执法者 你可知罪 话音落下 林凡就皱起了眉头 李琴抬头 看着这些传说中的强者 被威势压得抬不起头 但他咬着牙坚持着 一双眼睛带着倔强 林凡大手一挥 他就不受控制 飞向了蓝龙 蓝龙 你护着他 好 蓝龙咆哮一声 翅膀挥舞 便将李琴护住 大长老瞥了一眼 并不在意 在他眼中 蓝龙也不弱 但区区妖兽 如何是他们的对手 林凡笑了 你们如此高 小心摔下来 更惨 二长老是一个潇洒的年轻人模样 他皱眉 怒喝道 口出狂言 今日就让你知道 得罪我扶妖宗的后果 大长老抬手 我们扶妖宗乃是正道宗门魁首 怎么能随便打打杀杀的 这位道友杀了我宗职法者 还请不要反抗 接受我们的惩罚吧 你放心 根据我宗律法 你不会死 这话落在林凡耳中 林凡皱眉 不会死 但会被关起来吧 看来 你们还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啊 也不调查事情的原因 就要治我的罪 罢了 今日便灭了你这宗门吧 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一愣 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便是那故作深沉的大长老 也笑了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还想杀了我们 他难道不知道 我们都是杜洁静吗 你是杜洁静 我们也是 你如何一打十 我们可是扶妖宗的人 每一个都是天才 同杰之中先有敌手 别说是你一打十 就是单挑 你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真是笑死人了 这样的狂徒 让老夫来杀了他 众人一阵嘲讽 都看不起林凡 林凡叹息一声 说不生气 那是不可能的 只见他背负双手 叹息一声 哎 你们既然找死 那就成全你们吧 他踏出了一步 来到了天空中 抬头直面那十个长老 林凡的一番话 落入众人耳中 他们先是沉默了一会 紧接着就又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们看来 林凡就是在说大话 这是找死啊 既然如此 那就成全他 众人低头俯瞰 林凡 要一举灭了林凡 震慑他人 大长老叹息一声 惋惜道 可惜了 你修炼刀杜结镜也不容易 却要折损在这里 何必呢 二长老冷哼一声道 大长老 何必与他假惺惺的 杀了便是 三长老也附和道 二长老所言不错 我宗门声誉何等重要 岂能被他侮辱 杀了便是 杀了 杀了 众人齐声喝道 这一幕 落在远处的围观者眼中 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接下来 可是杜结镜大战 这种等级的战斗 他们一辈子 都不一定能见到一次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不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少人心里也感到惋惜 这人好不容易修炼到了杜结镜 却要陨落在此了 还有人则幸灾乐祸 尤其是李晴的堂哥 本来他知道了林凡实力之后 心里是十分嫉妒李晴的 认为李晴是走了狗屎运 但现在他舒服了 李晴还是一如既往的倒霉啊 可是 下一刻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一件件达到了伪神级的兵器 从虚空中浮现而出 这每一件兵器 都散发着强大的力量 虚空都无法承载这股力量 被兵器的锋芒割裂 露出道道空间裂缝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大长老指着那漫天的兵器 眼睛瞪大 这是什么东西 林凡叹息道 这漫天的兵器 全是伪仙器哦 你们能死在伪仙器下 也算死得其所 不亏了 死吧 一声令下 漫天兵器降落 哄 无尽的光芒亮起 兵器锁过之处 空间破碎 虚空震荡 大地开裂 强大的力量光芒 让人睁不开眼睛 方圆百里之内 都陷入了震荡之中 那些围观之人 顿时被波及 一个个人养马翻 难以站立 不好了 这力量光芒太强大了 我们快逃啊 众人不敢停留 跑得飞快 他们只是被波及而已 顶多受了点伤 但首当其冲的大长老等人 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林凡喝道 斩 一道道宝剑 斩杀而去 哄一声巨响 十个长老同时捂住了喉咙 鲜血从指缝间渗出 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你你不是杜杰静 临死前 大长老指着林凡支支吾吾道 林凡笑了 我何时说过 我是杜杰静 真是好笑 你们为自己的傲慢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因果 下辈子追一点吧 不要那么傲慢 因为傲慢是会死人的哦 啪哒几声 他们带着无尽的不敢死了 林凡看了一眼他们的尸体 大手一挥 一道道灰色的风 凭空出现 吹拂而过 下一刻 他们的尸体就化作了尘埃 随风而去 这一幕 落在远处的围观者眼中 一个个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击之下 十个肚结器的长老死了 这 便是宗主大人 还有太上长老大人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啊 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大成静 不可能的 大成静 经数万年没有出现过了 万一人家是上一个时代的遗留者呢 可是 我们的世界就无法孕育出大成静了 所以 他突破了天地的峙谷 突破到了大成静 世界要变了吗 你们看 太上长老出现了 此时 正在闭关参悟大成静的太上长老 突然听到了动静 连忙朝着外面看去 这一看 顿时怒不可遏 一群不争气的孽徒啊 没事招惹别人带麻 你们死了就死了 大不了再培养一匹 但可不能让我扶摇宗被灭了 这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如此强大 他心中有愤怒 也有疑惑 毕竟在林凡眼中 这个宗门就没有一个好人 太上长老大惊 连忙大叫道 前辈 还请停手 林凡意外了一下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但手中凝聚的力量 却没有熄灭 他要看看 这人要说什么 如果说的话 不合他心意 那就继续灭了扶摇宗 前辈 我是扶摇宗的太上长老 那十个长老的傲慢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该死 您杀得好啊 林凡笑了 嗯 还有什么要说的 太上长老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 您不要嫌疾 哦 拿来 他伸手说道 太上长老松了口气 他心中肉痛 这可是正派宝物啊 但现在为了保住宗门 只能忍痛盖了 他念动咒语 一双翅膀从宗门内部飞出 翅膀刚刚出现 林凡就眼前一亮 笑道 不错 还是一件仙气 他手一招 扶摇翅边入手 很快他就皱眉了 这仙气失去了核心 只剩下壳子 力量百不存一 哎 罢了 材料还是可以用的 有机会就容了 重新炼制一下吧 取了扶摇翅 林凡的气也消了 李琪 随为师走了 林凡说道 李琪激动道 是 师父 眼前的人 可是传说中的大成静啊 有这样的强大的师父 他一定能治疗好身体的问题 踏入修炼之道 这时 天际传来一道光芒 太上长老抬头看去 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宗主 他怎么回来了 扶摇宗主 一脸疑惑地降临 他环视左右 很快发现了林凡 顿时大惊失色 他连忙飞了过去 恭敬道 前辈 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晚辈无以为报 林凡文言 很快就想明白了 救你的人应该是我大哥 真是有意思 我大哥救了你 我却差点灭了你的宗门 有意思 有意思 扶摇宗宗主一头雾水 当他知道原因的时候 整个人都吓懵了 太险了 差一点宗门就没了呀 至于没了扶摇翅 他也只能叹息了 太上长老一脸疑惑 但当他从扶摇宗主 口中得知事情的缘由的时候 整个人也呆立当场 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林凡走了 留给扶摇宗一地伤痕 但是 他们不仅不敢憎恨 甚至还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在修仙界 能存活下来的老古董 哪一个不是人精 面对强者 他们最识实物 而且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的理念 早已深入脑海 对方强大 自己就必须自认倒霉 甚至还要给自己洗脑 不能生出怨恨之心 免得惹得对方不开心 随手灭了他们 林凡走了 一地烂摊子 总要收拾 扶摇宗遭此大难 太上长老和宗主 立即宣布封山 顿时 一道道弟子召回令传遍四方 命令在外的弟子 立即回归宗门 命令下达 四方震动 此时 在宗门大厅之中 扶摇宗宗主和太上长老 面对面坐着 师父 幸好你没有出手 否则后果难料 扶摇宗宗主秀眉微皱 说道 他一路跟随淋浴一行人 正好经过宗门 就好奇过来看一眼 没想到那十大长老 竟然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差点让宗门覆灭 他一想到这里 对于十大长老的死 就不痛心了 魔剑宗的一幕 他深知灵狱的强大 而这个和灵狱长相相似的神秘人 必然与灵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且对方的实力也很强 估计也是大成七 这样的存在 他们竟然敢去嘲讽 甚至还要动手 死了也是活该 不值得可怜 太上长老疑惑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短短的半天时间 他有种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感觉 现在还心有余悸 对方离开了 他才松了口气 但更多的疑惑浮现出来 师父 魔剑主死在了和此人 长相相似之人手中 扶摇宗宗主 一五一十地 把路上遇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死 太上长老惊呼一声 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大成静了 甚至 他们比大成静还要强 他虽然没有见过大成静出手 但他从各种渠道中了解到的大成静 可没有这么强大 师父 难道他们是仙人 扶摇宗大惊道 他们这个世界从没有出现过仙人 所谓的仙气倒是出现过不少 但都是来自于其他世界 而且都失去了核心 虽然威力不俗 但和真正的仙气相比 差距甚远 不 仙人无法降临我们的世界 应该是虚仙吧 他叹息道 虚仙是介于仙凡之间的存在 因为突破仙人之境失败 因此具备一丝仙人力量的存在 和尾神等级相当 扶摇宗宗主点了点头 虚仙他是知道的 但他并不震惊 因为灵狱已经是他心中无可匹敌的强者了 便是现在说 灵狱是仙人 他也不会太吃惊的 师父 我们现在封山了 之后 你有什么打算 他问道 太上长老面露迷茫之色 叹息一声 为师也不知道 但先封山吧 把那些害群之马踢除掉 免得再不小心惹到神秘强者 至于之后的事 你来安排吧 那师父您 我要去闭关了 我感觉天地有变化 或许这是一个大事 一个能突破到大成径的机会 说吧 他就离开了 只留下扶摇宗主留在原地 他喃喃自语道 世界有变化 这变化的中心 便在那两人身上了 对了 他们要去禁地万毒之森 我也要去看看 希望能获得一些机缘 回头看了一眼 太上长老闭关之地 他脚踩流光 离开了宗门 林凡离开了扶摇宗 坐在蓝龙背上 四处晃悠 他身边站在一脸忐忑的李晴 不时看一眼林凡 许久之后 林凡笑道 图儿 你过来 让为师给你检查一下身子 他那有点吊锒铛的模样 让李晴有些诧异 毕竟林凡在他心中 那是一个高深莫测的神秘强者 突然变得吊锒铛的 有些不习惯 不过 他还是听话地走了过去 站在林凡身边 等待林凡的检查 林凡笑了笑 食指轻轻一点 一道道流光浮现出 极威之虫 探查 他轻声一鹤 一道流光便没入了李晴的体内 李晴没有任何感觉 不痛不痒的 但在林凡眼中 却是另一副模样 这是他最新觉醒的天赋能力 能制造出比奈米 还小几百倍的小虫子 这些小虫子 没什么攻击力 但却是探查的好手 尤其是探查微观层面 最是拿手 此时 他眼中就呈现着李晴体内的情况 咦 这小子的精脉有点意思啊 所有的精脉都被堵住了 不对 这堵住精脉的东西 不是杂质 而是化作了固体的灵气 原来如此 这小子的体质很特殊啊 天生吸收灵气的速率极高 但在小时候无法修炼 大量的灵气在体内堆积 便堵住了精脉 所以长大了也无法修炼 林凡看到这里笑了 他这是遇到了一个好苗子啊 师父 您因何发笑 是徒儿不能修炼吗 李晴小心问道 林凡摇头道 你小子是个好苗子 不仅可以修炼 而且还是一个天才 天才这个词落在李晴的耳中 显得是那么的不真实 他愣住了 师父 您就不要瞒太我了 我知道我自己的天赋有多差 林凡呵呵笑了声 念头微动 操纵那傀儡小虫 破开他精脉的阻塞 下一刻 李晴身躯微晃 眼前有些眩晕 不要动 为师在帮你 是 他咬牙道 虽然很不舒服 恶心头痛 但他还是努力忍住这一切 他现在唯一能信任的人 只有师父了 开 林凡大喝一声 下一刻 李晴的精脉全部被打开 瞬间那些阻塞了精脉的灵气结晶 都在他精脉中迅速流淌 林凡见状 食指点在了李晴的眉心上 一步功法 没入他的眉心中 修炼这步功法 李晴文言 连忙修炼起来 这一修炼 他的就感到无数能量充斥体内 轰轰轰 接连三道声响 他竟然直接破开了三个大境界 继续修炼 林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话音落下 李晴继续修炼 此时他体内积攒的灵气 已经消耗一空 但因为十几年的灵气堆积 让他的精脉宽大坚韧 一旦不再堵塞 他的体质就开始发威了 无数灵气蜂拥而至 没入体内 他连忙修炼 实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着 林凡见到这一幕 操纵极微之虫 观察着他的身体 这应该是仙天道体吧 天生气和道 修炼速度极快 他喃喃自语道 时间非是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了 李晴也终于结束了修炼 此时他已经是五阶精丹气的修饰了 一身实力不弱 举手头足之间 有种道法自然的洒脱感 对自己这个大弟子颇为满意 笑道 既然修炼完了 那就随为师去继续招收弟子吧 李晴疑惑道 师父 咱们的宗门在哪呀 林凡文言微微一致 可笑道 现在你不需要知道 等你什么时候修炼到大成镜了 为师就带你去宗门 你现在太弱了 没有资格 其实他哪有什么宗门 不过先忽悠一下吧 大不了以后就把至尊学院 当成宗门德了 反正至尊和无敌也是敬一词 师父 我一定努力修炼 他现在充满动力 想尽快修炼到大成镜 进入真正的宗门 虽然他也知道 大成镜已经数万年 没有出现过了 但现在的他自信心膨胀 他认为自己 一定能成为大成镜 嗯 如此可教掩 走吧 咱们去下一个地方收弟子 嗯 两人漫无目的地飞在空中 每隔几个小时 遇到了城镇或村子就停下来 然后林凡就使用极为之虫 探查四周的人类 看看有没有特殊体质的人才 可惜 他探查了十几个城镇 几十万人 不理清笔完全没有可比性 这就让他兴趣缺缺了 他的宗门可是无敌宗 没有一个强大的天赋 想成为无敌者可就难了 这时 突然 他眉头微皱 有点意思 一个炼丹废材啊 走 我们下去 此时 轻木丹宗 丹一风 一个身材矮小的少女 正在认真的炼丹 他已炼丹 四周的人全都跑光光了 他也不惊讶 反正都习惯了 哈哈 出炉吧 这次我一定能成功 说吧 念咒掐绝 开 哼 丹炉打开 一道道 黑烟冲天而起 还隐隐传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少女见到这一幕 沮丧着嘟囔道 哎 又失败了 他很生气 一脚把丹炉踢倒 滴溜溜从中滚出了两颗拳头大小的丹药 看到这丹药 他脸色更黑了 为什么人家炼的都是好大啊 我一炼就是废丹啊 他十分沮丧 因为每一次炼丹 他炼制的都是废丹 而且炼制的废丹越来越大 这废丹威力也很大 如果当作武器投掷使用 就是原音七也会被污染了灵气 不花了几十年都驱逐不了 所以他一炼丹周围的人就害怕全跑了 此时 在丹房外面 众弟子都松了口气 他终于炼制完了 太好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今天应该会消停一下了 太可怕了 我们区区低级弟子区域 何德何能和这群大神卫灵啊 上次一个直视 就是靠近了废丹 全身灵气被污染 现在还在闭关驱除毒气呢 没了几十年 别想出关了 我们还是在等等吧 以我们的修为 万一沾染了丹毒 不死也得脱层皮啊 众人一阵害怕 但少女却沮丧无比 他捏起一枚废丹 朝着天空扔去 啊 本小姐愤怒了 老天爷啊 我要练正常的丹啊 求求你 成全我吧 话音刚刚落下 他耳边突然响起一道威严的声音 小姑娘 可愿拜我为师 少女扭头四处观望 但并没有发现有人 他连忙拾起地上的另一枚废丹 警惕道 你是谁 我是一名旅行者 你很不错 可愿拜我为师 你能让我练出正常的丹药吗 嗯 好 我拜师 林凡笑了笑 一脚踏出 从虚空中显现身形 你以后就是我的第二个弟子了 拜师吧 哼 你想让我拜师也行 但你得让我看看 你练丹的本事 面对少女的要求 林凡没有反对 不过他本会的东西就很多 这练丹也难不倒他 好 只见林凡轻轻在虚空一点 顿时能量汇聚 凝聚出一个丹炉模样的物件 他一念一动 一具五阶凶兽尸体 出现在虚空中 然后他一招手 凶兽尸体 就没入丹炉之中 接下来 只见他轻轻念动咒语 一番操作之后 开 哼 丹炉打开 十颗鲜红色的丹药 出现在丹炉之中 他轻轻一饮 丹药出现在面前 落入掌心 此为血肉丹 因你只有五阶修为 所以我炼制的是五阶血肉丹 可增加五千斤力道 一人一生 只能服用一枚 给你 一颗血肉丹飞向少女 少女下意识接住 刚刚林凡练丹的一幕 让他目瞪口呆 他可是出生在轻木丹宗的 从小见过各种练丹手法 但这虚空练丹术 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林凡只用一种材料 就能练出丹药 也震惊到了他 在他心中 练丹是一种十分精细的工作 从火候到配料 还有硬绝咒语的配合等 都有讲究 这太难了 也太考验人的心态了 但没想到眼前的人 不顾火候 也不顾材料配比 轻松炼制出了丹药 这一幕 惊讶到了他 放心吧 没多 林凡捏起一枚血肉丹吃了下去 少女一脸好奇之色 最后还是吃了下去 顿时 他瞪大了眼睛 感到了实力的增强 师父 他立即行了拜师礼 还请教我炼丹 我要炼血肉丹 好 林凡大喜道 看着这个名谋善赖的女弟子 林凡心情不错 说了第二个弟子 林凡也没打算继续停留下去 不过他还没离开 就被一群老头围住了 领头者是一个长须老者 他看了几眼林凡 皱起了眉头 他擅长炼丹 因此 灵魂之力比其他人要强许多 但他竟然看不透林凡的修为 古怪 古怪就必然有问题 他笑了笑 拱手道 这位道友来我轻木丹宗 老朽作为宗主 有事远迎啊 还请一定做客一番 让我敬一敬地主之意 他十分客气 但林凡可不买账 他收了徒弟 可不想继续停留下去 他还想继续寻找新弟子呢 本体现在各地寻找仙气 他也得找点试作 而这收徒 就是他现在觉得有趣的事 而且 他也有自己的野心 现在他已经是半神境了 而且比普通的半神 强大一二十倍 虽然比不了神灵 但和伟神相比 也不慌多让 因此 他产出了一个计划 收徒 把各大世界的天才汇聚一堂 然后打造一个强大无比的势力 毕竟 作为灵域的第一个永久分身 他也得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 否则岂不是被其他分身看扁了 林凡摇了摇头 本座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发现了一个不错的炼丹苗子 现在已经收为徒弟了 既然此件事了 那也是离开的时候了 你这一刻我就不去了 告辞 说吧 他就要离开 其他人闻言 脸色很不好看 他们可是一等一的大宗门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轻视过 小子 我们宗主邀请你 是给你面子 你不要不知好歹 一个中年修士 指着林凡大骂道 还不等林凡教训他 那宗主就忍不住了 老者怒喝一声 转而一脸笑一道 贵客见笑了 这弟子口出狂言 是老朽没有教育好啊 还望贵客不要在意 林凡收回隐而不发的力量 被这老者一说 气也笑了大半 他白白手道 罢了 你这老头很有礼貌 也很有眼力镜 我反而想在你这里做客一番了 老者眼前一亮 面带喜色 一脸热情地当起了向导 林凡点点头 跟着他走向了主峰 这时 蓝龙从天而降 林凡点点头 踩到了蓝龙背上 这一幕 落在老者眼中 他又是一惊 因为这蓝龙的修为 他竟然也看不太透 也就是说 蓝龙比他还强 一个坐骑都比他强 眼前的男人得有多强啊 他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倾心自己没有冒失得罪林凡 然后他又看了看 跟在林凡身后的少女 对于这个少女 他颇为熟悉 修炼天赋很不错 小小年纪就修炼到了金丹镜 但炼丹天赋却邪门得很 若不是因为太上长老 是他家族的老祖 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歪了歪头 师父 徒儿叫慕灵溪 林凡点点头 又问道 你这天赋是咋进入的丹宗 毕竟一个炼丹宗门 弟子都需要有炼丹天赋才行 否则也进不来第一丹丰 毕竟这里的弟子 都是炼丹天赋最好的 若是修炼天赋很好 但炼丹天赋不行 就只能去第九丰 强大后去当一个护道者了 他能来第一丹丰 显然是有后台的 慕灵溪笑道 因为我家老祖是太上长老 说完这句话 他颇为骄傲 那宗主文言 叹息一声道 太上长老已经闭关十年了 若是让他老人家知道 你这小女娃不好好练丹 非得气死不可 慕灵溪哼了一声道 谁说我没有努力的 你还好意思说 天天练的一堆废丹 误伤了多少弟子 那是以前 现在我有师父了 师父你会教我练丹的 对吧 他眼巴巴看着林凡 林凡笑着点了点头 当然 慕灵溪笑道 看吧 我师父可厉害了 可以虚空凝聚丹炉 还能以生灵血肉为材料 炼制出永久增加力道的血肉丹呢 话音刚刚落下 老者就一脸惊奇 能永久增加力量的丹药 而且材料还这么简单 又能虚空炼丹 这真的存在吗 林凡见他不幸 就要给他露了一手 他可不像淋浴一样 藏着掖着 看好了 虚空炼丹术 手掌一翻 虚空中便凝聚一个丹炉 之后又取出一具 九阶凶兽的尸体 这九阶凶兽的尸体 刚刚出现 就让老者大惊失色 脸色都苍白了一分 这这尸体的力量气息 竟堪比杜截气 他心中大惊 同时又暗自庆幸 自己没有无理 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一边前行他 一边炼丹 几分钟后 开 丹炉打开 里边躺着十颗九阶血肉丹 林凡取出丹药 手一挥 丹炉消散 然后将一枚丹药扔给老者 此乃九阶血肉丹 可增强度节期 三十万斤的力道 不过一个人 只能服用一次 同一等级的血肉丹 这没就送你了 丹药入手微热 但一回味林凡的话 老者直接愣住了 他有些迟疑 没敢吃 不过 他还是十分激动和期待 因为他修炼到了这个境界 纯肉体的力道 也只有二十万斤而已 毕竟 他不是炼体修饰 肉体力量小一点可以理解 但是你一颗丹药 就能让人增加一倍多的力道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可是本作改良过的血肉丹方 比以前的药效强多了 看来你不信啊 算了 什么时候想吃了你再吃吧 到时候 你自然会相信 林凡也不在意 他想吃就吃 不吃就不吃呗 无所谓的 老者闻言 松了口气 但警惕心却降低了一大半 他打算回去先研究一下 再决定吃不吃 到了 老者带头 林凡等人跟着进了会客厅内 几人落座 有人倒茶 桌上也有一些点心 于是便聊了起来 突然 有弟子来报 不好了宗主 出大事了 一个长老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老者闻言 心有不悦 现在有贵客在场 急急躁躁地成何体统 他沉浸道 什么事 慢慢说 现在可是有贵客在场的 你这么毛毛湿湿的 也太丢分了 这位长老看了一眼 正喝着茶的林凡 压低声音道 宗主 丹膜破风出来作乱了 什么 怎么可能 老者猛地站起身 一脸惊讶之色 我们也不信 但这是事实啊 现在您说该怎么办吧 走 我们立即截阵 希望能把他重新封印回去 也只能如此了 宗主要走 他回身看了一眼林凡 林凡点点头笑了笑 也跟了上去 宗主见状松了口气 有林凡在 他心里更有底气 毕竟在他看来 林凡比他强多了 穿过一片山峰 众人在一座大山上空停了下来 低头俯瞰 只见一个阵法笼罩在山头上空 阵法中央处 一个黑色的小人正横冲直撞 林凡您没问到 这就是丹膜 宗主点点头 解释道 道友有所不知 这丹膜乃是我等炼丹失败之后 无数废弃汇聚形成的负面丹灵 因为我宗门已经存在了数十万载 每年炼丹失败的数量太多太多 这些废弃汇聚在一起 就形成了丹膜 以前我们将丹膜封印了起来 谁知道会在这个时候破风而出啊 他也十分郁闷 这丹膜乃是炼丹失败的气息汇聚形成 是无数废弹之气的聚合体 量变引起质变而形成的魔性丹灵 如今 这丹膜的实力已经堪比大成镜了 若不是他智慧不高 我们根本不可能封印他 说到这里 他就叹息不已 这可是大成镜啊 如今整个世界度节镜就是顶点了 突然出现一个大成镜的丹膜 便是他们一宗之力 稍不小心 也可能万劫不复 所以不得不小心啊 这时 那丹膜突然挣扎了起来 不好 丹膜暴动 加大力气 绝不能让他破风而出 否则我们都有危险 是 众长老全力出手 就连宗主也出手了 慕灵溪说道 师父 这丹膜好可爱啊 灵凡扭头看向他 发现他双眼很亮 盯着丹膜一脸痴迷之色 灵凡若有所思 蓝龙低声吼叫一声 李晴来到灵凡身边 师父 灵凡介绍道 这是为师刚刚收的徒弟慕灵溪 慕灵溪 这是你大师兄 大师兄好 慕灵溪颇为乖巧 李晴连忙回应道 师妹你也好 话音刚刚落下 战场又发生了新的变故 哄 丹膜突然爆发 力量增加了数倍 黑色的丹气冲天气 一瞬间就冲破了阵法束缚 不好 丹膜破风而出了 众人大惊失色 一个个脸色也变得苍白无比 这丹膜一旦破风而出 他们宗门就危险了呀 宗主一脸苍白之色 喃喃自语道 这可怎么办啊 其他人一脸绝望之色 手脚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丹膜破风而出 我们可怎么办啊 这一次丹膜比上一次强大了十倍不止 上一次我们勉强封印了丹膜 但这一次还能成功吗 现在我们不可能打得过丹膜了 除非是阵宗的人过来 以强大阵法困住丹膜 完蛋了 以丹膜的性子 我们都要玩完 上一次丹膜肆虐还是百年前 在场的众人都有幸参加了那场大战 一场大战过后 他们倾慕丹宗折损了三分之一的高层战力 如今 百年时间过去 丹膜变强了十倍 再次肆虐而来 他们如何应对 这可怎么办啊 众人露出了绝望之色 他看上了众人身上的丹气 因为吞噬丹气可令他成长 眼见他铺天盖地而来 众人都脸色苍白 完了 哼 丹膜冲来 刚刚靠近便风云色变 一众长老被吹飞了出去 突然 丹膜幻化出一只手臂 抓向了丹凡 在他眼中 丹凡身上的丹气最重 便手当气冲了 师父 两位徒弟健壮 焦急大喊 丹凡笑了笑 抬头看向黑雾手臂 轻声道 小小丹膜也敢对我出手 花音落下 他也抬起手臂 亮起一道微光 轻轻落下 哼 一道道强大的力量绽放开来 顷刻间便令空间破碎 露出一道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这丹膜幻化的手臂 还没靠近 就被空间乱流给卷走了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尤其是轻木丹宗的宗主 他虽然早就有预感 灵凡实力很强 但没想到 竟然这么强 能轻松击碎空间 他难道是大成镜 可是 这个世界 不是已经修炼不到大成镜了吗 而且 大成镜也不能击碎空间吧 他百思不得其解 但很快就开心起来 灵凡强大 他们就不用死了呀 这一刻 他万分庆幸自己 没有对灵狱无礼 否则现在早就已经被打死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灵凡 却见此时的灵凡 已经隔着空间 一把抓向了丹膜 丹膜在他手中 毫无还手之力 被抓在手中 他到底是何方神社 堪比大成镜的丹膜 竟被他轻松拿捏 难道他是仙人不成 不管他是什么人 现在我们得救了 不用死了 感谢前辈救命之恩 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松了口气 他们终于不用死了 此时 灵凡捏住丹膜 近距离观看才发现 丹膜是一个长着 黑色透明翅膀的 小女孩模样 小女孩只有一尺多高 长着一双黑色透明翅膀 看模样 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此时十分愤怒的模样 看起来十分可爱 放开我 丹膜张牙舞爪 33小说网 灵凡笑道 难怪我拿尔徒弟 说你长得可爱 确实可爱 既然这么可爱 那就不杀你了 蒙及正义 这一刻 灵凡深有体会 师父 能把他送给我吗 慕灵溪期待道 灵凡笑道 你们在一起倒是绝配 不过你现在修为太弱 伤到你就不好了 稍等一下 我给这小娃娃起制一下 只见灵凡默念道 镀魂树 嗡 一道道柔和的光 升腾而起 这光芒刚刚出现 就令四周弥漫的黑气 消散一空 光芒落在丹摩身上 一道道蕴含着 众丹师的负面情绪之力 就被净化消散 而丹摩渐渐清醒过来 丹摩之所以灵质低下 就是因为 他吸收的肺丹之气 蕴含着各种负面情绪 这些负面情绪 影响他的灵质发育 并让他趋向于杀戮和混乱 现在 被镀魂树清除了负面情绪 只留下了纯粹的肺丹之气 他的灵质自然就恢复了过来 毕竟他也是一个 大成静的一类生命体 灵魂力量不弱 灵质理应不会很低 恢复过来的丹摩 双眼变得纯净 他跪在虚空中 磕了几个头 感谢您再造之恩 丹西感激不尽 灵凡看着只有自己 巴掌大小的小人 心情十分愉悦 这时 二徒弟慕灵溪说道 师父 把他送给我 行吗 他眼巴巴地看着丹西 仿佛在看一个重要的宝贝 灼热的目光吓了丹西一跳 他连忙跑到丹帆背后 一副害怕的模样 旁人见到这一幕 都一脸古怪之色 你可是丹摩啊 你造了那么多杀念 现在却一副胆小的模样 谁信啊 可惜 以前的丹摩是没有灵质的 现在的丹西诞生了灵质 相当于一个新的生命 不能再当做丹摩来看了 大人 我不要 丹西拉长了声音 在丹帆耳边娇滴滴道 丹帆把他抓到手中 食指亮起一道光芒 下一刻 丹西就一脸呆滞 仿佛失了魂一般 丹帆笑道 为师已在他灵魂上设了禁止 不会有反叛的可能了 以后就让他跟着你吧 说吧 丹帆把丹西递给了慕灵溪 慕灵溪一脸精细地接到手里 笑得合不拢嘴 低着头好奇地逗弄着他 丹西被逗弄醒了 他揉了揉眼睛 发现眼前的人不是丹帆 顿时哇哇乱叫 哇哇哇 我不要啊 大人 我不要给别人当宠物 他在慕灵溪掌心里来回翻滚 一副不情愿的模样 慕灵溪伸出手指 逗弄了一会儿丹西 笑嘻嘻道 你这小娃娃 不准胡闹 要听话知道了不 不要 不要 我不要跟着你 我要跟着大人 师父说了 你以后跟着我 反对无效 不要啊 但是 任凭他怎么反对 都没有效果 只要灵帆不发话 他就不敢使用力量反抗 只能杂杂呼呼地乱叫 哼 我跟着你也可以 但我是你的伙伴 不是你的宠物 知道了不 最终 丹西还是屈服了 他抱着双臂 昂着小脑袋傲娇道 好好 你以后是我的伙伴 不是宠物 慕灵溪惊喜道 这还差不多 就这样 慕灵溪有了丹西这个小伙伴 慕灵溪的炼丹天赋十分邪门 永远炼不出成品丹药 一开炉就是废丹 而且还都是威力巨大的废丹 而丹西乃是丹膜蜕变而成 能吸收废丹之气成长 两者配合 就是天作之和 这也是林凡同意把丹西 给慕灵溪的原因所在 这时 倾慕丹宗主一脸恭敬走来 前辈 之前我称呼有误 还请您不要怪贼 他一脸忐忑之色 在修仙界 称呼是很重要的 往往修为低的称呼 修为高的为前辈 这和年龄无关 修为才是关键 强者为尊 强者为长 这是修仙界千百万年来 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知者无罪 林凡笑了笑 指着被丹膜破坏的宗门 宗门有些破败 你去忙吧 倾慕丹宗宗主 叉眼一下 前辈 您的意思是 嗯 我也该走了 晚辈招待不周 还请您不要在意啊 你这家伙也太小心了 我走了 不在意 说吧 林凡喝道 兰龙 走 好 兰龙一声大吼 朝着宗门外飞去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倾慕丹宗众人沉默了 这一刻 他们的内心是震撼的 这种震撼 让他们仿佛生活在 其他世界一般 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之所以震撼 是因为他们 竟然见到了大成静 大成静出现了 是不是意味着 这方天地复苏了 他们是否也能修炼到大成静了 一想到这里 众高层又激动了起来 宗主吩咐一批指示处理后事 他背负双手 平静道 天地或许大变了 本座要去闭关突破境界 本座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你们要守护好宗门 听到了没有 众弟子得令 连忙败道 谨遵宗主之令 其他长老也有样学样 让弟子守护好他们的山峰 之后也去闭关了 一日之后 整个宗门都陷入了宁静之中 这样的情况 不仅发生在青木丹宗 就连其他宗门也接到了消息 于是 高层纷纷闭关修炼 想要突破到传说中的大成静 对于各大宗门的变化 林凡并不知道 他现在正沉迷于收徒之中 不可自拔 接二徒弟慕灵溪之后 他又逛了数万里区域 可惜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弟子 最后 他叹息道 罢了 看来这个世界 只有你们两个 和维师有缘了 以后去别的世界 再碰碰运气吧 他话音刚刚落下 两个徒弟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师父 您说其他事件 难道您是仙人 来自于其他事件 慕灵溪惊讶道 对于林凡的身份 他有许多猜测 比如来自于神秘的境地 来自于上个时代的冰封之人等等 但这些猜测 都没有林凡亲自说出口的这句话 来得震撼 李勤也一点惊讶道 师父 原来您来自其他事件 难怪这么强大 林凡呵呵笑道 对 维师来自其他事件 不过维师不是仙人 和你们的修炼体系也不一样 不过我大哥的实力堪比仙人 您还有大哥 当然 然后 林凡便将灵域的消息说了出来 不仅如此 他还说了三地夺舍分身 四地灵物的消息 告诉他们大家是多胞胎 两人一脸惊奇之色 之后就简单多了 两人越来越有修炼的动力 实力也在飞速提升中 林凡收不到新的徒弟了 也就放弃了 于是他占了一个灵气浓郁的山头 再说另一遍 林凡带着一百多个研究员 正在攻打一个境地 林凡大人 我是眼睛天赋觉醒者 我能隐隐看到大门后面 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他一双眼睛瞪得老大 以他九阶的实力 只能勉强看到 门后强大的能量反应 至于其中的细节 他就看不到了 但就是这强大的能量反应 让他心中打惊 因为这力量太强了 比半神还强 林凡文言 不禁反省 终于找到了 林凡叹息道 找到什么了 众人一脸疑惑 下一刻 他们就明白了 当然是找到了 这方天地变化的原因了 林凡笑道 只见林凡举举起大手 白光浮现 九千个分身出现在周围 合体 哄 分身合体 巨人出现 巨人足有千米高 手持一把巨斧 一脸平静地俯盖着下方的世界 林凡趁机后退了百里 其他人见状也连忙跟着后退 但当他们跟着 退出去了之后 却怎么也找不到林凡本人了 林凡大人呢 刚刚我们明明跟着的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不好 一场大战要发生了 大家再退远一点 这个世界的空间太弱了 不一定能承受住巨人的攻击 我们退到五百里之外 退退退 众人退得远远的 唯恐被战斗余波波击到 他们在五百里外一座高山上 停了下来 远远眺望着 而在一处空间猎戏之中 林凡隐藏了身形和气息 偷偷看着那道大门 此时 巨人已经来到门前 他抬起巨斧 大喝一声 猛地劈了下去 开 哄 猛然破碎 露出一个幽深的洞口 巨人面无表情 看着下方的洞口 似在等待什么 远处 研究员们一脸期待 看着这一幕 但是 等了许久 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让他们都心中奇怪了起来 我明明看到了门后 有强大的能量反应的 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了 那神秘能量在沉睡 对 一定是在沉睡中 等那神秘能量醒来 必然是一场大战啊 你们看 那边来了很多修饰 闻言 众人扭头看去 果然见到远处 飞来一个个强者 研究员们见来人太多 细细一数 足有上百人 他们连忙躲了起来 不打算和对方见面 若是淋浴在旁边 他们肯定不带怂的 但现在还是算了吧 不值得 此时 在众人最前方 一个手拿折扇的公子哥 打扮的红衣年轻男子 一脸惊气道 咦 这巨人哪来的 心破开了封印 魔主 封印已打开 磨胎也到了醒来的时候了 有人提醒道 魔主瞥了他一眼 冷哼一声道 本魔主做事 何须你来提醒 啪 这人给了自己一巴掌 连连道歉 属下之罪 请魔主惩罚 哼 念你是初犯 就饶了你这一回 下一回再犯 就拔了你的舌头 魔主啪一声和尚指扇 冷哼了一声 众人静若寒蝉 不敢说话 魔主笑了笑道 这巨人挡在门前太碍事了 谁去除掉巨人 魔主 属下去 嗯 去吧 魔主不担心手下的安危 因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每一个都有大成镜的修为 而他更是达到了虚仙境 一身修为 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上限了 至于为何这个世界 不存在大成镜 这里边的秘密可就多了 魔主舔了舔嘴唇 笑道 那些突破到大成镜的修饰啊 都被为了他 他指着那幽深的洞口 因侧侧笑了起来 暗中 灵欲见到这一幕 颇为惊讶 他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这个世界 还隐藏着幕后黑手 那门中封印的又是何物 他突然笑了 区区上百个半神 一个尾神 还不够巨人一斧头批的 正好我对这里的秘密感兴趣 把那红衣男子留下 他笑了 魔主也笑了 两人都一脸自信地笑着 都胸有成竹地笑着 但结果注定是相反的 突然 巨人转身 举起斧头 开天 一声大喝响起 天地都跟着阵战了起来 咔嚓 空间裂开 露出一道道空间裂缝 天空仿佛变成了碎裂的镜子一般 蜘蛛网一样密布四周 突然 巨人的斧头从天而降 这一斧头 笼罩了方圆百里 那上百的大城镜修士 都被笼罩其中 强大的力量 压制了四周的规则 天地都不堪重负身影起来 咔嚓 空间裂开 魔主大惊失色 不可能 这是仙人的力量 仙人怎么可能降临到这个世界啊 魔主牙子欲裂 心中恐惧和愤怒交缠着 他无法相信 这样的世界中 竟然会降临一尊仙人 按照世界的规则 仙人是无法降临到这样的世界的 这是规则 便是仙人也无法违反 但是眼前的一切 颠覆了想象 也打破了他心中的常识 地活水风 巨 一声令下 四道元素聚起 各种能量汇聚一起 形成了一个世界雏形 见到这一幕 魔主一脸惊恐之色 你你到底是何方神尚 竟能迈入创造世界的禁忌领域 可惜 他的疑问没有得到回答 斧头披落 天地震动 他身后的上百大城镜属下 还没来得及叫出声 就被一斧头带走了生命 太快了 只是被斧头的光芒轻轻一照 他们就陨落了 魔主一脸惊骇之色 看着那些落在地上的属下尸体 你 你想干什么 巨人将斧头放在虚空中 腾出了手 一把抓住魔主 力量的差距 让魔主毫无反抗之力 你 下一刻 巨人开口 你的秘密 我很感兴趣 搜魂术 嗡 魂术发动 一道奇异的波动 瞬间弥漫开来 魔主被这光芒一扫 便双眼变得无神 搜魂 哄 魔主的记忆 呈现在他眼前 然后被灵域接收 原来如此 许久之后 灵域叹息了一声 五万年前 魔主的世界毁灭了 他们集合整个世界的力量 打通了世界通道 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们刺杀了这个世界的顶级强者 并暗中控制了一部分宗门 散播了此界 不能出现大成镜的谣言 而那些出现的大成镜 都被他们捕捉了 然后喂养给魔胎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 这魔胎出事 能带他们进入仙人之境 可惜 计划眼见就要完成 却被巨人破坏了 获得了消息 巨人手掌用力 捏碎了他的头颅 又消灭了他的灵魂 魔主死了 下方的魔胎四感应到了什么 从洞窟中爬了出来 好 这是一头长着六颗头颅的怪物 个头不高 但气势很强 刚刚出现 便朝着巨人咆哮 魔物四周环绕着各种魔艳 仿佛黑火中的魔王 给人一种邪恶强大的感觉 巨人低头俯瞰下方 发现这魔胎只有三米多高 和他这千米身高相比 只是一个小不点 实在不值一提 33小说网 巨人 你杀了我的缔造者 今日我便杀了你 替他报仇 魔胎的声音如同野猫啼哭 令人浑身不舒服 灵欲听到这声音 也感到一阵恶心 他默念道 杀了他 速战速决 巨人接到了命令 不敢迟疑 提起斧头便灰砍了下去 魔胎大惊 按道这巨人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也不先说几句狠话就动手 便迎向巨人 哄 两者相撞在一起 激起满天尘埃 脚下的山峰轰一声塌险 开天 巨人浮在空中 又一斧头披落下去 巨魔斩 哄 又一次相撞 这一次 魔胎直接倒飞了出去 落在了树里之外 他踉腔着爬了起来 大惊道 你的力量不对劲 这个世界不该有 比我更强的力量才对 他大惊失色 感觉眼前巨人的力量 超乎了他的预料 还没等他站稳 巨人的攻击再次降临 该死的 你竟击碎了空间 他更惊讶了 但是接下来 更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他发现 这空间乱流 开始有规律地流转了起来 开天 世界上 巨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一次 斧头没有劈来 但他四周的空间乱流 却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圆球 困 圆球突然张开大口 在魔胎没有反应过来之时 就一口吞了进去 啊 魔胎惨叫一声 你你的力量不对劲 为何会这么强 他心中亥然 这巨人的力量 比他还强 他可是无限接近于 仙人的境界啊 若不是这个世界 不允许成为仙人 他早已经突破了 但现在 眼前这个巨人 竟然比他还强 能轻松击败他 除非他是仙人 可是既然是仙人 又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 各种情绪复杂无比 在心间缠绕着 下一刻 他眼前一黑又一亮 他发现自己出现在了 一个小世界之中 这是哪里 巨人的声音 从天穷传来 死为无心造之界 魔胎大惊 首先就是不幸 便是仙人 也不一定能创造世界啊 此界不可长存 你可愿投降 巨人平静道 魔胎恶狠狠道 无为魔胎 魔中之魔 岂能投降 来啊 杀了我吧 魔胎举起手中巨剑 一副引颈受禄的模样 巨人摇头 双目射出一道道雷霆 雷霆降临 照亮了整个世界 死 神雷天将 魔胎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批中 顷刻间 他的血肉传来一阵阵 不堪重负的身影声 我头话未说完 神雷突然爆发 将他的生机彻底湮灭 灵狱在暗中看着这一幕 叹息道 早让你投降了 还死鸭子嘴硬 在老子这里 机会只有一次 把握不住 就不要怪我了 灵狱其实可以不杀他的 但仔细想了想 好像这魔胎也没啥用啊 还不如杀了得了 毕竟 神与世界的残损神灵 他都照杀不误 还会灌着你一个 伪神级别的魔胎 魔胎刚刚死亡 灵狱也从空间猎戏中走出 他大手一招 那魔胎就从小世界内 飞了出来 落入他的掌心 生命极鹊 暴食的念头出现 他眉头一皱 紧接着就是大量的力量 涌入体内 感受着体内增长的力量 灵狱畅快地吐出口啄气 不一会儿 魔胎就化作了一滩灰烬 被他迎风洒落 消散于天地之间 去魔胎老巢看看 发现什么宝物都带回来 灵狱吩咐道 居然点点头 体型缩小到三米多高 进入洞窟之中寻宝去了 刚刚那魔胎 让他的实力增长了百分之一 虽然少 但疗胜于我呀 他看了眼那些死去的魔修 大手一招 将他们都收入小世界内 这些家伙的实力太差 他都懒得直接吞噬了 以后交给分身 用来炼制血肉丹便是 这时 那些研究员也跑了过来 刚刚那一场大战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心中对灵狱是更加敬畏了 一个个站在灵狱面前 都有点局促了起来 灵狱笑道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小心翼翼问道 灵狱笑了笑 点了点头 可以 那女性研究员一脸惊喜 连忙取出纸和笔 双手托举到身前 太感谢您了 灵狱接过纸笔 龙飞凤舞般写下自己的名字 给你 谢谢灵狱大人 女人欢天喜地地收好签名 惹得其他研究员眼热 也纷纷来要签名 灵狱来者不拒 都给他们签下了名字 殊不知 几百年后 灵狱的这些签名都成了质宝 能卖出天价 无数人屈之若物 想要获得灵狱的末宝 以求从中参悟天地的规则 世界的道理 当然这都是后话 现在这些人 也都是出于喜欢才来要签名的 他们不会知道 以后这些签名都会变成无价之宝 如果他们知道这些 一定会多要几张的 灵狱笑着摇了摇头 看着这些小迷地小迷妹的模样 颇为欣慰 他感觉 如果自己走信仰封神的道路 以他如今在人族的声望 或许很快就能成为神灵 但来了这个世界之后 他突然觉得成神不是唯一的道路 可以成神 也可以成仙 或许还有其他道路 我再看看吧 还不着急 踏踏踏踏踏 远处传来脚步声 巨人拿着一块玉碱走了过来 灵狱飞了过去 巨人将玉碱递给他 灵狱接到手里 放在眉心上 哄 大量的信息没入脑海 让他有一瞬间的失神 许久之后 他回过神来 放下玉碱 叹息道 玉碱虽小 却蕴含了两个世界的修炼知识和功法 没错 这玉碱中包含了魔主 所在世界的修炼知识 以及在这个世界搜集到的修炼知识 这两个世界的修炼体系大差不差 甚至就连修炼境界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灵狱严重怀疑 这两个世界在遥远的时代 就曾经联系过 看完这些信息 灵狱笑了 因为这里边不仅有大量的修炼知识 还有大量的功法 他还发现了一部 能修炼到仙人境界的功法 虚无长生功 此功法修炼虚无之力 以柔和稳定见长 一路上稳扎稳打 十分平和 打斗的能力一般 但是寿源极其绵长 会比普通的仙人多出一倍的寿源 对我而言 这功法有点多余 不过修炼到顶级 却能按部就班的领悟虚无之力 按照神道的说法 就是领悟了虚无法则 成就了神灵 两个体系 虽然看似不一样 但本质上却有相通之处 不过 神道体系却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突破神灵境界的过程 太靠运气了 不像仙道体系 天赋只要不差 按部就班 就能修炼到仙人境界 当然前提是 世界能容纳仙人 而眼前的世界 是无法容纳仙人的 至死也无法成仙 他了解的神道体系 有好几种突破之法 但却没有一本 功法能让其成为神灵的 往往突破之法 颇为粗糙 有种靠着天赋和运气的感觉 神道体系的法子十分简陋 一般是一个冥想法 使用一辈子 他们似乎从没有想过 创造功法的想法 这本功法 就拿给灵物参悟吧 希望他能有所得 让我获得更多修炼上的感悟 灵狱暗道 这是一本长寿功法 攻击力不强 他不喜欢 而且他也在寻找 一条合适的道路 用来突破成为神灵 仙道虽好 但他还想再看看 此件事了 也该离开了 收起遇见 巨人变成万米之高 灵狱踏上巨人的肩膀 你们也上来 多谢灵狱大人 众研究员激动道 这可是堪比神灵的巨人 他们竟然可以站在神灵肩上 这是多大的荣耀 等他们上来了 灵狱默念道 走 哼 巨人踏在大地上 大地震动 仿佛十级地震一般 灵狱又默念道 如意如意 如我心意 搜 哼 如意规则化作一道白光 没入巨人体内 不一会儿 巨人背后就长出一双白色的羽翼 哼 巨人震翅 飞入高空之中 朝着空间通道而去 一路上 风驰电撤 速度极快 途经一座小山头 和喊停 他笑道 降落下去 巨人点点头 朝着下方降落 此时 在这座小山头上 有着一座颇为精致的道观 道观内 院子里 一个年轻人 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在院子的东边 一个少年正在打坐修炼 而在院子的西边 则有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女 在执着地练丹 少年沉默 几乎不怎么说话 每天都在修炼中度过 就连睡觉也不例外 但是少女话很多 唧唧喳喳说个没完 碰 丹炉再次打开 他看了一眼丹炉内的丹药 沮丧着一张脸 又失败了 师父啊 你是不是骗我 我根本就练不出丹来 他旁边一个只有巴掌大小的小人 无嘴轻笑道 不要着急嘛 努力总会有回报的 先别关丹炉 让我吸一口 哼 气死我了 少女两手插腰 越想越气 眼间大师兄又破了一镜 都原因静了 他在练丹上 还是毫无建树 心里就一阵气馁 师父 您就别睡了 快教教我 怎么练丹 少女小跑着来到年轻人跟前 摇晃着他的胳膊 撒娇道 年轻人醒来 无奈道 别摇了 我跟你说了 实际味道吗 你再等等 他也十分无语 本来以为这二徒弟 只是练丹天赋古怪了点 但谁能想到这么古怪 便是他也看不明白 为什么这二徒弟练丹总失败 而且练得废丹还威力巨大 袖上一口都能让人难受不已 他是琢磨不透这小妮子的天赋 打算带他离开这里 回蓝星让灵雾研究一番 以灵雾那逆天的悟性 应该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吧 他暗自叹息道 可惜我继承的是本体的悟性 如果换成灵雾的悟性 嘿嘿 我现在还不得悟性逆天啊 他在心里暗自吐槽 却不知此时在高天之上 一个人嘴角抽出了一下 给我弄大点动静 记住隐藏气息 别让那小子看出来了 吓一下他 巨人点头 收起斧头 幻化出魔胎的模样 六颗头颅弥漫滔天魔艳 但这魔胎足有万米之高 远不是那三米魔胎可比的 很不错 降临吧 林玉笑道 巨人降临 顿时 云层消散 被魔云代替 整片天空都笼罩在一片黑云之中 太阳被遮挡 强大的魔性气息弥漫天地 让下方的年轻人打惊 少女一脸凝重道 师父 这是怎么了 年轻人大害 这气息太强了 堪比神灵 可是这个世界 怎么会有这种存在 他咽了口吐沫 想到自己不会死 喝道 李清 快醒来 师父您 快走 两人一脸不舍 但被林凡一挥袖就赶走了 然而 下一刻 林凡就脸黑了 因为他发现 四周的空间被封锁住了 根本出不去 给我开 他使出全部力量 但毫无作用 卧槽 不是吧 这片天地搞我不成 林凡无语了 一脸呆滞 他死了还能复活 但两个徒弟死了 可就真没了 给老子破呀 林凡凝聚的力量 已是尾神极限 但仍然撼动不了四周的封锁 他绝望了 一脸愤怒 我真是倒霉 这种低概率事件都会遇到 大哥呀 我死了 你要给我报仇啊 我可怜的徒儿啊 两个徒儿听到他的话 都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师父真好 可是我们要死了 来世一定还做您的徒弟 突然 天上的黑云消散 模胎消失 巨人出现 巨人肩膀上 站着一个和林凡一模一样的人 他笑道 还说我坏话吗 听到熟悉的声音 林凡顿时喜极而起 他转念一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摸了摸脑袋 嘿嘿一笑道 不说了 不说了 绝对不说了 以后别再吓我了 哼 再让我听到 就关你一百年 林凡故意吓唬道 不敢不敢 林凡连连道歉 林凡气消了 便说道 走吧 回蓝星 林凡也不问为什么 大手一挥 把两个徒弟带着 朝着巨人飞去 一路上 不管是单膝也好 还是两个徒弟也罢 都是一脸惊恶 他们看着那万米高的巨人 又看了看巨人肩膀上 和林凡一模一样的人 瞬间明白了 这就是林凡口中的大哥 可是 这位大哥是不是太强了 越是靠近 越能感受到巨人的力量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不过 等他们来到巨人的肩膀上 那种压力就瞬间消失了 几位小家伙 天赋不错 林凡连忙说道 还不快叫师伯 师伯好 嗯 这是给你们的见面脸 林玉大手一挥 两剑残破仙气 便出现在两人面前 两人一脸呆滞的 拿起残破仙气 狠狠掐了一下自己 发现不是做梦 顿时陷入了狂喜之中 谢师伯 途中 林凡的两个徒弟和丹西 一脸好奇地偷偷观察着林玉 他们对这个师伯 十分好奇 自家师傅 已经是虚仙级的人物了 那么眼前 这位会有多强吗 他们有许多疑问 但都藏在心里 打算有时间 一定要打听一下 时间缓慢流逝 这个世界并不是太大 以他们的速度 很快就回到了空间之门前 林玉大手一挥 说道 回去吧 众研究员欢呼一声 率先走了进去 林凡见两个弟子和丹西 一脸疑惑之色 便故作深沉解释道 这是空间通道 连通者为师所在的世界 你们不要紧张 林玉也笑了笑道 你们师父说得不错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 放开点 谢谢师伯关心 也谢谢师父关心 林凡脸一黑 撇嘴道 你们把师父放在话后面 哼 林凡不开心了 林玉笑了 两个徒弟连忙跟上去安慰 这一幕颇为有趣 穿过空间通道 众人终于再次回到蓝星了 其实 他们进入空间通道的时间也不长 满打满算 也才三天时间而已 但是 刚刚回来 林玉就眉头一皱 滴滴滴滴 回到了蓝星 信号也回来了 他的腕表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林凡和众研究员也一样 腕表不停地响着 林玉暗道发生大事了 连忙打开腕表 那个群 他发现有许多聊天记录 连忙上前翻看着 三天前 严君 at 林玉 在吗 虚空科技老总 at 林玉 速速回话 出大事了 剑神 别叫了 林玉虚一世界了 我们等一等就是 严君 我说剑神啊 你倒是过来 帮我处理文件啊 累死我了 剑神 我也有重要事要做 你先辛苦一下 我刚刚从神韵世界回来 阁老已经突破半神境了 等巩固了修为 就可以过来帮你 严君 我的天啊 他终于要出关了 这一段时间 我太不容易了 一天后 阁老 可还还我回来了 严君 欢迎欢迎 剑神 恭喜突破半神境 受缘再增三千年 阁老 这还是多亏了你 若不是你 带我进入神语世界 我这辈子到死都和半神无缘 剑神 太客气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处理现在的突发事件 阁老 对啊 我刚刚上网了解了一下情况 我们面临的情况十分严峻 现在还是找到林玉 才是当务之急 阁君 林玉 到底去了哪 剑神 我不是说过了吗 去了一事件 阁老 阁君啊 你这小子是干活不认真啊 我刚刚翻了番文件 有一个文件是说 一群研究员和林玉 一起去了青云修仙界 阁君 有吗 我怎么不知道 阁老 你自己处理速度太慢 完全不会分类 现在都没看到这个文件 他也是颇为无语 手下都把文件整理过了 分门别类摆好的 只要先把重要文件处理了 那些不重要的文件 可以先放一放的 没想到阁君处理文件 全看心情导致效率极低 阁君 嘿嘿嘿 现在你回来了 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这些事还是交给你吧 阁老 也不知道你这家伙 怎么当的混沌元素学院的院长 阁君 学院的事情 哪有这么多 阁君 好了 先别闲聊了 现在形势严峻 大家都忙起来吧 阁老 说得对 林玉看完了聊天记录 一脸疑惑之色 他们口中的大便是什么 林玉 我回来了 阁老 林玉 是林玉回来了 阁君 呜 林玉你回来了 咱们终于有底气了 阁神 林玉 在你离开的这几天 蓝星发生了大便 你速速去内阁一趟 林玉 行 林玉没有细问 便下线了 刚刚下线 发现其他人 也都一脸凝重之色 林玉大人 研究院给我们发消息 说是蓝星发生大便 让我们回去开会 我们先告辞了 去吧 告辞 众人急匆匆离开了 林玉摸了摸腰间的剑 凝重道 蓝星大便 但具体什么变化 我还不清楚 随我去趟那个吧 林玉点点头 好 林玉看向他的两个徒弟 以及那个小人单膝 你们仨也跟来吧 到了中央城再安排你们 是 三人一口同声道 心里颇为期待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他们也有种紧迫感 这个世界的气息 明显不同于青云修仙界 如果说青云修仙界 给人的感觉 是平和死寂的 那么这个世界 就是沸腾的水 仿佛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 走吧 穿过一大片森林 又穿过大片的一族领地 他们终于回到了 人族领地区域 如果说一族的领地 是原始社会 那么人族领地 则是未来科技世界 两者文明上的差异极大 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突 穆灵溪三人一脸惊奇 这就是师父的世界吗 风格差异好大 穆灵溪喃喃自语道 林玉看了他们一眼 便继续前进 巨人的速度极快 半个小时后 他们就来到了中央城上空 刚刚出现 便有人得到了消息 前来迎接 他散去分身 顺利进入了中央城 来到内阁 又被人迎进去 林玉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 不得不说 格老想得还挺周到 来人 林玉喊道 一个知性女性走来 是 林玉说完便走入内阁 林玉叮嘱一番 才紧紧跟随 等林玉离开了 那位知性女子礼貌道 三位 请跟我来 穆灵溪问道 这座城市好神奇 我可以逛逛吗 女子笑道 当然可以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合法身份 你们和林玉大人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们师伯 李清说道 师伯 女子惊讶道 那谁是你们师父 我们师父叫林玉 女子恍然 原来是那位的徒弟 不过 既然是林玉的失职 那他就不能怠慢了 我帮你们办理身份吧 有了身份 你们想去哪里 都会很方便的 那太感谢了 办了身份 女子又给他们申请了补助金 有了钱 他们就在这座城市里 到处玩了 对于他们三人来说 这座城市的衣 都是新奇的 他们仿佛是从乡下来的一般 对什么都不懂 女子就在一旁解释 让三人阵阵惊叹 另一边 内阁 林玉刚刚出现 众人连忙起身迎接 林玉笑道 诸位太客气了 都坐下吧 葛老盲说道 林玉 来 坐这边 林玉黑黑一笑 葛老 你可不能厚此薄比哦 葛老文言 看了一眼林玉 笑了笑 在他眼中 林玉一直是个小透明 不过他也知道 林玉的天赋十分强大 但他并不知道 林玉已经是半神镜了 如果他知道 林玉的真实实力 堪比伟神 也不知葛老会是何种表情 葛老愣了一下 林玉有些不满 故意散发出一丝气势 哄 顿时 整个会场 都陷入了一片安静之中 葛老等人心中惊骇 刚刚林玉散发的气势 比他们 还要强大十几倍 这太可怕了 他们都是聪明人 很快就明白了 林玉的实力不是九阶 很可能不弱于林玉 想到这里 他们不禁反喜 连忙邀请林玉上座 林玉也不客气 坐在了林玉的左手边 葛老则坐在林玉右手边 林玉环视一周 没有发现剑神 我老师呢 林玉问道 葛老解释道 他去前线了 哦 林玉没有细问 他知道 葛回自己就会知道 是什么原因了 不一会儿 时间到了 会议开始 葛老说道 召集诸位前来 原因也很简单 昨日 我们蓝星发生了巨变 这一次变化 和三百年前的变化 极为相似 众人大惊 三百年前的大变 让整个蓝星的生物 纷纷进化 出现了无数异族和凶兽 人族差点沦为血食 上一次巨变 蓝星扩大了千倍 踏入了超凡世界行列 这一次会怎么样 我们无法预测出 他们人族好不容易发展起来 眼看就要登临蓝星之巅了 却突然发生这种变化 想一想就来起 如今蓝星发生了 第一阶段的变化 空间之门 整个蓝星在缓慢扩张之中 空间变得十分脆弱 大量的空间之门 出现在各地 而每一个空间之门 都连接着一个异世界 此时此刻 大量的异界势力 正在侵入蓝星 势必与我们的世界产生冲突 所以 之后还要拜托各位守护边疆了 葛老心中沉重 他们人族除了灵域之外 只有三尊半神 看似很多 其实面临无数异界生灵 他们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现在不同于以往 他们的人族领地扩大了上百倍 面对入侵的异界 他们的摊子也就扑得更大 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有人问道 葛老 我们是守护本土领地 还是连扩张之地也一起守护 一起守护 葛老坚定道 这些地方已经被人族打下来了 作为一个执政者 不到万不得已 他绝不会放弃占领的领土 众人松了口气 他们不怕打仗 就怕葛老太软弱 众人拱手道 葛老放心 我们一定拼尽全力守护边疆 那就有劳主委了 大战即将开启 功勋商店也会打开 到时候将会上架各种新的珍惜商品 只要有功之人 老朽不会亏待的 众人文言 心中兴奋 有了好处 他们干劲更足了 之后 葛老又讲了一些事情 林玉也发表了意见 好了 会议结束 按照我们的商业 大家都去复任吧 会议结束 众人离开 等他们都离开了 葛老叫住林玉 何事 林玉 你可不能走啊 你现在是我们手里的核武器 你可不可以坐镇中央城 让林凡坐镇中央城吧 葛老诧异了一下 林凡昂起头 傲娇道 别小看我哦 我现在实力屁没尾身 你们加在一起 也不是我的对手 葛老看向林玉 林玉点点头 他这才松了口气 好吧 林玉笑道 我去各地看看 了解一下各大世界的情况 请随时保持联系 葛老说道 林玉点点头 把人族获取的情报 全部复制了一份 之后 他才离开中央城 穿过大片区域 他回到了闺须 又通过空间之门 进入了神陨世界 林玉感应到林玉的气息 醒了过来 本体 你随我来 是 带着林玉离开神陨世界 回到蓝星 林玉一脸疑惑道 本体 可是发生什么事了 林玉把一个腕表扔给他 他心领神会 戴上手腕打开查看 我也将信息发给你了 你自己看看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林玉看完了信息 你会有机会啊 是啊 大战开启 对别人或许是坏事 但对我们而言却是好事 只是可怜了那些战士和平民了 本体 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只能努力去结束战争 而不是去哀叹生命的时局 你说得对 走吧 随我去各地逛逛 好 路上 林玉取出一本功法 这是我从青云修仙界 获得的一本先级功法 虚无长生功 你研究一下 是 林玉接过功法 看了起来 很快 他就陷入了半仓物的状态 一边飞行 一边参无功法的奥秘 林玉则观看着下方的情况 突然他的腕表响了起来 打开腕表 格老 出大事了 林玉 你现在有时间吗 林玉 有时间 格老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型空间之门 空间之门内出现了大量的凶兽 其中光是半神级别的 就不下于上百只 幕后可能还有神灵的影子 你看看 能处理吗 如果不能 咱就收缩防线 不管了 第一 格老给您发送了一个位置信息 请查看 点开位置信息 他发现距离自己不是太远 林玉 在神灵降临之前 没人是我的对手 我去去就回 格老 我替大家谢谢你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发现是不可为 即使撤退 千万不能丢了性命 林玉 放心吧 就是世界毁灭 我都不会死 格老 关掉腕表 林玉对灵雾说道 别参悟了 全力赶路 此时的林玉 已不是无下阿蒙 自当刮目相看 他接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立刻放开灵魂感知 一边赶路 一边感应着周围的情况 同时也拿出 从情报部顺来的情报 一一对照 很快 他眉头皱起 他发现这情报 多有错漏之处 顿时十分失望 干脆收起了情报 自行观察起来 他从规序出发 到了现在 已飞行了三千多里 但他发现 这地上新出现的空间之门 竟有二十多个 大多数空间之门 都十分平静 甚至连异界生灵 都没有出现 这可能是因为 这些空间之门 出现在偏僻之地 还没被人发现的缘故 但个别的空间之门前 已经爆发了冲突 大量的异界生灵涌来 与蓝星本土文明 发生了激烈冲突 战争的火焰一触即发 不过 很快他就发现 这些空间之门前 也赶来了大量军队 他们在空间之门四周 不止防御攻势 与异界文明对峙着 空间之门太多了 以我们如今的兵力 很难挡住 林玉感慨道 林物点了点头 是啊 本体想要出手 林玉摇头道 我有我该做的事 抽不出时间去管这些 不过 我会给他们一些帮助的 林物察言观色 恍然道 血肉丹 林玉夸奖道 不愧是你 如今我已能炼制 半神级的血肉丹 将各个等级的血肉丹 发下去 相信他们的实力 会迎来一个小阶层的增长 虽然帮助不大 但也可以让他们 在战争中从容一些 其实 最开始他坚持炼制血肉丹 以至于如今小世界内 已经堆积了一座 小山般的血肉丹了 数量之多 几乎以数十亿计 足够全部人族 一人数科还有余了 就是因为他想要提高 蓝星人族的力量的缘故 路上 他在一座城池亭下 委托了一个快递公司 让他们帮忙 把大量的血肉丹 运到中央城去 快递公司还是很专业的 再加上他给的运费很足 所以当天就出发了 而且还承诺当天送达 处理好这些之后 林玉就加快了速度 半个小时后 本帖 到了 耳边传来林物的声音 林玉点点头 看向了前方 只见一座峡谷之中 一座高百丈的巨大门户 正处立在两山之间 远远看去 仿佛一座天门 给人强烈的震撼感 很震撼的空间之门 我相信 这个世界是存在神灵的 准备作战吧 分身 一声令吓 分身出现 然后 林玉也不迟疑 直接命令他们合体 巨人手持巨斧 出现在云端 他微微低头 俯瞰人间 林玉手指前方 杀了他们 巨人点头 冲了过去 林玉则说道 林物 咱们退远一点 看戏就行 林物点点头 对于林玉的骚操作 他已经十分熟悉了 两人退出了战场范围 躲在了空间猎戏之中 偷偷观看战场的变化 此时 巨人突然出现 风云突变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袭上入侵者的全身 好 什么人 你们看 那里有一个手持巨斧的巨人 正朝我们杀来 众兽见到这一幕 纷纷低声吼叫 想要吓退巨人 然而 巨人无视了这一切 二话不说 一斧头便劈了下来 不好 快挡住 一只白龙一脸惊恶喊了一声 众兽也都不是弱者 在白龙声音落下之前 就已经使出了力量 挡在了身前 哄 巨斧落在一层层 颜色各异的屏障前 哄哄哄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咔嚓一声 空间紧跟着破碎开来 白龙见状大惊失色 不好 这巨人不是半神 而是尾神 全力出手 便是尾神 也不是我们上百半神的对手 尾神乃是半神 突破神灵的失败者 他们有了一部分神灵的权柄 触摸到了一丝神灵的境界 力量比之半神要强大十倍 但是 尾神终归还处于半神的范畴内 再强也有限度 因此 上百半神的全力出击 尾神也挡不住 不过 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巨人并非尾神 而是堪比神灵 只见巨人一斧头披下去 空间碎裂成渣 空间乱流混乱一片 仿佛混沌气流一般 在四周不停流转 造成了方圆百里区域内 都一片混乱 但是 很快这些空间乱流又聚在一起 消失在众兽的视野中 此时 这里天地消散 日月不存 举目望去 只有灰蒙蒙一片 这是哪里 白龙惊疑不定 一只八尾狐突然抬高声音道 白龙统领 这好像是空间乱流中 不可能 白龙立即反驳 空间乱流里危机重重 怎么可能这么平静 他们四周寂静无比 一点危险都没有 甚至连一缕风也没有 也没有一点物质都 这里的一切 都是静悄悄的 和他们认知中的空间乱流 差距太大了 八尾狐解释道 统领大人 这的确是空间乱流之中 只是这附近的空间乱流消失了 我们可以寻找一下 这白龙陷入了迟疑之中 突然 一变突生 只见在他们远处 一个巨型的圆球飞了过来 众人见到圆球 都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圆球 竟然是空间乱流聚合形成 众所周知 空间乱流极不稳定 乃是一种暴躁的空间能量 几乎无法聚合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不好 圆球朝我们滚来了 快跑 众人没有想过抵挡 因为他们清楚 只是单纯的空间乱流 就让他们难以抵挡了 更何况是聚合形成的 空间乱流球 他们逃了 空间乱流球 就在后面追 白龙使用盾束 闪过一次次圆球的攻击 突然他再次躲开 却不料身后的一只树腰 被直接打中 请客间就被圆球吞了进去 不知死活 他顿时下的魂不附体 连忙使出十二分力气逃跑 该死的 这一定是那巨人弄出来的 白龙大骂道 但他想不明白 这巨人 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一斧头劈碎空间 这一点他们努努力也能做到 但是你聚合空间乱流形成圆球 还能吞噬生灵 就太不讲理了吧 这是尾神能做到的 死 突然 不知何处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白龙心中一紧 跑得更快了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前方看似虚无的空间 实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他跑了进去 四周环境巨变 紧接着意识到什么的他 脸色巨变 不好 上当了 巨人扶手 大手一招 圆球落入掌心 只见此时的圆球 变得平静无比 再没了刚刚的暴躁之感 他透过圆球 看到内部的情景 只见这圆球之中 一个个庞大威风的凶兽 或是仰天咆哮 或是对着大地猛袍 但心中都焦急不安 此乃无创造之世界 虽无法永存 但沙拉等却易如反掌 他的声音传入球体内部 落入众兽耳中 33小说 白龙大害 不可能 你不过区区伟神 何得何能拥有创世神的权柄 那可是创世神啊 那是比神灵更高的境界 虽说一些特殊神职的神灵 也能创造世界 但那类神灵太少了 可能几千万年 也出不了一个 但是 眼前的巨人 竟然能创造世界 又是在一个 不允许神灵存在的世界中完成的 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不存在神灵 因为法则没有蛻变完成 不允许成神 更不允许神灵进入其中 现在却出现了一个超纲的巨人 这极不合理 他们一脸惊骇之色 巨人没有回答他们 但世界上空 却开始汇聚风云 凝聚雷霆 他们明白了 这是要用神灵杀了他们 白龙急了 他找到八尾狐 急忙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神灵 现在 他不得不承认 巨人是神灵的事实了 八尾狐也一脸疑惑之色 大人 这件事超出了我的常识 他一脸苦涩 除非 白龙逼问道 除非什么 八尾狐叹息道 除非巨人以凡人之力 比肩神明 这真的可能吗 那可是神灵啊 比尾神都要强大 至少百倍的存在啊 他一脸呆滞 但这个说法 显然更让人信服 八尾狐苦笑道 为今之计 只能等兽神大人 知道我们的处境 亲自与对方谈判了 他说的是谈判 而不是击杀 可见他心里也清楚 即使是兽神大人 也杀不了对方 白龙绝望了 作为兽神大人的 左膀右臂 他一直自视甚高 没想到这次的行动 却失败了 他一脸懊恼之色 而等 入侵无间 死于死亡 天上传来冰冷的声音 紧接着神雷降临 挡住啊 八尾狐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等兽神大人 感应到此界情况 我们就能得救了 大家坚持住 此时 兽神界 这是一方以兽为主的世界 兽类众多 且都拥有智慧 和人类一样 都属于高等智慧生灵 在万米高空之上 有一座浮岛 浮岛之上 有一座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里 居住着一个 人身龙手的庞大生物 它就是兽神 此时 他正在假眉 突然他轻移了一声 醒了过来 咦 他睁开眼睛 朝着远处空间之门 看了过去 顿时皱起了眉头 大胆 吐 他怒喝一声 一双树木 迸射一道灵光 进入空间之门 此时 南兴 巨人念头一动 神雷天降 就要灭了 这上百只半神 突然 他心中锁感 举起斧头 在空间劈了一下 猎天之茜 顿时 一道天茜横在前方 哄 一道流光击中天茜 发出剧烈的震荡 顿时天地震动 空间碎裂一大片 天地变得暴躁无比 灾难横生 巨人大喝一声 手指点在眉心上 一滴血液滴落苍穹 化为十二个白米祖屋 妇神 挡住一神的攻击 仅遵妇神之命 暗中的灵欲见到这一幕 微微一惊 他没想到 这巨人竟然又领悟了 一个新技能 其实 他的这个合体技能挺神奇的 只要给一个概念下去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技能出现 哎 可惜了 我这是弱化版的 若是全胜版的 便是这方宇宙 都经不住一斧头吧 灵欲感慨道 这时 战场再次发生了变化 巨人眉心精血 化为十二祖屋 迎击兽神的攻击 巨人则全力操纵神雷 灭杀困在小世界内的半神 小世界中 白龙等半神 感应到了 兽神的力量气息 大喜道 哈哈 兽神大人来救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可是 下一刻 他们就呆住了 因为神雷 以更快的速度 和频率降临了 可爱死的 怎么会这样 众兽大骂不已 哄 神雷降临 四周都是毁灭的气息 他们又被 困在小世界中 出不去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硬碰硬 但是 以他们半神级的力量 怎么可能挡住神灵的攻击 不久后 他们就奄奄一息 倒地不起了 巨人健壮 又补了几道神雷 确定他们全部死亡 才大手一挥 让小世界溃散成空间之力 消散一空 而那百具半神尸体 则被他放在远处一座山上 灵狱健壮 笑道 灵雾 你去取走这些尸体 好 拿着这个 灵狱将随身小世界递给他 毕竟也是百具尸体 空间戒指装不下 灵狱接住小世界 便离开了此地 等他离开后 灵狱连忙离开这个藏身之地 换了一个地方躲藏 面对神灵 尽管对方无法降临 还是要小心一些 此时 巨人杀了半神凶兽 彻底激怒了兽神 他一双龙目迸射愤怒之光 死死盯着巨人 该死 该死 本神早晚会杀你 巨人 本神记住你的气息了 巨人冷哼一声 命令道 毁了空间之门 祖物文言 使出各种力量 朝着那空间之门轰去 这些祖物的力量 虽然没有巨人强 但也只是弱了一线 比尾神强一些 又没有神灵强大 但毁灭空间之门却足矣了 轰隆一声巨响 空间之门坍塌 巨人 本神必报此仇 随着兽神声音的减弱 兽神所在世界 与蓝星彻底断了联系 不过 以神灵的能量 只要记住这方世界的坐标 还是有很多办法 重新打开空间之门的 但这需要时间 灵狱走了出来 巨人和十二祖物都来迎接 灵狱嘖嘖称其道 新的神通 不错 他喃喃自语道 此法可以实现 毁了这个空间之门 灵狱并未放松下来 因为他知道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打开腕表 点开格老的对话框 灵狱已完成任务 格老 这么快 不愧是你 灵狱 我杀了上百只半神 那背后的神明强者十分愤怒 等蓝星完成巨变 免不了和他一场大战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格老 世子多了不养 我们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先打对他们再说吧 如今 给我们发育时间 才是最紧要 灵狱 对方是神灵 而你们即使成为半神 也有天与地一般的差距 格老 我们当然明白这种差距 所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巨型法阵 护住我们人族本土 至于其他区域 就听天由命吧 只要我们人族不灭 就还有希望 灵狱 什么法阵能挡住神灵的攻击 格老 此法阵乃是上次蓝星巨变之际 偶然所得 因为所耗费的能量金石太多 而且阵法极其复杂 所以一直放在仓库里吃灰 这一次人族面临危机 不管会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也得布置出来 灵狱 如果能布置出此阵 那我也能轻松一些 毕竟如今 我们已经得罪两界神明 如果他们同时降临蓝星 双拳难敌四首 便是我也难以应对 格老 若没有你 我们将无比艰难 在这里 我代表全体人族 向你表示感谢 灵狱 客气了 我也是人族一份子 自须贡献一份力量 好了 可还有事 格老 暂时无事了 对了 这是我们新获得的情报 我给你发一份 第一 格老发来一份文件 可查收 灵狱点击查收 两人又客套一阵 便结束了聊天 灵狱点开文件 发现 这也是来自于情报部的情报 不过相较于 他上一次复制的情报 内容更新了很多 按照情报中所说 与此地同等级的灾难 还有三处 他记下情报中三处位置 关闭万表 抬头看向远方 他要出发前往下一个地方 灵狱说道 我们去下一处 然而 灵狱却没有回应 灵狱愣了一下 发现他正陷入雾道之中 罢了 等你醒来 自会跟过来的 灵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将灵狱藏了起来 这才前往下一个地点 按照情报中所说 距离此地万里之遥的东海之兵 出现了一个巨型空间之门 此门大开 无数僵尸鬼物涌进来 数百里区域化为死域 正好缺生几点 这些死灵 就作为我成长的资量吧 灵狱难难自语道 东海之兵 天昏地暗 不见一丝阳光 海浪翻涌 在身上带着死亡能量 侵蚀着地面 将这片区域化作死域 他们数量太多了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 难以计数 此时 一只高大的黑袍骷髅 和一个惨白脸的僵尸 从空间之门走出 他们对视一眼 又望向这广袤的世界 冰冷一笑 骷髅君主一脸呵呵笑道 此地广袤 正适合我借扩张 只要吞噬了此界生灵之气 我等必然能踏入魔神之境 魔神啊 那可是与神灵同等境界的存在 那是他们追寻了 无数年的目标 如今随着这方天地巨变 他们进入这里 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将尸王吃笑一声道 此界不过区区半神之界 便是杀光此界生灵 也不足以 令你我都晋升魔神之境 花音落下 骷髅君主脸就冷了下来 他看着将尸王的脸 想从对方脸上看到表情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 他们都是死灵 都是面瘫看不出表情 哼哼 既然我们一见相左 你便回去吧 我来屠杀此界生灵 骷髅君王 呵呵笑了一声 将尸王冷笑道 我的任务 是把此界变成死灵之界 花音刚刚落下 他便先一步离开这里 带领着手下 朝着大陆前进 骷髅君王见状愣了一下 但很快也反应过来 也带着自己的手下 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 他们是带着任务而来的 那就是 把此界化作死灵之界 扩张他们死灵界的领地 两尊死灵首领刚刚离开 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 从他们上空传来 死人 就不要行走人间之路了 紧接着 一道道巨大的光柱 从天而降 他们惊恶抬头 被光柱罩在了脸上 啊 该死的 这是光明法则之力 骷髅君主骂道 我讨厌光明之力 僵尸王怒道 这时 天空中光明汇聚 乌云消散 一个天国之门 出现在两尊死灵的视野之中 下一刻 一道威严神圣的声音 响彻天地 天国审判 哄 天国之门大开 一个个光明之力组成的天使 手持武器降临人间 杀 一声令下 天使冲入了死灵大军之中 光明之力克制死灵 一个照面 便是无数死灵化作灰烬 但这还不够 这些天使最终将矛头 对准了骷髅君王和僵尸王 一端 受死 一个六异天使 一脸冷色 手持战剑冲杀过去 两尊死灵大怒 区区半神级的天使 也敢杀我 我们可是伪魔神啊 杀 天使不退 喊杀声再起 顿时 双方缠斗在一起 他们比天使强 但是天使却仿佛无穷无尽 死了一波 又从天国之门里出现一波 怎么都杀不完 此时 在万米高空之上 一个男人从空间裂隙之中走出来 他俯瞰着下方的战况 我以光明法则入半神之境 这还是第一次 以光明之力对敌 效果很不错 他喃喃自语道 不过他也看出来了 这天国之门技能虽强 而且还克制死灵 但终归是敌不过两尊伪魔神 既然光明神的手段不行 那就以灵魂手段对敌吧 对付死灵这类灵魂生物 他的魂术正好能派上用场 只见他双手合十 宝香庄严 口中念念有词 渡魂朔 嗡 一声轻响 一道道奇异的波动 朝着四周扩散开来 光明之力洒落天地 紧接着又是一道道金光袭来 两尊死灵大惊失色 连忙抵挡 但是面对灵魂权力一击 又是相克的能力 他们被金光一扫 就陷入了幻境之中 灵魂见状并不着急杀了他们 而是命令分身道 去 杀了那些进入蓝星的死灵 九千分身点点头 分散开来 屠杀着一只只死灵 这些死灵中连一个半神都没有 在分身的屠刀下 根本就不是一盒之地 他耳边不停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灵魂笑了 定 你击杀了金毛僵尸 九阶 升级点加一百万 定 你击杀了三头地狱犬 九阶 升级点加一百万 定 你击杀了 一只只死灵死在分身手上 让他的升级点不停提升着 但是 死灵不仅没有减守 反而增加了不少 不过 他不禁反省 继续杀 这时 骷髅君王和僵尸王在杜魂术的作用下 仍然没有醒来 此时 他们已经被杜魂术迷惑了心智 灵魂没有着急杀了他们 而是让他们保持这个状态 好让分身击杀死灵生物 赚取升级点 这是一个不错的提升升级点的机会 他可不会放弃掉 时间缓慢流逝 一天时间转眼过去 好 突然 一道巨大的吼叫声从空间之门传来 两尊死灵生物顿时被惊醒过来 他们刚刚醒来 就大惊失色 我们陷入了幻境之中 刚刚的吼声是主人的声音 将尸王先反应过来 但很快心里就慌张了起来 天空中又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两个废物 还不退回来 两尊死灵生物文言 知道是自己的主人的命令 不敢迟疑 就要退回空间之门 但是 下一刻 他们都呆住了 因为他们前方出现了一尊巨人 巨人俯瞰他们 仿佛在看着两只渺小的蚂蚁 那神态和气势让他们恍惚了 他们从巨人身上看到了主人的影子 不可能 主人乃是魔神 那是神灵级别的人物 这方世界不可能出现神灵的 但是下一刻 他们主人的声音落入耳中 快退 本魔神挡住他 他们大惊不已 能让主人这么说的人 难道也是神灵 可是这方世界如何能降临神灵 但现在也来不及细想了 他们正要退后 突然一把斧头落下 封锁了四周的空间 死 巨人斧头落地 极致的力道 速度极快 他们毫无反应 就感到灵魂一凉 紧接着气力消散 灵魂变得虚弱无比 他们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无限的恐惧 闪魂朔 一道苍白色的灵魂斩击 不知从何处飞来 在他们灵魂上掠过 定 你击杀了骷髅君王 尾神 升级点加三亿 你 击杀了僵尸王 尾神 升级点加三亿 凌玉笑了笑 又十六亿升级点进账 距离他升级天赋 分身SSS加急更近了 灵魂杀了两尊尾神 那背后的存在怒了 巨人 你敢杀了我的仆人 你可知后果 那神秘存在 压抑着怒火 质问道 巨人低头俯瞰空间之门 举起斧头 后果就是 你会死在我手中 下一刻 斧头降临 咔嚓一声响 空间之门裂开 你太猖狂了 等本魔神降临此剑 必将你碎尸万段 巨人没有理会他 又是一斧头 空间之门 顿时彻底碎裂成炸 空间之门一消失 那恐怖的死灵乌云消散 太阳重新照射进来 这一片区域也恢复了一些 但是那被侵蚀的土地 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恢复的 可以料想到不久的将来 这片区域将变成 死灵生物横行之地 不过 灵魂大手一挥 一道道光明之力洒落 化作光雨降临 光雨落下 死灵气息被净化 被侵蚀的土地 已极快地恢复着 半天后 他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好了 终于进化完毕了 灵魂松了口气 他当当歇息一会儿 远处又传来了打斗声 草 还让不让人歇了 罢了 赶紧过去吧 毕竟都是进化点 为了变强了一点苦点都值得 他站在巨人肩上 离开此地 这里本是一片广袤森林 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天空中 一个圆形的空间之门大开着 不断涌出各种虫怪 而在空间之门下方 一个手持红色长枪 男子大喝一声 手中长枪 蹦射到的火焰 红连三万机 哄 顿时 一道道火焰迷茫苍穹 遮蔽了每一个角落 去 火焰枪击杀向巨虫 巨虫大怒 口吐寒冰 迎向枪击 哄 两者相撞 仿佛星球撞击一般 大量的尘埃升腾而起 无数水蒸气弥漫天地 雾蒙蒙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战斗 在水雾中 他们近身大战 一时间 被巨虫一尾巴扫飞 落在十里之外 受了这一击 他受了重伤 口吐大口鲜血 孽畜 我 嗨嗨 好 巨虫从雾中走出 张开大口 一口咬向他 他双手交叉 做出防御姿态 但心中早已绝望 生死之间 时间似乎变得缓慢 他的记忆被拉回到了几天前 三天前 他所在族群的领地上空 突然出现了一个空间之门 空间之门大开 无数虫子从天而降 这些虫子太多了 而且还能吞噬变强 不管是生灵的血肉也好 还是花草树木 甚至是金属石头也罢 被它们吞噬了 都会变成它们净化的资量 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立即带着族中 强者反击 但是虫子太多了 杀之不尽 灭之不绝 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 虫子是杀不完的 所以他们选择了 毁掉空间之门 以他半神的力量 再加上族中 数十位九阶强者的力量 只要集合在一起 未必不能毁掉空间之门 但是 他也只能 强招架 哎 实也命也 但是 我死不要紧 但你也要跟我陪葬 他后槽牙一咬 心意狠 打算自爆 年轻人 自爆可不是个好习惯哦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他愣了一愣 抬头看去 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飞来 顿时瞪大了眼睛 惊喜不已 他来了 我有救了 巨虫露出痛苦表情 因为一把巨斧插在了头上 刚刚巨人降临 一斧就攻破了他的防御 他几乎毫无抵抗 就被斧头披在了头颅上 这只让男子难以抵抗的巨虫 竟然在巨人手里 不是一盒之敌 男子惊呆了 一动不动看着巨人 他上一次见到巨人 还是巨人在 规须破坏封神龙界空间之门的时候 那时他认为 巨人乃是伟神级的存在 因此 刚刚见到巨人来了 他认为有救了 但是 他原本以为巨人的实力 不会比巨虫强太多 因为巨虫的实力 也堪比伟神了 没想到 巨虫在巨人手里 竟毫无还手之力 这出乎了他的预料 难道巨人堪比神灵 他一脸惊恶之色 巨人拔出斧头 扑斥一声 无数绿色的液体喷涌而出 巨虫痛苦地嘶吼惨叫着 好 巨虫愤怒咆哮 但迎来的是另一斧头 哄 斧头天将 再一次击中了巨虫 巨虫顿时被劈成了两半 在地上蠕动着 冲卓 你也有合体之术 希望能掉落合体技能晶石吧 去死吧 巨人呢喃着 抬起手掌 元素之力 摆枪 哄 掌心凝聚百种元素之力 接化为枪 他手掌一推 各种颜色的元素之枪 便朝着巨虫杀去 巨虫已被断成了两截 毫无抵抗之力 搜搜搜 元素之枪插在巨虫身上 然后元素爆发 将其彻底肢解 定 你击杀了混乱之虫 合体 伟神级 升级点加十亿 混乱之虫死了 盲让巨人捡过来 金石入手微凉 贴在眉心感受 顿时 一道道信息涌入脑海 同元合体 重足秘数 同元之生灵可合为一体 不可有一丝反抗念头 上线十万同元者 虽然现在我还用不到 但也算未雨绸缪了 等下次天赋升级分身变多了 正好可以使用 灵欲喃喃自语道 学习 他默念道 下一刻 无数信息涌入脑海 片刻后 他就学会了这个技能 小的是技能金石同元合体 那大的金石 应该就是天赋金石吧 他已经很久没有学习新的天赋了 因为一直以来 遇不到合适的天赋 也就放弃了学习新天赋的想法 毕竟他现在的天赋也够用了 看看是什么天赋金石吧 我也该学习新天赋了 拿起金石贴在眉心 顿时 熟悉的感觉涌来 一道信息出现在脑海中 吞噬者 混乱重足固有天赋 混乱重足拥有强大的消化功能 可吞噬万物净化自身 拥有此天赋者 可吞噬万物净化 这个天赋和生命汲取 有些重叠了吧 灵域疑惑道 不对 生命汲取只能吞噬 带有生命能量的物体 而这个天赋可以吞噬万物 而且能够净化 学了吧 灵域暗导 默念学习 下一刻便多了一个天赋 吞噬者 突然 他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丁 系统检测到同类天赋 生命汲取 吞噬者 可消耗一亿升级点合并天赋 是否合并 是 丁 合并中合并成功 恭喜您获得新天赋 请为新天赋命名 系统 新天赋有什么能力 丁 新天赋兼容了两种天赋的所有特点 也就是说 缺点也兼容了 比如那种暴食的感觉 是的 宿主 请为新天赋命名 现在那种暴食念头已经弱多了 只要不连续吞噬太多 他完全可以忍受的 还叫吞噬者 丁 新天赋已命名 吞噬者 灵域连忙闭上眼睛感应新天赋 发现这个新天赋 果然是合并了两种天赋的特点 连缺点也继承了 咦 生命之潮变大了十倍 灵域惊讶到 自从第二天赋突破到SS级之后 他就觉醒了一个生命之潮的技能 可以将带有生命能量的死物 放在其中孕育 可以缓慢增强生命能量 本来体积不大 只能放下一具神尸 但现在竟然变大了十倍 不过 变大的作用也有限 我现在有了小世界了 这玩意的作用有限 关闭生命之潮 灵域迫不及待实验新能力 正要实验新能力呢 那个一族男子 他是红角族的族长 在人族崛起之后 就主动成为了人族的下属种族 不过他们这一族拥有半神强者 因此在百族联盟中地位很高 一直都在自治 人族一般不会插手他们的内政 所以 他们投靠人族的前后 都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今天灵域救了他 也就相当于救了他们这一族 他心里自然是万分感激的 以前他对于投靠人族 心里颇有微词 但现在他十分庆幸 若不是投靠了人族 他们这一族已经被灭了 心中不由叹息 看向灵域的目光也变得炙热 灵域打了的寒战 盲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客气 对了 对抗这个这巨虫一族 你这一族付出很大 内阁不会亏待你们的 不管如何 在下都感谢您的搭救之恩 莫齿难忘 男子一脸激动之色 灵域盲摆手 说道 你太客气了 对了 这个混乱巨虫事件 可有神灵 男子摇了摇头 应该是没有 那袭击我族的虫族头领 只有九阶的强度 若不是他们能够合体 我不会败 而且我也让人进去探查过 那是一个半神剑 这虫族个体实力 一般不会太强 而且会合体之术的 都是有灵质的头领 所以 虫族虽强 但也不是那么无解 而因为个体原因 他们突破起来 也十分艰难 远不如人族之类的种族 灵域点点头 既然如此 你随我进去一趟 进去一趟 他面露疑惑 灵域指了指天空 说道 去一趟这个世界吧 免得以后蓝星聚变了 他们又来报仇 男子呆了呆 其实 灵域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这个世界虫子多 而且没有强者 他完全可以大开杀戒啊 为了赚取升级点 他现在就得勤奋起来了 混乱巨虫世界 灵域和蟒 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空间之门前 刚刚出现 便被热烈欢迎 上百只合体巨虫 一字排开 迎接他们的到来 蟒心中惊惧 问道 前辈 他们虫多 要不我们避一避 这可是堪比尾神的合体巨虫啊 以他们的实力打得过吗 灵域笑道 土鸡娃狗而已 蟒一脸惊恶之色 灵域直接命令巨人 杀 巨人点点头 提着巨斧杀了过去 而灵域也没有闲着 拉着蟒 直接一个空间瞬移 离开了战场 然后又施展数个隐匿之术 这才放心下来 战场上 合体巨虫见巨人冲杀过来 愤怒嘶吼着 从来都是他们侵略别人 什么时候被人反向侵略过 这如何能忍 好 杀 顿时 双方站在了一起 巨人一斧头披落 便是一头巨虫陨落了 之后 他如法炮制 又是十几头巨虫陨落 其他巨虫大惊 警惕了起来 不过 在场还有近百只合体巨虫啊 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巨人踩着须弥佛布 追了上去 杀得不亦乐乎 突然 也许是他杀得太多了 无数虫子前来支援 这些虫子形态各异 但境界都不高 最强者也只有九阶 他们不要命式地 杀向巨人 巨人一斧头披下去 死伤数万虫子 但一眼看去 虫子丝毫没有减少 仿佛数量无尽一般 巨人一斧又一斧杀着 升级点在快速增长着 已经顾不上那些合体巨虫了 合体巨虫逃了出来 一个个心中惊惧万分 这巨人太强了 他们作为虫族中 为数不多的智慧之虫 拥有合体能量 虽然只有九阶实力 但合体之后 媲美伟神 一直以来 靠着这个能力 他们所向披靡 无疑对手 但是眼前的巨人太可怕了 便是他们一起上 都不是对手 这可如何是好 其中一只巨虫说道 先让大军消耗他的力量 等他疲劳了 我们再一拥而上 死法甚好 我们先躲起来 众合体巨虫连忙躲了起来 命令虫子大军 消耗巨人的体力 远处 灵欲见到这一幕 不惊反省 这些虫子在他眼里 那可都是升级点啊 杀杀杀 灵欲咬着牙 兴奋道 不过 过了一阵 杀戮还是没有停止 灵欲也就懒得关注了 而身旁的蟒 则一脸呆滞看着战场 他心中震撼 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前辈的实力吗 或许他堪比神灵了吧 他小心看了一眼灵欲 心中激动不已 灵欲现在已经不关注战场了 他打算实验一下新天赋 混乱虫族 拥有吞噬进化的力量 这是他们的种族特性 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进化 灵欲有些期待 他取出一颗羹筋石 放在掌心 施展天赋能力 吞噬着 羹筋石是一种稀有的石头 蕴含金属性的力量特性 加入武器之中 可以使武器变得锋利 在黑石中 价格堪比九阶宝物 顿时 一道道暴石念头充斥心间 让他脸色微微一变 这暴石念头 比天赋融合前还强烈 不过 他还忍得住 只见掌心出现一个小黑洞 在表现形式上 和生命汲取十分相似 下一刻 掌心的羹筋石 被整个黑洞吞了进去 突然 那羹筋石在黑洞里被消化了 然后化作一道道力量 进入体内 强化着他的身体 让他的力量 带了一丝风味之气 他发现 这羹筋石 全部都被消化了 是渣渣都不剩了 就这能量 比生命汲取强多了 不行 还是太少了 我感觉 如果我吞噬的力量 多到了某一个程度 就能进化 这是混乱虫族的力量 也是他们变强的途径 只是不知道 这种力量落在他身上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他无比期待着 战场上 巨人还在屠杀着虫群 林玉已经吞噬上瘾了 小世界中储存着的大量资源 都被他吞噬进入体内 突然 他停了下来 拍了拍脑袋 按骂道 该死的 早知道就不融合天赋了 这暴食念头 太让人难受了 不对 这吞噬者也有极限 我现在就是吃饱了的状态 再吞噬下去 就会消化不良 这事告诉我不能继续吞噬了 该歇一歇了 算了 先歇歇吧 如果能一直不停吞噬 那就太变态了 这样的状态 反而让林玉松了口气 时间流逝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了 林玉看了眼升级点 发现一天时间 他已经攒了上百亿升级点 足够了 该结束了 林玉喃喃自语道 开始吧 林玉命令道 突然 巨人手一软 斧头落地 这一幕 落在那些合体巨虫的眼中 他们大喜道 巨人体力不济了 该我们上了 杀了他 杀 吞了他的血肉 我们一定能进化 一想到这里 他们就兴奋不已 身为混乱重足 他们可以吞噬进化 但是限制也比较大 第一 吞噬太多会吃饱 无法继续吞噬 第二 进化到一定境界 吞噬普通东西 就没有效果了 必须吞噬高等级物品 才能继续进化 而眼前的巨人 让他们产生了贪恋之心 他们相信 只要吞噬了巨人 他们就一定能继续进化 踏入半神之境 好 巨虫不再隐藏 纷纷出现 他们兴奋地冲向巨人 很快 彼此相距只有几十米 突然 巨人咧嘴一笑 手中光芒一闪 斧头出现 开天 巨斧落在天空中 咔嚓一声 空间碎裂 无数空间乱流涌来 混沌虫巨 世界出城 哄 一声巨响 混乱的空间乱流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临时世界 世界张开大口 一口就将所有合体巨虫吞噬进去 啪哒一声 大口闭合 临时世界内部 巨虫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而等巨虫受死吧 神雷天降 听到这熟悉声音 他们都反应了过来 他们这是被骗了 顿时一个个大声嘶吼 仰天咆哮 哄 神雷降临 但是 神灵级别的力量 岂是他们能够挡住的 不过一道神雷 便杀死了一半巨虫 剩余一半巨虫见状 抖如康筛 哄 又一道神雷降下 剩余的巨虫也都死亡 巨人大手一挥 临时世界崩解 化作一道道能量消散开来 而那些巨虫的尸体 此时也化作了无数死亡的虫子 主虫一死 合体之术也失效了 灵狱从远处飞来 大手一挥 将战场上无数虫子 都收入小世界中 化作小世界成长的资粮 此界为半神之界 不会有神灵出现 接下来便是横扫世界 搜刮资源了 灵狱看了一眼蟒 说道 我命令你守护此界空间之门 可能做到 蟒机动道 前辈放心 我与空间之门共存亡 灵狱心为地点点头 大手一挥 巨人消失 九千个分身出现 去吧 杀光虫子 分身们点点头 朝着四周散去 分身四散开来杀戮巨虫 他则跟在后面 始终不让分身 离开他的操纵范围 时间流逝 又是一天过去 灵狱几乎将这个世界 横扫了一遍 强大的虫子都被他杀了 这才停止杀戮 如今 这个世界只剩下弱小的虫子了 就先放他们一马 我也该离开 去往下一个地方了 灵形之际 交代忙守好 这个世界的空间之门 等待内阁派人来接收 他这才离开 虽然这个世界不大 只有蓝星的1%大小 但资源也十分丰富 灵狱离开了 前往下一个地方 一路上 他俯瞰大地 发现才几天过去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战火之中 越来越多的异世界 出现在蓝星 越来越大的冲突 让彼此大站在一起 硝烟弥漫 死伤遍地 灵狱叹息道 蓝星乃是诸界中转战 而且又在发生着巨变 一旦完成巨变世界升格 此界生灵都将受益 所以他们想进入蓝星获益吧 蓝星很重要 以后会连接越来越多的世界 说是一处兵家必争之地 也不为过 我现在能管的地方还不够 不过这一路上也不能闲着 让分身去赚点升级点吧 他大手一挥 分身出现 分身刚刚出现 就令四周的生灵大惊 毕竟这些分身都一模一样 任谁看到都会毛骨悚然 当分身抬起屠刀的时候 那些异解来客都惊了 他们发现这些人类实力强大的惊人 他们竟然不是对手 只能节节败退 不过分身也不赶尽杀绝 而是一路跟随灵域杀戮 因此 灵域所过之处 异解生灵死伤惨重 突然 前方又一个空间之门映入眼帘 到了 这是一座大山之巅 四周有无数小山陪衬着 而在最高峰之上 一个千米空间之门处理着 空间之门太大了 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生灵进进出出 他们都是一头白发的人类 而且有着较高的文明 已经在空间之门前的各大山峰上 建立了基地 看到这个文明 灵域心中暗道 这个异解 想在蓝星安家 不过 你们想安家也行 但不是现在 灵 举起手 分身们抬头看向空间之门 毁了 灵域轻声道 分身们立即杀向空间之门 他这边的动静 立即引起了异解生灵的注意 当当当 钟声响起 下一刻 巨大的喊声响起 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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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喊声 响彻云霄 一声高过一声 哗啦啦 嫡喜声过后 异解生灵立即行动了起来 准备应对 分身可不管他们的叫喊 冲过去就是杀 顿时 各色光芒亮起 遮蔽天空 哄 突然 一道防御照出现 挡住了分身的遗击 紧接着 一道道警告声响起 蓝星人族 请止步 灵域疑惑了 让分身停止行动 灵域操纵一个分身喊道 异解来客 你们已经侵略了我人族领地 此时 在对面的基地中 指挥室内 此族高层 除了一头白发之外 和人族几乎一模一样的生灵 正看着指挥师上空的 一颗水晶球上的影像 商量着对策 手座上的男子抱着双臂 说道 先稳住他们 我们商议一下 该如何应对 是 有人回答道 然后 手座上的男子说道 诸位 我们已入此阶四天 都没有遭遇阻拦 但今日这一阶的人类 要把我们打回去 你们什么意见 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岂能没有意见 众人吐槽 一个魁梧男子 拳头砰一声 砸在桌子上 必须打回去 我地族文明数十万载历史 历经七大神明时代 如今 我们世界的本源损耗殆尽 已无法孕育新的神明 一旦我神陨落 我们将不再拥有神明 所以 蓝星我们必须要占有一席之地 以后蓝星巨变 我们或许也能成为神明 这是机遇 也是我族的未来 不能放弃 他们都是半神 在地心世界中 都是顶尖人物 但是 地心历经了七大神明时代 数十万年间 神明都因为受缘禁了 而死六个了 如今第七个神明 也已经到了老年期 再过几十年 可能也要寿命好劲而亡 这不是最主要的 因为他们世界中 天才层出不穷 但是因为世界本源有限 因此 一个时代只能出现一个神明 如今更是因为 世界本源消耗一空 已经无法孕育第八个神明了 等如今 这位神明死去 他们的世界 将变成半神之界 再也不会出现神灵了 所以 这才是他们的忧虑 他们不想当一辈子半神 他们必须要进入蓝星 等待蓝星巨变 能容纳神灵之时 他们也会有成为神灵的希望 众人文言 都沉默了 在场众人都是半神 如果是前面六个时代 必然都在为争夺 地心唯一的神灵之位 但他们知道 第八个神明 终归是不会出现了 所以 众人才能一起合作 毕竟他们知道成神无望了 而如今蓝星出现 他们又看到了希望 彼此眼中都闪烁着兴奋的光 似乎神灵境界 在朝着他们招手一般 我们不可能退回去 所以唯有一战 一个瘦高男子 一脸杀气道 说得不错 我们有必须一战的理由 其他人纷纷高声呼喊 都支持一战 守座男子则一脸凝重 他又看了几遍水晶球中的人类 始终下不定决心 他每次有了要战一场的想法 都感到一阵发寒 仿佛有大难临头一般 直觉告诉他 这一战不能打 他暗道 他抬起手下压 肃静 众人文言都安静下来望着他 诸位 我们出来乍到 对此阶人族尚不了解 我认为应当谨慎行事 他话音刚刚落下 其他人都七嘴八舌地问他 元帅 我们有上百半神 岂会怕此阶人族 对啊元帅 我们不是探查过了此阶的一族了吗 他们连一个半神都没有 但也同领了大片领土 可见此阶人族不会很强 速静 大家听听元帅的想法吧 众人安静下来 等待着元帅开口 元帅宁重道 直觉告诉我 此阶人族不可小觑 你们也都知道 我的直觉十分灵敏 我有预感 一旦与此阶人族开战 我们必败无疑 他说的十分确定 自然引起了众人的反感和不服气 但是 理智告诉他们 元帅没必要骗他们 而且 他们也都知道 元帅最强大的就是直觉 能让他感觉危险的种族 必不是弱小的种族 元帅 我们知道您的感知强大 但是您说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吧 对啊 我们地心世界 已经逐渐退化 无法预御出新的神明了 所以 蓝星世界 我们是势在必得的 我们不可能放弃 我可不想一辈子被困在半神境 只要不是太离谱 我们尽量接受 您说说吧 众人七嘴八舌说着 元帅也只能叹息一声 他明白众人变强的渴望 但是谁又不是呢 他也想成为神灵 但又谈何容易 他记忆中的七神 哪一个不是千年才成为的神灵啊 即使蓝星巨变 即使蓝星本源充足 能支撑无数神灵存在 但神灵境本身就是一个难点 是一个拦路虎 可能突破几率只有万分之一 如此小的几率 他并不奢望自己能成为神灵 所以他更多考虑的是 地心人足的未来 我想和他们谈判 话音落下 众人都愣住了 不是吧 我们都入侵蓝星了 你现在要和人家谈判 他们会同意 而且 人家都打到你家门口了 你却想和谈 元帅见众人表情有意 无奈道 我亲自去谈 众人松了口气 他们思考了一会 还是点点头同意了 原因也很简单 第一 他们不是化石人 元帅决定的事情 他们也可以反驳 但元帅如果一意孤行 他们也阻止不了 第二 谈判又不需要自己去 他们不需要承担危险 何乐而不为呢 元帅见众人都同意了 叹息道 既然如此 那我即刻出发吧 然后 他离开了指挥室 朝着外面飞去 此刻 林玉正决定 要不要灭了这个基地的时候 突然 前方的声音更响了 蓝星人足的先生 我们元帅决定与您谈一谈 稍等片刻 林玉心中疑惑 不过还是决定等一等吧 毕竟对方也是人足 虽然发色不一样 但他决定给这个面子了 33小说网 远处一道流光飞来 停在了分身前方百米之外 林玉定睛看去 却见这人一袭白袍 配合他的一头白发 在阳光照射下 有点谎言 元帅拱了拱手道 你好 我是地心人足元帅 想与你好好谈谈 林玉也回了个礼 暗中观察了这人的修为 半神镜 连尾神都不到 不过这人给人的气势不弱 比一般的半神要强上一些 算是个天才 他点点头 你要找我谈什么 我们想租用这片土地 可否 元帅突然说道 他话音刚刚落下 身后看着这一切的 地心世界半神 都脸色一变 其中一个魁梧半神 一脸愤怒 元帅怎能如此低声下气 其他人也纷纷回应道 我们可都是天骄人物 而且是半神强者 如今这个世界并未大变 半神就是顶尖人物 我 我们岂能低声下气 他们心里不愤 认为元帅太丢面子了 但是 只有元帅才知道 面对这群人的感受 他本来是想平等商谈的 但是话到嘴边 就变成了租用 实在是眼前的这群人类 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他感觉 这里边的每一个人 都比他强 他如果无理 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这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最终决定 以低姿态商谈 林玉闻言 笑道 哎 本来以为你会趾高气昂地谈的 可惜了 林玉一脸可惜的模样 让元帅心中更加认定了 对方涌灭了他们的实力 念在你我都是人族的份上 我可以答应你们 不过 我对你们文明的修炼体系 很感兴趣 让我看看你的记忆吧 林玉的话音落下 元帅愣住了 看看记忆 这是什么意思 你既然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下一刻 他就知道 看看记忆是什么意思了 只听一道大鹤 一道光芒笼照在他头上 他发现自己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就被这光芒锁定了 然后他的记忆 就被一个神秘的意识翻越着 时间过得很快 那神秘意识 也消失得很快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对面的存在笑道 嗯 好了 没想到你在你们世界地位还挺高 既然你们要租这片土地 先约定一下 刚刚那一幕 让元帅心惊不已 他已经认定 对方比他强大了 所以不敢反抗 什么 我是看大家同为人族 才同意你们租用土地的 第一 不得扩张 另外 我蓝星人族的命令 你们必须要遵守 第二 租金就以宝物来底吧 一年实践半神级的宝物 材料 武器 丹药等等都行 你可有意见 元帅沉默了 这要求他接受不了 但对方太强了 他不得不接受 最终 他咬咬牙道 好 我接受 凌玉笑了 契约我就不签了 我期待你们的反抗哦 说完这句话 他就大笑着 转身离开了 元帅看着这一切 心中吐槽不已 你是多想灭了我们啊 他答应了凌玉的条件 其他半神可接受不了 当他回去的时候 众人一脸怒容看着他 哼 元帅 你太丢面子了 要知道我迪星人族最要面子 这人到底有多强 难不成有我们上百半神还强吗 我受不了这鸟气 那个魁梧男子骂道 说罢 他便推门而出 元帅一脸苦涩 众人的不理解 让他心中烦闷 却说那魁梧男子走出指挥室 朝着凌玉追去 此时 凌玉还没离开 因为凌玉追了上来 突然 一道大鹤传来 让凌玉一脸不悦 蓝星人族 你欺我地星人族太甚 今日必杀了你 一个提着长矛的魁梧男子冲了过来 凌玉看了眼这人的境界 愣住了 他指着男子说道 这人找死吗 凌玉点点头 确实是找死 凌玉说道 那就杀了吧 使出你星凌玉的技能 要做得动静大点 我可不想 他们再来找麻烦 凌玉嗚了一声 走了出去 只见他抬起手 食指在眉心轻轻一按 溯源 哄 下一刻 一滴精血从眉心飞了出来 精血出现 照耀虚空 一道道强大的力量 弥漫方圆数百里区域 无关盘古精血化足 为何种生灵 去 下一刻 精血散开 升腾而起 远远比半神强大的力量 笼罩方圆数百里 所有生灵都心中惊骇 仿佛被人攥住了心脏 这一刻 那魁梧男子才醒悟 原来元帅是对的 是自己太弱了 可惜 已经晚了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只见那血液升空 演化出一个景象来 只见一只只巨大的生物 在蛮荒世界中横行 最终锁定在一个庞然大物身上 那生物一袭兽皮衣服 手持一把石斧 轰隆的身影 微微低头 突然 他一拳轰下去 轰隆隆 巨像传来 下一刻 那魁梧男子 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爆碎成渣渣 不仅如此 天空裂开 大地沉陷 方圆千里的区域 都陷入了一幅末日般的景象之中 这一幕 惊到了所有人 他们纷纷从指挥室走出 抬头看着天空中的异象 当他们察觉到 是灵狱出手的时候 都惊惧万分 原来他这么强大 可惜了铁拳 众人心中暗道 他们庆幸自己 没有做出头鸟 也庆幸对方脾气不错 没有二话不说 就灭了他们 以对方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他们上百人上去 也未必能胜啊 毕竟到了半神之后 数量的优势虽然还在 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一个强大的尾神 能对抗上百半神 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还是存在的 诸位 我们去道歉吧 元帅叹息道 他拥有超强的直觉 所以能感应到灵狱的强大 但是对方具体有多强 他并不清楚 对方的怒火才行 他曾经有幸看到过神灵出手 那一幕他印象深刻 和眼前之人出手的气息 竟有几分相似 也就说 对方已经触摸到了神灵的境界 他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其他人都不平静 纷纷说道 元帅 您带我们过去道歉吧 他们心中忐忑 毕竟面对一个打不过的对手 他们也害怕对方突然发难 他们走了过来 淋浴看着这群人笑道 刚刚有只小苍蝇挑衅我 我这位弟弟就杀了他 你们不会生气吧 废话 我们敢生气吗 他们心里吐槽 但面上都带着讨好的笑容 前辈 我们和那人不认识啊 是啊 敢挑衅前辈的垃圾 如果他还活着 我一定帮你杀了他 前辈 要不我们请您喝杯茶 众人一脸恭敬讨好 淋浴叹息了一声 感慨万分 果然强者为尊啊 喝茶就不必了 你们赶紧把足精准备好 明日我会再来一趟 不要让我白跑 淋浴又叮嘱了一句 众人闻言 连连应事 本来他们对此颇有微词 但见识到了淋浴的实力之后 他们哪里还敢有意见 虽然他们世界也有神灵 但那位神灵已经老迈 不到种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是不会出手的 再加上这方世界 不允许神灵进入 前辈 您去哪 淋浴没有回答他们 而是赶向了最后一个地方 内阁给他的情报中 共有三个地方 是内阁处理不了的 如今他已经处理了两个地方 就只剩下最后一处了 趁着天色还早 他加快了速度 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距离人族本土三万里的地方 这里是西方人族生活之地 在东方人族出现半神之前 他们的地位低下 只能给各族当雇佣兵 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 自从东方人族崛起 统治了大片区域 也包括他们所在的区域之后 他们西方人族地位就水涨船高 并成了各族的座上兵 一时风光无两 然而 前天发生了一场大事 差点让他们全族覆灭 望着悬在他们领地上空的巨大空间之门 西方人族领袖安德鲁 一脸担忧之色 其实越来越强了 这空间之门还在扩张 如今有五千多米高了 他喃喃自语道 领袖大人 我们已经上报那个了 只是他们似乎也忙不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 手下问道 安德鲁叹息道 静观其变吧 我们连一个半神都没有 根本处理不了这种等级的事件 还是以等那个为主 是 自从加入那个之后 他们地位水涨船高 因为东方人族太强大 他们自然十分听话 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毕竟 他们的修炼天赋 和东方人族差了很多 虽然也能觉醒天赋能力 但天赋的质量和东方也有差距 再加上人口数量 只有东方的十几分之一 所以东方就成了他们的靠山 面对一个超越了九阶的空间之门 他们无法处理 只能等待那个的支援 就这样等了几天时间 空间之门一直在膨胀 从最初只有数米高 变成了如今的五千多米高 而且膨胀速度在变快 不好了 空间之门又变高了一千米 有人大惊道 不好 又变快了 众人大惊 只见那空间之门从五千米 变成了六千米 七千米 八千米 九千米 一万米 然后才停了下来 一个万米巨门出现在头顶上空 不仅他们能看见 就是百里之外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膨胀得这么快 这得有一万米了吧 我有不好的预感 一定会从里边走出庞然大物 这不废话吗 不然对方也不会把空间之门 扩大这么多 你们看 那是什么 众人一脸惊讶地看着 从空间之门走出的庞然大物 只见这是一头狼头牛身的庞然大物 目测之下 足有七八千米高 长度更是惊人 起码有万余米长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庞然大物 一时间都惊呆了 久久不语 好 一声狼嚎响起 那狼头牛身的怪物 低下头颅 俯瞰下方的生灵 无为阎神作奇 牛狼 此地已被无神征用 而等凡间生灵速速离去 怪物与其平和 看似在商量 实则是命连 众人闻言 心中惊议不定 牛狼见下方凡间生灵不回话 眸中闪烁出红光 语气变得不善 既不退去 无神自有无边名府 那儿等灵魂 这就是先礼后兵了 没想到一头狼和牛组合的怪物 还挺有礼貌的 安德鲁看了一眼身后的子民 咬牙道 这是我们的领地 你们是后来者 就让我们这么退去了 他们好不容易才有一个生存之地 花了大量的心血 建造的 如今如果退去了 他们的心血就白费了 他实在是舍不得 闻言 牛狼怪物低头 陷入沉思状 他是一头有教养的坐骑 神明派他过来 是为了彰显神明的礼貌 所以 他并不想使用武力 因此 他才先礼后兵 但是得到的回应 让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过了一会儿 他才开口道 儿等虽为凡尘生灵 但万物皆有灵 吾不想动刀兵 所以 提出条件吧 吾尽量满足 他这一副姿态 让众人感到惊讶 自从大灾变之后 整个世界奉行的道理 就是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怪物的一番话 让众人疑惑了起来 在他们心中 强者是不会和弱者商议的 他们小声议论了起来 安德鲁说道 诸位 我们该提什么条件 话音刚刚落下 一个男子就反驳道 领袖大人 我认为这怪物是虚张声势 你想啊 有这样和弱者谈条件的强者吗 另一人不同意他的观点 人家是神明的坐骑 是一直有文化的坐骑 喜欢讲礼吗 不行啊 那人摇头道 这不合常理 我建议试探一下 安德鲁心动了 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 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离开 安德鲁下定了决心 试探一下吧 如何试探 有人问道 谁有操纵凶兽的天赋 让他操纵凶兽攻击怪物 安德鲁说道 众人眼睛一亮 忙下去安排去了 此时 巨大的牛郎 正在等待着人类提出条件 作为一直有礼貌的坐骑 他不想使用武力 征服弱小种族 但是 等了许久 对方还在商议 这让他有些烦躁了 但一想起主人的训诫 他才平静下来 主人说 心平气静 才能有大成就 我不能烦躁 不能生气 突然 他扭了一下头 眸光一闪 一只五六米高的鸟形凶兽 被束缚在了空中 小小凶兽 也敢来袭击屋 他有些愤怒了 他如此庞大的躯体 光是站在那里 就是一大奇观了 竟然还有凶兽不知死活 敢来袭击他 这是为什么 他是一只聪明的坐骑 喜欢思考 这时 他耳边响起了 那些人类的声音 这位先生 我们的条件是 我们要一些宝物 试探失败 安德鲁退而求其次 高声道 看着这些凡俗之人 牛郎又响起了主人的训诫 主人曾经说过 凡人贪得无厌 喜欢演戏欺骗神灵 看着地上的人类 他恍然大悟 身为兽类的他 直觉更为敏感 他能感应到 这些人族的虚情假意 他们在演戏 他们欺骗了自己 牛郎闭上了眼睛 心中有些挫败感 他都如此礼貌了 但换来的 却是对方的无理 他又想起了主人的训诫 无理者 灭之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 俯瞰下方人类 说道 你们试探了我 对吗 这是他最后的询问 安德鲁心中一惊 但怎么可能承认 连连摇头道 前辈说笑了 我们哪敢试探你啊 牛郎摇头 抬起蹄子 让吴看看你的灵魂 下一刻 一蹄子踢了过去 安德鲁的灵魂 就被踢出身体 安德鲁大惊 想要飞回肉体 却被束缚在空中 无法动弹 牛郎问道 你试探了吴 安德鲁灵魂 变得浑浑噩噩 是 牛郎叹息 一蹄子踢了过去 哄 下一刻 空间破碎 一只巨大的蹄子 从天而降 哄咚咚 蹄子踩在了地上 映出一个巨大的蹄印 这蹄印太大了 足有百里之境 一蹄下去 数百万人与命当场 安德鲁都没来得及惨叫 就一命呜呼了 而剩余幸存的人 一个个露出惊恐之色 拼命逃窜 领袖安德鲁大人死了 怪物要屠城了 我们快逃 对 赶紧逃啊 我们去东方 这里太危险了 一蹄子就灭了百里区域 这怪物太可怕了 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逃啊 见识到了牛郎怪物的实力 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奢求了 邪加带口 就逃了出去 牛郎看着这一幕 并未加以阻止 他不是一个喜欢杀戮的坐骑 想反他 他喜欢讲道理 但如果对方不听道理 他就会消灭掉 这让他有些惭愧 叹息道 我似乎又恢复了 被主人收服之前的性格 不行不行 太残暴了 我要做一直有礼貌的坐骑 一蹄子下去 杀了几百万人类 这一幕不仅吓到了 剩余的西方人族 也吓到了周围诸族 诸族经过一番商议 也都纷纷撤离故土 朝着东方迁移 此时 牛郎面带感慨之色 想起主人的交代 他从空中降落 踩在大地上 仰天咆哮 好 声音刚刚落下 空间之门就泛起道道涟漪 一只只比他小上一圈的怪物 纷纷出现 怪物太大了 最小的也有五六百米高 实力都不弱 落小的也有九阶 半神级别的怪物 更是不下上千 当凌玉赶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 漫山遍野的半神级怪物 他顿时惊住了 喃喃自语道 这个世界特么的 怎么这么强 凌悟也瞳孔微章 本体 我数了一下 起码有上千只半神级的怪物 还有十来只伪神级的怪物 以这个规模来看 他们背后的神明 可能不止一个 凌玉沉默了 凌悟继续说道 本体 以我们的实力 可以应对 合体分身堪比神灵 别说是上千个半神 就是上万个 他也不拒 而且 只有上千个半神 他都不需要合体就能赢 毕竟他可是有着上万个分身的 而且每一个分身 都有接近伪神的实力 杀这些半神 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但是 他担心对方背后的神灵 凌悟建议道 本体 那这狼头牛身的怪物颇为礼貌 我们可以和他谈谈 凌玉点点头 但又摇了摇头 谈之前 先展示一下实力 没有实力 对方也不会重视的 凌悟笑道 此法身豪 说吧 凌悟退到身后 凌玉则大手一挥道 主位兄弟们 去展示一下你们的实力 分身们点点头飞了过去 牛郎正和几个同阶怪物商谈着什么 突然抬头看向了天空 众怪物大惊道 数千个尾神的人类来袭 凌玉没有让分身合体 因为以分身的实力 足以应对 他打算暂时把合体技能当作底牌吧 分身来袭 而且是九千个堪比尾神级别的 顿时怪物大军陷入了惊恐之中 他们乃是神灵派遣此阶探查的先锋军 本以为在蓝星可以称王称霸 但没想到 这一届的防守力量 竟然如此离谱 变身那头狼头牛身的怪物 也张大了嘴巴 一脸惊讶之色 分身飞入高空 呈现半弧形的包围圈 将怪物大军半包围其中 凌玉将意识投入到其中一个分身身上 开口道 而等入侵我剑 还灭杀我子民 你们不给一个说法吗 声音不大 但方圆百里清晰可闻 那些逃走的西方人族 顿时停下了脚步 抬头望着那漫天的分身 看到那全身穿着铠甲 遮挡住了面目的分身 他们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一道人影 我知道了 那是凌玉大人的分身 对 我有幸在网上看到过他的英姿 他的分身 都是穿着这类铠甲 遮住了全身 一眼望去 全是分身 起码有上万人了吧 卧槽 好羡慕啊 我要是有上万分身 该有多好 你就别想了 人家能变得这么强 是有天命在身 你想说看多了吧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天命 哼 爱信不信 众人望着天空中的身影 一个个露出不同的表情 有人感激 有人羡慕 有人则咬紧牙关 一副痛恨自己太弱的模样 不过 他们都松了口气 淋浴来了 他们也就有救了 此地可是他们耗费了大量的财富 才建造起来领地 如果被怪物占据 他们不知 他们还能去哪里 他们这一支人族 流浪了几百年 给各族当雇佣兵为生 早就想要找个地方定居下来了 如今 终于定居了下来 还没站稳脚跟 就被入侵了 这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无法接受 现实是残酷的 久经流浪之苦的他们也明白 所以只能逃命 本来心中失落和绝望 现在淋浴来了 犹如上帝降临人间一般 顿时令他们充满了 激动和感激之情 这是人之常情 此时 那些怪物正在商议之中 淋浴想要个说法 在他们看来 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得不说 这个意见的怪物 都颇有礼貌 牛郎思考了一会 说道 我杀了他们的族人 这个代价我来出 其他怪物文言 都点点头 一兽做事一兽当 这是他们从神灵那里学来的哲理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一个羊头虎身的怪物问道 其他怪物也都十分好奇 都盯着他看 牛郎叹息道 我杀了百万人类 其罪深重 我也不知该如何令对方息怒 不过 我可以收集死亡人族的灵魂 请求我的主人 送他们进入冥界 以鬼身生存 他继续说道 另外 未表歉意 我会把我的修炼之法 赠予对方 众受文言大惊 杨虎说道 这可是 你异族的根基啊 就这样交给一个人类 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像他们这种族群的生灵 只要把功法修炼到极致 就能成为神灵 虽然这个几率非常小 几十万年也不见得出现一个 但还是有几率出现的 因此 功法十分珍贵 轻易不会送出去 牛郎拿自己的功法去赎罪 这在众兽看来 是巨大的牺牲 哎 我也无什么把握 就只有这祖传的功法 尚且有一些价值 况且百万年来 我族都没有一个能成为神灵的 我已经对此 功法不抱希望了 他话音落下 众兽都沉默了 这一句话 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他们族群的功法 又何尝不是呢 有的甚至上诉两百万年 也没有突破神灵的 众兽叹息道 也罢 我们不阻止你了 但要注意礼貌 不要丢了我 有李之国的脸面 牛郎行了一礼 说道 放心吧 我会秉持礼貌 众兽商议完毕 牛郎离开 天空中 凌玉的分身 成半包围状 将众兽包围在中央 这时 牛郎飞了出来 他先是行了一礼 然后才开口道 此中缘由 无当提前说明 可否 嗯 凌玉点点头道 于是 没想到啊 这些西方人族这么贪心 可惜 偷鸡不成十把米 反把自己搭了进去 况且 人家这么巨大的体型摆在那 若不是你们贪心作祟 也不可能历令之婚 做出试探的举动 死有余辜 这是凌玉在心中 给他们的评判 但是 死亡的百万人族之中 更多的是无辜者 百万人族之中 无辜者甚多 你要做何解释 凌玉质问道 牛郎声音充满歉意 无神对我说 众生当有礼 若欲无理者 可杀之 无一时被怒火迷了理智 才误杀了百万人 无有罪 无该只杀罪手 却杀了无辜者 凌玉闻言 愕然了片刻 眼前这只怪物 这么同情达理的吗 真好奇 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不过 眼下还是处理好这件事要紧 你要如何赔偿 百万死亡人族的灵魂 无会收敛起来 让他们若借知名符 虽然失去了肉身 但可以作为鬼继续活着 名符之中 除了色调灰暗之外 一切都与凡间无异 这一点你可放心 名符 看来对面的世界 十分完备啊 有了名符 一个世界的能量循环 就会形成闭环 不至于能量流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跌落世界等级 33小说网 此法不错 我允了 凌玉点点头 牛郎松了口气 又说道 此功法当作赔罪之礼 凌玉接过功法 看了一眼 顿时一惊 这竟是一本可修炼到 神灵境界的功法 他感到了此物的珍贵 将其小心收好 嗯 之后 一人一兽 谈了下外交之事 没错 凌玉也发现了 蓝星巨变在即 与其被动防御 不如结交几个靠谱的世界 与其背后的神灵成为盟友 一起抵御未来的变化 而眼前这个万灵界 便是他心中不错的一个结交对象 他有上万伟神 足以令对方重视 便是对方有超过一手之数的神灵 也不会小觑他的势力 毕竟他们那一界 都没有上万的伟神 可想而知 在他们心中 凌玉的潜力有多大吧 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 这上万伟神 其实都只是凌玉的分身而已 不过 凌玉不说 还是能拖一段时间的 等他们反应过来 自己说不定就突破神灵了 凌玉说道 你们想在此街落脚 我可以同意 但是 需要支付租金 因为此地乃是我足领地 虽然在这个世界 拳头大就是真理 但是相应的外交手段 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却十分有用 对面这个世界 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貌的文明 一旦制定了契约 神级的宝物 好 对方同意的很快 凌玉有些诧异 但既然谈妥了 他也不想耽误时间了 然后 他签订了一个大致的范围 规定万灵界的活动范围 以后 你们只能在百里之内活动 我不希望大家再起冲突 当然以后蓝星巨变 你们可以自由活动 凌玉交代一番就离开了 在离开之前 他又命令分身合体 以巨人的形态 偷偷出现了一次 33小说网 当巨人出现的时候 他们顿时张大了嘴巴 因为他们都与神灵关系紧密 比谁都清楚 巨人力量的等级 这竟然是神灵才有的气势 本来许多怪物蠢蠢欲动的心 瞬间平息了下去 人族 好可怕 竟有此等守护神 而且还能在半神界降临 不可思议 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回去 当他们背后的神灵 得知此事的时候 也面露不解之色 一个半神之界出现神灵 按理来说 是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一种可能 巨人不是神灵境 但力量上已经堪比神灵了 此话一出 更震惊了 这得是什么样的天才 才能跨越神灵境啊 这中间差的 可不是一两倍的力量差距 而是几千倍啊 诸位 此界人族抵御深不见底 我们千万不要交恶对方 而且蓝星巨变在即 届时将会万神降临 我们也需要一个盟友 而蓝星人族 就是合适的盟友 说得不错 蓝星人族有资格和实力 做我们的盟友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蓝星即将巨变 我们一定要第一批进入蓝星 抢夺蓝星巨变带来的大机遇 嗯 众神商议好了 都盯着蓝星 随时观察着蓝星的变化 他们有感觉 蓝星将在几日内发生巨变 与此同时 风神龙剑 风神一龙 化作龙首人身的形态 一脸愤怒道 人族又坏我好事 气煞我也 一想起空间之门两次被毁 他就一阵气恼 作为此界的唯一神 他性格暴虐 动辄屠戮生灵 凡尘生灵 敢怒不敢言 此时 这条龙神再次暴怒了 因为上次又被毁了空间之门 他打算继续开辟空间之门 但花了半个月时间 还是没有开凿出来 这让他心态有点崩了 毕竟 他是以风之法则成就的神灵之境 不擅长空间的力量 这时 迎头猫王一脸惊喜道 我神 开凿成功了 风神一龙大喜 果然一个空间通道出现在眼前 他立即出手 将这个空间通道扩大 转眼间 就已经从只有几厘米大小 扩张到了直径上百米 哈哈 蓝星巨变 本神终于能降临了 等本神降临蓝星 一定生吞了蓝星人族 地下 深渊世界 这是一个多层世界 越往下面世界越强大 此时 在第365层深渊世界中 几十个半神级的深渊怪物 正在一个来自第十层的魔神的指挥下 输送着能量 此地的确与那蓝星练结果 寻着这道气息 可锚定对方的世界 可打开空间通道 进入其中 蓝星巨变 必然有无尽机缘 我深渊也要分个一条影 寻本溯源 世界之门 开 哼 他剧长在空间一暗 一道道光芒亮起 紧接着一个朦胧的世界 出现在眼前 开 又是一声大喝 咔嚓一声 空间碎裂 一个细小的通道形成了 魔神看到这一幕 星未点头道 空间通道已经成了 接下来就是扩宽通道 以及加固空间之门了 可不能让区区半神再给破坏了 他又是一番操作 一个千里空间之门形成了 他看了一眼身后的半神 喝道 你们 先进去 是 类似的事情在不同世界发生着 尤其是有神世界 他们感知十分敏锐 也有着强大的消息渠道 得知蓝星聚变之时 各大世界的众神都行动了起来 一个个神灵主动开辟空间之门 顿时 蓝星出现的空间之门 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 灵狱正在清理入侵者 突然神经紧张了起来 心中有不好的预感 咔嚓一声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空间之门 灵狐盯着空间之门观察 眼睛里流露出道道数据 不一会儿 他回过神来 大哥 这是神灵开辟的空间之门 要不要毁掉 短短时间 他已经参悟出 这空间之门的来源 不得不说 悟道分身的悟性确实强大 毁了吧 合起 哄 分身合体 巨人出现 举起巨斧就要劈下去 毁掉空间之门 突然 他头顶也传来轰隆隆巨响 咔嚓一声 又是一个空间之门出现了 灵狐又一番观察 说道 也是神灵破开的空间 一起毁掉 灵狱咬牙道 命令下达 巨人手不停 一斧头披落 哄 神灵级别的力量 轰在空间之门上 空间之门根本无法抵抗 便被劈成了碎渣渣 蓝星的这位朋友 无为海神 可否谈一谈 这是剩下的那个空间之门内 传来的声音 但灵狱面无表情 毁掉 哄 空间之门碎裂 隐隐有海神的怒吼传来 人族 你七神太甚 等本神回归 必杀你 可惜 灵狱听到这声音 也毫无波动 到处都是空间之门 密密麻麻 一眼望去 起码数十个 这还是 他目光所及看到的世界数量 如果算上整个蓝星的数量 得以百万计 灵狐说道 大哥 我有预感 蓝星要升格了 灵狱点点头 他也有这种预感 趁着这个时间 多杀点怪物吧 我要在蓝星聚变 众神降临之前 将天赋分身再提升一击 灵狱飞在空中 心中的紧迫感 在催促着他前进 身旁的灵狐 始终半闭着眼睛 在感知着什么 本体 我看到天地即将动荡 蓝星的一场 大变即将开始 我们应当早做准备 他面色平静 但灵狱听到这话 点点头 有些急迫感 灵狱也有天地 聚变在即的感觉 他感觉这片天地 正在积蓄力量 如果当力量积攒完成 必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了那时候 世界升格 众神也将降临此剑 众神降临之后 这方世界的势力格局 必然会混乱无比 而以他们人类如今的实力 想要守住这一亩三分地 将会十分艰难 是啊 天地倾覆 世界巨变 众神降临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我要在这种变化开始之前 将天赋再升一级 起码要保证在神灵境中 不会处于弱势地位 他的天赋分身已是SSS级 能分出上万分身 分身合体之后 堪比神灵 但是合体分身 只能堪比普通神灵 面对强大的神灵 可能毫无还手之力 所以 变强之路还很长 不能停下来 灵狐点点头 打开腕表 一番操作之后 一个地图呈现在眼前 他指着地图中一处 说道 本体 此为两界山 与龟须类似 空间薄弱 常有一界出没 可作为狩猎之地 两界山不是一座山 而是横跨南北的万里山脉 此地 空间薄弱 与龟须类似 常年有一族在两界山外驻守 以防两界山的怪物 入侵他们的领地 这一点上 和龟须是差不多的 其实 整个蓝星上 类似的空间薄弱之地 还有几处 但只有这两界山和龟须 距离自己最近 另外几处 要么在深海中 要么就在其他大路上 他暂时还不打算跑那么远 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两界山确实是一个 最佳狩猎之地 走吧 越过数万里大地 他们在一座 形似天门的山峰前停下 眼前是两座万人高山 但奇怪的是 两座山形成了一扇大门 仿佛天门一门 走 凌玉没有细看 便带着凌雾冲了进去 刚刚进入两界山 便远远听到道道喊沙声 凌玉心中微惊 默念 分身 去 探一探四周情况 凌玉命令道 分身点点头 便四散开来 不一会儿 分身就将消息传了回来 凌玉问道 怎么了 凌玉笑道 此地空间越往里越薄弱 前方出现了大量的空间之门 他们彼此看不顺眼 就打了起来 走 咱们去看看热闹 凌玉笑道 这是一个好机会 凌玉没有答话 他打算做一只黄雀 将那一解生灵 一锅端了 这可是一波不少的升级点 两界山分为三个区域 核心 内部 外部 此时 他们所在的区域 连外部都算不上 飞了上百里之后 景色大变 这才算进入了外部 到了这里 可以清晰感受到空间的薄弱 似乎一指头就能戳破空间 突然 一声声吼叫传来 凌玉抬头看去 却见一只红色巨龙喷吐烈焰 与一群那家战斗着 巨龙数量不多 只有十几只 但每一只都是半神镜 而那家半神镜只有三个 但族人数量更多 双方战斗在一起 竟然势均力敌 他微微吃惊 这那家的集体战斗能力 令人吃惊 又是喊杀声响起 他扭头看去 只见远处是一个新的战场 一群形态各异的死灵 与一群圣骑士战斗在一起 黑暗与光芒交织 死亡与生命对抗 竟也势均力敌 他俯瞰下方 起码发现了几十处战场 都站得不可开交 灵雾突然解释道 本体 他们在争夺宝物 宝物 灵玉眼前一亮 什么宝物 现在蓝星还没有完成巨变 难道就已经预出宝物了 他有些心动 灵雾笑着指了指 前方一座大山 本体 我看到那宝物在山顶 下方诸族形成默契 只有胜利一方 才能取走宝物 不过 本体实力最强 可现在取走宝物 灵玉点点头 笑道 先取走宝物再说 此时 战场上 各族战斗的十分激烈 每时每刻都有生灵陨落 突然 天地大变 不好 宝物被偷走了 他们虽然在战斗着 但都愤出了一丝注意力在宝物上 但刚刚宝物突然消失不见了 这让他们心中暴怒起来 宝物被偷走了 你们还要战斗 诸族都停下战斗吧 到底是谁偷走的宝物 我们要调查一番 对 必须调查 这宝物是我们打生打死所争夺的 现在被偷走了 不是我们诸族干的 就是外来族群干的 如果是我们诸族干的 一定要查出来 然后群起而攻之 如果是外族干的 咱们就灭了那一族 宝物丢失 诸族震怒 但是他们将感知放到最大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让各族最强的半神 都露出疑惑之色 到底是谁偷走了宝物 环视四周 视线在诸族中流转 但却发现不了丝毫断倪 此时 灵狱使用雀布 将自己藏匿在了空间夹缝之中 他们自然发现不了 不过 诸族之中天才无数 他发现 走出一个六眼魔人 六眼魔人睁开所有眼睛 扫视虚空 三眼望牵连 四眼变真伪 五眼破虚妄 六眼见诸见 哄 魔人六眼睁开 一道道虚无的力量光芒 弥漫开来 顿时 四周的空间都变得透明了 诸族看着这一幕 都面露惊奇之色 这六眼魔人 竟能令空间变得透明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空间乱流了 突然 灵狱感到一丝凉意 他低头看去 正好与那六眼魔人对视 六眼魔人大喝一声道 找到了 贼人就藏在此处 诸位一起轰击此处空间 轰咚咚 他话音刚刚落下 轰击声便已经响起 不用魔人开口 他们就已经出手了 不过 灵狱也不是吃素的 他直接使用 却不顺移了出去 下一刻 他就出现在六眼魔人身前 冷声道 诸旗之中 种族无数 果然不可小觑啊 六眼魔人一脸冷汗 惊惧不已 灵狱直接抓住他 将其丢进了小世界中囚禁起来 这六眼魔人的力量十分神奇 他打算留着 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处 哄 灵狱刚刚抓走六眼魔人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攻击 就飞了过来 他心中无惧 大喝道 去 杀了他们 汪一声轻响 四周光芒一闪 九千分身出现在天空 分身二话不说 释放各种技能 冲入诸族之中杀戮 九千个伪神级的分身出手 一个照面 就让诸族吃了大亏 灵狱笑了笑 使用却步 离开此地 灵狱问道 有些与我人族天生相冲的种族 等战事结束 就尽量灭族吧 灵狱抬头问道 比如呢 比如亡灵族 这类死亡种族 天生和生灵对着干 我见到一个杀一个 还有那些魔人 以吃人为乐 也不能留了 这些邪恶类的生灵 我不喜欢 见一个杀一个 灵狱咬牙切齿 表现出对邪恶类生灵的痛恨 他可是一个阳光有爱的少年 天生就饥饿如仇 眼里容不得杀子 灵狱点点头 没有继续说什么 其实他想建议灵狱 把这所有种族都杀了 包括它们背后的世界 都血洗一遍 才是最佳方案 不过 灵狱是不可能同意的 不说有些种族拥有神灵 就是一些世界的生灵 也是人族 他就不可能无故举起屠刀 好了 我们找一找 亡灵世界的世界之门 不过要先探查一下 这个世界有没有神灵 他抓住一个亡灵 施展搜魂术 获得了亡灵的记忆 这个亡灵界没有神灵 可以图了 接下来是魔人 魔人种类太多了 有的魔人战斗力极强 同阶中几乎没有敌手 有的魔人则战斗力极弱 比如六眼魔人 这魔人就是一个 将眼睛洞察之力 发挥到极致的种族 但相应的战斗力就很弱了 战场上 光是魔人类的世界 就不下于十个 灵狱干脆直接抓住 十个魔人搜魂 过了一会儿 灵狱喃喃自语道 十个世界 有八个有神灵 那就图了剩下的两个吧 之后 他又如法炮制 选定了三个世界 这三个世界的生灵 其中一个是 人族主导的世界 不过这个人族主导的世界 已经变质了 他了解到 这个世界的人类 信奉痛苦之神 喜欢折磨同类 从生灵的痛苦中 汲取力量 这种人类 没资格活着 灵狱说道 搜了几个生灵的记忆 他也算开了眼界 在不同世界中 三观的区别 简直天与地的差别 不过 强者为尊的世界观 始终不变 他看了一眼战场 发现分身几乎无敌 追着诸族跑 诸族一起对抗 却敌不过十个分身 一起出手 诸族绝望了 啊 我不想死啊 我投降啊 不要杀我 看在大家都是人族的份上 求求你别杀我 我愿意做牛做马 求求您别杀我呀 该死 你们都站起来啊 一起出手 我们都赢啊 能赢个屁 那些人都是尾神 咱们半神的数量 都没人家尾神多 你告诉我 怎么赢 他们绝望了 苦苦哀求 可惜 分身接到了杀光的命令 到了数百里之外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灵狱取出那件宝物 此见这是一颗圆球 呈现青色 表面光滑 能映出人的影子 这是什么玩意 灵狱把玩一会儿 始终看不出是什么玩意 灵狱将圆球递给灵物 你脑子好用 你研究一下 这是啥玩意 灵物接过圆球 点头 研究了起来 能让诸族争夺的宝物 不会是普通东西 只是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一时也看不出来 以灵物的悟性 应该能研究出来 只是需要花费的时间 多少的问题而已 而他则取出一颗颗血肉丹 施展天赋吞噬者 一颗颗血肉丹被吞噬 化作精纯的能量 强化着他的身体和灵魂 这个吞噬速度非常快 比融合之前的生命 汲取吞噬速度要快四五倍 很快 灵狱就感到有些头痛 这是施展这个天赋 带来的副作用 不过 他歇了一会 就继续施展吞噬者 血肉丹在小世界中 堆成了一座小山 此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 他的实力也在稳步增长中 虽然增长得很少 但积累下来 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终于 他停止了吞噬 睁开双眼道 力量增强了十分之一 但他很快也皱起了眉头 因为他发现 灵魂隐隐刺痛 心境也乱了 变得焦急烦躁暴虐 哎 力量增强了 还得花时间去稳固境界 将这种负面作用消除掉才行 他喃喃自语道 这种副作用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吞噬者天赋自带的副作用 吞噬太多会带给灵魂和肉体一定负担 表现形式就是灵魂刺痛 身体不协调 心境紊乱等 另一方面是力量增长带来的境界不稳 因为力量突然增长 身体不适应 这就需要一段时间去稳固境界 习惯心增加的力量才行 先稳固一下境界和心境吧 灵魂盘歇而坐 稳固境界 他这边十分安静 但战场上已是血流成河 夕阳西下 夜幕降临 一缕银灰洒落大地 战场上 无数尸体横沉在地 一缕缕 残魂飘荡天空 在月光的照射下 隐隐传出灵魂的痛苦嘶吼声 突然 天空中 一扇天国之门大开 无数天使从天而降 他们手持各种武器 行走在战场上 拨洒光明的力量 顿时 那些嘶吼的灵魂都安息了下来 那些蠢蠢欲动的尸体 也重现陷入了死寂 灵魂从虚空中走出 俯瞰下方战场 九千分身死了十几个 但战场上几乎所有生灵 都被屠杀一空 有些生灵提前逃了回去 甚至毁掉了自家的空间之门 防止本土被屠戮 而有的生灵想要反杀 但都死得很惨 灵魂大手一挥 天国之门消散 战场上 尸体太多了 可谓是方圆数十里 都是一层叠一层的尸体 他保守估计得有几千万具 这一战 让他获得了大量的升级点 距离升级天赋已经不远了 你们死了 但你们的尸体 还可以为我做一些贡献呢 他大手一挥 尸体化作一道天河 流入小世界中 尸体进入小世界 他立即催动小世界 消化尸体 顿时 一句句尸体化作营养 强化着小世界 小世界太小了 很快就吃饱了 灵魂就将尸体 都堆积到了小世界中 随时准备喂养小世界 还不错 小世界的体积扩大了一倍 接下来 该是灭族时刻了 就先从这个变态人族 世界开始吧 让我看看 你们到底有多喜欢 折磨同类获取力量 痛苦人族世界 这是灵魂临时 给这个世界起的名字 因为他搜魂 了解到此界十分变态 喜欢折磨同族获取力量 他们信仰痛苦魔神 得到了对方的回应 拥有一丝丝痛苦权柄 可以通过折磨生灵 令对方痛苦 而汲取痛苦之力 这种权柄很稀有 也很奇葩 但不得不说很强大 不过 当从对方记忆中了解到 被折磨人的惨状之后 他就笑不出来了 此界之人 为了更高效率 汲取力量 发明了上千种刑法 而最出名的 则是十大酷刑 看完这些酷刑之后 灵魂只感觉胃里翻腾 心生恶心 这样的文明 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进入此界 刚刚出现在空间之门前 他感知轻轻一扫 眉头便是一皱 在他百米出的营帐里 正有一个将军打扮的人 正在折磨十个奴隶 他们的胳膊被砍掉 露出带血的骨渣子 眼睛少了一颗 空洞洞的 仿佛索命厉鬼 小腿被砍掉了 悬空被挂在一个木桩上 而在他们前面 站着一个将军 正一脸笑意的修炼着 道道力量气息 从他们身上飞出 被将军纳入体内 将军一修炼 他们的惨叫就没有停止过 而他们叫得越大声 将军就越兴奋 因为他能获得更多的力量 灵魂眉头深皱 心生厌恶 这种文明已经扭曲了 甚至已经不能算是 人族的文明了 称呼为魔人都不为过 灵魂抬起手 命令一个分身过去 杀了他们吧 分身点点头飞了过去 还没走远 灵魂又补充了一句 记住 一个不留 将军还沉浸在修炼中 突然眼前多出了一个人 看到眼前这个完整的人类 他不禁反省 好久没遇到完整的人了 你一定还没有享受过 痛苦的快乐吧 让本将军带你 进入痛苦极乐世界吧 他一边大笑 一边抓向灵魂的分身 灵魂分身眉头微皱 屈指一弹 哄 一道细小的光芒 他眉心那个洞口 才流淌出鲜血 染红了一地 那些被折磨的人 看到这一幕 都惨然笑了起来 呵呵呵呵 他们的笑声很难听 犹如乌鸦尖叫一般 分身走了过去 抬起手 那些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 反而露出释怀的笑意 哄 手掌落下 他们都安息了 同时 灵魂脑海中 也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此时 灵魂的灵魂感知 覆盖着数百里方圆 他发现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形成 灵魂也皱眉道 本体 这个世界的文明 已经激变了 不管是被折磨人 还是施行者 都曾给别人带去痛苦过 这是他们修炼的根源 除了个别人组隐居深山 躲避这一切之外 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形成 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已经没救了 灵魂点点头 灵魂的观点和他差不多 人间已腐坏 那就清理掉吧 灵魂叹息道 灵魂点点头 也只有这样了 灵魂也没有迟疑 立即派出分身 朝着四周扩散开去 以他现在的灵魂强度 方圆数千里内 都是他的操纵范围 分身进入城市 灵魂和灵魂隐藏起来 灵魂半闭着双眼 参悟着那颗圆球 而灵魂则将意识 投入到其中一个分身身上 他要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变态 一座大城中 街市上颇为热闹 各种缺胳膊少腿少眼睛的人 在卖力地叫喊着 上好的刑剧哦 绝对能让你痛得死去活来 客观来看看我这瓶药剂 一瓶下去 灵魂痛不欲生 三天三夜都不会死 如果再配上我的刑剧 那就是肉体和灵魂的双重快乐 绝配 都来看看了 最新的痛苦宝典出炉了 各种心事刑罚 绝对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热闹的街市上 没有人卖吃的 用的等日用品 反而都是贩卖各种刑剧等物件的 如果说街市上颇为平静的话 那些民居房里 则是各种惨绝人寰之事 百姓关在屋里 互相折磨修炼 灵魂见到这一幕 心中有些不适 他们既是施暴者 也是被施暴者 几乎没有人是干净的 他又看向了贵族所在的内城 情况更加严重 平民顶多一次性折磨两三个人 而且很多都是互相折磨修炼 但是内城就不一样了 贵族有的是权力 抓捕奴隶 一次性折磨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 折磨死了 就换下一批 惨烈 灵魂有点看不下去了 灭了吧 他闭上眼睛道 这样的世界 有什么存在价值 恶心人吗 反正不符合他的三观 可能比较符合 那些魔神的三观吧 但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不可能去理解魔神的观念 试悦 一颗黑月飞出眉心 朝着城中央的上空飞去 月飞越大 等到了城中央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直径万米的巨大黑月 这个技能已经许久未用 因为本质上只是九阶技能 对半神几乎没有效果 但这座城池里没有半神 试悦反而是最容易杀戮的技能 试悦横空 黑光漫天 当试悦一出现 全城的人都露出了惊骇之色 那是什么 痛苦之神的眼眸吗 不 我没有感受到痛苦之神的力量 好强大的腐蚀之力 我的胳膊没了 好痛苦 快快快 你们看他痛苦的表情不是作假 我们快汲取痛苦之力 黑月凌空 黑光弥漫 笼罩整座城池 强大的腐蚀之力刚刚出现 就令许多人生出了痛苦表情 这种感觉太特殊了 比他们以前感受到的所有痛苦 都要特殊 啊 突然 黑月的光芒大量 彻底将城池笼罩其中 下一刻 各种惨叫声响起 不好 这黑月不是来折磨我们的 而是要杀了我们 速速毁灭黑月 我们可以被折磨 但是不能死 走 消灭黑月 七阶以上的强者迎上了黑月 但他们不知道黑月的底细 否则就不会做这种蠢事了 他们就被黑光一照 就腐蚀成了灰烬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呆住了 他们想要离开 但为时已晚 哼 下一刻 他们也步入后尘 只渔下灰烬 在天空中飘飘洒洒 下方众人 这一刻也都明白了 这黑月是要杀了他们 跑啊 我可不想死 我只要按部就班修炼下去 迟早是一尊半神 我不会死的 是谁要杀了我们啊 杀了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死掉就是一瞬间的事 根本不会有多少痛苦 他们不想死 疯狂四散逃命 可是 灵域既然要杀了他们 岂有逃出去的可能 突然 黑月光芒大胜 哼 先从高大的建筑开始 只是一瞬间 这建筑就被腐蚀一空 只剩下大量的灰烬堆积在地上 建筑 树木 地面被黑光一照 不出三秒 就只剩下一地灰烬 只有那些修炼过的人族 才苦苦抵挡 但他们也只多活了几十秒 也步入了建筑的后尘 化为了灰烬 这一幕十分壮观 便是灵域也叹息了一声 这些人族的心已经扭曲 灵域连全尸都不想给他们留 而且 使用世约消灭这些人类 效率最高 他现在一心搞升级点 其他的东西暂时先不管了 脑海中不停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让他心中大定 定 你杀死了人类 痛苦魔神预备眷属 七阶 升级点加五六零零零 定 你杀死了人类 痛苦魔神低阶眷属 八阶 升级点加三零零零零 定 你杀死了人类 痛苦魔神中阶眷属 九阶 升级点加一零零零零零 定 你杀死了 咦 灵域轻移了一声 还是魔神眷属 有点意思 灵域嘴角翘起笑道 既然都成为魔神眷属了 那就更得杀光了 灵域冷笑一声 此时 黑月横空将整座城市都腐蚀一空 只剩下了一地的灰烬 任谁都想不到 这里曾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不仅如此 类似的事情在各大城市发生着 黑月降临 一座座城市从地图上消失 此界的人族死伤惨重 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灵域先一步消灭了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剩下的人只是一些弱者 一盘散沙而已 苟成不了威胁 九千个分身 以灵域为中心 飞快地消灭着这个世界的生灵 灵悟还在仓物元球的奥秘 灵域也变得无所事事起来 便拿出金金石吞噬 随着一颗颗金金石吞噬入体 它的肉体强大了一丝 小世界中金金石不多 只有上百颗 只花了半天时间 它就吞噬完了 没了金金石 它就将目标放在了血肉丹上 这丹药材料简单 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炉练一次 上次被它吞噬完了 它就又让分身进小世界内练了一次 看着这小山一般的血肉丹 它开始了无聊的工作 一颗颗血肉丹被吞噬化作精纯能量 强化着它的肉体和灵魂 吞噬血肉丹的感觉 和吞噬金金石是不一样的 前者可以强化肉体和灵魂 尽管灵魂提升的幅度微乎其微 但后者只能提升肉体强度 但提升的幅度更大一点点 它也琢磨出来了 带有生命力的物体 吞噬之后能提升灵魂 虽然提升的不多 而吞噬死物只能提升肉体强度 但幅度会大一点点 分身在杀戮 而它在吞噬血肉丹 许久之后 天色暗了 灵魂揉了揉眉心停了下来 它也到极限了 不能继续吞噬 否则会造成负面效果 然后 它也跟着盘息而坐 稳固境界 等分身将附近三千里区域都途径了之后 它也醒了过来 带着灵魂飞到了六千里外 分身继续杀戮 它也继续稳固心境和力量 就这样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两天过去了 两天后 灵魂醒来 它早已稳固了境界 此时分身 也已经将这个世界的大城市 全部毁灭了 这个世界的生灵 许多都逃入了深山 它也懒得追了 换下一个世界 灵魂还在参悟着圆球的奥秘 它干脆把灵魂放到了小世界里 离开了这个世界 出现在蓝星中 刚刚出现 四周便是一阵阵尖叫 它回来了 它回来了 一声声尖叫 刺人耳膜 灵魂眉头一皱 环视四周 发现远处一只只人面鸟 正在尖叫 锅噪 它大手一挥 力量排山倒海般传递过去 那些人面鸟惨叫 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 就被它一巴掌拍死了 不过 这鸟的声音还是传了出去 不一会儿 许多世界的空间之门 就自己破碎了 不是吧 这么害怕我 灵魂也是无语了 它们宁愿毁掉空间之门 也不想让灵魂 进入它们的世界 等它抓了一个魔人搜魂才发现 它们在灵魂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 也跟着进入了 当它们知道灵魂的所作所为之后 一个个都冷汗直冒 连忙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那些有神灵存在的世界并不害怕灵魂 但也被灵魂狠辣的手段给震撼到了 而那些没有神灵存在的世界 有的第一时间就毁掉了空间之门 有的则怀有侥幸之心 如今 灵魂回来了 它们连忙毁掉空间之门 就是害怕灵魂也涂了它们的世界 见到这一幕 灵魂颇颇为不悦 因为原定的十几个世界 现在只剩下三个了 先把这三个世界灭了再说 大手一挥 分身出现 它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这个世界 刚刚进入 便是各种埋伏 不过这本来就是不存在神灵的世界 它们的功 极好像给灵魂挠痒痒一般 杀 命令下达 分身开始杀戮 这是一个魔人世界 它们都长着独角 身材高大 普遍三米以上 身上长满了鳞片 直立行走 喜欢吃生肉 尤其喜欢吃活着的生灵 灵魂刚刚进入这个世界 扑鼻的血腥味便迎面来 让它有些作呕 它飞入高空发现 这些魔人处于部落原始文明 它们已经有了畜牧之法 不过这畜牧的不是牛羊 而是各种智慧生灵 有人类 也有类似于人类的亚人族 看到这一幕 灵魂脸色很不好看 杀了 都杀了 一个不留 这个魔人世界不大 而且魔人数量也不是很多 但奴役的智慧种族加起来 和魔人数量相当 不过 现在这些智慧种族 都是魔人的食物和宠物 灵魂见到这一幕 二话不说 就举起了屠刀 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行动 分身出击 魔人叠血 一只只魔人惨叫着 哀嚎着 求饶着 不要杀我 我可以给您做奴隶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人类啊 你和我的宠物人类 简直是两个物种 不我不想死 你杀我 我也要杀了你 不管他们说什么 求饶也好 反抗也罢 灵魂分身只是机械式的 举起屠刀杀戮着 对于分身而言 灵魂的命令就是一切 灵魂下令屠光 他们会认真地执行下去 于是 整个世界就出现了可怕的一幕 数千人族 追着数千万魔人跑 魔人太多 一时半会也杀不完 他觉得无聊 就继续吞噬血肉丹 尘世中杀气漫天 他这边则岁月静好 一颗颗血肉丹 被吞噬进体内 增强着力量 感受着不断变强的力量 他笑得很开心 这时 灵魂在小世界内醒来了 灵魂心有所感 立刻将他放了出来 怎么样 研究出来了吗 灵魂心怀期待 这可是让诸族争夺的宝物 不可能是凡物 他也搜了几个异族的魂 但都没能从对方记忆中 获得有用的信息 现在就寄希望于灵魂能 研究出来结果了 灵魂闻言 将小球放在掌心 笑了笑 才说道 初看之时 我也是毫无头绪 一没见过这类物件 二也感知不到这物件的特殊之处 但是 谁让我悟心逆天呢 我反复琢磨此物 使用各种属性的力量试探 还是没有结果 就在我百筹莫展的时候 我以灵魂视野发现 这小球上有一层淡淡的纹路 纹路浅淡 如果灵魂强度不足 甚至什么都发现不了 我的灵魂强度勉强合格 所以才看到了这纹路 纹路十分细密 而且有些杂乱 给人一种浩瀚之感 仿佛这纹路中 蕴含了世间一切力 但经过我这两天的研究 我已经理出了头绪 灵欲催促道 快说 灵欧笑道 其实 此物名为天道石 表面的纹路是天生的 而且蕴含天地智力 可参悟出一些技能 天道石蕴含万般智力 每个人参悟出来的技能都不一样 而且不仅如此 随着实力提升 悟性提高 还能参悟越来越多的技能 天道石 这名字挺装逼的呀 能参悟出各种技能的石头 对别人来说是质宝 对它的吸引力有些一般 他摆了摆手道 那你就继续参悟吧 我把同步打开 这样大家随时可以更新技能 下一秒 灵欲打开了同步 将他和分身的力量同步起来 不管是他 或者分身变强 都会第一时间同步力量 下一刻 他就感到自己多出了一个技能 看着脑海中多出的两个技能 他喃喃自语道 神技 圣山 圣山 神技技能 可凝聚地脉之力 召唤圣山攻击敌人 技能介绍十分简单 实际效果 还得试验之后才能得知 灵欲暗道 与此同时 所以分身都掌握了神技 圣山 不过在不合体的情况下 他们的力量只有尾神等级 无法施展神技 灵欲压下心中的期待之情 打算先把实验技能的事情 放到一边 然后 他继续施展天赋吞噬者 一颗颗血肉丹消失 强化他的肉体和灵魂 让他变得越来越强 等吞噬达到了极限 他就会停下稳固境界 然后继续施展吞噬者 血肉丹在飞速减少着 他的实力也在不停增强 实力增强的感觉太爽了 让他仿佛沉浸在一个美妙的幻境之中 不可自拔 时间飞逝 又是两天过去 分身也终于完成了任务 灵欲睁开双眼 放下血肉丹 大手一挥 回去了 穿过空间之门 刚刚出现在蓝星 他就眉头一皱 只见眼前的景色大变 他记得进入魔人世界之前 这里虽然经历了一场大战 但仍然有各种植物的 但现在却什么都没了 只有眼前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这两天都发生了什么 灵欲疑惑道 灵雾放下天道珠 您没猜测到 这里有战斗的痕迹 很明显 在我们离开的这两天 有人在此地大战了一场 但是 尾神的破坏力 也达不到眼前的程度 真是奇怪 灵欲却心中一惊 忙打开腕表 刚刚打开腕表 滴滴滴的声音就不停响起 灵欲连忙点开那个群 将消息朝着上面拉 严君 本君又参悟了一个技能 哎呀 自从突破到半神 这脑子算是开窍了 玉者 你就得死吧 你 我告诉你啊 这天地很快就会完成蜕变 到那个时候 咱们半神也只是炮灰而已 阁老 说的夸张了点吧 神僧 你们看看外面吧 世界刚刚已经大变了 然后 聊天群沉默了许久 才有人出来发送信息 阁老 已经探明了 蓝星完成了蜕变 神灵可以降临了 玉者 这蓝星咋回事啊 你完成了蜕变 也不给点表示啥的 上回还给了神台 让大家觉醒天赋呢 这回是啥都不给呗 玉者一顿唠叨 也没有唠叨出一个宝贝 玉者 你就少说两句吧 当初的神台 是我们自己机缘巧合找到的 不是蓝星给我们的 阎君 现在我们应该先看看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风神一龙这个大敌呢 阁老 我懂 那风神龙剑 被两次毁掉空间之门 不过最近又重新开辟了一个 这回灵狱不在 我们就以监视为主 刚刚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这风神一龙已经降临蓝星 正朝我中央乘飞来 扶瑶子 对了 我们的阵法布置得怎么样了 阁老 嘿嘿 早就布置好 那风神一龙 进不了我人族领殿 阎君 这样我就放心了 虽然我们力量不如神灵 但阵法是神奇的 能阻挡神灵 御者 也不知道灵狱那小子去了哪 我怪想念他的 阎君 你那是想念他吗 你那是想念他的力量 你下见 御者 阁老 暂时没有联系到灵狱 不过以他的实力 不会有问题的 我们就不要操心了 众人点头 但还是十分担心灵狱 毕竟灵狱可是他们的希望啊 他们虽然有阵法护住了本族 但是维持如此强大的阵法 他们的厄运就会降临了 为今之计 只有灵狱能庇护他们了 以如今灵狱半神境界 合体分身就能媲美神灵来看 如果灵狱再强一些 是否可以在神灵境界横行无敌 这不得不让他们激动啊 灵狱横行了 他们岂不是也能跟着张光 此时 在龟虚外围 一只巨大的青色硬龙 正一脸愤怒地攻击着防护罩 一边攻击 他一边破口大骂 人族 你这卑劣的下三等种族 有种与我决一死战 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 他本想毁了中央城 报血海神仇 但没想到 却被阵法阻挡在外 岂能不让他暴怒 该死的 人族 缩头乌龟 气死龙嘛 他拼命攻击着防护罩 但防护罩十分稳 只能泛起道道涟漪而已 攻击了半个小时 仍然无法攻破阵法 他放弃了 你们给本神日夜 不停攻击防护阵 消耗他的能量 他命令到 蛟龙族等各大族群 纷纷应事 轰隆隆 一道道颜色各异的力量光芒 弥漫苍穹 最后落在了人族的防护阵法上 泛起点点涟漪 他们要逐渐消化掉 防护罩的能量 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着 时刻不停 而在这人群中 有一头兽特别显眼 这是一条蓝色的蛟龙 他张开大口 一道道雷霆降临在防护罩上 引起道道涟漪 他不停重复这个工作 极其卖力 其他兽都放弃了 只有他还在苦苦坚持 一道道强大的力量波动 在大海上沸腾着 风神翼龙见到这一幕 点了点头 这个小家伙不错 来人 我神 您最忠诚的奴仆来了 请您吩咐我 把这小子调过来 让他当本神的卷帘大将 是 很快 龙雷就成为了风神翼龙的大将 不过他这个将军不带兵打仗 只负责平时在风神翼龙出行时 卷一卷帘子 若是一般有志气的 是不会做卷帘大将的 但龙雷却十分欣喜 他是灵狱的夺射分身 天生拥有夺射之能 以他现在力量 有把握夺射一个神灵 不过这神灵 必须是极度虚弱状态才行 而风神翼龙 就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现在 风神龙界降临蓝星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而与灵狱为敌的 必然是他的仇人 他自然会想方设法算计一下 你小子真有福气 龙神大神 都要让你侍奉左右了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蛟龙翼族都沸腾了 一众半神长老也走了出来 为他庆祝 龙雷一脸笑意 不过这笑意中 带着一丝无人察觉的冷意 蓝星巨变 整个世界都乱成了一锅粥 只有仁族有大阵守护 暂得一方净土 可是如此一来 仁族也变得十分惹人注目 无数双眼睛投向了这边 蓝星巨变 空间之门还在不断出现着 不仅如此 大地在延伸 蓝星在变大 每一次变大之时 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地震 然后出现大片新的土地 上一次蓝星巨变 还是三百年前 那一次蓝星变大了千倍 不知这一次会变大多少倍呢 目前看来 蓝星变大很缓慢 和上次区别很大 但出现的大片区域 则让各大世界强迫了头 一块块土地开始被占领 然后又被其他族群抢夺 刚开始 众神也手痒痒 纷纷参战 很快 他们就不敢出手了 因为他们的破坏力太强 一出手便是生灵涂炭 地形改变 他们可不想好好的一个蓝星 最后变成了死星 他们克制了起来 共同约定 神灵轻易不出手 占领领地 让手下去做 初步的规矩出现了 不过众神表面遵守 内心并不在意 甚至在偷偷地违反约定 灰月剑 这是一个死灵事件 若是灵欲在场 就定能认出这个世界 因为他曾经杀了三尊伟神 而且还毁了这个世界的空间之门 此时 这个世界的神灵 阴沉笑着 走向空间之门 他要杀了灵欲报仇 兽王剑 天空中悬浮着一张粗广的王座 上面坐着一个桀骜不驯的王者 他就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 兽神 蓝星终于完成了巨变 他也睁开了眼睛 脑海中浮现灵欲的影子 此人 我必杀之 他喃喃自语道 然后 他便站起身 离开了已经千年不曾离开的王座 飞入空间之门 他要杀了灵欲 以报心中之仇 另一剑 万灵剑 此界的神灵很多 足有十个 诸解之中 大多数世界都没有神灵存在 也无法突破到神灵 而剩下的不到百分之一的世界 拥有神灵 而这些拥有神灵的世界 大多数都只有一个神 很难出现第二个神 如果一个世界 能同时出现很多个神 这个世界一定十分强大 可见 当年的神语 世界的多强 此时 此界神灵聚在一起 正在商议着 暴风之神说道 我看不透他 力量之神点点头道 他的力量很强 但不是来自于法则之力 我很困惑 他是如何将肉体锤炼到如此强大的 火焰女神笑道 本女神对他很感兴趣哦 阴影之神 本神也对他感兴趣起来了呢 众神一阵打趣 但可见他们的关系不错 不然也不能在一个世界内 还谈天说地 力量之神说道 你们打算如何与人族交流 雷霆之神说道 保持现状吧 什么 这不行 我们可是十个神啊 怎么能屈居人之下 这时 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道道金光 众神一脸惊讶望去 好强大的气息 这是神迹 灵域看完了 那个群里众人的聊天记录 他留下一句 我已知晓就下线了 他当当下线 众人便看到了 灵域 我已知晓 你们做好份内事 其他的我来解决 下一刻 众人就七嘴八舌一轮了起来 阁老 感谢灵域 没有你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遇者 灵域下线了 估计是遇到神灵了 阎君 我有预感 他现在处于很关键的时刻 我们不要打扰他 神僧 阿弥陀佛 祝灵施主一帆风顺 阁老 好了 咱们也下线吧 别让那些神灵攻破了阵法 怎么不能拖后腿 不要忘了 咱们是灵域的弱点 众人连连点头 也纷纷下线盲去了 此时 两界山高空之上 这里白云如同棉絮一般 一望无垠 仿佛云海 正有两尊神灵大站着 两尊神灵都是人形 但不是人类 一个长着獠牙 一个头颅细长 只见那满嘴獠牙的神灵 低头俯看下方 我为我知世界火神 而你是风神 我与你法则互补 不如停手合作 如何 两尊神灵都是他们世界中的统治者 这么多年 都没有与其他神灵战斗过 刚刚来到了蓝星就遇到了 于是手一仰就打了起来 其实他们也没有仇怨 根本没必要打伤打死 细长头颅的风神点点头道 你说的不错 那就停手合作吧 不过停手可以 人类必须死 满嘴獠牙的火神脑海中 浮现一群人类的影子 这些人类在蓝星聚变之前 屠杀了数十个世界的生灵 当然也包括他们的世界 不过 人类在杀了他们世界的生灵之后 就消失了 也不知去了哪里 等蓝星聚变之后 许多拥有神灵的世界神灵降临 他们没有找到灵域 也就懒得找了 而是去了别处寻找机缘 只有他们两个降临的比 晚安 一见面就打了起来 才当得到现在 听你提起那些人类 我的暴脾气就上来了 这些人族最有伟神之境 但不杀了他们 我也不痛快 一起去杀了他们 火神一脸愤怒道 走 我用风的力量 寻找他们的痕迹 只见头颅细长的风神大手一挥 青色的风被他召唤来 风啊 告诉我 那些人类去了哪 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淡淡的元素痕迹 就出现在虚空指向了下方 33小说网 风神一愣 说道 那人族就在下面 走 两神降临 一眼就看到了 灵域和他的分身们 见到两尊神灵降临 灵域心中警灵大作 他的分身不合体的情况下 和神灵还是有天大的差距的 他默默后退 这可是他第一次对抗神灵 必须小心谨慎才行 不过 他在暗中观察两尊神灵 只见其中一个 长着一张瘦人的脸 一嘴的獠牙 颇为猙獰 另一个神灵头颅细长 占据了身体的一半长度 身材消瘦 犹如一根竹竿 满嘴獠牙的火神呵呵笑道 人类 你们杀了我族精锐 今月赐予你死 头颅细长的风神面上发冷 他没有说狠话 随手一挥 便是一个接天连地的大风暴 朝着灵域分身杀来 灵域心中大惊 连忙顺移离开 然后立即命令分身合体 呃 白光浮现 合体分身成 这时 那大风暴也卷了过来 立 哄 一把巨大的斧头 从白光中劈出 一斧头将白光劈散 也将空间劈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蓝星已经蜕变 空间强度不像以前那般脆弱 所以已经难以劈碎了 但 还是给空间开了一道口子 一斧头劈下去 这道口子中空间乱流浮下出 将那风暴吞了进去 下一刻便成了风轻云散 一派祥和的模样 头颅细长的风神猛地一愣 呆呆地看着消失的人类 以及新出现的巨人 他现在有些懵 刚刚那些人类去了哪 这巨人又是从哪里出来的 满嘴獠牙的火神惊讶道 这是同源合体 虫族的不传之秘 其他族群不可能掌握才对啊 风神文言也明白了过来 他自然也知道 虫族的这种技能 他也曾经羡慕过 探寻过 研究过 但结果让他十分失望 想要合体必须参与者 不能有一丝杂念 这就阻挡了绝大部分种族的想法了 也只有虫族这种集体意识种族 才能使用同源合体技能 但他今天看到了什么 一直不团结的人族 竟然能使用同源合体技能 这让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巨人望向了他们 等灵域和灵物走得远了 他才举起斧头 再次劈了下去 这一斧头 比刚刚那一斧还要强大 白光裹在斧头上 仿佛能将世间一切都劈散 哄 辅光降临 两神面露怒容 感觉受到了冒犯 明明是一群尾神而已 数量再多 也不是他们神灵的对手 但现在合体之后 能和神灵一战 就这般嚣张 他们决定给这人类一个教训 让他看清楚彼此的差距 冒牌祸 今日必杀你 风神一脸怒容 火神正要出手 风神阻拦道 还请你退后 我亲手杀了他 火神对于两神一起出手 也觉得有点掉分 点了点头 退到了远处 风神大喝一声 灭尽之风 哄 他掌心亮起青色光芒 被他一推 这风就冲向了巨人 此风可吹散一切 肉体灵魂都会被吹散 你便是合体之物 媲美神灵 但终究不是真的神灵 在我这风下 你将毫无还手之力 死吧 风来了 巨人的辅光与其撞在了一起 哄 两道强大的力量撞击在一起 爆发出巨大的冲击波 四周变得一片狼藉 风神毫发无伤 而巨人头发凌乱 有些狼狈 竟然没死 算你命大 再给你一击 说吧 风神又是一招灭尽之风使出 这是一个伪神技 但也接近了神技 你能死在这招之下 可以含笑九泉了 圣山 一道声音响起 声音不大 但却令人心中异禀 天空一暗 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他们 怎么回事 他们抬头看去 顿时大惊道 不好 这是神技 他们心中大害 面色有些发白 这可是神技啊 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领悟出来 不是他们不努力 而是领悟神技需要的机缘和物性太高了 他们达不到 神技和神器是一个等级的东西 但神技比神技还差了一点 毕竟一个是自身拥有的 一个是外物 他们成神万载 连神技都没有 更何况是神技了 在神灵漫长的生命中 他们也只是新神而已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沉淀 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神灵 换言之 他们是神灵中的底层 面对神技 他们心中的巨异一闪而过 怎么办 此时 神技一出 降临蓝星的无数神灵都若有所感 他们扭头看去 有的心中惊讶 有的责面带感兴趣的神情 有点意思 看来第一批降临蓝星的神灵中 也不都是若记 他放下刚刚杀死的一个神灵 将其尸体收了起来 笑道 无为杀戮之神 掌握杀伐之道 这世间万神 也是无知猎物啊 此神 也终会成为本神的猎物 就让你先活几天 等我过去 希望你能多撑几招 此时 圣山出现在天空中 巨人释放圣山之后 体内力量顿时消耗了一大半 暗中的灵域感知到这一切 心中一灵 他没想到 神技消耗这么大 望着天空中 他看不到边际的巨山 他喃喃自语道 这技能应该很强大吧 巨人大喝一声 落 哄 下一刻 地上的两尊神灵 都感到了一股佩然距离 作用到了身上 火神大惊道 不好 这巨山有封印效果 我们快离开这里 封神先他一步离开 但是很快 他脸色就变了 望着眼前的透明结界 他们的脸黑如锅底 该死的 我们被困住了 这神技太厉害了 一个假神施展 都有这么强大的威力 火神叹息 这话落在封神耳朵里 让他微微一动 火神 你我一起出手 杀了他 共享神技如何 火神眼前一亮 思虑了一会 点了点头 两人商议完毕 也不打算离开了 反而一脸兴奋之色地 冲向了天空 他们要灭了巨人 抢夺神技 但是 下一刻 他们就脸色大变 圣山压下来的速度 突然变快了百倍 他们刚刚升空而起 想要突破圣山封锁 但转眼间 圣山就已经距离 他们只有几十米了 快攻劫 不要藏着掖着了 两尊神灵脸色大变 也不藏着了 封之法则 封漏 火之法则 极致破坏 两道法则之力 冲入高空 迎战圣山 哼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等光芒散了 两尊神灵脸上一致 不可能 怎么会 圣山毫发无损 哼 巨人的声音 从天外响起 无知力量杀不死你们 但将二等封印在这圣山之下 却易如反掌 此山可封尽你们千年 你们应对参悟人间之法 无满意 可提前放了你们 落 哼 圣山降临 他们死死抵抗 但最终 还是被压在了圣山之下 轰隆隆 圣山落地 激起漫天尘埃 双神在挣扎 圣山在摇晃 眼看他们就要跑出来 巨人眉头一皱 大河道 孽畜 老实点 下一刻 圣山上浮现到道神秘符文 符文一出 风镜之力大涨 圣山变得稳如磐石 再也没有丝毫晃动 两神都绝望了 他们使出了所有手段 甚至使用了空间瞬移 但都毫无作用 四周的空间已被锁死了 他们无处可逃 这一刻 他们心中悔恨啊 两神彼此对视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怨怒之色 都怪你 若不是你提议杀了人类 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 火神大怒道 风神吼道 我提议的 但你是不是同意了 这能怪我 即使我不提议 你也会提出 杀了这些人类的想法 哼 都是你的错 等千年之后我出去了 一定要杀了你 看你满嘴疗牙 等出去了 两神心中憋闷 但被封在了圣山之下 他们只能在这山体 内部狭窄的空间里活动 除了肉体之力被封印之外 他们使不出一丝力量 两神缠斗在一起 但一点都没有神灵的威严 反而像是街头混混一般 若是被他们世界的信徒发现 一定会惊掉下巴 这可是他们心中的神啊 怎么会这样 外界 灵狱看着这一幕 心中也觉得好笑 不过 他很快就冷酷起来 灵狱说道 本体 我们现在的力量 想要杀死神灵 还差一点 是啊 即使是最低级的神灵 我们也杀不死 灵狱担忧道 不过 很快他就眼前一亮 笑道 不要紧 我快攒够升级点了 走吧 把这两个神灵的世界给涂了 应该就差不多够了 灵狱眼前一亮 两人踏入其中一个空间之门 消失在了蓝星 此时 他并不知道 蓝星正在聚变 体积再不断变大 天更高 地更厚 眨眼间 曾经相邻的两个地方 就被一片蛮荒大陆隔绝 整个世界都变得越来越大 一个呼吸间 就会变大十倍 这种情况持续着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有附近的神灵正赶来 但是蓝星巨变 明明他们快到了 但突然间 眼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大陆 让他们距离更远了 于是 这些本来可以几分钟就飞来的神灵 却花费了数天时间才赶来 但那时 灵狱已升级了天赋 迎接他们的 却是灵狱的屠刀了 灵狱和灵雾 进入了封神的世界 这里的神灵 只有一种都是直立行走 但头颅细长 颇为怪异 总之不符合人类的审美 照例 他让分身去杀戮 而自己则躲起来 施展吞噬者 增强抵御 灵狱也安静下来 参悟天道石 这块天道石里蕴含的道理 他还没有参悟透彻呢 定 你击杀了长卢人 九阶 升级点加1000000 定 你击杀了长卢人 半神 升级点加1亿 定 你击杀了 定 你的升级点足够了 可以升级第一天赋 分身了 是否升级 定 你的第一天赋 分身已完成升级 目前已升级至SSS加级 定 你的分身数量提升至10万 定 你的分身数量 足以组建一支无敌大军 请再接再厉 继续升级天赋 系统的声音刚刚落下 他体内就传来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力量让他面色微变 但很快就缓和了下来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天赋升级 天赋每一次升级 对他本身来说 就是一个巨大的蜕变 不说分身数量的增加 就单单天赋升级之时 灵魂力的增加 就让他受益匪浅 刚刚天赋分身完成了升级 他的灵魂力瞬间增强了三成 别小看着三成 以他现在灵魂力基数而言 小小的三成 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毕竟 他现在除了使用吞噬者 提升精神力外 也没有其他好法子 提升灵魂力量 而且随着实力越来越强 吞噬者的效果也变弱了一些 现在灵魂力提升了三成 让他分身操纵范围更大 魂数类的技能威力也变大了 呼 天赋分身一升级 我的实力何止提升了十倍 现在终于放心了 以现在的力量 神灵也会跌血 下一步 成神 灵魂坚定道 神灵之境太深奥了 即使让悟性分身去领悟 那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他问过灵悟这件事 灵悟说大概需要两年时间 两年时间突破到神灵 若是别的半神听到 一定会惊为天人 一脸不相信 要知道一万个半神中 也不见得有一个能突破神灵的 可见突破神灵的艰难 有些半神中其一生都在闭关 都在想着突破神灵 有的半神一辈子都在传遍信仰 想要以信仰成神 但这也需要几百年几千年 甚至一辈子才能做到 如果他们听说 灵欲两年就能突破神灵 一定会疯狂的 可是 对于灵欲来说 两年才突破神灵 还是太慢了 从他觉醒天赋到现在 连一年时间都不到 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半神 下一步就是神灵之境 在他观念中 两年太久 两年太久了 还是依靠系统突破吧 若是在和平时代 他可以等两年后成为神灵 但现在蓝星巨变 诸神降临 太多不确定因素出现 还是尽早提升境界 成为神灵中的强者要紧 天赋分身升级了 转眼五天过去 这个世界的生灵 也被灵欲分身消灭的差不多了 然后他又去了 另一个神灵的世界 将另一个世界的异族 也消灭一空 他回到了蓝星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高耸入云 气势不凡的巨山 这就是圣山 他刚刚出现 突然汗毛倒数 神经反射一般合道 分身 如今分身天赋升级 释放速度也提升了 只是一瞬间 分身就出现了 突然 他面色微变 因为他余光中 一个一身杀气的神灵 一脸凝笑着 对他挥了一刀 这一刀 带着神力和无边的杀气 仿佛漫天的血光 笼罩而来 灵欲脸色大变 他明白 这是一尊擅长杀戮的神灵 明白了 灵欲恍然大悟 他使用神迹圣山 镇压了二神 也引起了众神的注意 在他杀一族的几天里 这些神灵也赶来了 不过 这些神灵之间 也彼此戒备着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 对灵欲出手 但是杀戮之神忍不住了 在他眼中 灵欲就是一个半神而已 一个半神却杀了神灵 他是不幸的 他认为 这个人类 只是误入此地 他杀戮成性 不喜欢这个人类 那就杀了便是 于是 才有了这一幕 何其 眼见就要被攻击到 灵欲连忙睁开了眼睛 灵欲摇了摇头 直接命令 分身以他为中心合体 哄 十万分身合体 颇为壮观 现在合体技能强大不少 减少了前摇时间 几乎是一个呼吸间 他就完成了合体 神 你闯入无知领地 你跃剧了 巨人出现 不再是千米 足有万米之高 高耸入云 他微微低头俯看杀戮之神 一双眼眸中 带着无尽的冷意 杀戮之神微惊 刚刚他那一击 竟然被巨人硬挡了下来 而且巨人竟然毫发无损 同元合体 几乎是同时间 几道声音惊呼出声 这是隐藏的神灵的声音 他们都是神灵 见多识广 自然质 虫族秘迹 同元合体 而且很多神灵 还研究过虫族这个秘迹 但都失望归 因为这要求太苛刻了 纵使他们是神灵 也不可能 另被合体者 没有一丝杂念 甚至他们抹杀掉 生灵的灵魂 令其变成傀儡 仍然无法成功 生灵只要活着 就有杂念 原来如此 此人类拥有分身神通 分身合体 便是自我之合体 自然不会有一丝阻碍 众神都是聪明人 很快就想明白了 不过想明白了后 只剩下了无尽的贪婪 诸位 刚刚的神迹 或许就是他放的 杀了他 我们共享神迹 如何 杀戮之神舔了舔嘴唇 一脸病态笑道 众神闻言 都点了点头 此法甚好 这是一尊血神 所过之处 方圆百里都是他的领域 雪花飘飘 冰封天地 另一尊神灵也走了出来 只见他长着三颗头颅 身材高大 足有百米 行动间风云呼啸 雷霆震天 这是一尊掌握了雷霆的神灵 此法甚好 虽然此人有些力量 但我们都是神灵 岂能让一个区区凡人 窃具神灵之位 他面无表情 但与其冰枉 在他看来 不过区区凡人 有什么资格与众神站在一起 纵使你力量 匹敌神灵又如何 他们会让这个凡人知道真实的差距 现实的可怕 何为真神 何为假神 此次被吸引而来 神灵足有十个 不过在发现灵狱不在此地之后 又走了七个 如今还剩下三个 这三尊神灵都不弱 比那二神强大数倍 灵狱刚刚突破神灵 对于神灵的境界 不是很清楚 不过他也不着急 等镇压了这几尊神 对他们施展搜魂术即可 他现在灵魂精神之力 合体之下 已经不弱于真神了 而等为神灵 心胸狭暗 原来这就是神灵 无肯失望 灵狱的声音 传入众神耳机 众神都是面色一致 没有成神的时候 他们也和灵狱相同的想法 认为神灵是神圣的 尤其是那些信仰神 更是会把自己塑造得无比完美 但是成神之后 他们也终于明白 原来神灵是力量的蜕变 而不是心灵境界的蜕变 他们纵使成为了神灵 但凡人的贪嗔吃各种欲念 也没有消失分毫 甚至还扩大了 三尊神灵都是走的神道 而且都是信仰成神 虽然在神灵中 是最简单的成神法 但潜力也是最低的 不过 他们已经成为神灵五万年 每一个都有深厚的底蕴 此刻 见到了神迹 自然要来奋一杯羹 凡人 任你巧识如黄也无用 本神杀你之心不变 杀戮之神戏谑道 他杀戮的生灵不计其数 早已心如歼铁 其他两神就差了一点 怒容一闪而逝 雪神面如冰霜 与人类长相一般无二 绝美的脸庞上 浮现出一丝残忍 凡人 杀戮之神没有说错 你已成为我们的猎物 但你若交出神迹 我们可放你一马 在他看来 没有人能抵挡他的美貌 他主动提出这个交易 对方一定会同意的 他嘴角已经露出了笑意 但是 下一刻 他就愣住了 女人 请你撒泡尿罩罩 你也配 对女人最大的言语攻击是什么 不是口吐芬芳 而是骂他长得丑 果然 雪神忍不住了 怒火生疼 第一个出手 顿时 天地一片冰霜 雪花纷飞 冰天雪地之下 雪神一声大喝 所有雪花都化作锋利的武器 去 灵狱不拒 此时的合体分身 是以他为核心的 他是这具身体的主人 亲自操纵这具身体 才发现 这具身体的力量 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近乎十万个分身合体 若不是他有幸杀了一个虫族 获得了进阶版的合体技能 也不可能现在就十万分身合体 如今 近十万分身合体 比几天前强大了十倍有余 放肆 谁给你出手的勇气的 灵狱一声爆喝 空气都炸开了 雪神一脸冰霜 他不是人类 只是形态相似罢了 而且他是雪神 本来就情感淡漠 基本不会生出什么强烈的情绪 但是 灵狱说的每一句话 都带着句词 让他愤怒不已 凡然 我杀你 一念一动 无数雪花化作利刃 杀向灵狱 灵狱也不甘示弱 举起斧头一顿乱劈 把雪花都劈散 然后 他乘胜追击 一斧头劈向雪神的天灵盖 这一幕看似时间很长 其实只有一瞬间 眼见灵狱就要劈中 突然眼前的雪神 化作了一滩雪消失了 不好 后面 他耳边响起灵狱的声音 此时 灵狱也被合体了进来 这具身体有两个灵魂 灵狱是主体 而永久分身 灵狱是附属 灵狱面色不变 他脑海里多出了许多技能 这都是巨人自带的技能 他挑选了一个技能 开天 这是巨人的招牌技能 而且能随着实力提升而提升 这个技能是空间的克星 开天一出 滋拉一声 空间裂开一道口子 大量的空间乱流涌了出来 如今蓝星正在蜕变 空间强度早已经飞昔比 但在灵狱一击之下 还是被破开了 雪神的攻击已至 这是一把冰雪长枪 巨人左手握住了长枪 不等冰雪覆盖巨人的手臂 大量的空间乱流 先卷了上来 他毫发无损 但冰雪长枪却寸寸崩减 元 你的力量太弱了 开天一出 四周空间不稳 隐隐有破碎的架势 雪神正要后退 但不稳定的空间 形成了囚笼 将他困在中央 你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 他心中翻江倒海 刚刚一次对战 他发现巨人的力量 比他还强一两倍 这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他可是下卫神巅峰 在如今蓝星巨变的初期 他就是神灵中的最高境界 刨除神迹和神器等物的加成作用 他不具任何敌人 这也是 为何他看不起巨人的原因之一 灵狱扑斥一声笑了 讥讽道 井底之蛙 无以困两神 今日也将你困了 到了神灵这个境界 就不是那么好杀的了 与其杀了 不如先困住 等他空了下来 再一块杀了 圣山 天空变暗 一个巨山出现在空中 缓缓降落 巨山一出 风云汇聚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三神感应着这力量 都面色微变 杀戮之神盯着圣山 喃喃自语道 很强大的神技 但本神也会 他拥有神技 但雷神和雪神可没有 毕竟 这神技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在圣山的力量下 首先是雪神 他毫无抵抗 就被压了下去 紧接着是雷神 这个三头神灵还出过手 就被镇压了 他心里是三神中最憋屈的 最后只剩下了杀戮之神 杀戮之神 是一个红发男子 身上笼罩着泄光 他们被你镇压了也好 本神也不藏着掖着了 这个世上 不仅仅只有你会使用神技 凌玉歪了歪头 一脸好奇 从他口中可以推测出 神技是十分稀少的 稀少到大部分神灵 都没有神技 三尊境界相同的神 只有一个拥有神技 而且他们连神器都没有 这让凌玉想起了神语世界 那个世界的神灵 虽然死了 只余下一缕残骸 但生前大多数都拥有神技 看来 神语世界有大秘密啊 凌玉暗暗想到 你有什么能力 就放马过来吧 凌玉说道 他很平静 毕竟 打不过也没事 大不了他躲起来 让分身自爆同归于尽 杀戮之神机笑道 凡人 你还是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啊 凌玉不想听他瞎比比 心里暗道 这些神灵咋回事 一个个怎么那么喜欢说狠话 算了 还是赶紧出手吧 解决了这尊神 我好谢谢 落 声音不大 却很清晰 哼 圣山落下 压向杀戮之神 杀戮之神被无视了 心里十分尴尬 他盯着巨人 一脸不善之色 凡人 你该死 今日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神技 只见他举起长刀 血色图卷 哼 下一刻 整片天空都变成了血色 凌玉也被笼罩其中 他有些不适 心中疑惑 凌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大哥 这技能会把空间剥离出来 化作一张图卷 我们必须尽快杀了他 若等他完成了神技 我们就会化作花卷中的遗物 那就麻烦了 凌玉点点头 不愧是悟性逆天的存在 这么快就看出了门道 圣山 感受着体内再次消失的 三十分之一的能量 他叹了口气 如今 他实力提升了十倍 能一口气释放三十个圣山 圣山 血色图卷很快就要完成了 到时候 你就是本身的杀戮之兵 可是 下一刻 他脸色巨变 看着足足三十个圣山 他陷入了呆滞之中 怎么可能 这可是神技啊 我都只能释放两次 你竟然一口气释放了三十次 哼 三十个圣山发力 血色图卷撑不住了 直接炸了 杀戮之山 看着缓缓消散的血色图卷 一脸呆滞 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镇压 整整三十座圣山砸下来 令血色图卷轰然炸开 杀戮之神一脸猛逼 在他心中 灵欲不过是个假神而已 能释放一次 神技就不得了了 现在一下子释放了三十次 他呆住了 要知道 他释放两次神技 体内能量就消耗一空了呀 眼前的巨人 到底有多少能量 还不等他细想 圣山再次封劲来 一座圣山 就把血神和雷神封印了 杀戮之神也强不到哪里去 都是下位神巅峰 而且走的都是信仰神道路 在同阶之中垫底的存在 纵使他有神技 也强不了多少 哄 圣山降临 封进了这一片空间 本神不甘心啊 杀戮之神 声嘶力竭呐喊着 轰隆隆 光当当 三十座巨山砸在地上 可能不会有人想到 这些山峰之下 镇压着五个神灵吧 灵欲说道 大哥 以我们如今的实力 可以杀死神灵了 他的意思很简单 既然可以杀死神灵了 那就杀了 以免后患 灵欲点点头 那就杀了吧 说吧 他就先放出了一个神灵 这是那个火神 此神境界低下 只有下卫神初期的实力 与后面那三神相比 差距甚远 他刚刚出来 仰天咆哮 兴奋不已 但是 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只见巨人的手猛地抓过来 将他抓在掌心 他拼尽全力 也挣脱不了 前辈 不要杀我 我可以做牛做马 给您做奴隶都行 求您放我一条生路 我和你已结了仇 还是不要留下后患的好 而且 异族不可信 不我可信 他话没说完 灵欲手便猛地用力 定 你杀死了火神 下卫神 升级点加一百亿 杀死一个下卫神 有一百亿升级点 灵欲也不意外 毕竟一个尾神都值十亿了 还剩下四尊神 都杀了吧 他喃喃自语道 定 你杀死了封神 下卫神 升级点加一百亿 定 你杀死了血神 下卫神 升级点加二百亿 定 你杀死了雷神 下卫神 升级点加二百亿 定 你杀死了杀戮之神 下卫神 升级点加二百亿 下卫神初期一百亿升级点 后期是两百亿 那么中期应该就是一百五十万了 感觉有点亏啊 一个后期 下卫神比初期强大十倍有余 但升级点只提高了一倍 算了 系统的算法我早就领教过了 深究也没意义 灵欲放弃了细究 而是去翻找尸体 当 一颗金石落地 他拿在手里 运气不错 获得了一颗金石 让我看看 是什么金石 贴在眉心上感应 一股信息流涌入脑海 血色图卷 神迹 玻璃一片空间 化作图卷 介绍很简单 具体细节 还是要释放过之后才能知道 这是杀戮之神的神迹 对了 杀死了神灵 应该有神格之类的东西吧 灵欲还不是神灵 对神灵不是太了解 不过他在书中看到过 神灵是有法则结晶的 俗称神格 但是 他不管是在出云国秘境中得到的巨神 还是后来在神语世界中得到的残破神师 都没找到神格 这让他一直忽略了这一点 让我看看你们的神格 他掌心亮起光芒 在几具神师上轻轻一抹 几颗神格就出现在掌心 夏威神的神格 大小都差不多 只有小拇指盖大小 神格有什么用 灵欲疑惑道 灵欧指着神格道 大哥 神格中蕴含着法则之力 可以用来参悟相应法则 增加神灵境界的速度 也可用来练起和练丹等 嗯 和我想的一样 他把神格放到灵欧手里 参悟神格的事 就交给你了 灵欧也不意外 谁让他悟性逆天呢 这种事本就该他做 大哥 咱们使用哪种法则突破神灵啊 灵欧问道 半神境之时 可以参悟无数种法则雏形 但到了神灵之时 一般而言只会参悟一种法则之力 当然也有神灵拥有双神格 但那是极其稀少的存在 大多数神灵只会参悟一种法则 毕竟 即使是神灵也精力有限 就用杀戮神格吧 和系统的能力互补 杀戮法则的特点 杀戮越多越强 像死在他手中的杀戮之神 数万年间杀了数亿生灵 但灵欧现在杀的生灵 都不下于数亿了呀 他以后要升级天赋和境界 必然要在杀戮之道上 越走越远 所以 杀戮法则正好和系统配合 相得一张 灵欧点点头也想到了这一点 那就选杀戮法则吧 将其他几个神格收起来 灵欧提醒道 对了 现在有现成的神格了 咱们突破神灵境需要多久 之前 灵欧说需要两年时间 但那是在没有神格帮助的前提下 如今有了神格 需要的时间应该会短很多吧 如果灵欧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神灵 他就去专心提升分身等级 灵欧沉默了半刻 抬起头说道 长则三月 短则一月 灵欧文言惊喜道 好 你先不要参悟天道时了 现在全力参悟杀戮神格 我们要尽快突破到神灵 速速去吧 时间不等人啊 灵欧苦笑道 其实也不用那么着急的 灵欧脸一黑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不急 我急 灵欧收进小世界中 也能随时监控他是否努力参悟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一个月后 他就是神灵了 想到这里 他兴奋不已 到时候 十万个神灵合体 那得多强 中卫神 上 神 或许能有上卫神的力量吧 毕竟 神凡之别差距犹如天地之别 但神灵三境中的差距远没有那么大 中卫神也只比下卫神强大百倍而已 以此类推 上卫神比下卫神强大万倍 而他十万分身合体之后 就是强大了十万倍 按照这个推论比上卫神还强大十倍 几乎相当于上卫神后期的强者了 呼 期待那一刻的到来啊 他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抬起头 看向了一个空间之门 你们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都留下来吧 他宁笑一声 进入了一个世界中 蓝星正发生着巨变 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 才能完成蜕变 新的大陆出现在各地 将原先相邻的地方隔开 海洋变得更大了 海洋中也接连出现新的大陆 这些新大陆一出现 就成为了异界诸族的争夺地 一时间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战火之中 神灵高高在上 行走诸地 寻找宝物 而半神则隐居各地修炼 他们想借助蓝星的巨变 突破新的境界 但最多的闭关者 还是九阶强者 尤其是那些距离半神 进一步之遥的九阶 蓝星如今正在发生巨变 法则显露 利于参悟 对九阶强者而言 这是最好的世界 只要不是傻子 参悟个一年半载 一定会有所得 突破半神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就好像你开卷考试一样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满分 但考个及格 还是很容易的 所以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参战 于是 整个世界虽然混乱 但细看之下 就能发现九阶级以上的强者 仿佛都销声匿迹了 大战打来打去 都是小鸡互拙 一群九阶以下的存在 互相打斗 不过 此时的灵域 已无暇顾及蓝星了 如今的他 开始了诸戒征伐之旅 进入一个世界中 只要这个世界是他看不惯的 他就举起屠刀 十万分身的杀戮速度何其快 往往一两天时间 就能清空一个普通世界 十天就能清空一个 存在神灵的世界 不过 他也没有太丧心病狂 而是有选择性的杀戮 比如 进入一个人类主导的世界 他会先暗中观察一番 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 他就不会杀光 只会杀一部分坏的 但是 如果遇到类似虫族 兽族主导的世界 如果他们形成了 较为高级的文明 他也不会杀光 但如果 是一个蛮荒世界 他就会举起屠刀 总之 他有一条自己的判断标准 杀与不杀 问心无愧即可 此时 他正在一个死灵界杀戮着 这是一个存在神灵的世界 不过那个 以巫妖成神的家伙 已经被他杀了 至于剩下的死灵 则在分身的屠刀下 不断陨落着 他从一些遗迹中了解到 这曾经也是一个正常的世界 但被其他死灵界污染 从而堕落成了死灵界 深渊在扩张 死灵界也在扩张啊 他花费了十天时间 杀光了死灵 又在这个世界搜寻了一番 没有找到之前的玩意之后 他就离开了 下一个世界 他再次举起屠刀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的生灵 被他杀死 化作升级点 成为他成长的资粮 时间飞逝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他也去了六个世界 杀了上一生灵 升级点已经攒了很多 不过距离天赋分身 升级到SSSS级 还有一段距离 罢了 先升级一下其他天赋吧 吞噬者只有SS加级 虽然也够用了 但毕竟是经常使用的天赋 最好升级一下 系统 升级天赋吞噬者 灵域现在拥有大量的升级点 十分豪横 叮 检测到宿主升级点足够 可升级 是否确定升级 确定 叮 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第二天赋吞噬者 升级至SSS级 叮 吞噬者天赋 获得以下能力 第一 吞噬速度增加50% 吞噬负面效果 减弱50% 第二 生命之潮空间增加10倍 可储存活着的生灵 且生命之潮 可缓慢强其中的生灵 第三 觉醒新天赋技能 暴石 暴石 施展此技能 可令吞噬速度提升5倍 且不会有任何负面效果 持续时间一个小时 冷却时间一天 灵域嘀咕道 系统 为什么不是选项 天赋分身升级的时候 不是三选一吗 丁 每个天赋都不一样 好吧 第二天赋也SSS级了 达到了神的等级 暂时够用了 他将目光放在了第三个天赋上 系统 把第三天赋却步 也升级到SSS级 却不是他使用的 很频繁的一个天赋了 不过现在却步等级很低 只有S级 虽然现在的却步勉强够用了 但毕竟是保命技能 必须得升一波级 丁 升级点足够 是否升级 是 丁 升级成功 丁 SSS级却步 获得以下能力 第一 宿主灵魂感知到的地方 都可以顺移过去 这个能力不错 以他现在灵魂力量 万里之内都能感知到 不过精确感知的区域 也只有三千里 也就是说 他意念一动 能在三千里内精确顺移 能在一万里内随机传送 第二 您进一步领悟了空间的奥秘 您可感知到世界的空间坐标 只要有空间坐标 您就可以建立空间之门 这个能力 许多神明都有啊 灵域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风神一龙 明明是风神 但却总能在空间之门 被破坏之后 重新聚建立空间之门找回来 当然 也可能是 他们文明中存在 空间之门的知识吧 第三 您可无视大部分阵法和风印术 卧槽 这个能力有点牛啊 虽然不是无视 所有阵法和风印术 但也十分牛掰了 估计只有那些 特别强大的阵法和风印术 才不能无视吧 丁 已完成升级 下一刻 一道道光芒进入体内 他变强了 他意念一动 就出现在了百里之外 有点牛掰啊 以前还有一点点前摇 但现在丝滑无比 一点前摇都没有了 灵欲心中大喜 不停使用却不顺移 完累了 他静下来之后 把目光投向了第四天赋 也是他最后一个天赋 系统 升级魂穷至SSS级 丁 宿主升级点足够 可升级 是否确定升级 是 丁 升级成功 丁 您的第四天赋 魂穷 获得以下能力 第一 灵魂防护能力增强十倍 第二 可释放群体灵魂防御术 释放范围 与精神力相关 第三 觉醒新能力 绝对防御 绝对防御 施展此能力 可在效果持续期间 免疫一切攻击 持续三秒 冷却时间一天 又一个逆天的能力啊 另外三个天赋 都升级到了SSS级 灵欲的实力 也跟着提升了数倍 提升的是基础力量 所以带来的效果很强大 虽然基础实力 提升到不是很多 但SSS级附加的几个技能 却成了他的底牌 首先是暴食技能 一个小时内 能提高五倍的吞噬速度 而且不会有负面效果 这对他帮助很大 起码可以提高一倍的变强速度 同样还有绝对防御技能 施展之后 会免疫一切攻击三秒时间 持续时间不长 但作用极大 因为三秒时间 足够他做很多事了 要知道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一个念头都可能决定生死 更何况是三秒呢 可以说 这个技能十分逆天 再配合另一个技能 免死金牌 两者一结合 谁能杀死他 不过 刚刚传的大量升级点 现在又花光了 灵域图了几个世界 获得的升级点 现在几乎花光了 升级天赋分身的时 只能再推一推了 不过以我实力大增 只要不去那些强大的世界 我就是无敌的 可不能闲着 继续杀 他环顾四周 最后找了个世界飞了进去 此时 蓝星巨变之下 诸族自保都难 更别说反抗了 于是 各种势力都开始了自己的外交 不过 在神灵眼中 凡间生灵只是蝼蚁 大量的异族 被异界神灵征服 要么成了附属种族 要么成了奴隶 唯独人族例外 高空中 十几个来自不同世界的神灵 一脸冷漠之色 俯盖着下方人族领地 他们都是神灵境界 也都和人族有过节 这些过节 都是灵域惹出来的 在蓝星巨变初期 他杀了好几个 入侵蓝星的异界种族 这些种族的背后神灵 记住了人族 如今正是报仇的时候到了 但人族的阵法着实不凡 竟阻挡住了他们的攻击 不过 在他们看来 这阵法虽强 却也有极限 云层之中 一条巨大的白龙低声吼道 诸位 人族阵法已是强弩之末 我们一起攻击 可请客间破掉阵法 你是哪个世界的神灵 白龙说道 无为封神龙界的龙神 咦 你就是那个 被人族毁了两次空间之门的神灵 正是本神 封神异龙脸色冷了下来 这是他心中的一根刺 此神故意提出来 让他很没面子 哈哈 你也够若鸡的 你无不与你一般见识 休要再热乌 封神一龙愤怒道 他看向了那神 只见这是一个乌妖 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下 看不清面容 他转念一想 虽然不知这乌妖 为何要来灭了人族 但想来也是结下了梁子 不过 他被乌妖一刺激 心情很不好 也没心情提议什么了 直接朝着阵法攻击而去 这一幕 落在其他神灵眼里 他们眼中的细血之色 一闪而逝 也不迟疑 纷纷出手攻击 哄 各色光芒 照亮天空 众神的攻击下 阵法很快就裂开了 阵法内部的人族 大惊失色 内阁众人 将所有能量晶石 都放进阵法核心 但还是无法维持阵法 他们绝望了 纵使现在人族 已有十个半神 但没了阵法庇佑 在神灵的攻击下 他们连一息都坚持不了 这可怎么办 不仅仅他们绝望 整个人族都绝望了 众人抬起头 看着天空中高高在上的 十几个神灵 都一脸苍白之色 完蛋了 我们要死了 这可怎么办 我还没活够呢 我连女孩子的手 都没摸过 死了就太亏了 你没摸过不知道滋味 顶多遗憾 我摸过了 以后就摸不到了 那才叫痛苦 淋浴大人呢 他去哪了 有什么用啊 上面可是十几个神灵啊 淋浴大人一个人 也打不过吧 啊 我不甘心啊 众人都绝望了 但是 他们只能接受这个命运 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他们的心情 谁能懂呢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半神境 结果神灵来了 命运的捉弄 显得我们很可笑啊 他心情不好 突破之前寿元不多 但因为灵狱的帮助 他突破到了半神境 寿元增加了几千年 但是 还没等他扬眉吐气 蓝星巨变 众神降临 他又得夹着尾巴 小心翼翼了 夹着尾巴 也没啥起码不会死 但是现在神灵要灭了他们 他们要死了 什么都没享受呢 就要死了 这让他有种吐血的冲动 罢了 十眼命远 既然躲不过 那就挑战命运吧 失败了也就失败了 大不了一死而已 他心中无限叹息 严君皱着眉头 看向灵凡 灵凡注意到了他的视线 摇摇头道 你们不要看我啊 我已经发消息给大哥了 他现在估计去了一间 说不到消息 放心吧 只要大哥回来了 这十几个神灵都得死 他说的义正言辞 仿佛灵狱一回来 就能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似的 众人都摇头叹息 不相信灵狱有这么强 剑神担忧道 我也给灵狱发了消息 让他不要回来了 话音落下 众人又是叹息 他们没有责备剑神 因为他们认为 灵狱回来 也不过是送死而已 与其回来 不如好好修炼 等便强了 再替他们报仇 他们就能死而无憾了 灵凡撇撇嘴一脸不悦 剑神老师 您太低估 我大哥的实力了 你们等着吧 等他回来了 你们可别太吃惊 作为灵狱的永久分身 他知道灵狱的天赋分身 又升了一击 现在有十万个分身啊 而且本体的实力 又提升了数倍 就是一万分身合体 也比以前强大十几倍啊 十万分身合体 就是十个合体分身 而且还有两个神迹在手 便是十几个神灵 也杀得了 众人闻言 都一阵叹息 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灵凡 而是灵凡口中的话 不合常理 灵狱合体分身再强 能对抗一个神灵 就很惊人了 对抗甚至是杀死十几个神灵 这开什么玩笑 他们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灵凡哼了一声 算了 随便你们信不信 他把头扭向一边 不想搭理这些人 这一举动 让众人摇头失笑 果然啊 还是孩子 众人暗暗摇头道 轰咙咙咙咙咙 接连几道轰鸣声响起 阵法终于不堪重负 碎了 看着保护他们不受伤害的阵法 被神灵随手一挥 就化作到星光消散 人类瞳孔张大 呆着在原地 众神俯瞰人间 风神一龙最愤怒 人族打了他两次脸 今天终于能报复回来了 好 人族 可还记得风神龙剑 他大笑道 众人文言回过神来 抬头望去 只见云中探出一颗巨大的白色龙头 正是风神一龙 众人被众神震慑 灵魂俱灿 无法动弹 心中吃惊 有人指着风神一龙说什么 风神一龙冷笑一声 瞪了眼 那人就爆炸了 这一幕 落在众人眼中 都不敢置身了 他们在神灵面前太脆弱了 神灵一个眼神 就能杀了他们 而他们却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 让他们愤怒和无力 剑枯捏着把木剑 咬着牙迈出一步 神灵 你们欺人太甚 他的声音很大 仿佛在众人心间乍响一般 众人大惊看着他 一脸担忧 众神一脸惊讶 没想到在他们的威压下 还有人类能动弹 都饶有兴趣看着这个人类 巫妖笑道 这个人类很不错 我可以杀了他做成巫妖 潜力肯定不错 风神一龙冷笑道 好 我杀了他 一群尸体 哄 一道黑白剑气 从下方冲来 剑气很特殊 带着轮回的味道 蕴含了一丝生死真谛 不过 这道剑气再来到 他眼前三十丈的时候 再难以寸净 风神一龙哈哈大笑道 妄图以凡人之躯攻击神灵 你可知罪 剑枯身体微微颤抖 刚刚那一剑 耗尽了能量 他已无法再使出第二剑 我一生 剑 可惜终其一生不如剑神 呵呵 今日 既然已知必死 我要回出第一剑 这是我的勇气 也是我的剑心 永不退缩 他持剑力 头发微微飘起 一道人性光辉 瞬间笼罩人族 那些本来想要跪地投降的人 突然脑子一热 咬着牙挺直腰杆 我们人族 只有站着死 没有跪着胜 阵龙发聩 令人热血沸腾 众神笑了 就像人类嘲笑蚂一样 既然你们想死 那就成全你们 众人对视一眼 心中坚定赴死的决心 众神举起手 倒到力量凝聚在掌心 凡人 接受众神审判 众神的声音落下 传入人族的耳里 但他们一想到剑枯 脑子就热了起来 宁死不屈 这一幕 让剑神等人都惊讶不已 看着剑枯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疑惑 不过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众神的攻击已经到来了 他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诸位 虽然我们只是半神 但就是死 也要轰轰烈烈地死 杀不了神 那就见他一身血 诸位 我先行一步 在黄泉路上等你们 自爆 这是他们的想法 可惜神灵威压太强了 他们只能勉强移动 所以自爆只会伤害自己人 于是 只能放弃自爆的想法 最后 他们咬着牙式放最强攻击 看着这些攻击 众神笑了 可笑的凡人 一尊蓝袍神灵轻声一笑 挥一挥衣袖 就将所有人做的攻击驱散 什么 怎么可能 众人大惊失色 这可是他们的最强攻击啊 竟然被如此轻松就驱散了 区区凡人 不知神灵之强 蓝袍神灵摇头笑道 在他看来 这些人类有点意思 不过 一想起那个 毁了他们空间之门的人类 他就暗恨不已 今日灭了人族 明日就去寻找那个人族 任他逃到哪里 他都必杀之后快 巫妖冷笑道 速战速决吧 以免引起其他神灵的注意 众神本就互不相识 现在因为一个 共同的敌人合作起来 但如今局势复杂 他们身为神灵 也得万分小心 万一被其他神灵 轰隆隆 力量震动天地 空间扭曲颤动 死 众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罢了 此生就这样了吧 另一边 灵狱刚刚屠杀完一个世界 回到了蓝星 他的腕表 就开始滴滴滴响了起来 谁啊 天天这么多事 灵狱有些不悦 打开腕表查看 当看完了信息之后 表情数次变化 灵雾见状 问道 本体 怎么了 灵狱将信息给他看了看 他看完之后 盲说道 本体 不能等了 必须现在过去 晚了的话就麻烦了 他点点头 不急 不急 灵雾愕然 下一刻 只见灵狱在虚空中轻轻一点 虚空扭曲 形成了空间之门 灵雾不解 因为分身和本体的天赋 是不互通的 他并不知道 灵狱天赋升级之后的情况 这是第三天赋 却不升级之后的能力 不仅能打开世界与世界的门 世界内自然也不在话下 走吧 灵狱说完 抬一脚而入 下一刻 景色大变 人类 你们冒犯 忤神灵 最大恶极 今日 五等众神刺耳等死亡 神灵的声音 随着攻击落下 众人无论使出何种手段 都无济于事 他们挡不住神灵 只能接受神灵的审判 众人抬头 眼中泪光闪烁 他们闭上了眼睛 迎接死亡的到来 等了许久 死亡并未如期而至 他们奇怪地睁开了眼睛 却见一个巨人 挡在他们身前 巨人足有万米高 踢着一把斧头 脚下踩着青帘 周身环绕着一颗颗小小的星辰 他仿佛众星之主 威风凛凛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敢来杀我人足 淋浴大喝一声 一个都别想跑 神技 血色图卷 一张血色画卷徐徐展开 以极快的速度 笼罩方圆百里空间 天空中 众神的攻击刚刚落下 就消失不见 化作血色图卷中的异景 紧接着 血色图卷猛地席卷向众神 众神大惊 不好 是神剑 他们虽是神灵 但能拥有神技的少之又少 十几个神灵 也只有一个神灵拥有神技 但是 他的神技是防御神技 当即 他施展神技 一道道巨大的屏障 将众神包围 阻挡血色图卷的攻击 众神见状 松了口气 但见到此神拥有神技 又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他们终其一生 连一个神技都没学到 甚至很多神灵修炼几万年 连神技都见过 他们不是没有想自己 去创造神技 但本身 他们只是下位神 创造神技的难度太高了 已经超纲了 这就好像让一个小学生 不仅要学会做题 还得回出题 这不是为难人吗 血色图卷细选空间 欲将四周空间玻璃形成图卷 这个血色图卷的能力 能将空间二维化 类似于简化版的二相箔 不过 屏障挡在了前方 镇住了空间 与血色图卷角力着 众神都一脸吃惊 神技的力量 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你们不要闲着 都助我一臂之力 那位神灵高声大喊着 他感觉这血色图卷神技力量 仿佛无穷无尽 他越来越吃力了 一旦他撑不住 他们都会被这图卷给吃了 成为话里的意境 众神也明白这一点 纷纷施展能力 放心吧 我们十几个神灵一起出手 便是这幕后之人有神技 我们也不怕 大家加把力 不要松险 人足未免 我们怎么能输 时间流逝 半个小时转瞬即逝 咔嚓一声响 众神脸色聚变 他们已经越来越吃力了 而屏障神技的主人 此时以脸色苍白 受了内伤 众神也不好受 体内能量消耗太多 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暗自心惊 这背后的神灵 怎么这么强 他们十几个神灵一起出手 都迫不开血色图卷的力量 他们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个预感刚刚出现 他们就挖的一声惨叫 倒飞了出去 哼 刚刚本作是为了试探你们 才没有使出全力 看来你们的力量 也只有这么强了 我只用了三分之一 你们就接不住了 真是 太弱了 本作正好要练一卢神级血肉丹 你们的血肉正合适 花音落下 在场众神全都愤怒了 放肆 我们乃是神灵 如此侮辱我们 你欺神太甚 他们何时受过这种委屈 作为神灵一直高高在上 恨不得诸解生灵都匍匐在脚下 成为他们的奴隶 而这个神秘的存在 竟然如此折辱他们 要拿他们练丹 33小说网 是可认孰不可认 无需再忍 哎 一声叹息传来 下一刻 咔嚓声音不断响起 不好 屏障撑不住了 那位神灵惊呼道 随着轰一声响 屏障暴碎开来 化作点点金光消散不见 然后 只见那血色图卷猛地席卷而来 这一次 本作多用了三成力 话音刚刚落下 众神就脸色大变 他们发现 那血色图卷光芒大胜 一下子就将四周的空间卷走 众神各展神通阻止这一切 但最后都无济于事 灵域手一招 血色图卷卷了起来 缩小成一个长半米的卷轴 飞入灵域手中 为他收入小世界内 先关着 等我什么时候要炼丹了 就宰掉一个 灵域喃喃自语道 然后 他才转身看向人族 此时 神灵之威解除了 人族二十亿人都兴奋无比 抬头望着天空 看着灵域合体分身 那庞大的身体 灵域无奈叹息一声 缩小了成了三米的形体 飞入中央城中 内阁众人看着缩小的巨人 都兴奋不已 他们知道这是灵域的合体分身 只是几日不见 竟然又变强了这么多 心中羡慕不已 羡慕之余 安全感油然而生 灵域笑嘻嘻走了过来 大哥 现在局势混乱 我建议你尽快突破神灵 灵域白了他一眼 他的意思是什么 灵域岂能不明白 不就是想让他赶紧去杀戮 多弄点进化点吗 灵域突破了 他这边也会突破神灵 说到底 即使是永久分身 也会有自己的私心 神灵境界 岂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此事我也有计划 就不要再说了 灵域堵住了灵域的嘴 让他不要再说了 他是真怕这家伙 又会说出什么不够脑子的话 毕竟灵域这性格摆在那里 格老等人看着灵域 都是一阵欣慰 格老上前一步 拍了拍灵域合体分身的肩膀 笑道 当年的小子 已经成长到这么强大了呀 而我们都老了 跟不上时代了 灵域打了个哈欠 笑道 你们可不差 才三百岁就成就半神 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呢 九阶生灵 就有上千年的寿命了 能三百年突破到半神的 在诸界中也算是天赋不错了 格老叹息道 比不了你啊 我们不能和你比 你这小子就是个变态 他一想起灵域花了一年时间 就走到如今这一幕 就羡慕得不得了 但人和人的差距 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距都大 他除了叹息之外 更多的是感慨时代变了 对了 剑神老师呢 灵域环视四周 没有发现剑神的身影 他刚回来的时候 明明见到剑神在这里的 灵繁忙指着远处说道 我看到剑神老师去了那边 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狠疾的样子 灵域文言点点头 释放出灵魂感知 瞬间方圆万里的景象 映入脑海 找到了 在百里之外 剑神正一脸惊恶地看着天空 他怎么了 灵域一脸疑惑之色 瞬移到剑神身旁 老师 怎么了 灵域皱眉道 剑神指着前方空无一物的空间说道 我刚刚感受到一道剑气 但很快又消失了 我寻找了许久 发现是在这里消失的 可惜 如今蓝星空间强度太高 我已无法打破空间调查 灵域文言 却笑了 这有什么难的 老师 这空间知道我也略通一二 哦 只见你施展瞬移 但那不过是空间知道的基础用法罢了 这可不是略通一二就能行的 老师 我如今 这具合体分身 可是十万分身合体的 什么 你天赋分身又蜕变了 剑神一脸愕然 一时间震惊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一个月前灵域 才蜕变过一次天赋吧 而且还是蜕变到了SSS级 继续蜕变下去 会是什么等级的天赋 SSSS级 还是超神级 如果灵域知道他内心的想法 会告诉他都不是 而是SSS加级 灵域看着剑神的震惊表情 心里美滋滋的 当年的剑神 可是他仰慕的对象 现在他成了别人仰慕的对象了 心里那个爽啊 而且 剑神这种表情 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见到的 他连忙暗中拍了几张照片 作为收藏 灵域点点头道 是啊 今日刚刚突破的 几天前 我杀了一个异界虫族 掉落了新的合体技能 如今已能十万分身合体 所以 你才能一人之力 击败十几个神灵 其中还有一个 会使用神迹的神灵 对 我现在的实力很强 在蓝星彻底完成蜕变之前 我应该是最强的 听到这话 剑神震惊不已 但也松了口气 他感觉十分自豪和欣慰 这可是他们的人族的大财啊 有了灵域的存在 以后看谁还敢说 灭他们这一族 对了 还是说正事吧 刚刚那剑气消失了 你来击碎空间 我调查一番 他相信 以灵域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击碎空间 灵域却摇头道 老师 其实不用击碎空间 我说了啊 我懂一些空间类的能力 你不是只会瞬移吗 这可不是瞬移那种 空间的简单用法 他很欣赏灵域 但对灵域也不是很了解 虽然灵域是他的学生 但灵域自始而终 都不是他教出来的 灵域笑道 最近我那空间天赋 也跟着蜕变了 现在的我 他让他毫无所觉 但剑神却能感受到 看来剑神也不是那么简单 说不定 这又是一个不错的世界 能让他赚不少升级点 他现在是攒前期 有这么好的机会 当然不会错过 剑神虽然怀疑 但还是将信息传了过去 一道蕴含一丝 复制记忆的光点 被灵域吸收 这光点里包含了 剑神有关剑气的记忆 是剑神复制出来的 这是一种灵魂秘术 只有突破半神之后才能使用 原理十分简单 突破半神之后 能轻松领悟出来 接受了记忆之后 灵域也有了有关剑气的信息 他略微一推算 心底就出现了一个世界左标 他睁开眼睛 笑道 果然是个异事件 不过我们人族刚刚度过生死危机 现在不适合去探险 而且 这个世界万一太凶残 对我们一族也是灾难 所以现在 不能打开世界 我们得准备一下 剑神陈阴半刻 建议道 说得不错 小心无大错 你小子都这么强了 还知道谨慎二字 难怪混得这么好 废话 要不谨慎能活到现在 早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不过 他还是打算 打开世界之门看看 不过他会在远离人族的地方打开 即使对面世界太凶残 也不至于波及道族人 我要在两界山 开启这个空间之门 老师若好奇 可亲自过来看看 不过在离开之前 我要给那些势力立点规矩 好 不愧是我人族英雄 接下来 灵域马不停蹄去各族转了转 因为他们战斗的时候 动静不大 毕竟这些神灵 被他轻松封进了血色图卷里 所以 外界的神灵 还不知道这件事 而灵域此行的目的 就是杀几个挑衅者 将他的消息传出去 让神灵知道 人族有一尊神灵 而且十分强大 不是好惹的 免得总有神灵来找茬 烦不胜烦 刚刚离开 他就碰到了一个 拥有神灵的异界种族 这个种族鼻子朝天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灵域从不惯着 一指头碾死 之后就顺利多了 他又碾死一个半神 然后把他们族中的神灵 揍了得半死 他凶残的名声终于传了出去 一时间 众神哗然 这该死的人族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神灵 我当时竟不是一和之敌 若不是这尊神灵仁慈 我已经死了 这位神灵太直接了 谁有礼貌 就可免疫死 谁要是出言不逊 轻则死 众则灭族 凶残 太凶残了 绝不招惹人族 这是我们一 得训剑 而此时 众神口中的噩梦 凶残的灵狱 已经来到了闺序 风神龙界空间之门前 一阵空间连衣浮现出 一条蓝色的蛟龙出现 好久不见 灵狱开口 龙雷笑道 是啊 太久不见了 灵狱大手一挥 血色图卷出现在手中 只见血色图卷中的景物 是会动的 尤其是其中十几个神灵 正在寻找离开之法 而灵狱仿佛看动画片的观众一样 看着他们的动作 感到十分可笑 突然 他伸出食指 轻轻点在了画卷上 一个神灵身上 顿时 那神灵就倒在了地上 灵狱大手一挥 那神灵出现在了现实中 他笑道 他死了 你夺舍他吧 以后 替我统治风神龙界 龙雷点点头 一道灵魂虚影 从龙雷天灵盖飞出来 然后钻入风神翼龙眉心中 刚刚被灵狱点死的风神翼龙 很快又活了起来 不过他的眼神却完全变了 本体 我已完成夺射 夺射分身说道 灵狱笑道 既以夺射 当有新名 夺射分身点点头道 风神翼龙乃是风神龙界的唯一神 他也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龙 没有名字 凡灵以神之名呼唤他 叫我风神翼龙或风神即可 无需再起新名了 嗯 你随意吧 灵狱又看了眼你是半神的龙雷 但此时 没了夺射分身的灵魂 如今只剩下一副屈翘了 你这副屈翘 就归我了 一副半神屈翘 不值什么价值 灵狱也不打算吞噬 而是留着 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毕竟这也是一条雷胶 属于比较稀少的种类 就当是自己的藏品吧 夺射分身说道 好 灵狱说道 回去吧 替我掌控此剑 是 风神龙界 风神翼龙进入蓝星 已有十天时间 突然 空间之门微微闪烁 一只巨大的白龙出现在风神龙界 空间之门的守卫者 盲低下头 贵福在地 属下等 供应我神回归 风神翼龙冷漠地点点头 什么都没有说 就离开了这里 等他离开之后 两名守卫才战战兢兢地起身 看着风神翼龙远去的背影 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怂了一口气 呼 神的神情不对啊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噓 慎言啊 神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小心被听到了什么 小命不保 对对对 慎言 我什么都没有说啊 你可不能往外转 放心吧 就咱们这关系 我肯定不会外转的 太感谢你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 两头巨兽小声交谈着 而此时 他们口中的神灵 已经来到了一座天空福岛之上 这是一座悬浮在万米高空中的福岛 面积颇大 足有上万平方公里 福岛上各种建筑灵力 不过都略显粗犷 有着鲜明的异兽文明风格 他刚刚进入福岛 便有一只只异兽前来迎接 恭迎我神回归 众异兽骑身高呼道 风神异龙点点头 语气冷漠道 都起身吧 蛟龙一族可在 龙青蓝文言连忙出列道 我神 蛟龙族长龙青蓝向您报道 龙雷不幸罹难 尸骨无存 下手的是一个异界神灵 不过 我已经替他报仇了 你下去给他准备葬礼吧 他话音刚刚落下 龙青蓝呆住了 龙雷是谁 那是他们蛟龙一族的天之骄子 稀有的掌控雷霆之龙 年纪轻轻就突破到半神之境 有极大希望成就神龙的天才啊 现在却死在了蓝星 他心中痛苦不已 龙雷可是他众多孙子中 最出色的一个啊 他将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了龙雷身上 但如今却白发送黑发 他一时间痛苦到不能呼吸 见他这副模样 风神翼龙暗自叹息一声 没想到眼前的龙青蓝 还挺伤心的 作为夺舍分身 他以前是龙雷 现在则是风神翼龙 身份不同 但该有的感情还是有的 他拍了拍龙青蓝 安慰道 不要太伤心了 受这一生 不会一直一帆风顺的 你吉爱 龙青蓝心里好受了一些 说吧 他就离开了 众一兽连忙也上前安慰 不过他们的语气中 或多或少带着一丝幸灾乐祸 龙雷的天赋太强了 甚至比当年的风神翼龙还强 如果不出意外 龙雷成为神灵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龙雷成就了神灵 那这个世界就更是龙界了 毕竟一个世界中 两尊神灵都是龙 那他们就更没法翻身了 龙雷死了 现在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龙青蓝也明白 这些人不是真心安慰 他暗哼一声离开了天空岛 他还要给龙雷举办葬礼 明天注定不是一个平静的日子 龙宫 与传说中的东海龙宫不同 风神一龙乃是指掌风的神灵 他的龙宫位于天空岛最高的山上 龙宫占地颇大 隐匿在云层之中 此时 一条庞大的白色龙体 在云层中游荡着 不时传来低沉的龙吼 犹如雷鸣一般 哗啦啦 一道道飓风凭空出现 搅动云层 洁白的云彩仿佛海浪翻涌 令人震撼 突然 云中的巨龙仰天咆哮 哗 哄 神风天降 驱散了周遭云彩 露出了湛蓝的天 以及那一只数百米长的白色巨龙 巨龙轻轻低下头颅 眼中金光闪烁 喃喃自语到 终于彻底掌控了这具躯体 也该是时候回馈本体了 嗡 光芒一闪 他变成了龙手人身 身穿龙袍的形象 传无之命令 诸族随无征战诸剑 命令下达 众族大惊 蓝星巨变他们自然知道 但是没想到 刚刚从蓝星回来的龙神大人 竟然就要征战诸剑 可是 他们了解到 外面很危险啊 不过 许多年轻的异兽 却异常兴奋 哈哈 终于能再次进入蓝星了 上次在人族那里吃了的哑巴亏 这一次一定要报复回来 我要灭了人族 吃光他们 好 人族该死 无异兽诸族 不可放过人族 请龙神大人带领我们杀人族 封神一龙 也是信仰成神 虽然这是最低级的成神方式 但也是神灵啊 因为信仰成神具有排他性 所以这么多年来 整个世界也只有他一个神灵 如果是以前的风神一龙 不会忽视信徒的心声 因为这些信徒的信念汇聚在一起 会影响信仰神灵的决策 甚至是性格 不过 如今这具身体的主人 是灵域的夺赦分身 灵魂都换了 神性都不一样了 自然不会受到影响 但他拥有风神一龙的神灵权柄 自然听到了这些呼声 他皱了皱眉头 既然你们想死 那就送你们去死吧 也给本体增加点升级点 他冷笑一声道 不过 除了这些激进派之外 还有一些稳健派 则持无所谓的态度 风神一龙暗自思量 最后将这两位异兽 各自分配了任务 打开空间之门 让激进派去送死 让稳健派去 攻略那些没有神灵的小世界 传播他的信仰 为他增加信徒 归虚 因为归虚空间脆弱 所以空间之门众多 一眼望去 就有十几个空间之门 出现在的视野 这每一个空间之门 都代表着一个世界 有的世界外 有生灵镇守空间之门 但有的则一片安静 这类便是空间之门 出现的地方隐蔽 对方的世界 还没有发现空间之门 或者是世界等级太低 无法摧毁空间之门 但又无力进入蓝星 翁一声清明 一个巨大的空间之门 闪烁亮光 一只只庞大的异兽 出现在天空之上 最后 风神一龙高声喊道 去吧 我的儿郎们 好 为了龙神阁下 沙光人族 这是激进派的吼叫声 而稳健派 则以传教为任务 我们乃是龙神的教徒 我们要把龙神的荣光 撒遍诸剑 风神一龙点点头 十分满意 既能送一些净化点给本体 又能给自己传教 双赢 出发吧 本神期待你们的表现 两派异兽离开了 风神一龙则默念道 形体转换 这是作为龙族的天赋 能生能引 能大小变换 此刻的他 变成了一个形体庞大 足有万米的巨龙 然后扭头看向了 翼兽进入的一个世界 这是已经探明过的世界 整个世界中 妖兽横行 犹如蛮荒大地 不过 尚未诞生高级文明 此剑 可作为我的第一个传教点 等把这些翼兽收服了 我就让本体帮忙打开一条 连通风神龙界 和这个世界的空间之门 然后再把这个世界 连通蓝星的空间之门毁了 断绝与蓝星的联系 这样一来 我就有了一个秘密的信徒世界 获得源源不断的信仰之力 他是龙神 掌控的是风之道 按理来说 他也可以统治人族世界 不过现在 他没有人族传教士 暂时只能放弃了 毕竟 传教这种是十分复杂 不是他显一显灵就行的 要想保持信徒的信仰 教堂什么的不可或缺 这就是信仰类神灵的麻烦之处 如果信徒死光光 那信仰类神灵 也会失去力量来源 让我看看 他们做到哪一步了 风神翼龙暗宝 他进入这个世界 刚刚进来 产生了智慧生灵 不过比较低级 修炼文明也很低等 只有简单的土纳功法 大多数兽类都没有智慧 也没法提供信仰 有智慧的妖兽 大概有一千万左右 最强者九阶 世界大小与蓝星聚变前差不多 很有培养的潜力 我派了一千万一兽送死 那这一千万妖兽 就填补我的信徒空缺吧 咦 他们已经在祈祷了 风神翼龙惊讶地发现 这些妖兽智慧不高 十分好忽悠 此刻都成了信徒 嘿嘿嘿 既然祈祷了 那我岂能不现身 他低声咆哮一声 从云层中探出头来 万米龙身 惊带众兽 他刚刚出现 强大的力量 就迷茫半个世界 吓得那些妖兽抖如筛康 而等呼唤无真名 所为何事 声音落下 那只妖兽首领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龙神大人 您的信徒想要变强 变强 他看了看这个妖兽的境界 九阶巅峰 差一点就能突破至半神境界 难怪那么轻易 信奉神灵了 原来是尽无可尽 但又摸到了一丝半神的门槛 并急乱投一了 不过 这样也好 正好显露神迹 让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 嗯 无以知晓你的想法 赐你一缕神光 可增你十万精力道 你好自为之 他心中一动 一粒九阶血肉丹 出现在眼前 风 嗡 一道微弱的风出现 引去丹之形 幻化成光 无形的风突然变化 亮起一道道光芒 照亮了虚空 紧接着 那颗丹药就被夹杂在风中 在所有异兽和妖兽 无法察觉的情况下 进入妖兽首领的腹中 神光天降 笼罩半个世界 所有妖兽都抬头 看着那庞大的龙神 陷入了疯狂崇拜之中 他们信奉弱弱强识的丛林法则 天生崇拜强者 在他们眼中 龙神就是那个强者 下一刻 道道光芒从妖兽首领体内 迸射而出 他眼睛大亮 我的力量增加了好多 他大吼一声 宣泄心中的兴奋 这一幕 被其他妖兽注意到 一个个都羡慕无比 风神异龙威严的声音响起 你们只要信奉本神 自然要什么有什么 十年后 无会再次降临 不过无会时刻关注你们 前程者将获得无的关注与赏赐 恭送龙神 众异兽传教士高声道 妖兽也跟着呼喊 恭送龙神 风神异龙十分满意 这第一步传教的任务完成了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让人把这个世界的一些珍稀材料 都搜集过来给他 之后 他又把这些珍稀材料送给了灵狱 不会有人知道 一个异兽的神灵 竟会是一个人类的分身 他如法炮制 又开始征服其他世界 顿时 他的传教士忙坏了 不得不多招一些传教士 却说另一遍 灵狱也收到了风神异龙的信息 他干脆直接在半路截道 以巨人之躯 将这上千万亿兽屠杀殆尽 大量升级点入障 让他直呼过瘾 之后 他又回到了两界山 此时 剑神也赶来了 随喜而来的 还有御者和扶妖子 剑神说道 灵狱 可以打开那个世界了 他面色平静 但内心却紧张无比 他有种直觉 这个世界 将是他晋升神灵的伏地 他突破半神 也有半百之久 已是半神中的佼佼者 如今蓝星巨变 他也摸到了神灵的门槛 本打算在蓝星突破神灵境的 但是今日 他捕捉到了一丝剑气的气息 这让他心中生出一个感觉 此剑能助他成神 以巨人之躯施展却步的新能力 空间之门 开 他已经有了世界坐标 再打开空间之门 就简单多了 大量的空间力量 涌入虚空之中 寻找那个剑气来源 突然 灵狱一声大喝 找到了 开 哄 空间坍缩 一个散发着锐利光芒的空间之门 出现在众人眼前 扶妖子看着这一幕 若有所思 灵狱的却步是空间类天赋 如今已升级到了SSS级 蕴含着空间法则 扶妖子观看一番 灵狱喝道 你去探一探 灵狱派出了悟性分身 灵狱点点头 走了进去 也只有永久分身 才不会进入异界 而断了联系 不一会儿 灵狱回来了 他点了点头 灵狱了然 转身说道 没有危险 可以进去了 剑神已是急不可耐 一个剑步 第一个踏入空间之门 三人紧随其后 也走了进去 剑种 只见不知有多少把剑插在地上 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大山 将剑种包围 在那些山峰上 则站着一个个气度不凡的人 他们都背负长剑 一脸平静之色 此时 在最高的一座山峰上 正有几个此界最强者 副手而立 望着下方剑种 他们共有四个人 都是此界顶尖的剑客 每一个人的实力都极为恐怖 四人年岁不同 一个少年面容 一个青年面容 一个中年人面容 还有一个老年人面容 四人实力相当 但老者岁数最大 为主是人 老者名为剑空 他捋了捋胡须 笑道 此次剑种大开 不知又会有几个小子 获得那传说中的名剑了 几人都知道 这剑种百年才开放一次 其内宝剑无数 等待有缘人 今日 就是剑种开启之时 中年人点点头 他叫剑红 笑道 我很看好左望宗的圣子 小小年纪就修炼出了 真假难辨的剑道神通 或许可以走梦之剑道 青年人名叫剑须 脸色略微惨白 他咳嗽了几声 说道 我倒是觉得 水之中的水链 那小丫头 天赋不错 小小年纪 已经能以剑欲万水了 飞也 少年人名叫剑情 他摇了摇头 他们虽然天赋不错 但也只是一般 我对这一届的剑种大会 不是很看好 神剑不会出事 神剑就是神器级别的剑 那是整个剑种压箱底的宝剑 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神剑 但几乎每隔几百年 就有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 获得剑种中的一把神剑 获得神剑的人 最次也能修炼到半神镜 而在场的四人 也都是在少年时代 获得过神剑的人 剑空点点头 又叹息道 无妨 让小家伙们都过来吧 尽早结束剑种大会 他其实也不是很期待 毕竟上一个百年 才有人获得过神剑 按照剑种获得神剑的往常经验 一般需要三百年 才会出现一个那种等级的天才 神剑既然不会出事 他也没什么兴趣 其他三位则不一样 都抱着一次期待的心情 剑种大会已开 请示剑者入场 咚咚咚 钟声响起 轰隆隆一声声巨响 天空中打开了一个空间之门 一个个少年进入这方空间 然后被人带进剑中 四个神秘存在 看着这一次来的少年 都饶有兴趣的小声议论着 时间缓慢流淌 突然 一个声音响起 恭喜小苍宗的林月如 获得九届剑气的认可 恭喜龙启宗的王朝 获得半神剑气的认可 恭喜 示剑者总共有五百多人 但很快就只剩下了十个人 这十个人都被剑气认可过了 但他们不满意 因此留了下来 想要争取更强的剑 会有人获得神剑 但也有一丝期待 这几个少年实力和天赋都不错 比我们当年弱了些 但如果运气好 成为神灵也不是不可能 我借剑道昌盛 剑道法则触手可及 走剑道更为简单 但我看有几个少年 明显走的不是纯粹剑道 是啊 有的以水之法则驾驭剑道 有的是以雷之法则驾驭剑道 这类人不可能获得神剑的认可的 你们看 他们果然失败了 时间到了 剑种中的少年失败了 垂头丧气离开了 四位存在站起了身 我们也离开吧 走吧 剑种又要关闭了 四人升空正要离去 突然 一便突生 一道道神异的剑光冲天起 那剑光之纯粹 令人吃惊 剑空大惊道 这是怎么回事 明明没人了 神剑为何会有反应 这些神剑不知道是谁放在这里的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被取禁 以往那些少年离开了 剑种也就沉寂了呀 但是现在是怎么回事 明明没人了 剑种不该有反应才对呀 这时 剑须指着剑种中心说道 你们看 那里有人 众人好奇看去 果然看到了几个人影 剑须皱眉道 这是空间波动 到底怎么回事 剑种还有其他入口吗 其他人皱眉 也不明白 但现在出现了一变 而且是 他们都不知道的变化 就必须要查看一番了 几人飞入天空 来到了剑种的中心处 他们盯着中心处的身影 只见一共有五个人 其中四个人都不是修炼的剑道 只有那中间的青年人 才修炼剑道 剑空皱眉道 此人剑道纯粹 而且天赋极高 不知来自何处 神剑既然选择了他 那说明他天赋极高 老夫想收他为徒 你们意下如何 剑须白白手道 你这老家伙兽缘不多了 这是要培养后人吗 剑空叹息了一声 就当是吧 三人闻言 不禁有些伤感 他们是几万年的朋友了 实在不忍看见空死去 但 兽缘禁了 不死也得死 这是规则无法改变 这时 轰咙咙 一道道强烈的光芒 冲天起 一把青色的神剑 出现在天空之中 青年睁开双眼 一脸喜色地握住了剑柄 下一刻 剑种上空 响起一道声音 神剑 太速 持有者 李清莲 哦 神剑自动入体 盘踞在剑神丹田内 剑神一脸兴奋之色 神剑一入体 他的力量就强大了十倍 而且在神剑的滋润下 他的力量在不停增长着 几乎是每秒都在变强着 哦 好神奇的剑 这个世界的剑道法则太浓郁了 我感觉我随时都会突破到神灵境 不行 我要抓住机会修炼 他并未注意到那四个人 但灵欲却早就发现了 他此刻是合体分身的形态 不过将体型缩小了 和常人一般大 他将体内力量收敛起来 让那四个人看不出实力 但他却能看出 那四人的实力都是上位神 而且都是巅峰上位神 他心中暗道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上位神也不堪一击 但前提是 对方没有神迹 不过 看样子 不像是要来找麻烦的 先等等 剑空一直在观察着李清莲 见他立即修炼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可是剑种秘境啊 百年才打开一次 若被关在里边 只能等百年后才能出去了 他难道不担心吗 剑空是一脸疑惑 其他三人也是差不多的心情 此人天赋极强 我去问问 剑空说道 灵欲看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 挡在了他前面 老头 你想干什么 剑空停住了脚步 看向灵欲的合体分身 这一看 顿时呆住了 他刚刚一直没注意到灵欲 现在才发现 竟然有一个神灵级的强者 藏在了他的胆志之外 这主要是灵欲隐藏了身形 让对方忽略了他的存在 但并不是看不到他 而是会下意识忽略他 此时 离得近了 剑空才发现自己 竟然忽略了灵欲 不可思议 这人到底是什么存在 能让他忽略的人 那很可能比神灵还强 他已经走到了 上位神的巅峰了呀 眼前的人是什么存在 种种疑问浮现心头 让他有些烦躁了起来 拱了拱手 这位道友 你来自何处 灵欲笑道 我来自外界 外界 对方陷入了沉思中 外界指的是其他世界 对方显然也听懂了 奇怪 我们世界的空间很稳定 你们怎么打开的空间之门 这你就不要管了 此人 见到天赋卓绝 老夫想收他为弟子 可否 他一脸期待看着灵欲 灵欲却脸黑了 你说我老师为徒 这怎么能行 那不是平白 让我矮了两倍 他当即摇头道 他是我的老师 此为后机薄发 只差一个机缘了 让他在此地闭关一段时间 就会突破到神灵境 你就不要操心了 老者文言点点头 他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眼前的人 他是真眼察 若是将剑神收进来 他也就后继有人了 甚至他 只要清净所有培养 数年时间就有把握 让他突破神灵 远远比对方靠谱 可惜 有人挡住了 而且 还是一个 他也看不出深浅的意见来客 另外三人宁眉看着 他们对视一眼 也跟着飞了过来 很快 他们也一脸呆滞道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多了个人 才发现我们竟忽略了一个人 这细思极恐啊 难道眼前的男人 比他们还强 是那主神级的存在 不可能 他们的世界 根本承载不了主神 主神比神灵强太多了 如果说 上位神比半神强大十万倍 那么下位主神 就比上位神强大十万倍 这就是差距 令人绝望的差距 如果对方是主神 那都不用打了 直接投降算了 灵狱笑了笑 没有解释什么 让他们胡乱猜吧 不过 他看了看那个老者 又看了看剑神 眼珠子一转 33小说网 他一个瞬移 出现在老者身旁 笑道 你叫什么名字 剑空吓了一跳 对方这手瞬移手段太厉害了 他连空间波动都没感受到 剑空深深呼吸 说道 老父名剑空 你似乎享受我老师为徒 他见到天赋卓绝 我以寿缘枯竭 活不长了 享受一个弟子 继承我的一波 我明白了 不过这是不可能的 这样吧 让你带是收徒吧 啊 剑空一脸猛逼 但很快反应过来 这也行 凌玉笑道 这样一来 我老师就是你的师弟了 不对 这样一来 我还是挨你一倍 不行不行 你还是带你祖师收徒吧 带祖师收徒 亏你想得出来 剑空虽然寿缘将近 但也不是没有脾气的 当即就要发火 却被一只大手按住了肩膀 发现自己竟无法动弹 顿时大惊是色 难道真是主神 凌玉自然不是主神 但一身实力比上位神也强几十倍 几十倍看似不多 但已经能做到碾压了 尤其是他的肉体力量 最是恐怖 或许比不过主神级别的肉身 但比上位神的肉身 强大几百倍 凌玉平静道 你不用紧张 我们是带着和平信念来的 和平 你们是这样和平的 我看是带着噩梦来的吧 四人一阵吐槽 但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眼前的人太强了 我看你不是很同意的样子 正好我前几天杀了一些神灵 练了一些神级血肉丹 送你几颗 就当作是交易了 如何 凌玉说着便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一粒血红色的丹药来 丹药刚刚出现 顿时一道道神力波动 就令虚空微微震颤 四人一脸吃惊 这真是神级丹药 竟然会是神级丹药 只是不知是什么类型的 难道他打算给我们吗 这一瓶神丹 价值不下于神器一键了 接下来 他们彻底激动了 因为凌玉又拿出了一瓶丹药 剑空 这一瓶丹药是给你的 里面有四颗神级血肉丹 不过这种丹药 只用服用第一次有效 另外一瓶有三颗 给你三个朋友的 说着 他将丹药瓶递给了他们 他们拿到丹药激动不已 放心吧 我就带我祖师收徒 然后 又是一番操作 剑神就成了剑空的小师祖 而凌玉则是小师叔 凌玉很开心 临走之际又跟四人签了契约 这才满意的离去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把空间之门毁了 然后又在内阁 一个隐秘的密室内 开了空间之门 这样一来就安全多了 做完这一切 他松了口气 笑得很开心 接下来 也该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凌玉离开了内阁 带着灵雾 前往了其他地方 路上 他使用神秘系技能百小生 召唤出那只大公鸡 我想知道 蓝星需要多久 才能完成蜕变 价格 一颗神格 卧槽 你也太黑了 这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给你 凌玉也没矜持 反正他还有很多神格呢 大公鸡收起神格 毛子亮起光芒 消失在原地 不一会他又回来了 打听好了 还需要三个月 这期间会有几次大变动 每一次蜕变 都会让蓝星体积增大 能容纳的上限更高 最终将会成长为 一个能容纳主神的强大世界 请做好准备 在诸天万界中 每一尊主神界的诞生 都必将引来无数寄予者 三天时间转瞬即过 天色昏暗 细雨蒙蒙 凌玉和凌雾并肩站立 在高山之巅 眺望着远方的云海 哄 雷声隆隆 乌云遮住天际 一阵阵压抑的气息 弥漫空间 令人大气都不敢喘 凌雾宙没到 本体 果真如那大公鸡所言 蓝星完成了初次蜕变 凌玉点了点头 如果说三天之前 整个世界犹如沸腾的热水 急不稳定 那么现在就是水不沸腾了 变成了温水 空间也跟着稳定了下来 不再如之前一般 不停出现空间之门 对于蓝星生灵的来说 这是一个好兆头 但对于凌玉来说 就耽误他转生几点了 不过 既然稳定下来了 那就想用其他法子吧 才完成初次蜕变而已 凌玉平静道 从那大公鸡口中得知 蓝星共有三次蜕变 现在只是完成了第一个阶段而已 还有两个阶段还没有开始呢 本体 如今完成初次蜕变 我们也该停下杀戮 开始争夺蓝星的机缘了 凌玉恩了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蓝星与猪戒产生了深度交集 猪戒法则交缠之下 催生出了大量的奇珍异宝 如今初次蜕变结束了 大量宝物也完成了孕育 事不宜迟 现在就出发吧 凌玉说道 虽是雷雨天气 但对两人毫无影响 凌玉则始终保持着合体的形态 两人一路飞行着 凌玉强大的灵魂力量 扫描着四周 寻找着那些奇珍异宝 突然 他一脸喜色道 前方千里 有两神争神物 我们过去看看 花音落下 凌玉打开小世界入口说道 进来吧 凌悟 凌悟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走进了小世界中 33小说网 凌悟 你努力参悟 杀戮神格的力量 我们要尽快突破神灵境 这都靠你了 你辛苦一下吧 知道了 嗯 凌玉点点头 施展天赋雀步 一步跨出便是千里之巨 他刚刚出现 便将自己隐匿在空间夹缝里 偷偷看着外面 此时 在一片荒漠中 两尊神灵正在战斗着 只见其中一个神灵 是一头蓝色的巨狼 另一个则是一只火焰虎 凌玉见状 暗自嘀咕道 好神俊的两个神兽 要不抓了 这个想法一出现 就遏制不住了 凌玉黑黑一笑 已经有了想法 千严虎 这宝物 是我先发现的 幽冰狼 宝物有得者得知 你说宝物是你的 你叫他一声 看他答应你不 你七郎太甚 你我都是下卫神 彼此都奈何不了谁 但今日 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呵呵 狠话谁不会说 我告诉你 这宝物我要定了 找死 哼 幽冰狼吐出一口寒冰 千严虎也吐出一口火焰应对 冰火相撞 轰然爆炸开来 紧接着 就是大量的水蒸气 升腾而起 弥漫了方圆百里 好 两个神兽 谁也不服谁 况且又是火与兵的对决 一旦打出了火气 不奋出个胜负 根本不可能停止 凌玉在暗中观察了小半天 发现他们 有神迹 这才放心下来 这几日 他把以前没吞噬完的神灵尸体 和这几日杀死的神灵 都吞噬了 实力增长了上百倍 现在他单个分身都堪比神灵了 更何况 现在是十万分身合体的形态 更是强大的恐怖 自从吞噬者天赋升级到SSS级之后 凌玉也是惊到了 每日一次的暴食技能 一个小时内可以无副作用吞噬 吞噬效率大增 让他的变强速度快了数倍 所以 虽然现在的他 也十分清楚 在蓝星是无敌的 但他还是小心谨慎一些 留一手的好 他看着外面战斗的两尊神兽 按道 都是下卫神 我能碾压 但还是稳一手吧 我就不去了 凌玉默念一声 从合体分身中分离了出来 你过去 抓住他们当做骑 合体分身点点头 一个闪烁便离开了空间夹缝 出现在战场外围 合体分身没有遮掩气息 刚刚出现就被发现了 不好 有陌生神灵出现 我们不要继续打下去了 好 我们合作杀了这陌生神灵 之后再战斗 如何 我同意了 杀 两个神兽没有深仇大恨 很容易就达成了合作 看着两尊杀来的神兽 巨人只是抬起手臂 连斧头都没用 哄 手掌在两尊神兽瞳孔中 无限放大 哄咚咚 巨人大手一捞 那两尊不可一世的神兽 毫无反抗的就被抓进了掌心 好 神兽焦急吼叫着 心中愤怒 但他们的声音 很快就变成了恐惧 不啊 我不要死啊 该死的 这是什么神 怎么会这么强啊 上神 我们无意冒犯 可否放了我们 上神 我们愿意臣服你 请不要杀了我们 两个神兽低声下气求饶 那模样就像一猫一狗 让凌玉不由想笑 伤心的两神 被手掌的力量禁锢着 体型缩小了百倍 真就只有小猫小狗的大小 显得颇为可爱 凌玉笑道 上一世 我很喜欢杨小猫小狗 这一世 和该续上前世的缘分 巨人开口道 你们可愿做无的宠物 宠物 这词落在两尊神兽耳朵里 显得刺耳无比 他们哪一个不是 统领万兽的存在 哪一个不是叱咋风云 威风凛凛的存在 让他们当宠物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 他们宁愿死 见两神兽摇头 凌玉也不惯着 直接操纵空间之力 给他们来了个全身按摩 痛啊 两个神兽痛苦尖叫着 但落在凌玉的耳朵里 却觉得还不够 于是 他又加大了力度 这一下 神兽也扛不住了 尤其是凌玉施展吞噬者 直接吞噬他们体内的力量 感受着体内不断流逝的力量 他们怕了 看着匍匐在脚下的两个神兽 凌玉俯视着他们 服软了 凌玉冷声道 两尊神兽文言 下意识打了个寒颤 上神 我们服了 真服了 请不要再折磨我们了 我们愿意当宠物 你想让我们怎么样都行 但请不要再折磨我们了 凌玉笑了 保持这个形体 站到我肩膀上来 巨人开口道 两个神兽哪里敢有意义 一个闪身就来到了巨人肩膀上 一左一右 一狼一虎 人家是左青龙右白虎 我是左兵狼右眼虎 凌玉嘿嘿一笑 但两尊神兽 却哭丧着个脸 一副死了爹妈的表情 凌玉直接忽视了他们的表情 就让他们站在巨人肩膀上 不过 他还是留了一手 本体没有出现 而是藏了起来 对了 你们抢夺的宝物在哪 凌玉说道 他寻找了几遍 并未发现他们口中的宝物 幽冰王哈着气 吐着舌头 一副狗的表情 主人 那东西在地下 我去给主人找来 千眼虎见他这副谄媚表情 小声骂道 狗腿子 他歪着头 一脸傲娇 作为伟大的虎神 他是绝对不会缠媚主子的 不一会儿 幽冰王回来了 他嘴里叼着一颗果子 说道 主人 这是一颗地脉果 直接吞服 有助于领悟地之法则 也可以炼成丹药 不过需要相应的丹方 我们族里有先被见过这玩意 我们不会炼丹 都是吞服的 主人一定会炼丹吧 炼成了 能不能分我一颗 你还顺杆子爬了 凌玉有些无语 看着这狼 不对 看着这狗 又看了看那猫 虎 发现千言虎眼睛瞪大 盯着地脉果看 凌玉笑了笑 操纵巨人 收起了地脉果 这地脉果 也是神级材料 绝不单单是用来 领悟地之法则的 或许还有其他功效 不过直接吞服太浪费了 还是以后找找单方练单用吧 33小说网 收了两个宠物 和一颗地脉果 凌玉心情很不错 看了眼还在参悟 神灵之境的凌悟 又看了看乖巧的宠物 他大手一挥 出发 继续寻找神物 蓝星完成了初次蜕变 令蓝星表面上平静下来 但是 也因为各种神物的出现 导致神灵也忍不住出手了 而且 各大世界的半神蜂拥而至 就是为了在蓝星蜕变之时 法则清晰的时候 突破神灵之境 不过 半神都藏起来闭关去了 而神灵则为了神物大打出手 一时间整个世界 到处都是战火 神灵一出手 方圆千里都在笼罩范围内 灵玉一路行来 已经见过好几个出手大战的神灵了 他如果遇到宝物 那就直接出手抢走 如果遇到挑衅者 那就简单多了 一巴掌拍死 然后吞噬掉增强实力 他也没有见到神灵就杀 毕竟神灵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都有报名手段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灵玉抢到了三件神物 杀死了六个神灵 吞了这六个神灵的尸体 力量增加了一倍 唉 随着实力的增强 现在下卫神已经满意不了我了 灵玉一脸不知足的模样 巨人在巡视着天地 寻找着宝物 而灵玉则将那三件宝物拿了出来 一一查看 分别是一把小刀 一根树枝 还有一颗石珠 他没有悟性分身 那变态的悟性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而悟性分身 又在闭关中 也抽不出时间 他干脆让系统鉴定了一下 虽然花了不少升级点 但总算知道了 是什么宝贝 神秘的刻刀 这是一把雕刻师手中的刀 因为蓝星聚变而发生了质变 此刀蕴含着雕刻之道 手握此刀 可领悟雕刻之术 罗树之之 罗树为虚空中一种强大树木 蕴含空间之道 此树之蕴含一部分空间之力 握之可参物空间法则 也可炼制成空间系武器 沧海石珠 此珠内蕴一片大海 可召唤无量海水 都是宝贝啊 刻刀和树枝 交给悟性分身了 等他结束参物了 就给他送去参物里面的道理 至于这沧海石珠 可以当成神器来使用了 不过 还是得炼制一下才行 等我抽出时间 就学一学炼器 他收起三件物品 将沧海石珠放在身边 笑了笑道 不要停 继续 嗷 两只宠物吼叫一声 一脸兴奋 凌鱼笑了笑 又扔了一颗神级血肉丹过去 顿时引得他们疯狂争抢 就连本来傲娇的千眼虎 现在也变成了一只哈巴狗一般 这可是神搭啊 他们忍不住也是正常的 不过 要炼制神级血肉丹 需要神灵的肉体才行 短时间内 不要想量产的事了 继续吧 出发 时间飞逝 转眼间又是三天过去 这几日 灵狱收获颇大 又获得了六件宝物 不过 都是材料类的宝物 暂时只能放着吃灰了 他下定决心 等灵狐出关了 一定要把创造单方的事情 给安排上 免得这些神级材料都用不上 另外这三天 他又杀了十个神灵 炼制了几颅血肉丹 大部分留着给自己吞食用 小部分则用来奖励宠物 虽然说 血肉丹只有吃第一颗有用 但强大的药力 还是会极大的滋养肉体 尤其对受猎的效果 最实明显 如今 这两个宠物不仅不抱怨了 还任劳人怨 恨不得有做不完的工作 这才几天时间 他们的实力就增强了三成 这要是自己修炼 起码要几千年时间才行 现在 在他们眼中 灵狱越来越神秘了 此时 灵狱回到了巨人体内 他奋出一丝心神命令巨人前进 而他自己则探查蓝星的情况 现在蓝星已经进入了深度蜕变中 不过 好像就连下卫神 都感觉不出来蓝星的变化 我也只有在巨人体内 借出巨人的力量 才能看到蓝星深处的蜕变 按照大攻击的说法 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半月 之后会有持续三个月的完全蜕变 现在这片天地 中卫神已经能进来了 等一个多月后 完成了深度蜕变 届时 上卫神也能够进来了 等完全蜕变了 蓝星就会变成主神剑 到那时主神也会进来 唉 时间急迫呀 灵狱揉了揉眉心 有些累了 继续吧 这方天地已经扩大了千倍 有太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了 尽量多搞些收获吧 走吧 他们穿过一片片山脉 又穿过一个个沙漠 转眼间已是十天过去 这一日 他被一个浑身发光的男人挡住了去路 咦 竟有三尊下卫神 而且还有两个畜生 正好本身饿了 午餐有着落了 巨人停了下来 看着眼前这个蓝鹿的神灵 只见这是一个人形的神灵 有两米五高 除了头发 是白色和眉心处长着一颗灵形的宝石之外 与人类大体没什么两样 咦 突然 灵欲灵魂轻轻一扫 眼前神灵的信息出现在了脑海中 他微微一惊 发现眼前这个神灵 竟不是下卫神 蓝星初次蜕变的时候 蓝星只能容纳下卫神 因此大量的中卫神 及其以上的存在 都被阻挡在了世界之外 如今 蓝星完成了初次蜕变 进入了深度蜕变的进程中 所以 能容纳的极限 也提升到了中卫神 估计等蓝星 完成了深度蜕变 进入下一个蜕变阶段的时候 就是上卫神降临之时 等蓝星彻底完成蜕变之后 蓝星将成为主神界 那个时候 就是主神降临了 灵欲想明白这些 心中变得很平静 在他眼中 不管是中卫神也好 还是下卫神也罢 都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巨人许久没有回话 而且一脸呆滞的模样 这让那发光男子 哈哈大笑起来 果然 你们这些下卫神 见到本神都惊呆了吧 哼 区区下卫神 在本神眼中 与那些肮脏的凡人 没有丝毫区别 蝼蚁而已 虽然 你这巨人是人形的 本神不会吃你 但你肩膀上 这两个神兽 却是难得的美味 巨人 将那两个神兽 献给本神 本神允许 你当本神的跟班 如何 这可是天大的恩赐 希望你不要不是好歹 西光之神 一脸细血之色 仿佛已经看到了 巨人跪舔的模样 幽冰狼和千严虎 交集了起来 他们小声呼唤着主人 幽冰狼说道 主人 您可千万别把我送出去啊 千严虎 也一改傲娇的神情 交集道 主人啊 他实力很强 但我们三个合力 未必不能反杀 在他们心中 他们的主人也是下卫神 毕竟他们感受 不出主人中卫神的气势 不像眼前这个发光男子 那中卫神的气势 都恨不得贴在脸上 面对中卫神 他们一个下卫神 是没有一点胜算的 但若是三尊下卫神 一起出手 虽然也还是打不过 但却有机会逃跑 可是 看着自家主人走神的模样 他们又不敢大声叫 只能焦急等着 巨人仍然没有回话 仿佛一根定海神针一般 任由西光之神嘲讽 一句话也不回 这让西光之神 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顿时怒火生疼而起 好嚣张的巨人 送你去死吧 西光之神抬起发光的手掌 朝着巨人拍去 两个神兽大惊 正要施展技能防御 突然 巨人睁开眼睛 抬头看着他 那目光仿佛在看一具尸体 西光之神大怒 加大了三分力道 巨人也抬起了手掌 哄 只见一只遮天蔽日的巨长 从天而降 强大的力量 顷刻间就封锁了四周的空间 令空间凝固 举步为奸 不 一声轻响传来 西光之神的攻击 刚刚飞到一半 就彻底破碎了 西光之神大惊 他可是中卫神啊 虽然只用出了八分力 但也不是一个 下卫神能挡住的 而且 他的攻击 被直接破掉了 眼前的巨人 绝对不可能是下卫神 突然 他脑海中 浮现出一个 恐怖的答案 难道 眼前的巨人 也是中卫神 而且比自己还强 不好 他慌了 但是 已经晚了 巨人封锁了空间 巨长轰然落下 轻轻一捞 便就西光之神抓了起来 看着掌心中 不停挣扎的西光之神 巨人微微低头看着他 你要让本神 当你的仆人 还要吃掉本神的宠物 是不是 巨人的声音不大 而且平静无比 不带一丝怒气 但就是这平静的声音 才最让人恐惧 他的声音太冰冷了 冰冷到看他 就像看一具尸体 西光之神 被抓在掌心中 无法动弹分毫 他现在才发现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眼前的巨人 哪里是中卫神啊 这比他健步的上卫神还强啊 可是 不可能啊 蓝星还没有完成蜕变 上卫神 是不可能进来的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心中无限疑惑 大佬 是小神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把我全部加缠的给您 您看怎么样 他仍然有一些 作为神灵的矜持和傲慢 巨人皱眉 不为所动 轻轻合掌 顿时 无穷的力量扑来 让西光之神压力倍增 不不不 大佬 我愿意当您的仆人 您想怎么样都行 他现在怕了 这巨人是真要杀他 他好不容易成了中卫神 可不想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掉 现在 他哪还有刚刚的嚣张劲 不过 灵狱却没有给他机会 搜魂术 嗡 一道奇异的光芒 扫过西光之神 西光之神眼神变得迷离起来 仿佛丢了魂一般 不一会儿 灵狱收回了搜魂术 西光之神也恢复了意识 但是 他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 他心中顿时惊骇无比 他竟然被搜魂了 而且还是不知不觉 就被搜魂了 那对方的灵魂的多强大 你是本神遇到的 第一个中卫神 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话一出 西光之神松了口气 看来对方不打算杀自己了 他正要说些话表忠心 但下一刻 他一脸惊骇地大喊道 不 所以 无特意赐你死亡 华洛 合掌 定 你杀死了西光之神 中卫神 升级点加500亿 真值钱啊 随手收走了西光之神的尸体 巨人探 道 挑衅本神 这就是下场 游冰狼和千眼虎 顿时打了个寒战 不敢有一丝不尽 走吧 是 两个神兽连忙打倒 蓝星变得太大了 即使是灵狱走了这十几天 也只是走了一小片地方 这还只是眼前这一片大陆 海外 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呢 这一路上 他又获得了几件神级材料 暂时用不上 都放在了小世界里 等待能用到的一天 路上 又遇到了几个中卫神 不过这几个中卫神都颇有礼貌 因此 灵狱也就没有出手 他有些无聊 打开腕表看了看新闻 自从蓝星聚变以来 人族的科技 也开始紧吞噬地进步着 不仅如此 各种消息 也让他对如今的蓝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今日消息 又有十个意见要和我族建交 阁老考虑到 我族基础较为薄弱 在这个大变时代 应该把朋友变得多多的 把敌人变得少少的 因此十分愿意与各界建交 截至目前 我族已与三十六个世界 建立了外交关系 苍江又发大水 洪水如天河倒流 席卷树省之地 哀红遍野 信德内阁及时应对 皱了皱眉头 夏卫神都发现不了 蓝星的深度蜕变 而人族却能检测到 看来科技的力量 也不可小觑 咦 这个新闻有点意思 据一个易捷来客所说 在我族三十万里之外 有一个多处的大陆 那是一片奇异的地方 犹如龟虚一般 空间脆弱 每时每刻都在出现各种怪物 因其只与一个世界相连 因此我们为其取名为黑暗之渊 而且 不知为何 这些怪物都是同一个类型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 这些怪物都是深渊怪物 或许这一片区域连接的是深渊 只是不知连接的是第几层深渊 深渊 灵域自然知道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多层世界 而且在不停成长中的世界 而且 以前蓝星也连接过深渊 不过 那是一个十分弱小的深渊层 连半神都没有 但是 从新闻中可以看出 这次连接的深渊层 应该是更下层的深渊 对了 深渊怪物疯狂 而且数量极多 不惧死亡 这不就是极好的炼机怪吗 灵域笑了 颇为期待 出发 去黑暗之渊 三天后 黑暗之渊 巨人站在天空 俯瞰下方世界 这是一片充满杀戮和死亡的区域 天空中漂浮着血色的云 地上充斥着各类死尸 而在四周无数空间之门 喷吐着黑暗的气息 一只只各种各样的深渊怪物 从空间之门走出 他们刚刚出现 就疯狂朝着四周扩散 杀戮一切能见到的生灵 他们疯狂无比 见到生灵就杀 而且完全不怕死 深渊所能影响的区域 在不停增加着 见到这一幕 就是灵域都有些惊讶 深渊怪物 除了不会复活之外 都快比得上他的分身了 嘿嘿 这地方正是和我杀戮啊 深渊啊 我来了 三十三小说网 灵域哈哈大笑着 命令巨人举起斧头 一腹披落 空间阵战 仿佛随时碎掉 死 轰隆一声巨响 大量深渊生物 还没来得及看清 就纷纷隐命 定 你杀死了角魔 七阶 升级点 加12300 定 你杀死了黑金斧牛 九阶 升级点 加100万 定 你杀死了堕落之翼 半神 升级点 加1亿 定 你杀死了 一只只深渊怪物死亡 他清空了一片区域 很快就又有无数 深渊怪物涌上来 他们完全不惧死亡 疯狂地扑上来 灵域一点也不慌 冲进去就是一顿杀戮 你们也去 巨人对两只宠物说道 是 主人 虽然他们不知道 主人为什么要杀深渊怪物 但听话就完事了 很快 灵域发现 宠物杀死怪物 自己也会得到升级点 不过只有十分之一 这样也够了 毕竟这里的深渊怪物太多了 杀之不尽 时间流逝 转眼又是十天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 他数次杀到能量耗尽 能让他能量耗尽 可想而知杀得有多少了 而那两个宠物 现在已经脱离了 正在小世界内修养 不过 巨人的能量耗尽之后 他就解散了分身 重新使用了一次分身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补足了能量 就这样 他一杀就是直到耗尽能量 才会停止片刻 然后收回分身 继续分身合体 又上战场杀戮 如今 他已经攒够了升级点 系统 给我升级天赋 分身 叮 升级点已足够 下一阶段 SSSS级 升级中 请稍后预计需要三分钟时间 你快点啊 叮 请宿主耐心等候 系统 你行不行啊 叮 本系统行不行 宿主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的屁啊 算了 你赶紧的 别磨蹭 淋浴关闭了系统 这系统不知啥时候 变得渐渐的了 不管了 反正三分钟一会儿 就过去了 三分钟时间不长 但淋浴却觉得慢死了 深渊第36层 一个巨大的黑色宫殿内部 三尊魔神坐在上座 下方有数百魔神 低头做沉浮状 三尊魔神气息十分强大 压得下方数百魔神 抬不起头来 众魔神看着这三尊魔神 大气也不敢出 这时 坐在左边的贪婪魔神 笑道 你们说说 遇到了什么事情了 要呼唤我们三魔神啊 他的声音间隙 看似是在笑 实在是压抑的愤怒 下方众魔神也都明白 顿时吞了口吐沫 都有些害怕 这时 坐在右边的暴石魔神 一脸笑意 你看你吓到了他们 你们不要害怕 都说说吧 发生了什么事 他颇为温柔 这让众魔神都松了口气 暴石魔神喜欢吃 但说话很靠谱 三位魔神陛下 我们入侵蓝星的先遣君 受到了阻碍 还请三位魔神陛下 为我们出气啊 暴石一脸奇怪道 那蓝星有成长为主神界的潜力 不过如今的蓝星 只能容纳中卫神级别的存在吧 你们这里有几十个中卫神 这都打不过 一群废物而已 贪婪魔神不屑道 这种魔神被这么说 也不敢发怒 只是陪笑 陛下 你有所不知 那阻拦我们的神灵 是一个巨人 他的力量极其强大 我们十几个中卫神一起出手 还被反杀了 所以 我们怀疑他 虽然是中卫神 但天赋极高 能越即而战 实际战力堪比上位神 要不是蓝星 还没完成深度蜕变 我们也不至于 落到现在这部天地 话音刚刚落下 那坐在中间的 傲慢魔神轻一了一声 有意思 真有意思 贪婪魔神笑道 大哥觉得有什么意思 暴石打了个哈欠 说道 这种天才 一定十分美味吧 等这蓝星成为主神界 我一定要抓过来吃掉 傲慢魔神摇头道 这样的苗子 被你吃了 就太浪费了 当然要让他入魔了 别忘了 我们弃宗罪 还有四个席位 暴石哼了一声 你是大哥 这里你最强 你说啥就是啥 不过 那巨人 可不一定能成为主神 傲慢微微抬头 眼中傲慢之意尽显 无妨 就当给我们一个机会 也给这个巨人一个机会 就看他能不能把握住了 然后 他看向下方魔神 只见他轻轻一挥手 一道金色圆环 出现在众魔神身前 此物为傲慢之环 乃是一件主神器 虽然蓝星不允许主神降临 但主神器却不在此炼 你们使用这主神器 可将此人抓来 记住 无妖活的 是 陛下 下去吧 属下告退 众魔神一脸激动地 拿着主神器下去了 他们已经期待着 用这种神器 制服巨人的一幕了 这一次 他们一定能狠狠出一口恶气 丁 升级完成 恭喜宿主的第一天赋分身 已升级至SSSS级 丁 您一共获得了两项能力 第一项能力 进阶路线 第一条路线 无限分身 您的分身将增加十倍 共一百万 第二条路线 无限距离 您的操控距离将提升十倍 第三条路线 无限实力 您的分身 可继承本体实力 提升十倍 丁 请从以上三条路线中 选择一个作为您接下来的发展路线 凌玉看着几个选项 沉默了一回 这一次天赋跨接的升级 和上一次天赋升级到SSS级差不多 都是一次之变 而且比升级到SSS的时候 给的奖励也更多 上次升级到SSS级的时候 只得出五倍的提升 但现在已经有十倍提升了 可见越是到后面 提升的幅度就越大 不得不说 天赋等级的提升 越往后带来的变化越大 他有些期待天赋升级到SSS级了 会不会有一千万分身 到了那时候 那可不是一人成军那么简单了 而是一人成果了 一想到未来就有些激动 丁 请做出你的选择 还是老样子 选第一项 丁 您已选择路线一 分身数量提升至一百万 下一刻 他赶到体内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整个人都呆住了 只见他的能量和灵魂力量 都开始疯狂增长 过了许久 他才深吸一口气 惊讶到 呼 基础力量起码提升了五倍 别看五倍不多 但这可是基础力量啊 要知道 他现在有一百万分身 每一个分身都继承了 他百分之二百的力量 他提升了五倍的力量 分身就提升了十倍 这已经不是一个小的提升了 他心中惊喜 有种无敌天下的感觉 实力强大 就是爽啊 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 丁 您还有一项能力未领取 请说 第二项能力 永久分身 定 您已拥有三个永久分身 分别是身外化身 夺舍分身 人性分身 接下来 您将再次获得 一个新的永久分身 请选择您 第三个永久分身的存在形式 选择一 魔主 此分身乃是魔中之主 天生拥有强大的魔性 一旦选择此分身 宿主将获得一个 主神级别的魔神分身 选择二 神主 此分身乃是神中之主 天生拥有强大的神性 选择此分身 宿主将获得一个主神分身 选择三 情主 此分身乃是情绪之主 可汲取万物情绪之力 壮大自身 选择此分身 宿主将获得一个 情绪神灵分身 此分身具有高成长性 出示境界为下位神 灵欲沉默了 这三个分身的诱惑力 都很大 说实话他都想要 系统 我能不能都选择 定 不可能的 请宿主收起贪婪之心 请做出你的选择 好吧 你让我想一想 这三个永久分身 他都想要 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只能选择一个 他会立即拥有一个 主神级别的分身 不过现在他的合体分身 已经媲美主神了 多出一个主神帮助也很大 但总觉得潜力不够 但选项三 却让他眼前一亮 这是一个情绪之主分身 乃是万物情绪的主人 能汲取情绪之力成长 虽然初期境界 不如神主和魔主 但成长性却最强 要知道众生的情绪太多了 虽然也是不错的能量 但却无人能吸收 若是有了这个分身 就能让情绪之主 拼命吸收情绪 成长速度 可能比他还快 想到这里 灵域兴奋了 系统 我选第三个选项 丁 你一选择了选项三 获得了一尊情绪之主分身 下一刻 灵域心中生出一股感应 第四个永久分身 出现在了感知中 他默念到 情绪之主 汪一声轻响 眼前就出现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分身 不过 这个分身双眼 是漆黑色的 仿佛两个黑洞一般 能吞噬一切 给人一种十分冷漠的感觉 本体 你可有名字 我无名 但可称 我为情主 那就叫你情主吧 你的能力怎么样 本体 我能汲取情绪之力 纳入体内 提升力量 可吸收所有无主的情绪之力 也可主动吸收 生灵的情绪之力 但会让其变得呆傻 你现在是下卫神境界 是的 不过我的力量 来自于本体 真实实力 堪比中卫神 好的 我明白了 灵域让他站在自己身旁 和他有一句 没一句地聊着天 他发现这个永久分身很冷漠 而且存在感很低 灵域不问话 他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突然 情主皱了皱眉头 灵域奇怪道 怎么了 本体 我感受到了一股 强大无比的傲慢情绪 正在靠近我们 傲慢情绪 难道是是越来人了 能让情主感到 强大无比的力量 最起码也得是上卫神 可是上卫神进不来啊 好 我知道了 灵域指着战场 这里有无数情绪之力 有恐惧 有狂妄 有喜悦 有贪婪等等 你去吸收了吧 尽快提升修为 情主点点头 朝着战场走去 作为灵域的分身 是不会真的死亡的 因此 他毫无遮掩地进入了战场 他一进入战场 就仿佛黑洞一般 将所有深渊怪物 散发的情绪之力 都吸收到了体内 一时间 情绪之力形成潮汐 一股脑涌入情主体内 感受着体内增加的力量 他仍然一脸冷漠 在战场上走着 他走过的地方 不管是什么情绪 都被吸收掉 本来因为太多杀戮 各种混乱的情绪之力 令四周变得雾蒙蒙的 但如今 因为情主 吸收了大量的情绪之力 雾气消散了 无为情绪之主 各方情绪 纳入无知体内 他脚踩着五颜六色的力量光芒 仿佛行走在人间的神明 各种情绪之力 不再在人间滞留 都被他吸进了体内 血色的云彩消散了 一束阳光照射下来 落在情主的身上 将他衬托得犹如神圣 此时 情主在战场上 吸收着情绪之力 令战场都变得平静了下来 对情主的能力 嘖嘖撑起 这可比他的度化术还要强了 这还只是将他们 散发的情绪之力吸收了 如果主动将他们体内的情绪 全部吸收了 那可就真的无欲无求了 有意思 有意思 情主吸收了这些情绪之力 力量提升了几倍 这可比我变强的速度还快啊 灵欲看着行走在人间的情主 颇为期待他成为主神的那一天 对了 情主说他感受到了一股 强大的傲慢情绪 正在靠近过来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深渊的支援了 正好我现在有百万分身 如今的同源合体上线是十万个 也只能先合体出十个合体分身了 灵欲也不迟疑 立即释放了分身 顿时 一眼望去 全是灵欲的分身 人一过万 人山人海 更何况是人过了百万呢 那真是一眼望去 无穷无尽一般 灵欲默念道 合体 哼 白光浮现 笼罩方圆百里 不一会儿 实尊形态不一的合体分身 出现在眼前 如果有认识的人 在这里看到这些合体分身 一定会十分惊讶 因为眼前这些合体分身 都是灵欲曾经使用过的形态 有不动明王 有地藏菩萨 有金刚佛陀 有三头六臂童子 有四面佛 有纯阳剑仙 有千手观音 还有火神助容 鲲鹏神鸟 加上巨人 一共是十尊合体分身 这些合体分身各有神通 以前实力不够 只能发挥出一部分力量 如今 这些合体分身已经堪比主神 可以发挥出更多的力量了 他们刚刚出现 强大的气势 就令空间隐隐颤抖 他们分别立在四面八方 将巨人围在中央 仿佛护法神灵一般 巨人见状 微微点头 等去战斗吧 众合体分身点了点头 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灵欲也操纵着巨人分身 缓缓后退 空间 开 哄 一抚头披落 空间裂开一道口子 他走入空间口子 进入空间乱流中 又使用开天之力 制造了一个临时世界 进入其中隐藏起来 偷偷观察着主世界 这是巨人的能力 不过因为没有 镇压空间的宝物 所以这临时开辟的世界 只能存在很短的时间 不能永存 他手中的小世界 那是用清廉镇压之后 才能永存的 不过 如今有了小世界 他就没有创造 其他世界的想法了 毕竟这种做法 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 这会让他损失一部分力量 此时 外界 众魔神正带着主神器 傲慢之环来到了蓝星 哼 有了主神器 我们一定能抓住那巨人 这是毋庸置疑的了 那巨人虽强 但不可能打得过主神器 而且 这傲慢之环 可是傲慢魔主的神器 蕴含着傲慢魔主傲慢魔神之力 我们只需要稍微付出一点能量催动 就能发挥出傲慢之环大部分力量 任那巨人在猖狂 终究还是 我们的阶下之球啊 哈哈 本魔神已经迫不及待 要教训巨人了 众魔神一脸兴奋之色 他们在灵域手中败过一次 那一战之后他们惊为天人 没想到巨人的实力 竟会那么强大 他们活了这么久 从没见过天赋如此变态的生灵 如果说在凡人境界中 有越界而战的可能性 但到了神灵境 那就几乎不可能了 但那巨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他们 可能 他们害怕了 也嫉妒了 如今 终于能报仇了 他们心中畅快 脚下不愉快的几分 刚刚进入战场 远远便见一尊金刚佛陀 挡在了前面 咦 这佛陀是什么时候来的 以前没见过啊 蓝星不愧是诸界中转战 佛陀进来了这里 不对 你们看天空怎么变得清亮了 以前是血云遮壁苍穹的呀 没有血云 没有充斥每一个角落的杀戮之气 没有那令人混乱的情绪氛围 我好不适应啊 一定是这佛陀干的 他们这些突驴 最擅长干这种事了 诸位 杀了他 动手 下一刻 也有魔神准备动手了 他们共有几百个魔神 光中卫神就有五十多个 在如今 蓝星最高只能容纳中卫神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敌人 只见那佛陀 唱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上天有好生之德 平僧前来此地 送猪魔入西天极乐世界 你们一定很开心吧 话音刚刚落下 就惹怒了猪魔 放肆 你这突驴口出狂言 也不看看我们的实力 都出手吧 杀了他 无药吃了突驴的每一寸肉 无乃是魔 最讨厌佛 哼 攻击降临 但是 奇怪的是 金刚佛陀却一脸平静之色 只见他微微低头 阿弥陀佛 何苦来哉 而等想要平僧之命 但 你们可能攻破平僧这金刚佛区 大 一声钟鸣响起 众魔神击打在佛区上 却传来一阵阵钟鸣声 这一刻 所有魔神都呆住了 有魔神不信邪 又攻击了起来 但结果没有任何变化 全被挡住了 这一幕 落在众魔神眼中 都不可思议了起来 他们几百个魔神一起出手 就是上位神也挡不住 也只能隐恨当场 但是 眼前这个金刚佛陀 竟能挡住他们集体一击 这是何等恐怖的防御力 他们惊呆了 也有极限 大家继续攻击 实在不行 就使用傲慢之环 哄咚咚 又是一波攻击降临 当当当当 钟鸣声不断响起 仿佛那庙宇中黄昏落幕时 小和尚撞的钟声 显得急促且杂乱 这时 金刚佛陀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 阿弥陀佛 诸位施主也出万气了 也是该平僧出气了吧 你们的愿望 是送平僧入往生轮回 我佛慈悲 所以便送你们入西方极乐世界吧 一尊万米俱佛冒着金光 金光化作一道道金刚义 冲天起 仿佛能刺破一切 除了魔神外 在金刚义的影响下 众生都变得无所畏惧 不惧一切敌 金刚佛陀唱了一句佛号 伸出了一根手指 指着大地 嘴唇微动 无有金刚义 可破一切敌 金刚破碎直 哄 一根金色的指头突然出现 狠狠点在了大地之上 这金色佛指 足有千米长 一指头点下去 仿佛天下间最坚硬的物质点 在大地上 顿时 大地背着一指点碎 哄咚咚 大地碎成了碎片 仿佛一块碎掉的玻璃 变成了无数碎片 众魔神剑状 盲飞到天上 刚刚金刚佛陀造成的破坏 他们心有余悸 这要是点在身上 还不得肉体破碎啊 一个个都露出了忌惮的神情 可惜 下一刻 他们就惊惧万分了 因为 只见那金刚佛陀 似乎对自己的金刚破碎 只十分满意 仿佛晴天之助的巨址 从金刚佛陀手中释放出来 一瞬间 破碎了沿途的一切 不管是魔神的攻击也好 还是空间也罢 都在这指头下 如同玻璃一般 轰然破碎成了碎片 啊 一声声惨叫声响起 有魔神终于挡不住了 被一指头点碎了魔躯 灵魂飞了出来 看着那不停攻击而来的巨址 他打了个寒战 朝着远处逃去 躯体 没了还能再凝聚 但灵魂没了渴 就彻底完了 突然 他眼前一黑 一尊三头六臂童子 挡在了身前 你又是何人 不要挡魔的去路 乌有三眼 可令你入地狱 可愿去 滚 魔神大怒 这都什么人啊 动不动就送别人上天 堂入地狱的 他就想待在人间 哪都不想去 可是 去不去就由不得他了 只见那童子笑了笑 右边的一颗 头颅眉心上的眼睛 睁了开来 乌有三眼 分别为天地人 这地眼可令吴 打开大地之密藏 今日 吴更强了 以觉醒心的神通 为你施展 令你一关 吴说 地下有冥府 而已是灵魂之躯 也和该入冥府 去吧 安息吧 这话说得极其装逼 把这尊魔神器坏了 这人是怎么回事 他打不过那金刚佛陀 还能打不过 你一个童子 当即就恶狠狠扑了上去 朝着童子的石海钻去 他发誓要吞了童子的灵魂 可是 下一秒 他脸色就大变了 因为童子右边的地眼睁开之后 一道道灰色光芒射出 哄咚咚 大地裂开一道口子 隐隐传来幽名的气息 我一打开幽名 你可以安息了 此乃无得眼制造之空间 你入其中 可得永恒极乐 童子语气平静 仿佛在诉说着一件 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魔神却打了个寒战 心中惊惧万分 进来吧 童子平静道 下一刻 一道光芒 从童子的眼中迸射而出 魔神灵魂被这光芒拘束着 发现自己动弹不了了 被抓进了那空间之中 死 童子的声音响起 那魔神的灵魂 立刻就被分解殆尽 只剩下一道道 纯粹的灵魂力量 以及记忆晶石 留存下来 这便是童子的地眼力量 内运一方幽名空间 天生克制灵魂体 童子杀了一个魔神 抬起头看向了其他魔神 在金刚佛陀的攻击下 一个个魔神难以抵挡 很快就魔躯破碎 只剩下灵魂逃窜 童子见状 地眼一开 这些灵魂 也纷纷被吸入幽名之中 化作一道道 精纯的灵魂力量 和记忆结晶 这一幕 很快就被那些魔神注意到了 他们大惊失色 心中生起了大恐怖 不好 又一尊月接的存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为什么这么强 这金刚佛陀的指头 碰到一下 我们的魔躯就会碎掉 身后还有童子挡路 我们的灵魂也会被收割 现在该怎么办 快使用傲慢之环 只有主神器能救我们了 可是 这是傲慢魔主让我们 用来对付巨人的 巨人虽强 就此了 快使用傲慢之环吧 好 大家一起注入能量 催动傲慢之环 众魔神在金刚佛陀 和童子的攻击下 不过片刻间就死了十分之一 33小说网 眼见打不过对方 他们急了 只见那领头的中卫神 拿出了傲慢之环 哄 傲慢之环刚刚出现 道道傲慢情绪 就弥漫四周 众魔神忙稳定心神 抵抗着傲慢情绪的侵蚀 但还是有魔神中招了 他们一个个变得傲慢无比 眼高于顶 这一刻他们仿佛看不起一切了 犹如一只趾高气昂的大攻击 灵欲在暗中看到这一幕 也有些惊奇 他盯着傲慢之环 心中疑惑 不知这是什么等级的神器 但对方既然能拿出来对敌 估计最起码也是上位神器了 不过 只是上位神器对他也没有什么作用 这时 那手持傲慢之环的中卫 神高升大喝道 诸位 一起激活神器 是 话音落下 一道道能量注入傲慢之环 哄 傲慢之环战放出璀璨光芒 众魔神见到魔神虚影 都恭敬行礼 傲慢魔主陛下 我们遇到了大麻烦 还请您出手 傲慢魔主点点头 先是环视了一遍四周 观察了下环境 咦 这佛陀的实力有点意思 还有那三头六臂的童子 实力也很强 看来你们与那巨人一样 都是天赋一柄 可越界而战之人 那巨人不知在何处 就暂时不找了 无与你们有缘 可愿成为无知弟子 无将栽培 你们成为主神 登上七宗最魔主之一的宝座 并执掌深渊第三十六层 成为主神 众魔神顿时呆住了 这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们本以为傲慢魔主出现了 能帮他们出气 但谁能想到不仅不出气 而且还站在了敌人的一方 要收对方为徒 千万不要答应 众魔神心中担忧着 童子吃笑道 诗人说梦 金刚佛陀一脸平静之色 施主脑子可有毛病 平僧可为你瞧瞧 傲慢魔主虚影闻言 待了片刻 他没想到了 竟然会被拒绝 一时之间有些意外 很快 他就笑了 笑得很猖狂 仿佛看到了什么 可笑至极的事情一般 哈哈哈哈 笑死本魔了 你们以为 你们是什么玩意儿 虽然本魔本体 进不了蓝星 但本魔的主神器 却能让你们允命当场 哎 既然你们如此无礼 那就赐予你们死亡吧 说吧 他抬起了手掌 傲慢之环 就落在了掌心中 手持傲慢之环 他轻轻挥舞了一下 顿时一道道黑色的魔光 就将天地笼罩 刚刚还艳阳高照的世界 顿时就变得 身手不见五指 众魔神见状 一个个兴奋不已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 金刚佛陀 和童子惨死的结局 但是 下一刻 一道道佛光亮起 将漆黑的世界照亮 咦 还算有点本事 竟能在本魔的魔狱中 使用能力 傲慢魔主有些惊讶 因为这是他的魔狱 在这黑暗笼罩的区域内 其他人是无法使用力量的 不过 他也没有太意外 毕竟是能越界而战的天才 有些本事也是应该的 你的力量 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过是蝼蚁的挣扎而言 傲慢之环 困 那傲慢之环 离手而去 携带着主神的力量 朝着金刚佛陀 镇压而去 这主神气太可怕了 刚刚出现 便令空间裂开一道道口子 更是让这方天地 多有些颤抖起来 如今蓝星 还没有完成蜕变 这个等级的力量 对蓝星而言 有害无益 甚至可能会拖延蓝星 蜕变的速度 严重点 甚至可能让蓝星发育不良 金刚佛陀见状 叹息了一声 此戒之中 请不要使用主神的力量 世界很讨厌你 无待他杀了你 只见金刚佛陀 抬起手掌 一个万符号浮现出 被他轻轻一推 这符号 就散发着无量佛光 迎上了傲慢之环 这时 童子出现在了另一边 我来助你 童子出现在不远处 他三颗头颅的 数眼全都睁开 天地人三只奇异的眼睛 都蕴含着特殊的力量 尤其是人眼 能操纵众生情绪 人眼的光芒一照 傲慢之环的力量 就立刻弱了一分 傲慢魔主疑惑道 怎么回事 童子自然没有回答他 而是一脸平静地 操纵着傲慢之环上的 情绪之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 傲慢之力被剥离出去 傲慢魔主终于清醒了过来 该死的 你竟能操纵情绪之力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手下 不留情了 去吧 傲慢之环 使出全力 哄 傲慢之环突然变大了百倍 以一种极难察觉的速度 朝着金刚佛陀套去 他这是要套住金刚佛陀啊 童子手中各类武器扔出 阻挡傲慢之环 但毕竟不是主神器 也只是挡住了片刻而已 就被击成了碎片 这让童子皱眉不已 金刚佛陀也使用各种神通阻挡 但都无济于事 眼见傲慢之环 就要套在金刚佛陀的头上 又是一道佛号响起 阿弥陀佛 此间有大乐 又出现了一尊牵手观音 他威闭双眼 与其平静 此间有大魔 当厨制 他说话间 牵手已是凝聚各种硬爵 做出随时攻击的准备 不消片刻 又一尊佛陀出现了 这一尊佛陀和其他佛陀不同 他一脸怒容 周身缠绕着绿色的火焰 手持锁链和会剑 做出愤怒之状 这是不动冥王 乃是佛祖愤怒的化身 他手中挥剑猛地劈向傲慢之环 哄 傲慢之环顿时被屁地飞了出去 此时 那傲慢魔主虚影也是吃惊了 看着这一个个气势惊人的神灵 他竟有种隐隐的畏惧感 不对 是这些佛陀 太可知魔神了 不过 他们终究只是中卫神而已 纵使战力相当于上卫神 我这主神器也可杀之 他暗道 事不宜迟 必须要使出全力了 结束了心理活动 他也不敢留手了 开始正式起来 全力操纵傲慢之环攻击 顿时 傲慢之环光芒大量 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瞬间就击穿了金刚佛陀的手臂 这就是你得罪无的下场 你们在场的人都活不了 傲慢魔主的声音响起 但灵欲这些合体分身 仍然不急不躁 他们不急不躁 灵欲皱眉 他暗中下达命令道 赶紧结束战斗 顿时 合体分身精神一震 手中动作快了三倍 天爷 去 童子大喝道 轰隆隆 天空裂开一道口子 道道天道法则之力 倾斜而下 千神通之阵 困 千手观音手捏法印 一手一个神通 上千个神通施展出来 结成阵法 顿时 化作一张网 朝着傲慢之环困去 冥王之怒 冥王灰剑披落 绿色的怒火烧遍了苍穹 怒火降临 令那些魔神都心生畏惧 感觉自己真是罪孽神重 地狱不空 我是不成佛 又得斩妖除魔啊 地藏背后转轮轻轻一转 便是一道道震压之力 震压而去 那些魔神 被这震压之力一压 这些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一个金刚佛陀 就能横扫我们 又来个童子 也能横扫我们 现在又来了几个菩萨和佛陀 到底有多少超纲的存在啊 就是上位魔神也没这么强啊 难道他们是主神 不可能 主神没法进来 但若是主神器呢 众魔神沉默了 但怎么看也不像主神器啊 看着已经开始大战的傲慢之环 和几个巨大的神灵 他们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你们已多打扫 不公平 傲慢之环被压着打 愤怒吼叫 但即使如此 五个合体分身 还是没能立刻拿下它 暗中看着这一切的灵域 叹息道 虽然说合体分身堪比主神 但和主神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不过 看着情况 镇压傲慢之环 也只是迟早的事 灵域看出了结果 便不再关注了 他拿出一颗颗血肉丹 施展天赋吞噬者 增强着力量 傲慢之环的出现 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 毕竟 再过两个月 蓝星就要彻底蜕变了 到了那时候 蓝星将一跃成为主神界 面对一个新的主神界 各大一节的主神 一定不会放弃 进入蓝星的机会的 到那时 如果蓝星本土势力 没有主神作证 蓝星诸族的命运可想而知 作为人族 他不会允许人族 成为附庸甚至奴隶 而且 他现在还和深渊魔主结了仇 如果等他们的本体进入蓝星 也不会放了自己 与其担忧 不如有对抗主神的手段 当然 他现在的合体分身 也能对抗主神 只是会被人一个打十个 而如今能提升力量的 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突破境界 成为神灵境 另一个就是拥有 更高阶的同源合体术 能让更多的分身合体 最好是一百万个分身合体 那样的话 就能让分身合体的力量 提升十倍 应该相当于一个 常规战力的主神了 合体分身的是 现在还没有眉目 但是突破神灵境界 应该来得及 33小说王 灵悟说过 在蓝星完成彻底蜕变之前 他有把握突破到神灵之境 而且他也不是坐以待毙的性格 打算等这里的事情结束了 就去寻找更高级的同源合体术 突然 一声巨响传来 天地都跟着阵战了起来 紧接着 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 该死的 你们放开本魔神的主神器 否则等蓝星完成蜕变 本魔神一定会杀了 和你们有关的所有人 傲慢魔主虚影 愤怒吼叫 五尊合体分身 看着被封进了 所有力量的傲慢之环 都松了口气 他们五个一起出手 花费了大量精力 终于封印了傲慢之环 童子叹息道 我们破坏不了 唯有封印 众合体分身都点了点头 他们完成了本体的命令 现在又变得有些无聊了 这时 已经恢复过来的金刚佛陀 将目光投向了重魔神 下一秒 重魔神大害 该死的 傲慢魔主失败了 我们又起是对手 快跑啊 简直太变态了 他们竟能战胜主神器 而且是傲慢魔主力量 虚影操纵下的主神器 这些家伙到底来自哪里啊 他们绝对不是中卫神 他们已经隐隐有主神的力量了 我们绝不是对手 赶紧跑 众魔神疯狂逃窜 不一会儿 已经不见了综艺 他们都朝着空间之门逃去 只要进入空间之门 回到深渊 也就安全了 灵狱放下了吞噬血肉丹的动作 看了一眼主世界 咦 可不能让他们跑了呀 灵狱笑了笑 下达了命令 命令下达 合体分身立即出击 以他们的力量 想要杀了这些魔神 轻而易举 不过 数百魔神数量众多 分身虽然反应够快 但还是让一些魔神逃掉了 丁 你杀死了多族魔神 下卫神 升级点加一百亿 丁 你击杀了堕落魔神 中卫神 丁 你击杀了 转眼间就是几百个魔神陨落 让灵狱的升级点暴涨 如果再来一次 他都可以继续升级天赋分身了 看着他已经停止 出现深渊魔物的空间之门 灵狱有些惆怅 他好像杀得有些过了 现在深渊魔物都不敢出来了 那他还怎么获得升级点啊 灵狱从那个灵石世界走出 回到了主世界中 他大手一挥舞 一狼一虎两个宠物出现在身边 主人 上来 是 一左一右坐在灵狱肩膀上 灵狱笑了笑 不时屡一屡他们的毛发 罢了 他们不出来就不出来吧 大不了咱换个地方 不过 在换地方之前 得让情主把情绪之力吸收完才行 他看了看数百里之外的情主 正在汲取弥漫天地之间的情绪之力 突然 他看了看童子手中 禁锢着的傲慢之环 或许 可以让情主来试试 他呼唤情主过来 情主接到命令 皱了皱眉头 不敢反抗 飞了回来 刚刚回来 童子就把傲慢之环定给了他 情主有些无奈 他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心中有些叹息 但当傲慢之环入手之后 他顿时惊住了 这好浓郁的傲慢情绪之力 这似乎就是傲慢之力凝聚而成的 他先是惊讶 然后欣喜起来 最后陷入了沉思 惊讶是这傲慢之环 是傲慢之力凝聚 欣喜是 他可以吸收这上边的傲慢之力 沉思是这是如何做到的 林玉笑道 你尝试一下 能不能吸收神器上的傲慢之力 情主的能力就是吸收情绪之力 目前还没发现极限 也不知能不能吸收 主神器上的傲慢之力 如果可以的话 或许能让情主的境界提高到上位神 如果再多吸收几个类似的神器 岂不是能提升到主神境界 这可比吸收众生亦散的情绪之力快多了 情主点点头 开始施展能力 一道白光浮现而出 情主微微皱眉道 你们把封印解开一小部分 我才无法吸收 情主话音落下 林玉被童子说道 你来 童子点点头 解开了一小部分封镜 刚刚解开 那傲慢魔主的虚影就浮现出 他大骂道 你们完蛋了 吸收 林玉脸上一冷 情主轻声一喝 急取 嗡 傲慢魔主的虚影顿时虚幻了几分 该死的 你们在干什么 我的力量怎么变弱了 加把劲 别停 林玉的声音响起 不 傲慢魔主虚影绝望大吼 傲慢魔主的主神器乃是他使用傲慢主神力凝聚而成 当然也不全是傲慢之力组成 主体部分还是使用的主神机材料 只是内部蕴含着大量的傲慢之力 其浓郁程度 令正在吸收傲慢之力的情主 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这内部蕴含的情绪之力太多了 多到他都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他深吸一口气 变得有些激动了起来 大哥 其内部蕴含的傲慢之力 浩如烟海 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时间也吸收不完 请给我一些时间 嗯 吸收吧 不要停 好 他连忙施展能力 但只吸收了一个多小时就停了下来 放下了傲慢之环 而傲慢之主的虚影已经减弱到了极致 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只能藏在傲慢之环里慢慢休养 怎么不吸收了 凌御问道 情主摇头道 大哥 我得消化一下 这傲慢之力的质量极高 我的消化速度赶不上汲取的速度 现在是吃饱的状态 得等我消化了才能继续吸收 这傲慢之环里的情绪之力 比他在战场上汲取的情绪之力 质量高了太多 他在战场上汲取情绪之力 自己的消化速度远大于汲取速度 所以他可以一直不停地汲取情绪之力 但这傲慢之力不一样 质量太高了 他的消化速度慢了很多 便是他也得消化了之后才能继续吸取 凌御问言点了点头 嗯 这傲慢之环就放在你手里吧 这 大哥 以我现在的实力 其实只是这一缕傲慢之主虚影 也能轻易杀死我 凌御问言恍然道 这样吧 你跟着童子 这傲慢之环就拿在童子手里 平时让童子封镜傲慢之环 等你要汲取傲慢之环力量的时候 再解开一小部分封镜给你吸收 那太好了 谢谢大哥 秦主一脸兴奋之色 凌御笑道 咱俩本就是一体 说什么谢谢啊 你虽然起步不高 只有神灵镜 但你的潜力很强 什么都不要管 给我先把这傲慢之环的傲慢之力汲取光 之后 我再想办法 再搞一件给你 尽快提升到主神镜啊 秦主的潜力很高 在他看来 不亚于人性分身灵物 毕竟 秦主区区下卫神的实力 就能汲取主神器的力量 这已经是极为变态的天赋了 甚至 他只要给秦主足够的情绪类主神器 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突破到主神境界 到时候 就该反攻了 他抬头看向深渊空间之门 或许 之后 可以放养到深渊 灵域暗道 如今 夺舍分身成为了风神一龙 虽然只是下卫神 但已经占据了数个世界 其间杀戮的大量的生灵 也让灵域获得了不少升级点 如果把秦主放到深渊 以深渊那无时无刻 不再战斗的世界环境 情绪之力必然十分丰富 秦主进入深渊 或许会如鱼得水 况且 秦主即使真死了 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 再分出一个就是 33小说王 秦主十分激动 王拱手道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努力 灵域拍了拍他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去吧 尽快消化 以后还有任务交给你 很冷漠 甚至不苟言笑 但是 一旦牵扯到变墙上 就变得异常激动 看来 即使是情绪之主 也有失态的一面 灵域笑了笑 秦主去消耗 刚刚吸收的傲慢之力 灵域也开始思考 接下来的事情了 如今 深渊败了 但深渊怪物也断攻了 那些普通深渊怪物 直接就不出来了 这让灵域颇为惆怅 不是说深渊怪物 不惧死亡的吗 竟然也会害怕 拉结 灵域内心无限吐槽 但接下来的工作 还试得做 赚取升级点的是不能停 这里的怪物没了 那咱就换一个地方 他打开腕表 给人族情报部发了消息 让他们提供怪物 比较多的区域 情报部知道 是灵域来要消息 立即开始寻找 合适的地方 这情报部也真够慢的 算了 我吞噬血肉丹吧 深渊第36层 作为一个靠近底层的深渊层 其存在的时间 久远到无法计算 这还只是一方面的 另一方面无数年来 随着深渊的扩张 这一层的深渊 也跟着变大 如果灵域过来计算 就会知道 这深渊比大灾变前的蓝星 要大十万倍 这种体积的世界 在诸天万界中 也是主神界的标配 但在深渊 却只是第36层而已 在其下方 还是35个 更强大的深渊层 可想而知 深渊的底蕴 有多么深厚了 此时 在一座巨大的古堡中 还是那黑色王座上 依然坐着 三尊古老的魔神 但魔神下方 俯手听命的若一等魔神 却只剩下了寥寥 近百个 这和当初 五六百个魔神的壮景相比 实在是冷清到了极点 甚至显得有些欺轻 这时 下方一个中卫魔神 悲声呼号道 三位陛下 还请您为我们报仇啊 那蓝星的生灵 欺我太甚啊 四百多个兄弟 都与命在蓝星啊 他哭得真情一切 让众魔神 都不禁感叹落泪 那一战太惨了 他们带着希望而去 却带着悲伤归来 其他魔神也齐声高呼 三位陛下 此仇不报 我皆无颜面啊 还请三位魔主陛下出手 请三位魔主陛下出手 惩治冒犯之徒 请三位魔主陛下出手 以养我戒之威 众魔神一起请令 便是那没有去过蓝星的 十几个上位神 面面相去一番 也都齐声高呼 请求陛下惩治敌人 这些上位 神都心中颇为疑惑 不是请了主神气去的吗 怎么到头来 还是损失惨重归来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隐面 他们心中疑惑的同时 也打算等会议结束了 一定要找那些幸存者 打听打听 此时 坐在最中间的傲慢魔主 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他乃是傲慢之主 自然内心极其傲慢 看不起世间一切 甚至他认为 眼中所见之物 都只是他的臆想 他若不想 那眼中所见之物 就只是虚妄而不存在的 这种极度狂妄 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 反而让他凝聚出 一颗强大的自信心 有了这强大的自信心 只要他不遇到太强的挫折 只要 他能一帆风顺走下去 他的力量就会不断增强 可是 今日他竟在一个名叫蓝星的世界 被人打败了 而对方顶多也只是中卫神境界 这让他受到了一定打击 信心一旦受挫 对他的影响颇大 他堂堂主神 虽然只是一丝力量 与主神器的参与 但也比上卫神要强大百倍 但就是这样 竟然还是失败了 他愤怒 他羞愧 也有一丝怀疑自我能力的种子 悄然种植在心底 等待时间发芽结果 最后将他彻底吞噬 他似乎也意识到了危机 所以下定决心 一定要除掉这个障碍 解开心结 否则 他心境不能通达 前路也会充满坎坷 碰 他突然站了起来 怒火从双眼中燃烧 生疼而起 贪婪和暴石魔主 一脸惊讶地看着傲慢魔神 他们没想到 平时傲慢到少言寡语 甚至平静到可怕的大哥 竟然也会被怒火支配 大哥 你没事吧 贪婪魔主关心道 暴石魔主也上前拉了拉 傲慢魔主的衣角 说道 大哥 你说吧 要怎么办 我们一定照办 暴石魔主的表态 让傲慢魔主心中一松 也不枉他刚刚的失态了 贪婪 你呢 傲慢魔主看向贪婪魔主 等待着他的决定 贪婪魔主咽了一口唾沫 心中有些不情愿 他可是贪婪之主 没有好处的事情 他可不愿意干 而且 暴石魔主之所以那么积极 也是因为 他想吃了那几个合体分身 毕竟 这暴石魔主 只要吃就能变强 而他是满足心中的贪念 才能变强 但 现在蓝星可没有他值得贪念的 所以他不想去 正要摆摆手 却听傲慢魔主笑道 击败本魔神主神器的人 一定有大秘密 或许有能让我们 更进一步的机缘 机缘 听到这两个字 贪婪魔主心中一动 若是能获得这个机缘 他岂不是也能越即而战 即使不能 那帮助也不会小了 毕竟 这可是能让中卫神 对抗主神的机缘啊 就是他这类魔主 也是第一次听说 这机缘 他势在必得 他立即换了一副笑脸 此界生灵太猖狂 我随大哥一起 灭了他们 好兄弟 一起 一起 三尊魔神一番意气发言 整得下方魔神面面相去 不过 既然三位陛下 都愿意去蓝星报仇了 他们也不管那么多了 都跟着欢呼了起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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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蓝星 将蓝星拉入深渊 并入我深渊第36层 届时 我深渊第36层 定能沉入更底层 请三位陛下 带领我们报仇 傲慢魔主笑了笑 大手一挥道 出发 这一战 这些魔神的作用肯定有限 主要还是这两尊魔主充当主力 考虑到他们进不去蓝星 所以只能采取主神器力量投放的方式 空间之门前 三尊魔主降临 傲慢魔主说道 暴石 贪婪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暴石有些担忧道 大哥 不会出现意外吧 毕竟傲慢之主的主神器都输了 而且还被敌人封印了主神器 他们也怕不入傲慢之主的后尘 毕竟 他们虽强 但也只有一剑主神器 贪婪魔主哼了一声 你这暴石 除了吃之外 你的脑子也被吃了 那蓝星的神灵再强 能对付一剑主神器 已经是破天荒的了 怎么可能对付两剑主神器 傲慢也说道 贪婪说的没错 一共只有五个神灵 对付一剑主神器 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两剑主神器一起出手 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他相当自信 毕竟能有五个超纲的存在 已经是意外了 不可能再有五个的 两位魔主文言点了点头 也认为傲慢之主说的有道理 这种超纲的存在 出现一个是奇迹 更何况出现了五个 要是再来五个 那就太离谱了 不可能会存在的 贪婪点点头道 快点出手吧 我担心他们逃了 暴石也说道 立刻出手 花音落下 两尊魔主已经拿出了 自己的主神器 他们和傲慢是同一类魔神 都是主管一类情绪的存在 傲慢魔主的主神器 是傲慢之环 贪婪魔主的主神器 则是一把贪婪魔剑 而暴石魔主的主神器 是一个大肚子茶壶 贪婪魔主笑道 我这魔剑 攻击力最强 暴石魔主冷哼一声道 我这暴石魔壶 能吞一切 那你们就比一比 谁杀死的神灵多 傲慢之主看着 他们的主神器 有些怅然 他的傲慢之环 可是遗落在了蓝星 好 那我们就比变 贪婪也附和道 暴石呵呵笑道 比就比 谁怕谁 开始 傲慢魔主大喝道 下一刻 两尊魔神 便将各自的主神器 投送入了蓝星 此时 凌玉正无聊地 吞噬着血肉丹 感受着体内增强的力量 隐隐有些兴奋 不过 他感觉十分无聊 而他的分身 则去四周收集 深渊怪物的尸体 这些尸体 可都是炼丹材料 放在这里 不管就太浪费了 他计划等收拾完了战场 就离开这里 等人族情报部的消息 发过来了 他就换一个地方狩猎 真是无聊 要是能再来一个魔神 再获得一件主神器 那就有趣了 不过 那些魔神不会害怕了吧 这么久都不来 凌玉尼南道 他话音刚落 突然两道强大的气息 传了过来 凌玉心中威喜 但出于谨慎 他立刻撕裂空间 藏到了临时小世界中躲避 蓝星的神灵 你贪婪魔神爷爷来了 交出你的秘密 饶你不死 你的肉体 将是暴石魔神的食物 你们死定了 两尊魔神的声音传来 也让凌玉知道了 两尊魔神的名字 暴石 贪婪 似乎是七尊最魔神 难道还有四尊 凌玉心中十分疑惑 但战斗已经开始了 他只能先放下推测 此时 战场上 贪婪魔剑和暴石魔狐刚刚出现 就瞄准了距离最近的四面佛 这时 四面佛正在清理地上的魔物尸体 突然感受到了强大的气息 他警惕了起来 最终盯着魔剑和魔狐看着 哄 攻击来得太快 他只来得及抬起八只手臂 挡在身前 咔嚓几声响起 四面佛的八只手臂 顿时断了七只 只有一只还在苦苦支撑着 暴石魔神的虚影浮现在上空 他见到这一幕 嘖嘖撑其道 不愧是能击退大哥的神灵 竟能挡住我们两剑主神器的攻击 有意思 不过 你又能支撑多久 而在暴石魔狐不远处 贪婪魔神也显出虚影 手持魔剑一剑又一剑 披在四面佛的护盾上 呵呵 死吧 这边的动静很大 在贪婪魔剑披露的那一刻 一只巨大的神鸟突然出现 烈 神鸟急速 声音未落 身形已掠过 瞬间 四面佛消失在了原地 轰隆一声 魔剑劈空 却将空间劈碎 贪婪魔主惋惜道 可惜了 此时 被救走的四面佛 一脸怒容看着贪婪魔主 作为灵狱的合体分身 他们也是有情绪的 四面佛走了出来 四个面容显示着贪嗔吃度四种表情 平僧有四张面容 代表着众生贪嗔吃度四种情毒 施主贪婪之念 尤其之大 平僧要助你放弃贪婪之念 做一个清静的魔神 说吧 他四张面容的眼睛中 都蹦射出璀璨的光芒 四情之火 去 轰隆隆 四种火焰 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 从四面佛双眸中 蹦射而出 贪婪魔主有些惊讶 有点意思 不过 本魔神也只掌管了一种情绪 你却有四种 这样本魔神很不爽啊 那就赐你死亡吧 他戏谑道 只见他举起手中魔剑 猛的一批 哄 一道泛着黑红色的光芒 划破空间 轰隆隆 攻击相撞 发出震天之声 但是 片刻之后 魔剑破开四面佛的力量 去世不减斩了过去 见到这一幕 四面佛大惊 他如今只剩下了一只手臂 显得十分凄惨 他唱了一句佛号 诸位 无需助我 平僧要自报了 他脚下踏出须弥佛部 下一秒就出现在 贪婪魔主的背后 贪婪魔主察觉到空间波动 一剑劈向身后 可是 很快他就呆住了 因为这四面佛竟然不等 而是直接迎了上来 独圣的手臂 死死抓住了魔剑 真是找死啊 那你就死吧 贪婪魔主虚影 催动力量 就要杀了四面佛 却听到一道极小的声音 自爆 然后 就在贪婪魔主惊骇的目光中 一道蘑菇云冲天而起 轰隆隆 一个堪比主神的存在自爆 所产生的力量影响 是毁灭性的 灵狱看着这一幕 呆了片刻 去 一起上 把那两把神器也给封印了 终究是死了一个合体分身 不过他也不难过 这一会儿的功夫 他又将分身补齐了 看着重新出现的四面佛 合体分身 灵狱命令 他立即参战 四面佛点点头 离开了临时小世界 回到了主世界 此时 在四面佛自爆的区域 一个巨大的空洞 在疯狂侵吞四周的一切 那仿佛是一个黑洞一般 不管是物质也好 还是能量也罢 都被吞噬殆尽 能清晰地看到 在黑洞的边缘部分 正有世界的力量 在不停修复着 就仿佛人体 在修复伤口一般 看着这一幕 灵狱也有些叹息 如今蓝星 还没有完成蜕变 也不知道 这一次的伤害 会不会影响蓝星的蜕变 而那暴石魔神虚影 一脸呆滞 他喃喃自语道 至于同归于尽吗 而且我们又不是本体 就是主神自爆 也毁不掉主神器啊 白白自爆了 果然 他话音刚刚落下 贪婪魔剑就飞了出来 重新悬浮在天空之中 除了剑身暗淡了几分之外 一点损伤都没有 33小说网 这时 贪婪魔神的虚影浮现而出 此时的他已经平静了下来 有趣 真是有趣啊 你们这些神灵 总共有五个吧 自爆了一个 那就还剩下四个 你们如何是我们的对手 暴石 事不宜迟 我们不要脱了 大哥还在等我们的好消息呢 赶紧杀他们 暴石魔主点点头道 好 不完了 全力出手 两尊魔神催动主神器 顿时魔剑绽放 更加璀璨的光芒 暴石魔虎虎口 传来强烈的吸力 贪婪魔斩 暴石之吞 此时 接到了灵狱命令的分身们 都放下了手头上的工作 急忙赶来战场支援 他们刚刚来到这里 就见到了两尊神器 正和四个合体分身战斗着 见到这一幕 他们也不迟疑 直接就使用压箱底的技能对抗 神鸟双尸一闪 一道道水风龙卷席卷去 童子手中六种武器 也同时扔出 三个树眼也睁开 定住了这一方空间 诸佛施展各种大神通 不一会儿 就已是来了六个合体分身 贪婪魔主和暴石魔主见状 愣了一下 不是说只有五个吗 这怎么来了六个 算上死的那个 就是七个呀 不要急 六个而已 我们应对的了 虽然这是事实 但贪婪魔主 却有种不好的预感 可能不止六个 很快现实 就印证了他的猜想 陆陆续续又来了三个 不对 四面佛 你没死 这怎么可能 他看着赶来的四面佛 一脸惊诧之色 这个四面佛 和刚刚自爆的四面佛 气息一模一样 他绝不会认错 所以说 这四面佛没死 自爆了还能活着 他是怎么活过来的 心中太多疑惑了 四面佛站定 没有回应他 也施展出压箱底绝技 纯阳剑仙也赶来了 他手持一把长剑 将长剑制出 诸位 随平盗杀 九阳光明大剑阵 哄 以纯阳剑仙的第一剑为影 其他合体分身的攻击 紧随其后 顿时 整片天空都弥漫各色能量光芒 看起来是好看又危险 杀 两位魔主见到这一幕 虽然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但不妨碍他们战斗 先杀了这些神灵 再寻求真相 神灵太强了 明明蓝星只能容纳中卫神 他们身上的境界光芒也不强 但实力却变态的强 这太不合理了 所以 一定有大秘密 他们想要这背后的秘密 轰隆隆 九尊合体分身 顿时和两件主神器 战斗在了一起 两尊主神器被围在中央 各种攻击不停落下 把主神器打得连连招架 两尊魔神大惊 该死的 这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么强 他们从傲慢魔神口中得知 傲慢魔神是被五个神灵封印的 所以他们就想当然以为 他们能对付五个神灵 但事实是太不可能的 而且 他们也没有傲慢魔神强 别说对付五个了 他们对付四个都够强 一时之间被压着打 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快逃 贪婪魔神收敛膨胀的贪婪之心 大喊道 暴使魔主立即打开空间通道 想要顿逃出去 哄 空间另一头 一把大剑猛的从天而降 劈在了他的头上 你们走不了 留下来吧 纯阳剑先附在空中 一脸平静 暴使大怒 你们冒犯了我们 就不怕蓝星完成蜕变之后 我们的报复吗 他们可是魔主啊 那是主神级别的存在 一旦他们本体降临 他相信一根手指头 就能杀了这些神灵 可惜 灵狱的分身怎么可能妥协 根本不受威胁 又是一剑辞去 暴使知道 从这里是逃不出去了 他骂骂咧咧地退了回去 刚刚退回来 他发现自己身后的贪婪虚影 虚了一大半 贪婪 你怎么了 贪婪魔神压抑着愤怒道 他们太卑鄙了 封尽了我一部分力量 面对九个 堪比主神的合体分身 饶使他们 也招架不住啊 被打得措手不及 心中暴怒的同时 也心有余悸 这些家伙太变态了 手段特别多 而且有几个特别擅长封印术 搞得他们越打越弱 真不知道 如果他们到了主神境界 又该多强 不动冥王府看着他们 傲慢已被降服 你们也自负双手吧 暴时大怒 放屁 我们只是神器 也不是本体 你杀了我们也没用 我们绝不可能投降的 贪婪也怒目而示 这次出来 他们作为魔主的脸面 算是丢尽了 堂堂两件主神器 在魔主力量的操纵下 竟然打不过区区几个神灵 这要是传出去 还不得被笑死啊 可是 面对九尊堪比主神的分身 他们又不是本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步入了傲慢之环的下场 被封印了起来 看着失去力量 支撑掉落在地上的两件主神器 凌玉心中大喜 他立即命令情主过来 留给他吞噬使用 情主看着又多了的两件主神器 心中大喜 我若将其全部吞噬消化吸收 或许突破 主神有望 这毕竟是魔主使用暴时 和贪婪凝聚的主神器 其内蕴含的 蓄力量 质量其高不说 而且还好如烟海 凌玉从临时小世界走出来 笑道 你加油 不要让我失望 情主重重点头 饶食他乃是情绪之主 这一刻也失了态 凌玉将两件主神器收起来 打算等他将傲慢之环的力量吸收完 再给他继续吸收 上一次吸收的傲慢之力 你消化的怎么样了 凌玉问道 情主点头道 已经消化了 可以再吸收了 这一次我的实力有所增长 能一次性吸收更多情绪之力 嗯 不要等了 立即去吸收 你要尽快成为主神 我有任务交给你 凌玉嘱咐道 情主好奇道 什么任务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先突破到主神再说 凌玉说道 他没有说是什么任务 毕竟他也不知 中间会不会发生变故 自己的计划 也不一定就能一番风顺 所以先卖个关子吧 情主见凌玉不说 也就不继续问了 而是到一旁吸收傲慢之环的力量去了 他这边大火全胜 而深渊第36层的重魔神 则变了脸 傲慢魔神一脸阴沉之色 他们竟然有九尊神灵 如果在算上那没有出现的巨人 就是十尊神灵啊 每一尊都堪比主神 这太不合理了 傲慢魔主还不至于太生气 也没有失去理智 但另外两个可就不一样了 他们唯一的主神器没了 这让他们实力锐减 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贪婪魔主愤怒道 不行 此仇不报 我难以平静 他愤怒大喝一声 便起身离去了 你要干什么去 暴石喊道 报仇 贪婪魔主说完这句话 便朝着下层深渊而去 见到这一幕 傲慢和暴石都明白了 这是要去下层叫人了 他们是第三十六层的魔主 而在往下的几十层 都有魔主坐镇 只是数量不一 有的有三尊 有的只有一尊坐镇 不知贪婪去了哪一层搬救兵 傲慢说道 不能只让贪婪去 我们也应该做些什么 我与第三十层的黑兵魔主相熟 我去叫他来帮忙 傲慢也去搬救兵 报仕知道他也不能闲着了 报仕也说道 我与第三十一层的血野魔主相熟 那我叫他来帮个忙 好 稍后再去 两尊魔神也离开了 他们都去搬救兵了 等他们走了 那些剩余的上百魔神 一个个面面相去 许久之后 还是没等到魔主回来 他们有点慌了 这是干嘛去了 咋还没回来 喂 三位魔主陛下去哪了 这谁知道啊 他们不会离开了吧 要不 我们把这空间之门毁掉 万一那些家伙跑过来 可是个大麻烦 哼 他们要是赶过来 我们这么多上位神 难道还打不过吗 打得过个屁啊 那些神灵恐怕都看比主神了 就是我们一起上 也不及人家一根手指头 那该怎么办 不能毁掉空间之门 否则魔主怪罪下来 我们吃醉不起 深渊第三十三层 这一层深渊 与第三十六层区别不大 也有三尊魔主坐镇 不过 不同于第三十六层的 七宗最缺四席 这一层的深渊只有三席 而且都是元素魔主 分别是风魔主 火魔主和雪魔主 这是三尊元素生物 修炼成的魔主 每一个都没有固定的形体 此时 他们都以人形漂浮在空中 青色人影 正是风魔主 红色人影 则是火魔主 白色人影 他们乃是元素的主人 能轻易操纵相应元素之力 而且能得到数倍加成 这是他们的天赋 别人学不来的 此时 在他们前方正站着一个血黑色的人影 那人影不是一脸失落和愤怒 正是从第三十六层下来 搬救兵的贪婪魔主 风魔主笑道 贪婪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又来找我切磋 火魔主调侃道 贪婪怕是看上你 什么东西了 不然以他那性子 怎么可能来找你 风魔主摇头笑道 不对 你看他心急的模样 如果我猜得没错 他是来找我帮忙的 我说的可对 风魔主看着贪婪魔主 笑道 贪婪魔主苦笑一声 你还是那么聪明 恭喜你猜对了 什么忙 本魔主帮你也行 但好处要给到位 一旁沉默的雪魔主 一听有好处 顿时来了兴趣 说道 火魔主也附和道 对对对 好处给到位了 什么忙都能帮 贪婪魔主闻言松了口气 他跟这三位魔主 关系还不错 以前经常一起切磋 虽说深渊中没有真感情 但那是对底层魔物而言的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深渊的意志 已经影响不到他们了 他们幼年时 在深渊意志的影响下 一个个嗜血好杀 完全没有智慧可言 脑海里除了杀戮吞噬的念头 就只剩下变强了 但 等他们变强了之后 觉醒了智慧 并摆脱了深渊意志影响之后 却更加注重感情 这或许就是 越缺什么 就越想要什么吧 于是 他就将蓝星的事情说了出来 话一说完 三尊魔主也呆了呆 不过他们 却是一脸不幸的模样 你怕是来愚弄我们的 被我们识破了吧 我觉得是真的 雪魔主开口道 贪婪魔主惊喜道 我们怎么可能骗你们吗 而且 我的主神器也遗失在了蓝星 雪魔主已经信了 但另外两尊魔神不信 他无奈道 你们可以看看我近期的记忆 他将记忆展示出来 好 我来看看 风魔主大手一挥 顿时记忆展示了出来 许久之后 三魔主都沉默了 贪婪魔主一脸忐忑地看着他们 怎么都突然沉默了 是不愿意帮忙 哎 罢了 看来只能等蓝星彻底完成了蜕变 才能降临蓝星报仇了 突然 风魔主一脸笑容道 你和我们关系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不帮忙呢 走走走 现在就去帮你一血前耻 火魔神也一脸心血 我们可是好朋友 朋友有难 自当帮忙 你放心吧 一定帮你杀了那几尊神灵 事不宜迟 不要停留 别让那几尊神灵给跑了 雪魔主呵呵笑道 你们俩真是无力不起早啊 他摇头笑着 但又不把话说明白 贪婪心中疑惑 再去往第36层的路上 他暗中问了雪魔主 雪魔主也不隐瞒 笑道 在几百年前 我们就从虚空中获得了新的主神界 即将诞生的消息 但几百年却寻觅无果 而你口中的蓝星 或许就是那未来的主神界 所以 我们当然愿意帮忙 卧槽 你们真是阴险啊 不过话说在前头 我们帮了你 你可不能反悔啊 我就是想反悔 现在也没那实力啊 我主神器都遗落了 确实 有和没有主神器的主神 差距十分大 更何况 他刚刚出现 就被挡住了去路 你来了 所为何事 这是我的麻烦事 请你帮一帮 暴石将记忆截取出来 化作一道信息 刘飞入那身影手中 那人看完之后 沉默了片刻 紧接着就激动了起来 原来在这里 他哈哈笑道 我寻觅了三百多年 今日却在你这里寻到了 这个忙我必须帮啊 你可知 这是什么事件 即将成为主神界的事件 暴石说道 血液魔主哈哈大笑道 是啊 这可是主神界啊 能容纳我们这样的存在 你说 这得是多强啊 世界初开之时 到时候主神界的开天宝物 不会少了 我们要去收割啊 暴石眼前一亮 你愿意帮忙啊 废话 我又不傻 深渊第三十层 这是一个气温极低的世界 整个世界都被黑色的冰层覆盖着 在世界中央 一座巨山拔地而起 山顶之上 一尊覆盖着黑色冰层的魔主 正和傲慢魔主对话 黑兵魔主听完傲慢魔主的话 沉默了片刻 才说道 我曾听闻 有新的主神界出现 寻觅了很多地方 没想到 你们运气挺好 竟能与这个世界相连 傲慢笑道 深渊层数太多 而且仍在增加着层数 其实更上层 早就与蓝星相连过 我有幸得知 不过那时候蓝星还太平凡 我没有在意 早知道该去占领了蓝星的 哦 这倒是没有注意过 不过 这蓝星是一个大纪元 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一定帮你杀他们 黑兵魔主的承诺 让傲慢松了口气 这第三十层深渊 只有黑兵魔主坐镇 可想而知 实力有多强 有他相助 几乎稳了 临走之际 黑兵魔主说道 我提一个条件 我要带我的子民们 去掌掌见识 可否 当然可以 我热烈欢迎 傲慢连忙说道 黑兵笑了笑 点点头 大手一挥 整个第三十层深渊的魔物 都抬起头 高声呼喊 黑兵陛下 随无前往蓝星 随你们杀戮 万岁 万岁 出发 五个魔主齐聚空间之门外 封魔主感叹道 我寻找了三百年 都没有找到去往蓝星的路 没想到今日 却在这里碰到了 他有种缘分 妙不可言的感觉 以前怎么寻都找不到 现在不去找了 却自己出现了 黑兵魔主笑道 这就是缘分 无需多言 我们既然成了人情 就应该办事 事不宜迟 走吧 去杀了那些冒犯者 血眼魔主点点头 但他看不起蓝星 毕竟只是一群 中卫神而已 还入不了他的眼 他阻止道 你们都不要出手 这一战让我来 可否 让你来 你一个行不行啊 众魔神打量着他 他被看得极不舒服 哼了一声道 我一人可战傲慢三魔神 傲慢 贪婪和暴石三魔神文言 脸一黑 想说什么 但又无从反驳 毕竟他说的是实话 众魔神也都不再阻止 那就交给你吧 不过 如果遇到了事情 就叫我们出手 行 不过我是不会遇到麻烦的 他相当自信 众魔神又是一阵无语 血眼魔主 取出了他的主神器 只见他手中的主神器 是一颗黑色的珠子 若是细看 就会发现 那黑色珠子上 长满了血红色的眼睛 细数之下 足有上千颗 令人毛骨悚然 去吧 杀了那些冒犯者 他对着珠子说道 其他魔主见他 这么快就行动起来 也一副看戏的模样 一点都不着急了 贪婪魔主见他们 老神在在的模样 却先急了起来 喂喂 你们都行动起来啊 封魔主呵呵笑道 区区蓝星的中卫神 能有多强 让血眼试探一下吧 试探 他们都试探多少回了 早就确定 对方的厉害了 你们还试探 这是没吃过亏啊 嘴就是硬 他正要劝说 却被豹石拉了拉衣袖 豹石在他耳边 用只有他们 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你这什么急啊 让他们吃点苦头 也显得我们不是那么惨 不是吗 贪婪闻言 眼珠子一转 点点头道 有道理 然后 他们就在一旁看着 也不插手 也不劝说 甚至还拱火 这样一来 那几个 知悦而来的魔神 更轻敌了 血眼更是已经幻想抓住 那冒犯者的结局了 虽然贪婪等魔神 早就告诉过他们 这下方的神灵很强 但此时的他们 一个个都傲气无比 早就把傲慢等魔神的话 抛到了脑后 血眼魔神的主神器 乃是千眼魔珠 此时已经被他投放到了蓝星 蓝星 地上的战场 收拾妥当 凌玉准备离开这里了 不过 在离开之前 他打算毁掉深渊的空间之门 情主却劝道 本体 这深渊魔神 已记下蓝星的坐标 毁掉空间之门 他们还可以继续建立 不如就留着吧 凌玉想到了什么 最终点点头 说道 那就留着吧 凌玉想起来 他打算把这深渊 留给情主发展的 就先留着吧 等情主突破到主神境了 就让他去深渊发展 正要离开 突然天空变得一片血红 一颗血色的珠子 猛地膨胀开来 遮蔽了半边天 抬头望去 只见那血色珠子上 睁开千只眼睛 每一只眼睛都泛着血光 仿佛死神的注视 令人心底发寒 凌玉喃喃自语道 看来深渊魔神 又来渊兵了 这是不把我打死 是不罢休啊 不过就来一个主神器 可不是我的对手 他笑了笑 大手一挥 九尊合体分身出现在四周 33小说望 速战速决 命令下达 众合体分身 也使出各种手段 攻向千眼魔球 血眼魔神的虚影 浮现在空中 看着这攻击过来的 九个神灵 心中微惊 真的是堪比主神净见 他暗道 但是 这方世界 还在蜕变之中啊 怎么可能会出现 这种存在呢 除非 对方也来自异解 而且使用了 类似于主神器 投放的手段 让他们的力量 达到了主神境 想到这里 他明白了过来 肯定是这样的 不会有错 面对攻击 而且是九个 合体分身的攻击 饶使他比傲慢魔主 强大数倍 也有些难以招架 尤其是这些 合体分身 根本不顾生死 拉住他就是 同归于尽的打法 该死的 给我死 哄 千眼魔珠大爆发 倒到血色的力量 化作一颗 巨大的眼球 镇压分身 四面佛抬头道 我以我身 同归于尽 他第一个跳出来 张开大口 以惊吞的方式 几口将这血色能量 都吞进了肚子里 下一刻 他就脸色胀红 肚子也鼓了起来 好像随时都会炸掉 见到这一幕 众分身一起出手攻击 千眼魔珠本体 纯阳剑戒阵 纯阳剑仙一剑挥出 无数把剑凭空出现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剑阵 将千眼魔珠 镇压在剑阵之内 神灵 你惹恼了我 魔珠大喝 但话音还未落下 又是一道 镇法镇压而来 这一镇法刚刚出现 他就脸色大变 该死的 竟是封印之镇 刚刚一番交手 他也看出了 这些神灵的弱点 那就是单体战力不强 他只要各个击破 就能反杀 但是现在他脸色变了 因为 这封印镇法会 在交手的过程中 封印自己的力量 让他越来越弱 本魔神奇会怕你 那就比比是 你们先力量枯竭 还是我先力量枯竭吧 他乃是魔主 而且还是主神器 其内部蕴含的能量充足 就是十天十夜 也不会消耗一空 打持久战 背后的灵狱 见到这一幕 嘴角翘起 一脸笑意 老子会怕持久战 你要打持久战 那我就奋陪到底 灵狱躲在临时小世界 干脆以看客的心态 看着分身 与千眼魔珠的战斗 这 眼魔珠的确强得多 比前面三剑都要强得多 他九个合体分身 也只能困住对方 而无法短时间拿下 不着急 慢慢来 他看了眼小世界中 正在闭关领悟杀戮法则的灵悟 又看了看战场上 正好我缺少时间 若是再多来一见主神器 我必败无疑 灵狱也有自知之明 这血眼魔珠很强 比贪婪等三个魔神 要强三四倍 别看三四倍不多 但这可是主神境界的三四倍 到了主神境界 那真就是同一个境界 差距天与地 情主 灵狱看了看身边的情主 情主问道 本体 什么事 你还有时间看战斗 还不快去修炼 灵狱故意大声呵斥道 情主闻言 一张脸瞬间变得犹如苦瓜 本体啊 让我歇歇吧 而且童子在战斗 我怕等会那魔主虚影跑出来 把我杀了就麻烦了 你怕啥 我也在呢 灵狱指了指巨人 说道 情主忙恍然 无奈点点头 好吧 那我就不看了 不过如果这一战败了 我们还是尽早离开吧 灵狱说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 你快去修炼去吧 好 那我去了 情主的修炼 和其他圣灵不同 其他圣灵吸收的是天地能量 而他只需要汲取情绪之力 就能变强 这是一个极为变态的能力 而且竞争者棘手 众生散落的情绪 都成了他成长的资量 让他的实力 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如今 他更是修炼到了中卫神巅峰 再往上 就是上卫神境界 也到了蓝星的极限了 蓝星不允许上卫神存在 所以他现在还不能突破 只能继续积攒力量 等蓝星完成深度蜕变后 能容纳上卫神了 他在突破境界 灵欲现在 就是让他继续吸收情绪之力 虽然不能突破境界 但可以将能量攒起来 等突破了再吸收 时间推移 转眼间就是三天过去了 这三天时间里 千眼魔珠还在和分身对峙着 暂时分不出胜负 不过千眼魔珠的力量 被封尽了两成 已经没了当初的嚣张气焰 不过 千眼魔珠始终相信 合体分身会是第一个耗尽能量的 他对主神器内部的能量之多 十分自信 他不会知道 灵欲的分身已经是第二代了 甚至之后会是第三代 第四代 直到战胜千眼魔珠 灵欲看着这一幕 喃喃自语道 那就继续吧 反正分身死了 或者没能量了 就再分出来一批 比拼持久力 我还没输过呢 就这样 又是六天时间过去了 他们还在对峙着 而且还没有分出胜负 血眼魔珠明显已经不行了 但分身一个个还红光满面 似乎一点消耗都没有 血眼魔珠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充足的能量 这不合理啊 他声嘶力竭 大喝道 分身不会回答他的疑问 只是拼命攻击着 而且每一次都是权力攻击 只因为灵欲的一句速战速决 他们就坚决执行命令 只要能以最快的速度胜利 什么手段都无所谓 轰轰轰 一道道攻击落下 让血眼魔珠虚影艰难招架 他也愤怒不已 想他在深渊中 也是顶尖魔神 更是执掌了一届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鸟气 虽说本体在深渊 但他这虚影该有的骄傲 还是有的 我一定要杀了你 足有一天会杀了你 你完蛋了 他疯狂地嘶吼着 血眼魔主大怒 但很快体内力量又被封禁一部分 让他感到一阵乏力 这一战 他的八成力量都被封印了 仅剩下的两成中的九成 也消耗一空 如今只能调用一丝力量 他变得有气无力 犹如一条死狗一般 该死的 看来只能叫他们来帮忙了 是我托大了呀 血眼魔主无奈叹息一声 傲慢三魔神早就说过 这些神灵很强 但他仍不相信 现在他信了 是他托大了 此时 深渊 血眼魔神睁开眼睛 他一脸疲惫之色 脸色也有些苍白 虽然那一战没有受伤 也没有波及到他这个本体 但是 却让他心里憔悴 九天的战斗 他已经疲惫了 不是肉体上的疲惫 而是心里的泪 怎么脸色这么不好 话说 都九天了 你拿下那些神灵没有 这还用说 要拿下早就拿下了 还会等到现在 这明显 是被对方拖住了 现在估计 自己快要败了 要我们去支援他呢 哎 我本以为他能厉害点 没想到也是不行 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人家 我们连半天都没撑到 就失败了 这种魔主都是强者 说话很直接 众说纷纭 血眼魔主叹息道 是我托大了 那些神灵很强 足足有九个堪比主神的存在 我一对九 本想耗尽他们的力量 但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 我的能量先没了 那可是他的主神器啊 内部蕴含的能量 可以说是好如烟海 但就是这样的主神器 却也没有对方体内的能量多 这简直就是离谱到家了 到现在 他还有些恍惚 感觉不可思议 傲慢呵呵笑道 我早就说过 你非不听 现在也不迟 大家一起下去 一定能赢 他又恢复了自信 因为他知道对方也只有九个神灵 如果算上巨人 也只有十个 一个血眼魔主 就能和九个神灵打得不分上下 如果三元素魔主 加上更强大的黑兵魔主 总共四个魔主一起上 结果不言而喻 一定是他们胜利 贪婪说道 事不宜迟 立即出手吧 我怕他们跑了 暴时催促道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他们秘密吗 这可是能让中卫神 对抗主神的秘密 封魔主等魔主能来这里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 一直在寻找蓝星 另一方面也是好奇心作祟 他们内心深处 并不相信中卫神 对抗主神的秘密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说法 但是 如今事实摆在眼前 他们不得不信了 封魔主说道 这秘密未好奇 那就探究一下 说吧 他大手一挥 一把长弓浮现掌心 此乃无知主神器 天空之弓 去吧 他大手一挥 天空之弓就飞入了蓝星 然后由他的力量虚影 控制着天空之弓 此时 蓝星 眼见就要彻底封印千眼魔珠了 突然一道绿色的箭矢射来 什么东西 嗖 又是一道箭矢射来 而且这一道箭矢更急促 童子因为躲闪不及 一颗头颅被射爆 其他合体分身 瞬间警惕起来 寻找着偷袭者 神鸟升空 利鸣一声 风啊 显现吧 轰咆咆 整片天地的空气 都跟着搅动起来 形成一道道风暴 嗡 风暴席卷的范围太大了 饶是能操纵风的天空之弓 也无法隐藏了 众分身 见到天空之弓现身了 一起出手攻击 而天空之弓 不擅长正面作战 一个照面就被打飞在地 操 怎么这么强 风魔主虚影 一脸惊骇之色 这就是血眼魔主 对抗了九天的对手 强得离谱啊 风魔主心中震惊 剑 无数把剑 从天而降 封锁了所有空间 落 纯阳剑先一声大喝 随着一道落字 剑如雨下 跑 风魔主自知不敌 操纵着天空之弓 朝着空间之门飞去 血眼魔主虚影 见到这一幕 大骂道 风魔主 你跑什么 不跑我就这种神器 就没了 我们一起出手 一定能赢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我去把他们一起叫过来 放心吧 你先委屈一下 胜利中是属于我们的 血眼魔主虚影 他现在想骂人 但天空之弓 已经跑了 速度之快 几乎瞬移不见了踪影 风魔主跑了 分身们也只能继续封印 千眼魔珠 该死的 我一定会报仇的 嗡 一声轻响 光芒冲天而起 然后 血色的光芒 全部被封印进了魔珠内 赢了 凌玉松了口气 立即命令分身 把魔珠拿过来 33小说王 他拿到了魔珠 二话不说 就把魔珠放在了小世界中 有着封印存在 又有小世界隔离 即使对方本体来了 也不是那么好找到的 此时 深渊 天空之弓回来了 风魔主心有余悸道 那几个神灵太变态了 真有主神的力量 唯今之际 我们只能一起出手 才有胜算了 他话音刚刚落下 众人都一脸古怪的表情 你们怎么这副表情 风魔主 你这个胆小鬼 风魔主身后 传来血眼魔主的咆哮声 他脸色一变 忙解释了起来 但血眼魔主可不听解释 他的主神气一落了 没有安全感 和他有相同想法的傲慢三魔神 也连忙催促出手 众魔神知道 这一战不可避免 也知道了对方的强大 不再留守 四尊魔神将主神气 都投进了蓝星 此时 在淋浴的小世界中 各种宝物堆积如山 这里有堆积如山的天才地宝 像什么神级材料 就有上百件 还有十来颗神级的果树 等待开花结果 最多的东西 就是各种魔物尸体了 直接就堆成了一座万米高山 另外 在远处有一个高台 上面放着四件 看似普通的物件 这四件 看起来普通的物件 就是被封印起来的主神器 而在最高的山巅上 此时 正有一个少年 正端坐其间 一脸宝像庄严之像 吞吐着天地之力 一道道血红色的杀戮法则链条 萦绕身体四周 力量光芒 遮蔽虚空 将他衬托得犹如一尊沙神 如果有神灵见到这一幕 一定会知道 这是有人突破神灵了 不过 他的突破动静很大 但是这动静 又很快隐藏了起来 让人看不出来 他始终在入定中 而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这些血红色的链条 在他身体周围盘旋着 凝聚着 越来越凝实 突然 血红色的链条 同时冲入他的眉心 消失不见 最终血色链条 已经没了踪影 只留下眉心上一个 代表杀戮的血色印记 这是他成神的印记 一念之间就能隐藏 此时 他已经修炼出了一条 完整的杀戮法则 成为了一个神灵 之后的道路很简单 就是不断壮大 杀戮法则之力 他终于松了口气 不用再继续压制突破的异象了 四周风平浪静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任谁也不会想到 刚刚这里血色链条漫天 仿佛要捅破天空 谁也不会想到 在这么一个小世界中 一尊神灵诞生了 这时 突然 那少年睁开了双眼 哄 刚刚睁开眼睛 一道道血色的力量光芒 就从眼中迸射而出 哄 少年吐出一口浊气 环视了四周一圈 经过短暂的恶然之后 他回过神来 笑道 终于突破神灵之境了 从此之后 便是蓝星彻底蜕变 成为主神剑 我们也有了自保之力 对了 赶紧使用同步之力 将力量同步给本体 和所有分身 呼 我不是本体 要同步力量 需要一些时间 罢了 应该也不着急 说罢 他也没有将消息传递给凌玉 而是再次闭上了眼睛 将力量同步过去 此时 凌玉心有所感 但他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主动探查 永久分身记忆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 分身已经突破了 他抬起头 只见那天空中 再次发生了变化 总共四件主神器 一字排开 出现在九尊分身不远处 他们的气息太强了 压得蓝星的空间 隐隐身影着 凌玉皱了皱眉 他似乎听到 蓝星痛苦的哭声 也对 对于蓝星这样 一个世界来说 主神的力量 对他有害无益 这时 四道魔主虚影浮现出 看着凌玉九个分身 怒目而是 风魔主看着 刚刚吓跑他的九个神灵 一脸笑意 乌龟来了 而你们将无路可投 想要活命 就交出你们的秘密 否则羞怪我们无情 他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刚刚他逃跑的那一幕 自动被他找了个 能屈能伸的理由 一旁的火魔主也笑道 这几位神灵 我看你们天赋不俗 能以中卫神发挥主神的力量 可谓是千古未有啊 不如来我们深渊当魔神吧 你若同意 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如何 而且我们还会帮助你们变强 让你们成为真正的主神 他心思深沉 实则一句实话都没有 他也没指望这些神灵会听他的 这不过是心理公事而已 其目的是为了瓦解他们 于死网破的心 火魔主旁边的血魔主大笑道 哈哈 你们这几尊神灵 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如今我们来了 那么你们就已是必死的结局 何苦挣扎呢 来吧 投入我的麾下吧 可免你们一死 如果哄我高兴 我将赐予你们自由 三元素魔神的想法不一样 风魔主想找回场子 自然想杀了对方 而火和血魔主不一样 他们起了吸财之心 不过这也不是真吸财 而是挖的一个坑 唯有黑兵魔主一言不发 暗中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突然 他瞳孔微缩 盯着虚空看了许久 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嘴角翘起 有意思啊 原来真的有幕后黑手 还只有下卫神的实力 看来一切秘密在这里 他的一双眼睛十分奇异 能看到虚空背后的模样 刚刚他观察四周 就看到这虚空乱流中 隐藏着两个世界 其中一个世界很显眼 世界内只有一个生灵 而且修为似乎连神灵境都没有 但天赋很强 比神灵的气势还强 而在那个世界中 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小世界 他看到那个小世界中 有两尊一模一样的生灵 而且其中一个下卫神境 但气息很强 另一个是中卫神境 气势也很强 他们的天赋都很变态 但没有那九尊神灵强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又抓不住 皱起了眉头沉思着 难道秘密都在这个小世界里 他喃喃自语道 要不要去看看 他环视四周 看着那九尊神灵 打算先打败了这九尊神灵再说吧 诸位 事不宜迟 速战速决吧 黑兵说道 三元素魔神连忙点头道 还是黑兵大哥考虑的周道 出手 杀 四尊魔神虚影 立即杀了过去 他们一起出手 蓝星如今的空间无法承受 顿时一大片空间碎裂 灵欲健壮 也有些无奈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蓝星蜕变 不过他现在也管不了 那么多了 一次性出现了四个主神器 都不顾一切冲了过去 离得近了 直接自爆 顿时 一道道蘑菇云冲天而起 四周的空间也炸得粉碎 而那四件主神器 连忙升起防护罩 许久之后 爆炸消失 四件主神器毫发无损 却有些狼狈 封魔主一脸郁闷之色 这什么人啊 动不动就自爆 他难道不知道 我们是主神器 就是再强十倍 也毁不掉主神器 真是不惜命啊 不过现在 他们肯定死了 我们也算完成了任务 回去吗 火魔主摇头道 但现在应该立即 寻找那些神灵的秘密啊 一听到秘密二字 封魔主眼睛一亮 他们之所以来蓝星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为了这个秘密 大家分头找 封魔主提议道 黑兵魔主却摇头道 不用啊 我或许已经找到了 他们的秘密 在哪里 黑兵魔主伸出手指 在空间上点了一下 就在这虚空乱流之中 一个小世界内藏着呢 封魔主闻言 大手一挥 顿时风暴席卷去 将四周的空间 都粉碎一空 露出了虚空万流 他灵魂之力一扫 便找到了 灵狱的灵狱小世界 哈哈 找到了 原来藏在这里 火魔主和血魔主 也一脸兴奋之色 他们几个一起出手 将那小世界拉了过来 此时 感受到异样的灵狱 有点慌了 不是吧 这都被发现了 看来 我的隐秘能力 还有待提高啊 不过 他虽然慌 但也不着急 却不 嗡 空间之力浮现出 他手掌一划拉 便是一个空间之门 浮现在眼前 然后 他一步踏进去 他刚刚消失 黑兵魔主就察觉到了 想逃 黑兵魔主呵呵冷笑一声 大手一按 虚空就凝固住了 灵狱顿时被卡在了空间夹缝里 出不去 也退不回来 草 这是什么鬼啊 这家伙的实力好恐怖 不行 我不能死 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 神秘系技能 可召唤一块免死金牌挂在头顶 免死金牌存在时间内 可豁免致死攻击 效果出现之后 免死金牌自动碎裂 免死金牌 可存在一分钟 冷却时间一天 只见一块金牌悬浮在头顶 倒到金光垂落下来 笼罩着他 这金牌不知从何处而来 也不知是如何存在的 一切都显得神秘莫测 若是以他如今的境界 也看不透这金牌的底细 不愧是神秘系技能 神秘莫测 如今 他有了这金牌 可免死一次 可是该怎么逃走呢 灵狱陷入了难处 这是他第一次面临生死危机 心中越来越焦躁 分身 灵狱虽然出不去了 但技能还能使用 顿时 白光浮现 百万分身出现在四周 去 阻止他们 分身们点点头 冲向缓缓逼近的四剑主神器 咦 竟是分身能力 一下子分身了这么多分身 便是诸天万界中 也是难得一剑 黑兵魔主有些惊讶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分出这么多分身的 不过 他也只是惊讶了一瞬间 即使百万分身又如何 在他眼里 都是土鸡娃狗 到了这个境界 数量已经难以决定胜负了 他大手一挥 气温骤降 大片的黑色冰块 覆盖了天地 一眼望去 都是黑兵的世界 灵狱分身拼命抵挡 片刻就死了上万分身 不过分身太多了 不过灵狱立即补充了上万分身 虽然被杀死了上万分身 但数量并没有丝毫减少 另外三尊魔主也出手杀戮 道道技能光芒 让这一片天地 化作了光的世界 但景色虽美 却隐藏着无限危机 光芒所过之处 分身纷纷死亡 消散一空 十几秒后 四尊魔主都呆住了 他们看着 没有丝毫减少的分身数量 有种做梦的感觉 怎么还有这么多分身啊 雪魔主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这种不真实感 让他们怀疑自己 是否被施加换术了 诸位 杀了刚刚那个人 那是本体 只要本体一死 分身自然就消失了 说得不错 但这么多分身挡路 我们一时间也过不去 我来挡住分身 风魔主 你去杀了本体 行 风魔主脱离了战场 以急速杀向灵狱 凌狱很快就感知到了 逼近的风魔主 他立即命令到 挡住他 顿时 无数分身迎来上去 风魔主见被阻拦 大怒道 滚开 他大手一挥 一道道风刃击尸而去 迎来的分身 瞬间暴碎消散 凌狱见状 倒吸一口凉气 主神好强 只有直面主神 才能体会到主神的强大 而且这还不是 他们本体的力量 不过 他现在体内能量很多 分身死了 就继续召唤 一点也不心疼 无数分身 前赴后继冲过去 只要靠近了就自爆 虽然每个分身 造成的伤害有限 但伤害积累之下 也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毕竟他们只是主神器 不能主动补充能量 只要耗尽能量 胜利还是属于淋浴的 他现在绝不能 让对方靠近过来 否则他必死无疑 此时 风魔主一脸怒容 他大手一挥 一大片分身死亡 但又是无数分身涌上来 根本杀不完 虽然他也不累 但很烦躁 人类 你死定了 魔风之剑 风魔主操纵天空之功 一个小型的结界 出现在剑矢上 这是他的压箱底绝技 剑矢所过之处 能吸纳周围一切 因为这剑矢内部 蕴含一个小世界 去 搜 剑射出速度飞快 肉眼难见 碰碰碰碰 一个个分身挡在前面 被一剑射爆 消失不见 沿途一切分身 即使不挡在前面 也会被吸进风界之中 顿时 灵域前方十几万分身 都消失了 灵域瞳孔收缩 一脸惊恐之色 我命休夜 风魔主大笑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灵域的尸体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终于能结束了 他笑了笑 暗倒 突然咔嚓一声 碎裂声响起 他愣住了 只见灵域脑袋上 顶着的金牌碎裂 化作点点光芒消散 而他的攻击也消散了 似乎是和金牌抵消了 这一刻 他呆住了 区区神灵 怎么能挡住他的一击 不可能 他再次弯弓搭建 凝聚力量 很快他脸色就变了 绝对防御 翁一声轻响 一道金色的透明护照 笼罩全身 魔风之戒剑再次射来 当一声轻响 灵域身前的护照毫发无损 但魔风之戒剑时 却弹飞了出去 见到这一幕 不仅仅是风魔主呆住了 就连远处的黑兵的魔主 也呆住了 他怎么挡住的 这不可能啊 境界差距那么大 力量的绝对差距之下 不可能挡住的 难道他身上有重宝 风魔主 再来一剑 风魔主也回过神来 他点点头 再次弯弓搭剑 接连两剑杀不死灵域 让他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了 这次弯弓搭剑 速度明显慢了许多 So 又是一剑射出 灵域已是火急火燎 绝对防御效果就要消失了 突然 他体内多出了一股力量 让他的气势瞬间暴涨 这是神灵境 夏威神 灵悟突破了 灵域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何其 他大喝一声道 随着一声令下 本来分散四周的分身 都聚合在了一起 而在他身前 也出现了一个合体分身 他正是巨人 手持巨斧 一脸怒涩 开天 哄 一腹落下 万类俱技 咔嚓一声响 风魔主射来的剑 被一腹劈碎 怎么可能 风魔主大惊道 他心中震撼 这巨人怎么突然出现的 不对 是那些分身合体了 他瞬间想到了 重足的合体 这是极其变态的技能 但据他所知 只有集体意识的种群 才能使用 似乎分身也是集体意识 他愣了片刻 巨人已是一斧头劈向了他 这一斧头 势大力尘 他躲无可躲 只能咬牙抵挡 风的力量形成屏障 挡在身前 但是只挡了片刻 风屏障就碎掉了 死 轰隆隆 天空之弓 被一斧头劈中 发出刺拉的刺耳声 风魔主惊怒不已 操纵天空之弓反击 但毫无反抗之力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你的力量变强了这么多 他心中大惊失色 这巨人的力量 增强得太多了 他甚至有种感觉 他支撑不住一分钟 另一边 其他合体分身 也正压着魔主打 黑兵魔主脸色很不好看 他正被一个 三头六臂的童子 压着打 就是压着打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靠着主神器 勉强支撑 该死的 你们突破了境界 童子低声长啸 死 哄 一把长枪突兀刺来 瞬间刺在了主神器上 当 一声脆响 主神器毫发无损 但却飞了出去 然后 他紧随其后 天眼睁开 施展封印之力 将黑兵魔主的主神器 封印起来 巨大的力量差距之下 黑兵魔主虚影 毫无反抗 只能看着主神器被封印 在黑兵魔主的主神器 被封印之后 巨人也封印了天空之宫 另外两件主神器 也紧随其后被封印 凌玉见到这一幕 松了口气 但是 一想到凌悟的骚操作 他就一脸黑线 凌玉从小世界出来 一脸欠一道 大哥 对不起啊 我没有第一时间 告诉你突破的事情 我以为 好了 别说了 以后引以为见 卸本体力解 四剑被封印的主神器 一字排开 安静地悬浮在空中 仿佛是一个个熟睡的婴孩 散发着静谜的气息 任谁也想不到 他们曾经差点毁天灭地 看着这四剑主神器 凌玉十分欣慰 成就感满满的 他伸出手臂 释放出一个个检测类的技能 凌玉挨得检查了几遍 确定都封印好了 不会有破开封印的可能之后 他才松了口气 呼 没什么问题 可以收起来了 将四剑主神器放进小世界中 和另外四剑主神器放在一起 看着这八剑主神器 如此平凡地放在石台上 光看外表 谁也看不出来 这是主神器 如今 他们不负光滑 看起来古朴平凡 仿佛古董一般 除了造型别致 有种别样的美之外 再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都封印好了 不过这八剑主神器 也不能一直放着 还得想法子使用才是 算起来 他一共有八剑主神器了 看着那只能看 不能用的主神器 淋浴也有遗憾 遗憾过后就有些心动 要不要杀进深渊呢 如果把主神器的主人杀了 他就能夺走 使用主神器了 虽然如果不杀了对方 他也能使用 但这需要花费的精力 和时间太大了 不值得他那样做 这个想法刚刚出现 就疯狂充斥了脑海 如今 他已突破到了神灵镜 十万个神灵镜合体之后 实力比主神器还强 估计也不会比主神器的主人弱小 对方有八个主神 而他有十个 十对八的话 胜算还是蛮大的 既然有胜算 那这事就有搞透 那就试试吧 不过在去之前 我得把自己藏好了 不能被人发现才行 上一次太凶险了 差一点就嘎了 淋浴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刚刚那一幕太过凶险 一想起来就十分后怕 如果不是灵雾 早就突破了 如果不是灵雾 在那个关键性 时刻正好同步了境界 如果不是他突破的是神灵镜 那么现在他的已经死了 死亡是一个令人忌讳的词汇 但直面过一次死亡之后 灵雾发现自己心境有所提升 他叹息一声 心中颇多感慨 这时 灵雾走来 问道 本体 等会咱们去干吗 灵雾指了指深渊空间之门 你想报仇吗 灵雾说道 灵雾文言 连连点头 他的性格平和 不喜热闹 不喜争执 犹如出家人一般 但同样的 他一旦生气起来 那就是事不罢休了 当然想了 这些魔神欺人太甚 此仇不报非君子 他咬牙切齿道 他心境有些乱 不报仇的话 影响他的心情 灵雾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准备一下 咱们去报仇 去深渊 对 太好了 不过啊 本体你最好还是不要过去了吧 灵雾想起 刚刚那惊险的一幕 心中更加担忧了 毕竟作为本体 灵雾活着他们才能活着 如果灵雾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这些分身也会隔屁的 不管是出于攻心 还是私心 他们都不希望本体出事 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灵雾 希望灵雾最好不要去 坐正后方就行了 灵雾摇头道 我必须过去看看 放心吧 我与巨人合体 有着主神力量 不会有事的 而且我在巨人体内 开辟空间之门 随时都可以回到蓝星 有这些准备 你还担心什么 经历过那生死一战 他也想出了这个办法 使用却步的力量 在巨人体内 开一扇空间之门 如果遇到了危机 他二话不说 直接逃走 反正只要他这个本体没事 就万事大吉 分身死再多都能复活 至于报仇 什么时候都可以 不急的 灵雾您没到 本体 我还是觉得不保险 要不您还是别去了 我一定要去 不然一旦被人切断了空间之门 你们就会和我断了联系 就会自己消失的 灵雾说道 灵雾无奈 只能点头同意了 不过他打算暗中保护灵雾 绝对不能让灵雾出事 又商议了一番 灵雾带着合体分身 朝着空间之门走去 深渊第36层 此时 八个魔主都一脸阴沉之色 大气都不敢出 唯恐惹恼了他们 把气撒到自己身上 不过 他们心中都在猜测着缘由 这时 傲慢魔神第一个站了出来 作为第一个失败的魔神 他的心情虽然沉重 但已经习惯了 最快调理好了心态 众魔主看着他 傲慢魔神 嗨嗨 主委不要沮丧 这一战是我们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低估 对 他们只是低估了对手 不代表他们就菜啊 众魔主想到了 这一点 心情好了不少 但是 一想到丢失的主神器 又是一阵痛苦 傲慢魔主见状 知道他们是在为主神器而痛苦 他何尝不是如此呢 感同身受之下 他心中悲痛 感慨道 这一战 我们败得很惨 可以说是颜面无存 但有一个好处是 我们也看清了敌人的实力 敌人本体不强 强的是合体之术 我们只要破掉他的合体之术 我们就能赢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主神器了啊 火魔主十分暴躁 傲慢笑道 在这些神灵来之前 我就算过 蓝星再过两个月 就能完成最终蜕变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本体降临了 以我们本体的实力 杀他们还不是一如反掌 他颇为自信 一脸笑意 在他看来 灵域的强在于合体分身 但也强得有限 能对付主神器的程度而已 他们哪一个 不是比主神器强的存在 只要他们本体降临 那蓝星神灵 就都是土鸡挖狗 这一番话 其实也正是其他魔主所想 他们都点了点头 颇为同意傲慢的说法 不错 我们只是暂时失败而已 不要紧的 等两个月后 蓝星彻底蜕变了 就这么办吧 区区人足 真是该死 等两个月后 我一定要亲手拧下他的脑袋 没了主神器 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 这几日就不要乱跑了 就守在这里吧 这种魔主商量好了具体的细节 就开始行动起来了 他们先是让赶低级深渊魔物 进入蓝星 然后就守在了空间之门前 明想等待两个月后 他们还没行动 突然空间波动惊醒了他们 怎么回事 有人进入我界 不好 是那人类的合体分身来了 什么 他好大的胆子 哈哈 好啊 他来了正好 省得我们等到两个月后了 九个合体分身椅子排开 巨人分身则藏在了身后 然后趁着他们不注意 引入了空间乱流之中 深渊世界空间坚固 难以打破 顿入其中 也需要消耗更多的力量 若不是他的空间系天赋却步 休想轻易打开空间 此时 他藏在了空间乱流中 巨人开辟的临时小世界里 有了上次的教训 他做了多层防护 直接在小世界内 又开辟了九个小世界 小世界套着小世界 一共套了十层 他就不信了 一瞬间 所有的空间之门 都被毁掉了 傲慢讥讽道 现在你们已经没了后路 我知道 你们是分身不惧死 但杀了你们 再慢慢找你们的本体也不迟 封魔主一脸笑意 仿佛已经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不过呢 若是你投降愿意我们 我们可以饶你不死 只有暴石一脸紧张 拉拉拉傲慢 小声提醒道 小心有诈 你太胆小了 雪野魔主白了他一眼 说道 暴石一脸郁闷 既然大家不听 他也就不劝了 黑兵魔主张望着 目光透过空间 洞穿虚妄 寻找着灵域本体 咦 他藏哪了 黑兵魔主寻找许久 都没有找到灵域的藏身地 疑惑道 估计是害怕 没赶来 雪魔主不懈道 黑兵魔主摇头道 既然是分身 就一定有距离限制 而我们已经 毁了空间之门 两个世界也就没了联系 按理来说 分身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诸天万界分身类的神通无数 他也算见多识广了 但 他从没见过过分身数量这么多 还能无限距离的 这不合理 所以 一定是藏在附近 他暗道 他一直寻找着 目光扫尸一片片小世界群 在虚空乱流中 小世界无数 他尽量一个个世界寻找 但寻找了上百个小世界 仍然没有发现灵域的身影 这让黑兵魔主疑惑不已 找不到本体 杀了这几个分身也没有用 杀了这九个分身 然后你再观察虚空 看那些分身从哪里出来 不就能顺藤摸瓜 找到了吗 火魔神的话提醒了他 让他瞬间明目 不错 就这样办 黑兵笑道 火魔主笑了笑 那就有劳你了 我们现在就去杀了这些分身 好 火魔主抬起手掌 火焰凝聚形成一颗百丈 直径火球 火球制烤虚空 空间隐隐扭曲 四周温度突然上升上千度 地面都在高温下结晶了 火球与天上的血阳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仿佛这个世界的第二颗太阳一般 火球扶在手掌上 赤裂的火焰犹如火蛇一般 在空中跳跃 仿佛责人而适的毒蛇 令人惊惧 神灵 此乃无之本元术 魔羊要天 无曾使用此树 为一个小世界造了一颗太阳 如今上千年过去了 那颗太阳仍然存在 今日 无使用这一个树 就让这魔羊吞噬了你们吧 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主神 而不是你们这冒牌货 空有主神级的力量又如何 去 花音落下 手中的魔羊已经腾空而起 冲向分身群 分身们见状 彼此对视一眼 朱镕站了出来 笑道 交给我来吧 朱镕脚踩两条神龙 周身凝绕着炙热的火焰 他驾龙而去 手指在两个耳朵上 轻轻一抹 两条挂在耳朵上的火蛇耳环 就化作两条火蛇鞭子 被他拿在手中 啪 火蛇鞭子抽打在空气上 留下深深的火焰痕迹 这一幕 落在众魔主眼中 都有些意外 刚刚那一鞭子 他们感受到了 浓郁的火之法子气息 这气息竟不弱于火魔主 火魔主感到了挑衅 本就脾气火爆的他 根本忍不住 大喝一声 魔羊杀了他 哄 魔羊调转方向 冲向祝容 祝容见状也不慌张 只是手中的鞭子轻轻一挥舞 一条条火蛇就出现在虚空中 密密麻麻奇马几万条火蛇 万火之蛇 去 哄咙咙 无数火蛇撞击在魔羊之上 魔羊大 火蛇小 一直指火蛇被撞碎 但后面还有无数火蛇 前赴后继冲来 一时之间 竟打成了平手 这不可能 火魔主大怒不已 曾经连他们的主神器 都打不过的分身 怎么突然间 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甚至隐隐对他这个本体 产生了威胁 这不合理 另一边 风魔主身前 神鸟挡在了前方 风魔主 无语于你一站 请吧 神鸟开口 语气随意 这随意的语气 让风魔主 有种被侮辱了人格的感觉 心中憋着一股气 风魔主冷哼一声 大手一挥 风之结界笼罩四方 站就站 谁怕谁 神鸟翅膀轻轻一扇 一双翅膀猛地变大 直到变成了十万米 长才停下 只见一双十万米的翅膀 仿佛从天空垂落的光线 微微壮观 垂天之意 无为风之主 下一刻 风魔界内出现了另一股风 风魔主脸色微变 两道风在战斗着 一旦有一方失败 对方的风 就会加入胜利方这边 这是一场战斗 也是一场道的吞噬之战 失败者将失去 自己领悟的风之道 成功者将吞噬 对方的风之道 因此 都不敢放松 不敢懈怠 都使出了全力 全神贯注战斗着 与此同时 其他魔主也和分身战斗在了一起 一共八个魔主 和九个合体分身战斗 一时之间 天地色变 整片深渊区域 都陷入了末日一般的景象 一种魔神见到这一幕 已经是脸色大变 他们都没有主神实力 纵使是上卫神被鱼波波击到 不死也重伤 所以他们逃得远远的 得离得远了 才气喘吁吁的一轮起来 呼呼呼 终于逃出来了 主神大战太可怕了 一个鱼波就能灭了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里 不要跑太远 陛下怒了 我们必死无疑 那就在这里等着吧 鱼波也波及不到 还能看到战场的情况 此时 童子在铃玉的操纵下 退出了战场 其他魔主见状 都一脸疑惑之色 不知他为何退出了战场 铃玉的合体分身不弱 大致相当于血眼魔主的实力 比三元素 魔主和三七宗最魔主强 但又比黑兵魔主弱 综合来看 大家实力相当 在童子加入战场之后 魔主一方落入了下风 如今童子退出了战场 魔主一方轻松了不少 虽然平手了 但他们却更加紧张了 铃玉命令道 童子 去把魔神都杀了吧 童子点点头 冲向了众魔神 他气势十足 仿佛压他天地的一尊骨神 众魔神见到一个 三头六臂的童子冲过来 那气势太吓人了 顿时吓了一跳 不好 他是主神实力 我们全部上也不是对手 快逃啊 该死的 我们又没惹他 干嘛要来杀我们啊 走走走 我们去深渊下层区域 他不敢追上来的 希望陛下他们能赢 深渊不会成为神灵的后花园的 啊 不好 他杀过来了 众魔神虽然慌张 但并不着急 这深渊又不是只有一层 他们在第36层不安全 那就去下面基层 虽然因为一些规则的原因 他们只能在30到39层之间进出 但也足够了 毕竟其他层的深渊 也都有魔主作证 他们也算是轻车熟路了 作为魔神级别的魔物 他们拥有尽出权限 只见他们一个念头 便瞬移到了一扇大门之前 门前的守卫是三头的狱犬 他抬头看了看来人 发现是一群魔神 就继续睡觉去了 魔神有权限 能自由尽出这十层深渊 众魔神进入大门 朝着其他深渊层而去 有的去了上面 有的则去了下面 当灵狱追上来的时候 只有十几个下位魔神 还在没来得及离开 灵狱中没到 大鱼跑了 就剩下几条小鱼了 罢了 鱼再小也是肉 长枪一挥 金色的枪芒横扫而过 定 你杀死了暗水魔神 下位魔神 升级点加一百亿 定 你杀死了风罗魔神 下位魔神 升级点 定 你杀死了 境界的差距 让他一招就杀死了 这十几个魔神 不过这些魔神 都只有下位魔神级别 提供的升级点 让他不是很满意 杀了这些魔神之后 灵狱看向了地上 瑟瑟发抖的三头地狱犬 你这小狗是什么境界啊 大 大人 小的是半魔神 这么弱小 难怪混成了看门的 迈向不错 当本座的宠物如何 宠物三头地狱犬 愣了片刻 小的愿意 愿意 能随手杀死 十几个下位魔神 眼前这位最起码 也是上位神 联想到 刚刚那些上位 魔神也逃跑的一幕 眼前的存在 很可能是主神 当一尊主神的宠物 这不仅不是耻辱 这是他的荣幸啊 甚至可以说是 他们这一组的荣幸 毕竟 他也是犬 有主人一点不丢粪 在他看来 看大门的犬才丢粪呢 主人 他摇着尾巴 一脸谄媚道 灵狱笑着 将他托举起来 不错 看起来挺威武的 只是实力弱了点 灵狱有些不满 一只家伙的实力 不过 这地狱三头犬的脉象不错 足有六七百米高 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也对 若不是脉相好 也不会充当门卫 进来 灵狱打开小世界入口 说道 是 主人 收了个宠物 对灵狱来说 只是随手而为 算不得什么 他看了看深渊之门 摇头道 算你们运气好 回去吧 他现在不能离开这里 否则分身 会因为距离太远而消失的 既然不能追击了 那就只能杀戮 深渊魔物了 如今 他的灵魂力量大增 方圆百万里 都在他的感知范围内 也就是说 分身能在以他为中心的 百万里内存在 这个范围已经很大了 可以笼罩一个普通的世界了 他念头一动 灵魂之力扩散开 很快方圆百万里的景象 就出现在心头 这一片区域的怪物很多啊 都杀了 杀戮法则 加持我身 哼 瞬间 一道道杀戮之气 弥漫数万里区域 他也紧跟着杀戮过去 只要是他见到的魔物 二话不说就杀了 以童子的力量 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几乎是抬抬手 就能杀死一大片 主神的力量太可怕了 主神之下魔物 就是土鸡瓦狗 半招都撑不住 脑海中不停响起 系统的提示音 这一会儿 他已经杀了上百万魔物了 杀得多了 杀戮法则 回馈自身 肉体和灵魂都提升了一丝 他这边在杀普通魔物 战场上已经胶着了起来 此时 那些逃跑的魔神 也不敢回自己原先的深渊层 毕竟他们的魔主 还在第36层战斗呢 一个深渊层 没了魔主 那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甚至可能会被上层的 魔主趁火打劫 毕竟 上层魔主 时刻盯着下层呢 红莲魔主 是火魔主麾下的一员大将 他这一次死里逃生 来到第38层避难 刚刚进入第38层 门口就有魔神等着他了 红莲魔神 你好 我们魔主想见你一面 了解一些事情 好吧 前面带路 一听 是对方魔主要见自己 红莲魔主也无可奈何 只能同意了 魔主的命令 他还没有资格拒绝 很快 他就见到了这一层的三个魔主 坐在上手 魔主笑道 红莲魔神 你家陛下可好 另一尊魔主白手道 别绕圈子了 问问他第36层的情况 他们也是刚刚得知 第36层发生了大战 毕竟作为魔主 他们的消息渠道还是很广的 当得知有一届主神入侵的时候 他们也十分惊讶 这可是深约啊 谁那么大胆子 敢入侵深约 不想活了 不过 他们不知道内情 所以就叫来了避难的红莲询问 红莲文言 松了一口气 就将第36层的事 事无巨细地讲了出来 三尊魔主听完 都沉默了 你们怎么看 上手的魔主 看向另外两尊魔主 不帮 对 不帮 他们死了 我们也能磨磨窝 那就不帮了 不管他们胜败 我们都要磨磨窝 最起码也得下去两层 这38层 我是呆腻了 红莲听到他们的对话 心中一寒 这三尊魔主 是想要挑战下层的魔主 夺位啊 深渊越往下的世界 底蕴越深厚 能容纳的能量极限也越高 而且 越往下的能量浓度也越高 修炼速度也越快 所以 几乎所有的魔主 都想去下层当魔主 因为下层意味着 更丰富的资源 不过嘛 消息到底真假 我们还是派点人去看看吧 行吧 就派一个上位魔神 识个下位魔神过去吧 此法甚好 此时 不仅深渊第38层的魔主 派魔神前往第36层探查情况 其他的层魔主 也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的目的不一 但多数都心怀鬼胎 没有一个魔主 不想提高层数 上层的做梦都想去下层 可是下层魔主实力更强 而且下层的修炼环境更好 所以 下层的魔主实力更强 所以 无数年来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下层魔主极难夺位到上层 现在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 没有一个魔主愿意支援 他们都盯着那下层魔主之位呢 毕竟 魔主之间也有亲书 像黑兵魔主几个 就是关系比较好的 剩下的 则都是竞争关系了 如今对手陷入危机 他们窃喜还来不及呢 童子还在杀戮着 百万里区域内的魔物 被他杀了大半 剩下大半都逃了 他也没法去追 就再次回到了深渊之门前 灵雾从小世界走了出来 看着深渊之门 露出了沉思之状 你看出了什么 灵雾问道 灵雾点了点头 这是一件宝物 什么等级的 灵雾急忙问道 既然是宝物 岂能放在这里 自当入他的口袋 才不算宝物蒙尘了 灵雾沉思了一会 才开口 比主神器强 具体什么等级 我看不出来 但这宝物取不走的 和咱们封印的主神器一样 都有主人 不过这件宝物主人 没有智慧 应该是深渊意志的显化 深渊是有意志的 灵雾自然也知道 他从进入这方世界开始 就隐隐感到一股 若隐若现的意志 笼罩在深渊上空 影响着深渊所有生灵 不过到了主神境 已经能完全摆脱 深渊的影响了 这股意志十分狂暴 充斥着杀意和扩张念头 一旦被这意志影响 就会变成一个杀戮机器 这也是 为什么低级魔物不惧死亡 只有杀戮之念的原因 大哥 这件神器比主神器还强 不过功能很单一 就是将深渊各界 连接成了一个整体 犹如是一个宝塔形的世界 底层最大 上层最小 既然取不走 就算了 灵雾也没有强求 他想要超越主神境 估计本体突破到上尾神才行 他距离那个境界还远 暂时是不用考虑了 这里的魔物跑得跑死的死 暂时没有杀戮的意义了 至于那战场上 咱们也该速战速决 尽早结束战斗 也能尽早做其他事情 那感情好 我们赢了之后 就去其他深渊层 扫荡一圈之后 我们的升级点 应该会长到一个天文数字 嗯 走吧 两人正要离开 突然深渊之门 传来阵阵波动 灵雾见状 连忙拉着灵雾隐藏了起来 只见深渊之门中 一个个形态 不一的魔神走了出来 有的魔神长得四颗头颅 有的魔神是章鱼形态 还有的魔神长得乱七八糟的 看不到眼睛和头颅 还有的魔神和人类没什么两样 他们刚刚出来就施展术法 探查四周情况 似乎是探子 一个上位神 十个下位神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升级点啊 灵雾笑了笑 暗中屈指一弹 一道杀戮法则隐秘地射了出去 噗通 噗通 倒地声响起 一个个魔神在无声无息间死去了 定 你杀死了浪潮魔神 下位魔神 升级点加一百亿 定 你杀死了黑山魔神 下位魔神 升级点加 定 你杀死了剑约魔神 上位魔神 升级点加 叮 系统的提示音不断 灵雾大手一挥 将尸体收进了小世界 还默等他缓口气 又是十几个魔神进来了 看那样子也是来探查情报的 灵雾大喜 如法炮制 又是一笔不小的升级点入账 之后 几乎每半个小时 就有一波魔神进来 终于 杀了最后一笔魔神 就再也没有魔神出来了 杀了六波魔神 每一波十几个 这就是上百个魔神啊 而且还有六个上位魔神 这一次的收获 不亚于当初在蓝星杀的 四百多个魔神的收获了 灵雾开心地笑了 灵雾也止不住笑意 因为他的升级点又攒够了 可以升级天赋分身了 距离他上次升级分身 才过去没几天 他就又攒够了升级点 不得不说魔神真值钱啊 杀魔神比他杀普通魔物 性价比高太多了 本体 升级吧 灵雾催促道 如今天下多变 我们不能停滞不前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 变强才是 说得对 那就升级吧 灵雾点点头道 蓝星蜕变在即 到时候必然是一个乱世 虽然他现在依靠合体分身 自问能够站稳脚跟 但谁知道 会不会出现什么超纲的强者 所以不能懈怠 系统 我要升级天赋分身 叮 检测到宿主升级点已足够 是否升级 升级 叮 升级中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第一天赋分身 升级到SSSS加级 叮 请做出您的选择 路线一 无限分身 您的分身数量增加5倍 路线二 路线三 无限站立 您的分身继承本体500%的站立 请选择一项 作为您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果是以前 灵雾肯定选择第一项 现在他却犹豫了 本体 选择一 灵雾说道 为何 灵雾看着他 你可知我们现在 没有更高级的同源合体 质量显得更为重要 灵雾摇头道 本体 同源合体技能的是 我来参悟 一个月内 我就能给你答案 蓝星 还要两个月蜕变 一个月的时间 他等得及 那行 您一可一人成果 请再接再厉 期待您一人成戒之时 闭嘴巴你 灵雾吐槽了一声 关闭了系统 灵雾看向灵雾 叮嘱道 我可是听了你的话 才选择一的 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我又把我参悟出来 如今为是神灵境 悟性比突破前强了百倍 区区同源合体 不值一体 灵雾微微一惊 悟性又强了百倍 这得是什么概念啊 要知道 他本来悟性就够一天了 如果把同境界的 天才的悟性算作一 那么凡人之识的 灵雾的悟性就是一千 三十三小说啊 如今 他悟性增加了百倍 那就是十万 比凡人静的天才 强大十万倍的悟性啊 即使是神灵级别的天才 他们也只比突破前 强大一两倍的悟性 毕竟这玩意不是境界 高九一定强的 好好 速速去灵雾 灵雾激动地拍着他的肩膀 本体放心 不会失败的 灵雾相当自信 不过 灵雾也能理解 毕竟悟性这么高 他想要什么修炼功法 一个念头就能创造 什么神技啊 他一个念头就能创造出来 这种悟性太强大了 让他几乎全知全能 自傲点也正常 灵雾下去了 灵雾则转身走向战场 也是时候结束这一场战争了 灵雾回来了 但此时 灵雾这一方的情况并不乐观 他的八个合体分身 被对方压着他 原因也很简单 对方有主神技 而他没有 于是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 灵雾刚刚回来 黑兵魔主大怒道 你来晚了 死吧 黑兵瞬间覆盖四面佛全身 顷刻间就将四面佛 冻成了冰雕 然后他杀向了童子 灵雾看着这一幕 叹息一声 既然你最强 那就拿你开刀吧 说吧 他默念道 分身 哇 足足四百万个分身出现在四周 几乎填满了每一寸土地 到了最后 一些分身不得不飞到天上 以免发生踩踏事故 这不可能 黑兵魔主不可置信 震惊地浑身颤抖 难道一直没有权力 不仅他这样想 其他魔主也是 一想到这里 他们就愤恨不已 该死的 原来你一直在演戏 装成弱者 戏弄我们 傲慢之主的骄傲碎了一地 减都减不起来 他是一个傲慢的魔神 如今却自卑了 甚至害怕了 情绪一变化 他的力量就飞速流逝 不一会儿就弱了三分之一 暴石见状 大喊道 大哥 你的力量 作为器中罪魔神 他们与其他魔神不同 他们凝聚的是 情绪之力 掌管了一种情绪 就能成为主神 但同样他们 也被情绪左右着性格 傲慢之主傲慢 暴石之主贪吃 贪婪之主 贪婪之心旺盛 器中罪只有三席 另外四席还空悬着 不是他们不想凑齐 而是无数年来 只有他们三个满足了要求 傲慢之主取出一张王座 坐了上去 无疑死了 大哥 贪婪和暴石一脸悲愤 下一刻 傲慢之主化作点点星光消散 至于下一个空空的王座 留在地上 那是代表器中罪的傲慢魔座 蕴含着傲慢之主的传承 坐上去 就有成为傲慢之主的可能 但 也将成为傲慢的奴隶 一生被傲慢情绪所影响 大哥 你走了 我们也走 贪婪和暴石魔主 也纷纷取出王座 一屁股坐了上去 黑兵魔主见到这一幕 伤心不已 傲慢和他是几十万年的朋友了 彼此奉为知己 但如今知己走了 难免伤心难过 哎 好感人啊 林玉叹息道 看你们的表情 感情一定很好吧 那你们怎么忍心独活呢 作为大好人 就勉为其难 送你们下去陪伴吧 林玉大手一挥 四百万分身合体 哄 白光服现又消散 足足四十个 合体分身出现在周围 这些合体分身形态各异 有兽形也有人形 林玉几乎把封神榜上的神仙 都给巨献了出来 诸仙 送他们上路 请尊本体之命 三分钟后 战争结束了 系统的提示音如 约响起 定 你杀死了傲慢魔神 魔主 升级点加一千亿 定 你杀死了贪婪魔神 魔主 升级点加一千亿 定 你杀死了暴石魔神 定 你杀死了风魔神 定 你杀死了火魔神 定 你杀死了血魔神 定 你杀死了血眼魔神 定 你杀死了黑兵魔神 八个魔主纷纷殉命 化作他成长的资粮 看着增加了 足足八千亿的升级点 林玉乐了 这一波升级点入账 让他又快能升级天赋分身了 这深渊不愧 是他的福地啊 短短时间里 就让他得到了这么多的收获 林玉走来 说道 本帖 我们横扫 深渊三十层到三十九层吧 八个魔主一起出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 剩下的魔主 自然也不在话下 也是时候扩大战果了 林玉点头道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去其他深渊层 离开深渊第三十六层 下一站 深渊第三十七层 刚刚进入第三十七层 林玉二话不说 直接开启了杀戮 一路走 一路杀 无意何之敌 最终在一座 黑色宫殿前停下脚步 破门 分身正要破门而入 下一刻 大门从内部打开了 三尊魔主 慌慌张张走了出来 林玉宁没看着他们 正要下命令杀了 三尊魔主 直接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林玉待了片刻 但很快就笑了 大人 我们投降 请不要杀我们 他们远远看到了 林玉冲进来的那一幕 足足五十个魔主集啊 他们三个 怎么可能打得过 想要活着 就只有跪在地上沉浮 虽然不情愿 但为了小命着想 也就只能如此了 看着三个贵岛的魔主 林玉呵呵笑了笑 你们想臣服啊 大人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 请您不要杀我们 我不答应 啊 三个魔主都呆住了 他们堂堂魔主投降 你为何不答应 这出乎了他们意料 而且也不符合长情啊 大家一没仇怨 二没利益冲突 怎么就不能好好相处了 其中一个长着牛头的魔主大怒 我们都投降了 你还想要我们怎么样 另外两尊魔主 也差不多的心情 都一副不爽的神情 他们可是魔主 纵使你人多 但我们想逃 也是有机会的 大不了就逃 林玉呵呵冷笑道 因为你们死了比活着 带给我的利益更大 所以去死吧 林玉手抬起落下 众合体分身一起出手 近五十个合体分身一起出手 那场景微微壮观 轰咙咙 一声声巨响传来 林玉脑海里再次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结果有些出乎意料的顺利 这三尊魔主比他想象中更弱 又是两千亿升级点入账 林玉又杀了一些魔神级别的魔物 然后去了第三十八层 如法炮制 这一层的两尊魔主也被他杀了 魔神也被杀光 之后是第三十九层 第三十九层 最弱 但却有五个魔主坐镇 不过在林玉手里 没有撑过十秒 数量最多 但实力起承转 却是最弱的 杀完了第三十九层的魔神 林玉带着合体分身 朝着下层而去 时间流逝 三个小时后 林玉坐在第三十层 曾经黑兵魔主的王座上 俯瞰着重分身 如今 我已杀光了这十层的魔主和魔神 剩下的都是一些繁魔 除了留下五个合体分身 护卫我之外 其他分身都去杀戮吧 务必杀光所有七节以上的魔物 除了十个合体分身 没有解体之外 其他分身都解体了 足足四百万分身散开 铺天盖地杀戮而去 一时间 整个世界都哀鸿一片 七节以下的魔物没有智慧 但七节以上的魔物 具备一丝智慧 因此早就躲了起来 不过 在四百万分身的寻找下 他们不管藏在哪里 都会被找出来 一时间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片 腥风血雨之中 杀戮在继续着 灵狱也没有停着 他将情主放出来 让他在这个深渊世界里修行 此时的情主 已经将傲慢之环的傲慢情绪 吸收殆尽 突破到了上位神境界 等他将另外两件 情绪类主神器吸收完 差不多就能突破到主神境了 等到那时候 就让情主镇守着十层深渊 坐在王座上 取出那些魔主的尸体 总共有二十个魔主尸体 一字排开 即使已经死了 依然散发着强大的气势 不过 这些气势对灵狱来说 仿佛威风拂面 他来到第一具尸体前 这是傲慢之主的尸体 吞噬者 嗡 掌心出现一个小型黑洞 同时他内心生出暴食的念头 让他恨不得吞噬所有东西 暴食 灵狱皱了皱眉头 立即使用了暴食技能 顿时 吞噬者天赋的负面效果消失了 而且 黑洞扩大了五倍 吞噬速度也变快了五倍 使用暴食技能 一个小时内 可无视负面效果 并增加一倍吞噬速度 不过 冷却时间一天 随着暴食的使用 眼前庞大的魔主尸体 以肉眼可见速度缩小着 大量能量被他吞噬入体 实力在增长着 一倍 两倍 直到提升了十倍力量 才停下来 感受着体内不停增强的力量 灵狱笑得很开心 傲慢之主 被他吞噬得一干二净 他又将目光放到了贪婪魔主尸体上 接着他如法炮制 吞噬贪婪魔主 贪婪魔主的尸体 也跟着消失不见 这一次 力量增加了九倍 接着他又吞噬了暴食魔主 力量再次提升了九倍 随着吞噬的魔主尸体增多 带来的效果也越来越弱 刚刚吞噬完暴食魔主 突然他愣了一下 灵狐一脸奇怪道 本体怎么了 灵狱开心大笑道 触发特效了 特效 灵狐一脸疑惑之色 灵狐解释道 刚刚吞噬了暴食魔主 获得了暴食魔主的一个技能 什么技能 灵狐一脸好奇之色 灵狐笑道 一个被动的特性 名叫暴食魔味 能增加吞噬者的效果 让我能每天吞噬的上限更多 吞噬者天赋 并不能一直吞噬下去 吞噬的多了 他会头痛 也会出现饱腹的现象 这种情况出现之后 他就无法继续吞噬了 但现在这个特性一出来 他就感觉自己的食量 起码增加了一倍 这不就相当于增加了 他一倍变强速度吗 灵狐岂能不开心 灵狐也跟着开心 恭喜本体又变强了 哈哈 还剩下很多呢 不能浪费了 继续吞噬 都是魔主级的尸体 内部蕴含着丰富的能量 即使以灵狐如今的修为 它们能带给灵狐的好处 也是极大的 终于 二十具魔主级的尸体 吞噬完毕 灵狐长输了一口气 心里畅快至极 真爽啊 二十具魔主尸体 为我增加了近百倍的力量 这就相当于 让他增强了百倍实力 顶得上 从下位神突破到中位神了 他现在虽然只是下位神实力 但战力堪比上位神 甚至在上位神里 也是顶尖存在 他这边突破了修为 其他分身也跟着变强 秦主睁开了眼睛 感受着体内增加的两百倍力量 他待了片刻 就明白了过来 但还是掩饰不住激动之情 灵狐也一脸笑意 多谢本体 另一边 人族领地 中央城 坐镇内阁的灵帆 实力猛地增强了两百倍 顿时 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他强大的气势之下 无数人被这气势一扫 心中惊惧万分 扑通扑通 有人跪倒在地 有人翻白眼 晕倒在地 这气势太强了 仿佛面对天上的雷霆一般 令人生不出 丝毫反抗之心 不过 气势来得快 去得更快 气势退去了 但人们却回不过神来 刚刚那是什么气势 太强了吧 我堂堂八阶大高手 都吓得跪倒在地了 这起码是神灵才有的气势吧 我见过神灵 目的是什么 不会是灵狱大人的敌人吧 来我们人族 是为了警告我们 等等 你们看内阁给了解释 此时 内阁中 阁老等人一脸恭敬地站在灵凡面前 他们小心打量着灵凡 只见灵凡看似平凡 无敌的气势也已经收敛了 但光是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面对上天的感觉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 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 仿佛是天上降临的仙人 完美到令凡人自卑 不少人心里嘀咕着 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帅呢 许久后 灵凡睁开了眼睛 看到众人围观他 他故作惊讶道 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 气氛怎么这么怪 众人文言 心中吐槽 这跳脱的性格 可不就是灵凡无疑了吗 看着灵凡 他们实在无法将灵凡和 刚刚那个气势强大的人 结合在一起 气质差距太大了 阁老拱了拱手 灵凡 刚到我们看你气势大增 所以寻了过来 你没事吧 灵凡摆手道 我当然没事 就是刚刚突破了修为而已 不碍事的 突破了修为 众人心中五味杂陈 你不是前几天才突破修为吗 怎么今天又突破了 我们辛辛苦苦 几百年才修炼到半神境界 感情在你这里 突破神灵 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阁老嘴角抽搐 恭喜你了 以后也是神灵王 灵凡打了个哈欠 有些瞌睡 说道 其实我早就是神灵王 刚刚又突破了一下 对了 你们还有事吗 我有点困了 想睡个午觉去 他这一副 吊耳郎当的模样 让众人一阵无语 但都下了逐客令了 他们也只能行李退去 不过 他们离开之后 就立即将消息发了出去 解释了 刚刚强大气势的原因 内阁官网上 此事已查明 系灵凡突破修为所致 请广大民众不要惊慌 以后我们会注意此类事件 尽量不给民众造成困扰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了 下面网友得知了消息之后 也一轮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不是吧 灵凡也突破了 难道他是神灵王 最起码你是神灵王 我记得上次他就突破了 乖乖 他们兄弟俩都是神灵王 真是羡慕啊 羡慕有个屁用 这都是命啊 想我苦苦修炼六十载 如今还在六街光当 别急 蓝星在蜕变 等彻底蜕变 作为原住民的我们 肯定也有好处的 三百年前 蓝星蜕变 无数动物纷纷进化 让我们蓝星出现了上千个一族 而我们人族也能觉醒天赋了 不知这一次会带来什么好处 风波平息了 此时 风神龙界遭遇了大危机 作为一个低级神界 只有一尊下卫神 而且最近却十分高调 开始吞并其他世界 于是 暗中一些更加强大的世界 就盯上了风神龙界 盯上风神龙界的世界 是一个名为凯尔的世界 这是一个中等神界 最强者是一名 相当于中卫神的巫师 其麾下 还有十个相当于下卫神的巫师 此时 他们正带领着大军 攻打风神龙界 夺舍分身风神翼龙 一脸焦急之色 突然 他脸色微变 听到的生灵都吓了一跳 凯尔事件 今日 无药等并入风神龙界 他从后方飞出来 一脸轻松的模样 凯尔巫师呆了一下 揉了揉眼睛 确定就是风神翼龙说的话 然后他捂着肚子 疯狂笑了起来 笑死了 笑死了 你去去下卫神 也敢说这种话 凯尔笑得很大声 他的手下见状 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他们眼中 风神翼龙一定是疯了 你只有一个 而且还是下卫神 他们有十一个 还有一个是中卫神 这仗你怎么打 能支撑到现在 都是你的运气了 你还想直接突破到 上卫神反杀 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 风神翼龙 呵呵冷笑一声 双翼轻轻一闪 下一刻 他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在了凯尔的身前 你很嚣张吗 他伸出笼罩 猛地抓在凯尔脸上 凯尔大惊 想要反抗 但他发现 他不知何时 被一股强大力量束缚住了 无法动弹 怎么回事 凯尔大惊 是你 你束缚了我们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强了 不仅他大惊失色 另外十个下卫神 也惊呆了 他们和风神翼龙交过手 比他们 任何一个下卫神都强 甚至他们十个下卫神 也只能跟他打个平手 可是和中卫神比 就差远了 但是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你突破到中卫神了 凯尔惊恐问道 风神翼龙呵呵笑道 去地狱问阎王吧 你不能杀我 凯尔喊道 大表自报 我们同归于晋 听到自报两个字 风神翼龙哈哈大笑起来 有种你就自报 你 死 龙爪猛的用力 捏住凯尔的头颅 凯尔大怒 心中惊惧不已 他不想死 但对方要置他于死地 这是你逼我的 他咬着牙 凝聚力量 就要自报 风神翼龙 呵呵冷笑一声 他对自报再熟悉不过了 可以说诛天万剑 没有人比他更懂自报了 只见 他另一只龙爪猛的神出 神迹 杀戮图卷 哄 眼前的空间 突然变成了一个卷轴 落在他掌心 而一众神灵级的巫师 都被关在了画卷之中 此时 凯尔正要自报 却发现四周的空间变化 风神翼龙消失了 只剩下他和十个手下 手下感受着消失的束缚之力 都欢呼道 老大 您真厉害 用字抱下跑了他 其他手下也跟着恭维 都说老大好牛 几句话就把风神翼龙吓跑了 凯尔听着众人的恭维声 却没有一点开心的模样 这里的空间 有点问题 老大 能有什么问题啊 这里的法则不全 话音落下 惊醒梦中人 众神大害 不好 我们被关在了独立空间 他们都是神灵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风神翼龙的声音传来 碎 下一刻 画卷碎裂 无数血色的空间之刃 从四周飞来 斩杀了所有神灵 风神翼龙如今实力增强两百倍 比中卫神还强 杀戮图卷的威力 也增加了几百倍 中卫神无法挡住 看着惨死的众神 他大手一挥 收起了尸体 打算留给本体 然后 他才转身 大手一挥道 无知信徒们 凯尔世界冒犯无上之神 随无灭了此剑 风神翼龙力量大增 击败凯尔巫师之后 就却占据了凯尔神界 发展信徒 而此时的深渊中 却已经平静了下来 灵域杀光了第三十层的 七阶以上魔物之后 又将目光对准了第三十一层 深渊每一层都很大 相当于一个神界的大小 因此 他又花了三天 才终于杀完了 第三十一层的七阶以上魔物 之后 是第三十二层 第三十三层 一直到第三十九层 当他清空三十九层的魔物时 脑海中再次想起了 系统的提示音 定 恭喜宿主升级点足够了 可以升级天赋分身了 是否升级 又攒够了 灵域不由大喜 他刚刚分身天赋升级没多久 这又升级了 速度不可畏不快 他默念否 灵悟期待道 大哥 升级吧 擎主已经吸收完了 三剑主神器的情绪之力 但并没有突破到主神境界 之后这几天 他又吸收了深渊中残存的情绪之力 这才突破到主神境界 到了这个境界 就是法则之主了 可以完美发挥出一道法则的力量 而情主的情况不同 他是以情绪成道的 而且他是情绪之主 自然不会局限于 七宗罪这种一种情绪 他是所有的情绪之主 此时 他已经突破到了主神境 也来劝道 本体 事不宜迟 赶紧升级了吧 急什么 灵域说道 他们怎么可能不急啊 灵域变强了 他们就会跟着变强两倍 他们虽然是分身 但也有七情六欲 有着独立人格 自然对变强这种事 热衷不已 灵域说道 大哥 给你 灵域指了只脑袋 灵域恍然道 合体分身升级了 灵域点点头道 已经升级了 我这就同步 不愧是悟性分身 灵域按自敢探道 这同源分身技能 如果让他自己领悟 他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但灵域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是真的厉害 很快 同步完成了 灵域脑海中 多出了同源分身的进阶版 同源合体 可与同源者合体 上限一百万 只有一百万 灵域颇为不满 这也只能让合体分身 强大十倍而已 灵域解释道 本体 再给我两个月时间 我能研究出 一千万上限的同源合体 饶食他悟性逆天 也不是万能的 灵域也明白这一点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嗯 加油 现在就去灵域技能吧 没事别总跑出来 灵域不是一次 次跑出来了 这家伙看似老实 实则有点懒 而且特别讨厌麻烦事 灵域无奈道 本体啊 我那是劳逸结合 有助于我灵域技能 好好 你说的都对 现在立刻去灵域技能去 灵域说道 灵域沮丧道 好吧 他进入小世界中 继续闭关灵域技能 灵域走了 灵域看向了情主 如今 这十层深渊都没了主人 我的打算 是让你来做这十层深渊魔主 你意下如何 这是灵域的计划 毕竟深渊很适合情主 这里的魔物 在深渊抑制的影响下 情绪高度活跃 不过都是和 打打杀杀变强有关 情主点头同意 我也正有此意 这深渊下方 还有三十层 上面还有不知多少层 我会想办法 打开其他深渊层的 嗯 我期待那一天 又交代他一番 灵域就带着分身离开了 等他离开之后 情主也没闲着 他如今突破到了主神境 而且还是情绪之主 所以他觉醒了 一项特殊神迹 来到三十六层 又进入了七宗罪宫殿 看着这高大的宫殿 仿佛看到了 其中跳跃的情绪 这座宫殿有七个王座 蕴含着七宗罪的传承 他喃喃自语道 进入宫殿 以他情绪之主的身份 任何与情绪有关的东西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找到那七张王座 他大手一挥 从七张王座上 飞出七个光球 这就是七宗罪的传承 吸收 意念一动 吸收了七宗罪传承 一道道信息涌入脑海 许久之后 他睁开眼睛 他们是七种情绪之主 他们实力很强大 在这十层深渊内 也是数一数二的 但后来一场大战下来 他们都死了 只留下了这七张王座 他们不甘就此陨落 将自己的传承 以及一丝灵魂寄托在王座上 希望有朝一日能复活 但是 这么多年下来 七宗罪还没凑齐 而出现的三尊魔主 也实力不高 想要复活他们 根本不可能 你们还想复活 留下了传承 就好好安息不好吗 情主一个斩的念头 瞬间斩杀了 传承里那一丝神魂 七宗罪说白了 就是七种情绪之力的运用 他们可以吸收这七种情绪 不过 我不同 我能吸收任何情绪 所以这七宗罪传承 对我意义不大 不过 这里边的几个主神技却不错 可以练一练 唉 这么大的地方 却连一个手下都没有 事事都要清理行为 也太累了 正好试一试我心觉醒的能力 他大手一挥 嘴里念念有词 无为情绪之主 傲慢情绪 聚 下一刻 方圆百万里的傲慢情绪 都聚拢而来 聚拢而来的傲慢情绪 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颗红色的光球 越来越多傲慢情绪聚合而来 红球也越来越大 擒主手不停 又喝到 极度情绪何在 聚 暴怒情绪 聚 懒惰情绪 聚 贪婪情绪 聚 暴食情绪 聚 嗣欲情绪 聚 聚 话音刚刚落下 又是六种情绪聚拢而来 在他身前形成了六个颜色不一的光球 随着聚拢而来的情绪越来越多 终于到了极限 碰碰碰碰碰 接连七道声响 光球纷纷炸开 出来 情绪一声大喝 七个身影从那碎裂的光球里飞来 跪倒在情绪脚下 父神 他们齐声高喊道 你们为七宗最魔神 分别代表傲慢 嫉妒 懒惰 贪婪 暴食 色欲七种情绪 因我的缘故 你们天生执掌此类情绪能量 可吸收这七种情绪之一增强自身力量 不过 你们的初始实力不强 只有下位魔神 但你们的成长潜力很高 我希望你们成为魔主的那一天 七大魔神盲跪拜道 父神给了我们生命 已是天大的恩德 我们不奢求太多 嗯 深渊与诸界相通 上界七宗最魔主留下了不少空间通道 连接诸多凡件 你们一人领十个凡件 引导凡件产生此类情绪 供你们吸收 但是无分一半 仅遵复命 他将那几个世界的空间通道位置给了他们 吴走了 你们不要让吴失望 恭送父神 秦主走了 但留下了一百个凡件给他们 作为出生的魔神 他们对一切都很好奇 等秦主走远了 看不到了 他们立即欢呼着离开了大殿 傲慢走在前面 在这些魔神中 他是大哥 其他魔神也颇为恭敬他 傲慢说道 父神给了我们一百个世界 但咱们也不知道世界的真实情况 所以随即选择十个吧 你们有意义吗 极度白手道 大哥你来分就是 我们没有意义 暴时有点失神 他肚子饿了 很想吃东西 就嘟嘟当当道 大哥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美食遍地的世界 你自己找找 看有没有类似的世界 暴时最终 还是没能找到美食世界 只能放弃 他们选好了世界之后 就打算引导凡间生灵了 在七宗最宫殿后山 那里有一口口深渊之井 而这井口 就是世界通道 下方连接着一个个世界 不过 连接的大多数都是凡界 也就是无法诞生神灵的世界 他们作为魔神 是进不去这类世界的 但他们可以投影 虽然投影发挥 不出魔神级的力量 但却能发挥出 凡界容纳极限的力量 有这个力量也够了 足以在凡界无敌 于是 他们都释放出投影 投放到了凡界 此时 暴怒魔神将投影 投放到了一个世界内 他的投影 降落在了一个小山村的后山里 变 他轻声喝了一声 变成了人类形态 然后隐藏了身形 突然 一道道声音传入耳中 叶凡 就你也配柳家小姐 你也不照照镜子 你配吗 我告诉你 我爹已经去柳家求亲了 你就死了心吧 叶凡 今天我就打断你的三条腿 不杀你 这是我的仁慈 打 一声打字落下 加丁挥舞棍棒就打 哎呀 叶凡惨叫出声 凄惨无比 这一幕 落入暴怒的眼中 一缕缕红色的暴怒情绪 从那少年体内浮现出 被暴怒轻轻一引导 就落入他的鼻尖 他轻轻嗅了一下 眼前一亮 质量好高的怒气 这小子不错 那我就让他更怒 他说吧 望向了远处 那里是少年的家 他轻轻一点虚空 顿时一道道火焰射了出去 从天而降 朝着叶凡家落去 他觉得不满意 又迷惑了一个家丁 让他进入叶凡家中 伪造出家丁放火的迹象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邪魅地笑了笑 一点也没有良心的愧疚感 反而觉得很好玩 那王家少爷 终于出完了气 把少年的三条腿都打断了 猖狂大笑着离去 至于下少年 躺在地上 满身是血 止不住地血流了一地 一眼看去 仿佛一个血人 暴怒魔神健壮 摇头道 你还不能死 再次点出一指 点点能量落在少年身上 血液止住了 而且这能量 还在不停修复少年的身体 很快他的双腿也好了 但是第三条腿 却彻底废了 少年从弥留之际醒来 看了看满身血污的自己 他在梦中看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 治好了他的伤 而且还给了他一篇修炼功法 暴怒神觉 只有他暴怒 就能变强 而且没有上限 他下意识运转功法 顿时暴怒的情绪充斥眼帘 让他的视野都变成了血红色 杀 一道稚嫩的声音 从他口中发出 却似千军之众 呵呵 他摸了摸下面 脸色大变 心底的那丝念头 让他扭曲了 最后他瘫倒在地 呵呵惨笑起来 惨笑过后 王家少爷的面容就映入脑海 我恨啊 我要杀了你 他歇死里地地怒吼着 起身就朝着城里走去 他此时已被暴怒支配了心神 这怒气不发泄出来 他甚至感觉自己会炸掉 而此时 他不知道是 在他身后 一个隐藏起来的人影 一路上吸收他散发的暴怒情绪之力 太有趣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少年 竟有这么高质量的暴怒情绪 他一人的暴怒情绪 就顶得上凡人上万的情绪 难道他是天命之子 天命之主 是一个时代的主角 往往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 经常遇到各种危险 但总能化险为一 这类人是上天的蠢 气欲逆天 往往有能突破世界极限的可能 这是一个凡界 最高能容纳半神境的强者 修炼到极限也就是半神 但是天命主角不一样 他们天生就是为了突破极限而来的 几乎每一个天命主角 都能突破极限 飞升而去 太有意思了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天命主角吧 少年亮亮呛呛 朝着城里走去 刚刚走出后山 来到了村里 突然 一个燃烧着熊熊大火的茅屋 映入他眼帘 村里正有人急匆匆 提水灭火 他们嘴里破口大骂着 该死的王家少爷 竟然派人纵火 可怜叶凡一家人都被烧死了 是啊 叶凡一家七口人啊 还有两个才满月的孩子 他们怎么那么狠心啊 连孩子都杀 天杀的 老天早晚收了他们 村民一边灭火 一边破口大骂着 这些议论声落入叶凡的耳中 他呆住了 站在地上 望了动弹 只有一道道风声在耳机飘过 这一刻 他仿佛遗忘了世界 只有他是真实存活的 其他人都不过是背景板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醒来 看着那熊熊燃烧的大火 还有村民们搬运出来的 烧成礁尸的尸体 悲伤涌来 爹 娘 弟弟妹妹 他声嘶力竭呐喊着 一路踉枪着 跑到家门口 村民见他回来 都上前安慰 我呀 姐 啊 我恨啊 他喊破了喉咙 双眼也变得一片血红 暴怒的情绪 从体内浮现出 在他体外形成了一道 薄薄的红色能量杀衣 村民见状 有的吃惊 有的意外 有的吓得后退 此时的少年 仿佛责人 而是的野兽 给人一种 危险无比的感觉 叶凡看着 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人 怒火再次生疼而起 轰咙咙 体外暴怒能量杀衣 突然暴涨了三倍 头发都根根竖起 王志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你 他跺了一脚 地面塌陷 然后他又小心翼翼 将家人 放进了塌陷的地下 又小心盖上土 拜了三拜 转身朝着城里走去 村长喊道 娃呀 你去哪 报仇 娃呀 你不要想不开啊 王家很强了 你不是对手 报仇 娃 你 报仇 有人拉住村长说道 他已经被仇恨 蒙蔽了双眼 你的声音 他已经听不到了 村长 我们就这样 眼睁睁看着小凡送死吗 村长沉默了 他环视四周 发现众人 都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哎 我去一趟 村民闻言 有人欣喜 有人则一脸茫然 等村长走了 众人才知道原因 村长当年 可是当朝大将军 堂堂大宗世纪的强者 在我们梁国 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那为何会隐居在此 得罪了当朝陛下 还被刺了毒酒 若不是将军实力强大 没有毒死将军 否则你就看不到他了 他们以为将军死了 所以也就没找将军 而我们都是当年将军的下属 可惜 我们都被废了修为 不然一定跟着将军 去杀个血雨腥风 以村长的实力 一定能杀了王志 不容乐观啊 这王家乃是新晋皇亲国妻 族里据说也有大宗师 甚至传言说有陆地神仙 村长不会有危险吧 一个少年浑身冒着红色的怒火 朝着城里走去 他速度很慢 而且走得不是大道 另一边村长凝眉不已 他已经到了城里 却没有发现叶凡 小凡 你这娃娃不要做傻事啊 说吧 他看向了王府 咬了咬牙 走了过去 王府 今日的王府格外的热闹 王府大少爷王志 终于和柳家的小姐 要结为亲家了 他们提亲的队伍 回来之后就大摆筵席 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 突然 一个老头一脸寒霜走了进来 王家小子 叶凡呢 叶凡 王志恍然道 当然是被我打死了 那小子不自量力 还敢和柳家小姐亲近 也不看看 他是个什么东西 死了 叶凡被打死了 一股怒火生腾而起 村长苍老的脸上 怒容猙獰 哄 一道道杀气 蹦逝而去 周围的人 被这杀气一扫 就心寒胆战 站都站不稳了 33小说王 王家 欺人太甚 众人都一脸惊讶 看着暴墓的老头 那老头身上的气势 十分惊人 仿佛是从尸山血海中 走出来似的 周围的人 都感觉如坠冰窟 仿佛随时会被杀死一般 好恐怖的气势 他到底是谁 这一定是一位 上过战场的人 否则不可能 凝聚出如此可怕的杀气 他来王家做什么 难道是和王家有仇 可能和他口中的 叶凡有关吧 就是不知道 这叶凡是什么人 竟会引出这样的强者来复仇 我知道叶凡 据说柳家小姐 和那叶凡关系不菲 好像还互诉钟情了 难怪王家少爷这么愤怒 不过 王家少爷才是第三者吧 你们看 惊动了王家的大宗师 村长气势惊人 王家少爷吓了一跳 连忙躲到了后面 他修为不高 自然十分熄灭 然后 他立即让人 把家里的长老请来 他们家族是皇亲国妻 抵运十分丰厚 不仅有三尊大宗师长老 而且还有五个供奉 虽然都是外星 但对王家也十分忠心 他作为大少爷 未来家族的继承者 遇到了大事 必须要请一下 长老才行 毕竟 对方是大宗师 他们这些人不是对手 很快 一个王家的长老就过来了 只见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男人 缓缓走来 他气势同样惊人 沿途路人都被气势逼退 甚至不敢直视他 这人三角眼 个子不高 给人一种阴沉的气质 不像好人 有人认出了中年人 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竟是王家大长王爷 他可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难道说 那老头也是大宗师 我们竟有幸见大宗师的战斗 我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看 你们看 他们对峙起来了 村长脸上面无表情 他已是暮年了 听到了叶凡被人打死的消息之后 先是愤怒 等情绪平息下来之后 他又变得悲伤了起来 不过这些情绪都被他收敛了起来 怒火生疼 之后又缓缓内敛 他看起来平静了下来 但谁都知道 这只是表象 王家大长老王爷冷横道 你这老者 虽也是大宗师 但已年老体衰 血气不足 岂是我的对手 我不想与你为敌 你走吧 不要在我孙儿的烟会上闹事 王爷语气随意 居高临下 仿佛妇人对待乞丐的态度 看似心胸宽广 实则是瞧不起人 他也确实有瞧不起人的底气 他虽然以七十多岁 但以大宗师两百年的寿命来算 他还是中年 而村长已经老了 年老体衰 血气不足 就难以发挥出舞者的实力 这对舞者来说是致命的 村长文言微微抬头 然后缓缓抬起了手中的拐杖 我这一生有过辉煌 也有过绝境 本以为隐居山野间就能了此残生 没想到 到头来还是被红尘牵绊 罢了 就来这人世间走一走 前面话是感慨 但下一秒 他的语气就变得冰冷无比 你们杀了叶凡 便是与我为敌 我只有一副老命 死了也就死了 但你们就为我陪葬吧 花音落下 所有人都感到一股寒意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王爷压下心中的担忧 心意狠 朝前走了几步 等离村长只有三十多米的时候 突然出手 去死吧 老皮肤 当 一把拐杖挡在了王爷的铁爪前 发出清脆的声响 村长叹息一声 抬起拐杖就横扫过去 老朽是老了 但还没有眼花 你这老头还有几分本事 既然能躲过这一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吧 两人打了起来 村长已经老了 血气不足 导致力量不足 但他年轻时 常年在战场厮杀 练就了一身杀招 技巧比之王也更强 一时间 两人打了个平手 旁人见到这一幕 直呼过瘾 王家少爷一脸愤怒之色 来人 给我去请供奉大人 我一定要杀这老头 是 他们王家 作为新晋皇亲国妻 近些年发展迅速 不仅有好几个本族大宗师 而且还供奉了不少外星大宗师 统称为供奉 很快一个大宗师供奉来了 他是一个阴翼的老者 脖子上缠着一条蛇 他一来 众人下意识让出条路 周围的温度 多凭空降低了几度 他叫赵长 来自南蛮 能操纵毒蛇猛兽 性格也如蛇一般 阴翼冷血 不苟言笑 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 王家少爷王志也不舒服 但还是陪笑道 赵供奉 这老头实力不俗 我爷爷短时间内无法取胜 希望您帮一帮 赵长点点头笑道 帮忙是小事 不过 我需要的那些东西 你要尽快准备好 好说好说 明日我们就给您准备好 十个年轻厨子 送到您的住处去 好 这麻我帮了 赵长英笑一声 前进了几步 对着脖子上的蛇 轻语了一声 嘶嘶嘶 下一秒 那毒蛇猛地窜了出去 咬向村长 哄 村长周身气静一吐 就将毒蛇震飞了出去 老皮夫 你上当了 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 哄 一只泛绿的手掌 猛地拍向了村长 村长躲闪不及 被一掌拍在了胸口上 倒飞了出去 扑吃 村长落地之后 吐出一大口鲜血 气息也跟着萎靡了起来 他抬头看着逼近的两个强者 心中哀叹 小凡 我不能为你报仇了 三十三小说王 若我还年轻 若我没有喝那杯毒酒 这两人在我手中 撑不过十兆 唉 他心中常常叹息 有着对过去的缅怀 也有着对人生的眷恋 情绪复杂 但唯独没有对来王府报仇的后悔 活到了这个年纪 很多事情已经看开了 死亡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 罢了 就这样吧 不过 在死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这样想着 看着靠近来的两人 他的目光越过两人 看向了后方的王志 我虽死 但你们也不会好过 花音落下 他猛地从地上弹起 犹如一颗人形导弹飞了出去 目标直指王志 王爷察觉到他的想法 大惊 一起挡住他 哄 王爷和赵长一起出手 轰隆一声打在村长的腰间 但是 这次村长竟然稳如泰山 没有刀飞出去 我已是必死的结局 王志也必死 你 给我死 拐杖破空而去 势必要杀人见血 王志大惊 想要躲闪 但拐杖速度太快了 他又被一股杀气锁定 境界不高的他 无法抵抗 一时间失了神 呆呆地移动不动 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叹息不已 他们已经能猜到结局了 王志要死了 但是 下一刻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拐杖 突然在王志身前一米处 停了下来 仿佛前面有一个防护罩挡住一般 这一幕 让众人疑惑不已 王志却眼前一亮 咔嚓一声 王志腰间的玉佩碎了 但他却大喜不已 这是他姐姐赠送的玉佩 没想到竟还有防身效果 他哈哈大笑 心中满是开心 自己保住了命 但一想到老者要杀自己 他紧接着就是怒火生疼 阴狠的性格 让他无法容忍冒犯者 他朝前走了几步 盯着村长看着 你这老头想不到吧 我有姐姐送的 与玉佩保护 看来老天还不想让我死啊 不过 今日既然你想死 那就从了天意 送你归西吧 劳烦二位 送他上路 村长心中灰暗 他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变故 村长还要说什么 却被已经准备就绪的 两位大宗师 一掌拍在胸口上 在天伤痕 这一掌之后 他再也直不起腰来 也说不出话了 三十三小说王 我命休矣 村长叹息道 王爷呵呵笑道 送你上路吧 他抬起手掌 猛地拍了下去 这一掌拍下去 没人还能活着 突然 一变突生 一道红色身影 猛地掠过 抢走了村长 碰 这一掌落空 拍在了地板上 地板承受不住距离 轰一声坍塌下去 形成了一个 数米深的巨坑 王爷大怒 谁 我 犹如野兽一般 沙哑的声音传入耳中 这声音太古怪了 仿佛蕴含着滔天的怒火 让听到声音的人 也跟着心里烦躁 王爷扭头看去 却见一个浑身 冒着红色火焰的少年 将村长放在了一旁 这少年是谁 无数人都面露疑惑之色 但能在大宗师手里抢走人 实力不会差了 难道也是一尊大宗师 但是这个少年 岁数不大 能修炼到先天 都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不可能是大宗师吧 除非是著眼有数的老妖怪 不过那种老怪物来 王家干嘛 他们王家 也没有招惹过这种存在 可是 他那少年的神情和气质 和老妖怪 一点都不相符 那满满的少年感 令人毫不怀疑 这就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少年 各种疑惑在心间出现 然后又被推翻 眼前的少年身上 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筒的感觉 这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突然 一声大喊惊醒了众人 当听到这个喊声之后 他们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 叶凡 你没死 王志看清了少年的模样 他一脸惊讶大喊道 众人闻言 都看向王志 又看了看 被怒火包裹的叶凡 只见叶凡杀哑着声音 说道 王志 你杀我全家 今日我也要杀你全家 他眼睛通红 又有红色怒火 笼罩全身 看起来就仿佛一个怪人 而王志一席青山 再加上 颇为阴柔的面容 像是一个翩翩公子哥 两者形象一对比 不少人都形象王志 可是 也有不少人希望 少年杀了王志 主要是这家伙不干人事 害死了不少人 弄得不少人家破人亡 但又无力报仇 他们心里本来就不满 但王家势大 他们只能心里想想 却不可能付诸行动 甚至还会和王家有合作 这种不黑不白的做人风格 其实才是大多数人的写照 难以界定 是好人还是坏人 心里有点良知 但坏事也没少干 只能说 他们中很多人坏得不彻底 自己也做坏事 但还没到坏得流浓的程度 对王家少爷做的坏事 也成敌态度 甚至是厌恶 觉得王家少爷做得太过了 太没人性了 因此 不少人是希望王家少爷死的 这种大坏人 他们这些小坏蛋都忍不了 这一刻 少年仿佛成了 这一类人的希望 王志文言 哈哈大笑道 杀你全家又如何 既然你这么求着我 等我杀了你 就去杀你全家 不对 是杀你全村人 暗中 看着这一切的暴怒魔神 笑了笑 哎呀 你们倒是开打呀 算了 还是我帮帮吧 他屈指一谈 一道红色怒火 进入叶凡体内 叶凡顿时一愣 紧接着就想到了惨死的父母 还有那些 如同家人一般的村民 他顿时更怒了 怒火猛地创高了三米 更是在体外 形成了一副 红色死神的形体 此时的他 仿佛是一尊 来自地狱的血色死神 道道怒火 照耀了苍天 天空都被染成了血红色 而围观众人 被暴怒之火一照 就心里莫名烦躁起来 大肠老王也和供奉赵长 也被这情绪影响到了 都感到不可思议 这小子有古怪 不能让他再变化下去了 速战速决 杀了他 让我先来 赵长随手一挥 各处角落里 出现了好多蛇 都聚集在面前 对他发出讨好的嘶嘶声 小的们 去吃了他 他指着叶凡说道 嘶嘶嘶 蛇群兴奋地爬了过去 在他们眼中 叶凡就是一盘菜肴 突然 少年睁开了眼 看向了蛇群 血色的怒气 形成一把大刀 猛地劈落 哄 前方的蛇群 顿时被轻扫一空 只剩下一条条蛇的尸体 掉在地上 小子 你敢杀我的爱蛇 我要杀你 赵长怒火燃烧 冲了过去 他要杀了少年 叶凡只有一丝理智 他看到来人 默念暴怒神诀 变得越来越愤怒 力量也猛地篡高一倍 他抬起手 叨叨怒火 缠绕在手臂上 死 啪 气势汹汹冲过来的赵长 竟出乎众人意料 被这一巴掌拍飞了 这是什么情况 众人都一脸呆滞地看着 被拍晕过去 不知死活的赵长 你们都要死 少年声音沙哑 怒吼着 哄 突然他消失不见 杀向了王志 王爷虽然惊讶 但还是挡在了身前 但一交手 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发现 叶凡的实力 简直古怪至极 刚交手的时候 还能撑住 可是后面 就越打越心惊 到了现在 他已经只有招架的力了 下一秒 王爷也被一巴掌拍飞出去 生死不知 这一幕 让所有围观者都呆住了 那可是大宗师啊 竟然就这么 被拍成了一副死狗 这少年太恐怖了 一身实力 已经超过了大宗师了吧 我们快走 别被波及了 哎 王志是完蛋了 这王家怎么招惹了 这么个变态的存在 听这四周的议论声 王志脸色阴沉 仿佛能滴出水来 都给老子闭嘴 众人不满地看着他 但还是闭上了嘴 等王志死了 再到他坟头上撒泡尿 以示尊敬 众人暗道 来人 挡住他 说完这句话 他转身逃跑 见他逃了 叶凡一脸怒火 冲了上去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杀了王志 但他前方 有上千人挡住他 他怒火中烧 杀死一大半 才摆脱他们追了上去 这时 村长晕呼呼地醒来 他看着现场狼藉一片 他们怎么昏死过去了 不行我伤势太重了 已经难以行动 难道死在这里了吗 我还没有报仇 不甘心啊 王志逃了 等叶凡追上去的时候 他已经跑没影了 但王志毕竟境界低 叶凡最后还是追上了他 可是 人是追上去了 在王家后院 叶凡却被人拦住了 挡住他的是一个 手拿扫帚的老者 叶凡追上来的时候 老者还在扫地 老者一身朴素地穿着 仿佛一个普通老者一般 但是 叶凡一来 他身上的气势就变了 变得有些高深莫测了起来 此时的老者一双眼睛 仿佛能看穿一切 给人一种平和 但又危险的感觉 但是 少年已被怒火之沛 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不管你什么眼神 都不好使 当我折死 少年生死历劫 犹如野兽低吼 扫地老者摇头叹息道 少年 你已被仇恨 蒙蔽了双眼 放下吧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王志也在身后跟着大喊道 对 你放下吧 只要你愿意放下 我可以给你十万两黄金 而且还可以给你一百个美女 随你挑选 想想吧 你以后的生活 扫地老者低垂眉眼 始终一脸平静之色 王志的话落在他耳中 没有激起一丝涟漪 仿佛世间一切 都不值得他多看一眼 这超然的气质 若是被其他人看了 一定惊叹一声 世外高人 可是少年 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现在只有报仇这一个念头 其他任何念头 都不值得他多看一眼 少年听到这话 想起了死去的亲人 他脸色就 得争鸣了起来 一声吼叫 冲了过去 你们杀了我全家 我怎么可能放下 他们在天之灵 会如何看我 仇人在我眼前 我怎么能不杀呢 你这老头 为何如此偏袒 你心中可有原则 可有天理 放下 等我杀了王志 我就放下 当我折死 老者抬头 挡在了王志身前 想要杀了王志 就先过他这一关 你找死 叶凡嘶吼着 冲了过去 他要杀了这个老头 然后他再杀了王志 替爹娘报仇 死啊 一拳轰去 声音炸开 犹如闷雷 老者抬手 一拳同样轰出去 两者相撞 发出巨大的声音 哄 少年不敌 被老者一拳轰飞 倒飞了出去 落在了百米之外 撞坏了不少建筑 而老者却纹丝不动 气定神闲 没有一丝丝大喘气 仿佛对他来说 这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一般 他看着倒地的叶凡 心中也有些惊叹 刚刚那一拳 他用了三分力 但少年能接住 这就让他惊讶了 这少年的境界不高 但实力却很可怕 有点意思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妖孽天才吧 他看着少年 眼神也变得意味深长 少年 你力气太重 放下执念吧 仇恨只会让你失去希望 唯有放下 你才会看到希望 才能走得更远 放下吧 你需要做一个觉悟者 老者依旧沉稳 依旧一副悲天闽人 一副为少年着想的模样 他奈复姿态 令王志都叹服不已 他心中暗道 不愧是老祖宗 不愧是族里顶梁柱一般的存在 这短短几句话 就让人心中平静 生不起一丝怒火来 踏踏踏踏 他上前几步 来到叶凡身前 低头看着伤势不清的少年 伸出了一只手 放下吧 少年 你还年轻 还有大好的未来 而怒火在毁掉你的前路 老者的声音 在少年耳中回荡 让少年脑子晕乎乎的 老者的声音 仿佛带着一丝进化效果 让他身上的怒火逐渐退去 随着怒火的退去 他的双眼也跟着清明过来 但是 他一想起家人的死 还有王志夺走柳家小姐的事 他就又怒了 眼见他又怒了 老者再次出声 奇特的声音净化他的怒火 让他竟生出一种名物 是啊 人生来就会死 不管是老死 还是被人杀死 总归结果不会变 提前死 还能少点人生的痛苦 王志杀了我的父母 也没有罪 不过是提前死了而已 我应该感谢王志杀了他们 让他们不用继续痛苦 我终于明白了 我悟了 叶凡喃喃自语着 露出一副大彻大悟的神情 老者见状 眯着眼睛 一脸笑意 恭喜你 悟出了人生致脸 来吧 孩子 随我一起守护王家吧 你的家没了 就把王家当成你的家吧 老者的声音蛊惑性太强了 少年连想都没想 就点头同意了 好 我要守护王家 王家才我的家 很好 你以大彻大悟 当贺 此时 王志已经看傻了 这是什么手段 竟有如此强大的洗脑能力 用在自己身上 其实 他想多了 这能力也不能轻易动用 老者自然不会在王志 这种庸才身上使用了 看着已经陷入 大车大悟的少年 老者点点头十分欣慰 这少年是一个天才啊 小小年纪 就有大宗师的实力 他要好好培养 把他培养成王家的护法 让他为王家奉献一生 至于王志杀了少年全家的事 在他看来 不过是小事而已 他会让少年知道 杀了他全家 是为他全家好 他应该心怀感激 而不是心怀怨念 愤怒是不对的 感激才是对的 暗中 暴怒魔神看着这一幕 冷笑了一声 在本魔神面前 玩蛊惑人心这一套 你还嫩了点 不过 让子弹再飞一会 等会我再让叶凡醒来 如果让他知道 自己被人蛊惑 而且还要守护 杀他全家的仇人王家 他会彻底疯狂地愤怒 此时 叶凡被蛊惑了 他变得有些呆滞 那老者一直在给他 灌输新的理念 意图将少年原本的理念 都挤出脑海 让他彻底变成自己工具 时间飞逝 很快夜幕降临了 老者终于完成了杰作 看着已经被彻底洗脑的少年 他满一点点头 时间久了 手艺生疏了 但总归是完成了杰作 叶凡啊 以后你就改姓吧 就叫王凡 好好保护王家 有你这个天才在 纵使是我走了 王家也会安然无恙 他看了眼窗外 一脸感慨之色 暗中暴怒魔神笑道 快是时候了 四日一早 叶凡被带到了 重新举办的宴会上 当所有人看到叶凡之后 都惊讶的不知说什么了 他们看着一副忠心耿耿 誓死也要保护王家的少年 都感觉太不真实了 昨天还打声打死的 今天怎么就成了人家的护卫了 你全家都被杀了 你不报仇 你来报仇了 结果你成了王家的护卫 这都什么梦幻结局 简直离谱到家了 众人都不知说什么了 感激三观都要裂开 而且叶凡还说要改姓 在这个时代 姓氏是非常重要的 改姓就是欺世灭祖 改姓就是大逆不道 不道万不得已 谁会改姓 太反常了 这不像是正常人能做出来事啊 这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诸位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叶凡是怎么了 怎么跟被鬼附体了一样 不会真被人夺赦了吧 也就你信夺赦之说 咱们修炼武道 只有自己的身体 才能走上巅峰 夺赦别人的身体 只让自己早死 而且修炼兽祖 我感觉他是被蛊惑了 这王家好狠的手段 杀了人全家 还蛊惑人家来守护王家 甚至连姓不改成王 这比杀人诛心还狠啊 小点声 小心被人听到报复你 王家可是出了名的小心眼 宴会上热闹无比 仿佛昨天那场闹剧 都是一件小事 王志意气风发地 庆祝自己提亲成功 所有人都来祝贺他 王志看了看身边 忠心耿耿的叶凡 心中想起了老者 顿时打了一个寒战 那蛊惑人心的力量 太可怕了 宴会进行到了高潮 那扫地老者 也来到了宴会厅 突然 一道隐秘的能量波动 在空中掠过 老者恍惚间 似乎看到了什么 但那波动很快消失 他怀疑是自己的错觉 是我的错觉吗 为何刚刚心中有些烦躁 不可能 我已是陆地神仙境 没人能影响到我 他很快否决了刚刚的感觉 他认为一定是错觉 在这个偏僻的区域内 不太可能有比他强大的存在 呼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突然发现前方闹哄哄的 怎么了 不好了 少爷死了 被叶凡杀的 他是装的 一切都是装的 他杀了少爷 该死的 快抓住他 不要让他跑了 老者脸色大变 他身上的气势一变 一股只有陆地神仙才有的气势 瞬间笼罩整个王府 所有人都被这气势惊到了 一个个露出惊骇之色 他们纷纷散开 看着衣着朴素的老者 只见老者一脸怒容 那模样像是责人 而是的魔鬼 丢了面子的他 彻底露出了真面容 叶凡 你都是装的 他指着那个 被十米怒火笼罩的少年 少年默念暴怒神诀 恢复一丝理智 操纵身上的怒火 化作能量台甲 覆盖全身 他转身看向老者 一看到老者 他的怒火又上涨几分 就是这个老头 让他放下仇恨 甚至还让他当王家的走狗 最可恶的是 竟让他改姓 这比杀人诛心 还让人愤怒 幸亏他有暴怒神诀 今天突然灵机一动 就自己清醒了过来 但紧接着 就是更大的怒火 我要杀你 宴会上 王之已经倒在血泊中 是被叶凡所杀 兵客见状 四散而逃 现场一片混乱 王家的长老 一脸愤怒之色 正要围攻叶凡 就被老者的气势惊到了 他们看到老者 微微吃惊 没想到这位存在 竟然来了 都纷纷行礼 恭迎老祖宗 你们都下去吧 老朽的失误 就让老朽来弥补 是 他们都松了口气 老祖宗来了 这一战就也稳了 这少年必死无疑 但是 很快他们就脸色大变 因为 当少年和老祖宗 战斗起来的时候 竟然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老者大惊道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强大了 难道昨天你都是装的 他想起昨天 轻易制服少年的一幕 越来越认为 少年是装的 可是为什么要装 那可是杀了全家的大仇 这种屈辱谁能忍受 难道为了杀死王智 当初他在场 有他护着 王智不会死 但若是忍一忍 就能接近王智 杀了王智 他恍然大悟 以为自己想明白了一切 好啊 你为了杀王智 竟然连如此屈辱都能忍受 不过 你还太嫩了 今日我必杀你 少年不惧 默念暴怒神诀 一缕缕怒气 从体内散发出去 在方圆万米内 都形成了一个暴怒领域 在领域内的人 都被这暴怒情绪影响着 有人拿起刀剑 杀向了欺负自己很久的人 有的则暴怒失去了理智 对路人就是一顿杀戮 顿时 整个城池几十万人 都陷入了疯狂中 杀戮在进行着 仿佛变成了人间炼狱 一缕缕血气 汇聚在天空中 最后被少年一口吞下去 力量又强了一分 顿时 他的力量增加了十倍 强大的力量 让他一拳击退老者 你 好强 给我死 少年生死力竭大喊着 又是一拳轰去 老者现在和少年已有了差距 只能苦苦抵挡 他怒了 但是又别无办法 少年太强了 该了解你了 少年一脚踢过去 老者顿时被踢碎了全身骨骼 仿佛一滩烂泥一样 躺在地上 已是出气多净气少 活不了多久了 少年走过去 低头看着老者 说道 你对我洗脑 让我愤怒 而愤怒是我强大的资量 说完这句话 少年转身离去 他还要清扫王家 一个都不打算留 老者迷流之际听到这句 恍然大悟 原来少年的力量是愤怒 他懂了 但也已经晚了 可嗨嗨 他疯狂咳嗽了几声 然后气息紊乱 再也没有了意识 彻底死了 堂堂一尊陆地神仙境的强大人物 就这样被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给杀了 说出去都没人信 少年的暴怒领域 已经令王家遭了殃 他走在王家庭院之中 只见一个个家丁丫鬟 化作猛虎一般 追杀着他们的主人 九少爷 你再跑啊 你多跑一步 奴才就多砍你一刀 三小姐 你以为你很好看 不不不 你就是一个丑八怪 平时我敢怒不敢言 但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你到底有多丑 让你在丑陋中死去 死啊 让你敢罚我扫厕所 让你敢磕磕我供钱 我杀你 整个王府已经乱成一团粥了 整个王家的成员 也只有上百人 但他们的丫鬟仆仆人护院厨师等等 足有上万人 上万人暴动 被怒火支配着 向他们的主人挥舞了屠刀 虽然说王家人更强 但也不是每一个都强 有的修炼天赋不行 就干脆当个花花公子了 于是 这些人就遭殃了 平时横行霸道 现在报应来了 被吓人活活砍死 类似的事情 不仅发生在王府 也在其他大家族发生着 一时间 人们的怨气都被放大了 愤怒支配他们 做出以前不敢做的事 暗中 暴怒魔神飞在城池上空 一脸享受地吸收着人们 散发的暴怒情绪 呼 这就是食物的味道 真是美味 他又一招手 从叶凡身上 吸收了一缕怒气 吸收完叶凡的怒气 他赞叹道 不愧是疑似天命主角的存在 怒气的质量真高啊 还是你的怒气美味啊 不过 等他灭了王家 估计怒火也消了 得想个法子 让他再次暴怒 他思索着 最终 他将目光投向了柳家小姐身上 嘿嘿 就是你了 一夜过去 整个城池都一片狼藉 死了一半人 等他们醒过来之后 想起昨夜发生的事 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看着死在他们刀下的主子们 那些吓人都吓得疯跑了出去 这件事 影响太大了 官府也瘫痪了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三天 上边又派人过来 才逐渐平息了影响 但是 那一次灾难 所有幸存的人都心有余悸 被怒火支配的感觉 让他们不寒而栗 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此时 叶凡怒火消了 也清醒了过来 他想起自己做的一切 他并不后悔 甚至还十分感激暴怒神诀 33小说啊 如果没有这部功法 他不可能报仇 至于死的那些无辜者 他心里只能无奈说声抱歉了 作为皇亲国旗的王家被灭族了 皇室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这太不正常了 但只有村长明白 当今圣上是一个欺软趴硬的人 当他知道事情原委之后 他一定不敢报复 甚至他还会把王家的那个贵妃 给软禁起来 摆脱和王家的关系 没人来管这事 时间久了 也就没人顾问了 叶凡和柳家小姐柳约 再次腻歪到了一起 叶凡和他一起游玩 一起看书 一起写字 一起修炼 一起成恶扬善 他们俨然已经成为热恋中的情侣 柳家家主也不敢管 现在谁不知叶凡的凶名啊 他们都陷入了爱情之中 不可自拔 这一日 叶凡无法入睡 他满脑子都是柳鱼儿的影子 睡不着啊 想鱼儿了 我要去城里找他 想到就做 他翻身而起 朝着城里走去 此时 柳家 碰 突然被人破门而入 一个个黑衣人冲进来 见人就杀 柳家家主是宗师静 愤怒道 你们是谁 杀你的人 杀 二话不说 杀戮就开始了 柳家家主 怒不已 但是他发现这些黑衣人 最起码都是大宗师 而且足足有十几个人 你就是柳家主吧 死吧 一刀劈下 柳家主死不瞑目 柳家小姐柳鱼儿的闺房里 小姐 我们快逃 丫鬟拉着柳鱼儿 一脸焦急道 我们去找叶凡 他肯定能救我们 柳鱼儿说道 可是 我爹他 放心吧 老爷可是宗师 不会有事的 话音刚刚落下 门就被人踹开了 一个黑衣人 一脸凝笑着走来 他看着柳鱼儿 笑道 你就是柳家小姐 柳鱼儿沉默不语 丫鬟咬牙切齿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黑衣人哈哈大笑 你们不配知道 死在我的刀下 是你们的荣幸 不过在死之前 先让我爽一爽 啊 不要 时间流逝 一刻钟后 柳家就被灭门了 整个家族78口人 无疑幸免 他们死状凄惨 生前都遭受过折磨 在绝望中死去 当叶凡来到柳家的时候 他发现 整个柳家鸦雀无声 这不对劲 突然 他闻到了血腥味 正是从柳家飘过来的 不好 他想到了柳鱼儿 疯狂地朝着柳家跑去 踏入柳家 是一地的死尸 看情况才刚刚死去 不要 千万不要 他身体发抖着 一路行来 看到了柳家家主的尸体 看到了柳家大长老的尸体 直到他来到了柳鱼儿的房门前 吱鸭一声 门开了 他踏入房门 一具衣衫凌乱的尸体 正圆睁着双目看着他 他身躯颤抖 心中悲伤如潮水涌来 鱼儿 声嘶力竭的呐喊声 响彻苍穹 是谁 哄 怒火再次升腿而起 遮蔽了天空 远远看去 足有百米之高 怒火笼罩着他 让他的头发根根竖起 看起来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 暴怒领域也再次张开 笼罩全城 经历过上一次暴怒的洗礼 大家的怨气 已经宣泄得差不多了 所以 这一次的暴怒领域 对他们影响不大 虽然还是有点怒火 但也没有发泄的对象了 骂骂咧咧几句 就宣泄出去了 但是 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 叶凡又发疯了 为什么发疯 原因是什么 这关乎着大家生死 所以 没有人不在意 该死的 这叶凡动不动就发疯 这让人活不 不行 这里不能待了 明天就搬家 动不动就暴怒 这谁受得了 次日一早 大家终于知道了 为何叶凡暴怒了 柳家被人灭门了 那憔悴的面容 让他们有些心疼 多可怜的孩子 才这么大一点 就先是失去了父母 接着又失去了恋人 老天爷对他 也太惨了点吧 三天后 暴怒魔神看着 已经变得有些敏感 脆弱的叶凡 摇头道 这小家伙不怎么暴怒了 不对 他不是不暴怒了 而是学会了隐藏情绪 嘿嘿 很快 你就会遇到下一个仇人 去吧 去京城闹个翻天覆地吧 三天时间 足够叶凡来到京城了 短短几天时间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他已经变得沉稳许多 不过 刚刚来到京城 他突然脸色微变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 这些天 他根据从暴怒神诀中 领悟到的追踪能力 一路追查凶手到这里 到了京城之后 他终于控制不住了 一想起柳元的阴桐相貌 内心的愤怒 让他难以抑制 你们杀他 我就灭了你们一族 楚王福 一个少年抬头 看了眼牌匾上的 两个流金大字 喂 你小子站住 守门的人一脸不屑喝道 碰 少年抬手一击 一道火红色的怒气 破空而去 守门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击飞了出去 落在远处 昏死过去 他踏入门中 眼中浮现出一道道 血红色的印记 这是他从暴怒神诀中 领悟到的能力 能寻找到杀人者 他走得很快也很急 沿途不少人见到他 都露出一丝疑惑 不知何时 王福多出这么一号人 不过 王福很大 人也很多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认识 所以虽然不认识 但也没人敢去问 就这样 他畅通舞组来到了后院 此时 后院中 演舞台上 正在上演着一场战斗 两个武林高手 正在比武 不是规则内的比武 而是生死绝杀 这是楚王最喜欢的一个节目 因为他这个爱好 每天都有数百亡命徒 前来战斗 因为只有活下来的那个人 才算胜利者 因此 每天几十场战斗下来 就得死几十个人 这长年累月下来 王府的乱葬岗 都快成尸山了 楚王坐在下面 吃着瓜果 高声喝道 谁赢了 本王赏他一万两黄金 和一本地阶功法 话音落下 比武的人都激动起来 战斗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突然 一个少年 映入了楚王的眼帘 这少年双眼血红 犹如地狱恶鬼 令人不寒而栗 吓死本王了 你是谁 本王没见过你 是你杀了他们 是不是 叶凡怒吼道 楚王一脸猛逼 但还没回话 就被叶凡一巴掌拍在了头上 他这一巴掌太快了 楚王的护卫都没反应过来 就见楚王的脑袋 已经飞了出去 而身体 还坐在椅子上 喷着鲜血 这一刻 全场寂静 楚王被少年杀死了 该死的 他杀了殿下 给我杀 一定给我杀了他 否则我们都得死 杀 整个楚王府的人 都暴动了起来 他们已经不管不顾了 暗中皇帝的性格 他们必死无疑 但若能杀了少年 就不由株连九族了 到处倒是喊杀声 而且是不顾生死的冲来 少年杀了楚王 心中畅快极了 我终于报仇了 你们 也都得死 暗中 暴怒魔神看着这一幕 饶有兴趣地 吸收着暴怒情绪 他还时不时引导叶凡 让他释放暴怒领域 影响更多的人 很快 半个京城都乱了头 当人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 叶凡引起的之后 朝廷的高手级了 可是 面对暴怒的少年 他们来再多人 都不是对手 最后三个陆地神仙 一起出手 竟也被打成重伤 哎哟 有意思 继续杀吧 要更乱一些才有趣啊 暴怒魔神笑道 他稳坐钓鱼台 一点也不怕混乱的局势 作为一个魔神 随心所欲 自私自利 都是家常便饭 而叶凡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用来引导全天下的人 都憎恨他 这样一来 世人的愤怒被点燃 他也能收获更多的愤怒情绪 时间流淌 转眼间三天过去了 曾经京城的闹剧 已经结束 少年一人杀穿了朝廷大军 并且重伤三个陆地神仙 一时间风头无两 他们以为少年报仇了 就会消停一回 没想到少年刚刚回到村子 就发现村子被人徒了 所有人都死了 村民死了 但他又陷入了暴怒之中 于是满天下的寻找凶手 之后 邻国也被他闹得天翻地覆 杀了许多高官和强者 闹了两个国家之后 他还是没有停歇 因为他不管做什么 只要和他亲近的人 都会死于非命 少年也意识到了问题 他似乎受到了诅咒 注定只能孤独终老 于是 他选择不交朋友 远顿深山 但是他杀了这么多人 别人也要来报仇 无奈之下 他再次卷入了是非之中 他仿佛成了霍乱之源 只要有他在的地方 就会发生各种灾难 天下乱了 魔神兴奋了 他使用暴怒力量 挑拨各大势力的关系 哈哈 这才是我眼中的盛事啊 杀吧 使劲的杀吧 天高云阔 日上三干 少年一人坐在悬崖边上 喝着酒 在他身后 是父母亲人恋爱等人的坟墓 我已经知道 你的存在了 他喝了一口酒 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 风吹来 掀起他的头发 叶凡平静道 你给了我力量 也让我失去了亲人 我不恨你 回想我之一声 很短暂 却十分精彩 可是这精彩人生 充满了罪恶 所以 我大概是活够了 想在死之前 见你一面 不知我够不够资格 暗中 暴怒魔神歪着头 鸣笑了一声 作为一个魔神 他没有人类的道德观 做事也没有什么束缚 只要对自己有好处的 他就会去做 在他看来 叶凡没有一丝罪恶 你真的要自杀 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 少年文言 抬头看了一眼 四周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 没有见到幕后的人影 他有些失望 但他知道 那赠与他暴怒神觉的魔神 一定就藏在附近 我默了亲人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操纵我做了这么多事 我们之间也该扯平了 死前见你一面 都不能满足吗 实在不理解 想要赴死之人的心情 我不懂 暴怒魔神说道 但他仍然没有现身 这是继承自父神的谨慎 叶凡惨笑一声道 一个不懂何谓爱的魔神 竟摧毁了我的一生 可笑至极 再见吧 这个世界 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说完这句话 他抬起手中的剑 在脖子上一抹 破 鲜血飞剑 他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临死之前 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交代了一言 请把我和亲人埋在一起 啪哒 手无力垂落 气息消灭 彻底死了 暴怒魔神这才显现身形 看着被他折磨了的凡人 心中也泛起了一丝涟漪 唉 他起身抱起少年的尸体 将其和亲人埋在了一起 但是 他还是不懂 叶凡为什么要自杀 活着不好吗 我很困惑 父神 你能给我答案吗 他抬头看向了远方 回到了空间通道处 深渊 请主创造七宗罪之后 让他们镇守第36层 不过其他几层深渊 还没有魔主 他还需要去培养几个 当初魔神都被杀光了 只剩下大量七阶以下魔物 这些魔物没有智慧 需要等到七阶之后 才能诞生初级灵智 不过 他也明白即使是魔主 也是从这些低级魔物中 蜕变而来的 因此 培养这些低级魔物 也能培养出魔神 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 但无所谓了 他不着急 于是 他的培养计划就开始了 从本体那里 要来了大量的血肉丹 放在世界各地 让他们去争去抢 以养骨的方式 先培养出第一批七阶魔物再说 之后 他还会让这些魔物入侵凡界 作为手下 魔物杀死的生灵 本体也能获得升级点 虽然只有几十分之一 但在庞大的基数下 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这时 暴怒魔神找到了他 副神 暴怒魔神单膝跪地道 情主点点头 问道 何事 暴怒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情主听完 沉默了片刻 作为情绪之主 他不仅有负面情绪 也执掌着正面情绪 不过现在负面情绪 占据了上风 这种事 我也不能给你答案 你需要去经历 人生会告诉你答案 经历 亲身经历许多事 在红尘中滚上击滚 你就能明白了 副神是让我去凡间 以凡人的身份生活吗 你可以试一试 是 我明白了 嗯 下去吧 暴怒魔神下去了 他思索着情主的话 最后咬了咬牙 他决定去红尘滚一滚 此时 其他七宗罪魔神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刚刚诞生的他们 三观还不稳固 去了凡间一趟 都变得不一样了 这些变化 都被情主看在眼里 他笑了笑 希望你们能变得更好吧 如果不符合预期 就只能把你们回炉重造了 南星 依旧是晴朗的天气 凌玉回到了人族基地 这一次的深渊之旅 让他收获巨大 不仅天赋连生两次 就连境界也提升了一次 达到了神灵境 接下来 他的目标是主神境 刚刚回来 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他们开办了宴会 迎接自己 不过凌玉都推了 让凌玉去招呼他们 而他自己 则回到了房间 刚刚在房间里歇了一会 凌玉就找过来了 你不在宴会上 来这里干嘛 哎呀 这宴会推没意思 都是各种人情往来 你也知道 实力为尊 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 只有弱者才会在意 我觉得无趣 就回来了 凌玉笑嘻嘻道 本体啊 这一次的收获太大了 哎呀 再接再厉啊 凌玉还是那附件嘻嘻的性格 凌玉笑骂道 你这小子 不好好修炼 现在就躺平了是不是 凌玉黑黑一笑道 大哥 这修炼的事 我也不在行啊 还是交给私地凌玉吧 那小子悟性一天 人家修炼一天 顶得上我几年了 凌玉的悟性 是有目共睹的 强大到变态的天赋 对凌玉突破修为帮助极大 凌玉笑道 凌玉现在都在修炼 你也别出去了 安心修炼吧 凌玉文言 严肃道 大哥 蓝星快要彻底完成蜕变了 我哪还有心情修炼 我们要早做准备 算算时间 蓝星彻底蜕变 也就在这几天内 凌玉点点头道 也对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到时候整个蓝星 又会迎来大危机 各界主神前来 即使是我 也不好对付啊 他现在已经很强了 对付十来个主神初期的神灵 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对付主神中期 甚至是后期的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甚至 他可能都打不过 毕竟到了主神境 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都是天与地 放心吧 天赋分身 又可以升级了 等我完成升级 主神后期 咱也能碰一碰 升级天赋分身之后 分身数量又会暴增 即使面对主神后期的神灵 他应该也有一战之力 最起码也能跑掉 如果灵物领悟出 更高级的同源合体技能 那他还能更强 那还等什么啊 赶紧升级啊 灵凡连忙催促道 本来就想升级的 你一来就给打断了 灵玉说道 灵凡连连道歉 我的错 我的错 大哥 快升级吧 灵玉点点头 默念道 系统 升级天赋分身 丁 检测到宿主升级点已足够 是否确定升级 是 丁 天赋升级中 丁 天赋升级成功 恭喜速度低天赋分身升级至 SSSS级 您一共获得了三项能力 第一项 路线一 无限分身 您的分身数量增加十倍 路线二 无限距离 您的操纵距离增加十倍 路线三 无限站立 您的分身能继承您百分之一千的站立 请选择一项 作为您未来的发展方向 选择路线一 您已做出选择 您的分身数量增加至五千万 丁 您现在可以一人成果 丁 您的分身将觉醒自我意识 获得低级智慧 灵玉文言露出惊喜的神情 分身获得了自我意识 这就相当于他们也有了灵魂 拥有灵魂才算是一个完成的生命 虽然分身只有低级智慧 可能犹如野兽一般 但拥有了灵魂 以后它的一些灵魂类技能 分身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不错不错 系统 第二项能力呢 定 你获得了一个永久分身 请您在三个选项中 选择一个作为您的永久分身 选择一 轮回分身 可获得一个具备投胎能力的分身 选择二 天道分身 可获得一个天道作为你的分身 选择三 合体分身 可指定您的一个合体分身 将其变成永久分身 且不会影响分身数量 三个选项都很诱人 灵玉陷入了沉思中 其实它三个都想要 第一个轮回分身 具备投胎能力 如果投胎成仙帝的子嗣 那可就发达了 第二个天道分身 这是直接就成为世界之主了 不过 万一成为一个小世界的天道 那就悲催了 和轮回分身一样 不确定性很强 第三个合体分身 这个最简单 可以让合体分身变成永久分身 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能立即提升它的力量 但是有些普通 让它没有多少期待感 该选择哪个呢 灵樊 你觉得呢 灵玉问道 灵樊笑道 大哥 还是你做决定吧 让你说你就说 好吧 我觉得吧 眼下咱们面临危险 应该以提升实力为主 我建议选择合体分身 你想啊 选择了合体分身 那咱们能立刻提升五万倍的力量 大哥 你想过没有 这是多大的提升 五万倍 这个数值太大了 灵玉心动了 被灵樊这么一说 它才反应过来 自从它觉醒同步能力之后 分身和它的力量是互相同步的 如果它的分身比它强大十万倍 它这边也会立刻提升到 和分身一样的程度 不对 它只能提升一半 也就是五万倍 因为分身比本体强大一倍 但这也是一个恐怖至极的数字了 以后 恐怕一个分身 就有主神级的实力了 那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合体 那就是主神后期 估计也不是它的对手 想到这里 它已经激动不已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坑 系统 如果我选择第三项 会不会真的提升五万倍力量 宿主 无可奉告 您可以选择试一试 系统 要多少升级点吧 我都给了 盯 成会一千亿 去你的 给了 盯 可以的 不过 系统温馨提示 突然增强太多力量 小心身体受不了 被力量称暴 我草 还有可能称暴 幸好温系统了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系统 我选择三 盯 恭喜宿主 获得永久分身 合体分身 下一刻 它脑海中多出了一个能力 它可以指定一个合体分身 变成永久分身 不过 只能同时存在一个永久合体分身 盯 还有最后一项能力 请宿主做出选择 说 此为您分身天赋的天赋能力 您可以选择一个 作为您的天赋能力 天赋能力一 血绳子 您本体可以化作 一亿八千万血绳子 只要有一个血绳子还活着 您就不会彻底死亡 天赋能力二 念头分身 您将拥有四亿八千万 念头分身 念头分身没有全部死亡 您都不会彻底不灭 天赋能力三 血脉重生 您的血脉 就是您的众生容器 只要世上 还存在您的任何一个血脉 您死之后 您都将从后代血脉中 重新复活 请做出您的选择 灵欲沉默了 这三个技能都很珍贵 但它有些不知选择哪一个了 这是保命能力啊 首先可以把第三个排除了 培养后代太慢了 况且我也不是中码 那就在一赫二 选择一个合适的了 这两个能力 效果类似 选择一是分解自己肉体 化作血绳子 只有血绳子不死 它就不会死 不过复活之后 估计也不是复活前的实力 选择二则是念头分身 总数有四亿八千万 要知道 人一秒钟就三万个念头 它只需要一天时间 就能获得四亿八千万个念头分身 之后 让这些念头分身分不住戒 那它就真的很难死了 总之 这俩技能都是让自己不死 堪称顶级保命技能 不管是哪一个 效果都差不多 只是表现形式有差别 它沉思两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二个 念头分身 定 恭喜宿主选择了能力二 你已获得了新能力 念头分身 下一刻 灵欲的脑海中 多出了一个新的技能 念头分身 呼 终于有保命技能了 以后看谁还能杀死我 灵凡见灵欲完事了 说道 大哥 快快快 把能力放出来看看呗 灵欲笑道 好吧 让你瞧瞧 不过 为了保命 灵欲先释放了念头分身 念头分身来自于它的念头 除了它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而且 每一个人都有念头 而且一秒钟 就有三万个念头 可想而知这世上 只要有生灵存在的地方 如果能看见念头 那念头将会密密麻麻 填满空间 因为念头分身的缘故 它现在能看到念头了 只见中央呈上空 到处都是念头 不过 普通圣灵的念头 很快就消散了 而它的念头分身 可以存在很久 去吧 灵欲命令念头 分身离开这里 让它们去世界各地 藏着 别待在它身边 念头分身不停出现 不一会已经上百万了 它们离开了中央城 去了异节 去了各大境地 几乎世界每一个地方 都有念头分身的藏身之处 念头分身不停出现 灵欲也没闲着 一心二用 释放了分身 现在有五千万分身 这地方可放不下啊 先分身二十个分身吧 分身 下一刻 白光浮现又消散 二十个分身出现在周围 合体 白光再次出现 形成了一个光球 光球破裂 一尊只有三米高的放大版 灵欲出现在身边 本体 合体分身低头问号 灵欲微微一愣 很快就想起分身 也有自我意识了 你叫什么名字 灵欲试探着问道 合体分身 我我我 灵凡摇头道 大哥 它智慧太低了 犹如野兽 可能连名字是什么都不懂 灵欲点点头表示同意 毕竟你不能要求 一头野兽给自己起名字 他能明白我这个词的意思 就算是有点智慧了 就让他变成永久分身吧 大哥 这才二十个分身合体 是不是太少了呀 你想我因为力量暴涨 而被称暴吗 不是 大哥 你早说嘛 那咱们就慢慢来 先从二十个开始 灵欲点点头 默念道 永久分身 合体分身 指定 下一刻 一道金色光芒 从他指尖迸射而去 金色光芒笼罩在 合体分身身上 将他衬托得犹如战神 时间流逝 十分钟后 三米高 样子也没有丝毫变化 但是灵欲发现 他的眼神灵动多了 之前的合体分身 眼中透露着浓浓的傻气 而现在 合体分身给人的感觉 不一样了 眼神内敛 温文尔雅 给人一种书生的感觉 本体 不要一直盯着我看嘛 我会害羞的 合体分身微笑道 好好 看来是成功了 当然成功了 本体 你可以施展同步能力 将我的力量同步给你 嗯 我试试 灵欲开始施展同步 灵凡和永久合体分身 都在等待着结果 灵欲微微闭上了眼睛 沟通永久合体分身 同步 下一刻 一道道强大的力量 出现在体内 力量在粗暴地提升着 这个速度极快 几乎一个呼吸 就提升了一倍力量 一倍 两倍 十倍 提升终于停了下来 啪哒一声 灵欲额头上 滴落豆粒大的汗珠 滴在地上 再看他的脸庞 已经毫无血色 灵凡担忧道 大哥 你没事吧 灵欲深吸了一口气 缓解了一下身体的不适 苦笑道 没啥事 就是一次性提升太多力量 灵魂有点受不了 刚刚那一幕颇为凶险 十倍的力量 一下子冲入体内 要不是灵魂强大 刚刚那一下 就能把他冲成傻子 不过 好在他挺过来了 现在才十倍 就这么难了 要是直接五万倍 我可能直接就死了 这很凶险 幸好他稳了一手 问了系统 否则莽撞之下 必然会出大问题 到那个时候 可就真的需要 念头分身复活了 可是 念头分身可以让他复活 但必须从头修炼 好不容易修炼到这个境界 他可不想从头修炼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去死的 灵魂低头道歉道 大哥 是我没有考虑周到 不怪你 现在知道 怎么使用这个能力了 等我歇个几天 恢复过来之后 我们就冲击二十倍 本体 你赶紧歇歇吧 之后的事情 我来办 不用 我还有力气 你不用担心 灵魂抬头看向永久 合体分身道 你给自己起个名字吧 我已经起好了 以后就叫灵容 好吗 你们没事的话 就先下去吧 对了 你这三米的身高 太高了 自己变化一下 放心吧 本体 你的技能我都有 变化形体 还是简简单单的 嗯 我要闭关了 没事别来找我 是 我们告退 灵魂和灵容下去了 屋内只剩下他一人 这一次升级天赋 带给他的好处太大了 他需要一段时间 好好消化一下 而且 灵容会是他未来 提升力量的主要渠道 其次才是灵雾 等他提升到了 合体分身的极限 也就是五万倍之后 他才会出关 现在就先躲一段时间吧 不过 在这期间 他也不会闲着 分身 翁一声响 身边白光不停浮现 你们立即出城 去狩猎吧 是 本体 分身大声喊道 这屋里空间不大 许多分身都出现在了屋外 甚至连天上 都到处都是分身 五千万分身 连中央城都装不下 所以他只能分批分出来 一批批分身一出现 就朝着城外飞去 如今 灵魂的灵魂力量 已经很强了 方圆数百万里内 都在他的笼罩范围内 这数百万里内 也就是分身的活动范围 这个范围 虽然不能笼罩整个蓝星 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范围 几乎能笼罩 十分之一个 他所在的大陆 要知道 蓝星再次蜕变 如今的蓝星 比以前的上次蜕变的蓝星 大了上千倍的 也就是比原始蓝星 大了十万倍 分身不停出现的异象 很快就惊动了市民 他们看着不停 从灵魂府底飞出的分身 一个个都呆若木鸡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这么多灵魂大人 我刚刚数了一下 足足有上万个灵魂大人 不对 还在出现 到底有多少啊 太惊人了 这是灵魂的分身吧 可是他竟然有几万个分身 真是离谱 不止几万吧 刚刚又出去了一万 够十万了 难怪他这么强 我要是有这么多分身 我也强啊 别痴人说梦了 灵魂就是天命之子 咱们拿什么跟他比 快快快 拍点视频放到网上去 一定能火 我一定要数出来 灵魂到底有多少分身 灵魂府底外 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都十分好奇 灵魂到底有多少分身 一个小时过去了 已经出来了上百万分身 但还是没有停止的迹象 这让看到这一幕的人都骂了 太离谱了吧 尤其是网上 更是热闹无比 大家不要信啊 这一定是假的 就是特效而已 我承认灵魂很强 但绝对不可能 有百万分身这么离谱 众所周知 分身天赋是B级天赋 能分出十个分身吧 而且只有本体十分之一的力量 就是一个侦察类的天赋而已 咱们来算算啊 天赋蜕变成A级 当他翻十倍吧 能有一百个分身 天赋蜕变成S级 再翻十倍 以此类推 S级一千个分身 SS级一万个分身 SSS级才十万个分身 灵魂有百万分身 岂不是说 它是SSS级 都说SSS级是神的领域 只有突破神灵 天赋才会跟着突破到SSS级 但是灵魂 这已经不是神灵了 而是特么超纲了 33小说网 你们看 现在已经两百万分身了 这绝对不是SSS级 那么简单了 或许 真的是SSS级 但这可能吗 所以 我认为 这都是特效 假的 而且 这些分身 你在野外 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就是用来唬人的 他的分析 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但是很快 他就被打脸了 你懂个屁哦 我本来也不信 正好我家就在中央城 所以我去现场看了 你的推论狗屁不通 我是从灵近的城池过去的 人家 确实没有用特效 就是真实的 我还跟着那些分身出城了呢 大家也知道 现在城外很危险 这些分身去城外 就是为了清除危险的 他们的实力太强了 每一个 都比我见过的神灵 还强 对 我是临江城的 在我们城外 盘踞着一只魔龙 也不知 从哪个世界出来的 大概是半神境界 城主拿他没办法 而且还经常袭击 城城外的伤队 这一次 灵狱的分身路过那里 随手一击 就杀了魔龙 楼上和我有意 样的经历 我家在北方的槟城 城外出现了三个世界通道 每隔几天就一次受潮 这一次 灵狱分身来了 轻松解决 现在那三个世界 老实无比 都不敢来拦心了 一样一样的 我们城外的一界势力 也被灵狱分身扫灭了 网络上议论纷纷 大家从关注灵狱 到底有多少分身开始 逐渐开始关注 灵狱分身做了什么 当大量的视频 和现场说法之后 大家也都明白了 灵狱要做什么 它是去清除 人族领地内的不安定因素 不过 对于灵狱到底有多少分身 大家还都是十分好奇 五百万了 五个小时出现了五百万分身 这速度已经算是快的了 灵狱可以一心二用 所以即使是这么慢 悠悠分出分身 也不耽搁什么事 此时 那个众人在那个高塔上 看着灵狱家门口 他们一个个表情 是震撼而又羡慕的 阁老叹息道 灵狱他到底有多少分身 欲者酸溜溜道 我记得我上次回来的时候 只有几万分身吧 他出去一趟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这么强大了 严君笑道 他越强对我们越有利 如果灵狱能成为 比主神还强的存在 我们人族可就是 蓝星的主人了 剑枯把玩着木剑 饶视他剑心坚定 也震惊道了 每一个分身都有神灵境 虽然看不出是上位神 还是下位神 但已经惊人无比了 这么多神灵 并是主神也害怕吧 剑神则一脸欣慰看着下方 他虽然没有教过灵狱 但毕竟是名义上的老师 而且还给灵狱提供过不少帮助 所以他余有荣焉 而且 他也是人族除了灵狱之外的 第二强者 他已经突破神灵归来了 在那个剑界 他得到了剑仙的传承 而且 他走的也不是神道 而是仙道 这是仙道中攻激励第一的剑仙之道 剑神环抱双手 笑道 灵狱有大造化 不愧是我至尊学院的学生啊 文言 众人都一阵无语 御者比一道 剑神 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明明你啥都没教 这都是人家自己的努力 和你至尊学院有屁关系 剑神哼了一声道 谁说我没教的 神运世界是不是我带他去的 而且 你们也是在神运世界突破的 你们别不知感恩了 御者把脸扭到一边 我不管 反正我也想突破神灵 你看着办吧 剑神笑道 想突破神灵还不简单 众人闻言 心中一动 剑神 怎么突破 剑神 你就教教我们吗 剑神阁下 请受我一拜 剑神哈哈大笑道 我在剑界中听闻 有一种神丹 名为化仙丹 此丹可助人成仙 但之后再难寸进 你们还想要吗 这 众人沉默了 他们当然想要 但吃不吃就是另一回事了 能站在这里的人 哪个不是有傲骨的 谁也不认为自己天赋比别人弱 所以 他们心里是拒绝的 他们认为 自己能靠着自己的天赋 突破神灵境 御者摆手道 我不要 我能靠着自己突破神灵 这种带有副作用的丹药 还是离我远点吧 阁老也拒绝道 老夫也无福消受 不过若有大量此丹 可以培养一些强者 剑神摇头道 嘿嘿 那就算了 本来我还想着 回剑界给你们带一课回来呢 剑神 请受我一拜 扑通一声 赤羽跪倒在地 看着这一幕 剑神愣住了 赤羽 你是神医 你自己就能修炼到神灵啊 赤羽一脸苦涩 草 神医让我修炼天赋强大 静静神速 但也是一把锁 锁住了我的未来 我又是混血的 所以血脉极限 只能修炼到半神 极难突破神灵 即使突破到了神灵 也很难继续进步下去 我那死鬼父亲 就是我极限 而且还限制了我的未来 他也只是个下位神而已 原来神医 还有这缺点呢 行吧 你跟我一起去剑剑 我去找大肠老妖一课 这么珍贵的丹药 他直接就给你了 也不是无常的 我现在 已经成了剑界最强者了 我答应 会守护剑界一千年 卧槽 你才突破 就最强者了 没法子 突破神灵那一刻 天赋也跟着突破到了SSS级 战力 直接就比普通仙人 强大了十几倍 原来天赋 还有这种好处 那当然 废话少说 走吧 众人看着他们 离去的背影 都沉默了 灵域府底前的异响 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网上更是变得热闹无比 无数人都在关注着 他们想要知道 灵域到底有多少分身 可是从早上等到晚上 还是没有数完 这可让他们再次震惊了 从早上到现在 已经出来两千多万分身了 但还是源源不断出现分身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若不是他们在野外看到了 灵域分身狩猎的情景 他们一定也会认为这是障眼法 太离谱了吧 两千多万分身 还不是极限 我感觉他的分身天赋 不管可不可能 反正我是姓了 震惊归震惊 但有灵域在 起码我们人族是安全了 慢慢等吧 估计得明天才能数出多少分身了 数一人一夜未眠 翘首已盼 次日一早 灵域伸了个懒腰 望了眼窗外朝阳 惬意呻吟了一声 呼 总算完成了 该休息去了 过几天可就没时间休息了 他起身朝着卧室走去 一天一夜的忙碌 让他略有些疲惫 不是身体上的劳累 而是不停进行重复工作时 心灵上的疲倦 他去休息了 但其他人可就睡不着了 网络上 有人发了一篇文章 诸位 我们已数出来分身数量了 你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啊 百万分身已是惊世骇俗 但灵域族足有五千万分身 这是何等恐怖的数量 说他是一人成国都不为过 我曾经设想着 他有三千万分身 这已是我想象的极限了 但没想到 足足五千万分身啊 我们曾经研究过灵域 我们发现 他的分身实力最起码和本体相当 也就是说 灵域如今是神灵修为 他的分身都是神灵 五千万个神灵 就是主神来了 也能为偶而死吧 我甚至大胆预测 就是连通我界的意见 加在一起都没有十万神灵 可想而知 灵域是何等的强悍 有灵域作证我人族 这是我们多大的荣耀 让我们欢呼吧 让我们感激吧 感谢灵域大人 看完这篇文章 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能坚持一天一夜的人 终究是少数 能数出精确数量的人 则是更少 所以这篇文章一出现 灵域有五千万分身之势了 不仅人族知道了 就连异族也知道了 毕竟如今人族下辖数万亿族呢 这些异族依附人族 族群领地内有 人族建立的信号塔 以及人族的电子设备 他们自然也可以登陆人族的网络 虽然具备这类条件的异族 只在少数 但他们都是异族中的精英 当知道了 灵域有五千万神灵分身的时候 所有异族都倒吸了口凉气 太可怕了 人族出了一个妖孽啊 是啊 一人五千万分身 而且还都不弱于本体 这是什么神仙天赋 至今由生活在梦里 只觉得眼前一切不真实 虽然羡慕极度 但是我们依附人族 人族强大 起码我们还能生存下去 是啊 我们也要有点感恩之心 自从蓝星一变 多少异族被异界神灵灭了 我们有人族坐靠山 起码没有被灭族 过几天得去人族一趟 拜会一下那位存在 你可拉倒吧 蓝星聚变地形变化 多出了数十万里的距离 咱们现在动身 我们那时候过去就安全了 人族灵域 有五千万神灵分身的消息 不进而走 先是传入一族耳中 接着又传入一界人耳中 一界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个个嗤之以鼻 一点都不相信 五千万神灵分身 搞些呢 怕不是梦还没醒吧 别说是神灵了 就是主神也做不到这一点 在距离人族百万里之外的一个异箭 名曰夜叉箭 此界生灵好勇斗狠 生性残忍 长相丑陋 虽为人形 但全身长满 形似骨刺之物 颇为猙獰不忍 不仅如此 夜叉喜吃生肉和鲜血 听人惨叫之声 许悦变态灵魂 此族的习性实在也蛮恐怖 多遭诸族嫌弃 称夜叉为妖 不过 诸族也只呈口舌之力 却不敢进攻夜叉 只因这一族战力彪悍 永不畏死 且修行天赋强大 越战越勇 多有灵场突破世纪流传 诸族唯恐惹上夜叉 但私底下却比起野蛮 这一族不弱 有三尊主神坐镇 其世界中环境恶劣 自然灾难 时常发生 因此 养成了夜叉坚韧不拔的性格 或者说 执拗性格 认准了一件事 就一定要做成 当灵域五千万分身 传入夜叉族时 族人不景不惊 反而欣喜若狂 若是外族见到这一幕 一定十分讶异 听到别人的威名 不惊反喜 这不合常理 夜叉王居住在一座高山上 而在高山上空 则漂浮着三座血色大陆 那是夜叉界三尊 主宰居住之地 不过 主宰很少干涉凡间事务 一阴之势 都由夜叉王管理 当听说蓝星人族 有五千万分身之事时 他并未禀报三尊主宰 而是下达命令 即刻进攻人族 当夜叉听说要进攻人族之时 一个个都欢欣鼓舞 仿佛战争胜利了一般 这一幕 自然引起了三尊主宰的注意 他们略一询问 便知道了缘由 人族有此神灵 有趣有趣 就让他们闹一闹 希望能看 我足一些压力 绿叉主宰探道 红叉主宰摇头道 多半是假消息 人族孱弱 在诸族中也并不强势 但说谎 却是人族一大强项 所以我推测多半是假消息 蓝叉沉默不语 但内心蠢蠢欲动 手又痒了 他叹息道 多想来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可惜诸界主神中 中期主神皆为手下败将 且不说夜叉三主宰的感慨 却说灵欲已经醒来 醒来的灵欲终于恢复了过来 头部疼了 身体也有力气了 总算适应了暴增的力量 可以继续提升力量了 想到这里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招来永久合体分身 解体 再次合体 很快 又是十倍力量的提升 提升过后 他变得晕晕乎乎的 比上次还难受 脸色苍白如指 灵欲只能挥手 让合体分身下去 自己则打做调息恢复 实力提升是提升了 但这和吞噬者天赋一样 体会到了力量提升的好处之后 灵欲发现吞噬者天赋 变得激烈了许多 但在小世界中 还有堆积如山的血肉丹呢 从一阶到了神阶 应有尽有 虽说这血肉丹值 有第一次服用有效 但每一个阶段都可服用你没 他以前虽然卖过不少 甚至送过不少 但终究只有少数人得到过 看着堆积如山的血肉丹 灵欲反正闲着无事 打算将这血肉丹都送人算了 休息了一阵 恢复了几分 他打开了腕表 登陆社交号 他很少玩网络 虽然早就注册过社交号 但只登陆过寥寥几次 但他不出现 江湖却都是他的传闻 在他唯一一个动态下面 评论达到了上亿 赞更有几十亿 而且他的粉丝也有十三亿之多 这让他这样一个 不玩社交网络的人来说 都有些猛逼了 这些粉丝还真是热情啊 既然你们这么热情 那我就给你们点好处 该以什么方式 送给他们呢 血肉丹虽多 人手一颗应该也够 但太廉价了 可能不会珍惜 得想个好法子 他浏览了一下 其他人的账号 突然眼前一亮 对了 就抽奖吧 想好了之后 他就设置了抽奖 然后发了出去 叮咚 白果果是混沌元素学院的 大义新生 自从灵狱协助击 退封神龙界之后 他就成了灵狱的脑残粉 兴致勃勃 关注了灵狱的账号 但是让他郁闷不已的是 灵狱从不发动态 他都怀疑灵狱 是不是忘了自己 还有这么个账号 不过 他不死心 每天都会来灵狱账号下面逛逛 希望能看到灵狱的新动态 可惜 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和他一样的人不在少数 有人就此放弃了 有人则在灵狱 唯一一条动态下面评论 甚至把评论区完成了贴吧 不少人乐此不疲 这也是为什么评论上意的原因 白果果还像往常一样 点开灵狱的账号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打算去评论区逛一逛 但是 当他打开之后 顿时惊呆了 啊偶像发动态了 他哇一声大叫 引得室友不满呵斥 白果果 你干嘛呢 一惊一乍的 差点被你吓跑了魂 睡在他下铺的女孩王倩倩 说道 白果果醒了过来 但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想要找个人分享 他连忙下床 坐在王倩倩床边激动道 偶像 我偶像发动态了 这有什么可及王倩倩话说到一般 猛地坐了起来 你是说 林玉大人 白果果连连点头 就是林玉大人啊 他真的上线了 我太激动了 死丫头 别光顾着激动 快看看偶像发的什么动态 哦 我太激动了 都忘了看了 我看看 两人凑在一起看去 林玉动态 近日修炼 偶有所得 之前准备的许多丹药 已无大用处 本打算出售 但想来前与我也无大用处 我关诸位修炼艰难 高级丹药 又有价无事 一二设此抽奖 凡 参与抽奖者 皆有可能获得血肉丹一颗 领取血肉丹之时 可根据自身境界 获得相应等接丹药 若以服用此等接血肉丹 可等下次突破之后再领取 血肉丹 从一阶至神阶 皆有 货物充足 请放心抽奖 祝大家气韵冲天 看完动态 两个女孩都沉默了 沉默了片刻之后 就慌了起来 白果果连忙点击抽奖 熟悉的转盘出现在投影上 叮咚 恭喜你 抽取了道血肉丹 此丹可在任意境界领取 领取此丹可前往此处 真的中了 他欣喜若狂 要知道这可是血肉丹啊 以前 欲卖过血肉丹 但一天也就卖个几万颗 甚至到了后面也送过 但终究数量稀少 他根本没有机会得到 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他欣喜不已 我现在是二阶战列 那我只能领取二阶血肉丹啊 有点亏了 他喃喃自语道 啊 白果果被一声懊恼的尖叫惊醒 转头却见王倩倩一脸烦恼之色 看他那模样 不用问白果果 也知道肯定是手气不佳 没抽到 他一想到自己有了血肉丹 就能比别人多出上千斤力道 就十分期待 但是 二阶血肉丹 肯定没有三阶血肉丹珍贵 他有些纠结 是现在就去领取 还是等一段时间再领取 正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网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帖子 原来是一些说购血肉丹的二道贩子 一看到这些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偶像大发善心 是为了提高大家的实力 这些恶心的二道贩子 竟然做起了生意 当即 他就把选择哪个阶段的血肉丹的事 放到了一边 开启键盘侠模式 狂骂了一通 他信息刚刚发完 就看到了一条消息 原来是已经有人去领取了血肉丹 诸位 不要想着当二道贩子了 领取血肉丹必须当场吃掉 要么等以后再领取 要么就当场吃掉 没有第三个选择 我就说嘛 林玉大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二道贩子 这下好了 这些二道贩子 点起脚来砸自己脚 他们以后肯定中不了奖了 还真是 我刚刚去看了 林玉大人已经把他们全拉黑了 活该 林玉大人好心 他们竟想耗羊毛 他们不倒霉 谁倒霉 这一举动 大快人心 白果果也消气了 但一旁的王倩倩可就不开心了 两人是上下铺 也是要好的闺蜜 但现在气氛有些紧张 白果果安慰道 其实没什么的 以后你一定也能中奖 王倩倩叹息道 哎 难道是我不够虔诚的员工吗 林玉是人族的偶像 但每个人崇拜林玉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白果果是脑残粉 就相当于狂信徒 但王倩倩只能算浅信徒 白果果开玩笑道 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还真有一部分这种原因 林玉走的是自然神道 但夺舍分身走的信仰神道 所以 她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一部分 信仰神道的规则 所以她的一言一行 都有信仰类规则的影响 信她的自然会运气好 那些不信她的 或信得浅的 抽奖运气就会差许多 王倩倩懊道 小妮子 你还得打去我 白果果笑道 那我再打击你一下 我要去领取血肉丹了 王倩倩羡慕不已 但还是疑惑道 你才二接 等到了三接再领取啊 我等不及了 况且说不定过段时间 又能抽奖了呢 不可能的 王倩倩摇头不信 白果果却十分坚信 因为她有预感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有个声音响在耳边一样 我去兑换血肉丹去了 我就不去了 好吧 精致的中式小院内 流水缠缠 假山池塘 飞鸟鱼 应有尽有 凌玉躺在院落里的躺椅上 悠闲晒着太阳 她看到抽奖已经完成 喃喃自语道 只有一千万人中奖了 中奖率真低 我以为起码有上一人中奖呢 等过几天 我再放一波 血肉丹太多了 还得我花费心思送出去 不过 把这些血肉丹送入各大城池 对她这个境界的人来说 十分简单 她本就有空间系天赋 提前让分身 在各地留下空间坐标 她这边 直接打开空间之门 投送就行了 而且兑换处的工作人员 分身智慧很低 但一些基础工作 比如简单的重复工作 他们还是可以胜任的 丹药也发了 凌玉又变得无所事事了 无聊啊 凌玉仰天长叹 站起身 打算去屋里小气一会 刚刚进屋 突然天空中传来阵阵警报声 怎么了 凌玉意念一动 一时链接所有分身 顿时眼前出现了无数视野矿 不一会儿 她就看到了 在七十万里之外 正有一支庞大的异族军队 正气势汹汹 朝着他们的方向而来 凌玉并不确定 就是来找人族麻烦的 但直到看到了一副旗帜 人族受死 四个大字 极具挑衅 这是要和人族开战的节奏啊 七十万里很远 但若是使用空间之力 这七十万里 其实也很近 不过 她发现这一族的人 应该不擅长空间之力 哼 正好无聊 就陪你们玩玩 这一族虽然没有使用空间之力 但速度极快 一天时间刚刚过去 他们距离人族 就只有四十万里了 四十万里 仍然是一个极远的距离 但对于神灵而言 这个距离很近 等他们到了十万里 也差不多就是神灵的攻击范围了 因此夜叉还没有停止 继续前进着 警报声响了一天 凌玉没有去内阁 让凌环带去 这时 咚咚咚 进来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众人 凌环笑道 大哥 不是我 没有阻止他们 是他们硬要来 我也没法子 凌玉挥挥挥手 让他站到一边 抬头看着众人 大家不要客气 都坐下来吧 剑神不在这里 众人显得有些拘谨 要论关系 肯定是剑神最亲近 其次是御者 因为御者是林凡的院长 再其次就是严君了 严君是赵科的院长 不过 赵科一直在闭关 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况 凌玉也探查过几遍 但是他也看不明白 赵科的修为与日俱增 每一天都更强一分 隐隐让他都有几分心计 坐下吧 众人忐忑落座 什么事 葛老温声道 是这样的 这一次来入侵我们的是叶叉族 这一族长相丑陋 但战斗力极其变态 在诸族之中都排在前列 我们想请您出手 严君也说道 我们知道 你肯定会出手的 可是我们希望你能使用一些震撼的手段 震慑诸族 以防潇小在侵犯 御者说道 我们知道这有些难为人 所以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尽量满足 凌玉闻言 脸上的诧异一闪而逝 有震撼人心的手段 这很难为他吗 不啊 一点也不啊 对他来说 举手之劳而已 他们怎么会觉得很难为自己呢 凌玉扭头看向凌环 凌环对着他几眉弄眼 凌玉在他心间说道 怎么回事 凌环连忙也传一道 大哥 咱们做事得有回报吧 不然天天找我们 还不得反思 人族也没啥好东西了 凌玉撇撇嘴道 凌环忙说道 大哥 你可以尝试要一些单方 人族很多单方 都是上一次蓝星聚变获得的 都是不传之密 有不少珍贵的东西 行吧 我要珍惜单方 这个好说 小小的家族不下于上万个 有炼丹传承的家族 也有四五十家 以他格老的面子 再加上国库中的资源 交换一些单方 还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凌玉没有说要什么单方 但他会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好了 你们去准备吧 等我击退了叶叉族 希望你们也准备好了单方 是 众人恭敬退去 凌环前去送人 屋内只剩下凌玉一人 不一会儿 凌环回来了 随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凌玉 看到凌玉 凌玉叮嘱道 你去战场作证 是 至于凌环 你就去内阁吧 好吧 大哥 我想问下 你打算用什么手段 击退他们 人族基地正南方三十万里 虽然距离人族还很远 但叶叉族做好了作战准备 尤其叶叉族的各上位神 更是脱离了队伍 先一步前往人族而去 只有叶叉王还留在族内 指挥着族人 这是他们的传统了 面对打仗这种好事 强者先上 在他们的心里 打仗是一件难得且珍贵的事 弱者没有资格上战场 往往一场大战胜利了 普通叶叉族人都还在后面晃荡 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 虽然这样一来 弱者的死亡率低了 但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毕竟 他们是一个战斗种族 只有无尽的战斗 才能让他们更加强大 此时 叶叉族的三十个上位神 率先离开了大队伍 前往人族而去 这大战的头汤 将是他们这些强者和 一路上畅通无阻 许多种族都埋头不敢多看一眼 如今蓝星还没有彻底蜕变 只完成了深度蜕变 所以容纳极限是上位神 足足三十个上位神在一起 这在蓝星就是一股最顶级的力量 谁见了都不敢挡在前方 一个个吓得恨不得钻进地里边 不过 他们想多了 叶叉族不是试杀之族 他们只喜欢和强者作战 弱者不配 沿途诸族 没有一个能被他们放在心上的 即使是那些异界诸族 有的比叶叉还强 但也是暂避锋芒 不想这时候引起叶叉注意 打算坐山观虎斗 做那欲棒相争的渔夫 终于 距离人族十万里外 这是一片广袤的荒漠 绵延十万里 一眼望去 黄沙遍地 偶尔狂风略近 席卷万吨黄沙 遮壁苍穹 落下幼城沙山 环境十分恶劣 乃是蓝星这次聚变多出的土地 在沙漠中央 三十个上位神叶叉停了下来 这里距离人族十万里 人族已经进入了 他们的攻击范围 所以他们在等 对于他们来说 人族只有那个 有五千万分身的人 才是他们的对手 其他人族 则交给普通夜叉对付 强者对强者 弱者对弱者 这是他们这一族的理念 三十个上位 神战成一排 突然 远处出现了一个个光点 领头的夜叉 夜刀兴奋道 来了 其他夜叉也纷纷大喜道 希望能有点精良 能过过瘾 我们三十个 上位神一起上的话 是不是欺负他 有夜叉说道 夜刀文言 笑道 说得不错 所以我先出手 你们在一旁掠阵 别让他跑了 花音落下 其他夜叉都一脸不满之色 他们是战斗种族 一天不打架 就浑身不舒服 和同族打架 又束手束脚 好不容易听说有强者出事 他们当然想喝头汤 不行 你是我们之中关最大的 理应压咒 还是让我来吧 我关最小 夜明说道 你关虽小 但你实力不弱 在场重叉 我最弱 你们不该让我吗 刚突破上尉神不久的一位夜叉 说道 夜刀呵斥道 都闭嘴 那家伙 足有五千万分身 到时候再说 重夜叉不再说什么 但一个个都全神贯注 等待灵欲到来 然后就第一个冲过去打一场 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 就连夜刀也是一样 终于 灵欲的分身到了 灵欲的意识 附着在一个分身上 看着拦在前方的 三十个上尉神夜叉 第一眼印象 好丑 的确 夜叉都是人形 如果穿上全身铠 也认不出来 是夜叉和人族 但 直接看着夜叉的脸 灵欲感觉受到了魔法攻击 只见他们脸上 长着一根根骨刺 肩膀上也有骨刺 手臂上还有骨刀等 端的一副恐怖之相 而等便是夜叉 灵欲高声喝道 夜刀文言 越重而出 无畏夜叉族夜刀 听闻人族 灵欲强横无比 今日特来讨教 灵欲文言 一阵无语 我听闻 你们是带领大军而来 既是讨教 为何要新兵而来 你们是要灭掉我人族吗 夜叉来的人太多了 如果人族没有他 绝对不可能挡住夜叉 严格说来 人族除了他之外 还真没什么能占之人了 剑神虽然成仙 但终究只是人仙 相当于下位神 虽然他自信人族潜力无穷 但也需要时间发展才是 夜刀文言 哈哈笑道 我夜叉一族 誓战如狂 你人族既有强者 自然是我夜叉征伐对象 灭了你人族又如何 我只希望你们足够强大 取悦我族 用强大的战力 取悦夜叉族 真是个奇怪的种族啊 不过 誓战种族追求强大 似乎才能追寻大盗 不过 过刚一蛇 惹到强者 也容易被人灭足 他们在对峙的时间里 暗中已经有数百个世界 看着这一幕 随着蓝星蜕变加深 越来越多强大的世界 来到了蓝星 比如比深渊还强的世界 也隐藏在暗中 不过碍于规则 他们暂时进不来 只能等蓝星蜕变完成 再进入蓝星抢夺 开天至宝 而叶叉族不一样 他们是寻找强者 战斗而来 来到蓝星之后 比他们弱小的 他们提不起战斗性质 而那些和他们势均力敌的 又懒得和他们这些 五疯子战斗 毕竟赢了 也没多大好处 而那些比他们强大的世界 都隐藏了起来 不愿意露脸 他们有更大的谋划 这也就导致叶叉族 来了蓝星这么久了 也没找到一个能战的种族 如今 人族出现在他们视野中 他们兴奋了 所以要来战一场 而且 人族是本土种族 避无可避 逃无可逃 只能迎战 这正和叶叉族的心意 他们也曾找过一些强族的麻烦 但那些种族 往自己世界一躲 他们就没啥办法了 打不过 还是躲得过的 但是 人族无路可去 只能迎战 这是最好的战斗对象 废话少说 今日 让无战的酣畅淋漓吧 夜刀高声喊道 战斗一触即发 林玉十分无奈 夜叉是一个试战的种族 在他眼中并无大恶 甚至还有几分 纯粹和可爱 他厌恶的是 心灵的肮脏 而不是这种行为上的 因此 他并不厌恶这一族 可是战争 哪有绝对的对错 既然来入侵了 那就必须要打回去 一步都退不得 他环视四周 看了一眼 大概来了一百万分身了 说实话 他这一百万分身 就能灭了三十个上位神 其实也不用一百万 十万分身 就能轻松灭了他们 但是吧 他要以震撼手段 灭了来犯之敌 那该用什么震撼手段呢 最吓人的 当然是与世界有关了 毕竟即便是主神 也敬畏自然 灵欲笑了笑 看向前方说道 吾不愿招惹你们 奈何你们太不识趣 今日就给你们一些教训 让你们知道天外有天 何其 哄 十万分身合体 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巨龙隐秘在云层中 看不出有多长 只能看到十几个灵片 就已经占据了天空 所有的位置 龙 不仅夜叉惊讶 就连暗中偷看着一幕的生灵 也惊讶出生 龙在诸界中 一般都是神灵级的存在 这是一种天生神灵 只要成 年旧有神灵的境界 不过龙很稀少 但是 对于许多主神来说 龙也不是太强大的存在 毕竟龙虽然稀少 但却存在着 而真正让他们惊讶的是 这龙太大了 只是十几个灵片 就能遮蔽苍穹 本体得多大 灵欲看着天空中的神龙 笑了笑 比起深渊之时 他强大了数百倍 犹如沙狗 现在更加强大 主神中期的强者 也不是对手 所以 当神龙的气息 散发出去的时候 暗中的神灵 都张大了嘴巴 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这是主神的气势 这方世界不允许主神存在 若是小世界中出现主神 世界崩会 但这方世界可不简单 主神要是真敢来 分分钟让他们境界倒退 甚至被世界吸干 化作世界蜕变的资粮 可是 这神龙又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有主神的气势 不对 你们看那人族的分身 少了十万个 这应该是分身合体所成 同源合体不是宗族秘书吗 人族能学会 我是宗族 我准确告诉你 其他种族几乎学不会 但分身合体却可以 因为分身不会有杂念 可是 你们的合体能变成龙 我也很疑惑 我们合体之后 并不能大范围改变形体 一般而言 都是变成放大版的自我 它这个同源合体 我看不透 你们看 那龙洞啊 它要干什么 营 神灵一生龙营 风云变幻 龙头从千里之外探出云层 一呼吸 云就消散 云散 哼 云散开露出了庞大的龙区 当看到这龙区之后 所有人都正骂了 乖乖 这龙有几千里长 这也太吓人了吧 而且他们发现 这龙不是一般的龙 这是一条全身红色的龙 有九根爪子 双眼最奇异 一黑一白 但被一道朦胧力量遮住了 众人心有所感 感觉这龙的眼睛 力量必然奇异 叶叉重上卫神 战意盎然 不禁反省 叶叨哈哈大笑道 人族 你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如此庞大神龙 看我击败他 叶明连忙冲上去 越过叶叨 我第一个上 让我战斗吧 手痒死了 该死的 你只有站住 我才是第一位 其他叶叉见状 哪还敢停留 纷纷冲了上去 是要第一个战斗 暗中看着这一幕的人 都摇头失笑 一脸古怪之色 许多种族听闻 叶叉好战 但还是第一次看到叶叉 没想到真的如此好战 简直让他们大开眼界 这神龙一看就不好惹 你们也不试探一下 诸族看着这一切 都期待着结果 人族 大屏幕上 正播放着淋浴 与叶叉的战斗 当人们看到那千里神龙的时候 一个个血液 都跟着沸腾了 千里神龙啊 那该是多么庞大 内阁众人 已经震麻了 他们就是想让淋浴 用点震撼手段 但没让你这么震撼 千里神龙一出 一个神龙摆尾 蓝星蜕变前的半个大路 都得呈现吧 不管他们如何震惊 现在面对如此局面 没人能镇定下来 阁老叹息道 不愧是淋浴啊 总能创造惊喜 老夫是开了眼界了 御者捏着色色发抖的白虎耳朵 你这傻虎 发抖个什么劲 给老子站起来 严君见状 白手道 御者 你就别难为人家了 对你家宠物好点不行吗 严君发话了 就给你点面子 不过你这傻虎 胆子推小 等淋浴回来了 请他训练你 不要 白虎都忍不住 直接说了人话 不过他的声音很稚嫩 毕竟还没有成年 白虎和龙一样 都是稀有种族 成年了就有神灵境 可是 他们的成长周期太长了 都是以千年来计算的 哼 就这么说定了 你就等着吧 御者哼了一声 白虎盲缩小 化作一只小猫 爬到他怀里 感觉到了身上柔软 御者才笑道 好吧 就不送你过去了 以后努力修炼 要变得像那龙一样大 千里巨龙 特么的 这不为男虎吗 但是 他只能点头 不然 就得送到陵域那里 你们看 又有变化了 这是什么龙 睁眼为昼 闭眼为夜 呼吸为云 汗珠为雨 何斥为雷 这似乎是典籍中 记载的竹龙 此龙为创世神啊 且不说 内阁众人如何震惊 就说那战场上 随着竹龙显出体型 露出那庞大的身躯 夜叉族上位神 却不经反喜 不仅没有一丝畏惧 反而一脸兴奋之色 他的躯体感受着 竹龙强横的气息 他们仿佛看到了肥肉一般 迫不及待要吃进肚子里去 夜叉族的疯狂 可把暗中隐藏的神灵 给吓了一跳 夜叉族都是五疯子 不要命了 这是找死啊 正好也能试探 一下竹龙的实力 希望能有点实力 让我这个渔翁 不至于太无趣了 死吧 死吧 死得越多越好 最好两败俱伤 咦 天怎么黑了 众神一脸疑惑之色 抬头望天 想要寻找挂在天上的太阳 但却见漫天繁星闪烁 这是晚上了 可是不对啊 刚刚还是白天呢 怎么会突然变成了晚上 众神都一脸疑惑之色 心中一斗丛生 在他们眼中 这种变化是不正常的 可能将要发生大的变故 有神灵思索 难道蓝星要彻底蜕变了 不对 蓝星本源未变 还在蜕变之中 应该还需要几日 有神灵一脸疑惑 现在蓝星突然从白天 变成了晚上 给人一种十分诡异的感觉 很不正常 往往不正常 也意味着灾难 不少神灵心中惊惧 已经打了退堂鼓 只有那些主神 虽然进不来蓝星 但暗中 却能观察蓝星的变化 所以 他们都没有收回目光 还是看着这一切 他们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变化 三十的夜叉 也带了片刻 天怎么黑了 但是 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思索 因为竹龙近在眼前 诸位 杀呀 终于能战斗了 我太兴奋 冲啊 夜刀一脸兴奋之色 提着手中的神器长刀 使出一招斗战神迹 浑身冒着金红色的光芒 就杀向了竹龙 其他夜叉也不甘示弱 纷纷使出了最强的绝招 竹龙微微低头 睁开了眼睛 嗡 夜幕消散 金屋东升 漫天繁星消失不见 白天重新降临 夜叉愣了片刻 不明白为什么又天亮了 但他们也顾不上太多 直接杀了过来 竹龙低头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创世神风 哄 吐出一口浊气 化作席卷天地的神风 包裹在竹龙身体四周 碰 风形成屏障 挡住进攻的夜叉 夜叨一刀 狠狠砍在屏障上 碰一声反弹声响 将他震的手都骂了 其他夜叉也都是一样 有的甚至被弹飞了出去 我不信 怎么可能如此强大 夜叨一刀刀砍去 甚至连刀都崩飞了出去 夜明也一脸挫败 蓝星不是还没蜕变吗 为什么这龙会这么强 夜叨沉吟了片刻 突然想到了 对方分身合体之势 他猛拍脑袋 我明白了 这是对方分身的合体 我们打不过也很正常 可是 现在怎么办 退 不战斗了 我们是战斗狂 又是不是傻子 送死的行为不做 好 他们正要撤退 那竹龙却动了 只见竹龙轻轻摆尾 顿时空间都裂开了 一道道空间乱流 冲入蓝星破坏着一切 这一幕 落入众神眼中 都瞳孔紧缩 如今蓝星已是顶级上位神界 上位神的力量 也无法破坏空间 所以 他们几乎可以证实 眼前的竹龙 已经有了主神级别的力量 操 不少神灵心中暗骂 你都看比主神了 我们还怎么打 当初有着当鱼翁心思的神灵 也都收起了心思 专心看这一场大戏 他们在等 他们想要看着竹龙 怎么对付夜叉 众神又看了看太阳 心中已经明白 对方能控制昼夜轮转 可是似乎没有什么伤害 突然 众神瞳孔紧缩 一脸惊讶之色 只见那天空中的阳光 全部冲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只听竹龙一声龙吟 空间乱流 汇聚成河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形成了一个世界 这世界内部混乱一片 但随着无尽阳光的进入 在天空中形成了一颗小太阳 世界变得稳定了一些 竹龙闭眼 夜幕降临 月光皎洁 月华也落入小世界中 化作了一颗月亮 至此 他因太阳齐全 世界也变稳定了下来 这还没有完成 只见竹龙吹了一口气 那世界中便有了风 他吐出一口水 就有了海洋 在众神惊讶的目光中 短短几分钟时间里 他们见证了一个世界的诞生 尽管这个世界十分弱小 但确实是一个完成的世界 其内部法则齐全 已可容纳 生灵生存 众神都呆滞了 不管是上位神也好 还是主神也罢 都一脸呆滞状 我明白了 这是传说中的竹龙 其闭眼为夜 睁眼为皱 呼气为风 可是它是合体分身啊 怎么可能拥有竹龙的能力 不可思议 我族的同源合体技能 并没有这种能力啊 难道不是同源合体 也有可能是它比较特殊吧 众神一阵意论纷纷 小世界已成 竹龙扭头看向众夜叉 又透过空间 将目光落在了几十万里之外 夜叉大军身上 而等入侵我人族 尼尔等心思纯粹 无形甚喜之原因 风尽力量 寡尔等三千代岁月 已是警戒 话落 一道道强大的风平地刮起 这风无形 将夜叉大军刮起来之后 众神才知道有风 他们连连后退 唯恐自己也被刮走 封印 一声清喝 风进入夜叉体内 将其力量全部封印了起来 夜叉大怒 但无可奈何 连挣扎都做不到 眼睁睁看着自己 被封印了力量 无数夜叉 被一瞬间封印了力量 这个速度快准 就连暗中观察 这一切的神灵 都没反应过来 大多数夜叉 还一脸猛逼 他们明明 还在行军途中 怎么突然间天地变化 来到了一片沙漠中 而且还被封印了一身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 饶食夜叉天 不怕地不怕 也感觉诡异的 令人几倍发亮 夜叉王大吼道 哪个小小之徒 胆敢偷袭 我夜叉足 出来 站一场 即使被封印了力量 他的嗓门 还是一如既往的大 夜叨跌跌撞撞走来 说道 大王 我们踢到铁板了 夜叉王愣了一下 大吼道 那就把铁板踢穿 我足不受屈辱 夜叨一脸郁闷之色 他的确好战 但他又不是傻子 大王 人足力量太强了 那人的分身能合体 合体之后 站立堪比主神 我们没法打啊 夜叨的解释 不仅没让夜叉王息怒 反而让他更为愤怒 他拔出妖间的刀 环视四周大吼道 出来啊 有种你出来啊 和我大战一场啊 他声音不小 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 但许多夜叉 都一脸古怪看着他 暗中看着这一切的神灵 都无嘴清笑 这夜叉王傻得天真 他就不能看看天上吗 哈哈 竹笼那表情笑死人了 终于夜叉王抬了一下头 顿时他待在了原地 嘴巴缓缓张开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这这这这力量气息 比竹仔还强 他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正要说些什么 却被竹笼吐出一口风 给吹入了那个小世界中 空间弥合 哄 破裂的空间弥合 而几千万夜叉 则被封尽了力量 关在了小世界中 按照灵狱对外的说法 三千年后刑满释放 但那时已是沧海桑田 甚至灵狱可能忘了他们的存在 而且这也只是对外的说法 灵狱如何处置他们 外人也从得知 此时 诸族已见识到了人族的强大 竹笼创世 关押叶叉 彻底震慑了诸族 他们明白人族强大 一个个不敢懈怠 准备和人族结盟 不过 那些拥有主神的世界 并未动身 他们有傲气 灵狱看着这庞大的竹笼 心念一动 竹笼 你去人族领地上空 隐匿其中 护佑人族 好 仅遵本体之命 去吧 竹笼生腾而起 呼气成云 遮住了身形 逐渐消失在众神视野中 竹笼走了 但余威还在 灵狱转身要离开 周围空间闪烁 一个个神灵现身 恭敬道 阁下 我乃沧海界流月真人 见过阁下 刚刚阁下一手合体分身 以及创造世界的手法 震惊了世人啊 其他神灵也纷纷恭维 以您如今的实力 必然可以日月比肩 又心坏仁词 不杀叶叉一族 我等佩服 灵狱撇撇嘴 他不杀叶叉一族 自然有他的道理 却不可能跟他们说原因的 他扫尸众神 寻找着猎物 发现众神对他十分恭敬 即便不知有多少 是真的 见寻不到杀法的理由 他也就兴趣缺缺了 他多希望 这时候能有神灵跳出了 对他一番臭码 那这样 他就有理由灭了他了 你们可还有事 若无事的话 就不要打扰本座了 本座罚了 灵狱摆摆手 就要离去 众神连忙 七嘴八舌追上来 许久之后 灵狱停了下来 笑道 我知道 你们的来意了 无需找我 去那个吧 说吧 他一个闪烁 回到了府邸中 刚刚回来 那个众人也紧随其后赶来 一个个都十分感慨 三十三小说网 刚刚那一幕 他们有目共睹 只能说太惊人了 一条竹笼几千里 尾巴一扫空间破碎 睁眼为皱 闭眼为夜 呼气为风 还能创造世界 简直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如止水 不禁不洗成了常态 不过 为了体验生活 他还是会有些小情绪的 面对那个众人 他会变得严肃一些 格老说道 我们来 是因为诸族 要与我族结交 想问问您的意见 灵狱被诸族恭维 并扬言要来结交之事 他们的探子 也把消息提前传过来了 灵狱不苟言笑 你们才是人族的执政者 无需问我 众人都一阵无语 你是人族的定海神针 我们要真听话不来问你 那我们不成了 傻瓜了吗 这问还是要来问的 而且还得问清楚了 要是惹灵狱不高兴 那就完蛋了 众人内心一阵叹息 随着灵狱越来越强 威势也越来越强了 若见神在这里就好了 他在这里 众人也不用这么拘谨 灵凡笑道 没听我大哥说吗 你们自己做主就行了 你们不要害怕 我大哥这人很好说话的 众人无奈 还是看向灵狱 这毕竟不是小事 他们又只是半神 面对一群神灵 甚至上位神 要是灵狱不称称场子 这是可真不好办 你们无需担心 竹龙在天上注视着一切 谁敢无礼 竹龙会教训他 灵狱指了指天上 那个众人愣了一下 很快反应过来 大喜不已 阁老大喜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被动了 其他那个成员还有些顾虑 灵凡就走了过来 赶鸭子一样 把他们赶出去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再说下去 可就真让本体不喜了 众人被赶走了 灵凡回来说道 大哥 为什么不杀了叶叉呢 那可有几千万叶叉呢 叶叉普遍境界高 几千万叶叉 能给他提供大量的升级点 他不杀叶叉 灵凡自然疑惑 灵狱笑道 这些叶叉还有其他用处 什么用处 灵凡追问道 灵狱说道 你觉得叶叉属于什么种类的生物 什么种类的生物 这可把灵凡问到了 这一族誓杀如命 几乎天不怕地不怕 但也是有脑子的 遇到太强的对手 他们也会逃跑 所以 可以说一个战斗种族吧 算是一种喜欢战斗的种族吧 灵凡小心说道 灵狱点点头 笑道 不错 但还有一点你没说 这一族与我的杀戮法则暗合 我打算将这几千万叶叉 炼入这把主神器中 到时候 我的主神器 就能被叶叉的杀戮气息孕育 而且我也能吸收 他们的杀戮之气 强化自身 这有助于我突破到中卫神境界 灵狱取出一把细长的八面剑 这是某个深渊魔主的武器 死在他手里之后 武器就落入他手中 不过 他境界才下卫神 即使是已经强化了这么多次 也无法使用此剑 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把魔器 天生和他修炼的体系不符 另一方面 他境界不足的缘故 不过 若是能重新练一遍 他也就能使用了 这个过程必然十分艰难 但灵狱相信自己能做到的 毕竟他可是有五千万分身的 学练器而已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灵凡微微张大了嘴巴 大哥 你的手笔是这个 灵凡竞了的大拇指 一脸佩服 把几千万叶叉封进主神器中 以叶叉身上的杀戮气息 来滋养神剑 增强神剑的威力 这怎么看 都是一件令人热血沸腾的事 灵狱呵呵笑道 不过 得先学一学练器才行 现在还只是个想法 大哥 快快安排吧 到时候 也得我准备一件 类似的主神器 这个好说 两人又聊了一会 灵狱就让他下去了 却说 灵狱一番操作 让诸族都惊掉了下巴 蓝星本族没什么强者 但那一解之中 神灵众多 尤其是那些暗中观战的众神 他们更是坐不住了 一个个立即派人来中央城 结交人族 这些种族都不是强族 但对于如今的人族而言 那也是强大了十倍以上 毕竟 人族底蕴尚浅 还无法跟这些 发展了几十万年的种族相比 有种族闹事 都被竹龙轻松杀了 震慑之下 再也没神灵敢闹事了 即使不满 也只能忍着 时间飞逝 转眼三天时间过去了 在这三天时间里 凌玉一直在学习练气 在五千万分身的帮助下 她学习练气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平常人的几千万倍 几乎是每一秒钟 就是一个样子 一天之内就学会了练制半神器 然后才开始逐渐慢下来 不过 她这练气手段 以肉眼可见 速度增长 三天时间过去 她已经能练制神器了 虽然她还练制不了主神器 但是却能改造主神器 改造主神器比练制简单多了 此时她正在想法子 将夜叉练入神剑中 不行 直接练进去 这些夜叉得不到能量补充 会死的 对了 可以把那小世界练进去啊 想到就做 她施展练气手法 开始练制了 这个过程十分繁琐 而且细节极多 难以理清 不过 以她现在的练气水平而言 已经能做到了 这三天内 另一件事也值得注意 那就是内阁与诸族达成了协议 协议内容也很简单 互不侵犯 这只是一个书面协议 约束力不强 不过 尽管如此 诸族之间的关系 也缓和了许多 甚至都可以把酒延欢了 格老也从他们手中 交换到了大量珍贵单方 加上他从各大家族中 收购的单方 三天时间 他已经获得了上万个单方 金屋西坠 玉土东升 格老与灵域面对面坐着 他将一个储物界 只交到了灵域手中 这是我收购的上万份单方 都是比较珍惜的 你查看一下 格老喝了口茶 说道 灵域文言 笑道 看就不用了 我信你 你们近日都在忙碌正事 修炼的时间不长 改日给你送些丹药过去 另外我要炼丹 需要一些材料 你也帮忙收集一下 如今 他已经将小世界封进了神剑中 只等神剑与小世界契合 就算完成了这神剑的改造 所以 他可以腾出手来炼丹了 人族潜力巨大 但发展时间尚短 他有必要帮一帮 毕竟 如今整个人族 都相当于他的手下了 他们在外面杀怪 自己也能获得一些升级点 虽然十分少 但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再加上秦主 在深渊 风神一龙 也在征战猪剑 还有他的几千万分身 横扫方圆百万里 升级点每天都在涨 不出几日 就能攒够升级到 中卫神的升级点了 他成长速度太快 人族跟不上 帮一帮也无妨 就当无聊生活中的调剂了 阁老叹息道 若不是你横空出世 人族遇到如此多的灾难 我们根本不可能渡过去 老夫再次谢过你了 说吧 他拱手表示谢意 林玉白手道 客气了 我也是人族一份子 若你们都没了 那我岂不是估计死了 他说的颇为豪迈 让葛老心中宽慰 都说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我们也都是托了你的福 葛老说道 林玉笑道 我是人 你们就是鸡和狗 你葛老同意 其他人也不同意啊 葛老啊 你也太埋态我了 你们弱小 我强大 自当帮一帮 此乃人之常情 林玉说得轻松 可是葛老 怎不知这是林玉的良心呢 自古以来 发达了的人 有多少还会帮助同乡的 帮不帮 全凭良心 即使不帮 他也无话可说 自从蓝星接连巨变之下 人族拼了命发展 但终究底蕴太浅 时间太短 与其他种族相比 差距仍然十分巨大 若不是林玉横空出世 如今的人族 恐怕早被灭了 最好的结局也就是 被其他族群吞并 如今 他们能独立 甚至拥有这么高的地位 皆是林玉的缘故 因为林玉能力占主神 无一败己 所以他的强大 无人可以辩驳 也无种族可以忽视 连带着人族 也变得高贵起来 葛老说道 林玉 你是人族大恩人 不过我知道说得多了 显得我啰嗦 但我还是要说 尽管我们能力有限 但你有什么事 只管说来听 我一定尽力做到 林玉闻言 看着眼前的老人 笑道 好 以后有需要了 一定跟你说 对了 我前些日子学习练器术 练了一些宝物 都送给你们了 宝物 葛老一听宝物二字 心中一跳 他激动道 什么宝物 林玉拉住他的手 一个瞬移离开了府邸 来到了国库里 这就是国库 葛老阵惊道 可是 他们国库 明明有隔绝空间的阵法 空间类能力是进不来的 但林玉却进来了 这说明 他的力量远远超过阵法限制 他倒吸一口冷气 那阵法 可是他从其他世界买的 据说能挡住上卫神 难道说林玉本体 就相当于上卫神了 这几日 林玉又同步了几次力量 实力又突破了上千倍 不过 突破到现在这个程度 几乎到了下卫神的极限了 这就好像瓶子 只有这么大 你若想继续增加容积 只有增加瓶子的容量 也就是 突破至中卫神 才能继续同步增强力量 尽管如此 他的本体 也比上卫神还强 虽然距离主神还远得很 但已经不可小觑了 只能阻挡上卫神初期的阵法 自然挡不住他 国库很大 整齐放着各种物品 从粮食到新币 再到能量晶食 应有尽有 不仅如此 还有大量的天才地宝 淋浴来到了装备库 扫了一眼 说道 这装备库真破败啊 只见武器库里 只有寥寥几千件装备 能进国库的起码都是 七节以上的装备 但满打满算 才几千件 显得十分寒酸 而武器库很大 几千件装备 只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 大部分区域都是空着的 格老叹息道 如今战事频发 大家消耗武器的速度很快 练气师即使是连轴转 也忙不过来 本来这里有一万件装备 但这近几个月来 入不敷出 装备就越来越少了 他也颇为无奈 练气师不够 产能不足 装备一度成为 觉醒者变强的阻碍 许多觉醒者都七阶了 还用着五阶装备呢 凌玉文言笑了笑道 既然如此 我帮你们补上这一短板 格老文言 想起刚刚凌玉说的 学了几天练气 可是三天时间 又能练多少装备 他心中是不幸的凌玉 能拿出多少装备的 但是 下一刻 他就惊呆了 只见 凌玉大手一挥 一座装备堆砌的小山 出现在装备库的空地上 足足十几米高 上百米长宽 起码也有几十万装备 这得有几十万装备吧 他呆呆地道 然后三步并做两步 拿起一把长剑查看 顿时有事一惊 因为这把长剑 竟是一件九阶兵器 他又拿起另一把 是一件七阶兵器 他松了口气 看来九阶兵器 只是少数 当他脚下 踩到一件鞋子的时候 他正要拨到一边 却不料瞥了一眼 就再也挪不开眼了 他连忙捡起来 拿在手里 细细查看 死 半神器 这竟然是半神器 要知道 他到现在 也才一件半神器 而且还是辅助类的半神器 对现在的他 帮助不大了 难道 他心中有了猜想 又捡起一件兵器 发现竟然也是半神器 不止如此 他又看了十几件 他发现一个震撼的事情 那就是这里边 有一半都是半神器 半神器 比七阶装备还多 这也太惊人了吧 他的心脏砰砰直跳 难以安静下来 林玉笑道 不用看了 这里边共有十万件半神器 剩余的 都是七阶以上的高阶装备 文言 格老震惊的腿都软了 十万件半神器 这是什么概念啊 这随便一件 半神器都价值不菲 若是全部卖出去 那将的是一笔多大的钱 林玉说道 其实这三天 我练了上一件装备 不过大多数装备 都被我容了 重新练制 最后 只有这些都是同杰中的精品 所以被我留了下来 现在都送捐给国库了 但我希望你能将装备 给到需要的人手上 格老激动不已 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那好 我先走了 对了 大概明天 蓝星会彻底蜕变 到时候会有大变化 你提前通知一下大家 不要外出 明天 对 你们都做好准备 林玉说道 叹息一声 好了 走了 明天见 林玉一个瞬移 离开了国库 原地只剩下格老一人 他呆呆的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猛地捏了一下脸 疼得他直咧嘴 这才明白 不是做梦 格老看着这一堆装备 心中激动不已 一想起林玉的叮嘱 他连忙离开了国库 装备虽然重要 但明显林玉的叮嘱更重要 回到内阁 他立即让人发布公告 很快 下面的人就拟好了公告 他看了几遍 没什么问题 盖上了内阁首府的印章 就让人立即发下去 宣告全族 很快 内阁官网就出现了 一个新的公告 内阁一出现公告 顿时就引来了 无数网民的围观 这三天 咱们那个争气了呀 三天两头来公告 让我看看今天 是什么公告吧 重大消息 什么消息 我看看去 只见内阁官网上 一则消息被置顶 上面有内阁的印章 而且又是官网发布的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公告如下 明日蓝星将彻底聚变 晋升为主神界 届时诸界主神 将降临蓝星 在此提前告诫诸位同胞 不要离开足地 不要外出 尽量和家人在一起 等待变化 住 我内阁提示 蓝星之变化 可参考三百年前之巨变 消息一出 全人族哗然 公告中的内容 太惊人了 尽管大家都早有心理准备 但这一刻到来的时候 还是让人心慌意乱 部分活了三百多岁的强者 想起当年那场巨变 都感慨不已 他们作为当年的 亲身经历者 如今最弱者 也有了九阶修为 在人族地位不低 公告刚刚出现 相关部门 立即邀请他们 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以一问一答的形式 解答人们心中的疑惑 时间紧迫 新闻发布会 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组建完成 此时 共有十个九阶强者 被请到了现场 他们将会解答 大家心中的疑问 主持人 诸位 内阁发布了公告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内阁让我们参考 三百年前那场巨变 但三百年 已是很久的岁月 许多人都老死了 能活下来的 起码也是九阶强者了 而九阶强者 作为我人族的中流砥柱 人数不多 而且大多数人 也接触不到他们 所以未解大家心中疑惑 所以我们开了这场 新闻发布会 为大家解惑 大家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打在公屏上 我们会挑选一些 最受关注的问题 为大家解答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现在进入正题 他话音刚刚落下 下方就有人举手询问 而且公屏上 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这是来自网民的疑问 不过他们的问题 会被收集起来 有专门的人统计好了之后 再给主持人送去 有主持人代为询问 第一个环节 则是下方记者的询问 他们也代表一部分人 而且记者众多 但也只会抽十个人回答 那位穿蓝衣服的姑娘 你来 蓝衣女记者被点到 激动站起身 问道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的问题是三百年 得变化 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 不仅在场的记者心中好奇 网民们也好奇 三百年前的变化 书上记载的很少 因为那一场变化过后 死的死伤的伤 留下的都是擅长战斗的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一个青年模样的男子 开口道 共持续了21天 下一个问题 主持人说道 记者 请问 觉醒石碑 也叫命运石碑 是如何出现的 这是所有人类的疑惑 众人都凭着呼吸看着他们 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女人摇头道 我们也不知 似从天而降 但我们一直认为 此为天道之功 何为天道之功 对于天道而言 不管是人类也好 虫子也罢 都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当年那场巨变 令虫子进化了 野兽进化了 甚至病毒都进化了 但我人族毫无变化 这于天道而言 是不公的 或许这才有了这命运石碑天降 赐予人族觉醒天赋 所以 您的意思是 石碑来自天道 我可没有这么说 只是我们的猜测罢了 请不要妄想结论 好吧 我的问题问完了 众人还在消化前面两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 记者 我想问一下 三百年前 是什么导致蓝星一瞬间文明崩坏的 三百年前 人类创造了璀璨的科技文明 但一瞬间就被摧毁了 这让许多人疑惑 而教科书上也讳莫如深 他们心中疑惑 想趁着这个机会 解开疑惑 一个老者咳嗽了两声 这个问题 我来解答吧 众人看到他都期待了起来 因为这一位是灾变研究家 他对三百年来的变化 研究的最透彻 在这一方面他 就是第一人 他能来解答 应该能解开不少人心中的疑问 老者说道 若不是蓝星再次蜕变 我们是不会说出来的 最后只能把这些秘密埋入土里了 当年 蓝星蜕变 异界怪物入侵 我人族靠着枪炮抵抗 但突然发生了十级大地震 我们的建筑 工厂等等 一瞬间就没了 地震平息之后 我们只剩下一半人类还活着 大概有四十亿 但这个时候 我们的因为缺少设备 已经不能跨越超远距离联系了 而且 我们人族中还出现了叛徒 他们勾结异界之人 将我人族抓起来贩卖 而有些神灵对我族女性颇有兴趣 玩完了又扔了回来 他们生产下的孩子 就是神医 神灵下不来 但手下却可以 他们肆意杀戮人族 还有那些净化的异族 也杀我人族 我人族损失惨重 直到遇到了天降之时 开始觉醒天赋 才逐渐恢复几分元气 不至于灭族 这就是当年的秘密 话音落下 众人久久不语 现场一片静默 他们的思绪 仿佛回到了三百年前 那是一场绝无仅有的大灾难 人族面临诸界功法 将人族荡成玩物 人族毫无办法 只能任由拿捏 直到人族可以觉醒天赋 才能够自保 人族内奸和异界的玩弄 更让人恨的是内奸 有人一份填膺 红着眼睛问道 你们杀了内奸吗 老者也眼红了 他高声喊道 杀了 剑神和阁老代 我们一起杀的 不仅如此 截至今日 我们还把当年 入侵我们的种族都杀了 33小说网 做得好 众人齐声欢呼 便是主持人也有些哽咽 他现在才知道 原来还有这么悲惨的过去 主持人看了一眼时间 收敛了情绪 继续说道 继续下一个问题 问题一个个问完 众人也终于对300年前的事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300年前 蓝星突然聚变 是真的聚变 没有给人族一丝准备 突然间身边的宠物进化了 家里的蟑螂进化了 老鼠进化了 就连蚊子也进化了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就连细菌和病毒也进化了 细菌聚合在一起 形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病毒则变得更加难缠和强大了 人族的免疫系统 在进化的病毒攻击下 几乎没有作用 被病毒轻易破解 在体内疯狂繁衍 在各种灾难下 人族的数量急剧减少 从80亿人 急剧减少到只有数百人 这数百人都是 在那病毒下活下来 并生成了超级抗体 人族眼看就要灭绝了 突然天降石碑 人族可以靠着石碑觉醒天赋 并且被石碑辐射过的石头 也会具备类似的能力 于是 人族开始进入全民觉醒时代 第一批觉醒的人中 出现了一个个天才 剑神 阁老 阎君 御者 扶咬子 神僧等人 都是那个时代的开拓者 他们一路驱逐一族 杀戮凶兽 才终于开辟出人族领地 又经过三百年发展 再次发展到了 现在的几十亿人 想起过去 令人唏嘘叹玩 主持人 好了 问题都问完了 时候也不早了 大家都准备一下 让我们一起迎接明天 迎接那场时隔三百年的巨变吧 这一次 我们不会再是被屠戮的一方 我们将以蓝星的主人 来迎接这一天 玉兔西沉 金屋东升 东方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 青线下 洒落人间 一夜无眠的人们 纷纷推开门窗 抬头望向那红彤彤的朝阳 昨日的明日到了 今日将开启新的时代 许多人心中期待的同时 又有些对未来的忐忑 不管是往上 还是现实中 不管是少年 还是老人 都心中颇为忐忑 不知这一次的变化 会给人族带来什么 是灾难 还是机缘 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们期待机缘 而畏惧灾难 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 总有一些追求强者之路的人 他们期待的是 挑战和机缘 中央城 这座三百年前建设的人族地 一座城池 也是人族的都城 今日不同于往日 大街上没了喧嚣的人群 也没了叫卖的商铺 一片静悄悄的 那个众人站在隔台上 望着东方的朝阳 心中思绪万千 他们时不时看一眼身后 逗弄白虎的灵帆 发现他眉心眉肺的模样 又无奈看向了灵狱的住处 灵狱的府邸 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但细心地他们发现 灵狱住处周围 藏着无数分身 而且在府邸上空 也隐藏了大量分身 扶妖子松了口气道 灵狱在 没事了 众人叹息一声 也跟着松了口气 灵狱既然将分身召来 那就说明灵狱还在这里 只要灵狱不走 那他们人族就安全了 格老说道 三百年前 一场巨变 诸族进化 有的成了智慧一族 有的成了无智慧的凶兽 而我人族 获得了能觉醒天赋的命运十倍 不知这一次巨变 我人族会得到什么 他心中复杂 既有期待也有不安 毕竟 三百年前 等其他生物都进化了 他们人族损失惨重之后 才意外获得十倍 不知这一次 人族会有什么变化 这也是其他人心中的疑惑 严君说道 上次我们获得的机缘 是觉醒天赋 这一次大概 也是和天赋有关吧 遇者有些无奈 凌凡把他的白虎抢走了 他只能叹了口气 和众人一起商谈要事了 他叹息道 不要太乐观了 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 上次 他们也是在几个月后 才获得的机缘 神僧威闭上演 阿弥陀佛 一切都是缘 强求不得 怼之我信 失之我命 扶摇子瞥了他一眼 你倒是看得开 世事无常 只要不是灾难降临 就已是机缘了 不是灾难降临 就是机缘 两人的理念 竟在这一刻 出奇的一致 格老摇头道 我人族能活下来 靠的是抗争 而非等待机缘 严君连忙说道 格老所言极是 不过 面对天地灾难 人力有实境 所以 我们也应当做好 失败的心理准备 御者笑道 你们打什么哑谜呢 不就是想留个后路吗 嗯 众人点头 然后相视一眼 彼此摇头失笑 这御者啊 还是这么直白 格老点点头 后路我已经安排好了 在世界聚变之前 我就已经将一部分好苗子 尤其是少年天才 转移到了意见 如果我们被灭了 他们就是人族的种子 众人闻言 心中变得有些沉重起来 在如今众神降临 即将有主神降临的时代 他们感觉一股股压力 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这不是他们的时代 而是神灵的时代 他们注定连绿叶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蝼蚁中 较强的那一个 扶妖子抬起红色的双眼 明视远方 来了 声音不大 但却清晰落在众人耳中 众人神情一变 纷纷站直了身子 看向天边 下一刻 光芒太多了 铺天盖地 不一会儿 就将整个人族领地笼罩 然后继续扩散出去 直到将整个蓝星笼罩其中 红光奇异 仿佛带着一丝丝进化的力量 此时 灵狱扶底中 灵狱推开门 看着这红色的光芒 喃喃自语道 这就是蓝星进化的前兆 可是这光芒有何用 灵狱尝试去探查一番 但一无所获 这红光的神秘 超越了他的认知 有点意思 这红光蕴含了不少秘密 让我很好奇 他笑了笑 系统探查一下红光 丁 需要支付一百亿升级点 是否支付 死要钱的 支付 一百亿升级点虽多 但现在他有五千万分身帮忙狩猎 一天的收获都不止一千亿了 所以虽然有些不舍 但现在他有钱了 也不是很心疼 丁 探查中 过了一会 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丁 探查成功 净化之光 蕴含世界本源的光芒 可净化一切生灵最突出的特质 此光只能净化一次 第二次无效 净化效果因人而异 净化之光 听系统的描述 似乎这净化之光 净化的是生灵最突出的特质 难道是什么最强 就净化什么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的天赋分身 岂不是会净化 不过 还得稳一手 问问系统才行 免得有坑 系统 如果我净化的话 是净化我的天赋分身吧 是的宿主 你身上最强的特质 便是天赋分身 我还以为能净化系统吗 请宿主 不要把本系统 和这低级之物 混为一谈 哟 还挺傲娇 系统没有回应他 灵域也自讨了都没去 系统 没副作用吧 净化之光 为世界本源之光演化 蕴含世界本源之力 无任何副作用 那就好 还等什么 赶紧去沐浴净化之光吧 灵域兴奋地走出屋子 站到了院子里 红光照射在身上 刚开始灵域没什么感觉 但很快 他就发现了异样 他的天赋分身果然在变化 这个变化很快 几乎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分身就完成了净化 丁 恭喜宿主 沐浴净化之光 天赋分身获得净化 丁 宿主天赋分身已净化 目前为SSSSS加急天赋 丁 宿主获得了以下能力 请选择 路线1 无线分身 您的分身数量增加5倍 路线2 无线距离 您的操纵距离增加5倍 路线3 无线站立 您的分身能继承您500%的站立 请选择一条作为您未来的发展方向 选择1 丁 您的分身数量已增加至2.5亿 丁 系统为您截取了一道净化之光 您可用来继续提升一项技能等级 请做出选择 这系统还挺靠谱啊 别人只能净化一次 他直接净化两次 能不能继续净化分身 不行 那我想想啊 灵域脑海中浮现他的所有技能 神界以前的技能都没有什么用了 所以直接排除掉 对他现在有帮助的 除了几个天赋之外 就只剩下神秘系技能和神技了 神技有圣山和血色图卷 都是可以在主神之前使用的 而神秘系技能是献剂 免死金牌和白小生 神秘系技能是辅助类的 即使升级了 对他的站立帮助也有限 而灵域现在连一个主神技都没有 这严重影响了他的站立 所以他有了决定 系统 我选择血色图卷 丁 您已做出选择 丁 神技血色图卷已升级成维度图卷 维度图卷可使用降维打击 不管是空间还是人 都可被降低维度 此主神技极其危险 请慎用 卧槽 这不就是二项博吗 这主神技有点厉害 以后就当成我的心底牌了 灵域很爽 看了一眼净化之光 他打开那格群 灵域 此为净化之光 可净化一切生灵身上最强的一项特质 不要犹豫了 速速去沐浴净化之光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万不可错过机缘 灵域发完信息 他就直接下线了 话已经说完 他们愿不愿意听 这就看命了 而事实上 灵域说的话 他们不管有多疑惑 都会去听的 格老 听到没有 都别藏着了 速速去沐浴净化之光 严君 错过了机缘 就后悔一辈子吧 我先去沐浴净化之光 遇着 我也去 神僧 阿弥陀佛 平僧先走一步 扶摇子 以沐浴净化之光 无知天赋提升了半级 天赋提升了半级 众人一脸疑惑 不过也不再迟疑 纷纷走出房间 沐浴净化之光 唯恐净化之光消失了 错过这等大纪元 很快 他们就尝到了甜头 格老 天赋变强了 但距离SSS级还有距离 扶摇子 我也一样 天赋能力强大一倍还多 但还不是SSS级 严君 SSS级是神的领域 我们在突破神灵之前 应该很难提升 欲者 这净化之光 怎么只有一次效果 神僧 阿弥陀佛 请施主知足 格老 能让我们提升天赋 就已经不错了 还想要多次进化 那不得逆天了 欲者 好吧 不过这个好消息 得赶紧告诉其他人 而且剑神回来没有 格老 老夫已经安排人去做了 昨日我就通知过 剑神和赤羽 他们已经回到了蓝星 无需担心 欲者 那就好 这么大的机缘 可不能把他俩给忘了 内阁官网上 新的消息再次置顶 蓝星蜕变 红光天降 此为世界之恩赐 名为净化之光 可净化一切生灵 最强特之一次 不可多次进化 机缘重大 万载难逢 请速速沐浴神光 不要 错过此等大纪元 消息一出 全网哗然 原本质疑红光的人 瞬间闭嘴了 其实 这红光很多人都照过了 而且确实净化了天赋 只是没有沐浴过的人更多 而且时间太短 消息还没有传出去 当那个公告一出 所有舆论顿时一边倒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这红光确实能提升能力 你们就是不信 现在打脸了吧 楼上的闭嘴 我们谨慎党 向来只信那个 你们说的话 我们就当放屁 我们觉醒天赋的人 提升的一般都是天赋能力 但那些没有觉醒天赋的孩子呢 我17岁 还不到觉醒天赋的年龄 我的悟性提高了 以前不会做的题 现在变得简单了一倍不止 我15岁 我提升的是我的移动速度 我跑得比以前快了三成左右 我10岁 我的画画能力提升了好多 我6岁 我吃饭的速度变快了 众人明白了 什么叫一切生灵最突出的特质 从这也可以看出 为觉醒天赋的孩子们 他们的特质是什么 这也有助于家长的针对性培养 不少家长喜出望外 毕竟在觉醒天赋之前 他们在培养孩子方面 是有点人云亦云的 现在好了 终于知道孩子的特质 他们就知道怎么培养了 毕竟 虽然在这个时代 当觉醒者是每一个的梦想 但普通人才是社会的主体 他们人数更多 过的生活和大灾变前 也没什么两样 他们作为基层 在科技力量的帮助下 生产出了基础产品 供应觉醒者消费 而觉醒者则用强大的力量 守护他们 两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至于当冒险者 那是不少人的梦想 但万一觉醒各地级天赋 那还不如当个普通人有前途 网络上沸沸扬扬 各大异界与异族 也都推测出了红光的秘密 于是 蓝星各大空间通道 变得无比拥挤 整个世界的人 都想要进入蓝星沐浴净化之光 可是世界之门只有那么大 一次性能进来的人有限 尽管如此 在净化之光持续的一个小时内 还是有无数一解生灵 进入蓝星沐浴到了净化之光 净化之光一出现 除了那些主神进不来之外 其他生灵都获得了好处 一个小时后 净化之光消散 天气也再次变得天朗气清 轰咙咙 净化之光消散 上天的馈赠已经结束 世界开始进行最终蜕变 轰鸣声在众生的耳机响起 天在变高地在变厚 空间强度在变大 天地能量在变多 世界在变大 众生抬头看去 仿佛天地在复苏一般 一界生灵看着这一切 兴奋不已 终于快要蜕变完了 再等一会 完成彻底的蜕变 我们的主神就能进入蓝星 抢夺那开天的机缘了 是啊 一个主神界的形成 必然会出现无数天才地宝 这是我们的机缘 呵呵 蓝星上没有强大的本土种族 可惜了 三百年内 从一个普通世界 蜕变成主神界 这是世界的强大 世界内部的生灵 不过是蝼蚁和寄生虫而已 无需在意 倒是蓝星人族 有一个强者 似有五千万分身 而且合体之后 有主神之力 须得注意 以鹅传鹅而已 我们都是智者 从不轻信谣言 说得对 智者不信要 此时 天地大变 各种元气喷涌而去 山变高 江河变宽 植物疯狂生长 曾经只有万米高的山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就拔地而起 长高了十倍 成为十万米飓风 曾经只是一条小河 没多久就百川汇流 变成一条百里宽的通天河 树木在风涨 不一会就长高数十米 杂草也在生长 野外很快就变成了一片蛮荒景象 而在各大族群的城市里 野草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中央城 平时绿化做得很好 可以说 一个绿树如荫的城市 此刻却成了灾难 迅速被植物覆盖 路上 建筑上都经受着植物的折磨 有的路面 在植物的破坏下 已经千疮百孔 眼见高楼大厦 也要遭受植物的攻击 而变得岌岌可危 那个坐不住了 阁老大怒道 发动群众 扫清变异植物 绝不能让植物毁了城市 是 命令下达 整座城市中 上千万人都忙碌了起来 有的操纵着机器人 前去铲除植物 有的则使用天赋能力 清除植物 整座城市都陷入了忙碌之中 人族忙碌不已 甚至都没时间 去关注外面的变化了 他们现在关注也晚了 因为短短几个小时内 一座座城市 就变成了无边森林中 一座座城市孤岛 城外是密密麻麻 几乎占据了 每一片土地的植物 城内也在遭遇植物的入侵 虽然人们清除了大量植物 但仍然有植物在悄然生长 等发现的时候 已经扎根大楼 将一座座大楼 变成了微楼 这引起了居民的担忧 于是更疯狂地 清扫植物行动开始了 这也很危险 引得那个担忧 他们不得不分出大量的精力 去维持城内的稳定 而且 这种变化还在愈演愈烈 最终将会演变成了 文明与植物的战争 植物要将这一片土地 化为他们的领地 而人族不允许 再拼命保护领地 两者的矛盾 不可调和 最终必然是一方控制 另一方才能结束 内阁 不好了 阁老 有人急匆匆跑进了内阁 阁老一脸疲惫之色 怎么了 众内阁成员都好奇地看着来人 这才多久啊 这人都进来五趟了 每次进来都能带来坏消息 不知这一次 又是什么坏消息 阁老 我们不知在城外的信号塔 坏了八成 老夫早有预感 只要和各大城池 没有断了联系 就不是什么大事 阁老 嗯 怎么了 有话就说 这人连忙说道 阁老 刚刚接到消息 我们人族领地 被一道天茜分割成了两部分 仿佛是将一座大路 分成了两块一半 我族领地中央 出现了一条 深达数百里宽的深渊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都愣了片刻 他们怎么会这么倒霉 蓝星初次聚变的时候 人族领地安然无恙 没有被分割开 现在蓝星彻底蜕变了 结果却被分开了 看来这是跑不掉的了 不过 数百里的深渊 挡不住他们 大不了架一座桥就行了 阁老 那深渊十分古怪 刚刚出现 就升起了一道屏障 将我们的信号 隔绝了开来 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不上 北方三十六城了 雨不惊人死不休 众人都一阵无语 看着眼前这人 他真是坏消息传播机啊 短短几个小时 已经说出了六个坏消息 这件事 我们会开会处理的 还有事吗 没了 你先下去吧 是 属下告退 这人下去了 但现场气氛却颇为凝重 阁老看着诸位高层 说道 根据我们目前得知的消息 因为蓝星聚变能量因子 急剧提升 植物疯狂生长 将各大城市 隔绝成了孤岛 野外的信号塔都被破坏了 好在除了北方三十六城之外 其他城市还可以互相联系 蓝星的变化 不知会持续多久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要尽量清理一部分植物 有人疑惑道 阁老 植物长得太快 我们清理也没有意义 阁老说道 我很怕植物变异 成植物类的凶兽啊 如此多的植物 吸收到了足够多的养分 就有可能进化 众人文言都沉默了 他们也都遇到过植物类的凶兽 比凶兽还难缠 如果都变成了植物凶兽 那他们应付起来就麻烦了 虽然 可以请求淋浴帮忙 但这样一来 显得自己很没本事 我们明白了 我们都听得老的 请您下答命令吧 阁老点点头说道 城内留一部分人 其他人都去城外清理植物 是 灵域扶底 灵域看着院子里 疯狂生长的植物 不仅没有铲除它们 反而带着笑意观察着 尝吧 看看你们最后能长成什么样子 我很期待 灵域喃喃自语道 不过 让你们生长 但可不能把我的房子给破坏了 灵域伸出手指 轻轻点了点虚空 顿时一道能量屏障 将四周包围开了 只于下上方一个出口 这样一来 植物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生长了 也就不用担心破坏了房子 做完这些 它将灵物放了出来 灵物刚刚出来 就醒了过来 怎么样 成了 同步 是 很快 灵域脑海中就多出了新版本 铜元合体 合体上限一百万 有了这个铜元合体分身 它的实力就更强了 完全可以在主神镜 横行霸道了 毕竟 它现在可是有2.5亿分身呢 一个合体分身 打不过就群殴 灵域笑道 有了新的合体分身 我们在蓝星中 算是什么都不用怕了 灵物点点头 表示同意 但也有些担忧道 我们要小心主神之上的存在 灵域文言 脸色微变 主神之上是一个 更为神秘的境界 到了那个境界 就可以随意 遨游诸戒了 甚至 它们可以进入蓝星 不过在进来之前 需要降低自己的境界才行 否则境界太高 会引起世界本源的 疯狂排斥 所以 灵域虽然担忧 但却也不是太害怕 只要还在蓝星 还是主神级的力量 它就有胜算 而且 它还有念头分身呢 四亿八千万念头分身 分不诸戒 它本体死了 只要念头分身不死绝 它就还能复活 所以有退路的它 很有底气 灵域点点头 说道 我心里有谱 况且 那种存在 我们不一定能遇到 灵物也明白 说道 说的也是 对了 接下来 咱们是突破修为 还是继续创造 更高级的同源合体 当然是创造更高级的 同源合体了 为何 如今这个时代 蓝星不缺猎物 我或许升级点的速度 将不可同日而语 升级境界 不是难事 所以 更高级的合体分身 才是我最需要的 好 我继续参悟 去闭关吧 一起努力 是 灵狐下去闭关了 灵域看着那还在 疯狂生长的植物 有些意外 因为这么一小会的功夫 植物已经长高了数十米 因为它将四周圈死了 所以植物 只能向上面生长 乖乖 这植物疯了吧 长得这么快 也不知啥时候能停 突然 灵狱发现了一个异样 它连忙放出灵魂感知 在植物上 反复扫描 很快 它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觉醒意识了 这植物竟然觉醒了自我意识 而且这个意识 在迅速变强 过了十分钟后 植物的意识 才开始停止变强 渐渐稳定了下来 你 好 一道朦胧意识波 落入灵狱感知中 有意思 有如出生的孩子一般 虽然有了自我意识 但如白纸一般 那就让我培养你吧 灵狱仿佛发现了新的玩具 教着植物说话等等 不过 这植物的灵魂力量 还是不强 智慧有限 和它分身差不多 最后灵狱也完够了 就让几个分身陪它 而它则回到了书房 看着外边 已经模样大便的世界 该做正事了 哇 无数意识出现在脑海中 这每一道意识 都是一个分身 灵狱刚刚升级之后 2.5亿分身 还没有分出来 所以 它第一步就是瞬移去外面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将分身分出来 下一刻 它出现在千里之外的 高空之上 分身 白光浮现 不一会儿 漫山遍野的分身出现了 它们现在的智慧 提升了一点 不像最初那么笨了 有的分身一脸沉思状 似在研究世界的变化 灵狱命令道 分散四周 在这方圆千万里之内 肆意杀戮吧 如今 它随着同步能力的进行 灵魂力量 也跟着提升了十倍 能操纵的范围 也从百万里 提高到了千万里 仅尊本体之命 分身纷纷鞠躬领命 去吧 无忧尽快提升修为 攒够升级点 就告你们了 是 分身散去了 足足两亿多分身啊 那数量简直太多了 而且它分身的动静也极大 引起了周围诸族的注意 不过 大多数一族现在处境艰难 疯狂生长的植物 眼中影响了 它们生存的空间 而且 还伴随着植物而来的各种凶兽 也让它们疲于应对 在这一场聚变中 被消灭的种族也不在少数 时间缓慢流逝 转眼间 一个星期到了 蓝星的巨变也到了尾声 但现在的蓝星 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体积变大了万倍 天地变得更加辽阔 内部出现了无数秘境 如同星辰一般 镶嵌在蓝星空间壁掌之上 而且 异界也更多了 许多主神界也发现了蓝星 纷纷打通世界通道来 一时之间 整个蓝星虽然已经巨大无比 但还是被诸记而来的生灵 塞得满当当的 淋浴的分身刚刚散去 没飞出去多远 就遭遇了袭击 袭击他们的是一群变异蚊子 每一只蚊子 都有七阶的实力 数量众多 不下于数十亿 若是其他生灵 便是神灵 也要退避三射 虽然不见得会怕 但也不想和蚊子硬碰硬 但淋浴的分身 见到蚊子群 不禁反省 哈哈 杀杀杀 来活了 兄弟们 冲啊 上一分身健壮 纷纷冲了过去 仿佛不是蚊子群 而是一块块奶酪一般 这可把蚊子王吓了一跳 一直以来 都是他们追着人类杀 什么时候人类 开始追着他们杀了 可恶 吱吱吱吱 杀 蚊子王智慧不低 是这一次蓝星变化 净化而出的生灵 被人类挑衅 是他作为蚊子 所不能忍受的 杀 哼 两者碰撞到一起 蚊子王站在后边 看着这一幕 等待着人族失败的一幕 但结果 却让他大惊失色 不可能 只见 人族各个有着 神灵级别的实力 犹如战神一般 在蚊子群里横冲直撞 几十亿蚊子 在这些分身的杀戮下 很快就只剩下了 最强的几百个蚊子 然后 一个分身大手一挥 剩下的几百个蚊子也死了 他大惊不已 就要逃跑 却被人一巴掌拍死了 收拾蚊子尸体 带给本体 不可浪费